第一集 哎 这就是大城市吗 柳萍背着帆布包走离开车站 虽然已是晚上九点多了 但街道两侧灯火通明 路上车来人往 好不热闹 师傅交给柳萍两个任务 一是退婚后成亲 由柳萍决定 二是在城市行医 提升医术和内力 柳萍没见过未婚妻 所以决定退婚 先找个地方住下 明天再去退婚 柳萍打定主意 信部沿着街道向前走去 突然看到三个打扮怪异的年轻人 拖着一个女孩走出酒吧 黄毛 这个女孩不简单 我们 怕什么 好不容易遇到这种顶级货色 而且被人下药了 咱们搞完就走 你们 放开 我 柳萍听到几人的对话 眼里射出寒光 快走几步 拦住混混的去路 怒吼一声 放开她 黄毛上下打量柳萍几眼 一身粗布衣服 眼里露出不屑 小子 不想死就滚 放开她 柳萍随手从包里 拿出一根笔拇掠措的铜箫 找死 黄毛怒吼一声 拔出匕首扑向柳萍 柳萍手一挥 铜箫击中黄毛的手背 传出骨头碎裂的声音 啊 黄毛惨叫一声 撒腿就跑 里外两名小混混 慌忙放开女孩 跟着黄毛跑了 柳萍立即扶住女孩 你家在哪 我送你回去 看到女孩的瞬间 柳萍不由地一愣 弯弯的眉毛 娇挺的鼻梁 五官精致绝伦 一眼看去 竟然有些挪不开眼 女孩看了一眼柳萍 张了张嘴 没有说出一个字 柳萍知道药效发作了 看到附近有一家普通酒店 收起铜箫 抱起女孩跑进酒店 办好入住手续 抱着女孩进入房间 好厉害的药物 能独倒大下 柳萍把女孩放在床上 脱去女孩的衣裤 洁白无瑕的躯体 令柳萍眩晕 深吸了几口气 从包里拿出银针 扎进女孩的穴位 几分钟后 女孩睁开眼睛 搂着柳萍的脖子 线上红唇 柳萍最后一丝理痣被淹没了 柳萍睁开眼睛 猛地想起昨晚的疯狂 扭头看到一双 会说话的大眼睛盯着自己 乌黑的绣发 金雕细琢的脸蛋 洁白的肌肤 美的令人窒息 虽然女子脸色平静 但柳萍能感觉到 她的迷茫和无助 姑娘 昨晚 柳萍表情尴尬 眼里带着心虚 邱青雅看着眼前 略显稚气的大男孩 浓眉大眼 棱角鲜明 目光深邃幽远 令人沉迷 身上没有多余的坠肉 是典型的大帅哥 虽然邱青雅昨晚被人下药 但仍保留一丝清醒 是眼前这个大男孩 从混混手里救了自己 把自己带到酒店 大男孩本想用银针 给自己解毒 但毒性太烈 自己主动缠上大男孩 虽然女人最珍贵的东西没了 但邱青雅暗感庆幸 如果被混混糟蹋踏了 那才真是生不如死 如果我是普通人家的女孩 一定与她携手走进婚姻殿堂 可自己被阴险毒辣的韩玉龙盯上了 如果韩玉龙知道她的存在 一定会疯狂报复 不能连累她 邱青雅深吸一口气 平静地看着柳萍 你走吧 就当我们没见过 柳萍愣愣地看着邱青雅 情结不对啊 不是应该哭闹着 让自己负责吗 你没听错 走吧 谢谢你救了我 邱青雅补充了一句 柳萍自幼跟在师父身边 知书懂理 真诚地看着邱青雅 说道 姑娘 你我已经有了夫妻之时 作为男人 我必须负责 还是一个鱼目嘎达 邱青雅暗叹了一口气 瞪着眼睛怒吼 滚 老娘不需要你负责 柳萍顿时猛逼了 刚刚还心平气和 突然变成一只母老虎 难怪师父说 女人都是善变的怪物 柳萍穿好衣服 略意沉思 从随身的帆布包里 拿出一个十几公分高的青花瓷瓶 放在床头柜上 止痛 美白 驱除疤痕 不要送给别人 世间只此一份 邱青雅看到柳萍走出房间 无力地闭上眼睛 近期 竞争对手联合打压邱氏集团 邱氏集团举步维艰 向大海中的一艘小船 随时可能轻负 直此紧要关头 堂弟邱建文 久后打伤刘氏家族弟子 被关进橘子里 虽然刘氏家族与邱氏家族 同为江城的三流家族 但刘氏家族集团运转正常 扬言不惜一切代价 报复邱家 韩氏集团的继承人 韩玉龙放出话来 如果邱青雅愿意嫁到韩家 韩家将帮助邱家化解危机 邱家仿佛抓到了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邱建文的父亲是邱家家主 立即召集家族高层开会讨论 虽然达成一致意见 但没有获得老家主邱君浩的认可 邱青雅承受巨大压力 本想与闺蜜倾诉 没想到闺蜜在啤酒里下药 被三名混混盯上 韩玉龙是一个花花公子 玩弄女人无数 也许是内心对韩玉龙的抗拒 又或许是药物的原因 也可能是对柳萍的感激 邱青雅才放纵自己 度过了疯狂的一夜 闺蜜的背叛 家族的无情 令邱青雅看清了很多东西 眼里露出坚毅的神色 发誓绝不屈服 邱青雅深吸了几口气 属于总裁的自信浮现在脸上 起身走进浴室 柳萍走出酒店 暗暗苦笑 无论是什么原因 自己毕竟有女人了 只能去退婚 柳萍拿出地址看了一眼 拦了一辆出租车 直奔邱家老宅而去 邱家老宅占地不足五亩 是个典型的私家大院 门房里站在保安 柳萍下车拿出拜帖交给保安 我要拜访邱老爷子 麻烦通报一声 保安看到柳萍穿着普通 背着一个帆布包 随手把拜帖扔在地上 脸上挂着不屑 眼里露出嘲讽 哪来的穷小子 还想见老爷子 也不撒泡 尿罩罩 柳萍怒火中烧 深吸几口气 内力在体内运转几周 心情稍稍平复 眼里射出寒光 盯着保安 快去通报 后果你承担不起 保安不懈地怒吼 滚 知 一辆保时捷停在门口 一名年轻人从车窗里探出脑袋 问道 老张 怎么了 二少爷 老张指着柳萍 撇着嘴把事情讲了一遍 年轻人下车后 走到柳萍身前 冷冷地盯着柳萍 穷小子 这里不是你能来的 赶紧滚 否则我打断你的腿 邱家的人没有家教 估计邱青崖也好不到哪里去 确实该退婚 柳萍没有理会二少爷 而是看着保安 立声说道 再给你一次机会 快去通报 小子 竟敢看不起本少爷 二少爷怒吼一声 拳头砸向柳萍的太阳穴 不知死活 柳萍不闪不避 一脚踢在二少爷的小肚子上 哦 二少爷惨叫一声 飞出四米摔在地上 保安顿时吓懵了 跑过去扶起二少爷 拉着二少爷向院内跑去 第二章 进入邱家 家主邱德泽 烦躁地坐在老宅里 看到儿子脸色扭曲 一只手捂着肚子 被保安附近大厅 猛地站起身 健武 怎么了 保安心虚地把事情讲了一边 连土包子都冒出来了 真当邱家没人吗 邱德泽脸色铁青地走到院门口 上下打量柳萍几眼 一定是父亲的穷亲戚 来寻求帮助 瞪着眼见怒吼 土包子赶紧滚 今天的事情 就当没发生过 以后再出现在邱家门口 打断你的腿 柳萍看着邱德泽 眼里露出嘲讽 邱家的人真没教养 邱德泽本就烦躁 儿子被打令其怒火中山 听到柳萍的嘲讽 顿时失去理智 大声怒火 来人 打断他的腿 站在邱德泽身后的四名保镖 立即向柳萍扑去 今天 我替邱老爷子教训你们 砰 随着连续的拳头 击中身体的声音 四名保镖全部飞了出去 倒在地上挣扎 邱德泽吓了一跳 保镖都是退役的特种兵 一个可以打五个 没想到土包子竟然是功夫高手 小子 虽然你会功夫 但你斗得过警察吗 你会在监狱里待一辈子 邱德泽边说边拿出手机 拨打电话 几分钟后 一辆警车急迟而来 车上下来三名警察 围手矮胖子笑着 与邱德泽打招呼 邱家主 是这小子吗 邱德泽眼里闪过一丝狠辣 点了点头 孙所长 又要麻烦你了 也不知道哪来的土包子 赶紧带走 孙所长了一下手 扣上 带走 孙所长 这小子功夫不错 你要小心 邱德泽慌忙提醒 孙所长平时没少做这种事 脸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右手拔出武器 顶在柳萍的眉心 小子 这里是我的地盘 是龙你得盘着 得胡你的握着 柳萍虽然面色平静 但怒火已经冲上脑门 冷冷地盯着孙所长 把你的武器拿开 小子 有种 我就喜欢收拾你这种硬骨头 孙所长边说边挥拳 砸向柳萍的鼻梁 柳萍双手随意挥动两下 众人只见一丝荧光闪过 武器已经塞进孙所长的嘴里 孙所长的手指仍放在扳机上 顿时都惊呆了 孙所长感觉大脑无法控制身体 恐惧地望着柳萍 意识到死亡会随时降临 另外两名警察愣在当场 既不敢抓柳萍 也不敢碰孙所长 两人对视一眼 其中一人拿出手机 向上级汇报 邱德泽也吓猛了 意识到眼前的土包子 绝不是简单人物 如果警察死在邱家门口 邱家彻底完了 无奈低头 小子 解开孙所长的禁止 我带你去见老爷子 柳萍扫了一眼孙所长 眼里射出寒光 语气冰冷 带我去见邱老爷子 邱德泽看到柳萍态度坚决 急忙走到孙所长身前 孙所长 对不起 请稍等片刻 孙所长眼里露出祈求的神色 仿佛在说一定要快点 十几个邱家的人 都呆呆地看着孙所长 没有人赶上前一步 邱德泽看了一眼柳萍 说了一句 跟我来 迈不向院内走去 邱青雅穿戴整齐 扫了一眼房间 暗叹了一口气 床头柜上青花瓷瓶 映入眼帘 由于片刻 把瓷瓶放进包里 转身离开 刚回到老宅门口 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怎么回事 大小剑 你可会来了 老张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 不会是她吧 邱青雅停好车 快步向客厅走去 请坐 我去请老爷子 邱德泽说完走了出去 邱君后老爷子 已经黏语骨息 几乎不管家族的事情 唯有在邱青雅的婚事上 坚持己见 平时住在一个小园里 邱德泽走进小院 看到邱老爷子 坐在院子里喝茶 恭敬地说道 父亲 家里来了一个年轻人 他要见你 邱老爷子愣了一下 疑惑地看着 什么事 他没说 只说要见你 走吧 邱老爷子 起身走出小院 柳平看到邱老爷子 脸上露出笑容 老爷子 我是柳平 你还记得我吗 邱老爷子仔细打亮柳平几眼 猛地瞪大眼睛 抓住柳平的肩膀 你是小平 十六年了 你终于来了 快坐 你师父还好吗 师父很好 多谢老爷子惦解 柳平恭恭敬敬地回答 邱老爷子扭头看着邱德泽 给青雅打电话 让他立即回来 邱德泽的心里涌起不祥的预感 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柳平 快步走出客厅 老爷子 遇着说道 柳平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邱老爷子打断了 你和青雅都大了 我兑现当年的承诺 柳平脸上带着愧疚之色 眼里满寒歉意 其实 我这次是来 父亲 青雅回来了 柳平的会还没说完 再次被打断了 邱青雅看到 坐在茶几上的柳平 顿时猛圈了 愣愣地看着柳平 你怎么来了 是你 柳平也惊呆了 没想 与自己疯狂的女人 竟然是邱青雅 也就是自己的未婚妻 邱老爷子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你们认识 真是太好了 青雅 她是你的未婚夫柳平 邱青雅如遭重击 疑惑地看着邱老爷子 未婚夫 我什么时候订婚了 邱老爷子没有回答 而是说道 给你父母打电话 让他们立即过来 柳平知道不能退婚了 同时也有一丝欣喜 未婚妻不仅是一个大美女 看样子 还是一个霸道总裁 邱青雅暗叹了一口气 也许这就是天意 还是连累柳平了 可是邱家如何应对 即将到来的风暴呢 邱德则意识到 必须阻止这桩婚姻 如果邱青雅与土包子结婚 韩玉龙一定会疯狂报复 邱家必然覆灭 儿子邱建文 会在监狱里待一辈子 快步走了客厅外的僻静之处 掏出手机 拨通老婆余松平的电话 分局局长吴宇轩接到报告 也是吓了一跳 立即带人赶到邱家老宅 看到孙所长的惨状 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孙所长是什么样的人 吴宇轩心里很清楚 没想到孙所长这次提到铁板上了 吴局长 怎么办 一名警察问道 还能怎么办 你们看着他 吴宇轩边说边向邱家客厅走去 第三章 誓言宣战 吴宇轩面无表情地看着柳萍 是你出手的 柳萍眼里闪过一缕金光 与吴宇轩对视 立声问道 警察可以随意吗 好灵力地眼神 吴宇轩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 但还是瞪着眼睛盯着柳萍 你这是袭警 已经触犯了法律 法律是你家定的 你知道事情的全过程吗 柳萍寸步不让 邱老爷子疑惑地看着柳萍 出了什么事 柳萍讲完事情经过 盯着吴宇轩 问道 你们警察就是这样办的 吴宇轩被问得哑口无言 安安问候孙辉的祖宗八代 邱老爷子叹了一口气 眼里露出祈求的神色 看着柳萍 小萍 此事是因我邱家而起 你饶了孙辉吧 柳萍点头走到院门外 盯着孙辉 人在座 天在看 如果再有下次 我一定废了你 孙辉吓尿了 心骚之气在空气中弥漫 柳萍随手在孙辉身上点了几下 取下武器 扔给一名警察 反身向院内走去 邱亲雅的父亲邱德宇 和母亲安真如 快步走了进来 爸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不知道 安真如吃惊地问道 爸 我不同意亲雅嫁给这个土包子 随着话音 柳萍看到两名身穿职业装的中年女人 走进房间 邱老爷子失望地 看着身穿灰色职业装的女子 余松平 我还活着 我做出的决定 需要你同意吗 余松平眼里喷出怒火 恨恨地看了一眼邱亲雅 吼叫道 老东西 你孙子还在监狱 邱亲雅必须嫁给韩玉龙 啪 客厅里传出一声脆响 谁也没想到 邱亲雅竟然扇了余松平一个耳光 邱亲雅眼里 射出凌厉的杀气 盯着余松平 敢骂爷爷 你找死 你儿子做的孽 就应该收到惩罚 想拿我的幸福去交换 做梦 打得好 这种没有教养的人 就应该教训 柳平眼里露出赞赏的神色 鼓掌称赞 余松平嘴角流血 哆哆嗦嗦地 指着邱亲雅 小婊杂 我一定把你送到韩玉龙的床上 柳平走到吴雨萱身前 指着余松平问道 吴局长 这算不算违反婚姻法 你为什么不执法 吴雨萱暗骂自己愚蠢 为什么不早点离开 无奈地点点头 身穿蓝色这装的中年女子 走到柳平身前 不懈地看着柳平 吐包子 我韩家看中的女人 你也敢招惹 只要我动动手指头 你就会粉身碎骨 柳平没有搭理蓝装女子 继续看着吴雨萱 吴局长 这算不算危险 吴雨萱知道韩家是大 自己招惹不起 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柳平 转身离开 柳平看着蓝装女子 问道 你是韩家人 韩玉龙是你什么人 韩佩颖 韩玉龙的姑姑 不想死 就立即把婚退了 韩佩颖趾高气扬地看着柳平 既然你是韩家人 我现在正是向韩家宣战 柳平的话音未落 身上泛起杀气 反手一巴掌扇了过去 啪 柳平是守备 韩佩颖的脸蛋 来了一个亲密接触 韩佩颖惨叫着飞出机密 重重地摔在地上 张嘴吐出一口鲜血 抬手摸着脸 难以置信地看着柳平 小子 你竟敢打我 韩家跟你不死不休 不死不休 韩家还不够资格 回去告诉韩玉龙 邱青雅是我的女人 如果她敢惦解 我会杀光韩家所有人 柳平说完 拉着邱青雅坐在椅子上 拍了拍邱青雅的肩膀 放心吧 天她不下来 于松平立即跑到韩佩颖身边 小心地扶起韩佩颖 眼里露出阴狠之色 仿佛看到柳平横尸街头的景象 你是叫柳平吧 你一定会生不如死 于松平像一只受伤的母狼 目露凶光 恨不得一口咬死柳平 转身愤愤而去 邱德则知道彻底得罪韩佳了 儿子没救了 绝望地闭上眼睛 邱青雅没想到 柳平竟然敢向韩佳宣战 暗叹了一口气 虽然是已至此 但也不能束手待毙 眼里露出坚毅的神色 邱德宇盯着柳平 立声问道 你了解韩佳吗 你哪来的资格开战 你想害死青雅吗 柳平看了一眼邱青雅 并没有解释 邱老爷子赞赏地看着柳平 重重地拍了一下柳平的肩膀 不错 青雅跟着 你不会受苦 邱青雅 如果我儿子死在监狱里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杀你 于松平也恨恨地离开了 邱德宇疑惑地看着邱老爷子 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邱老爷子闭上眼睛 仿佛回到16年前 16年前 邱家即将崛起 不知道侵犯了谁的利益 几个二级家族联合打压邱家 致使邱家资金链锻炼 邱军号四处寻求支援 疑似外出身重剧毒 遇到带着柳平历练的鬼手神针 鬼手神针不仅治好了邱军号 还弄来大笔资金 帮助邱家度过危机 邱军号为了感谢鬼手神针 本想送出家族股份 却被拒绝了 最后形成婚约 安真如表情凝重 目光深沉 盯着柳平 我是青雅的妈妈 你不想解释吗 柳平没有回答 而是平静地看着邱青雅 你的意见呢 邱青雅眼神复杂 既有欣赏 也有绝望 但更多的是坚毅之色 死死盯在柳平的脸上 即使你有汗天洞地的本事 也必须证明给我看 应该的 柳平面色平静地点头回应 邱青雅深吸了一口气 继续补充 邱家货款无法收回 银行拒绝贷款 资金链断裂 我堂哥在监狱里 你必须在半年内 解决邱家的所有问题 证明我邱青雅选择的男人无与伦比 证明爷爷高瞻远瞩 柳平听出了阴谋的味道 沉思片刻 看着邱青雅 问道 你堂哥犯了什么罪 酒后伤人致残 如果我能治好伤者 会撤诉吗 你真有办法 柳平认真的看着邱青雅 带我去看看伤者 邱青雅心里生起一丝希望 带着柳平离开邱家老宅 没教养 连招呼都不打 邱德宇瞪着眼睛 表达心中不满 你值得柳平尊重吗 我回房间了 柳平回来叫我 邱老爷子走出房间 韩佩颖回到韩家 韩家顿时炸锅了 家主韩延庆 是韩佩颖的哥哥 心疼地看着妹妹 你想如何报仇 韩佩颖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会跟邱家和柳平慢慢玩 玩到他们死为止 先出口气 韩延庆边说边拨打电话 韩佩颖突然想起 邱家老宅门前的一幕 出言提醒韩延庆 大哥 柳平会功夫 让你的人小心点 韩延庆得意地看着妹妹 放心吧 好汉男敌四手 他会功夫 我人多啊 第四章 赶到刘家 刘家老宅与邱家老宅差不多 刘家保安认出邱青雅 虽然刘家与邱家视同水火 但邱青雅是韩玉龙看中的女人 保安也不敢怠慢 恭敬地走到邱青雅身边 邱青雅面色平静地表达诚意 保安大哥 请通报刘家家主邱青雅来访 保安犹豫片刻 提醒邱青雅 邱小姐 刘家人怨气很大 您真的要拜访家主 邱青雅点点头 催促保安 去通报吧 告诉刘家主 我是带着诚意来的 保安快步向院内走去 向家主刘伟诚汇报 被邱建文打残的刘伟诚 是刘润伯的侄子 虽然刘润伯很想报复邱家 但刘家也仅是中小家族 碍于韩家的势力 只能按下复仇的想法 刘润伯知道 邱青雅登门 无非是想把邱建文弄出来 心中冷笑 看不起刘家吗 那就较量一番 刘润伯扫了一眼 邱青雅和柳萍 看到柳萍虽然目光明亮 但穿着普通 暗暗长出一口气 目光落在邱青雅的脸上 语气不冷不热 邱小姐亲自登门 有何指教 柳萍得知 刘伟诚小腿粉碎性骨折 彻底失去知觉 只能做轮椅出行 提醒邱青雅 刘家怨气很重 绝不会轻易妥协 一定已成待人 邱青雅脸色平静 目光真诚 刘家主 青雅此次前来拜访 是想看看刘伟诚的伤情 如果可能 邱家会尽全力寻找医生 国恩 不要脸的女人 你现在还不是韩玉荣的女人 竟敢来刘家示威 随着话音 一名五十多岁的中年女人 走进客厅 柳萍看到女人面目猙獰 目露凶光 猜到是刘伟诚的母亲曲婉婷 一个小肚鸡肠牙子必报的女人 邱青雅火冲脑门 刚想出演反击 感觉一只手掌落在肩膀 柳头看到柳萍安慰的眼神 心里一暖 深吸了一口气 柳萍看着刘润伯 语气不急不缓 刘家的待客知道 与众不同了 刘润伯看到柳萍 仅是拍了邱青雅一下 邱青雅的怒火就平息了 大吃一惊 不由地重新审视柳萍 语气仍然不冷不热 小伙子 你不知道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吗 柳萍还没来得及说话 三名中年人 和四个年轻人 走进客厅 为首的中年人 是刘伟成的父亲刘润伯 指着邱青雅的手指 微微抖动 眼里喷出怒火 瞪着眼睛盯着邱青雅 邱青雅 你以为靠上寒家 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此仇必报 曲婉婷像找到靠山一样 举起右手 语气凝重 我曲婉婷再次发誓 如果我儿子刘伟成此生残废 我与邱家不死不休 刘润伯并没有阻止 想看看邱青雅的真实目的 邱青雅平静地看着曲婉婷 语气真诚 曲婉婷当即怒吼 不仅刘润欣愣住了 刘润伯也大吃一惊 难道韩家还认识绝世名医 曲婉婷已经反应过来 吃惊地盯着邱青雅 你什么意思 一名年轻人脸上露出不屑 鄙视地看着邱青雅 嘲讽的语气令人生厌 邱青雅 别假装好心了 国内国外的名医都没有办法 就凭你 不知为何 邱青雅看到柳萍面色平静 心神也逐渐安定下来 平静地看着刘润欣 是刘家年轻一代最出色的人物 一旦成长起来 必然接掌家主之位 这并不是刘润伯希望看到的 刘润伯希望儿子刘伟峰 未来接掌家主之位 但又不能公开拒绝邱青雅的建议 扭头看了一眼刘伟峰 刘伟峰立即领会了刘润伯的意思 瞪着眼睛怒吼 邱青雅 你给我滚出去 刘家不需要你的好心 邱青雅刚想解释 再次被柳萍阻止了 虽然不知道柳萍的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还是平静地看着刘润伯 柳萍低头喝了一口茶 自言自语 大家族的内部竞争激烈啊 虽然柳萍的声音不大 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刘润伯吓了一跳 柳萍的话杀伤力太大了 急忙给刘伟峰使眼色 刘伟峰慌忙解释 二叔 二婶 我不是那个意思 曲婉婷目光阴冷地盯着刘伟峰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想什么吗 伪成残废 你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刘润伯没想到会出现这种局面 必须阻止局面继续恶化 看着邱青雅 邱小姐 刘家 同意你的建议 你有什么要求 邱青雅看了一眼面色平静的柳萍 无论柳萍能否治好刘伟成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绝不能退缩 邱青雅深吸了一口气 真诚地看着刘润伯 如果刘伟成痊愈 我希望刘家与邱家化干戈为玉伯 撤销控诉 如果失败了 我愿意付出代价 任由刘家报复 刘伟峰撇着嘴嘲讽邱青雅 付出代价 邱家资金链都断了 你拿什么付出代价 邱青雅看着刘润伯 一字一句地说道 虽然邱氏集团目前困难 但还是能拿出一两千万的 最焦急的屈婉婷 一把抓住刘润伯的胳膊 老公 我要儿子站起来 刘润伯没想到 邱青雅态度如此坚决 心中 生起一丝希望 看着刘伟伯 大哥 你的意见呢 刘伟伯虽然极不愿意 看到刘伟成站起来 但此时也不能阻止 点头同意 刘润新看着邱青雅 认真承诺 如果我儿子站起来了 邱建文的事情包在我身上 他一定会毫发无损地 回到邱家 依然已经协议 柳萍起身看着屈婉婷 带我们过去 屈婉婷疑惑地看着柳萍 你是医生 中医 柳萍平静地回应 听到中医两个字 刘润伯和刘伟风 都暗出了一口长气 江城的有名的中医 都已经给刘伟成判了死刑 一个年轻人 还能耍出花样 刘润新和屈婉婷 虽然也很失望 但话已经说出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领着邱柳二人 走进刘伟成的房间 刘伟成看到邱青雅 双眼通红 大声怒骂 你给我滚 邱青雅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柳萍已经走到床边 手指在刘伟成的身上 点了几下 刘伟成顿时哑口无言 眼里露出恐惧的神色 屈婉婷下呆了 惊慌失措跑到床边 瞪着眼睛盯着柳萍 你 你对伟成做了什么 别紧张 句子是封住了她的穴位 我要检查她的伤情 柳萍边说边坐在床边 手指放在刘伟成的 左手脉门上 几分钟后 柳萍的眉头皱了起来 检查过右手的脉相后 柳萍看着屈婉婷 我开一副药方 你亲自去买药 顺便买一个熬药的砂锅 屈婉婷眼里露出惊喜 无表情地提醒一句 刘伟欣仿佛理解了 柳萍的话外音 附在屈婉婷耳边 叮嘱了几句 后者点头离开 一个小时后 屈婉婷拎着十几个药包 和砂锅回到房间 第五章 出现医术 柳萍熬制出一瓶 黑乎乎的药膏 目光从邱清雅三人脸上扫过 你们在门外等候 我不出房门 你们不能进来 邱清雅点头 与刘润欣和屈婉婷走出房间 柳萍从帆布包里 拿出一盒金针 消毒后扎入刘伟成的百慧穴 刘伟成立即陷入深度昏迷中 柳伟成的碎骨 无序地长在一起 要想痊愈 必须打断重新续接 再打通被封闭的经脉 柳萍深吸一口气 内力涌入手掌 手掌放在刘伟成的小腿上 随着咔嚓咔嚓的脆响 刘伟成的小腿骨再次碎裂 柳萍拿出树枚金针 扎入刘伟成腿上的穴位 内力沿着金针 进入刘伟成的小腿 不断矫正碎骨的位置 转眼两个小时过去了 柳萍把药膏抹在 刘伟成的小腿上 出了一口长气 终于完成了第一步 但柳萍已经头脑发晕 浑身发软 内力接近枯竭 无法打通刘伟成被封闭的经脉 只能打开房门 邱青雅看到柳萍脸色苍白 目光无神 顿时吓了一跳 急忙扶着柳萍坐在椅子上 千万不要动她 我休息一会儿 柳萍说完闭目调息 三个小时后 柳萍睁开眼睛 邱青雅一直坐在房间里 看到柳萍脸色恢复正常 暗暗出一口气 端起桌子上的大碗 递给柳萍 吃点吧 去阿姨熬的鸡汤 柳萍也没客气 咕嘟咕嘟几口喝光鸡汤 刘润兴认真的看着柳萍 伟成被人暗算了 柳萍点点头 耐心解释 伟成的经脉被人封闭 等伟成痊愈以后 让她好好想想 与邱建文发生冲突的原因 你们出去吧 我要继续 邱青雅没想到那有隐情 隐隐感觉 邱家被阴谋包围 眼里闪过一丝灵力 刘润兴也没想到 柳萍会全力以赴 心生感激 真诚地看着柳萍 需要人参吗 我有一株三十年的 柳萍脸上露出笑容 激动地看着刘润兴 快拿来 柳萍切了十几片人参 放在盘子里 青雅 你留下来帮我 邱青雅点点头 疑惑地看着柳萍 我怎么做 每隔一会儿 为我两片人参 柳萍说完拿起金针 开始疏通刘伟成的经脉 半个小时后 柳萍脸上冒出痘大的汗珠 身体微微抖动 不由自主地看了邱青雅一眼 两片人参 邱青雅立即把两片人参 放进柳萍的嘴里 人参饱含的能量 迅速进入柳萍的丹田 柳萍即将干涸的内力 略有恢复 柳萍深吸了一口气 感觉还差了一点 又连续吞下四片人参 内力恢复了三成 柳萍继续疏通 刘伟成被封闭的经脉 四个小时后 柳萍筋疲力尽地 看了一眼邱青雅 别担心我 我只是睡一会儿 话音未弱 柳萍普通一声 倒在地上 昏睡过去 邱青雅吓了一跳 立即把刘润兴和屈婉婷 叫到房间 三人合力 把柳萍扶到客房 邱青雅静静地坐在床边 眼里露出蹊跡之色 目光落在柳萍棱角鲜明的脸上 心房仿佛打开一道小门 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 钻了进去 柳萍一觉睡到凌晨两点 睁眼看到邱青雅在床边打瞌睡 起身抱起邱青雅 邱青雅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看到柳萍抱着自己 脸上泛起红云 放我下来 柳萍没想到 把邱青雅弄醒了 小心地把邱青雅放在床上 搁上被子 你睡一会儿 邱青雅下床整理了一下衣装 脸上挂着自信 恢复了霸道总裁的形象 不休息了 曲阿姨和刘叔叔 等着我们吃饭呢 饭菜很丰盛 曲婉婷和刘润兴不断表达谢意 四人都有意无意地 没有提起邱建文 柳萍知道 事情不会轻易结束 提醒刘润兴和曲婉婷 曲阿姨 刘叔叔 伟诚需要一个月的恢复时间 这段时间 你们一定要小心一点 刘润兴和曲婉婷 知道柳萍不是开玩笑 刘伟诚肯定被某些人盯上了 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点了点头 酒足饭饱 柳萍与邱青雅离开刘家 驱车向邱家老宅驶去 邱青雅驾车 把心中的疑问提了出来 柳萍 你认为有人设计陷害建文 柳萍点头解释原因 这是肯定的 普通人无法封闭刘伟诚的经脉 出手之人 要么功力 在我之上 要么医术惊人 突然 柳萍发现十几辆面包车拦住去路 车上跳下近百人 每个人手里都拎着棍子或砍刀 邱青雅惊慌地看着柳萍 一定是寒家派来的人 怎么办 柳萍眼里闪过一丝寒光 把帆布包背在身上 拿出铜箫 自信地看着邱青雅 放心吧 锁好车门 千万不要下车 你不能下车 我立即报警 邱青雅边说边拿起电话 却被柳萍阻止了 五分钟以后报警 柳萍说完下车 把车门关好 为什么要五分钟以后 邱青雅虽然不理解柳萍的意图 但还是放下电话 邱青雅知道自己帮不上忙 只能锁好车门 暗暗祈祷 为首的年轻人脸色阴沉 目露凶光 冷冷地盯着柳萍 你就是柳萍 听说你会功夫 柳萍没有回答 语气平静地反问 韩家派你们来的 记住了 打你的人是黑虎 黑虎说完 猛地挥了一下手 身后拎着家伙的人 立即向柳萍扑去 邱青雅看到柳萍被近百人包围 顾不得柳萍的叮嘱 立即拨打报警电话 电话接通后 还没来得及说话 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所有围攻柳萍的人 都倒在地上抽搐 有些人开始口吐白沫 毒 邱青雅已经不知道 该如何形容柳萍了 不仅医术神奇 用毒更是神鬼莫测 请说话 邱青雅听到手机里 传来寻补的声音 犹豫着关了手机 柳萍回到车里 若无其事地看了邱青雅一眼 报了吗 邱青雅发动轿车 惊慌地说道 我们快跑吧 寻补知道你用毒 不会放过你的 柳萍似笑非笑地看着邱青雅 没想到你这么关心我 报警吧 邱青雅翻了一个白眼 拨通报警电话 把情况讲了一遍 第六章 斗女暴龙 柳萍和邱青雅坐在询问室内 一名中年女警边问边记录 一名身材超过1米70的女警 和两名男警走进询问室 柳萍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女警皮肤烧黑 一双的大眼睛射出凌厉的寒光 身材惹火 两条修长的大腿 令人响入飞飞 整齐的警服显得英姿洒爽 江雅琳看到柳萍的目光 在自己身上扫来扫去 大声怒吼 臭流星好忙 再看 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还是一只母老虎 可惜了一张脸蛋 柳萍收回目光 江雅琳拿起柳萍的身份证看了一眼 眼里射出杀气 盯着柳萍 厉声怒吼 柳萍 你胆子不小啊 敢在大街上尸毒 柳萍斜着眼睛看着江雅琳 平静地说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尸毒了 难道你是二郎神的笑天犬 我不记得 二郎神有母笑天犬啊 柳萍说完 扭头看着邱青雅 老婆 你知道吗 扑 邱青雅忍不住笑出声来 没想到柳萍还有如此可爱的一面 骂人不带脏子 虽然极不愿意得罪寻补 但此时不能丢了柳萍的面子 配合地摇了摇头 我也没听说 中年女子和两名男子脸憋得通红 都咬牙忍着笑意 江雅琳是江城巡捕队有名的女暴龙 战力极强 对付犯罪分子从不手软 没想到柳萍竟敢嘲讽自己 是可忍孰不可忍 挥一拳砸向柳萍 打架 你还弱了一点 柳萍手一挥 一直同销指向江雅琳的咽喉 混蛋 江雅琳吓了一跳 骂了一句 慌忙后退 眼里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没想到柳萍还是一个功夫高手 柳萍手一挥 铜销消失了 江雅琳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 刚想继续进攻 被中年男子苏维赫拦住了 雅琳 别闹了 苏维赫是江雅琳的师父 江雅琳不敢违逆师父的命令 眼里射出杀气 死死地盯着柳萍 臭流星好忙 我不会放过你的 柳萍似笑非笑地看着江雅琳 不放过我 你打也打不过我 说也说不过我 我又不罪犯 你能拿我怎么样 邱青雅感觉柳萍和江雅琳 像一对情侣在打情骂俏 心生醋意 两个手指掐住腰间的软肉 来了一个180度旋转 柳萍腰间传来剧痛 吃惊地看着邱青雅 老婆 你干嘛掐我 江雅琳看着邱青雅 眼里露出狐疑之色 邱青雅 你是她老婆 未婚妻 邱青雅炫耀地挽着柳萍的胳膊 江雅琳脸上挂着嘲讽 鄙视地看着柳萍 臭流星好忙 我以为你多有本事呢 没想到是一个吃软饭的 行了 苏维鹤对这个女弟子 也没有办法 坐在柳萍对面 说道 柳萍 咱们聊聊 柳萍点头回应 可以 苏维鹤眼里带着怀疑之色 你真没给混混下毒 毒确实不是我下的 但与我有关 柳萍解释了一句 苏维鹤不解地看着柳萍 怎么回事 柳萍拿起自己的帆布包 指着布包底部的一道口子 要放在这里 他们用刀把包割开了 毒粉飘了出来 具体情况 你们可以查看监控录像 事发地点没有监控 苏维鹤苦笑着摇头 姜雅琳伸手抓向帆布包 却被柳萍快速收回 放在腿上 柳萍嘲讽地看着姜雅琳 你最好穿上防化服 否则 你又说我下毒了 姜雅琳浑身乱颤 近似疯狂 大声怒吼 臭流星号忙 你为什么随身带着毒药 柳萍毫不在意地看着姜雅琳 我就不告诉你 你咬我呀 邱轻雅虽然不知道柳萍的真正目的 猜测柳萍一定想好了对策 微笑着看着柳萍和姜雅琳 姜雅琳脸上露出得意之色 看着柳萍 臭流星号忙 既然毒药是你的 你就逃不了干系 你等着坐牢吧 柳萍笑眯眯地看着姜雅琳 反击道 你身为巡捕 不去调查混混袭击我的原因 却死盯着我这个受害者 我严重怀疑 你是潜伏在寻补队伍里的奸行 你 姜雅琳气得说不出话来 柳萍挑剔的目光 在姜雅琳身上扫来扫去 然后又盯着邱轻雅看了几眼 自言自语 虽然大多数男人都喜欢大的 但我还是喜欢有脑子的 扑痴 邱轻雅听出了柳萍的话外音 忍不住笑出声来 心里涌起一丝甜蜜 坏了 傻丫头要发疯 苏维赫还没来得及说话 姜雅琳瞪着眼睛大骂 敢骂老娘 我打死你 住手 苏维赫瞪了姜雅琳一眼 深吸一口气 眼神不善地看着对柳萍 小伙子 告诉我原因 柳萍随口说道 我是一名中医 正在配置治疗牛皮腺的药物 那种毒粉也是原料之一 苏维赫知道 柳萍没必要说假话 点了点头 满含期待地看着柳萍 你能解毒吗 说起专业 柳萍立即收起 玩世不恭的态度 语气沉重地回应 虽然能解 但过程很麻烦 而且需要很多名贵药物 江雅琳气愤难平 不懈地看着柳萍 嘲讽道 臭流星好忙 华夏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医生 柳萍心中暗笑 自己和师父都不知这是什么毒 只是偶然发现的 经过多次试验 才确定该种毒物的药性 找人解毒 那是做梦 苏维赫看到柳萍脸色平静 一股不祥的欲感涌上心头 盯着柳萍会死人吗 柳萍沉思片刻 认真地回答 根据我的经验 应该不会死人 但中毒之人所承受的痛苦 是无法想象的 邱青雅隐隐明白了柳萍的想法 眼里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心里涌起波澜 柳萍看着苏维赫 问道 我们可以走了吗 苏维赫是一个老巡捕 思维缜密 瞬间明白了柳萍的意图 柳萍之所以出现在警局 是因为早已经挖好坑了 暗叹了一口气 试探着问道 再问一句 如果请你出手解毒 需要什么代价 毒药成本12亿 解毒药物成本不低于24亿 至于人工费用 你们看着给 柳萍说完 拿着邱青雅的御手站起身 啪 江雅玲手掌拍在桌上 大声怒吼 臭流星号吗 你这是敲诈 柳萍没有搭理江雅玲 平静地看着苏维赫 我们可以走了吗 苏维赫沉思片刻 眼里带着笑容 看着柳萍 按照法律规定 我有权留置你24小时 可以 把我老婆安顿好 柳萍说完 扭头看着邱青雅 眼里带着歉意 老婆 好好休息 其他的事情交给我 邱青雅也想看看 柳萍的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笑着摇了摇头 我是你的未婚妻 李当陪着你 苏维赫心中一动 似笑非笑地看着柳萍 柳萍 你怎么证明 你是一个中医 别告诉我 你有中医医师职业资格证 你的腰伤有十几年了吧 而且越来越重 要没少吃 却无法治愈 医者人心 我帮你治愈 柳萍语气平和地说道 第七章 赢得信任 苏维赫与江雅林 带着柳萍和邱青雅 走进一间宿舍 我们平时休息的房间 不会有人打扰 苏维赫解释道 柳萍看着江雅林 指着房门 毫不客气地说道 你出去 柳萍 老娘绝不放过你 江雅林眼里喷出怒火 却又无可奈何 骂了一句 走出房间 邱青雅看着柳萍 还需要人身吗 柳萍点点头 准备几片 苏维赫满眼期待地看着柳萍 我要准备什么吗 不用 你脱掉上衣趴在床上 柳萍边说 便拿出针带 扑在桌子上 金针扎入苏维赫后背的几处穴位 内力沿着金针 进入苏维赫的体内 清凉的感觉在 苏维赫体内扩散 柳萍慢慢催动内力 疏通苏维赫的金脉 金脉阻塞 寒气淤积 致使腰背酸痛 邱青雅是第二次与柳萍配合 只要发现柳萍冒出汗珠 就拿起两片人参 放进柳萍的嘴里 两个小时过去了 柳萍收起金针 疲惫地躺在另一张床上 苏维赫起身 在地上走了几步 感觉浑身轻松 刚想表达谢意 看到邱青雅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疑惑地看着邱青雅 她怎么了 邱青雅急忙小声解释 她累了 需要休息 你也休息一会儿 苏维赫说完走了出去 邱青雅不敢打扰柳萍 坐在床边 好奇地看着柳萍 心潮起伏 上天没有亏待自己 赐给自己的男人 不仅帅气 拥有超凡的医术 还有一丝不太令人讨厌的匪气 不知不觉中 邱青雅感觉眼皮发硬 小心地躺在柳萍的身边 进入梦乡 一百多人同时中毒 是超级大案 小会议室里气氛沉闷 江城市寻步老大马俊飞 看着苏维赫 问道 老苏 你与柳萍接触过 说说你的看法 苏维赫叹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说出想法 此事是柳萍设计的 他的目的是韩家 马俊飞狐疑地看着苏维赫 柳萍故意针对韩家 苏维赫点点头 柳萍是邱青雅的未婚夫 由于韩玉龙的原因 柳萍在邱家打了韩佩颖一个耳光 公开向韩家宣战 马俊飞扭头看着副总捕头苗剑忠 医院怎么说 苗剑忠立即回答 医院测试过几种血清 没有丝毫效果 到目前为止 还没找到解读的办法 苏维赫终于明白了柳萍的意图 眼里露出耐人寻味的目光 看了一眼马俊飞 说道 柳萍医术通神 要想解读 只能找柳萍 马俊飞瞪大眼睛 吃惊地看着苏维赫 你说什么 柳萍医术通神 苏维赫目光深沉 点头回应 你们都知道我的老伤吧 已经被柳萍治好了 停了几秒 继续说道 柳萍告诉我不会死人 但中毒之人所承受的痛苦 无法想象 苗剑忠疑惑地看着苏维赫 柳萍不怕坐牢吗 这就是柳萍的高明之处 我们找不到证据 苏维赫笑着回应 马俊飞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脑海中闪过一丝灵光 询问的目光落在苏维赫脸上 柳萍在哪 苏维赫心存感激 已经猜到了马俊飞的意图 立即回答 在宿舍休息 马俊飞掏出手机 拨通了江雅琳的电话 天亮以后你去医院 只要黑虎没死 就把他带过来 江雅琳虽然不明白 马俊飞的意图 还是果断回答 是 骑老虎长着一双三角眼 为人鹰狠毒辣 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医院 却被几名端着武器的特警 拦在病房外 听到病房里 传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立即开始拨打电话 得到的消息是 没有办法解除黑虎等人 所中剧毒 天亮后 江雅琳带着几名寻步赶到医院 把正在惨叫的黑虎 拖出病房 骑老虎拦住 江雅琳等人的去路 大声质问 你们要干什么 江雅琳熟悉骑老虎的底细 只是没有证据 否则早就把骑老虎扔进监狱了 瞪着眼睛看着骑老虎 大神怒吼 滚 别拦着老娘的路 骑老虎知道 眼前的女人 是有名的六亲不认的母暴龙 不是自己能硬扛的 只能让出道路 苏维赫拎着着早餐 敲响了宿舍的房门 柳萍立即睁开眼睛 刚想起身 感觉有人搂着自己 扭头看到 脸上挂着甜蜜笑容 睡得香甜的邱青雅 小心地拿开邱青雅的御手 慢慢下床 打开房门 苏维赫走进房间 把早餐放在桌子上 休息得怎么样 谢谢 柳萍边说边走到床边 拍醒了邱青雅 老婆 吃早餐了 苏维赫立即清醒了 跳下床跑进洗漱间 苏维赫陪着柳萍吃早餐 笑着说道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柳萍愣了一下 瞬间明白了苏维赫的话外音 点点头 没问题 苏维赫暗暗点头 柳萍不仅一数超人 智商极高 就是一只小狐狸 沉思片刻 补充道 我们的目的是 铲除寒家扶植的黑恶势力 不会影响你赚钱 柳萍笑着摇了摇头 你觉得寒家会出钱吗 苏维赫低头沉思 明白柳萍的真正意图后 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吃惊地看着柳萍 有把握吗 柳萍点了点头 寒家出不出钱 都会成为笑柳 苏维赫不由地竖起大拇指 眼里露出赞赏的目光 你牛 邱青雅把柳萍和苏维赫的对话 听得清清楚楚 虽然猜不出柳萍会怎么做 但知道柳萍是为了帮助自己 眼睛湿润了 无法形容的幸福和感动 涌上心头 寒家老宅 韩延青接到骑老虎的电话 得知黑虎等人全部中毒 顿时吓猛了 柳萍不仅会功夫 而且善于用毒 如果柳萍潜入寒家投毒 后果不堪设想 韩延青立即把保镖队长叫到身边 认真地说道 派两个人盯着柳萍 绝不能让他偷偷摸进来 保镖队长应了一声 走了出去 韩延青意识到 柳萍是韩家的巨大威胁 必须尽快铲除 掏出手机 电话接通后 说道 先生 我有钥匙 需要见你 柳萍和邱青亚 跟着苏维赫走进审讯室 走到正在惨叫的黑虎身边 似笑非笑地看着黑虎 滋味不错吧 黑虎的双手被扣在铁桌子上 恐惧地看着柳萍 骑老虎不会放过你的 柳萍拿出几枚银针 扎入黑虎的体内 问道 骑老虎让你袭击我的 黑虎感觉体内的不是慢慢消失 深吸了几口气 瞪着眼睛盯着柳萍 一言不发 柳萍眼里闪过一丝寒光 杀气弥漫 盯着黑虎 给骑老虎打电话 让他准备40亿现金 否则 苏维赫解开黑虎的手铐 把手机放在桌子上 第八章 收骑老虎 骑老虎接到黑虎的电话 差点气吐血 一百多兄弟还在医院里惨叫 柳萍竟然索要40亿诊金 虽然骑老虎很想一口拒绝 但他不敢 拒绝柳萍 等于放弃救治兄弟 定会失去人心 可是他又拿不出40亿 咬牙拨通韩岩庆的手机 韩先生 柳萍愿意出手解读 但索要40亿诊金 韩岩庆眼里闪过一丝寒光 必须尽快除掉柳萍 对着话筒怒吼 40亿 他也不怕撑死 不用搭理他 骑老虎语带哭腔 韩先生 我不能放弃兄弟啊 否则 我以后还怎么换 韩岩庆虽然知道 骑老虎说的是实话 但韩岩庆绝不会把40亿交给柳萍 沉思办上 耐心地解释 老虎 这些兄弟既然落入警方手里 你就不要管了 让警方头疼去吧 骑老虎知道被韩家抛弃了 把韩岩庆的祖宗八代问候个遍 骑老虎不敢抛弃兄弟 那是江湖大计 要想挽救中毒的黑虎等人 只有去求柳萍 骑老虎打定主意 深吸了几口气 走到特警身边 认真地说道 麻烦帮我联系你们的领导 不一会儿 江雅玲走了过来 瞪着眼睛盯着骑老虎 没好气吼道 有什么事 骑老虎深吸了一口气 我要见柳萍 江雅玲愣了一下 掏出手机 拨通了苏薇赫的电话 师傅 骑老虎要见柳萍 苏薇赫向柳萍竖起大拇指 你猜对了 骑老虎被韩家抛弃了 他要见你 柳萍笑了笑 这是必然结果 邱青雅略带歉意地看着柳萍 我还有事 不陪你去医院了 柳萍点了点头 提醒邱青雅 注意安全 江雅玲带着十几名手下 维持病房的秩序 看到苏薇赫 忍不住抱怨 师傅 这些王八蛋吵死了 真想把他们全部打晕 柳萍和苏薇赫 把骑老虎领进临时办公室 骑老虎上下打量柳萍几眼 感觉柳萍目光深邃 身上渗出凌厉的杀气 知道遇到高手了 真诚地看着柳萍 我全部身家只有三亿 只要你治好我的兄弟 以后我就是你的狗 一条永不背叛的狗 骑老虎的表现 令柳萍高看了一眼 沉思片刻 阴沉的目光 落在骑老虎的脸上 你现在还没有资格做我的狗 如果你以后的表现令我满意 我不介意收了你 骑老虎点点头 拿出一张银行卡交给柳萍 密码16个3 我的全部身家都在卡里 虽然三个亿不多 但也能缓解邱青亚的资金压力 柳萍把银行卡放进兜里 从帆布包里取出十几个小纸包 看了一眼苏薇赫 让人弄一大桶清水 不一会儿 一名客警拎进来一桶清水 柳萍撕开纸包 把包里的药物 全部倒进了水桶里 用木棍搅匀 看着骑老虎 说道 没人一百毫升 交给你了 明白 骑老虎应了一声 拎着水桶走了出去 一个小时后 黑虎等人的毒全部解了 有气无力地躺在病床上 很快进入梦乡 苏薇赫竖起大拇指 羡慕地看着柳萍 你厉害 不仅赚了三个亿 还收了一个手下 以后你可以在江城横着走了 柳萍无所谓地笑了笑 苏警官 这些人交给你了 骑老虎一直恭敬地站在柳萍身边 听到柳萍的话 脸上的肉不由自主地抽出几下 苏薇赫拍了拍骑老虎的肩膀 你也不用担心 只要柳萍不追究 黑虎等人最多 就是拘留几天 柳萍的杀气弥漫 眼里射出寒光 向利剑 直刺骑老虎的胸膛 骑老虎 如果你做了违法乱计之事 我会亲手灭了你 骑老虎举手发誓 柳萍拍了拍骑老虎的肩膀 你手下还有一帮兄弟 要吃饭 慢慢来吧 苏薇赫看着柳萍 你去邱家 我送你 谢谢 邱家客厅气氛诡异 邱老爷子的两个儿子和二席 都用怪异的目光看着邱轻雅 只有邱老爷子面带笑容 安真如眼里 带着难以置信的神色 脸上写满怀疑 轻雅 你确定柳萍治好了刘伟成的腿 邱轻雅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你们要是不信 直接给刘润鑫打电话 邱德泽虽然感觉不可思议 但还是心存期待 拨通了刘润鑫的电话 刘总 你儿子的腿真的好了 刘润鑫平静地回应 邱家主 我答应柳萍了 建文很快就能回家 谢谢 邱家主 不用谢我 都是柳萍的功劳 邱家有个好女婿啊 柳萍发现 伟成的腿不是建文打断了 刘家冤枉邱建文了 我给你道歉 刘润鑫的语气真诚 没有丝毫责怪和造作 刘润鑫当即表态 我一定带着儿子登门致谢 余松平得知儿子安全了 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扑通一声跪在邱青雅的身前 给邱青雅刻了三个响头 青雅 伯母对不起你 给你道歉 邱青雅慌忙拉起余松平 伯母 你这是要折杀我了 无论如何 你都是我的长辈 余松平又给邱老爷子 刻了几个响头 爸爸 二戏给你赔罪 罢了 起来吧 邱老爷子拉起余松平 苏薇贺把柳萍送到邱家老宅的大门口 柳萍笑着邀请苏薇贺进去做作 苏薇贺带着歉意 拒绝了柳萍的邀请 我还有事 改天再来拜访 保持联系 柳萍说完 下车向院内走去 邱青雅看到柳萍走进客厅 起身迎接 你回来了 邱老爷子高兴地招呼柳萍 小萍 坐我身边 柳萍喝了几口茶 认真的看着邱青雅 青雅 你现在需要多少资金 邱青雅想了想 至少需要五个亿 主要是货款收不回来 柳萍沉思片刻 说道 把欠款企业列出来 让骑老虎去要账 邱青雅吃惊地看着柳萍 骑老虎 她怎么会听你的 柳萍笑了笑 掏出银行卡 交给邱青雅 卡里有三亿 你先用着 邱青雅蹭的一声站了起来 骑老虎给的 房间里的人都愣愣地看着柳萍 兜里装着三个亿 穿得却像土包子 这家伙太诡异了 柳萍点点头 是 骑老虎现在跟着我 邱家大摆宴席 柳萍陪着邱老爷子 喝到尽兴 夜幕降临后 柳萍盘膝坐在客房里 运工调膝 邱青雅躺在床上 满脑子都是柳萍的影子 仅仅过去一天多 柳萍不仅解决了刘家的矛盾 还弄来了三亿资金 或许柳萍真是上天 送给自己的贵人 第九章 责任担当 吃过早饭 邱青雅带着柳萍 走进饭丝折砖卖店 随手拿起一套灰色的休闲装 放在柳萍的手里 穿上试试 柳萍多年练功 身材匀称 身高将近一米八 典型的衣服架子 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邱青雅看到 换上休闲装的柳萍 顿时呆住了 帅气两字 已经不能形容柳萍的气质 脸庞越发棱角鲜明 目光深邃 鼻梁阴挺 举手投足之间 带着飘逸的绅士风度 优雅地无可挑剔 哇塞 太帅了 店员小妹眼里 冒出无数小星星 忍不住发出惊呼 邱青雅仿佛听到 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 庆幸上天对自己不薄 送给自己一个 帅得一塌糊涂的男人 脸颊上浮现出一丝红霞 眉目寒情 似笑非笑地看着柳萍 柳萍疑惑地 看着邱青雅 不好看吗 邱青雅围着柳萍转了两圈 脸上写满激动 瞳孔放光 太好看了 简直就是贵族绅士 这套衣服 就是为你定做的 店员知道大生意来了 趁机奉承 小姐 你男朋友太帅了 邱青雅脸上挂着笑容 看着店员 西装和休闲装 各来两套 衬衫和T恤衫 各来四件 柳萍疑惑地 看着邱青雅 买那么多做啥 有两套换洗就行了 要你管 我愿意 邱青雅放了一个白眼 继续选择不同颜色的衣裤 邱青雅选好颜色 付款后 与柳萍驱车 离开专卖店 柳萍疑惑地 看着兴致勃勃的邱青雅 不去上班 邱青雅笑着摇了摇头 今天心情不错 先带着你去吃好吃的 下午爬山 看夕阳 柳萍愣愣地盯着邱青雅 不是要去讨要货款吗 也不差一天 邱青雅随口回应 柳萍看到邱青雅心情不错 也就没有拒绝 两人走进一家高档中餐厅 坐在靠窗的位子 邱青雅把菜单递给柳萍 你来点菜 柳萍急忙拒绝 我不懂 还是你来点吧 我吃什么都行 邱青雅点了两荤两素四个菜 笑着看着柳萍 喝酒吗 柳萍点头回应 白酒吧 我不喜欢啤酒的味道 邱青雅给自己点了一瓶红酒 韭菜上齐之后 邱青雅端起酒杯 认真的看着柳萍 谢谢你帮我解决了刘家的问题 柳萍笑着摇了摇头 眼里带着真诚 盯着邱青雅的眼睛 语气略显霸道 我是你的男人 为你遮风挡雨是天经地义的 以后不许说感谢的话 邱青雅感觉心头一热 有一丝喜欢柳萍的小霸道 虽然邱青雅糊里糊涂 被帅气的柳萍夺去清白 但感觉到柳萍作为男人的责任担当 心里慢慢认可了柳萍 邱青雅脸颊出现红侠 低着头不敢看柳萍 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小声说道 我以后不说了 柳萍夹起一块瘦肉 放在邱青雅的餐盘里 你工作太累了 要经常吃肉 放心 有我在你身边 你不会长胖的 邱青雅惊喜地看着柳萍 你说的是真的 柳萍自信地笑了笑 这点医术 我还是有的 邱青雅知道柳萍不会欺骗自己 顿时把减肥的想法抛到脑后 放开肚量吃了起来 青雅 好久不见 随着清脆的声音 身材高挑端庄靓丽的女孩 出现在餐桌边 柳萍看到女孩一头黑发 穿着灰色职业装 显得精干利落 邱青雅站起身 脸上挂着惊喜 看着年轻女孩 雨晗 你还没吃吧 快坐下 萧雨晗坐在邱青雅身边 好奇的眼神 一直在柳萍脸上扫来扫去 青雅 这位先生是谁啊 邱青雅脸上出现红侠 小声介绍 柳萍 我未婚夫 萧雨晗瞪大了眼睛 吃惊地看着邱青雅 未婚夫 你什么时候订的婚 我爷爷十六年前 给我订下的婚事 邱青雅无奈地解释 萧雨晗惊讶地看着邱青雅 我的天啊 都什么年代了 竟然还有这种事 邱青雅没有回应 把萧雨晗介绍给柳萍 我的高中同学萧雨晗 腾治集团公司副总 负责市场部 柳萍李杰信冲着萧雨晗笑了笑 很高兴见到你 萧雨晗顿时被柳萍的笑容迷住了 不错眼珠地盯着柳萍 帅哥 你是做什么的 目前没有工作 柳萍淡淡地回应 柳萍刚来江城三天 邱青雅随口说道 我去一趟洗手间 柳萍说完起身离开 萧雨晗认真地看着邱青雅 你准备怎么应付韩玉龙 他可是把你当做禁篮 唉 邱青雅叹了一口气 脸上写着无奈 不用应付 柳萍已经向韩家宣战了 萧雨晗张大着嘴巴 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 盯着邱青雅 柳萍向韩家宣战 他一个人像一个家族宣战 开什么玩笑 邱青雅只能苦笑 真不是玩笑 他在我家打了韩佩颖一个大耳光 不仅人帅 而且胆子够大 手段够狠 柳萍回到桌边 把一张纸递给萧雨晗 按照这个方子 服药半个月 具体服用办法 我写在纸上了 萧雨晗愣愣地看着柳萍 你是医生 你能看出来 我患了什么病 柳萍点了点头 你年少的时候受凉了 导致公寒 比较严重的痛经 萧雨晗顿时惊呆了 眼里露出惊喜 我去 这也太神了吧 邱青雅看着柳萍 不能针灸吗 针灸的效果更好 只是这里不方便 柳萍无奈地回答 萧雨晗迫不及待地说道 轻雅 快点吃 去你的别墅 邱青雅知道萧雨晗性子急 而且是个直肠子 只能苦笑 半个小时后 三人离开餐厅 叫车向邱青雅的个人别墅驶去 路上柳萍买了中药 够萧雨晗服用一周 刚进入客厅 萧雨晗就迫不及待地 要求柳萍施针 柳萍从帆布包里拿出金针 边消毒边说道 坐在椅子上 把衣服掀起来 露出腹部 在一个刚刚认识的年轻帅哥面前 露出肚脐 萧雨晗有些为难 萧雨晗脸上出现一抹红霞 不好意思地看着柳萍 穿着衣服不行吗 柳萍苦笑着摇头 在医生眼里 患者只是患者 没有男女之分 好吧 萧雨晗红着脸 闭着眼睛掀起衬衣 柳萍把五枚金针 扎进萧雨晗腹部的穴位里 用内力清除体内的寒气 半个小时后 柳萍呼出一口长气 可以了 把药拿回去 每天早晚饭后服用 谢谢 萧雨晗快步跑进洗手间 邱青雅知道萧雨晗心中害羞 拉着柳萍离开别墅 驱车向野外驶去 第十章 遭遇袭杀 山并不算高 两人很快登上山顶 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望着已经膝下的太阳 邱青雅扭头看了一眼柳萍 跟我说说你的经历吧 柳萍不好意思地挠了一下脑袋 我的生活很简单 师父把我养大 教我医术 传我功夫 每年都会带着我到周围的村子 行医治病 邱青雅眼里闪过脚匣的神色 看着柳萍 跟我说实话 如果没有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你是不是要退婚 柳萍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确实是上门退婚的 发现未婚妻是你以后 打消了退婚的念头 算你老实 邱青雅虽然语气不善 但内心却有着难言的甜蜜 柳萍眼里闪过一丝灵力 青雅 是谁给你下药的 唉 邱青雅叹了一口气 我的闺蜜吕静 我因为压力大 想让她陪我喝酒 没想到她竟然 吕静 我记住了 柳萍语气不善 吕静是韩玉龙的表妹 即使我们放过她 她也不会放过我们 邱青雅疲惫地说道 柳萍脸上浮现出一抹猙獰 真是太好了 她不是喜欢下药吗 就让她尝尝药的滋味 太阳就要落山了 晚霞映红了天空 邱青雅挽着柳萍的胳膊 投靠在柳萍的肩膀上 静静地望着远方 我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相夫教子 柳萍郑重的承诺 你会实现的 我相信你 邱青雅拉着柳萍站起身 天要黑了 我们回去吧 柳萍看到邱青雅有些疲惫 扶住邱青雅的胳膊 我背着你吧 邱青雅露出甜甜的笑容 你扶着我就行 刚下到半山腰 柳萍感觉前方不远处传来杀气 立即从帆布包里拿出铜箫 叮嘱邱青雅 寒家派人来了 我拖着她 你向山下跑 拖住我 谁给你的自信 随着话音 十几米外出现一个黑金 蒙面的身影 邱青雅脸上挂着尖液 我不走 要死一起死 蒙面人看了邱青雅一眼 我不会像一个普通女孩动手 你属于韩玉龙 柳萍向前走了几步 挡在邱青雅身前 眼里射出寒光 盯着蒙面人 如果我没猜错 刘伟成的经脉 是你疯的吧 蒙面人点点头 眼里露出赞赏之色 有点眼力 如果不是我们立场不同 我倒是愿意与你结交 果然是韩家在背后搞鬼 柳萍的话音未落 童潇指着蒙面人 动手吧 既然急着见炎望 我成全你 蒙面人手里出现一把砍刀 纵身向柳萍的头顶劈去 邱青雅知道自己帮不上忙 只能躲在树后 暗暗为柳萍祈祷 当 砍刀劈在童潇上 发出清脆的声音 柳萍和蒙面人都后退了几步 两人的眼睛里倒带着惊讶 你也接我一招 柳萍的童潇刺向蒙面人的咽喉 蒙面人挥刀挡开童潇 你来我往 柳萍与蒙面人站成一团 转眼交手十几招 蒙面人脸上露出猙獰之色 怪不得韩家急于除掉你 如果让你小子成长起来 韩家毕灭 要拼命了吗 来吧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柳萍调动丹田之气 涌入四肢 童潇化作树道影子 攻向蒙面人的要害 转眼又过去了十几招 柳萍虽然感觉内力越来越弱 但还是全力攻击 蒙面人的情况更惨 呼吸急促 随时都可能力竭倒地 意识到 今天很难杀掉柳萍了 四肢逃跑 柳萍感觉到蒙面人的退役 再次加快了进攻速度 见鬼了 蒙面人暗骂了一句 只能全力防守 当当 童潇和砍刀连续接触了十几次 蒙面人被逼退十几步 蒙面人虚晃一招 转身变跑 想跑 晚了 柳萍紧跑几步 捏碎手里的小纸包 一股白烟飘向蒙面人 毒 蒙面人猛地想起 韩岩庆说过的话 柳萍擅长用毒 急忙捂住口鼻 此时柳萍已经到了 蒙面人身后 童潇向蒙面人的命门点去 蒙面一只手捂着嘴 另一只手挥一刀抵挡 当当 蒙面人突然感觉双目刺痛 双腿失去知觉 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你以为捂住口鼻 能挡住小爷的毒 柳萍的话音未落 童潇重重地点在 蒙面人的丹田上 啊 蒙面人惨叫一声 声嘶力竭地怒吼 王八蛋 你竟敢费了我的功夫 等着报复吧 柳萍的同宵 又在蒙面人的身上点了几下 蒙面人昏迷过去 总算是搞定了 柳萍摇晃着坐在地上 邱青雅快步跑到柳萍身边 扶住柳萍的胳膊 眼里全是关切和担心 柳萍 你怎么样 柳萍爱怜地摸着邱青雅的头发 我没事 只是有点脱力 邱青雅快速打开柳萍的帆布包 拿出人参 放倒柳萍的嘴里 咬一大口 柳萍知道 必须快速恢复体力 也许还有危险 咬下一块人参 咀嚼得几下 咽进肚子里 叮嘱邱青雅 砍刀有毒 不要动 你回到刚才的地方 邱青雅知道柳萍的剧毒霸道 点点头退回到原来的位置 柳萍闭目盘膝坐在地上 运功吸收人参的药力 十几分钟后 睁开眼睛 清理掉砍刀和铜销沾染的毒粉 冲着邱青雅喊道 老婆 你可以过来了 邱青雅快步走到柳萍身边 看到柳萍左手拎着蒙面人 右手拎着砍刀 急忙抢过砍刀 我拿着 柳萍也没有反对 笑着点了点头 我们走吧 邱青雅看了一眼 已经昏迷的蒙面人 柳萍 你准备怎么处理 回去再说 十几分钟后 柳萍把蒙面人放在后备箱 邱青雅驾车向别墅驶去 回到别墅 邱青雅第一时间钻进洗漱间 柳萍盘膝坐在椅子上运弓调膝 经此一战 柳萍感觉内力的运行速度略有加快 实力有所增强 压力确实是提升实力的最佳办法 邱青雅换好睡衣 看到柳萍正在恢复体力 不敢打扰 泡了一碗方便面 慢慢吃了起来 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 柳萍睁开眼睛 呼出一口浊气 看到邱青雅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把邱青雅抱进卧室 小心地盖上被子 邱青雅脸色微红 闭着眼睛 抓住柳萍的胳膊 别走 陪我 马上回来 柳萍钻进洗漱间 第十一章 审讯杀手 日上三杆 柳萍才睁开眼睛 邱青雅像一只乖巧的小野猫一样 依偎在柳萍的怀里熟睡 柳萍悄悄起身 进入厨房 打开冰箱 看到都是素食品 摇头走出了别墅 半个小时后 柳萍拎着早餐和青菜回到别墅 邱青雅还在赖床 柳萍轻轻地摸着邱青雅的头发 小懒猫 起床吃早餐 邱青雅脸上依然挂着迷人的红霞 握着柳萍的手 我不想起床 昨天 是我近期睡得最踏实的一天 柳萍点点头 爱怜地看着邱青雅 你斜靠在床头 我喂你 不 我还没洗漱呢 邱青雅快步跑进洗漱间 早餐很丰盛 小米粥 豆浆 小笼包 和几样凉拌小菜 邱青雅吃得很优雅 仿佛在体会生活的滋味 柳萍看着邱青雅 以后不许再吃素食了 我每天给你做饭 邱青雅惊喜地看着柳萍 脸上写满憧憬 你还会做饭 柳萍笑着点点头 我不仅会做饭 而且手艺还不错 师傅平时的生活 都是我负责的 我很期待 今天晚上就要吃到你做的饭菜 邱青雅略显激动地说道 没问题 两人吃完早餐 柳萍略带歉意地看着邱青雅 不能陪你去公司了 必须首先处理蒙面人 邱青雅笑了笑 换上职业妆 清了一下柳萍的脸蛋 我去单位了 有事打电话 柳萍把蒙面人拎进别墅 摘下蒙面黑金 是一个面带胸向的 四十多岁的男子 柳萍搜出男子的钱包 拿出钱包里的身份证 看了几眼 骆江萍 江成人 柳萍取出几枚金针 扎进骆江萍的穴位 骆江萍清醒过来 依然无法控制身体 眼睛仍然剧痛 看不见一丝光亮 知道柳萍就在身边 咬牙切齿地嘶吼 柳萍 你一定会死无全尸 与你有关的人 都不会得到好下场 柳萍立声喝道 骆江萍 韩家为什么要针对邱家 我什么都不知道 有种杀了我 骆江萍面目猙獰 口气凶悍 不见棺材不落泪 柳萍又拿起三枚金针 扎进男子的身体 啊 骆江萍感觉剧痛像潮水一样 瞬间涌入大脑 不由自主地大声惨叫 柳萍拍了拍 如果你想死得痛快点 就说出韩家的目的 骆江萍多么想昏迷啊 可是剧痛仿佛抓住了 骆江萍的神经 痛感越强 越清醒 也越绝望 王八蛋 有种杀了我 柳萍知道骆江萍好勇斗狠 绝不会轻易屈服 淡淡地说道 你慢慢享受 我有的是时间 五分钟 十分钟 仅仅过去了一刻钟 骆江萍双眼突出 面目扭曲 精神彻底崩溃了 声嘶力竭地大喊 我交代 我全都交代 又过了两分钟 柳萍拔出骆江萍身上的金针 打开手机的录像功能 说吧 骆江萍深吸了几口气 脑海中的剧痛慢慢消失 我只知道 韩家打击邱家的原因 与国外财团有关 韩玉龙身受财团赏识 会亲自负责此事 柳萍没想到 事情还挺复杂 竟然牵扯到国外财团 看来骆江萍并不知情 骆江萍 你也是财团的人 骆江萍点点头 继续交代 我原来是一名杀手 六年前在米国被捉 财团出钱保住我的命 命我进入江城 负责解决 韩家无法对付的地下势力 柳萍陷入沉思 邱家究竟有什么东西 值得国外财团动脑筋呢 我猜邱家一定有值钱的东西 或是拥有先进技术 否则绝不会引起财团的注意 财团是无力不起早的 骆江萍给出猜测 骆江萍 骑老虎是你制服的 是 你打残刘伟成 嫁祸给邱建文的目的是什么 骆江萍之无不言 仅仅是给邱家施加压力 便与韩玉龙直接吞并邱家 柳萍挥手拍昏了骆江萍 再次把骆江萍 放进轿车的后备箱 意识到与韩家之战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将是你死我活的厮杀 骆江萍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还是交给寻部处理 立即拨通了苏维赫的电话 苏寻部 我抓了一个杀手 你要不要 苏维赫大吃一惊 抓获杀手的功劳可不小 你在哪 你来的时候接上刘润兴 我有东西送给他 柳萍把地址发给了苏维赫 半个小时后 苏维赫和刘润兴抵达别墅 令柳萍没有想到的是 女暴龙江亚琳也来了 江亚琳看到柳萍怪异的眼神 顿时气呼呼地瞪大眼睛 杀手在哪 柳萍没有搭理江亚琳 而是打开手机 点开视频 刘叔叔 苏寻部 你们先看看 苏维赫看完视频 眉头皱了起来 沉思片刻 认真地看着柳萍 我必须向上面汇报 柳萍知道苏维赫说的没错 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刘润兴拍了怕柳萍的肩膀 谢谢你 什么时候对付韩家 提前通知我 柳萍感激地点点头 谢谢刘叔 江亚琳看到柳萍不搭理自己 越发生气 瞪着眼睛 问道 臭流星好忙 杀手在哪 柳萍依然没有搭理江亚琳 继续与苏维赫和刘润兴沟通交流 江亚琳抬脚踢向柳萍 怒吼 臭流星好忙 你敢不搭理我 柳萍闪身避开 假装吃惊地看着江亚琳 女暴龙 你干什么 江亚琳不依不饶 继续怒吼 臭流星好忙 杀手在哪 柳萍面带笑容 看着江亚琳 对不起 你认错人了 我不叫臭流星好忙 我叫柳萍 江亚琳顿时明白了 柳萍是故意地 毫不犹豫地抬脚踹了过去 再次被柳萍躲开 苏维赫哭笑不得 这两人真像一对冤家 瞪着江亚琳 出去等着 江亚琳不敢违逆 苏维赫的命令 眼神不善地盯着柳萍 心中暗骂 臭流星好忙 你要是落在老娘手里 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柳萍知道 女暴龙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 不敢再招惹 苏寻补 杀手在轿车后备箱里 我带你们去 几分钟后 苏维赫和江亚琳 带走了洛江平 刘润星也离开了 柳萍无所事事 拨通了邱轻雅的手机 老婆 我想去公司看你 来吧 我让前台直接带你上来 邱轻雅语气轻柔 满含情义 第十二章 韩家动手 韩延庆焦急地坐在办公室里 二十多个小时过去了 洛江平没有任何消息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如果洛江平死在柳萍手里 韩家死不承认 柳萍也没有办法 如果洛江平落在柳萍手里 后果不堪想象 柳萍这个王八蛋 不得好死 韩延庆心中暗骂 他的预感在韩延庆体内蔓延 韩延庆拨通了手机 儿子韩玉龙的手机 玉龙 邱家的事情进展不顺利 你什么时候回来 爸 出什么事了 韩玉龙疑惑地问道 韩延庆简单地 把柳萍的事情讲了一遍 暗示洛江平暗杀柳萍 可能失败了 现在生死不知 韩玉龙得知 柳萍是邱轻雅的未婚夫 顿时火冒三丈 后曹牙咬得嘎嘣嘣响响 案发誓 一定要把柳萍碎尸万段 把邱轻雅征服在胯下 韩延庆提醒道 玉龙 计划必须提前了 韩延庆很快控制了情绪 我明白 下周回国 韩延庆又拨通了一个号码 仅仅说了计划 开始四个字 便挂断了电话 柳萍坐着出租车 赶到邱氏大厦 看到一群年轻人堵住大门 几名年轻人举着横幅 大声高喊 邱家欠债不还 不得好死 柳萍看到横幅上写着 邱氏还我血汗钱 不还钱 天理难容 顿时火冲脑门 推开人群 走到门口 叼着香烟的中年男子拦住柳萍 滚 邱家不做生意 柳萍面色阴冷 眼里带着灵力 盯着男子 这些人都是你带来的 中年男子斜着眼睛打量柳萍几眼 柳萍身穿范思折休闲服 却斜跨着一个帆布包 感觉极其诡异 小子 我是东区的铁虎 如果你不想死 无形的杀气涌向铁虎 目光向灵力恐怖的利剑 直刺铁虎的心防 铁虎看到柳萍恐怖的目光 激凌凌地打个冷战 故作镇定地看着柳萍 咬牙切齿地恐吓 小子 这是你自找的 铁虎猛地挥了一下手 大喊一声 给我打 四名拎着铁棒的年轻人 迅速向柳萍扑去 找死 柳萍怒吓一声 童萧出现在手中 砰 砰 转眼之间 四个年轻人 全部倒地昏迷 铁虎张大嘴巴 香烟掉在地上 知道遇到高手了 心生恐惧 色力内人的吼叫 小子 胆子不小啊 我看你有多能打 柳萍扫了一眼 围堵大门的混混 眼里露出鄙视 就凭这些废物吗 给我上 打死他 铁虎怒吼 十几名混混轮着铁棍 冲向柳萍 砰 仅仅过去了十几秒时间 十几名混混 全部倒地惨叫 铁虎确实是个狠人 那是对普通人来说 在柳萍眼里 铁虎不过是一个废物 铁虎看到柳萍如此恐怖 差点吓尿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跑 我老大是阴书生 他是不会放过你的 铁虎边喊 边向路边的面包车跑去 你跑的了吗 柳萍一脚踢在地上的铁棍上 铁棍搜的一声飞向铁虎 重重地打在铁虎的后背上 扑通 铁虎摔倒在地 挣扎几下 吐出一口鲜血 极度恐惧地望着柳萍 听书生不要当寒家的狗 否则我直接灭了他 想知道我是谁 让他去问骑老虎 十几名寻补驾车赶来 带队的是女暴龙江雅玲 江雅玲一眼看到 背着帆布包的柳萍 瞬间明白了原因 看到正在地上惨叫的 十几名混混 也是吓了一跳 柳萍出手太狠了 这群社会喳喳 至少要在医院里待一个月 柳萍看到江雅玲 心道不好 女暴龙脑子不怎么好用 被他缠上 有理也说不清 快步走进大门内 守卫大门的十几名保安 眼里带着崇拜 自动给柳萍让出一条路 柳萍 你给我站住 江雅玲喊了一声 快步追上柳萍 柳萍无奈停住脚步 若无其事的地 看着江雅玲 暴龙寻补 你有什么事 江雅玲听到柳萍对自己的称呼 顿时火冒三丈 虽然很想抬脚教训柳萍 可想到柳萍的手段 知道自己出手 丢脸的肯定是自己 冷冷地看着柳萍 怎么你到哪里 哪里就会有人受伤 现在是法治社会 你打伤了人 必须跟我去巡捕房 没空 柳萍撇着嘴 快步走进大楼 江雅玲知道 混混来此搞事 无疑与寒家有关 柳萍出手绝不会留情 事情越来越热闹了 以后这种事情 绝对少不了 柳萍抓获杀手的功劳 给了江雅玲 江雅玲心存感激 很想帮助柳萍 可是想到柳萍挑衅的神色 江雅玲就火冲脑门 心中暗骂 混蛋 你给我等着 几名邱氏集团的女员工 交头接耳 好帅啊 谁认识她 我一定要做她女朋友 柳萍走到接待前台 一名青春靓丽 娇羞可人的年轻女孩 站在接待台后 女孩看到柳萍穿着饭丝折 却背着一个帆布包 董事长真没说错 看到穿着就可以认出来 忍不住扑斥一声笑出声来 先生 你是柳萍吧 董事长让我带你上去 声音像百雀铃鸟般婉转清脆 柳萍不由得多看了几眼 笑着问道 谢谢 小妹 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脸上出现红侠 更加妩媚 小声回答 我叫花韵清 乡中别有韵 清极不知寒 好名字 你出生在北方吗 柳萍随口说道 是的 花韵清眼里闪过一丝惊奇 花韵清是北方人 她父母希望她像梅花一样 银寒怒放 没想到这个穿着怪异的家伙 瞬间说出了她名字的含义 不由得扭头看了一眼柳萍 棱角鲜明的脸颊令花韵清心中一动 心道 确实挺帅 花韵清带着柳萍 走到邱清雅的办公室门口 笑着说道 董事长在里面等你 你直接进去吧 柳萍点点头 推门走了进去 没想到邱清雅的大伯和父亲也在 还有一个脸上挂着焦急的中年女子 邱清雅站起身 指着身边的沙发 坐这里 你把门口那帮人打跑了 柳萍随意坐在沙发上 一群受人指使的小混混 如果还敢来 我还会揍他们 邱清雅给柳萍倒了一杯茶 无奈地摇头 商上有商场的规矩 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 柳萍接过茶杯 脸色一正 这种事你不用管 交给我就行了 立即让财务人员 把所有欠货款的企业列出来 项目要详细 包括金额 时间和伐息都列出来 停了几秒 又补充了一句 把邱氏集团欠债的供货企业也列出来 第十三章 罗氏讨债 邱清雅疑惑地看着柳萍 你要供货企业名单做什么 如果我猜测没错 给邱氏集团供货的企业 提供的材料价格低于市场价 承诺短期内不会催收货款 而且金额巨大 柳萍分析道 邱清雅是商场女强人 瞬间明白了柳萍的话外音 眼里喷出怒火 该死的韩家 太卑鄙了 柳萍笑了笑 看着邱清雅 出言安慰 别生气了 不能气坏身子 你男人会为你 撑起这片天哪 坐在邱清雅对面的女子 顿时呆住了 吃惊的眼神 在邱清雅和柳萍脸上 扫来扫去 邱清雅能感觉到 女子好奇的目光 指着柳萍介绍 韦姐 她是柳萍 我的未婚夫 韦姓女子尴尬地 冲柳萍点了点头 自我介绍 韦一静 邱氏集团的财务总监 柳萍脸色平静 看着韦一静 说道 韦姐 你快去把欠邱氏集团 获款的企业名单列出来 我急用 嗯 我也已经快步走了出去 邱清雅暗叹了一口气 在收款的时候 使用武力 会触犯法律的 柳萍看到邱清雅表情凝重 起身走到邱清雅身边 轻轻地拍了拍邱清雅的肩膀 不用担心 让骑老虎出面 企业的背后势力 都会站出来 一网打尽 邱德泽与邱德宇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对方眼里的疑惑 柳萍 你说这一切都是 韩家设计的 邱德宇疑惑地问道 柳萍点了点头 狠狠地盯着邱德泽 呵斥道 身为家主 你不称职 即使按照你的意图 把清雅嫁给韩玉龙 韩家也会被灭 刘伟成的腿也是 韩家派人打断的 这件事 刘润兴已经知道了 被一个晚辈训斥 令邱德泽脸色铁青 尴尬地低下头 邱德宇疑惑地看着柳萍 韩家为什么要吞并邱嫁 柳萍摇了摇头 虽然有线索 但还没有准确答案 韩玉龙回来 就知道原因了 韩一静推门走了进来 把十几张清单交给柳萍 欠款单位15家 货款总值7亿5000万 加上利息超过8亿 柳萍放进帆布包里 看着韩一静 这些企业都知道 邱氏集团的银行账号吗 知道 行了 其他的事情交给我了 柳萍起身走到门口 回头看着邱青雅 早点回去 晚上给你做饭 邱青雅脸一红 感觉很甜蜜 微微点了点头 柳萍离开邱氏集团 拨通了骑老虎的手机 我在邱氏集团门口 你开车来接我 我们去办事 这几天骑老虎无比郁闷 给韩家做了多年狗 关键时刻被韩家抛弃 虽然很想抱上柳萍的大腿 但却不敢打扰柳萍 柳萍凭借神鬼莫测的毒术 未来定会成为江城市真正的霸主 骑老虎接到柳萍电话 高兴地差点跳起来 带自己去办事 说明柳萍是在考验自己 如果通过考验 无疑是柳萍的首个心腹 以后遇到困难 柳萍定会拉自己一把 骑老虎特意开了一辆厚重的奔驰车 接到柳萍 柳先生 我们去哪 柳萍坐在副驾驶位置 从帆布包里拿出欠款企业清单 交给骑老虎 这是欠秋市集团的企业名单 你看看哪家企业最难对付 骑老虎接过清单看了一遍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些企业背后的势力都不好惹 不仅与黑白两道联系紧密 也与韩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韩家一定是通过这些企业设计秋市集团 骑老虎拿出一张清单 介绍企业情况 罗氏集团总资产接近百亿 涉及各个领域 老板罗子轩年近五十 他是江城市总巡捕马俊飞的姐夫 我们去讨债的罗氏科技公司 是罗氏集团的下属企业 董事长是罗子轩的儿子罗成 柳平虽然面无表情 但是心里已经有数了 扭头淡淡地看了一眼骑老虎 说说罗成 骑老虎看到柳平没有任何反应 不由地暗暗赞叹 年轻不大 心态淡定 又有着神鬼莫测的读术 确实是个做大事之人 罗成虽然能力不怎么样 但靠着罗子轩和马俊飞的关系 在江城的人脉很广 据说罗成与韩玉龙走得很近 柳平点了点头 去罗氏科技公司 骑老虎虽然知道 此去定会发生冲突 但这是被柳平认可的机会 咬牙启动轿车 载着柳平抵达罗氏科技公司 骑老虎在江城凶名赫赫 保安听到骑老虎的名字 立即汇报 征得总经理的同意 领着骑老虎和柳平 走进总经理办公室 虎哥 你怎么来了 罗氏科技公司的 总经理钱一诚 带着一副金丝眼睛 给人皮笑肉不笑的感觉 骑老虎知道 该是自己表现的时候 拿出欠款清单 递给钱一诚 钱一诚拿起清单看了一眼 顿时愣住了 罗氏科技与秋氏集团的合同 就是钱一诚签订的 罗诚根本就没打算还 钱一诚不解的是 骑老虎什么时候亲自收账了 而且还是替秋氏集团收账 难道是因为 寒家抛弃骑老虎的原因 骑老虎准备向寒家报复 可骑老虎毕竟只是个大混混 虽然有几百名手下 即使手段很辣 也会被寒家碾碎 钱一诚只是一个打工仔 得罪了寒老虎 下场可想而知 苦笑着说道 虎哥 你这是为难我啊 罗总正在接待重要客户 我不敢打扰啊 柳平已经猜出钱一诚的想法 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骑老虎 让他给罗子轩打电话 骑老虎点点头 眼里露出阴冷之色 盯着钱一诚 你了解我的性格 我不想听废话 赶紧的 别默计 钱一诚身上泛起一丝寒意 知道骑老虎的恐吓意味着什么 拨通了罗诚的电话 罗总 虎哥来了 替邱氏集团讨要货款 罗诚正与几个狐朋狗 有狐吃海喝 顿时愣住了 骑老虎替邱氏集团讨债 怎么向天方夜谈 虽然骑老虎凶名赫赫 但舅舅马俊飞 是江城市的总捕头 想弄死骑老虎 轻而易举 大声怒吼 告诉他没钱 让他滚 钱一诚放下电话 表情尴尬 哆哆嗦嗦地说道 罗总说没钱 柳平眼里闪过一丝寒光 扭头看着骑老虎 暗想火警 把这里烧了 骑老虎吓了一跳 瞪大了眼睛望着柳平 柳先生 真烧啊 柳平脸上浮现出一丝斜斜的笑容 语气越来越凌厉 暗想火警 然后放火 接着去情事集团 第十四章 痛打罗城 骑老虎虽然经常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但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烧房子 看到柳平斜斜的笑容 恐惧的寒意在体内扩散 立即跑到走廊里 弄响了火警的警报声 失火了 失火了 大家快跑 刺耳的警报声伴随着骑老虎的喊声 在整栋楼里回荡 数名工作人员从办公室里冲出来 沿着消防梯向楼下跑 骑老虎虽是个大混混 但是脑子还是很不错的 柳平不由地按赞 虽然骑老虎还没有点火 但前一程已经吓得尿裤子了 慌忙拨通了罗城的手机 罗总 你快回来吧 骑老虎正在放火 罗城蹭的一声站了起来 大声喊道 放火 你说什么 骑老虎要放火烧了公司 是 罗总你快回来吧 钱一程带着哭腔祈求 罗城感觉这世界太疯狂了 一个混混 也赶到总巡捕外甥的公司搞事 告诉骑老虎 我给钱 我十分钟以后到 骑老虎已经看明白了 骑老虎为年轻人马首是瞻 快步跑到柳平身前 祈求道 先生 我们付钱 罗总十分钟后回来 柳平冷笑一声 冷冷地盯着钱一程 人就是这么见 罗城坐在车里 先后拨通了马俊飞和罗子轩的电话 把情况讲了一遍 罗子轩顿时怒火中烧 挂断电话后 立即带着保镖 向罗氏科技公司赶去 马俊飞得知 骑老虎替邱家收债 脑海中不由地浮现出 背着帆布包的年轻人的身影 马俊飞虽然没有正式与柳平见面 但通过问询式的监视器 早就认识了柳平的长相 柳平抓获洛江平 令马俊飞大吃一惊 才知道 柳平不是普通人 马俊飞想到外甥的为人 定会发生冲突 暗叫不好 驾车急速向罗氏科技公司驶去 骑老虎看到整栋楼已经没人了 跑到柳平身前 公公静静问道 柳先生 现在点火吗 柳平台湾看了一下时间 再等十分钟 不到十分钟 罗承骂骂咧咧地跑进办公室 指着骑老虎骂道 骑老虎 你敢在老子的公司搞事 活腻威了吗 骑老虎知道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公公静静地站在柳平身边 一言不发 柳平走到罗承身前 眼里射出杀气 像看着一句死诗一样盯着罗承 你就是罗承 罗承眼里露出不屑 鄙视地看着柳平 是老子 赶来老子公司要钱 老子动动手指头 就会弄死你 诚哥 哪个我妈蛋赶来这里搞事 打死他 四名醉醺醺的公子哥走进办公室 罗承指着柳平大声怒吼 就是他们 打死他们 打死他 四名公子哥挥拳扑向柳平 碰 啊 仅仅过去了几秒钟 四名公子哥都倒在地上 昏了过去 罗承顿时醒酒了 虽然知道对方是高手 想着自己舅舅是总巡捕 根本不把柳平放在眼里 指着柳平大骂 王八蛋 我舅舅要到了 你准备在监狱里待一辈子吧 啪 柳平一巴掌扇在罗承的脸上 罗承飞出三米远 重重地摔在地上 嘴里喷出几枚血压 骑老虎同情地看着罗承 太无知了 惹恼柳平 不死也得扒层皮 前一程吓坏了 无论罗承出了什么问题 罗子轩都不会绕过自己 慌忙跑到罗承身边 扶着罗承站起身 罗总 你怎么样 罗承眼里露出怨毒 恨恨地盯着柳平 小子 我一定弄死我 碰 柳平一脚踢在罗承的肚子上 罗承再次惨叫着飞了出去 后脑勺撞在墙上 渗出血迹 慢慢滑到地上 罗承晃了晃脑袋 在前一程的搀扶下站起身 恐惧地望着 你是什么人 擦擦 急速的脚步声由远而近 身高体壮的罗子轩 带着四名保镖 快步走进办公室 看到儿子的惨状 强忍着怒火 走到罗承身前 问道 儿子 是谁打的 罗承终于有了主心骨 指着柳平 声嘶力竭地喊道 爸 我要他死 罗子轩扭头盯着柳平 如果目光能杀人 柳平死了千百次 小子 敢打我的儿子 无论你是什么身份 你都得死 给我杀了他 罗子轩的四名 毫不犹豫地扑向柳平 啊 办公室内传出连续惨叫声 罗平的眼里 露出复仇之后的猙獰之色 小子 便宜你了 你死得太轻松了 战斗结束了 柳平依然平静地站在 而罗子轩的四名保镖 趴在地上 生死不知 罗子轩没想到是这种结果 自己聘请的贴身保镖 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没想到仅过几秒钟 就全部生死不知 柳平慢慢走到罗子轩身边 凌厉的眼神 如利剑刺进罗子轩的胸膛 想要我死的人 我不会让他活在世上 虽然你身价百亿 你也得死 虽然罗子轩知道 柳平是个功夫高手 但不认为 柳平敢动手伤他 凶狠的目光 盯在柳平的脸上 小子 你以为能打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老子有的是钱 动动手指 就能要了你的命 林锐很赞同地点了点头 嘲讽地看着罗子轩 你说得很对 我必须借此机会杀了你 罗子轩感觉有点晕 眼前的人是个疯子吗 你敢 老子是罗氏集团总裁 不敢 天下还没有我不敢做的事情 柳平像闪电一样 冲到罗子轩身前 手里的金针 快速在罗子轩的身上刺了几下 又回到原来的位置 罗子轩感觉身体没什么变化 但知道眼前的年轻人 绝不是无敌放始 心生恐惧 望着柳平 你对我做了什么 柳平脸上再次浮现出斜斜的笑容 看了一眼罗子轩 罗氏科技欠与秋氏集团的债务一笔勾销 我会让罗氏集团陪你下地狱 其老虎暗暗庆幸 虽然罗子轩不知道柳平做了什么 但其老虎却看到一缕金光闪过 柳平无疑是在罗子轩的身上留下的痕迹 即使不死 至少也得扒层皮 马俊飞焦急地闯进办公室 看到地上躺着几个人 无奈暗叹 还是来晚了 一眼认出背着帆布包的柳平 快步走到柳平身前 小心地说道 柳平先生 我是马俊飞 江城市总寻补 第十五章 罗氏集团 柳平平静地看着马俊飞 马总寻补 人在座 天在看 出来混早晚要还的 马俊飞也没想到 会弄成这种局面 试探着问道 林先生 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化解与罗氏的恩怨 柳平身上泛起凌厉的杀气 冷冷地盯着马俊飞 你见过杀手了 马俊飞无奈地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罗氏集团胆子不小啊 竟敢帮助韩家对付邱嫁 是什么结局 你比我清楚 柳平说完 看了一眼骑老虎 我们走吧 马俊飞没想到 罗诚竟然帮着韩家对付邱嫁 看来罗家的路要走到头了 无奈地暗叹一口气 柳平走到门口 停住脚步 回头看着马俊飞 马总寻补 你混到现在的位置不容易 罗氏所签货款 邱氏不要了 等罗氏集团负灭的时候 买点陪葬品 罗诚没想到 舅舅不管自己 竟于打自己的人说话 忍不住大声怒吼 舅舅 这些人都是他打的 你为什么不抓他 抓柳平 那不是找死吗 马俊飞暗暗复匪 快步走到罗诚身边 抬手扇了罗诚一个耳光 恨铁不成钢地骂道 老子怎么做事不用你教 你以为寻补房是你们家开的 罗子轩也愣住了 今天马俊飞的表现大义往日 难道这个姓林的后台很硬 两马俊飞都不敢碰 弟弟 柳平的后台很硬吗 马俊飞撇了撇嘴 没好气地等了罗子轩一眼 你也老大不晓得了 做事动动脑子 如果柳平愿意 一夜之间就能让你们整个罗家 从地球上消失 假使人人都知道是他做的 也找不到证据 罗子轩脸如死灰 终于明白了柳平的意思 坏了 柳平一定给我下毒了 马俊飞吓了一跳 瞪着眼睛盯着罗子轩 到底是怎么回事 给我讲一遍 罗子轩虽然身家百亿 但在马俊飞面前并没有优势 很多事情还是需要马俊飞帮忙的 小心地把事情见了一遍 马俊飞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 姐夫 韩家给你了什么好处 好处 没有啊 罗承负责与韩家合作事宜 罗子轩坐拥百亿 手下员工无数 无论是智商还是情商 都远超常人 疑惑看着马俊飞 柳平与邱家是什么关系 马俊飞叹了一口 柳平是邱青雅的未婚夫 因为韩玉龙的原因 柳平已经公开向韩家宣战了 我只能告诉你这些 罗子轩恍然大悟 自言自语 怪不得柳平要灭了罗氏集团 啪 马俊飞又扇了罗承一个耳光 语气冰冷的怒吼 为什么要欠邱氏集团的货款 罗承知道闯祸了 吞吞吐吐 把韩玉龙的计划讲了一遍 罗子轩没想到 自己的儿子竟然参与伤天害理之事 一脚踢在罗承的心口 瞪着眼睛骂道 你个逆子 破 罗承又喷出一口鲜血 躺在地上挣扎 吐字不清地狡辩 我也是想为罗家争得利益 马俊飞猛地抓起石木椅子 狠狠地砸在罗承的腿上 咔嚓 清脆的骨头断裂的声音 在房间内回荡 罗承惨叫一声昏了过去 马俊飞看了一眼前一程 你是罗氏科技的总经理 前一程彻底崩溃了 罗承不仅被要债的打了 还被父亲和舅舅把腿打断了 感觉事情太诡异 听到马俊飞的问话 机灵灵打个冷战 回过神来 哆哆嗦嗦地回道 我是 从现在开始 罗氏科技亭业整顿 你去医院陪着罗承 如果他敢离开医院 你打断他的腿 如果你不敢打 我就打断你的腿 马俊飞瞪着眼睛说道 罗子轩眼神凌厉地盯着前一程 罗承所做的事情 你肯定知道 什么是该说 什么是不该说 你自己小心掂量 前一程差点下哭了 罗总 放心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马俊飞暗叹了一口气 看了一眼前一程 你带着罗承去医院 前一程找来两名保安 把罗一程抬了出去 罗子轩心疼地看着罗承的背影 说道 俊飞 你也太狠了 他毕竟是你的亲外生啊 马俊飞冷哼一声 我这是在救他的命 如果我不打断他的腿 他肯定还会与韩玉龙搞在一起 结果是必死无疑 罗子轩了解罗承的脾性 知道马俊飞说得不错 脸上挂着犹豫之色 俊飞 你跟柳平认识 能不能再想想办法 马俊飞摇了摇头 无奈看了一样罗子轩 疲惫地坐在椅子上 柳平虽然年轻 但心性坚定 他公开拒绝 我的建议 就是不想让我插手 我们还了欠款 再给邱氏集团巨额赔偿 总该可以了吧 罗子轩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哎 马俊飞叹了一口气 仅仅赔偿就好了 柳平要的是整个罗氏集团 罗子轩瞪着眼睛怒吼 胃口道不小 就不怕撑死 柳平做事滴水不漏 他不会抢抢罗氏集团 他要你主动赠送 有些话马俊飞不想说 即使说了 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罗子轩 相信也不会相信 只有等事情发生了 才能解决 暗叹了一口气 起身走了出去 罗子轩顿时猛逼了 马俊飞不会还没行酒吧 疯子才会把集团送出去 柳平并不知道 罗成的腿被打断了 正驱车向第二个目标驶去 陈氏集团资产虽不足百亿 也相差无几 主营业务是钢铁制造 特种钢 普通钢 以及建筑用钢 应有尽有 创始人陈建宏很会做人 无论黑白两道 都会给他一份面子 在江城混得风生水起 近几年陈氏集团 开始涉足其他领域 陈建宏的儿子陈萧峰 伙同他人 成立了萧峰汽车配建制造厂 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柳平疑惑地看了一眼骑老虎 陈萧峰与韩家的关系怎么样 我见过一次陈萧峰 感觉很聪明 做事也有分寸 如果这次陈萧峰真是故意的 韩玉龙肯定许诺了巨大利益 齐老虎回道道 萧峰汽车配建制造厂 建在城郊 轿车抵达厂门口 被保安拦了下来 齐老虎从车窗探出脑袋 看着保安 喊了一句 告诉陈萧峰 齐老虎找他有事 第十六章 大闹会所 保安打开大门 齐老虎直接把车开到办公室门口 身穿工作服的陈萧峰 老虎的双手 笑着打招呼 虎哥 你怎么跑我这荒山野岭来了 齐老虎也没客气 开门见山 萧峰 你们欠秋氏集团的钱 该还了吧 听到秋氏集团几个字 陈萧峰脸上露出苦涩的笑容 虎哥 秋氏集团的货款 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柳萍自从下车 一直盯着陈萧峰 感觉陈萧峰性格沉稳 是个真正做事之人 听到秋氏集团的债务 与陈萧峰没关系 脸上露出疑惑之色 齐老虎看到柳萍脸色变了 急忙问道 怎么回事 陈萧峰拉着齐老虎的手 进办公室 一边喝茶 一边告诉你 陈萧峰看到柳萍一言不发 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喝茶 齐老虎却极其尊重 暗暗猜测柳萍的身份 说说咋回事 齐老虎喝了一口茶 说道 陈萧峰脸上露出郁闷之色 开始讲述原因 萧峰汽车配件制造厂 有四个股东 陈萧峰 薛浩然 余立维和戴雪纳 制造厂成立之处 四个人相处融洽 后来薛浩然和余立维渐渐变了 成为的韩玉龙跟班 韩玉龙曾经找过陈萧峰 希望陈萧峰帮助韩家 打压邱氏集团 但被陈萧峰拒绝了 薛浩然和余立维 两人利用副总的身份 偷偷与邱氏集团签订了合同 得到货物后 两人转手直接把货物卖掉了 两人均分了资金 邱氏集团催款的时候 陈萧峰才知道 薛浩然和余立维 两人背地里 做出人神共奋之事 陈萧峰因此与薛浩然 和余立维的关系破裂 薛浩然和余立维 两人很无赖 让陈萧峰从分红里扣款 还给邱氏集团 可萧峰制造厂 每年产值才2000万 分红的利润根本没有多少 等到还清欠款的时候 邱氏集团肯定已经被吞并了 陈萧峰曾考虑向父亲借钱 还给邱氏集团 但又不甘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陈萧峰也是受害者 获款拖了一年多 柳萍眼里闪过一丝灵力 看着陈萧峰 语气冰冷 给薛浩然和余立维打电话 让他们立即滚过来 陈萧峰感觉到柳萍身上的灵力杀气 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立即拨通了薛浩然的电话 薛浩然 你在哪 立即来场里 薛浩然无所谓地回答 我没空 和余立维喝酒呢 明天吧 柳萍眼里射出寒光 脸色铁青 问问他在哪 陈萧峰挂断电话 解释道 不用问 他们一定在韩家的会所 柳萍面无表情 站起身 带我去 陈萧峰刚想拒绝 骑老虎拉着陈萧峰的手 走出办公室 陈萧峰的轿车在前面带路 两辆轿车一前一后 抵达韩家的会所 韩家会所 介于市区与城郊之间 相对比较隐秘 总在牡丹厅 陈萧峰点了点头 带着柳萍和骑老虎 走进会所 直奔牡丹厅 韩家确实花了心思 室内装修极尽奢华 金碧辉煌 牡丹厅里坐着四名男子 正在胡吃海喝 一个胖子看到陈萧峰 立即起身打招呼 萧峰 你怎么来了 陈萧峰眼里喷出怒火 眼里不带丝毫感情 薛浩然 不是我找你 是他们找你 柳萍慢慢走到胖子身前 平静地看薛浩然 你是薛浩然 虽然柳萍语气平静 但身上泛起的寒气 令薛浩然恐惧 机械地点了点头 柳萍的目光 从另外三个人身上扫过 谁是余立伟 众人的目光 落在一个低着头的家伙身上 余立伟立即抬起头 疑惑地看着柳萍 我不认识你 你是谁 柳萍并没有解释 身上的杀气越来越盛 目光越发凌厉 秋氏集团的祸 就是你们吞并的 余立伟不以为然 鄙视地看着柳萍 是我们吞的 你想怎么样 这里是寒家会所 你还敢打我呀 骑老虎知道 柳萍早已经压不住火了 余立伟的下场可想而知 不知死活 柳萍猛地抓住余立伟的头发 狠狠地砸向餐桌 余立伟的额头 鼻子和脸 与餐桌来个亲密接触 拾木餐桌顿然倒塌 余立伟做梦也没想到 有人敢在寒家会随动手 鼻子已经坍塌了 脸上到处是血 不停地惨叫 咔嚓 咔嚓 柳萍踢断余立伟的双腿 捏着余立伟的脖子 脑袋砸向墙壁 发出连续的砰砰声 虽然柳萍下手有分寸 但此时余立伟已经进气多 出气少了 除了骑老虎以外 房间里的其他人都惊呆了 这是个疯子 不仅在寒家会所动手 而且下手急中 把余立伟废了 薛浩然已经猜出原因了 邱家来报复了 恐惧地向门口跑去 骑老虎一直盯着薛浩然 见到薛浩然要跑 立即堵住薛浩然的去路 喝道 滚回去 薛浩然刚想说话 瞬间认出了骑老虎 身体不停地哆嗦 后悔过去的所作所为 扑通一声 跪在柳萍身前 我错了 我立即筹钱 饶了我吧 饶了你 那是不可能的 你不仅要还钱 还要接受惩罚 碰 柳萍一脚踢在薛浩然的心口 飞出六七米 重重地摔在地上 胸骨塌陷 张嘴喷出几口鲜血 昏了过去 服务生听到动静 推门看到房间内的惨状 惊叫一声 转身便跑 大声喊叫 杀人了 牡丹厅杀人了 柳萍伸手从帆布包里 抓出十几枚断银针 握在手里 柳萍包里的金针 是用来治病用的 银针是杀人用的 十几名身材魁梧的安保人员 拎着铁棍 闯进牡丹厅 围住柳萍 安保队长是个面目阴狠的男 打量了柳萍几眼 竟敢在韩家会所 殴打韩家贵客 你是活腻位了 给我打死他 韩家的人都该死 柳萍的铜销 化成树道幻影 瞬间击出 喷喷 铜销击中人体的声音不断 十几名安保人员 全部被击飞出去 摔在地上生死不知 安保队长顿时猛逼了 刚想呼叫支援 柳萍的身影已经到了 随着四声翠响 安保队长的双腿膝盖和双肩 全部被铜销击碎 倒在地上挣扎惨叫 大家让让 韩总来了 韩玉虎负责管理会所 没想到 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带着十几名保镖 闯进牡丹厅 看到牡丹厅内的惨状 整张脸瞬间扭曲 大声目吼 给我杀了他 第十七章 越闹越大 柳萍手一挥 银针闪着韩光飞了出去 八名保镖还没反应过来 全部重针倒地 高手 韩玉虎目露恐惧 惊慌后退 意图逃离 柳萍身形一动 到了韩玉虎的身前 伸手抓住了韩玉虎的脖子 你是韩家人 韩玉虎看到柳萍凌厉的眼神 机械地点点头 韩玉虎 韩延庆是你什么人 韩玉虎感觉呼吸困难 用尽全身力气 吐出我大脖三个字 既然你是韩家人 就别怪我了 柳萍捏着韩玉虎的脖子 连续砸向墙壁 喷喷的声音令人心寒 齐老虎不由得咽了一口吐沫 这才是真正的狠人 一个人虐一群狠人 功夫深不可测 出手毫不留情 薛浩然的两个朋友 已经吓尿了 他们也参与了打压秋假 未来的下场可想而知 腿一软坐在地上 陈潇峰呼出一口长气 庆幸自己没有参与此事 柳萍看到韩玉虎 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 随着几声脆响 柳萍彻底废掉韩玉虎的四肢 抓住韩玉虎的脚踝 从窗户扔了出去 我去 齐老虎忍不住抱了一句粗口 韩玉虎即使不死 此生也只能在轮椅上渡过 柳萍从保镖身上取下银针 控制住所有保镖 拍了拍手坐在沙发上 齐老虎走到柳萍身边 恭敬地看着柳萍 柳先生 我们不走吗 柳萍面无表情 目光平静 若无其事地说道 为什么要走 你给韩延庆打电话 让他立即滚过来 否则我烧了会锁 齐老虎佩服的五体投地 不知道该说什么 逃出手机 拨通了韩延庆的电话 韩老板 柳萍让我通知你滚来会锁 半个小时不到 他就烧了会锁 韩延庆吓了一跳 大声怒吼 你说什么 齐老虎直接挂断电话 恭声问道 柳先生 这样可以吗 柳萍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闭目仰神 韩延庆知道 齐老虎绝不是恐吓 柳萍肯定在会锁 立即拨打韩玉虎的电话 无人接听 出事了 韩延庆知道 韩玉虎凶多吉少了 拨打安保队长的电话 也是无人接听 奶奶的 韩延庆心中暗骂 没想到柳萍不按常理出牌 直接向韩家动手了 自己这时赶到会锁 绝不会有好下场 只能请人帮忙了 拨通号码后 语气恭敬 阮士首 有人在会锁搞事 我不方便出面 想请您帮个忙 电话另一端的人 是江城市的副士首阮齐江 平时没少接受韩家的好处 对于韩家的请求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阮齐江坐上车 让秘书陆泽亭 通知副总捕头苗剑中 带人赶往韩家会所 柳萍之所以大打出手 就是想把事情搞大 想知道哪些牛鬼蛇神 与韩家有关 不到半个小时 阮齐江带着秘书 走进牡丹厅 看到惨状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阮齐江仔细打量 坐在沙发上的柳萍 闹了这么大的事 竟然心平气留在这里 事情太诡异了 给陆泽亭使了一个眼色 陆泽亭立即走到柳萍身前 声色俱力地喝骂 小子 你是什么人 竟敢在这里搞事 你活腻味了吧 柳萍面色平静 只是看了一眼陆泽亭 扭头看着骑老虎 十分钟后点火 是 骑老虎恭敬地回答 陆泽亭指着阮齐江 对柳萍目吼 你知道他是谁吗 奶奶的 胆子不小啊 柳萍是个孤儿 对妈妈这个词敏锐 听到陆泽亭辱骂自己 慢慢站起身 看着陆泽亭 这个世界山 没有人敢骂我妈妈 你该死 碰 柳萍一脚狠狠地 踢在陆泽亭的肚子上 哦 陆泽亭惨叫一声 飞出七八米 在空中喷出一口鲜血 摔在地上昏迷过去 我去 阮齐江不由地暗报一句粗口 感觉今天不该来 眼前的年轻人 不仅是个疯子 而且还是一个功夫高手 柳萍慢慢走到阮齐江身前 犀利的眼神盯着阮齐江的眼睛 韩家请你来 你地位应该不低 你不自我介绍一下吗 阮齐江久居上位 也很少见到如此犀利的眼神 终于明白 年轻人为什么没有离开会所 韩岩庆了解眼前的年轻人 才请自己出面处理 尴尬地笑了笑 我是江城市 富士手阮齐江 柳萍撇了撇嘴 说了几句 差点让阮齐江吐血的话 富士手 职位太低了 这件事情 你处理不了 阮齐江顿时呆住了 堂堂的富士手 竟然管不了眼前的事情 难道捅上天了 愣愣地看着柳萍 什么人能处理此事 柳萍想了想 冰冷的眼神 落在阮齐江的脸上 我不太了解官员的体质 最低也要省手才能处理 阮齐江吓了一跳 针筒上天了 转身就想离开 苗剑忠带着十名寻补走了进来 看到阮齐江要离开 疑惑地问道 阮副士手 处理完了 阮齐江回头看了柳萍一眼 没好气地回应 那家伙 说我职位低 处理不了 苗剑忠扭头看到 坐在沙发上的柳萍 不由得苦笑 知道柳萍与韩家的战斗开始了 几步走到柳萍身前 柳萍 柳萍看到苗剑忠 皱了皱眉 疑惑地看着苗剑忠 你认识我 我是副总寻补苗剑忠 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 我都知道 苗剑忠耐心地解释 你是来抓我的 柳萍面无表情地问道 苗剑忠无奈苦笑 摇了摇头 要是知道你在这里 我都不会出现 柳萍满意地点了点头 给马俊飞打电话 阮齐江听到两人的对话 彻底猛逼了 更令阮齐江吃惊的是 苗剑忠的态度 难道这个柳萍背景强大 跟着苗剑忠一起来的寻补 也都猛逼了 感觉很玄幻 苗剑忠挂断电话后 坐在柳萍身边 马总寻补在赶来的路上 柳萍扭头看着骑老虎 去弄几瓶好酒 如果有人拒绝 你知道怎么做的 齐老虎毫不犹豫地跑了出去 苗剑忠指着 还在昏迷的余力维和薛皓然 试探着说道 这两个人 柳萍眼里的杀鸡越来越深 他们是该死 但我不会让他们轻易死掉的 柳萍没有提韩玉虎 会所的员工 如果不就韩玉虎 说明韩家该被消灭 先生 红酒来了 齐老虎抱着两箱红酒走了进来 柳萍拿起一瓶 拍了一下瓶底 木塞自动飞了出来 阮副释手 一起喝点 阮齐江也想知道事情的原因 坐在沙发上 柳萍看着苗剑忠 让你们的兄弟也尝尝 这种机会可不多 苗剑忠招了招手 喊道 找地方坐 柳萍请客 第十八章 交换条件 马俊飞 苏薇贺和江雅林三人 走进牡丹厅 啼笑皆非 地上躺着十几个生死不知的男子 柳萍 阮齐江 苗剑忠 齐老虎 陈骁风和一群警察 正在开怀倡议 柳萍站起身 向三人招了招手 过来尝尝 这种机会可不多 江雅林感觉颠覆了自己的认知 瞪着眼睛盯着柳萍 混蛋 你打伤了这么多人 是不是想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柳萍翻了一个白眼 再敢叫我混蛋 我就混给你看 保证让你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语 苏薇贺知道 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瞪了江雅林一眼 怒喝 住口 马俊飞指着地上的人 疑惑地问道 柳萍 他们不会都死了吧 你觉得我是白痴吗 不过有两个人差不多了 柳萍翻了一个白眼 起身走到余立威身边 拿出几枚银针 扎进余立威的体内 然后处理薛浩然 行了 如果没有人拔掉 他们身上的银针 半个月内死不了 柳萍说完 回到原来的座位上 马俊飞吓得一击灵 柳萍是在说杀人的方法呀 薛浩然和余立威都是混混 两人死的人肯定不少 真是麻烦 虽然麻烦 马俊飞也只能接着 喝了一口酒 看着柳萍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 你想怎么收场 收场 我为什么要收场呢 柳萍平静地反问 马俊飞怎么能不明白 柳萍的意思 暗叹了一口气 我也在等消息 柳萍没有任何反应 看着马俊飞 今天东区的殷书生 派人围堵秋氏集团的事情 你知道了吧 这种商业纠纷 我们也不好参与 他们又没动手 马俊飞无奈苦笑 柳萍点点头 平静地看着马俊飞 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法律是讲证据的 马俊飞无奈地说道 柳萍的脸上 浮起斜斜的笑容 看着马俊飞 你早告诉我 何必这么费这么多事呢 虽然柳萍语气平淡 但每个人都能感觉出 语气之中的凌厉杀意 马俊飞知道 柳萍是在逼迫自己表态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柳萍 你不能这样做 柳萍的目光越来越凌厉 盯在马俊飞的脸上 韩家带着30家集团公司 从上下游欺负我老婆 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 马俊飞吓了一跳 脱口反问 30家集团公司 你确定吗 阮齐江知道自己 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暗骂韩家该死 柳萍语气平静地说道 我学医多年 我说一数第二 没有人敢说第一 如果我连自己的老婆 都保护不了 何必去治病救人呢 江亚零年里光彩连连 好霸道的男人 马俊飞知道 柳萍不是吹牛 是有真本事 柳萍犀利的眼神 盯在马俊飞的脸上 我本想看看结果 没想到韩家先动手了 你是想让我看到 邱家被灭以后 再报仇吗 柳萍眼角慢慢出现泪水 继续说道 我是一个孤儿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清雅和师父两个亲人 谁敢动我的亲人 我灭他家族 我掌握数千种无解的毒药 想要灭掉几百人 不费摧毁之力 房间里所有人都呆住了 掌握数千种无解的毒药 毒药工厂 柳萍喝了一口酒 淡淡地说道 远距离狙杀 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就会一直玩下去 马俊飞知道 柳萍是真的怒了 你想让我怎么做 柳萍从帆布包 拿出十几分清单 递给马俊飞 我也不为难你 给你两天时间 每家企业赔偿秋式集团十亿 立即封了韩家的企业 和个人账户 绝不允许韩家的资金外逃 说完 又指着余立维和薛浩然 这两个人 美人五亿 江雅玲瞪着眼睛怒吼 混蛋 这是讹诈 柳萍平静地看着江雅玲 如果你不是一个女人 早已经死了 苏维赫暗暗摇头 自己的徒弟太没有眼力架了 回去必须好好教训 这些企业都参与了 马俊飞边看边问 柳萍没有回答 淡淡地说出交换条件 作为感谢 我会灭掉江城市的所有地下势力 以后任何寻补负伤 只要还有一口气 我都会还给你一个健康的寻补 我的承诺 马俊飞心中一喜 这个承诺太大了 猛然想到另一个问题 看着柳萍 你不是说30家企业吗 柳萍点点头 解释道 还有15家上游企业 我明天发给你 骑老虎冒出一身冷汗 庆幸自己抱住了大腿 否则离死不远了 陈潇峰心里冒出一个想法 找机会介绍父亲与柳萍认识 父亲身上的疾病 也许柳萍有办法 阮骑将感觉极端憋屈 为寒家出面 竟然得罪了一个杀神 虽然柳萍并不在意 但必须缓和 邱氏集团 立即拨通了柳萍的电话 柳萍 你在哪 柳萍脸上挂着笑容 语气温柔 老婆 你先回家 我一会儿回去给你做饭 众人没想到 如此霸道的杀神 竟然还要回家做饭 终于理解了邱清雅 在柳萍心中的位置 江雅玲像一个玩具被抢的孩子 脸色难看 心情失落 低着头喝了一口酒 苏维赫看到江雅玲的表情 吓了一跳 这丫头 不会是喜欢上柳萍了吧 马俊飞感觉事情难办 真诚地看着柳萍 能不能多给几天时间 罗子轩只有三天时间 你看着办 柳萍淡淡地说道 马俊飞如遭雷击 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 柳萍是不会放过罗氏集团的 点头说道 就两天 除了齐老虎以外 其他人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可以肯定的是 罗子轩有求于柳萍 韩家会所藏污那够 疯了吧 柳萍说完站起身 看了一眼齐老虎 我们走吧 齐老虎眼里冒出金光 柳萍只是几句话 柳萍的主人发誓以后绝不做坏事 陈潇峰急忙站起身 知道柳萍不喜欢绕弯子 真诚地看着柳萍 柳先生 我需要你的帮助 柳萍与陈潇峰交换了电话号码 拍了拍陈潇峰的肩膀 你是个不错的男人 随时给我电话 众人都羡慕地看着陈潇峰 陈潇峰给众人鞠了一个躬 说了一声抱歉 快步走了出去 马俊飞看着苗剑中 把人送医院 派人寸步不离地 守着于立维和薛皓然 第十九章 灭英书生 骑老虎驾车 向邱青雅的别墅驶去 路上 柳萍买了几样家常菜 到了别墅门口 柳萍对骑老虎说道 进屋吃饭 晚上跟我出去办事 别乱说话 骑老虎心中狂喜 屁颠屁颠地 跟着柳萍进入别墅 邱青雅撒娇地挽着柳萍的胳膊 快去做饭 我都快饿死了 老虎 你自己泡茶 柳萍走进厨房 骑老虎已经高兴到了极点 急忙回应 不用管我 摘菜 洗菜 切菜 邱青雅陪在柳萍的身边 看到柳萍精湛的刀法 眼里一彩连连 西红柿炒蛋 青炒肉片 素炒百合 干边鸡肉 冬瓜排骨汤 邱青雅不顾淑女形象 吃得勾满豪平 这是我在家里吃得最饱的一次 柳萍爱脸地看着邱青雅 只要你喜欢 以后天天给你做 邱青雅脸上挂着柔美的笑容 今天有收获吗 夫人 您放心 最多三天 钱会到账 骑老虎的话还没说完 就意识到自己犯错误了 恨不得抽自己耳光 扭头看到柳萍并没有责怪的意思 暗暗出了一口长气 邱青雅高兴地挽着柳萍的胳膊 太好了 老公天下无敌 柳萍爱脸地摸着邱青雅的头发 我说过 给你撑起一片 就一定会实现 哪怕与天下为敌 邱青雅知道 骑老虎已是柳萍的手下 把骑老虎当作空气 把头靠在柳萍的肩膀 嗯 我相信你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骑老虎意识到 以后一定派人暗中保护邱青雅 争取更大的功劳 邱青雅知道 柳萍带骑老虎来 一定有原因 晚上还要出去 嗯 柳萍轻轻应了一声 邱青雅担心地看着柳萍 你一定要小心 韩家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知道 你早点休息 柳萍起身与骑老虎离开别墅 两人上了车 柳萍问道 你知道殷书生的大本营在哪吗 知道 骑老虎启动叫车 向殷书生的酒吧驶去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酒吧的客人越来越多 两人随着人流走进酒吧 保安认出了骑老虎 急忙向殷书生汇报 殷书生打开监控 站在殷书生身边的铁虎 看到柳萍的身影 顿时惊叫起来 就是这小子打伤了兄弟们 殷书生不是一个猛夫 柳萍和骑老虎来找自己 要么是宣战 要么是和解 无论是何种情况 殷书生都必须接着 否则将无法立足 对保安说道 把他们带到一号贵宾厅 我稍后过去 柳萍和骑老虎 跟着保安走进贵宾厅 骑老虎眼神凝重 先生 殷书生知道我们来了 柳萍淡淡地笑了笑 从明天开始 没有殷书生了 殷书生手下有四大金刚 八大战将 都是狠辣角色 四大金刚分别是金虎 银虎 铜虎 铁虎 八大战将分别是零属 黑牛 大龙 蛇女 猎马 鬼猴 恶狗 笨猪 殷书生带着四大金刚 和八大战将 走进一号贵宾厅 宣扬实力 威慑对方 柳萍看到殷书生 戴着一副眼镜 眼神邪恶 脸色略显苍白 五十岁左右 显然是一个阴险不辣的家伙 殷书生坐在柳萍 和骑老虎的对面 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骑老虎 没想到你会来我这里 骑老虎若无其事地 看了殷书生 其实我也不想来 不过我老大找你 我就来了 你老大 殷书生顿时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盯着柳萍 脸上露出音笑 这位先生面生得很 怎么称呼 柳萍淡淡地看了殷书生一眼 你没必要知道我的名字 我来这里只有两件事 殷书生毕竟是 东区的地下霸主 竟然被人鄙视 顿时怒火中收 脸色猙獰 目光阴毒 小子 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我殷书生的地盘 柳萍脸上露出不屑的笑容 鄙视的目光 从站在殷书生身后的 十二个人的脸上扫过 你的地盘 实力很强吗 就凭这十二个废物 金虎怒声喝道 小子听说你很能打 敢不敢过两招 柳萍的目光越来越犀利 盯着金虎的眼睛 你确定 这小子的目光好犀利 应该是个很角色 可是话已出口 金虎不敢退缩 拔出匕首 来吧 我本来想让你们多活一会儿 没想到你们这么着急见阎王 柳萍起身站在房间中央 向金虎勾了勾手 找死 金虎怒骂一声 纵身扑向柳萍 匕首直奔柳萍的咽喉 在江城 金虎的实力能排进前十 战力强悍 殷书生看到金虎出手 脸上露出得意之色 仿佛看到了 匕首扎进柳萍咽喉的场景 金虎的实力又进步了 竟然是看家本领 鬼刺十三招 银虎激动地喊道 金虎无敌 金虎无敌 柳萍撇了撇嘴 匕首距离咽喉 还有十几厘米的时候 猛地抬起右臂 抓住了金虎的手腕 你 这不可能 金虎瞪大了眼睛 感觉手臂像被铁钳夹住 无法挣脱 你的速度太慢 实力太弱 柳萍手一抖 金虎的胳膊弯曲 匕首扎进金虎的咽喉 殷书生还没来得及阻止 金虎已经死了 整张脸显得越发苍白扭曲 你竟敢杀了金虎 我会让你碎尸万段 给金虎报仇 给金虎报仇 哗啦 哗啦的子弹上膛的声音 不绝于耳 你们都下去陪他吧 柳萍手一挥 空中闪过树道荧光 三大金刚和八大战将 刚刚抬起胳膊 银针已经钻入他们的眉心 房间里连续传出 尸体摔倒在地扑通声 殷书生后背冒起一股凉风 无法言语的恐惧 在体内蔓延 慢慢站起身 看到银虎瞪大了眼睛 眉心插着一枚 还在颤动的银针 扑通一声 跌坐在椅子上 柳萍拍了拍 殷书生的脑袋 鄙视地看着殷书生 你看 他们是垃圾吧 殷书生知道遇到高手了 绝不是自己能对抗的 身体不断哆嗦 恐惧地看着柳萍 你是谁 我和你有什么仇 柳萍扮了一把椅子 坐在殷书生的对面 为什么派人围堵秋氏集团 殷书生顿时明白了 邱家来寻仇了 眼里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你是邱家人 就因为我派人围堵秋氏集团 你就把他们全杀了 柳萍靠在椅子上 瑞丽的目光盯着殷书生 邱青雅是我老婆 所以 以后东区没有殷书生了 殷书生知道被韩家欺骗了 脱口骂道 日韩家八倍祖宗 柳萍冰冷的目光盯着殷书生 打电话让韩家的人过来 韩颜葵 是韩颜庆的弟弟 接到殷书生的电话 立即驱车前往殷书生的酒吧 韩颜葵推开一号贵宾厅 看到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的人 暗叫一声不好 转身就想跑 躲在门旁的骑老虎 一把抓住韩颜葵的衣领 拖了进来 随手关上房门 殷书生瞪着眼睛盯着韩颜葵 大声骂道 韩颜葵 我操你妈 你害死我的兄弟 如果我不死 一定灭你满门 韩颜葵并不笨 殷书生的兄弟都死在柳萍手里 自己不可能活着离开 闭上眼睛 一言不发 有骨气 柳萍起身 走到韩颜葵的身边 手中的银针 快速在韩颜葵的身上扎了几下 扑通 韩颜葵摔倒在地 柳萍扭头看了一眼骑老虎 把他拖出去 找人送回韩家 骑老虎拖着韩颜葵走了出去 柳萍平静地看着殷书生 你我之间 本无怨无仇 我有什么本事 韩家一清二楚 至于你兄弟的死 只能怪你愚蠢 殷书生后悔至极 韩家竟然欺骗自己 此仇不报是不为人 柳萍继续说道 我知道你想报仇 恐怕你没有机会了 你们这些人 哪个人没有命案 我已经答应寻补 把你交给他们 殷书生绝望了 落在寻补手里 后果如何 可想而知 为了防止意外 我只能控制你 柳萍手里的银针 在殷书生身上扎了几下 殷书生感觉双腿和双臂 失去知觉 嘴也无法张开 恐惧地望着柳萍 终于知道柳萍是多么妖孽 柳萍拨通了马俊飞的电话 我在殷书生的酒吧 你要不要殷书生 不要的话 我现在就杀了 马俊飞吓了一跳 吃惊地问道 你灭了殷书生 我杀了十二个人 但到底要不要 柳萍不耐烦地反问 马俊飞心情激动 这才几天啊 柳萍竟然灭掉了 两股超强的地下势力 急忙回答 要 要 我马上带人过去 骑老虎推门走了进来 向柳萍点了点头 韩家老宅 韩延庆已经得到消息 柳萍安全离开 会所被查封 焦躁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不知道什么原因 卵骑将没有与柳萍发生冲突 更令韩延庆恐惧的是 寻补竟然明目张胆地帮助柳萍 难道柳萍是上面派来的 家主 不好了 一名保安跑了进来 语气惊慌 韩延庆深吸了几口气 平复了一下心情 又怎么了 保安神色焦急 二爷出事了 您快去看看吧 什么 快带我去 韩延庆跟着保安 快步走到韩延奎的卧室 韩延奎的老婆 正在声嘶力竭地哭喊 哪个天杀得害我老公 不得好死 韩延庆厌恶地 看着韩延奎的老婆 大声训斥 行了 别哭了 还不够烦吗 韩家的私人医生 拎着药箱快步走了进来 仔细检查韩延奎的情况 十几分钟后 医生给韩延庆拘了一躬 表情尴尬 家主 我无能为力 还是送医院吧 韩延庆知道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九人要紧 命人立即把韩延奎送到医院 殷书生的酒吧 庶民端着武器的巡捕 把酒吧围得水泄不通 马骏飞下达命令 不许任何人离开 苏维赫 你带人进去搜查 殷书生听到走廊里传来的怒吼声 彻底绝望了 苏维赫和江雅玲 带着四名巡捕走进贵宾厅 都被房间内的惨状惊呆了 一个人握着匕首自杀 十一个手里握着火器的人 倒地毙命 殷书生绝望地坐在椅子上 柳平和骑老虎 则平静地坐在沙发上 虽然苏维赫已经知道柳平杀人了 但绝想不到是眼前的情况 江雅玲被称为女暴龙 但从见过如此场景 房间里没有一个蛋壳 也就是说 柳平瞬间杀了十一个手持火器的人 怪物已经不足以形容柳平的能力 柳平是真正的妖孽 江雅玲的眼睛闪过一丝神采 死死地盯着柳平 仿佛要找出柳平妖孽的真正原因 柳平站起身打招呼 苏寻博 这里交给你了 谢谢 回头请你喝酒 苏维赫笑着回应 柳平走到江雅玲身前 好奇打亮江雅玲 江雅玲瞪着眼睛深斥 看什么看 再看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柳平脸上露出笑容 点了点头 这才是女暴龙 刚才的你吓我一跳 江雅玲瞬间明白 柳平是在戏弄自己 抬脚踢向柳平 大骂 混蛋 我踢死你 柳平闪身避过 笑着走了出去 其老虎立即跟了上去 江雅玲并不是真生气 心里烦有一丝欣喜 这个混蛋还挺有意思 今天晚上注定是不眠之夜 韩家一直处于焦虑中 走了几家医院 都无法查出韩岩葵的病因 马俊飞命人封了酒吧 把所有事案人员带回寻补房 立即审讯 柳平回到别墅 看到邱青雅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小心地抱起邱青雅 走进卧室 早上起来 柳平做了一顿爱心早餐 邱青雅脸上挂着甜蜜的笑容 双眼含情默默 柔情似水 柳平看到邱青雅吃得香甜 心情愉快 像哄孩子一样 爱怜地哄着邱青雅 以后天天给你做 好不好 邱青雅生在大家族 从上大学开始 再没有体验过 被人细心呵护的滋味 柳平的关爱与呵护 触动了邱青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 柳平拿起纸巾 轻轻擦去邱青雅眼角的泪水 再哭就变成小花猫了 邱青雅很喜欢这种感觉 任由柳平擦泪 吃过早餐 邱青雅搂着柳平的脖子 献上热吻 柳平 谢谢你 柳平微笑着 看着邱青雅 不许说谢 邱青雅深情地望着柳平 认真地点了点头 嗯 这是最后一次 两人一起驱车 抵达邱氏大厦 走进邱青雅的办公室 邱青雅给柳平泡了一杯茶 柳平接过茶杯 青雅 让维一进过来 维一进手里 您找我 邱青雅冲着柳平抡了弩嘴 她找你 柳平冲着维一进笑了笑 维姐 请坐 我慢慢跟你说 维一进平静地坐在沙发上 两件事 第一 开了一个新账户 收到资金后 扣除应收货款 把多余的资金转入新账户 没有我的允许 任何人不得动用 邱青雅瞪大了眼睛 吃惊地看着柳平 欠款单位会多给钱 柳平点了点头 平静地回应 不出意外 能收到140亿现金 还有一家资产接近百亿的集团公司 第21章 强势收款 轰 柳平的话像炸雷一样 把邱青雅和维一进 炸得晕晕乎乎 柳平知道他们两人不信 也没在意 继续说道 把上游企业的名单给我 维一进把文件带递给柳平 已经准备好了 柳平把各个企业的资料 用手机拍下来 发给马俊飞 马俊飞一夜没睡 直接闯进室手的办公室 柳平拨通了马俊飞的电话 马总寻补 我已经把上游企业名单发给你了 我的条件是 免除现有货款 再免费向邱氏集团 提供五亿的原材料 三年内完成 邱青雅和维一进 都像看怪物一样盯着柳平 不仅欠钱不还 好要向对方要钱 这世界乱了 柳平看到两人的目光 瞬间明白了两人的想法 你们不用多想 坐等收钱就行了 维一进捏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传来剧痛 没有做梦 一切都是真的 邱青雅坐在柳平身边 挽着柳平的胳膊 老公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柳平轻轻地捏了一下邱青雅的脸蛋 事情挺复杂的 以后再告诉你 现在帮我们催账的是 江城市总巡捕马俊飞 维一进惊呆了 江城市总巡捕是副士手级别 竟然去催账 这个柳平到底是什么人物 柳平真诚地看着维一进 维姐 你身上毛病不少 如果你相信我 我帮你治好 我怎么忘了 邱青雅不好意思地 看着已经不知所措的维一进 维姐 柳平的医术很不错 让她给你看看 维一进看着邱青雅 你告诉她的 柳平笑了笑 不是她告诉我的 你的病因是妇科病 长期服药 药物残毒积累在体内 致使肝肾受损 胃部还有炎症 维一进完全相信了 眼含期待地看着柳平 你真能治好 柳平笑着点点头 每隔五天 针灸一次 服用中药 三周痊愈 维一进激动地点了点头 看着柳平 什么时候开始 现在吗 柳平了解维一进的心情 维姐 我一会儿出去买药 回来给你斟酒 柳平 我陪你去 我知道 那里有大药房 邱青雅拉着柳平 走出了办公室 维一进望着俩人的背影 自言自语 这小子不错 配得上青雅 柳平闯寒家会所 导致寒家会所被封 官方并没有隐瞒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 迅速传播 更加惊人的消息是 寻补抓获了殷书生 殷书生手下的四大金刚 和八大战将被击毙 寒家财大气粗 在江城没有几个人敢惹寒家 寒家会所出世 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 有心人四处打听 得知原因 寒家带着一群企业围堵邱家 惹怒了邱青雅的未婚夫 邱青雅的未婚夫 闯进寒家会所 大打出手 不仅费了韩玉虎 还打残了余立维和薛浩然 殷书生因为手下围堵邱氏集团 同样惹怒了邱青雅的未婚夫 导致被寻补抓获 邱青雅的未婚夫 成为神秘人物的代名词 有人猜测后台强硬 有人猜测是功夫高手 各种议论 层出不穷 是守田财汉的办公室内 气氛沉闷 田财汉表情凝重 目光深沉 其他与会人员都低头不语 马俊飞则态度坚决 柳平只给我两天时间 我需要你们马上表态 富士手软齐将首先举起手 齐致鲜明地表明态度 我同意柳平的要求 立即执行 田财汉眉头皱了一下 卵气将与韩家关系不错 今天近180度转变 真是见鬼了 马俊飞知道 姐夫只有三天时间 每浪费一分钟 都是在浪费姐夫的生命 瞪着眼睛贺问 如果韩家把资金洗到国外 你们谁负这个责任 停了几秒 马俊飞继续补充 柳平不仅是医术高超的中医 而且善于用毒 近百名混混围攻他 瞬间被毒倒 无人可解 他还是一个超级功夫高手 思 会议室里传出倒吸冷气的声音 我去 怪物 阮气将表情凝重 深吸了一口气 发表自己的想法 你们都知道我与韩家关系不错 我昨天在韩家会所 明白了柳平发怒的原因 亲人是柳平的逆龄 他会用生命去守护 如果韩家得失 我不知道会死多少人 柳平既是功夫高手 又是善于用毒的中医高手 如果不计代价的报复 后果无法想象 除了马俊飞和阮气将 都神色凝重地互相对视 请稍等 我打个电话 田财汉说完 走出会议室 几分钟后 田财汉回到会议室 虽然表情凝重 但目光坚定 看着马俊飞 马俊飞 同意柳平的全部要求 由你全权负责 随时向我汇报 马俊飞暗暗呼出一口长气 认真地点点头 马俊飞回到办公室 立即命人赶赴银行 查封韩吕两家的个人和企业账户 然后拨打欠款企业的负责人电话 你是方氏集团的董事长方华君吗 我是 你是哪位 方华君淡淡地说道 我是江城市总巡部马俊飞 你们集团欠秋市集团的货款 献你们两天内 把十亿资金汇入秋市集团账户 不明白的事情 拒问韩延庆 马俊飞直接挂断了电话 你是红市集团的董事长红海辰吗 你是段市集团的董事长段成浩吗 你是石市集团的董事长石木凡吗 打完十几个电话 马俊飞呼出一口长气 总算把最重要的两件事完成了 接下来轮到上游企业了 这次的老总四处咨询 最终得知是市首会议决定的 此事由马俊飞负责 如果两天内不把资金 汇入秋市集团账户 后果自负 韩延庆郁闷至极 弟弟还躺在医院里 却接到一个又一个的求救电话 索性关了手机 韩市集团总部乱成一锅粥 总经理任荣泽刚刚得知 韩市集团的所有账户全部被冻结 急忙拨打韩延庆的手机 却无法打通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命韩市子弟赶往韩家老宅 柳平不知道 江城市已经乱成一锅粥 与秋青雅悠闲地走进 祭祀堂大药房 大堂内坐枕的老中医 引起柳平注意 秋青雅附在柳平耳边 小声说道 孔红玉 国内八大中医圣手之一 偶尔来祭祀堂坐枕 没想到被我们遇到了 第二十二章 姓林圣手 华夏八大姓林圣手之一 顿时引起柳平的兴趣 孔红玉黏近骨膝 头发花白 红光满面 精神绝朔 柳平刚想走向孔红玉 被一名戴着口罩的护士拦住 小伙子 你要是诊病 请排队 柳平这才注意到 另一道门 有一个长长的队伍 笑着摇了摇头 我不诊病 我是来买药的 偶遇孔圣手 心情激动 想近距离看看我仰慕的圣手 女护看到秋青雅气质非凡 微笑着挽着柳平的胳膊 以为柳平的地位不凡 没有为难 不要靠近孔老 站在一米之外 谢谢 柳平和秋青雅 站在孔红玉侧方一米外 孔红玉扭头看了一眼 柳平和秋青雅 也没在意 继续诊病 半个小时过去了 柳平暗暗点头 孔红玉不愧为姓灵圣手 已掌握了望闻问切的精髓 诊断准确快速 药方毫无瑕疵 秋青雅知道 柳平遇到同床高手 内心激动 附在柳平的耳边说道 我去旁边坐会儿 柳平微笑着点了点头 秋青雅走到墙边的长椅上坐下 不知不觉中 已经接近中午 护士走到孔红玉身边 孔老 休息一会儿吧 吃过午饭再继续 孔红玉看到 还有五人在排队 笑了笑 看完这五个人再吃饭 柳平暗暗竖起大拇指 孔红玉的医德 当得起姓灵圣手四个字 又过了半个小时 五名患者千恩万谢地 离开了祭食堂 孔红玉好奇地看着柳平 小伙子 你也懂中医 柳平故意不好意思地 挠了脑脑袋 跟师父学了几年 看到孔老坐枕 忍不住学习 望孔老原谅 哼 孔红玉开心地笑了几声 仔细打量柳平 感觉柳平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气质 你又没影响我 哪来的原谅不原谅之说 秋青雅看到柳平在演戏 差点笑出声来 护士端来饭菜 两菜一汤 孔老 该吃饭了 孔红玉看着柳平 小伙子 要不要一起 柳平尴尬地摆了摆手 指着坐在墙边的秋青雅 谢谢孔老 我女朋友在呢 我们出去吃 孔红玉看到气质非凡的秋青雅 不由得高看柳平几眼 点了点头坐下吃饭 柳平拍了一下脑袋 自言自语 差点忘了正事 秋青雅起身 走到柳平身边 快点买药吧 我也饿了 柳平对护士说 能给我纸笔吗 我买的药有点多 护士拿来纸笔交给柳平 柳平比走龙蛇 快速写下药材名称和重量 交给护士 药武副 孔红玉看到柳平快速写出药方 觉得柳平不是普通人 好奇地看着柳平 能给我看看吗 孔老要看 小子求之不得 柳平把纸递给孔红玉 好字 没想到你如此年轻 书法水平已达大师级 孔红玉赞叹一声 仔细观看 越看眉头皱得越紧 疑惑地问道 小伙子 药物都是相冲的 这是什么药方 柳平不含意识地挠了脑脑袋 孔老 这是三张药方 我为了方便 写在一起了 三张药方 孔红玉顿时来了兴趣 小伙子 能告诉我是哪三张药方吗 孔圣手还在吗 柳平还没来得及回应 门外传来女孩的焦急的声音 一个女孩扶着一名中年妇女 走进大堂 两人穿着朴素 女孩眼里带着血丝 中年妇女脸色苍白 脚步亮呛 柳平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中年女人是肝癌复发 已到晚期 十日不多了 护士立即跑过去 掺住中年女人的另一条胳膊 让其坐在枕台前的椅子上 孔红玉放在柳平的药单 回到枕台旁 仔细检查女人的眼睛 舌苔和脉相 沉默了几分钟 疑惑地看着女人 肝癌术后复发 中年女人眼里露出绝望之色 医院说我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我来您这里 试想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扑通 女孩跪在枕台前 砰砰砰 磕了三个响头 泪水沿着脸颊流下 眼里带着祈求的神色 望着孔红玉 孔圣手 我家很穷 只能给你磕头了 如果无法治疗 请您帮助我妈妈 减轻痛苦 我以后给您当牛做马 邱青雅看到女孩泪流满面 瞬间出动 内心最柔弱的部分 忍不住流下泪水 孔红玉扶起女孩 眼里带着愧疚之色 孩子 我也想救你妈妈 可我能力有限 即使减轻她的痛苦 也只能维持几天 后期我也无能为力 邱青雅挽着柳平的胳膊 老公 他们母女太可怜了 你叫叫他们吧 我知道你能做到 邱青雅的声音虽然不大 但孔红玉和患者母女 却听得清清楚楚 都愣愣地看望着柳平 孔红玉眼里满是一彩 盯着柳平 小伙子 你真能做到 医者人心 柳平做不到见死不救 即使邱青雅不说 也会出手 尴尬地笑了笑 五成把握 三个月痊愈 遗憾的是 我没有职业资格证 三个月痊愈 五成把握 孔红玉顿时惊呆了 整个华夏也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 感觉很虚幻 孔红玉看到柳平并不像吹牛 沉思片刻 认真地看着柳平 你以我学生的名义治疗患者 我在旁监督 不违法 柳平眼里露出赞赏的神色 认真地看着孔红玉 孔老 您就不怕我失败了 毁了您一世英明 孔红玉老无所谓地摇了摇头 真诚地看着柳平 我被悬壶济世 医者人心 虚名没有任何意义 你放心大胆地做 无论出了什么事 我都给你兜着 柳平再次被孔红玉的人品折服 扭头看着中年妇女 阿姨 你有什么想法 中年妇女把女孩拉到身边 我叫陶佩云 这是我女儿陶雨昕 今年18岁 由于我的原因 她初中毕业就辍学了 我接受小兄弟的治疗 如果我不行了 希望孔老帮忙照看一下 邱青雅已经泪流满面 拿出名片和身份证 递给孔红玉 孔老 我是邱氏集团的董事长邱青雅 如果阿姨出现意外 我负责陶雨昕的未来 孔红玉看过邱青雅的身份证和名片 暗暗点头 没想到邱青雅如此勇敢 看着中年女人 你放心 有我和邱总 陶雨昕的未来不用担心 你安心治病 陶雨昕瞪大了眼睛看着邱青雅 眼里满含感激和期待 邱青雅是江城市有名的美女总裁 竟然如此善良 柳平也没客气 快速写出四张药方 编上顺序号 交给孔红玉 孔老 命人立即熬药 把病人扶进治疗室 孔红玉看了一遍药方 皱起眉头 疑惑地看着柳平 病人的身体很虚弱 能承受得了吗 请孔老放心 我有办法 柳平笑着回应 我相信你 孔红玉把药方交给护士 命其立即安排人熬药 第23章 肝癌患者 柳平 孔红玉 邱青雅 陶雨昕和一名护士 围在治疗床边 柳平拿出人身递给护士 切五片 碾碎 孔红玉顿时瞪大了眼睛 吃惊地看着人身 年份人身可是好东西 没想到柳平如此大方 不由地按赞柳平的人品 不一会儿 护士把人身碎末 和剩余的人身 都交给柳平 陶沛云紧穿着小裤 仰躺在枕床上 柳平拿出金针 消毒后 快速扎进陶沛云的心经 肝经和肾经 孔红玉眼里 一彩连连 目前的中医界 无人能用金针护脉 心里涌起强烈的期待 柳平看着护士 把一号药带给我 护士把药带交给柳平 柳平打开膝口 放进陶沛云的嘴里 阿姨 您慢慢喝 陶沛云喝完药汁以后 柳平坐在床边 手指放在陶沛云的麦门上 半个小时后 柳平取下金针 示意护士 扶阿姨去洗手间 陶雨昕和护士 扶着陶沛云走进洗手间 孔红玉向柳平竖起大拇指 眼含佩服和赞赏的神色 老朽佩服 你的护卖针法 老朽做不到 柳平脸一红 不好意思说道 孔老太客气了 只是雕虫小技罢了 邱青雅脸上浮现红霞 眼里冒出无数小星星 听到孔圣手称赞柳平 感觉比中了大奖还开心 不一会儿 陶雨昕和护士 扶着陶沛云回到诊室 柳平把人参墨递给陶沛云 阿姨 快吃了 陶沛云把人参墨吞进肚内 继续仰躺在诊床上 过了十几分钟 柳平对护士说 把二号药带给阿姨服下 陶沛云喝下二号药汁以后 慢慢睡去 柳平沉思片刻 叮嘱护士 想办法弄一大碗鸡汤 陶阿姨醒来 让她喝下去 护士快步跑了出去 柳平点了点头 手指扫过陶沛云的睡学 孔老 有没有兴趣喝一杯 我点了陶阿姨睡学 她不会醒来的 孔红欲高兴地点点头 好 老朽今天 见识了小兄弟的医术 高兴异常 喝一杯去 柳平看着陶雨昕 你在这里守着你妈妈 我给你带饭 不 不用 我不饿 陶雨昕的话还没说完 肚子传来咕噜声 尴尬地笑了笑 邱青雅走在陶雨昕身边 笑着摸着陶雨昕的脑袋 老公 你陪孔老去吃饭 我在这里陪着雨昕 好 我让饭店把饭菜送过来 柳平和孔红欲走了出去 柳平和孔红欲在附近 找了一家普通的饭店 已经过了饭时 店内人很少 柳平点了两份饭菜 让饭店把一份送到祭司堂的诊室 四个小菜 一瓶白酒 孔红欲很欣赏柳平的轻松淡定 柳平很佩服孔红欲的人品和医德 两人像久别重逢的师徒 气氛融洽 久过三旬 孔红欲看着柳平 老小猫妹问一句 你师父绝不是普通人 不知是哪位圣手 柳平不好意思地苦笑 我从小到大都只喊师父 师父没说过他的名字 我到了江城 才知道他绰号鬼手神针 谁 鬼手神针 孔红欲愣愣地盯着柳平 十几秒钟以后 忍不住哈哈大笑 难怪 也只有鬼手神针 才能教出你这种妖孽徒弟 柳平眼里露出激动和期待的神色 看着孔红欲 孔老 您认识我师父 快给我讲讲 哎 孔红欲叹了一口 脸上露出遗憾的神色 老朽68岁了 35年前 听说江城出现一个中医高手 绰号鬼手神针 没有他治不好的病 后来消失了 无缘相见 孔红欲仰伯喝了一杯酒 大笑几声 没想到能见到鬼手神针的徒弟 上天对我不薄 柳平知道 孔红欲是真正的医者 不追求名利 只求医者本分 也受到感染 孔老 小子以你为榜样 孔红欲脸色一正 认真地看着柳平 你是入室行医 还是很快离开 柳平不还意思地笑了笑 老婆都有了 留在江城 哈哈 孔红欲开心地大笑 有这句话就够了 我帮你解决 职业资格症的问题 谢谢孔老 柳平急忙表达谢意 两人吃饱喝足 回到济食堂的诊室 邱青雅和陶雨昕 已经吃过饭 正在闲聊 柳平检查过 陶沛云的脉相后 孔老 你要不要检查一下 孔红欲点点头 检查过陶沛云的脉相后 眼里露出疑惑之色 虽然体内的毒素 已经减少了 但对肿瘤 没有什么影响 柳平点点头 对护士说道 去拿个输液的盐水来 柳平把第四号药汁 注入到盐水里 通过静脉 注入到陶沛云体内 解开陶沛云的睡穴 陶沛云慢慢睁开眼睛 脸上出现一丝血色 柳平脸上带着笑容 陶阿姨 你感觉怎么样 陶沛云有气无力 声音微弱 没那么疼了 就是有些法 柳平真说道 陶阿姨 精明两天是调理身体 明天才能开始治疗 谢谢 陶沛云眼里露出感激之色 您能把陶阿姨安排到医院吗 孔洪云笑了笑 我老头子 要是连这点事都没有 还不让人笑掉大牙 柳平写下电话号码 交给孔洪云 孔老 明早给我电话 我直接去医院 孔洪云小心地收起电话 行 邱青雅从包里拿出一打现金 放在陶雨昕手里 不许拒绝 我明天去看你 陶雨昕虽然不想接受 但现在确实需要钱 感激地看了一眼邱青雅 把钱收了起来 孔老 我去抓药了 柳平与邱青雅走了出去 我陪你去 再看看你的药方 孔洪云跟在走出诊室 柳平把三张药方 写给孔洪云 孔洪云看完药方 眼里冒出金光 妙妙 有攻有守 攻守平衡 柳平有委托济士堂 把药熬好 装在药袋里 告别孔洪云 与邱青雅返回公司 韩家老宅 韩家数十名嫡系子弟 全部赶到韩延庆的住宅 娇蛮的韩佩颖神色焦急 催促韩延庆 大哥 快想想办法 个人账户都被冻结了 日子没法过了 韩延庆的三弟韩延武 试探着说道 大哥 给阮气姜打个电话 哎 韩延庆叹了一口气 有人给我打电话了 是是守会议决定的 你们都回去吧 房间里只剩下韩延庆一个人 疲惫地靠在沙发上 势手接了一个电话 就同意冻结韩氏集团的账户 应该是省理下的命令 不祥的预感 在体内蔓延 冻结账户的目的是 防止资金流出 国家的意思很明显 韩延庆叽灵灵打个冷战 问题出在洛江平身上 毫不犹豫地拨通了韩玉龙的电话 儿子 洛江平出事了 你不能回来 第24章 持续发酵 吕氏家族族长吕向荣 是韩延庆的妹夫 兼任吕氏集团董事长 经理吕亚南 是吕向荣的妹妹 集团账户 以及吕家的个人账户 也被冻结 十几名吕家嫡系 集中在吕向荣的别墅里 吕向春 吕向荣的弟弟 整天花天酒地 万事不做 账户被冻结 令其相当愤怒 大哥 你们到底干了什么 老子现在连酒钱都没有了 吕亚南表情名重 大哥 到底出了什么事 哎 吕向荣脸色疲惫 目光阴沉 叹了一口气 韩家对付邱家带来的后果 吕亚南浮现怒色 瞪着眼睛怒吼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吕向荣冷冷地看了一眼 低着头坐在角落的吕靖 吕靖给邱青雅下过药 吕亚南恨恨地盯着吕靖 吕靖 你胆子不小啊 你想害死吕家吗 吕靖眼里闪过怨毒的神色 暗骂邱青雅 低声狡辩 我就是跟他玩玩 吕亚南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凌厉的眼神盯着吕靖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 吕靖已经死了 很多次了 玩玩 集团账户被冻结 集团无法正常运转 你真该死 吕靖立即站起身 眼里射出凶光 大神怒吼 我去给邱青雅跪下道歉 你们满意了 吕向荣眼里喷出怒火 盯着吕靖呵斥 放肆 你以为你给邱青雅跪下 就能解决问题 停了几秒 无奈地说道 试首会议的决定 谁也改变不了 吕亚南表情阴沉如水 竟然惊动了试首 柳平的能量倒是不小 韩家过分了 是官方要收拾韩家 所有与韩家联合压榨 与韩家丘氏集团的企业 都受到波及 但愿吕家能度过这次的危机 吕向荣说完 忧郁的眼神从众人的脸上扫过 千万不要去招惹柳平 否则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吕靖撇了撇嘴 一副不屑的表情 我就不信他敢杀人 你以为他不敢 吕向荣脸色铁青 声音发颤 从昨天中午到晚上 他杀了12个人 打残4个人 韩岩葵像个植物人 躺在医院里 李靖眼里露出恐惧的神色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邱氏大厦 邱青雅的办公室 距离下班还有几个小时 邱青雅忙着处理公务 柳平无所事事地坐在沙发上 零 办公桌山的电话响了起来 邱青雅看到是一个陌生号码 犹豫了几秒接通 哪位 请问是邱总吗 听筒里传出陌生男人的声音 邱青雅眼里闪过一丝疑惑 我是 你是哪位 邱总 你好 我是方氏集团的董事长方华君 十亿资金我一时拿不出来 能不能容我几天 方华君态度卑微 语气谦和 邱青雅愣了一下 捂住话筒 扭头看着柳平 老公 方氏集团一时拿不出十亿资金 想让我们还几天 柳平翻了一个白眼 撇了撇嘴 让他去找马俊飞 弑手做出的决定 跟我们没关系 邱青雅眼里闪过一丝异彩 对着话筒说道 对不起方总 这是弑手做出的决定 你可以去找马俊飞商量 邱青雅跑到柳平身边 搂着柳平的脖子 亲了一下柳平的脸颊 老公 我爱死你了 柳平爱怜地摸了一下邱青雅的脸蛋 如果你累了 我们去为姐家 给她治病 邱青雅疑惑地看着柳平 为什么要去她家 这里不行吗 柳平笑了笑 服下药以后 她会连续上厕所 邱青雅脸一红 好吧 我问问她 十几分钟后 两辆轿车一前一后 离开秋市大厦 唯一静住在一个现代化的小区 两居室的房子 收拾得很干净 为姐 你脱去上衣 躺着沙发上 我给你针灸 柳平边说边给金针消毒 唯一静才三十多岁 由于妇科病的原因 看起来四十多岁 第一次在年轻男人面前如此 脸像红纸 慢慢脱掉上衣 闭着眼睛躺在沙发上 柳平深吸了一口气 仿佛整个人都变了 平静且专注 邱青雅顿时被吸引了 眼里满是异彩 专注的男人最有吸引力 柳平快速把金针 刺进唯一静的腹部 内力沿着金针 进入唯一静的体内 唯一静感觉几股热流 在体内流动 热流经过之处 舒服无比 忍不住发出泥南声 该死 怎么能发出那种声音 唯一静脸上的红霞 越来越浓了 邱青雅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听到唯一静发出的声音 不由地产生好奇 真的很舒服吗 萧宇晗在治疗的过程中 也是发出这种声音 有机会尝试一下 邱青雅的脸颊 浮现出一朵红霞 心道 害羞什么 柳平是自己的男人 二十分钟后 柳平拔出金针 开始梳理唯一静的肝筋 肾筋和胃筋 一个小时后 柳平收回金针 唯姐 感觉怎么样 结束了 唯一静红着脸穿上衣服 我感觉浑身热乎乎的 从没有这么舒服过 柳平把药袋拿了出来 唯姐 这是三种药 每种一天一袋 不能一起喝 早中晚饭后各喝一种 这是五天的药量 放在冰箱里 谢谢 唯一静接过药袋 放在冰箱里 邱青雅站起身 拉着柳平的手 唯姐 我们回去了 唯一静愣了一下 调笑二人 吃完饭再回去 不影响你们小两口的二人事件 柳平急忙叮嘱 唯姐 你去躺半个小时 对身体有好处 在治疗期间 不能同房 唯一静脸一红 瞪了柳平一眼 臭小子 敢戏弄姐 路上小心 路上邱青雅接到母亲的电话 让两人回老宅吃饭 邱青雅的父母 伯父伯母和邱老爷子 已经围坐餐桌边 邱青雅和柳平刚走进餐厅 邱老爷子立即招呼柳平 小平 过来 坐我身边 柳平和邱青雅 一左一右坐在邱老爷子身边 邱老爷子看着柳平 小平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都是你做的 柳平没有反驳 微微点了点头 邱德宇吃惊地看着柳平 你真的让每家企业 给邱氏集团十亿 柳平笑了笑 确切地说 共计一百四十亿 也许罗氏集团也会是我的 啊 众人齐声惊呼 罗氏集团资产近百亿 怎么可能给你 安真如吃惊地问道 柳平若无其事地解释 罗氏集团不给我 罗子宣死 他儿子进监狱 邱德则疑惑地看着柳平 你不怕别人恨你 柳平眼里闪过一丝冷光 语气冰冷 恨我 他们敢吗 我就是让他们知道 我是一个疯子 得罪了我的亲人 我就灭他全足 邱卿雅能感觉到柳平的呵护和关爱 眼睛湿润了 邱老爷子点了点头 有鬼手神针的风格 略显担心地问道 打蛇不死反受其害 你确定能搞死寒家吗 马总寻补怎么会去催账 柳平笑了笑 这些问题 你们就不要管了 我心里有数 第25章 开始治疗 江城市 高档茶楼包厢 方华君 洪海臣 段臣浩和石木凡四人 围坐茶座庞 方华君表情沉重 目光无神 我今天给邱青雅打电话了 请他暂缓几天 他说这件事与邱家没关 让我去找马俊飞 洪海臣眉头皱了一下 这件事很诡异 段臣浩长了一张肥脸 面目阴沉 看起来像一块发霉的面包 确实诡异 企业之间的商业纠纷 官家为什么掺和呢 我一直想不通 石木凡长着一双阴险的三角眼 韩家肯定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否则 官家不会介入 洪海臣阴陈的目光 从其他三人脸上扫过 老实说的没错 我听说韩家和吕家的所有账户 都被冻结 包括个人账户 段臣浩恍然大悟 怪不得韩玉龙一直拉拢我们的孩子 是想把我们都拖下水 方华君叹了一口气 眼里透着无奈 老子认命了 孩子太傻了 现在回去筹钱 尽快把事解决 不能被韩家拖死 石木凡表情阴狠 眼神阴毒 宁笑几声 韩家的生意都不干净 老子明天实名举报韩氏集团 算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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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一起离开茶馆 邱老爷子知道柳平有话没说 也没问 饭桌显得沉闷 饭后 柳平和邱青雅回到别墅 注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韩家 吕家阴气沉沉 似乎是等待着什么 需要赔款十亿的企业 都在筹集资金 马俊飞顾零零地坐在办公室里 期待明天能有好消息 拯救罗子轩 是守田财汉 接到上级命令 让韩家之人离开华夏 立即通知马俊飞 派人监视韩家 邱青雅依偎在柳平怀里 眉目寒春 低声呢喃 老公 我爱你 爱我吧 第二天早上 柳平早早起床 做好爱心早餐 邱青雅的脸上 仍挂着满足的红霞 像一朵正在慢慢开放的花朵 柳平坐在邱青雅的对面 痴痴地看着邱青雅 老婆 你真美 邱青雅心中甜蜜 故意白了柳平一眼 平嘴 八点不到 柳平收到孔红玉发来的信息 陶佩云住在江城市中医院 邱青雅驾车 载着柳平向江城市中医院驶去 老公 你该考驾照了 柳平点了点头 处理完这件事 去学车 抵达医院 柳平站在医院门口 拨通了孔红玉的电话 孔红玉急匆匆走了出来 小兄弟 跟我来 孔红玉领着柳平和邱青雅 走进陶佩云的病房 陶雨昕高兴地拉着邱青雅的手 姐 你来了 邱青雅看到陶雨昕眼圈发黑 心疼地摸着陶雨昕的脑袋 注意休息 柳平走到病床前 看到陶佩云的脸色略见好转 阿姨 感觉怎么样 陶佩云脸上露出笑容 感觉比昨天好多了 柳平检查过陶佩云的卖相 吃过早餐了吗 吃过了 柳平看着孔红玉 孔老 我记得还有一副药 孔红玉点了点头 护士立即跑了出去 不一会儿拎着药带回到病房 柳平接过药带 打开膝口 阿姨 把这副药喝了吧 陶佩云笑着把药喝了下去 柳平说道 青雅 你去公司吧 我今天留在这里 邱青雅拿出一张银行卡 放到柳平的手里 附在柳平的耳边 密码是六个五 吃饭你付钱 柳平笑着点了点头 叮嘱邱青雅路上小心 邱青雅又与孔红玉 陶佩云和陶雨昕打了招呼 走出病房 一个小时后 柳平再次检查陶佩云的脉相 陶雨昕激动地流出泪水 柳哥 谢谢你 柳平拿出人身 切了六片 看着陶雨昕 发现我出汗 脸色变白 放我嘴里一片 明白吗 陶雨昕正中地点点头 孔红玉吃惊地看着柳平 你要用气功治疗癌症 柳平点点头 苦笑着回应 这是我知道的唯一的办法 只是目前功力太低 只能清除一小部分癌细胞 孔红玉眼里闪过一彩 脸上写满期待 老朽看眼界了 柳平向护士招了招手 护士走到柳平身前 柳平认真地叮嘱护士 护士 如果我昏倒了 别在意 给我找个房间 让我好好睡一觉 护士认真地点了点头 嗯 交给我 柳平又写出一张药方 交给孔红玉 孔老 按照这个方子 熬治五剂 我治疗完毕 立即给阿姨服用一剂 孔红玉点点头 立即命人准备药物 柳平深吸一口气 树莓金针 快速刺进陶沛云的肝精和肾精 柳平捏住刺进肝精的金针 慢慢注入内力 阿姨 如果感觉疼痛 立即告诉我 嗯 陶沛云轻轻应了一声 柳平的双手 不断捏住扎在肝精的金针 内力金针缓慢进入陶沛云的体内 几分钟后 陶沛云的脸色微红 不由自主地呢喃 嗯 好舒服 孔红玉瞪大了眼睛 看到柳平即使放开了金针 金针仍颤动不停 只要金针即将停止震动 柳平立即捏住金针 注入内力 陶雨昕死死盯着柳平的脸 只要发现柳平出汗 立即擦去柳平脸上的汗水 把一片人参放进柳平的嘴里 四十分钟后 六片人参全部吃光 柳平感觉丹田空空如也 身体发颤 小心地收回金针 跌坐在椅子上 今天到此为止 陶雨昕扶住柳平的胳膊 眼里满是关心 平哥 你脸色太白了 再吃一片吧 柳平摇了摇头 不用了 扶我去休息 护士和陶雨昕 把柳平扶到隔壁的房间 柳平躺在病床上 发出憨声 恐红欲立即把熬好的药汁 端给陶佩云 快喝了吧 陶佩云接过药汁 一口喝下 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 柳平睁开眼睛 看到邱清雅坐在床边 老婆 你来了 几点了 邱清雅俯身亲了一下柳平的额头 晚上九点 饿了吧 我们去吃饭 老婆和邱清雅 走进陶佩云的病房 看到陶佩云睡得香甜 陶雨昕躺在陪护床上酣睡 柳平小心地检查陶佩云的脉象 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确实有效果 邱清雅又拿出一打钱 小心地放进陶雨昕的兜里 两人悄悄离开病房 两人在外面吃了一顿快餐 回到别墅 柳平想起 今天是第二天了 清雅 收到钱了吗 邱清雅顿时没开眼笑 今天收到八十亿 柳平点点头 也没在意 老婆 我要恢复体力 明天还要给陶阿姨蒸酒 你自己睡吧 补草功效 国外某栋别墅里 韩玉龙脸色阴沉地坐在沙发上 韩延庆的电话如同炸雷一样 令韩玉龙难以接受 恨不得吃了柳平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 官家肯定得到了消息 韩家再劫难逃 雇佣杀手弄死柳平也不现实 如果暗杀失败 柳平定会疯狂报复 韩家定被灭族 最主要的是 韩家账户被冻结 韩玉龙也拿不出雇佣杀手的费用 韩玉龙暗暗发誓 一定把柳平碎尸万段 征服秋青雅 柳平的内力运转几个周天 感觉运行速度略有加快 不由得心中一喜 没想到每次内力枯竭 都能使内力略有提升 是一个不错的修炼方法 柳平全力催动内力在体内运行 进入修炼状态 不知过去了多久 柳平缓缓睁开眼 呼出一口浊气 柳平修炼的是阴阳五行诀 按照鬼手神针的说法 阴阳五行诀共有九层 柳平已经突破了第三层 鬼手神针也仅仅突破了 阴阳五行诀的第六层 至于七层 八层和九层能否突破 鬼手神针也不知道 针法是鬼手三十二针 只有突破五层以后 才能全部施展 柳平目前仅能同时施展十六针 柳平感觉一下丹田状态 虽然对一晚的修炼结果满意 但仍有一丝失望 不知何时才能突破第四层 台湾看了一眼时间 天马上就要亮了 起身走进厨房 邱轻雅甜蜜地吃着爱心早餐 眼里满是浓浓情意 看着柳平身体恢复了 柳平依然像傻瓜一样 痴痴地看着邱轻雅 嘴角流出口水 老婆 你太美了 越看越美 邱轻雅看到柳平的样子 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翻了一个白眼 傻样 吃过早饭 邱轻雅又把柳平送到医院 柳平走进陶佩云的病房 顿时愣住了 孔红玉陪着三个花甲老人 坐在房间内 有说有笑 三个老人都是慈眉善目 满面红光 孔红玉站起身 向柳平招了招手 小兄弟 我给你介绍三位江城市的 姓林圣手 柳平走到三老身前 恭敬地行了一个礼 晚辈柳平见过三老 三老看到柳平没有丝毫傲气 很懂礼貌 都微笑着点了点头 范子勋 彭胜瑞 郎道如三人 都是江城市有名的中医圣手 范子勋开了一家中医诊所 普济堂 距离市中心较远 专为普通百姓治病 彭胜瑞和郎道如两人 就职于江城市医院 是中医科的顶梁柱 孔红玉 范子勋 彭胜瑞 郎道如四人 都是江城市中医学院的 客座教授 范子勋微笑着看着柳平 你是鬼手神针前辈的徒弟 我们可不敢做你的前辈 咱们平辈相称 我吃长几岁 你叫我一生老哥哥 不吃亏吧 柳平脸一红 尴尬地挠了脑脑袋 哈哈 四名姓林圣手 都开心地大笑 孔红玉站起身 认真地看着柳平 他们是来观摩针法的 如果他们三人满意 会帮你办好职业资格证 柳平正中地点点头 孔老的命令 小子岂敢不遵 定全力以赴 柳平还是先问陶沛云的感觉 再整脉 最后又开出一张药方 交给孔红玉 孔老 请过目 孔红玉四人 已经检查过陶沛云的脉象 四人看过柳平的药方 眼里露出震惊之色 孔红玉疑惑地看着柳平 这好像是一副毒药 柳平点了点头 笑着解释 确实是一副毒药 不过再加入一味毒药 不仅毒性会减弱 而且对人体无害 专门对付病毒细胞 范子勋瞪大了眼睛 脱口问道 还有这种药物 柳平把药方交给护士 马上熬药 护士结果 药方跑了出去 柳平从帆布包里 拿出一个小玻璃瓶 瓶内大约有30颗的粉末 解释道 我和师父在采药的时候 发现一种长得 像利剑一样的草药 草药本身有毒 却对人无害 最大的特点 是能改变其他毒药的属性 孔红玉疑惑地摇了摇头 我还真没听说过 柳平继续解释 本草纲目里 确实没有记载 我和师父也是偶然发现的 给他命名剑毒草 范子勋 彭胜瑞和郎道如三人 都互相看了一眼 都看到彼此眼中的惊喜 孔红玉犹豫了几秒 不好意思看着柳平 能给我们一点做试验吗 柳平知道孔红玉四人 一辈子从事中医 对药力有很深的研究 四人的目的 无非是研究药性 当然不会拒绝 点了点头 孔老 一会儿让护士 找四个干净的小玻璃瓶 你们都带点回去研究 孔红玉四人脸上露出欣喜之色 眼神也变了 像看着宝贝一样 看着柳平 柳平有切下六片人参 笑着交给陶雨昕 没忘记吧 陶雨昕认真地点了点头 柳平哥哥 我不会忘记的 柳平取出金针 消毒后扎进陶佩云的肝筋 肾筋和胃筋 内力沿着金针 进入陶佩云的体内 孔红玉已经见识过柳平的本事 没有什么反应 范子勋 彭圣锐和郎道如三人 第一次见识柳平施展真法 看到柳平的双手像幻影一样 动来动去 顿时惊呆了 虽然三人都懂得针灸 但这种神奇的手法 三人想都不敢想 陶雨昕仍然紧盯着柳平的脸 一个小时后 柳平脸色苍白地收回金针 瘫坐在椅子上 柳平的体力略有恢复 用涛耳勺从玻璃瓶里取出件毒草粉末 放进熬好的药汁里 粉末慢慢溶解 柳平示意护士 把药汁端给陶佩云 柳平看到陶佩云喝完 对孔红玉说道 孔老 明天下午给阿姨拍个片子 与先前的片子对照一下 看看治疗效果 孔红玉认真的点了点头 好 我来安排 柳平摇摇晃晃地站起身 四楼 不能陪你们了 你们自己取药粉吧 我要休息 护士和陶雨昕 又把柳平扶到隔壁的房间 柳平陷入憨睡中 孔红玉把装着粉末的玻璃瓶收了起来 真诚的目光 从其他三人的脸上扫过 我觉得我们不能要 这是治病救人的东西 放在我们手里浪费 范子勋 彭胜瑞 和郎道如三人 都郑重地点了点头 孔红玉认真的目光从三人脸上扫过 柳平的职业资格证 没问题 明天给他办 我要请他到普济堂做诊 范子勋满脸期待地说道 柳平感觉 有人拉扯自己的胳膊 慢慢睁开眼睛 看到邱清雅和马俊飞站在床边 马俊飞脸上挂着焦急 柳平 我姐夫昏迷了 第27章 效果齐家 柳平洗了一把脸 与邱清雅跟着马俊飞 抵达罗子勋的住所 罗承腿上打着厚厚的石膏 坐着轮椅 看到柳平 眼里露出恐惧的神色 马俊飞的姐姐马灵 满眼怨毒 死死地盯着柳平 柳平看了一眼马灵 脸上浮现出冰冷的笑容 我本想彻底治好罗子勋 既然你对我心存怨恨 只好对不起了 马灵顿时猛了 眼里露出恐惧之色 祈求的目光望向马俊飞 马俊飞暗暗叹了一口气 罗子勋肯定是无法站起来了 柳平脸色平静 拿出一枚金针 让马俊飞脱掉罗子勋的衣裤 金针快速在罗子勋的刺了十几下 然后退到一边 看了一眼马俊飞 罗子勋死不了 既然他们全家恨我 他只能躺着度过下半生了 我答应你 保住罗子勋的命 已经做到了 以后别去找我 我的枕金很贵的 柳平不带马俊飞说话 拉着邱青雅离开了 马俊飞很铁壁成钢地看着马灵 你们有点钱 以为可以无法无天了 如果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罗子勋必死无疑 马灵恨恨地看了一眼马俊飞 怒吼 你不是我弟弟 竟然帮着外人 罗子勋已经睁开眼睛 有气无力地说道 老婆 这件事不怪俊飞和柳平 只能怪罗成 马俊飞疲惫地坐在椅子上 我为了能保住姐夫的命 帮柳平收回了140亿现金 你这个姐姐竟然还怪我 罗子勋只是陷入假婚迷中 大脑一直清醒 瞬间明白了 如果与柳平异地而处 他也绝不会善罢甘休 自己有钱 又有一个总寻补的小舅子 忘乎所以 但在柳平眼里 屁都不是 马灵知道错怪弟弟了 急忙赔礼 弟弟 姐也是心姐 你别怪姐姐 马俊飞站起身 没有搭理马灵 冷漠地看着罗子勋 最后叫你一声姐夫 好自为之 马灵望着马俊飞落寞的背影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罗子勋无力地闭上一惊 眼角流出泪水 内心极度后悔 同时更恨自己的儿子 罗氏集团完了 坐在床边 老公 我们去求柳平吧 罗子勋苦笑着摇了摇头 没用 他给过我机会了 罗承骗了邱氏集团5000万货物 货款托了一年多未还 柳平上次告诉我 邱氏不要了 啪 马灵狠狠地扇了罗承一个耳光 眼里喷出怒火 你爸爸变成这样 你开心了 罗承只是一个花花公子 见到这种结果 彻底猛圈 内心茫然 不知该如何是好 邱青雅驾车载着柳平回到别墅 柳平第一时间进入厨房 准备晚餐 邱青雅陪在柳平身边 眼里带着疑惑之色 老公 你不怕别人治好罗子轩吗 柳平脸上一丝冷笑 这个世界上 只有师傅和自己精通五行结脉手 即使内功高手强行打通罗子轩的经脉 罗子轩即使不死 也会变成白痴 邱青雅看到柳平没有说话 转移了话题 今天几家企业董事长 实名举报韩氏集团 官家派人进驻韩氏集团 韩氏集团再劫难逃 柳平愣了一下 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 吕氏集团呢 没受影响 邱青雅笑了笑 吕氏集团与韩氏集团牵扯得太深了 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四个简单的菜 外加一个汤 邱青雅关掉餐厅的灯 点上蜡烛 温馅甜蜜 邱青雅给柳平倒了一杯白酒 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 深情地看着柳平 我没想到 上天送给我的男人如此优秀 青雅此生定不负你 柳平眼睛红了 眼角湿润 低着头深吸几口气 抬起头 郑重地看着邱青雅 认识你之前 我只有师父一个亲人 你是我的女人 哪怕我粉身碎骨 我也不会让你受到伤害 即使天塌了 也会给你撑出一片天 我相信你 两人在浪漫的气氛中 结束了温馨的晚餐 手玩手走进卧室 第二天上午 柳平出现在陶佩云的病房 孔红玉正在检查陶佩云的脉象 孔老 阿姨的情况怎么样 柳平笑着问道 孔红玉的眼里露出惊喜 连连点头 真没想到 治疗效果太好了 我马上安排检查 柳平检查过陶佩云的脉象后 有写出两张药方 交给孔红玉 孔老 请过目 孔红玉看完后 明白了柳平的意图 一张药方治疗肿瘤 一张药方温养身体 点头赞叹 老朽佩服 佩服啊 这两药方配合太妙了 极致病有养生 柳平忍不住笑了 孔老 中午服用温养身体的药物 孔红玉点了点头 明白了 柳平说道 连续服用一周 一周后根据病情 再决定是否针灸和改变药方 两个小时后 陶佩云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很多指标都向正常靠拢 特别是CT片子 显示肿瘤细胞开始萎缩 哈哈 孔红玉忍不住放声大笑 奇迹 奇迹啊 中医要创造前所未有的奇迹 陶宇心泪流满面 趴在陶佩云怀里失声痛哭 妈 你不会死了 我太高兴了 陶佩云轻轻摸着陶宇心头发 小声叮嘱 宇心 记住柳平和孔老的恩情 将来你有能力了 一定要报答他们 妈妈 我会的 陶宇心轻声回答 柳平又把剑毒草粉末 放入熬制好的药汁里 叮嘱孔红玉 孔老 千万别忘记加入剑毒草 每次放入一点点就可以 孔红玉郑重地点了点头 叮嘱护士 一定要提醒自己 柳平看着陶佩云把药汁喝光 笑了说道 阿姨 五天以后我再过来 您放心吧 用不了多久 就能健康地离开医院了 陶佩云脸色越来越好 眼睛出现光泽 点了点头 谢谢你 柳平与孔红玉打了一声招呼 赶到邱清雅的办公室 邱清雅和韦一静两人都喜笑颜开 正在商量着什么 看到柳平 韦一静立即起身给柳平泡茶 弟弟 什么时候再丢了针酒 柳平疑惑地看着韦一静 还没到一周吧 我一静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还有两天 我是怕你忘记了 提醒你一下 柳平敢想说话 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逃出手机 看到是一个陌生号码 愣了一下接通 哪位 柳先生 我是陈潇峰 中午有空吗 我想请你吃饭 听筒里传来陈潇峰激动的声音 柳平觉得陈潇峰是值得相交的人 毫不犹豫地答应 好 我和齐老虎一起去 把地址发给我 第28章 治病优先 柳平和齐老虎走进饭店包厢 中年男子坐在餐桌旁 两人相貌相似 柳平立即猜出中年人的身份 是陈潇峰的父亲陈建宏 陈潇峰立即起身打招呼 柳先生 请坐 柳平走到陈建宏身边 仔细地看了几眼 眉头皱了皱 认真的看着陈潇峰 想让我给你父亲治病 陈潇峰没想到 柳平如此直接 尴尬地点了点头 我父亲心脏不好 血绸 血脂也够 柳平点了点头 坐在陈建宏身边 陈叔 我给你检查一下 陈建宏不好意思地摆了摆手 老病了 不急于一时 先吃饭 柳平笑了笑 你不能喝酒 我们喝酒让你看着 我不习惯 陈建宏没有再推辞 把手放在餐桌上 柳平检查过陈建宏的卖相后 陈思片刻 陈叔 去你家里吧 陈雄峰脸上露出尴尬之色 本来是想在饭桌上 请求柳平给父亲治病 没想到 柳平竟然提出先治病 再吃饭 感动不已 柳先生 先吃饭吧 陈建宏也说道 柳平笑了笑 以后一起吃饭的时间 多的是 我是一个医生 治病救人 永远是第一位的 陈建宏点了点头 我认识饭店的老板 我让他把菜送到家里 柳平写出两张药方 交给齐老虎 去祭食堂买药 送到陈叔家里 有问题给我电话 齐老虎接过药方 转身走了出去 陈建宏认识齐老虎 知道齐老虎 是地下势力的很角色 没想到齐老虎 像个小跟班一样 看来传言不假 带着柳平抵达陈家别墅 客厅里坐着两个女孩子 看样子是大学生 陈宵峰把扎着马尾边的女孩 介绍给柳平 我妹妹陈宏睿 将成大学学生 今年大四 陈宏睿明媚好耻 皮肤细嫩 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柳平脸上带着笑容 冲着陈宏睿点了点头 红莲寒睿 鹿珠宁闭 名字跟你很配 陈宏睿看到柳平 穿着范丝折的休闲装 却斜跨着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帆布包 感觉很诡异 听到柳平随口说出名字的出处 顿时瞪大了眼睛 你知道我名字的出处 柳平笑着点点头 出自宋朝诗人陈南的雀桥仙 陈宏睿眼里闪过一丝诧异 脱口说道 没想到 温神竟然是个文化人 传言不识 柳平吓了一跳 愣愣地看着陈宏睿 温神 什么意思啊 陈宵峰尴尬地解释 柳先生 你以一己之力打败韩家 灭了殷书生 收了骑老虎 赚了140亿 温神是江城商界 送给您的绰号 柳平无所谓地笑了笑 随便吧 我也不会掉一块肉 陈宵峰把另一个女孩 介绍给柳平 田丽瑶 宏睿的同学 田丽瑶一头披肩长发 身材令人响入飞飞 嘴角微微翘起 向柳平点了点头 柳平拿出手机递给陈宵峰 骑老虎会打我电话 陈宵峰点头应了一声 柳平平跟着陈建宏走进卧室 说道 陈叔 你脱掉上衣 躺着即可 陈建宏一言脱掉上衣 仰躺在床上 柳平拿出金针 快速扎进陈建宏的心筋穴位 内力沿着金针 进入陈建宏的体内 温养受损的心机 陈建宏感觉几股热流进入心脏 说不出来的舒服 半个小时后 柳平收了金针 擦去脸上的汗水 喘了几口粗气 陈叔 你感觉怎么样 陈建宏站起身 谢谢你 很久没有这么舒服了 柳平脸上带着不好意思的神色 我功力太低 不能一次治愈 半个月以后 还要再针酒一次 你的病就彻底治愈了 陈建宏拉着柳平的手 走出卧室 陈洪蕊立即起身 走到陈建宏的身边 爸 你感觉怎么样 温神的医术真的很厉害 陈建宏脸上挂着怒涩 气呼呼地呵斥 死丫头 怎么说话呢 柳平是神医 不是温神 陈洪蕊缩着脑袋 尴尬地看了柳平一眼 看到柳平没有生气 暗出一口肠气 陈建宏看到餐桌上摆着韭菜 拉着柳平的说 向餐桌走去 不好意思 菜都凉了 柳平坐在椅子上 眼里带着神秘之色 现在还不能吃饭 等其老虎到了再吃 陈宵峰给柳平倒了一杯红酒 柳先生 我爸爸珍藏的红酒 近百年了 不急 柳平笑了笑 不一会儿 其老虎抵达别墅 不仅带来了熬制好的药汁 还带了四坛黄酒 陈宵峰找个砂锅 陈宵峰虽然不明所以 还是找来砂锅和酒精炉 柳平打开一袋药汁 倒进砂锅里 又把黄酒倒进砂锅 点燃酒精炉 笑着对陈建宏说道 陈叔 你每次吃饭 都要喝一锅黄酒 血绸和血脂都会恢复正常 陈建宏眼里 带着兴奋和激动之色 既结酒瘾 又能治病 我喜欢 陈宵峰脸上邪满可惜 菜凉了 我去热热 柳平扫了一眼桌子上的菜 笑着说道 还是我来吧 我可是隐藏的大厨师 陈宵峰吃惊地看着柳平 你会做饭 骑老虎眼里冒出金光 我吃过柳先生做的菜 可以说色香味俱全 柳平端着剩菜进入厨房 不一会儿 厨房里传出无法抗拒的香味 哇塞 剩菜还能这么香 陈宏脸满眼一彩 快步走进厨房 看到柳平从帆布包里 拿出一个纸包 把纸包里的粉末放进锅里 香味更加浓郁了 瞪着眼睛 看着锅里的菜 柳平 你放的什么 柳平一边翻炒 一边解释 我自己配置的香料 十几个菜 柳平全部重新翻炒一边 餐厅里弥漫着香气 陈宏蕊拉着田丽瑶 坐在陈建宏的身边 柳平看到砂锅里的黄酒已经烧开 把火调到最小 陈叔 你可以喝了 陈建宏喝了一口 笑着点点头 味道不错 0 柳平的手机响了 看到是孔红玉的号码 柳平立即接通 孔老 您找我 柳平 职业资格正办下来了 你在哪 我给你送去 孔红玉说道 你在医院吧 我让骑老虎去接你 骑老虎快步走了出去 陈建宏吃惊地看着柳平 中医胜手孔红玉 第二十九章 柳平梦想 柳平没想到孔红玉 范子勋 彭胜瑞 和郎道如四老一起来了 孔红玉向陈建宏打招呼 陈总 老朽叨扰了 陈建宏也没想到 江城四大中医圣手齐志 急忙招呼四人入座 田丽瑶走到孔红玉身边 挽着孔红玉的胳膊 孔爷爷 您来了 快请坐 孔红玉吃惊地看着田丽瑶 丽瑶 你也在 你爸爸身体好吗 田丽瑶笑着回答 我爸身体挺好的 他说 改天去看你 孔红玉看到砂锅里的黄酒 闻到浓浓的药味 疑惑地看着柳平 这是 柳平笑了笑 这是我给陈总配的药 治疗血绸和降低血脂 孔老四人眼里露出异彩 分别尝了一口 都瞪大了眼睛 这个办法真的不错 药效出人意料得好 孔红玉吃惊地说道 范子勋认真地看着柳平 小柳 能把方子给我看看吗 柳平把药方交给范子勋 范子勋仅仅看了几眼 忍不住称赞 妙啊 太妙了 配上黄酒 不仅治病 还能养生 我收藏了 孔红玉气呼呼地看着范子勋 不给我们几个看看 范子勋小心地把药方放进兜里 翻了一个白眼 不给 找柳平去 柳平急忙打圆场 孔老 彭老 王老 我一会儿写给你们 咱们先喝几杯 陈洪蕊加了一口菜 放进嘴里 忍不住瞪大的眼睛 太好吃了 柳平 你的厨艺太厉害了 文静的田丽瑶刚刚吃了几口 眼里一彩连连 控制不住香味的吸引 不顾淑女形象 吃得不亦乐乎 酒过三巡 孔红玉拿出证件递给柳平 玄壶济世了 范子勋真诚地望着柳平 柳平 我正式邀请你到普济堂坐诊 每周一天 柳平想都没想 立即点头答应 行 我一定去 彭胜瑞和郎道如互相对视了一眼 郎道如点了点头 彭胜瑞眼里带着真挚的目光 望着柳平 我代表江城医院中医科 正式邀请你 每周坐诊一天 享受专家待遇 孔红玉笑着补充 柳平 你别忘了 中医院还有一个患者呢 柳平低头沉思 几分钟后 柳平抬起头 真挚的目光 从孔红玉四人脸上扫过 四老 说实话 我想开一家诊所 恐怕安排不开 哈哈 孔红玉大笑几声 看着柳平 我们四个老头子 每人抽出一天时间 到你的诊所坐诊 怎么样 郎道如微笑着点点头 不过 如果遇到我们 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 你必须出手 柳平更大了眼睛望着四老 起身给四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谢谢四老 小子焉感不从 并不辜负四老的期待 孔红玉满意地点点头 我负责办理诊所的手续 诊所的名字呢 柳平想到了师父鬼手神针 本想用师父的绰号 想想又不妥 自己的目的是为普通人治病 脱口而出 叫平民中医诊所吧 陈建宏眼里露出赞赏的目光 心念一动 看着柳平 我在市中心有一个门面 约500平方米 赠予柳先生 柳平急忙摆手 陈总客气了 我不能要 陈建宏脸上带着笑容 真诚地看着柳平 柳平 你的年龄 与我女儿出不多 古语说得好 长者赐不能辞 你只能收下 柳平知道不能再推辞了 感激地看了陈建宏一眼 郑重地点了点头 坚毅的目光 从孔老四人脸上扫过 师父告诉我 中医示弱 我被当负重前行 闯出一片蓝天 恢复华夏古老传承的 昔日辉煌 说得好 孔红玉激动地站起身 老朽有生之年 定追随小兄弟 为中医的发展 劫心尽力 范子勋 彭胜瑞 和郎道如三人 也懂兴奋地表示 追随柳平 发展中医 陈洪蕊和田丽瑶 被柳平迷住了 此时的柳平 不仅帅气 而且身体泛起的威势 更加迷人 两人的眼里 冒出无数小星星 都歪着头 似笑非笑地看着柳平 众人边吃边聊 把所有细节问题 都确定下来 柳平看着孔红玉 孔老 药材问题 拜托你了 回头我把钱转给你 孔红玉笑着点点头 好 饭后 骑老虎把孔红玉 四人送回医院 陈潇峰拉着柳平 坐进轿车 我带你去看门面 哥 我们也要去玩 陈洪蕊不等陈潇峰同意 拉着田丽瑶 钻进轿车 坐在后座上 陈潇峰无奈地 看了柳平一眼 柳平眼里 带着落寞 真诚地说道 潇峰 我很羡慕你 有一个漂亮可爱的妹妹 陈洪蕊眼里 怎么不换一个好一点的背包 柳平没有说话 轻轻地摸着帆布包 脑海中浮现出师父的身影 师父的声音回响在耳边 小子 师父只有一个背包 和一盒金针 以后都是你的了 陈洪蕊看到柳平表情落寞 明白帆布包 对于柳平有特殊的意义 只得转移话题 柳平 你真是秋青雅的未婚夫 柳平愣了一下 疑惑地看着陈洪蕊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 陈洪蕊眼里 闪过一丝失落 坐在后座上低头不语 田丽瑶诧异地看了陈洪蕊一眼 直到闺蜜春心懵动 被柳平迷住了 不由地暗叹了一口气 门面正对着街道 门前还有一个小型停车场 柳平相当满意 不停地感谢 看着陈洪蕊 萧蕊 你比我大几岁 以后我们兄弟相称吧 求之不得 陈洪蕊高兴地点了点头 附近有一家茶馆 我们去喝茶 柳平看了一眼时间 点头同意 陈洪蕊不等陈潇峰询问 立即表态 我们也去 正是上班时间 茶馆里的人不多 一名身着古装 黑纱蒙面的女子 坐在大厅里弹奏古琴 悠扬的琴声在大厅里回荡 陈潇峰点了一壶龙井茶 这里的环境很好 我和朋友们经常来 柳平也很喜欢这里的环境 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享受音乐带来的宁静 柳平 你的诊所不以赚钱为目的吧 陈潇峰试探着问道 柳平点点头 我的目的很简单 治病救人 提升医术 发展中医 陈潇峰暗暗点头 沉默了几秒 柳平 要想发展中医 仅凭你一个人是不行的 你需要一群朋友 不仅需要孔老等人的支持 还需要能赚钱的朋友 柳平明白陈潇峰的话外音 知道发展中医任重道远 绝不会一蹴而就 期待的目光落在陈潇峰的脸上 陈哥 你有什么好想法 我给你介绍几个值得信任的朋友 陈潇峰开始拨打电话 第30章 秦潇峰暗暗不一会儿 一名身穿藕合色长裙的女子 走进茶馆 陈潇峰起身招呼 静姐 这里 柳平看到女子披着一个大披肩 脸色微白 不由地皱了皱眉 眼里露出吃惊的神色 陈潇峰拉着柳平 笑着介绍两人认识 柳平 这是蓝静贤 咸雅酒吧和咸雅会所的真正老板 叫静姐吧 柳平点点头 脱口出 咸静犹如花罩水 行动好比风拂柳 这名字 倒是和你的身体相配 蓝静贤眼里露出惊讶的神色 没想到威名赫赫的温神 竟然还是一个大才子 都说你医术通神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你看出 我身体的问题了 柳平点点头 指着椅子 静姐 请坐 咱们慢慢聊 喝了一口茶 满眼期待地望着柳平 有办法治愈吗 柳平点点头 有摇了摇头 三年或者五年后 我能彻底治愈 但我现在无法做到 唉 蓝静贤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眼里写满绝望 算了 我已经不包任何希望了 柳平笑着看着蓝静贤 静姐 虽然我无法治愈 但我没说帮不上你啊 蓝静贤心中一喜 重新燃起希望 妩媚的眼神落在柳平的脸上 似怪飞怪看着柳平 臭小子 你敢戏弄姐姐 一笑倾城 再笑倾国 柳平顿时呆住了 脱口而出 静姐 你的笑容真好看 我一定想办法治愈你的疾病 蓝静贤的脸上出现血色 两朵红红霞飞上脸颊 看到柳平的毅力 没有一丝邪念 有得的知识真诚和欣赏 心里的一丝怒气 瞬间消散了 故意怒气冲冲地瞪着柳平 臭小子 嘴挺甜 怪不得能赢得邱青雅的芳心 陈潇峰愣住了 蓝静贤是江城市有名的戴刺玫瑰 很多家族的弟子 都想一清方泽 都被蓝静贤收拾得服服贴贴 柳平竟敢当众戏弄蓝静贤 令陈潇峰吃惊的是 蓝静贤仿佛并没有生气 静姐 你已经过了25岁了吧 我能让你的病 延缓三年发作 柳平的话还没有说完 脸上露出尴尬之色 蓝静贤愣了一下 吃惊地望着柳平 怎么不说了 柳平不好意思地挠着脑袋 急忙转移话题 静姐 终于给你针酒过 服用过很多名贵药材 否则 你现在已经卧床不起了 蓝静贤表情凝重 认真地点了点头 猛然间明白了 柳平表情尴尬的原因 针酒的时候 需要脱掉衣服 面对柳平 蓝静贤的脸更红了 美好气地白了柳平一眼 低头喝了一口茶 萧峰 什么贵客 如此隆重 一声洪亮的声音 打断了尴尬的气氛 陈潇峰起身招呼 盛峰 高齐立 快过来坐 盛峰仔细打量柳平几眼 让我猜猜 范思哲 翻不包 这位是威名赫赫的温神柳平 陈潇峰点点头 又把盛峰和高齐立 介绍给柳平 盛峰是盛氏集团太子 高齐立是高氏集团的太子 两人都是豪爽的汉子 盛峰恭敬地看着蓝贤静 静姐 我有一段时间没去会所了 晚上我做东 去你的会所吃饭 陈洪蕊高兴地提议 必须柳平下厨 柳平是厨艺绝了 蓝贤静眼里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盯着柳平仔细端向 没想到堂堂神医 竟然还是一个厨子 邓 琴声突然断了一下 柳平随手从帆布包里拿出铜销 悠扬绵长的销声在大厅里回荡 曲子正是蒙面女子弹奏的广灵伞 蒙面女子浑身一震 琴声随即跟上 委婉的琴声伴随着悠扬刚健的销声 即像一对情侣在绵绵细语 又像一对鸳鸦在水中嬉戏 蓝贤静和陈洪蕊的人都被情消之声吸引了 眼里露出神望的之色 异曲结束 古琴没有传出停顿之色 蒙面女子起身走到柳平身边 给柳平行了一个万福礼 云青岩谢谢先生的指点 令我顿悟 可否再合奏一曲百鸟嘲讽 云青岩的声音委婉清零 令人不忍拒绝 柳平起身还礼 云青岩身材娇美 一身古装更显得清新淡雅 脱口称赞有美艺人宛如青阳 言子巧笑 和媚心肠 柳平的眼里露出期待之色 要是明媚好耻 再配上一双凤幕 那就完美了 云青岩心中一阵 深思一理 柔美的声音钻入柳平的耳中 先生大雅 不仅说出了我名字的出处 还能从名字看出 我的长相 小女子佩服 蓝贤静再次震惊了 云青岩绰号秦仙子 对男人从来不假词色 没想到对柳平的态度 确实极其恭敬 好奇的目光再次落在柳平的脸上 云姑娘 可以开始了 柳平边说边走到古琴旁 云青岩安坐在椅子上 向柳平点了点头 委婉的情声再次响起 柳平深吸了一口气 消声尾随而出 情声委婉 消声浑厚 情声雀跃 消声悠扬 一阴一阳 一高一低 勾画出一幅完美的画面 仿佛白鸟围着凤凰翩翩起舞 动 情声消失 消声终止 大厅里寂静无声 所有人都沉浸在情声 和消声勾勒的画面中 几分钟后 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茶馆老板鲁鹏岩 拿着两盒茶叶 走到柳平和云青岩身前 这是我收藏的新茶 感谢二位的天籁之音 特赠于二位 以后二位是天然居的贵客 纵身免费 柳平不好意思地看着鲁鹏岩 老板 你太客气了 云青岩接过茶叶 把一盒茶叶放在柳平的手里 先生大才 当得起这盒茶叶 哈哈 鲁鹏岩大笑几声 拍了帕柳平的肩膀 小兄弟 希望常来 我定会亲自为小兄弟煮茶 云青岩与柳平 交换了联系方式 云青岩面对着柳平 真诚地发出邀请 柳先生 希望能在情房看到你 我扫踏一带 柳平郑重地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笑容 一定去 小女子会亲自煮茶 以谢今日之词 云青岩像一只天鹅一样 慢慢飘出茶馆 柳平回到座位上 蓝贤静好奇地看着柳平 厉害啊 景平一曲白鸟嘲讽 就应得了情仙子的青睐 真让人羡慕 柳平喝了一口茶 脸上露出尴尬之色 我听出情声的瑕疵 一时兴起 顺势引导 令其有所突破 第31章 投资设想 众人边喝茶边聊天 陈潇峰把柳平的想法讲了出来 蓝贤静沉思片刻 认真地看着柳平 仅有一个邱家还不够 你必须拥有完整的产业链 柳平疑惑地看着蓝静贤 产业链 我不懂 请静节解惑 蓝静贤深吸一口气 发展中医 需要中医人才 必须有人才培训基地 治病救人 需要药材 最可靠的办法 是你自己建一个药材种植基地 还要拥有一家中药加工厂 柳平知道蓝贤静的话不错 苦笑着点了点头 低头不语 高齐立拍了拍柳平的肩膀 兄弟 别担心 发展中医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 慢慢来 陈潇峰不好意思地看着柳平 柳平 你医术高超 肯定掌握很多治病救人的药方 能不能在流水线上量产 蓝贤静眼里闪过一彩 似笑非笑地看着柳平 有没有美容养颜的药方 柳平点点头 我能配置十几种美容养颜的药方 可以根据你身体的具体情况 配置属于你的专用美容药物 蓝贤静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柳平 你配置几种通用的美容药物 姐负责销售 赚钱以后 再搞药材种植 柳平愣愣地看着蓝贤静 静姐 说说你的要求 蓝贤静白了柳平一眼 美好气地训斥柳平 你是怎么赢得邱青雅芳心的 不知道女人都喜欢化妆品吗 柳平尴尬地挠了脑脑袋 我给她配置了一瓶美容药膏 不知道她又没用 蓝贤静满眼一彩 盯着柳平 能量产吗 柳平无奈摇头 原料都是名贵药材 我也仅配出了一小瓶 不可能量产 盛丰满眼疑惑 柳平 不能用普通药材吗 美容效果明显 就可以销售 普通药材 柳平的眼里闪过一丝金光 脸上露出笑容 可以用普通药材配置 不如名贵药材配置的药膏效果好 但绝对效果明显 蓝贤静略意沉思 认真地看着柳平 你先配置几瓶美白的化妆品 我找人试试效果 行 柳平点头答应 陈潇峰真诚的目光从众人的脸上扫过 我觉得先把公司注册下来 静姐 盛丰 齐烈 你们要不要入股 蓝贤静闭眼迎波 一彩连连 微笑着陈潇峰 说说你的想法 陈潇峰语气真诚 柳平用药方入股 占公司的五成股份 我们四人各出两亿五千万 各占百分之十二股份 其余两个点用来奖励有特殊贡献的员工 柳平没想到 陈潇峰提出这样的建议 自己不仅不出钱 还要拥有公司五成股份 顿时吓住了 慌忙挥手拒绝 不行 太多了 给我一成股份足够了 蓝贤静眼神越发明亮 秀目闪闪 柳平悬壶济世 不畏钱财 在蓝贤静心中的形象越发高大 蓝贤静微笑着望着柳平 柳平 你不能拒绝 对你来说 一张药方不算什么 但对我们来说 是天上的馅饼 说实话 给你五成确实少了 一张能养活百人的大厂药方 价值无法估量 陈洪蕊撇撇了嘴 瞪了柳平一眼 真笨 给钱都不要 柳平看到几个人 都瞪着眼睛看着自己 指得投降 行 我占五成股份 出二十亿资金 陈洪蕊眼里再次冒出小猩猩 盯着柳平惊呼 哇塞 你太有钱了 随便就能拿出二十亿 高齐力撇了撇嘴 羡慕地扫了柳平一眼 洪蕊 你还不知道吧 柳平只用了三天时间 就弄到了二百多亿 陈洪蕊愣愣地惊叫一声 抢钱啊 赚得这么快 蓝贤静笑着点点头 你还真猜对了 柳平就是抢钱 而且抢的都是大集团公司 陈洪蕊没想到一语中递 不好意思瞄了柳平一眼 盛风表情名重 韩家的骨干都被抓了 吕家也出事了 韩延庆和吕向荣 被上面的人带走了 官方有不少人 与韩吕两家关系密切 肯定会为难我们 蓝贤静冷笑几声 有人想死 我不介意出手成全 柳平的目光伶俐 敢以全谋私 我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收拾 蓝贤静眼里闪过一丝忧虑 看着柳平 语气犹豫 柳平 薛家很神秘 是帝都某个豪门在江城的代言人 你打伤了薛浩然 帝都的家族很可能会出手 柳平平静地点点头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我等着 众人又闲聊了一会儿 晚餐时间快到了 蓝贤静提议 一起去会所吃饭 柳平刚想拒绝 意外接到马俊飞的电话 柳平问道 马总寻布 你找我 马俊飞开门见山 柳平 你在哪 晚上一起吃饭 有人想见你 马俊飞的地位不凡 在江城市内 能命令马俊飞电话的人 两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柳平隐隐猜出对方身份 直接答应 柳平眼里满含歉意 看着蓝贤静 静姐 不能陪你们了 你什么时候去会所 姐姐还等着你治病吗 蓝贤静想到 即将面对的尴尬情景 红霞飞上脸颊 柳平与蓝贤静交换了联系方式 静姐 明天上午我给你电话 蓝贤静点点头 满眼妩媚 四撑四娇看着柳平 要是不给我打电话 有你好看 一定 柳平离开茶馆 给邱青雅带了一个电话 乘坐出租车 赶到约定的饭店 直接走进预定的包厢 马俊飞配着一名中年男子 喝茶聊天 中年男子相貌端正 目光锐利 身上泛起上位者的气势 马俊峰站起身 对柳平招了招手 柳平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江城市市守田财汉 这次的事情 田市守承受了巨大压力 你要陪田市守多喝几杯 柳平急忙给田财汉行礼 晚辈柳平 扣见田市守 田财汉看到柳平指晚辈之礼 态度不亢不卑 心中暗赞 是个可诉之才 田财汉指着身边的椅子 向柳平招了招手 坐我身边 韭菜很快送进包厢 三人边喝边聊 田财汉语气沉重 柳平 这次的事情不简单 惊动了上面领导 相关部门经过分析 得出结论 邱家应该有重要的东西 比如文物 柳平愣了一下 暗暗决定 找机会问问邱老爷子 上面的意思是 如果邱家有文物 最好上交国家 放在邱家太危险了 国外的财团 绝不会轻易放弃 田财汉说出 死刑的真正目的 柳平沉思片刻 郑重地表明态度 田是手 改天我问问邱老爷子 如果真有重要的东西 我一定劝说老爷子 把东西上交给国家 第32章 帝都舞者 田财汉微笑着看着柳平 我听说你的医术不错 看看 我有什么毛病 柳平已经基本看清了 田财汉的身体情况 平静地点了点头 我摸一下您的脉 几分钟后 柳平抬起手 认真的看着田财汉 田是手 你身上的小毛病不少 是隐时不规律造成的 田财汉暗暗赞叹 孔红玉也是这么说 脸上露出喜色 满眼期待地看着柳平 能痊愈吗 柳平点点头 不难 针酒两次 服用一周中药 即可痊愈 以后必须注意饮食起居 田财汉高兴地看着柳平 我很期待 柳平不还意思地挠了脑脑袋 尴尬地看着田财汉 今天喝酒了 不敢下针 周末您休息 我去您家里 好 田财汉点头同意 马俊飞看二人的话题已经结束 看着柳平 刘老弟 很多寻补都有老伤 什么时候给他们治疗 柳平想了想 回答我准备开一家诊所 正在办手续 一个月后吧 田财汉眼里露出赞赏之色 小柳 遇到困难 直接给我打电话 谢谢田师手 柳平急忙感谢 晚上八点 三人离开饭店 柳平刚坐上出租车 手机铃声响了 看到是一个陌生号码 接通后问道 哪位 柳平 我在西郊的树林里等你 如果你不敢来 邱家必然灭亡 对方说完挂断了电话 柳平眼神越发灵厉 无论是韩家派来的 还是薛家派来的 都让他们有来无回 出租车直奔西郊 柳平右手握着铜箫 左手握着几枚银针 小心走进树林 感应到前方传来淡淡的杀气 柳平慢慢走了过去 一个黑色人影 渐渐映入柳平的眼帘 天太黑 看不清对方的长相 黑色人影慢慢走到柳平身前 是个人物 竟敢孤身前来 柳平逐渐看清前方的人影 是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你是韩家 还是薛家派来的 男子眼里露出诧异的神色 若有所思地看着柳平 没想到你能猜出我的身份 停了几秒 男子冷笑几声 眼里伸出凌厉的寒光 身上泛起浓浓的杀气 听说你心狠手辣 但我不会杀你 我受人之托 费了你的功夫 柳平深吸一口气 内力在经脉内快速运行 磅礴的气势四处弥漫 内力外放 你是真正的先天舞者 中年男子失声惊呼 眼里露出恐惧之色 如此年轻的先天舞者 整个华夏也不多见 柳平抬起通宵指着男子 语气冰冷 我这个人很记仇 想杀我的人 我必杀他 想费我的任务功夫的人 我必费他 中年男子还没有打通任督二脉 是后天巅峰舞者 心声退役 但又有极其不甘 柳平凌厉地目光 向梁炳利剑 直刺中年男子的胸膛 动手吧 如果我先出手 你没有丝毫机会 好恐怖的气势 男子深吸了一口气 拔出匕首 咬牙扑向柳平 让我领教领教先天舞者的本事 柳平怒吓一声 纵身跃起 童霄化作一道黑影 迎头击向男子的匕首 当 童霄砸在匕首上 男子蹬蹬后退几步 恐惧地望着柳平 你是先天中妻 先天出妻 对付你足够了 柳平话音未落 童霄点向男子的咽喉 男子急忙挥动匕首抵挡 两人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十招不到 柳平的童霄 连续砸碎男子的双肩 男在惨叫着摔倒在地 是薛家派来的吧 想给薛浩然报仇 中年男子眼里露出怨毒 狠狠地盯着柳平 小子 你知道你得罪的势力多么强大吗 邱家不会有好下场 你也会死无全尸 是吗 我等着 但你是看不到了 柳平脸上露出斜斜的冷笑 中年男子恐惧地望着柳平 你敢杀我 我不会杀你 只会把你弄成白痴 然后交给寻补 柳平拿出金针 在中年男子身上和头顶刺了十几下 中年男子口吐白沫 双眼发直 抽搐几下 昏迷过去 柳平沉思片刻 拨通了马俊飞的电话 马总寻补 我又抓到一个人 你要不要 马俊飞愣了一下 刚分开不到一个小时 柳平竟然又抓到人了 还真是妖念 你在哪 西郊树林 你在哪等着 我命人赶过去 马俊飞挂断电话后 通知苏维赫带人赶往西郊树林 苏维赫和江雅林 带着十几个寻补 抵达西郊树林 江雅林每次看到柳平 都会产生一股无名之火 意图出言训斥 苏维赫严厉的声音传了过来 雅林把人带走 王八蛋 早晚收拾你 江雅林心中暗骂 瞪了一眼柳平 命人把昏迷的中年男子拖走 苏维赫走到柳平身边 低声询问 什么情况 柳平表情凝重 既然帝都的大家族 插手了 未来将会面对更多的挑战 必须尽快提升实力 看了一眼苏维赫 薛家派来的 想费我功夫 苏维赫知道此事绝不简单 郑重地点了点头 我一定严加审讯 有消息通知你 柳平摇了摇头 冷笑几声 不用审了 此人已经被我弄成白痴 你利用内部网络 想办法查出 此人属于那个大家族 苏维赫吓了一跳 柳平一如既往地出手狠辣 点了点头 走吧 我送你回去 邱青雅坐在别墅客厅里看电视 看到柳平进门 脸上露出笑容 回来了 陪我看电视 柳平坐在邱青雅的身边 你必须答应我 邱青雅感觉柳平语气沉重 疑惑地望着柳平 什么事 柳平深邃的目光落在邱青雅的脸上 以后我接送你上下班 无论是商业谈判 还是各种活动 如果我不在 你绝不能参加 邱青雅感觉柳平语气不对 出什么事了 柳平知道无法隐瞒邱青雅 选择了实话实说 帝都的大家族插手了 我担心你受到伤害 韩家的背后势力 邱青雅问道 柳平摇摇头 是薛家的背后势力派来的 薛家是帝都某个大家族的代言人 邱青雅沉思片刻 我答应你 柳平暗叹了一口气 不仅自己实力太弱 需要提升 还要拥有自己的实力 必须尽快把其老虎扶植起来 暗中保护邱青雅 第33章 咸雅会所将成希尔顿酒店的高级套房 一名脸色阴沉的年轻人 坐在沙发上 轻轻摇动杯里的红酒 眼里露出担忧之色 黄老 屈叔不会失手吧 一名60岁左右的老者 斜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慢慢睁开眼睛 应该不会 屈浩天是后天巅峰舞者 柳平毕竟是一个年轻人 屈浩天不可能失败 年轻人眼里的屈叔 也就是屈浩天 正是被柳平弄成白痴的中年男子 年轻人脸上的忧虑丝毫不减 摇了摇头 我重感觉不对劲 如果不出意外 屈叔应该回来了 黄老知道年轻人的花不错 眼里闪过一丝担忧 再等等 如果天亮之前没有消息 我们立即返回帝都 年轻人点了点头 掏出手机拨通一个号码 问道 柳平有什么消息 我刚刚得到消息 柳平回到别墅了 年轻人顿时瞪大眼睛 蹭得一声站了起来 知道柳平安全回家意味着什么 屈浩天失败了 非死即伤 目光阴沉地望着黄老 屈叔失败了 黄老眼里闪过一丝惊诧 没想到柳平还有点真本事 明天我去会会他 年轻人沉思片刻 眼里露出一丝狠辣 脸上露出阴狠的神色 黄老 如果不能收服他 要么废了他 要么杀了他 黄老点了点头 我知道怎么做 柳平哄睡了邱青雅 起身走到客厅 盘膝坐在椅子上 运功调膝 天刚亮 柳平做好爱心早餐 看到邱青雅吃得开心 心里涌起一股 无法言喻的甜蜜和安宁 邱青雅已经习惯了 柳平的诸葛表情 你上午有什么事 柳平像一个傻子一样 呆呆地望着邱青雅 先去医院看看陶阿姨 再去给一个人治病 下午去找齐老虎 邱青雅点点头 提醒柳平 别忘了韦姐 今天要给她针灸 你跟韦姐说一声 如果我上午有时间 去你办公室给她针灸 否则 下晚班后去她家 柳平把邱青雅送到单位 赶到医院 直接走进陶佩云的病房 恐红欲一直关注 陶佩云的恢复情况 看到柳平 立即把CT片子交给柳平 治疗效果出人意料 小兄弟 你要创造奇迹了 柳平看完片子 又检查过陶佩云的脉象 写出一张新的药方 交给恐红欲 恐老用这张新的药方 恐红欲脸上楼疑惑之色 调理身体的药方 不能治病啊 柳平点点头 认真解释 陶阿姨的身体太弱 只能一边治疗 一边调理身体 否则 会伤及脏气 恐红欲恍然大悟 脸上露出惊喜 我一直担心药物伤及脏气 你这个方法好 是要三分读 治疗肿瘤 不能着急 柳平认真地解释 柳平离开医院 回到邱青雅的办公室 有休息室吗 邱青雅点点头 我让韦姐过来 一个小时后 柳平和韦一静走出休息室 柳平写出一张药方 递给韦一静 按照这个房子服药 早中晚饭后各一次 连续服用一周 韦一静小心地收起药方 脸如红纸 低着头 声音比蚊子大不了多少 我还能要孩子吗 柳平愣了一下 吃惊地看着韦一静 韦姐 你没孩子 韦一静满眼痛苦 我身体的原因 无法怀孕 柳平认真地看着韦一静 韦姐 我保证让你当妈妈 无论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我都有办法 即使你想要龙凤胎 也不是不可能 韦一静激动地流出眼泪 满眼期待 我爱人很喜欢孩子 虽然从没跟我说过 我知道她很痛苦 如果我能顺利地成为妈妈 我此生全力辅佐清雅妹妹 邱青雅挽着韦一静的胳膊 韦姐 我相信柳平 你一定会成为母亲的 柳平看着邱青雅 我去给人治病 如果有事打不通我的电话 不许离开公司 邱青雅心里喜欢柳平的霸道 脸一红 微微点了点头 柳平离开秋市大厦 先生通知齐老虎来秋市大厦 然后拨通了蓝贤静的电话 静姐 把会所的地址发给我 我现在过去 不一会儿 柳平收到地址会所地址 齐老虎接上柳平 直接赶到咸雅会所 柳平没想到 蓝贤静竟然站在会所门口迎接自己 急忙说道 静姐 你身体不好 快进屋 蓝贤静脸上挂着妩媚的笑容 看着柳平 弟弟不错 不仅嘴甜 心眼也不错 柳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与其老虎跟着蓝贤静走进会所 蓝贤静随手找来一名服务员 指着其老虎 他的消费都算在我的账上 其老虎知道 咸雅会所是江城市年轻一带聚集的地方 会所老板是一个神秘人物 背景深厚 南区的大混混 曾经企图染指咸雅会所 被一个神秘人物打断了双腿 自此以后 咸雅会所成为混混的禁区 其老虎没想到 自己能在咸雅会所消费 而且还是别人请客 尴尬地望着柳平 柳平把自己的手机递给其老虎 不用担心 静姐是会所的老板 如果我一直不出来 你带人把清雅送回邱家老宅 其老虎收起柳平的手机 恭敬地回答 是 请柳先生放心 柳平跟着蓝贤静 走进一个隐秘的房间 房间里弥漫着淡淡的香气 粉红色的墙壁更显得温馨 蓝贤静调皮地看了眼柳平 这是我平时休息的地方 你是第一个进入房间的男人 是不是想入非非了 柳平脸一红 尴尬地挠着头发 静姐 你就不要戏弄我了 蓝贤静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柳平 就想戏弄几句 看到柳平尴尬得手足无措的样子 感觉特别有意思 美目在柳平脸上扫来扫去 柳平脸色一正 看着蓝贤静 静姐 给我准备点吃的 半个小时以后开始治疗 找一个信得过的闺蜜 我需要一个人帮忙 蓝贤静知道 柳平不是开玩笑 点头离开 不一会儿 端着四菜一汤回到房间 快吃吧 柳平狼吞虎咽的吃光所有事物 拿起小刀 切了十几片人参 放在盘子里 年份人参 蓝贤静顿时瞪大了眼睛 没想到为了给自己治病 柳平竟然拿出了如此贵重的东西 心中意暖 够吗 我有一株五十年份的人参 柳平笑了笑 你找的人呢 是四张 先天断卖 蓝贤静把碗筷收拾干净 带着一个中年女人走进房间 康仪 我最亲的人 柳平看了一眼 眼里露出惊喜 康仪 您是先天舞者 康仪没想到 柳平能看出自己的实力 吃惊地看着柳平 小伙子 你也是先天舞者 柳平脸一红 不好意思地挠了脑脑袋 先天出气 康仪 如果我历劫了 请帮助我 康仪疑惑地看着柳平 我该怎么做 把内力输入到你体内吗 柳平认真的点了点头 扭头看着蓝贤静 静姐 你脱去衣裤 躺在床上 蓝贤静脸红如纸 仿佛要滴出血来 狠狠地白了柳平一眼 闭着眼睛 脱去衣裤 躺在床上 康仪眼里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目光在柳平和蓝贤静的脸上 扫来扫去 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 柳平把人参片递给康仪 康仪 如果我历劫 你把人参片放进我嘴里 康仪是先天舞者 虽然不懂医术 但也能想到柳平的做法 微笑着点了点头 柳平看到蓝贤静 毫无瑕疵的身体 喉咙发干 火气上涌 深吸了几口气 内力在体内快速运转 头脑逐渐清明 语气低沉 静姐 你是先天寒体 经脉断裂 我现在只能帮你接续心脉 肝脉和肾脉 保你五年内安全无恙 待我实力提升 再接续其他经脉 蓝贤静睁睁开眼睛 满眼情意 柳平 且相信你 柳平满眼真诚 认真的看着蓝贤静 接脉过程很疼 我要封闭你的感知 姐姐一切听你的 蓝贤静说完 再次闭上眼睛 柳平伸出手指 在蓝贤静的身上点了几下 蓝贤静陷入昏睡中 康仪眼里再次露出惊诧 一彩连连 柳平拿出全部惊针 消毒后 快速刺进蓝贤静的心惊 肝惊和肾惊 柳平的双手 如同穿花影蝶一样 捏住刺进心惊的金针 内力疯狂涌入蓝贤静的体内 接续蓝贤静断裂的心脉 虽然蓝贤静已经陷入昏睡中 但剧痛令蓝贤静的身体不时抖动 康仪看到柳平脸色逐渐变白 冒出痘大汗珠 立即拿起两片人参 放进柳平的嘴里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十多片人参 全部进入柳平的肚子里 蓝贤静的肾惊 还有三个穴位没有打通 柳平脸色越发苍白 浑身抖动 扭头看了一眼康仪 康仪 助我一臂之力 康仪毫不犹豫地抬起手臂 放在柳平后背的灵台穴上 内力涌入柳平的体内 啊 几分钟后 柳平大喊一声 喷出一口鲜血 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康仪知道柳平脱力了 没有大碍 检查过蓝贤静的脉相后 脸上露出笑容 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 柳平睁开眼睛 挣扎着站起身 走到蓝贤静身边 小心地取下金针 在蓝贤静的身上点了几下 蓝贤静慢慢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柳平苍白的脸 红着脸感谢 谢谢 静姐 五年内 你是安全的 我好累 要休息一会 柳平话音未落 趴在床上 再次进入梦乡 蓝贤静感觉浑身轻松 穿好衣服 迷茫地看着柳平 心中暗道 你看光了姐姐 让姐姐以后如何面对你 康义爱怜地摸着蓝贤静的头发 贤静 你喜欢这小子 蓝贤静的脸色发红 低着头 声音像蚊子一样 康义 你也嘲笑我 康义会心地笑了 你是我带大的 你心里想什么 我能不清楚 蓝贤静脸上挂着失望的神色 她的未婚妻是秋青亚 康义瞪了蓝贤静一眼 傻丫头 柳平此生定不平凡 且眉目寒春 招惹的女人肯定少不了 该怎么做你自己决定 蓝贤静的脸像红纸一眼 仿佛要滴出血来 我比她大好几岁呢 康义笑了笑 没有说话 转身走了出去 蓝贤静坐在床边 眼里带着复杂的神色 静静地看着柳平 不知不觉 到了下晚班的时间 蓝贤静叮嘱齐老虎 一定要把秋青亚 安全送到秋家老宅 齐老虎眼神无比坚定 点点头离开会所 蓝贤静回到房间 满眼妩媚 看着仍在酣睡的柳平 低声自语 小混蛋 一个女孩推门走了进来 静姐该吃晚饭了 蓝贤静看了一眼手表 语气平淡 小雅把饭菜送过来 女孩转身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 端着饭菜走进房间 晚上八点刚过 小雅再次走进房间 静姐会所来了两个男子 一老一少 点名要见会所老板 蓝贤静满眼疑惑 看着小雅 什么事 小雅摇摇头 他们没说 只说要见会所老板 蓝贤静整理一下衣装 看了一眼仍在酣睡的柳平 脉步走出房间 直接走到一楼大厅 看到一老一少两名男子 悠闲地喝酒聊天 蓝贤静走到两人身边 看着年轻的男子 我是会所的老板 你们找我什么事 年轻男子眼睛一亮 放下酒杯 没想到江城这个小地方 竟然有如此美女 老子这次没白来 蓝贤静眼里露出厌烦之色 滚 老娘这里不欢迎你 年轻男子愣了一下 脸上露出邪恶的笑容 轻略的目光落在蓝贤静的脸上 你确定 我姓江 来自帝多 蓝贤静眼里闪过一丝阴霾 冷冷地盯着姓江的年轻人 你就是江家那个一肚子坏水 吃人不涂骨头的浑蛋江宇成 江姓年轻人脸色铁青 凶狠的目光盯在蓝贤静 指着蓝贤静 黄老 废了他 黄老刚刚站起身 一个中年女人出现在蓝贤静身边 康姨脸上露出嘲讽的神色 黄一诚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是不是忘记疼了 黄一诚吃惊地望着康姨 身体微微抖动 你是康涵妮 康姨比试地看着黄一诚 你还没老糊涂 谁给你的胆子 赶来小姐的会所搞事 黄一诚愣愣地看着蓝贤静 你是蓝家那个病丫头 蓝贤静语气冰冷地回应 我是病丫头 也不是你能惹得起的 江宇成没想到 咸雅会所的老板 是蓝家之人 站起身看着蓝贤静 蓝小姐 我来这里是为了柳平 我知道她在这里 找我 是给我来送钱吗 蓝贤静还没来得及会话 柳平的声音传入耳中 第三十五章 在用毒药 柳平悠闲地走到江宇成身前 鄙视地看着江宇成 帝都江家的少爷 很牛吗 啪 柳平的话音未落 手掌狠狠地扇在江宇成的脸上 破 江宇成喷出一口鲜血 两颗大牙飞了出来 不仅黄一诚没想到柳平会动手 康涵你也愣住了 柳平胆子也太大了吧 竟敢招惹帝都江家 蓝贤静满眼一彩 不错眼珠盯着柳平 柳平指着黄一诚 鄙视地看着江宇成 靠着一个垃圾先天舞者 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黄一诚瞪着眼睛盯着柳平 心潮起伏 柳平能一眼看出自己的实力 定是先天舞者 江宇成吐出一口血水 目露凶光 恶狠狠地盯着柳平 小子 蓝家不会照顾你一辈子的 柳平脸上露出冰冷的笑容 突然抬手左手 捏住江宇成的脖子 混蛋 住手 黄一诚怒吼一声 挥起右掌拍向柳平 不好 康寒妮暗叫一声 双脚一顿 挥拳砸向黄一诚 碰 柳平的右掌 与黄一诚的右掌撞在一起 一股白眼四处弥漫 柳平脸色惨白 捏着江宇成的脖子 后退了几步 鄙视地看着黄一诚 先天中气 也不怎么样吗 黄一诚来不及闪避 急忙挥拳迎向康寒妮的拳头 碰 黄一诚倒飞出四五米 摔倒在地 柳平出声阻止康寒妮 康怡 不用管他 他废了 你 黄一诚满眼恐惧 瞪着眼睛望着柳平 你竟然用毒 扑通 黄一诚摔倒在地 口吐白沫 身体不停地抽搐 江宇成知道踢在铁板上了 蓝家不是江家能够对付的 柳平又善于用毒 此行凶多吉少 柳平眼里露出嘲讽之色 看着江宇成 我喜欢收拾你们这些的少爷 随着话音 柳平的右手拿出一个纸包 纸包里的粉末全部倒进江宇成的嘴里 江宇成眼里露出极度恐惧之色 你 你给我吃的是什么 柳平脸上露出斜斜的笑容 你每天会去二十次厕所 七七十九天以后 长穿肚烂而死 江宇成近乎疯狂 双眼通红 吏声嘶吼 柳平 你等着江家的报复吧 柳平拍了拍江宇成的脸蛋 我也是先天无者 你觉得我容易死吗 只要我活着 江家有几个人能抗住我的毒药 江宇成哑口无言 恐惧地望着柳平 康寒妮眼里露出赞赏之色 内心暗赞 柳平毫不畏惧 杀法果断 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配得上蓝贤静 蓝贤静眼里一彩不断 这个小男人确实与众不同 柳平扭头看着蓝贤静 静姐 麻烦你给江家打个电话 让他们来赎人 两个人的赎金一百亿 少一分都不行 一百亿 蓝贤静吓了一跳 担心地看着柳平 臭小子 江家会疯狂地 定会不择手段地报复你 柳平脸上浮现出怪异的笑容 江家疯狂又能怎么样 我等着江家的报复 蓝贤静犹豫片刻 看着江宇晨 语气冰冷 江宇晨 这是你自找的 给江家家主打电话 江宇晨腹痛如脚 脸上冒出痘大的汗珠 咬牙拨通了江家家主 江灿的电话 大伯 救我 电话另一端的江灿吓了一跳 宇晨 出什么事了 蓝贤静一把夺过江宇晨的手机 大声怒吓 江家主 我是蓝贤静 江宇晨在我的会所搞事 江家越来越过分了 江灿疑惑地问道 蓝贤静 你是蓝家人 蓝贤静意味深长地回答 我是蓝家的病丫头 江宇晨意图对付我的医生 你说我该怎么办 停了几秒 蓝贤静又补充了一句 江宇晨和姓黄的老头都中毒了 坚持不了多久 柳平淡淡地扫了一眼 黄宇晨和江宇晨 静姐 这两个人废了 整不出幺蛾子 关起来吧 蓝贤静假装生气地白了一眼柳平 没好气地呵斥一句 你故意给姐找麻烦 看我怎么收拾你 康寒你一手拎着一个人 把黄宇晨和江宇晨拖走了 蓝贤静眉目寒情 挽着柳平的胳膊 走吧 姐亲自下厨 让你见识见识姐姐的厨艺 柳平尴尬地挣扎几下 胳膊却被蓝贤静死抱住 无奈地跟着蓝贤静 回到粉红色房间 不许走 姐去给你炒菜 蓝贤静走了出去 帝都江家 江灿把家族的骨干召集到一起 立声贺问 江宇晨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要招惹蓝家丫头 江宇晨的父亲江伟 是家主江灿的三弟 犹豫着解释 宇晨去江城了 江城薛家被人欺负 江灿眼里露出怒涩 冷冷地看着江伟 黄老陪着宇晨去的 江伟急忙回答 还有曲浩天 江灿眼里喷出怒火 恨恨地盯着江伟 谁给你们的胆子 竟然去招惹蓝家的病丫头 你不知道她是蓝家老头子的逆龄吗 江伟眼里露出疑惑之色 宇晨招惹了蓝家的病丫头 江灿没有回答 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江伟 你亲自去江城 无论蓝家丫头提出什么条件 你都答应 柳平并不关心江家的反应 与蓝贤静隔桌而坐 两人边喝酒边聊天 几杯酒下肚 蓝贤静的脸色飞起红霞 眼神妩媚 不时瞄向柳平 柳平尴尬地看着蓝贤静 静姐 你能不能不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我害怕 噗哧 蓝贤静忍不住笑出声来 眉目传情 歪着脑袋看着柳平 你怕什么 姐姐被你看光了 也没说害怕呀 柳平瞪大了眼睛 看着蓝贤静 静姐 你不能冤枉我 给你治病 我也是没有办法 蓝贤静撅着嘴 瞒不讲理的瞪了柳平一眼 我不管 反正被你看光了 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柳平吓得差点摔到地上 眼里满是惊悚 雨带哭腔 静姐 我有老婆了 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蓝贤静挺了挺胸 嘴角上翘 趾高气扬地看着柳平 只要锄头挥得好 没有挖不倒的墙角 柳平无言以对 暗暗发誓 以后一定要与蓝贤静保持距离 蓝贤静看到柳平眉头紧锁 知道柳平吓坏了 急忙解释 臭小子 姐跟你开玩笑呢 看把你吓的 呼 柳平呼出一口长气 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 静姐 你不能吓唬我 我胆子小 切 蓝贤静撇了撇嘴 美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 你胆子小 给人下毒的时候 可是毫不受乱 第36章 做客添加 饭后 柳平找到齐老虎 柳平看着齐老虎 认真地问道 老虎 你手下有几个信得过的人 齐老虎沉思片刻 八个 都是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柳平点了点头 眼神略显失望 八个人少了点 我准备训练他们 让他们成为真正的舞者 齐老虎蹭的一声站起来 眼里露出兴奋和激动的神色 柳先生 你是认真的 柳平郑重地点了点头 老虎 你成立一家保安公司 让你的兄弟 都有一份正当职业 齐老虎毫不犹豫地点头 听先生的 明天我就去找训练基地 唉 柳平叹了一口气 满眼无奈 韩玉荣在国外 他一定会不择手段地报复 我担心他对清雅下手 齐老虎表情凝重 我派了四个兄弟 暗中保护邱小姐 发现可疑人物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先生 柳平满意地点头 眼里露出赞赏之色 有心了 已经很晚了 柳平给邱青雅打了一个电话 留在会所 第二天是周末 柳平回到邱家老宅 接上邱青雅 买好药材和礼物 感到是守田财汉的家里 柳平看到看门的是田丽瑶 顿时愣住了 田丽瑶脸上挂着娇柔的笑容 柳大哥 邱姐姐 快请进 柳平恍然大悟 没想到你是田尸首的女儿 柳平来了 随着话音 田财汉和夫人柱子轩出现在客厅 邱青雅把礼物交给柱子轩 来得匆忙 请见谅 柱子轩略作推辞 便把礼物接了过去 柳平认真的看着田财汉 田叔叔 我们开始吧 田财汉点点头 询问的目光落在柳平的脸上 需要我怎么做 柳平笑了笑 取出金针 脱去上衣 坐在凳子上 其他的事情交给我 一个小时后 田财汉出了一身透汗 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步 高兴地哈哈大笑 舒服 太舒服了 柳平把药材交给田立尧 认真地叮嘱 立尧 田叔叔每天早晚 饭后喝一碗 嗯 我记住了 田立尧小心地把药材收好 田财汉看了一眼柱子轩 老婆 炒几个菜 我和柳平喝几杯 柱子轩笑着点点头 走进厨房 邱青雅快步走进厨房 我去帮忙 一顿普通的家常便饭 柳平感觉很温暖 亮丽的眼神不时瞄着柳平 柳平哥哥 你的诊所装修完了吗 我去给你打工吧 邱青雅疑惑地望着柳平 你要开诊所 柳平点点头 师父命我入室行医 机缘巧合 陈氏集团的创始人陈建宏 送给我一间门面 孔老在帮我办诊所的手续 邱青雅点点头 没有说话 田立尧满眼羡慕看了一眼邱青雅 青雅姐姐 柳平哥哥的通宵吹得特别好 秦仙子还受过柳平的指点呢 柳平脸上露出尴尬的神色 一时兴起 邱青雅撅起小嘴 不满地白了柳平一眼 小声嘀咕 我都没听过 田立尧晃了一下柳平的胳膊 柳平哥哥 快给青雅姐姐吹一曲 我要听白鸟嘲讽 田才汉看到女儿满眼崇拜 无奈苦笑 暗叹一口气 柳平拿出铜箫 我现丑了 一曲白鸟嘲讽 征服了田才汉四人 邱青雅眼神如丝 不错眼珠地盯着柳平 上天送给自己的男人太出色了 医术高超 懂音乐 最主要的是对自己痴情 田才汉情不自禁鼓掌 太好听了 柳平 你会毛笔书法吗 柳平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会一点 师傅一直逼着我练习毛笔字 田才汉不仅是一个政客 也是一个大才子 拉着柳平走进书房 我来磨磨 你给我写一幅字 邱青雅 田立尧和柱子轩三人 围在桌子周围 静静地看着柳平 柳平拿起毛笔 深吸了一口气 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表情庄重 气势威严 田才汉暗暗点头 柳平的书法绝对错不了 即使达不到大师水平 也相差不远 田立尧正是情斗初开的年龄 顿时被柳平的气势迷住了 眼里满是异彩 邱青雅见过柳平 给人治病时的凝重 首次看到不一样气势的柳平 眼里冒出无数的小星星 先天下知悠而悠 后天下知乐而乐 柳平一气呵成 脸上露出满意之色 田叔叔 请指点 田才汉满眼震惊 死死地盯着宣旨 不住赞叹 好字 好字啊 大师级别 如此年轻的书法大师 令人佩服 这幅字 我收藏了 邱青雅挽着柳平的胳膊 满眼情谊 亲爱的 你还会什么 快告诉我 柳平不好意思地挠了脑脑袋 除了医术 古典乐器和书法以外 我还会围起 田才汉难掩兴 眼里带着激动 掏出手机 拨通号码 许老 你有空吗 我得到一幅字 想请您看看 我立即过去 电话里传来惊喜的声音 田才汉看着柳平 徐老是江城的书法大家 闻名滑下 不一会儿 满头银发的徐老 走进书房 田才汉指着磨迹未干的宣纸 徐老 您给看看 徐老的目光被自己吸引 满眼金光 鄙视如虹 心系天下 写字的人不简单 哈哈 田才汉把柳平拉到徐老身边 这幅字是柳平写的 徐老仔细打量柳平几眼 眼里露出赞赏之色 一身正气 目光深邃 小伙子不错 柳平表情尴尬 徐老谬赞了 小子承受不起 哈哈 徐老大笑了几声 不好意思地看着柳平 小伙子 可否为老朽写一幅字 现丑了 柳平拿起毛笔 沉思片刻 鼻走龙蛇 一气合成 笑看今朝天百夫 侠林长寿助七姨 田才汉笑着点点头 应勤应景 助徐老长寿 徐老开怀大笑 小伙子 老朽谢过 田才汉眼神犹豫 试探着看着徐老 徐老 我陪您喝几杯 柳平脸色一正 急忙阻止 徐老不能喝酒 他心脏不好 徐老再次震惊 瞪着眼睛看着柳平 小伙子 你是医生 柳平认真的点了点头 徐老 请跟我来 回到客厅 柳平仔细检查徐老的脉象 认真的说道 徐老 你的病我能治 我先给你针酒 回头再给你配置养生的药酒 最多三个月 即可痊愈 徐老满眼震惊 指着柳平 脸上露出恍然之色 我知道你是谁了 你是最近崛起的温神柳平 第37章 沸江雨晨 徐老黏鱼骨膝 柳平不敢大意 小心地催动内力 温养徐老受损的心机 两个小时过去了 柳平满头大汗 脸色苍白 疲惫地坐在椅子上 徐老 近期不要受风寒 近时生冷辛辣食物 我回去配置药酒 下周给您送来 邱青雅满眼心疼 小心地擦去柳平脸上的汗水 徐老满眼歉意 走进书房 不一会儿 拿着一幅字走了出来 柳平 老朽无以为谢 只好送你一幅字 请收下 玄弧济世 鄙视求静 向苍鹰振翅欲飞 柳平不仅会写 而且懂得品评 激动地站起身 接过宣旨 给徐老身居一躬 谢谢徐老 小子溃灵了 徐老脸上写满赞赏 柳平 老朽看好你 希望你成为一代名医 悬壶济世 柳平郑重地点了点头 小子谨记徐老的嘱托 0 柳平看到是蓝贤静的号码 立即接通 静姐 你找我 蓝贤静笑着说道 江家来人了 收到赎金了 柳平随口回应 既然收到赎金了 把人还给江家吧 蓝贤静试探着解释 江家想让你出手解毒 柳平的脸上露出斜斜的笑容 出手解毒 也不是不行 让江家再出一百亿 行 我告诉江家 蓝贤静挂断电话 田财汉瞪着眼睛望着柳平 帝都的江家吗 怎么回事 柳平无奈地把原因讲了一遍 邱青雅知道 柳平不出手则已 出手绝不会留情 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田财汉等人惊呆了 柳平够狠 不仅把江家的后天舞者 弄成了白痴 还把先天舞者堵倒了 江家的公子也未能幸免 田财汉表情凝重 语气低沉 事情有点麻烦 江家的实力太强了 还好有蓝家的丫头帮你 邱青雅满眼歉意 眼角流出泪花 挽着柳平的胳膊 老公 对不起 我连累了你 柳平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 轻轻地摸了一下邱青雅的脸蛋 你是我的女人 我答应过你 要为你撑起一片天 不存在连累之说 徐老认真的看着柳平 我在帝都也有几个朋友 需要老朽打声招呼吗 柳平急忙感谢 眼神越发冰冷 身上泛起凌厉的杀气 谢谢徐老 如果江家不识好歹 我不介意灭了江家 田财汉再次震惊了 想到柳平出神入化的用毒手段 灭掉江家 真不是幻想 不一会儿 蓝贤静的电话再次打了过来 江家虽然极不愿意 但还是无奈地 再次交出一百亿 邱青雅疑惑地看着柳平 蓝家的丫头是谁 柳平能感觉到 邱青雅的话语中 带着的浓浓酸味 急忙解释 帝都蓝家人 贤雅会所的老板蓝贤静 先天断卖 我的病人 邱青雅美好气地 白了柳平一眼 小声埋怨 浑蛋 到处沾花惹草 田财汉沉思片刻 柳平 我陪你去会所 柳平明白田财汉的话外音 担心江家为难自己 急忙点头 谢谢田叔 徐老站起身 柳平 如果需要老朽 请直言 老朽先告辞了 送走徐老 柳平带着邱青雅和田财汉 赶到咸雅会所 邱青雅和蓝贤静 互相打量 都看到对方眼里的火花 蓝贤静妩媚地笑了笑 邱总大驾光临 令寒舍彭壁生辉 邱青雅像宣誓主权一样 紧紧搂着柳平的胳膊 谢谢蓝姐对我男人的照顾 蓝贤静眼里闪过一丝无奈 我这条命是柳平延续的 将来需要柳平救命 你说 我能不照顾她吗 柳平尴尬地 看着蓝贤静 静姐 江家的人呢 蓝贤静表情凝重 江宇晨的父亲江伟来了 他不想见你 柳平无所谓地点点头 把那两个家伙带过来 不一会儿 安保人员把江宇晨和黄义成 拖进房间 柳平用金针封住黄义成的经脉 给两人喝下解毒药粉 半个小时后 黄义成慢慢睁开眼睛 感觉不到丝毫内力 恐惧地望着柳平 你封了我的经脉 柳平点了点头 你的功夫被我废了 不要试图找人打通经脉 否则神仙也就不了你 江宇晨蓬头垢面 毫无大家公子的形象 挣扎着站起身 满眼怨毒 柳平 我不会放过你的 是吗 柳平双手翻飞 金针连续在江宇晨的身上 扎了十几下 江宇晨感觉浑身无力 仿佛生命正在流失 恐惧地看着柳平 你对我做了什么 柳平脸上露出斜斜的笑容 蓝姐 说你一肚子坏水 估计没少活活女孩子 我不过替天行道 废了 你的男人功能 蓝贤金顿时瞪大了眼睛 柳平真凶悍 这是要不死不休啊 我要杀了你 江宇晨生性喜好女色 怒吼一声 跌跌撞撞地扑向柳平 碰 柳平一脚踢在江宇晨的肚子上 江宇晨惨叫一声飞了出去 甜才汉本意是来劝解的 没想到柳平竟然废了江宇晨 急忙拦住柳平 柳平 这样不好吧 柳平撇撇嘴 目光冷静 我对敌人从不手软 谁想杀我 我就废了谁 江伟带着四名男子走进房间 怨毒的眼神死死盯着柳平 小子 你有种 柳平凌厉地目光落在江伟的脸上 回去告诉江家的家主 不要再来招惹我 江伟脸色铁青 面目猙獰 力声贺问 小子 你敢威胁江家 柳平满眼不屑 江家很厉害吗 我就威胁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江伟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小子 你有种 走着瞧 江家的人扶着江宇晨和黄一诚走了出去 柳平毫不在意 还有一个白痴在寻补房 江伟脚步亮呛 差点摔倒 恶狠狠地看了柳平一眼 快步走了出去 蓝贤静表情沉重地看着柳平 柳平 江家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一定要小心 柳平点点头 我知道 田财汉满眼担心 江家不是善良之辈 背后站着武术世家 切不可大意 武术世家吗 柳平低声重复一句 目光越发冷峻 第38章 江家低头 接下来的几天 柳平每天上午都去医院 检查陶沛云的病情 下午在别墅里配置化妆品 晚上聚精会神地练功 希望早日突破阴阳五行决的第四层 柳平把邱清雅送到办公室 赶到蓝贤静的会所 把四个装着药水的玻璃瓶 交给蓝贤静 蓝贤静眼里露出惊喜 化妆品配置出来了 柳平点点头 功效各不相同 你找人测试一下 黑色的药水是驱痘的 蓝贤静点了点头 转身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 蓝贤静领着四名年轻女孩 回到办公室 其中一名女孩的脸上 长满深红色的痘痘 蓝贤静疑惑地看着柳平 怎么用 直接抹在脸上吗 柳平点点头 直接抹在脸上 半个小时候 脸上长满痘痘的女孩 拾声惊叫 哎呀 我脸上的痘痘少了许多 效果太好了 你的皮肤变白了 你的脸好有光泽呀 四个女孩互相称赞 眼里露出激动之色 像看着宝贝一样 死死盯着桌子上的 四个小玻璃瓶 蓝贤静眼里放出一彩 妩媚地看着柳平 四种化妆品的效果都很好 我都迫不及待了 柳平拿出四张配方 交给蓝贤静 这是药方 功效我都写在药方上了 蓝贤静小心地收起药方 拨通了陈肖峰的电话 肖峰通知盛峰和高麒麗 立即来会所 陈肖峰三人陆续抵达会所 盛峰笑着打招呼 静姐 有什么好事 蓝贤静拿出两瓶陪着的化妆品 神情激动 满眼兴奋 这是柳平配置的化妆品 效果奇佳 陈肖峰三人都瞪大了眼睛 望着柳平 一是给化妆品起名字 二是告诉你们 可以投资建厂了 高麒麗笑了笑 这几天我跑了好多药厂 两家笑意不佳的 中型药厂的环境和设备 都很不错 可以买下来 盛峰点点头 我也觉得收购药厂更合理 蓝贤静扭头看着柳平 你的意见呢 柳平苦笑着摇了摇头 我不懂经营 你们决定吧 我只负责出钱 蓝贤静认真地点点头 咱们分头行动 肖峰 你们三人负责与药厂谈判 我去办理相关手续 江伟带着江雨晨 黄义成 和变成白痴的曲浩天 回到帝都 命人请来帝都的 中医圣手郭兴龙 郭兴龙年近古稀 从一多年 是文明华夏的中医圣手 郭兴龙感觉江雨晨的 脉象诡异 时快时慢 时强时弱 眉头紧锁 盯着江雨晨 陈生问道 你的脉象诡异 不是病了 是被人封闭经脉了 江雨晨面带苦涩 小声解释 我被人用金针扎了十几下 江伟吃惊地望着郭兴龙 郭老 你也没有办法吗 郭兴龙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这种截脉手法 对方既然能用金针 说明也是功夫高手 肯定封闭了 我不知道的影学 请恕老朽无能为力 江雨晨满眼绝望 声嘶力竭地吼叫 爸 我不想死 快想办法救我呀 郭兴龙沉阴片刻 看了一眼江雨晨 也许鬼手神真能救治你儿子 但他像神龙一样 不见首尾 不知是否还活在世上 江伟脸色越发阴沉 眼里露出祈求之色 郭老 郭兴龙挥了挥手 解铃还虚气凌人 老父没办法 江伟 恨得牙根直痒 被柳平敲诈了二百亿 再去找柳平 江家的脸面丢到姥姥家了 江伟看到江雨晨绝望的神色 暗叹了一口气 拨通了江灿的电话 大哥 郭老没有办法 只有向蓝家求助了 江灿也很无奈 柳平虽然无权无视 但却是先天高手 有着惊人的医术 能为蓝家的病丫头延续寿命 蓝家老爷子戎马一生 感觉愧对有先天疾病的蓝贤静 曾请天下名医 为蓝贤静诊治 但没有一个人能为蓝贤静续脉 为了蓝贤静 蓝家也会拼命保护柳平 江家无法承受蓝老爷子的怒火 江灿驱车抵达蓝家的四合院 对站在门口的警卫人员说道 麻烦通报一声 江灿求见蓝老爷子 请稍等 警卫转身走进四合院 很快返回 跟我来 蓝老在院子里晒太阳 蓝老爷子眯着眼睛 躺在摇椅上晒太阳 斜了一眼江灿 坐吧 江灿恭敬地坐在蓝老身边 犹豫着张了张嘴 没有说出一个字 蓝老爷子平静地看着江灿 为江宇臣的事情来的 江灿认真地点了点头 蓝老 江家愿意赔偿 蓝老目光阴冷 我不愿意干涉小辈的事情 但是关我孙女的安危 我不得不说几句 江家的年轻人 这几年越来越过分了 特别是江宇臣 坏事没少做 江灿吓出一身冷汗 虽然蓝老退休多年 但威严仍在 急忙站起身 蓝老教训的是 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 你带着江宇臣 去江城找我孙女 我会跟他说 至于柳萍愿不愿意和解 我都不会干涉 蓝老再次眯起眼睛 多谢蓝老 晚辈告退 江灿回到江家 带着江宇臣赶到机场 登上飞往江城的航班 柳萍和邱青雅 一起回到别墅 接到蓝贤静的电话 静姐 你找我 蓝贤静试探着说道 刚才爷爷给我打来电话 希望你能饶了江宇臣 柳萍没想到 江家竟然去求蓝老 暗叹了一口气 蓝老都出面了 柳萍不能死咬着不放 答应救治江宇臣 蓝贤静长出了一口气 柳萍 江家愿意赔偿 你有什么要求 柳萍笑了笑 静姐 你做主吧 我无所谓的 交给我吧 蓝贤静说完挂断电话 邱青雅疑惑地望着柳萍 江家找人了 你准备饶过江宇臣 柳萍苦笑着点点头 江宇臣只是一个小人物 翻不起浪花 蓝老爷子张嘴了 我怎能拒绝 邱青雅也点了点头 和解也好 江家实力强大 没有必要把江家得罪死了 第39章 真九点集 第39章2021 12 20 柳萍并没有食言 直接治愈了江宇臣 江灿再也不想见到柳萍 带着江宇臣 直接返回帝都 柳萍的凶名更加威吓 堂堂帝都江家的公子 被柳萍收拾得体无完肤 损兵折将 赔钱免灾 余力为和薛浩然 一直住院治疗 虽然命保住了 但至少还要在医院躺一个月 两人得知江宇臣逃回了帝都绝望的苦笑 江家的事情告一段落 柳萍的主要经历 投入到治疗陶佩云和筹备诊所开业上 陶佩云已治疗三周 效果明显 肿瘤细胞每天都在减少 要想彻底痊愈 还需十日 诊所手续已经办好 装修已经尾声 恐红欲帮忙订购了药柜和药材 唯一进的治疗也将结束 再用药物稳定一周 即可痊愈 很快能实现做妈妈之梦想 柳萍配置了三大坛药酒 给徐老送去一坛 准备再给邱老爷子一坛 留下一坛 已被不时之需 韩玉龙是一枚 随时可能爆发的不安定因素 无论邱家是否有贵重物品 都必须尽快解决邱青雅的安全问题 柳萍和邱青雅带着药酒 抵达邱家老宅 陪着邱老爷子在小院里聊天 邱老爷子面带笑容 喝了一口药酒 满意地点点头 这酒味道不错 多送点过来 柳萍认真的望着邱老爷子 这是养生酒 您每天最多只能喝一两 喝多了 身体受不住 邱老爷子美好气地白了柳萍一眼 我老头子又不是酒鬼 这点自制力还是有的 柳萍扫了一眼邱青雅 犹豫着看着邱老爷子 前几天我见过田氏手了 知道了韩家意图吞并邱家的真正原因 邱老爷子愣了几秒 认真的看着柳萍 韩家的目的是什么 柳萍整个过程和田才汉的 分析结果讲了一遍 邱老爷子低头沉思 数秒之后 起身走进房间 拿出一个比拳头稍微大一点的铜球 铜球外表镶嵌着一条振翅欲飞的铜龙 邱老爷子把铜球递给柳萍 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 邱家最贵重的物品 就是这枚铜球 柳萍接过铜球 感觉入手沉重 不是普通之物 疑惑地看着邱老爷子 老爷子 这东西有什么用 邱老爷子仿佛陷入回忆中 爷爷告诉我 先天舞者把内力注入龙眼 铜球会自动打开 但几十年过去了 邱家没有出过一个先天舞者 铜球没打开过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柳萍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发 老爷子 我想拿回去研究研究 如果确实是古董 我建议交给国家 邱老爷子笑着点点头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担心青雅的安全 铜球在你手里 你怎么做 我都没意见 谢谢老爷子 柳萍急忙感谢 邱青雅接过铜球 疑惑地看着邱老爷子 爷爷 谁知道咱们家有这个东西 邱老爷子深思片刻 语气沉重 无奈地说道 你大伯知道 估计是剑文或者剑舞传出去的 家贼难防啊 柳萍真诚地望着邱老爷子 我无意邱家的财产 但剑文和剑舞是什么货色 您老心里清楚 如果邱家交给这两个人 必然破败 邱老爷子脸色凝重 点了点头 我已经决定了 把邱氏集团的七成股份 转给青雅 让德泽和德宇 退出邱氏集团 至于剑文和剑舞 给他们留点股份养老 邱青雅瞪大眼睛 爷爷 大伯不会同意的 邱老爷子怒气冲冲瞪着眼睛 他们即使不同意 也翻不起浪花 邱氏集团是我创建的 我还没死 柳萍不愿意参与邱家之事 低头不语 邱老爷子眼里 带着期待之色 看着柳萍 柳萍 青雅是我看着长大的 她太善良 不会对不起德泽一脉 如果邱家落在德泽手里 青雅不会有好果子吃 以后 你要多帮着青雅照看邱家 柳萍郑重地点了点头 老爷子 我答应你 只要我在 邱家不会倒 邱老爷子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鬼手神针的弟子 一诺千金 我相信你 中午 柳萍和邱青雅 陪着邱老爷子 吃了一顿便饭 邱老爷子 对柳萍的药酒赞不绝口 饭后 柳萍和邱青雅回到别墅 邱青雅拿出笔记本电脑 放在桌子上 柳萍 我要工作 你自己研究铜球吧 好 柳萍随口应了一声 内力涌入双手 沿着手指注入到龙眼中 几分钟过去了 铜球没有丝毫反应 我还就不信了 柳萍的内力疯狂地涌入龙眼中 怎么回事 难道是自己实力太弱 柳萍感觉内力即将枯竭 但铜球仍然没有丝毫反应 只能等实力提升 以后再测试了 柳萍把最后一丝内力 注入到铜球中 咔嚓 铜球传来一声脆响 龙嘴张开 铜球一分为二 柳萍呆住了 愣愣地盯着铜球内部 数片赠名瓦量的铜箔 整齐地摆在铜球内 真有东西 怪不得国外的财团 一心想要得到 柳萍拿出一张铜箔 用手机拍下照片 传到电脑上 放大后查看 连续看了六七张铜箔 柳萍愈发心惊 发达了 没想到铜球内放着的 是真九甲一惊 柳萍强忍着内心的激动 小心地收起铜箔 真九甲已经是由 华夏真九鼻祖皇甫密所著 是华夏首部真九点击 记载了很多失传的真法 很多人听说过的 透心梁和烧火山 就记录在其中 时间跨越了两千多年 真九甲已经大部分失传 柳萍没想到 竟然在铜球里 发现了华夏的传承瑰宝 激动地喊道 老婆 我们发达了 铜球里的东西 是无价之宝 邱青雅满眼诧异 什么东西 柳萍小心地 把铜箔收藏起来 黄埔密所著的医书 对我来说 是无价之宝 邱青雅笑了笑 你想把铜球上交国家吗 柳萍点了点头 要搞个捐赠仪式 必须让人知道 邱家把东西交给国家了 你的安全问题也就解决了 你来安排吧 邱青雅继续低头工作 柳萍拨通了田财汉的电话 田是手 我找到邱家的东西了 请你立即联系华夏博物馆 邱家准备把东西交给国家 等我电话 田财汉声音发颤 心里充满期待 当天夜里 是手田财汉 陪着华夏博物馆馆长胡信浩 以及四名安保人员 抵达别墅 柳萍把铜球递给胡信浩 胡馆长 这是邱家传下来的 没人打开过 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胡信浩戴着手套 仔细端向 眼里满是不可思议 如果我没看错 应该是盘龙珠 内有天地 可以存放珍贵物品 我在古籍里看过记载 柳萍无所谓的笑了笑 既然是文物 交给国家吧 但要搞一个捐赠一事 胡信浩满一点点头 继续介绍盘龙珠的特点 据古籍记载 盘龙珠是华夏真酒 鼻祖黄埔蜜的弟子 找人打造 内部存放的是 完整的真酒家已经 现在无法打开盘龙珠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田财汉沉思片刻 胡老 捐赠一事 放在市府会议室吧 安全问题好解决 胡信浩点头同意 初言提醒 盘龙珠是珍贵文物 切不可大意 田财汉通知马俊飞 带人赶到秋青雅的别墅 保护胡信浩和盘龙珠 赶往市府 签字一事很简单 胡信浩代表华夏博物馆 作为文物接收方 在捐赠书上签了字 秋青雅作为文物捐赠方代表 也签了字 田财汉作为政府的代表和见证人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对秋家表示感谢 坐在下方的秋德泽 秋建文和秋建武 脸上写满肉疼 不理解秋老爷子 为什么一意孤行 把秋家的文物捐给国家 捐赠一事后 胡信浩和安保人员 带着盘龙珠乘坐专机 返回帝都 柳平尝出了一口气 与秋青雅抵达秋老爷子的小院 秋老爷子面脸笑容 看着柳平 点头坐在秋老爷子身边结束了 东西被华夏博物馆的人带走了 秋老爷子表情沉重 你们下午留在这里 我有事情宣布 柳平和秋青雅都点了点头 饭后 秋老爷子把秋德泽一家四口 秋德与夫妇及柳平和秋青雅 交到客厅 秋老爷子阴沉的目光 从每个人的脸上扫过 今天 我把持有的秋氏集团的七成股份 转给青雅 如果谁有意见 立即滚出秋家 秋德泽与夫人余松平对视了一眼 都看出彼此眼里的震惊 秋老爷子对剑文和剑舞 彻底失望了 秋剑舞瞪着眼睛盯着秋青雅 秋青雅 你太贪心了吧 想独占秋家的财产 柳平脸上露出冷漠的笑容 你不同意 没听见老爷子说吗 你可以滚出去了 秋青雅脸色平静地看着秋剑舞 我就是想独占秋家的家产 你能怎么样 秋剑舞脸上的肉抽搐几下 红着眼睛望着秋老爷子 爷爷 秋青雅是您的孙女 我和剑文也是您的孙子啊 您这样做太偏心了 秋老爷子面无表情 我就偏心了 你有意见 停了几秒 秋老爷子瞪着眼睛盯着秋德泽 德泽 我很清楚你的德行 别以为你们搞的小动作 我不知道 从今天开始 你们都离开秋氏集团 集团由青雅负责 他有权任免任何人 舞不服 秋剑舞大声怒吼 秋老爷子眼神越发凌厉 你不服 你干了什么事 自己不知道吗 打着秋家旗号 挥霍集团的资产 迷惑集团内的女员工 致使对方怀孕坠胎 你连人性都没有 还敢不服 秋剑舞脸色铁青 低着头不说话 秋老爷子冷峻的目光 落在秋德泽的脸上 德泽 秋家有文物的消息 是谁泄露的 我不知道啊 秋德泽尴尬地看着秋老爷子 秋老爷子嘴角浮现一丝冷笑 凌厉的目光盯着秋德泽 除了我 只有你知道秋家有文物 你还想抵赖吗 秋德泽脸色铁青 一巴掌拍在秋剑文的脸上 是不是你泄露出去的 秋剑文羞愧得低下头 我跟韩玉龙喝酒的时候 不小心说漏嘴了 知道韩家为什么被灭吗 秋老爷子立声贺问 因为韩家与国外财团勾结 意图吞并秋家 霸占秋家的文物 致使国家震怒 秋剑文和秋剑舞顿时猛圈了 韩玉龙竟然是汉奸 自己两人是汉奸的帮凶 如果官家追究起来 至少也要在监狱里待上几年 秋老爷子闭上眼睛 脸上写满失望 你们是我的子孙 我不想看到你们 在监狱里度过下半生 秋德宇失望地看着秋剑文 剑文 你太令人失望了 于松平眼里闪过一丝阴霾 看着秋老爷子 老爷子 即使你把股份全部转给青雅 也不用把我们全部赶出集团吧 秋老爷子冰冷的目光 落在于松平的脸上 你们向集团里塞了多少清信 把整个集团搞得乌烟瘴气 青雅善良 一直顾忌你们的面子 你觉得我会照顾你们的面子吗 于松平感觉毛骨悚然 脸上挂着愧色 低着头不说话 秋老爷子爱怜地看着秋青雅 按照与鬼手金真先生的约定 秋氏集团的七成股份是柳平的 所以我把股份转给青雅 既然我决定让青雅掌舵 我就会把集团内的垃圾清理出去 让青雅大展身手 带着秋氏集团扬帆起航 秋德泽夫妇 秋德宇夫妇 秋建文和秋建武六人面面相去 没想到十几年前 秋老爷子已经决定把股份给柳平了 柳平无奈苦笑 老爷子 我无意秋家的财产 秋老爷子满意地点点头 看着柳平 我知道你看不上秋家这点钱 但我秋军号做出的承诺 是一定要兑现的 柳平知道秋老爷子 是个信守承诺之人 无奈地暗叹了一口气 秋老爷子认真地看着秋德泽 如果我把秋氏集团 交给你的废我儿子 你觉得秋家还能存在多久 秋德泽知道自己的儿子 除了花天酒地 毫无管理能力 执掌秋氏集团 最多坚持三年 秋家必定败亡 秋老爷子伶俐的目光 从秋建文和秋建武的脸上扫过 你们两个如果还想留在秋氏集团 免去一切职务 从最底层做起 如果底层的工作都做不好 直接滚蛋 秋建文和秋建武知道 事情已经无可挽回 特别是看到柳平脸上的邪恶笑容 感觉身无可恋 恨得牙根痒痒 却又无可奈何 秋青雅面色平静 与生清脆 以后的秋氏集团 根据个人贡献分派红利 即使是我父亲 如果没有任何贡献 也休想拿到一份红利 认理不认亲 爷爷支持你 秋老爷子郑重表态 柳平冷笑了几声 冷冷地看着秋建文和秋建武 看在老爷子的份上 叫你们一声堂歌 如果你们在背后搞鬼 别怪我出手无情 第41章 筹备开业 秋德则一家四口 虽然心有怨言 但也不敢表露出来 如果惹烦了柳平 以柳平杀法果断的性格 绝对会毫不留情地出手 韩玉龙坐在国外某地的一栋别墅里 看到秋青雅捐赠文物的视频 破口大骂 这是老子的东西 柳平 秋假 你们给我等着 吕镜小心地坐在韩玉龙的身边 眼里满是迷茫和担忧 表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韩玉龙没好气地怒吼 还能怎么办 你我都无法回到国内 只能等 寻找机会 柳平知道秋青雅一定会施展铁血手腕 大刀阔斧地对秋式集团进行改革 又不缺少资金 秋式集团定能快速走出低谷 扬帆远航 齐老虎租了个地下停车场 占地超过400平方米 简单布置后 成为训练场 柳平抵达地下室 看到室内布置了沙袋 格斗台和按摩床 满意地点点头 老虎 你去买几个能自动加热的大浴缸 我给你们配置药液 你们每天晚上用药水泡澡 好嘞 齐老虎高兴地带人离开 柳平赶到济食堂 购买了数十份中药 返回地下室 老虎 把浴缸的温度设定在65度 柳平取出金针 消毒后 刺进齐老虎韧脉穴位 内力沿着金针 进入齐老虎的体内 梳理韧脉 一个小时后 柳平开始梳理齐老虎的督脉 好爽 我感觉浑身充满力量 齐老虎满眼激动 柳平脸色苍白地坐在椅子上 我现在实力还很弱 无法打通你的韧脱二脉 梳理了经脉以后 能让你的实力提升一截 多泡几次药语 能令你们的身体更加强壮 齐老虎毫不犹豫地跳进浴缸 感觉无法承受的剧痛 通过毛孔钻进体内 不由自主地惨叫一声 柳平认真地盯着齐老虎 躺在药水里 无论多疼都不能站起来 一定要坚持到明天早上 齐老虎疼得呲牙咧嘴 咬牙坚持 半个小时后 慢慢适应了药水带来的刺痛 闭着眼睛 静静地躺在浴缸里 柳平站起身 老虎 我回去休息了 明天再过来 绰号钢牙的中年男子 扶住柳平的胳膊 柳先生 我送你回去吧 柳平回到别墅 一头倒在沙发上 发出憨声 转眼一周过去了 柳平梳理了齐老虎 和八名手下的经脉 命九人用木棍 互相击打对方的胸腹 胳膊和大腿 九人的实力突飞猛进 齐老虎九人 虽然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舞者 但已经跨过舞者的门槛 假以时日 定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后天舞者 邱青雅每天忙得焦头乱额 总是很晚才回家 诊所装修完毕了 所需的药材 也都装进崭新的药柜里 孔红玉 范子勋 彭胜睿和郎道如四人 连妹走进诊所 看到柳平 田丽瑶和陈洪蕊三人 正在打扫卫生 都忍不住露出会心的笑容 柳平急忙打招呼 四老 快请坐 丽瑶 洪蕊 给四老倒茶 孔红玉喝了一口清茶 笑着问道 柳平 你准备哪天开业 柳平随口回应 就这几天吧 范子勋拿出一张纸 递给柳平 这是我们四个人 商定的坐诊时间 周一你在普济堂坐诊 周二去中医院 周三在试医院 四五六三天 我们一起来你的诊所 孔红玉笑了笑 你放心 周一至周三 我们四人会轮流来 你的诊所坐诊 柳平也没推辞 笑着点头同意 彭胜睿认真地看着柳平 周日开业吧 还有三天时间 来得及准备 下周一正式开始工作 柳平不好意思挠了挠头发 彭老 我这里没有护士 抓药的人也没有 哈哈 狼道如大笑几声 你要我们找别的人才 可能很难 找几个医生和护士 太容易了 开业的时候保证到位 小试一抓 孔红玉也点头附和 范子勋疑惑地看着柳平 柳平 想好都给谁发情帖了吗 柳平点了点头 我心里有数 周日上午八点 我们一起过来 孔红玉死人微笑着离开 柳平沉思片刻 掏出一打钱 递给陈宏蕊 你跟丽瑶去买笔墨和勤铁 勤俭要高档一点的 不能太寒酸 好嘞 陈宏蕊和田丽瑶 像两只小燕子 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 柳平又给蓝贤静 和陈肖峰打了电话 两人听说 柳平筹备诊所开业 立即去车赶到诊所 蓝贤静里里歪歪看了一遍 出声赞叹 没想到还有病房 能住八名患者 很不错 田丽瑶和陈宏蕊 拎着一袋子勤俭 回到诊所 陈宏蕊把勤俭交给柳平 柳平哥 这是最好的勤俭 你看看 蓝贤静歪着脑袋 看着柳平 解药十个勤俭 名字不用写 柳平直接拿出十分勤俭 递给蓝贤静 静姐 你看着安排吧 陈肖峰略一思考 认真的看着柳平 我需要八份 把名字写好 田丽瑶认真的看着柳平 柳平哥 我爸爸 说你需要高档笔墨 一会儿给你送来 蓝贤静满眼惊喜 似笑非笑地看着柳平 你还懂书法 田丽瑶撇了撇嘴 撒娇地 挽着蓝贤静的胳膊 静姐 徐老称赞柳平的书法 是大师级水平 蓝贤静毫不客气地盯着柳平 真的假的 我要讨一副字 田财汉夹着一个木匣走进诊所 打量几眼室内环境 出言赞叹 不错 有点玄乎即逝的味道 柳平急忙招呼 田叔说 快请坐 田财汉随意地挥了一下手 打开木匣 这是我收藏的笔墨艳台 胡笔 端艳和荣宝斋出品的墨条 柳平满眼尴尬 田叔 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田财汉大笑几声 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 以后多给我写几幅字 柳平无奈地点点头 一言为定 田财汉满眼珍惜 这套笔墨艳台 在你手里 才能发挥真正价值 柳平用小凯写了两份情节 交给田财汉 田叔 一份是你的 另一份是许老的 田财汉收起请柬 看着蓝贤静 蓝丫头 子萱阿姨想你了 让你去家里吃饭 蓝贤静急忙表达谢意 谢谢田叔 改天一定登门拜访 柳平 我要开会 开业的时候 我一定准时到达 蓝贤静没想到 柳平和田财汉的关系如此清静 不由得多看了柳平几眼 柳平几人一直忙到晚上七点 才把请柬书写完毕 第四十二章 诊所开业 转眼到了周日 柳平和邱青雅身着盛装 早早抵达诊所 全新的牌匾 已经挂在门楣上 蒙着红布 门框两侧贴着对联 上连书一片人心招万古 下连写千方妙药就群生 骑老虎带着十几名兄弟 身穿西服 再摆放花篮 八点刚过 孔红玉四老领着十几名年轻男女 走进诊所 孔红玉拍了拍柳平的肩膀 小兄弟 怎么样 我给你找的人都不错吧 柳平顿时瞪大了眼睛 吃惊地看着四楼 四楼 你们是从哪里找来的 都是医护人员 范子勋黑黑干笑几声 我们四个老家伙 都是江城中医学院的客座教授 这些年轻人都是我们的学生 把他们留在这里 也是想让你指点他们 跟着四老来到年轻男女眼里 都露出诧意之色 愣愣地看着柳平 孔红玉脸色一正 认真地对随行的学生说道 中医是讲辈分的 快给你们的师叔柳平敬礼 师叔 他学过中医吗 一名戴着眼镜的男子 撇了撇嘴 小声嘀咕 孔红玉脸里露出不悦之色 瞪着眼睛盯着说话的年轻人 莫旭东 你说什么呢 柳平的医术 连老夫都自愧不如 你竟敢看不起 谁给你的胆子 范子勋瞪着眼睛盯着莫旭东 你是我的研究生 现在回去吧 我以后也不会再教你中医 因为你不知道医德为何物 柳平急忙打圆场 孔老 范老 咱们进去吧 别跟年轻人一般见识 莫旭东气得差点吐穴 满眼怨毒 心中暗骂 也不看看自己多大 害得老子丢面子 老子一定搞死念 邱青雅 陈洪蕊和田丽瑶 负责招待客人 给四老端来清茶 邱青雅恭敬地说道 四老 请喝茶 彭胜瑞打量邱青雅几眼 脸上挂着赞赏之色 看着邱青雅 你就是邱家瑶头 柳平的未婚妻 邱青雅脸一红 不错 不错 小丫头够漂亮 配得上刘老弟 柳平哥 许爷爷来了 田丽瑶扶着徐老走进诊所 哈哈 徐老大笑几声 高声称赞 自古英雄出少年 刘小友不愧是人中之龙 百姓终于诊所 定能名阳江城 柳平满眼尴尬 徐老谬赞 谬赞 徐老故意瞪大了眼睛 你说老朽的眼光不行 柳平无言以对 暗暗苦笑 徐老是个人精 耍赖的本事也无与伦比 徐老看到柳平尴尬的神色 再次大笑起来 拿出一幅字递给柳平 刘小友 虽说老朽的书法不如你 但老朽也就这点本事了 还望不要推辞 柳平给徐老身居一躬 打开宣纸 看到上扇若水 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 知道徐老心存期待 郑重地望着徐老 小子绝不令徐老失望 陈霄峰 高其力和盛丰三人 带着三名中年人 走进诊所 柳平一眼认出陈建宏 忙跟徐老打了一声招呼 徐老 有客人来了 徐老随口说道 你去招待客人吧 不用管我 柳平走到陈建宏身前 陈叔 您来了 柳平 我给你介绍两个朋友 柳平急忙给另外两名中年人行礼 见过二位叔叔 大幅大幅便便的男子 微笑着看着柳平 都不是外人 我是盛丰的父亲 陈建宏急忙补充 盛义恒 盛氏集团总裁 那个瘦子 是高其力的父亲高大伟 高氏集团总裁 柳平急忙致谢 感谢三位叔叔的光临 高大伟满眼赞赏 像看着宝贝一样看着柳平 都说 你小子是神医 以后我的身体交给你了 陈建宏知道 今天柳平一定是最忙的 柳平 你去招待其他人吧 蓝贤静领着一群 披红带绿的年轻女子 走进诊所 指着柳平介绍 她就是柳平 化妆品是她配置的 能不能让柳平帮你们 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邱青雅走到蓝贤静身边 静姐 快请坐 都是自家人 邱青雅眼里 闪过一丝不悦 心中暗骂 狐狸精 鬼才跟你是一家人 蓝贤静捕捉到了 邱青雅眼里的意思 知道邱青雅误会了 也没有解释 走到柳平身边 臭小子 他们都想要化妆品 柳平满眼歉意 急忙摆手 各位姐姐 我手头没有 过几天 一定给你们配置 田财汉 阮气江 马俊飞 和一个陌生的男人 走进诊所 柳平急忙跑过去打招呼 田叔叔 阮副释手 马总寻补 你们来了 田财汉把陌生中年男子 介绍给柳平 柳平 这位是江城市 卫生系统的负责人 左锐涛 你叫左叔叔吧 柳平给左锐涛行了一个礼 感谢左叔叔的光临 左锐涛笑着点点头 拿出名片交给柳平 我看好你 有事直接给我打电话 上午十点 柳平邀请田财汉 左锐涛 徐老 以及孔红玉等四人 一起剪彩 邱青雅站在人群中 满眼一彩 柳平刚到江城的时候 只是一个背着帆布包的无名男人 这才过去多长时间 人脉已经如此强大 柳平的未来 无法估量 蓝贤静看到 柳平与人相处和睦 也是暗暗点头 用不了多久 柳平的医术 就能被大众认可 柳平的人脉会越发强大 剪彩完毕 徐老不能喝酒 与柳平打了一声招呼 离开诊所 蓝贤静走到柳平身边 饭就不吃了 我必须把这群疯婆子带走 否则你们吃不好 柳平带着剩余的客人 抵达附近的酒店 今天是周末 大家喝个痛快 甜财汉 卵其江 左锐涛 陪着孔红玉等四老 戏真蔓隐 柳平则穿梭于各桌 给客人敬酒 酒局即将结束的时候 一身古装 黑金蒙面的 秦仙子拎着礼物走进饭店 柳平立即起身招呼 秦仙子 你来了 秦仙子依然不温不火 诊所开业 你没有通知我 我只好不请自来了 柳平向邱青雅招了招手 邱青雅快步走到秦仙子身边 欢迎秦仙子大驾光临 心意已到 我走了 秦仙子向一朵白云 飘然离去 第43章 混混敲诈 两名年轻女孩跑进饭店 快步走到孔红玉的身边 满眼担忧 孔老 诊所来了几个混混 声言不交保护费 就把诊所砸了 马军飞吓得直哆嗦 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竟敢敲诈温神 急忙站起身 刘老弟 交给我处理吧 柳平的目光愈发阴冷 面无表情地看着马军飞 马总寻补 这种事必须一次性彻底解决 我没功夫陪他们玩 马军飞面露苦笑 知道柳平要发飙了 没有任何办法 点头同意 我们一起回去 四名年轻混混懒散地 协作在诊所内的椅子上 高谈阔论 信口胡说 张三没交保护费 被打断双腿 李四没交保护费 被打断双臂 唾沫星子四处飞溅 柳平简单地扫了一眼 慢慢走到 带着金链子的混混身前 眼里射出寒光 你们想在我这里收保护费 好可怕的目光 带带着金链子的男子 机灵灵打个冷战 色力内忍盯着柳平 老子是断疯子的兄弟 这里是断疯子的地盘 如果不交保护费 老子天天来 柳平转身走到 田财汉和马军飞的身前 请二位回避一下 田财汉暗叹了一口气 这些小混混 到处敲诈勒索 即使送进寻补房 用不了几天 还会出来为恶 满眼担心地看着柳平 别闹得太大了 柳平脸上露出斜斜的笑容 我曾经答应马总寻补 让江城的天更蓝 既然今天遇到了 顺手除去断疯子 田财汉和马军飞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对方眼里的惊喜 互相点了点头 快步走进那趟 老虎 关门打狗 柳平随口喊了一声 齐老虎等人 这几天实力大增 正想找人练手 听到柳平的话 柳平没必要跟这些小混混之气 直接抓起来更简单 柳平看着邱青雅 满眼溺爱 你带着姑娘们 到后边休息一会儿 邱青雅点点头 带着几名女学生 向后堂走去 几名混混感觉不妙 带着金链子的混混 个狠狠地盯着柳平 小子 你敢动手 段疯子一定不会放过你 柳平随意地坐在椅子上 犀利的目光盯着骑老虎 知道怎么做吗 骑老虎恭敬点点头 知道 柳平闭着眼睛 语气平淡地说道 麻利点 我还想让段疯子 给我磕头道歉呢 杀 骑老虎怒吼一声 带着八名兄弟 扑向四名目录恐惧的小混混 啊 诊所里不断传出惨叫声 四名混混被打断双腿 躺在地上挣扎惨叫 柳平看了一眼骑老虎 像带着金链子的男子 挪了挪嘴 让他给段疯子打电话 过来赔偿我的损失 骑老虎像看着傻子一样 看着四名混混 语气冰冷 如果不想死 立即给段疯子打电话 让他带一个意来赎人 带着金链子的混混 忘记了疼痛 傻傻地望着骑老虎 到底是谁敲诈谁啊 自己才是混混 老子要是有一个意 还会跑到这里装弹吗 骑老虎看到四名混混 没有任何反应 脸上浮现出猙獰的笑容 继续打 带着金链子的混混 慌忙求饶 大哥 我就是一个小混混 打死我也没用啊 我立即打电话 别废话 骑老虎立声怒喝 带着金链子的混混 拨通电话后 与带哭腔 刀哥 我是铁狗 您快来救救我们吧 我们的腿被打断了 刀哥 原名封江 善用匕首 是段疯子手下的得力干将 被人称为刀哥 听到手下兄弟 被人打断腿 眉头皱了一下 铁狗 你们在哪 我在核心路新开的中医诊所 铁狗急忙回答 什么人如此大胆 竟敢得罪段疯子 封江心存疑惑 立即带着人 赶往中医诊所 把门打开吧 我要看看 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柳萍随意地看了一眼 摊在地上惨叫的四名混 出来混 早晚要还的 封江带人抵达诊所 看到铁狗四人摊在地上惨叫 眼里喷出怒火 瞪着眼睛盯着柳萍 小子 胆子不小啊 断疯子的人 你也敢打 骑老虎认出封江 一声不吭地 走到封江的身边 一脚踢在封江的肚子上 怎么跟先生说话呢 不懂礼貌吗 封建哼一声 刚响发怒 瞬间认出了骑老虎 你是骑老虎 骑老虎眼神冰冷 你眼睛还没瞎 给段疯子打电话 让他带钱来赎人 封江眼里露恐惧 死死地盯着柳萍 声音发颤 你是温神柳萍 柳萍脸上露出邪恶的笑容 走到封江身前 既然你知道我 这件事好谈了 通知段疯子 带一个亿过来 他有半个小时 封江暗暗把铁狗的祖宗八代 问候个遍 掏出手机 拨通了段疯子的电话 疯子哥 我的人招惹了柳萍 他让你带钱来赎人 柳萍 哪个柳萍 段疯子疑惑地反问 封江走到僻静之处 小声汇报 就是灭了音书生的温神柳萍 段疯子吓得一哆嗦 先天舞者都不是柳萍的对手 柳萍要是发飙 自己肯定会不音书生的后尘 深吸了几口气 语气沉重地说道 告诉柳萍 我马上到 不到半个小时 段疯子带着两名命手下走进诊所 一眼看到坐在大厅椅子上的柳萍 紧走几步 恭敬的行李 柳先生 我是段疯子 柳萍指着躺在地上惨叫的混混 灵力的目光盯在段疯子的脸上 他们都是你的人 经常四处敲诈勒索 段疯子虽然感觉柳萍的语气平淡 但语气中却包含令人恐惧的杀气 后背冒出冷汗 柳先生 是我管教不严 我愿意赔偿 柳萍灵力的目光 盯在段疯子的脸上 我答应田释手 要让江城的天蓝起来 你说我该怎么办 段疯子知道 柳萍心狠手辣 绝不是在开说笑 如果稍有不慎 定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哆哆嗦嗦地望着柳萍 柳先生 请指明路 柳萍点点头 既然你态度不错 我给你两条路 第一是 结散你的势力 连夜离开江城 以后也不要回来 段疯子如遭雷击 内心极不愿意 放弃得来的一切 略意沉思 柳先生 第二条路呢 柳萍指着骑老虎 与骑坚决 像他一样 改邪归正 带着你的人 从事正当职业 第四十四章 入窗患者 段疯子像被抽干了生计一样 瞬间苍老许多 真诚地看着柳萍 谢谢柳先生 我愿意接受第二条路 柳萍愣地看着段疯子 如果你敢欺骗我 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 我也会把你抓回来 碎尸万断 段疯子毫不犹豫地郑重发誓 我一定带着兄弟们 改邪归正 绝不做违法乱纪之事 柳萍看着骑老虎 老虎 你有经验 带着段疯子滚蛋 告诉他该如何做 是 骑老虎恭敬地应了一声 扭头看着段疯子 跟我走吧 先生要给病人诊病 段疯子像双打的茄子 低着头跟着骑老虎离开诊所 无论是恐红玉四人 还是站在角楼里的学生 都瞪大眼睛看着柳萍 段疯子是江城赫赫有名的混混头子 在柳萍面前 乖得像喀巴狗一样 大气都不敢喘 柳萍到底是什么人 难道背后有强大的势力 范子勋走到柳萍身边 轻轻拍了拍柳萍的肩膀 柳萍 这件事你做得不错 这些人能改邪归正 以后不会威胁普通百姓的生活 还能压制一图为非作歹的恶势力 柳萍不还意思地笑了笑 我答应马总寻补治理江城的地下势力 正好赶上机会 田财汉和马俊飞从后堂走了过来 田财汉眼里满是赞赏 小子 以后这些人归你了 如果他们为非作歹 为你是问 柳萍平静地点点头 脸上挂着自信的微笑 没问题 我会把他们带上正途 马俊飞面露苦笑 尴尬地看着柳萍 我这个总巡捕 面对这些小混混 也是无能为力 田财汉和马俊飞 与孔红玉四老打了一声招呼 离开诊所 诊所内肃静下来 孔红玉认真地扫了一眼 范子勋三人 今天刚刚开业 我们多待一会儿 彭胜瑞理解孔红玉的话外音 害怕柳萍因为年纪太轻 被病人轻视 留在诊所给柳萍撑场子 当即笑着表示 柳萍 今天下班 给我写一幅字 柳萍当然不会拒绝 笑着点头答应 邱清雅带着几名女学生 负责给四老侦查 柳萍陪陪着四老边喝茶边聊天 孔红玉表情凝重地看着柳萍 小兄弟 如果我遇到与陶配云相同的病例 我能出手救治吗 我信心不足 柳萍笑了笑 耐心地解释 癌症病人 大多数后化疗 淋巴系统和白细胞毁损严重 要想让病人恢复 首先要做得调理病人的身体 唉 孔红玉叹了一口气 虽然我也懂针灸 但针法远不如你 手指也不如你灵活 还望着脚一二 柳萍不还意思地挠了挠头发 孔老 您太谦虚了 我们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站在四老身后的学生 都静静望着柳萍 孔老竟然向柳萍求教 真是一尊大神啊 柳萍表情明重 目光真诚 中医示弱 我被必须共同努力 或许能让中医崛起 重现昔日辉煌 啪 范子勋情不自禁鼓掌 满眼激动 说得好 虽然我被齐心努力 中医的发展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如果我被不努力 中医绝不会崛起 势必泯灭于历史长河中 一个长相清秀 带着眼镜的年轻女孩 满眼期待地望着柳萍 小师叔 我叫白子涵 研究生二年级 我能在这里实习吗 柳萍面带微笑 只要四老不反对 我希望你们来诊所当医生 大家互相学习 共同促进 彭胜瑞和郎道如 互相对视一眼 读满意地点点头 恐红欲翻了一个白眼 我早就说过 柳萍不是小心眼之人 绝不会藏私 你们信了吧 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夫妇 互相搀扶着走进诊所 老夫人疑惑地 扫了一眼诊所你的人 哪位是医生 柳萍快步走到老夫妇身边 老伯脸色苍白 身上发出难闻的气味 笑着说道 老人家 这里的人都是医生 老伯得入疮了 患病的老人眼里 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疑惑地望着柳萍 小伙子 你是中医 柳萍知道老人的想法 无奈地笑了笑 老人家 你患得病时入疮 经常反复 患处已经溃烂了 老伯满眼期待 望着柳萍 小伙子 能治吗 柳萍认真地点点头 能治 不麻烦 大厅里弥漫着难闻的气味 几名女学生 不由自主地捂住鼻子 柳萍写出药方 交给白子涵 立即熬药 嗯 白子涵应了一声 与另一名女学生 快速抓好药 向熬药室走去 柳萍扶着老伯的胳膊 老人家 跟我去治疗室 我先给你针灸 疏通经脉 让血脉流通 再泡两次药语 必能痊愈 恐红与四老都知道 顽固性入疮很难治 眼里露出期待 互相对视一眼 跟在老伯和柳萍身后 走进诊室 两名男学生捏着鼻子 帮着老妇人 脱去老伯的衣裤 让老伯俯卧在治疗床上 柳萍给金针消毒后 扎入老伯后背 和大腿的束缚穴位 金针不断颤动 内气进入老伯的身体 浓血从患处流出 一名男学生 不断用纱布擦去浓血 十几分钟后 患处流出新鲜血液 柳萍取下银针 扭头看到白子涵站在身后 笑着问道 要熬好了 白子涵点点头 端过来吗 柳萍摇头看了一眼白子涵 把浴缸内的水加热到六十度 再把熬好的药汁 倒进浴缸里 一切准备就绪后 柳萍扶着老伯走进浴室 柳萍脸上挂着歉意 老人家 有点疼 您忍着点 入窗磨我很久了 为了治病 忍不住也得忍 老伯的脚放进浴缸 脸上的肉抽搐几下 深吸了几口气 咬牙躺在浴缸里 孔红玉认真地看着白子涵 子涵 把药方给我看看 孔红玉的眼神不断变换 由疑惑和诧异 转变成惊喜 范子勋 彭胜瑞和郎道如三人 知道药方给孔红玉带来了惊喜 也都接过药方 看了一遍 哈哈 郎道如大笑几声 高 尿 另辟蹊径 去俯生机 配合针灸 必见其笑 彭胜瑞向柳萍抱了抱拳 小兄弟 你再次让老夫刮目相看 第45章 医者人心 两个小时过去了 柳萍把老伯扶出浴缸 孔红玉等人都瞪大了眼睛 吃惊地审视老伯 老伯的患处出现了细嫩的心肉 伤口愈合 虽未完全康复 却也指日可待 柳萍把老夫妇领进治疗室 二位老人家 你们心脏和肺脏也有些毛病 我再帮你们处理一下 一个小时后 老夫妇拎着药汁 千恩万谢地离开诊所 邱轻雅给柳萍端来茶水 满眼骄傲 老公 辛苦了 柳萍笑着摇头 眼里带着满足的神色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 能解除病人的痛苦 累了也高兴啊 邱轻雅又给孔红玉四人端来茶水 四老 请喝茶 孔红玉接过茶杯喝了一口 认真的目光从十几名学生脸上扫过 你们都是未来的中医医生 谈谈今天的感想 一名年纪稍大的戴着眼镜的男学生 走到柳萍身前 恭敬地给柳萍身居一躬 小师叔 我叫乔广成 来自偏远的农村 一直希望学好医术 改善父母的生活 今日见到小师叔救治病人 理解了一者人心四个字的真正含义 一者当有解救苍生疾苦之心 柳萍满意点点头 起身轻轻地拍了拍乔广成的肩膀 你来自农村 当知道偏远地区百姓的疾苦 希望你永远记住今日的话 乔广成郑重地点了点头 我会的 白子寒脸上带着尴尬 女孩子爱干净 可我们将来要面对各式各样的病人 不能因为个人喜好 忽略了病人的感觉 小师叔是我们的榜样 孔红欲认真地看着柳萍 这些学生即将走入社会 我们能教的东西也教得差不多了 你艺术高超 实战经验丰富 需要让他们留在诊所里学习 柳萍笑着点了点头 欣赏的目光从学生脸上扫过 过几天 江城市的所有寻补 都要来诊所检查身体 正好需要人手 你们都过来帮忙吧 薪水按照正式医生发放 白子寒慌忙白手 小师叔 我们不要薪水 但你必须叫我们知识 柳萍似笑非笑地看着白子寒 你们都长大了 应该自己养活自己 再说了 我又不是贪婪的资本家 怎么能不付员工薪水 范子勋点了点头 柳萍说得对 必须付给你们薪水 柳萍略一沉思 四老 我有个想法 把学生们分成五组 各组学生轮流 跟着我们五人一周换一组 四老觉得怎么样 孔红玉首先表态 可以 要是都跟着你 你也带不过来 我们五人各代三四名学生 也有利于学生学习 范子勋 彭胜瑞 和郎道卢三人 也点头同意 孔红玉扫了一眼男女学生 你们自行分组吧 我们几个老家伙不管 白子寒把乔广成 上子科和谷家会叫到身边 我们四人一组 两男两女 男人负责重活 重活 乔广成疑惑地嘀咕一声 真笨 白子寒瞪了乔广成一眼 搬药材 搬设备 不是重活啊 难道你让小师叔去干重活 乔广成脸上露出恍然大雾之色 笑着点头 好 重活交给我们 其他学生听到白子寒的话 都点了点头 分组时也是男女搭配 柳平笑着看着白子寒 看在你不让干重活的份上 你们这组先跟着我 哦耶 白子寒激动地挥了挥小拳头 柳平写出坐诊时间和地址 交给白子寒 周一去普济堂 周二去中医院 周三去试医院中医科 四五六来诊所 范子寒满眼无奈 普济堂在成交结合部 你们会很辛苦 白子寒脸上挂着无所谓的笑容 没关系 大不了早起一个小时 柳平看着白子寒 有空的时候 把你们学过的课本送过来 白子寒疑惑地望着柳平 课本 小师说 你要课本做什么 柳平尴尬地笑了笑 如果我不知道你们学过什么 怎么指点你们 乔广成台湾看了一眼时间 距离下班 还有一个多小时 我回去取课本 柳平知道乔广成家庭条件不好 来回必定打车 向邱青雅使了一个眼色 邱青雅立即明白了柳平的意思 快步走到乔广成的身边 拿出三千元钱 放进乔广成的手里 认真的看着乔广成 别拒绝 这是预付的薪水 他们也有 乔广成瞬间明白了 柳平和邱青雅的心意 感觉心里一暖 眼角出现泪花 小心地收起钱 低着头走了出去 邱青雅又给每个学生 预付了三千元薪水 柳平认真地看着学生们 今年你们四处奔波 难免会花钱 我不希望你们向家里要钱 以后每个月 我都会提前预付 你们薪水 十几名学生都低下了头 有人眼角出现泪花 柳平笑着解释 虽然我的诊所要价便宜 但钱不是问题 你们努力学习 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 白子涵等人都抬起头 眼里露出坚定的目光 孔红欲眼神复杂 不仅有开心 更多是浓浓的期待 在柳平的带领下 中医想不崛起都难 邱清雅目光复杂 柳平太出色了 随着时间推移 定会明年江城 成为首屈一指的中医胜手 定会赢得的美女的青睐 邱清雅的脑海中 浮现出蓝贤镜 和秦仙子的身影 虽然邱氏集团不算小 但邱氏集团 仅仅是一个商业公司 邱清雅感觉压力巨大 必须努力 跟上柳平的步伐 才能赶走为 在柳平身边的其他女人 加油 邱清雅暗暗给自己加油鼓劲 我是不会输的 一定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彭胜睿满眼期待 柳平 快到下班时间 我的字 柳平不好意思地 拍了一下脑门 忙忘了 现在就写 一直负责端茶送水的 陈洪蕊和田丽瑶 立即忙碌起来 田丽瑶瞪了陈洪蕊一眼 今天我来嬷嬷 不要等我抢 这次让着你 陈洪蕊铺好宣纸垫 放好宣纸 平哥 可以了 柳平拿起毛笔 深吸了一口气 像变了一个人 气势威严 表情庄重 战末 书写 一气呵成 竟有生命就死扶伤 八个大字月染纸上 彭胜瑞瞪大了眼睛 嘴角颤动 死死盯着宣纸上的字 气势磅礴 振翅欲飞 怪不得许老喜欢你的字 真正的大师级书法 孔红玉也是喜欢书法之人 瞪着眼睛 小子 你必须一视同仁 柳平知道是这种结果 无法拒绝 笑着点点头 妙手回春 玉满姓灵 一个人后 汇集千万 妙手解忧 春暖花开 三夫子分别交给孔红玉 彭胜瑞和郎道儒 三人都小心地收起 属于各自的一幅字 郎道儒满眼激动 哈哈 今天赚大发了 乔广城拎着一个大纸箱 走进诊所 小师叔 从本科到研究生 所有的课本都在这里 贩子勋战起身 柳平 你忙了一天 早点休息 我们不打扰了 第四十六章 现场教学 晚上 邱清雅枕着柳平的胳膊 眼里带着迷茫和恐惧之色 老公 我害怕 柳平愣了一下 轻轻摸着邱清雅的秀发 疑惑地看着邱清雅 害怕 韩玉龙即使想报复 也要准备几个月 你怕什么 真是猪脑子 邱清雅暗暗复匪 深情地望着柳平 你太优秀了 我害怕你将来离开我 柳平瞬间明白了邱清雅的想法 郑重地看着邱清雅 我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和师父两个亲人 即使将来意外与别的女人 有了肌肤之清 也不会抛弃你 邱清雅知道柳平从不说假话 心里浓浓地甜蜜 故意生气地闭上眼睛 你就会哄我 柳平顿时猛圈了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邱清雅睁开眼睛 看到柳平不知所措的表情 献上热吻 女人都是希望被宠着的 你要你心里有我 我就满足了 柳平尴尬地笑了笑 你不能总吓我 邱清雅懒散地闭上眼睛 你去练功吧 我要睡觉 柳平听到邱清雅 传出均匀的憨声 小心地起床 走到客厅 谭西坐在椅子上 运功调息 近期柳平一直用内力治疗患者 几乎每次都是筋疲力竭 柳平感觉 内力每运行一个周天 都强了一份 十几个周天后 内力不受控制得越来越快 难道是要突破第四层了吗 柳平不敢大意 谨守丹田 任由内力在体内疯狂运行 天亮了 柳平睁开眼睛 虽然没有突破第四层 也相距不远了 按照舞者级别划分 柳平此时已经跨入 先天中期舞者的行列 柳平刚刚做好爱心早餐 邱清雅穿着睡衣走进餐厅 柳平爱怜地搂着邱清雅 快吃吧 都是你喜欢的 邱清雅眼角出现泪花 满眼可怜 我不想吃 我昨晚做梦 你不要我了 柳平轻轻谈了一下邱清雅的脑门 梦是相反的 证明我喜欢你 邱清雅哪里还有霸道总裁的样子 完全是一个恋爱中的小女人 撅着嘴坐在餐桌边 满眼忧怨 不许哄我 柳平举手发誓 柳平再次发誓 如果欺骗老婆邱清雅 邱清雅不是不相信柳平 只是内心的担忧和害怕在作怪 看到柳平发誓 立即站起身 伸出玉手 捂住柳平的嘴 满眼情意 深情地看着柳平 亲爱的老公 我相信你 吃过饭 柳平把邱清雅送到办公室 柳平打车赶到普及堂 范子勋正在招呼学生 做营业前的准备 看到柳平 高兴地打招呼 小柳 辛苦了 柳平环顾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诊所面积不超过一百个平方 挂在墙上的药品价格板 引起柳平的注意 柳平看到药品价格极低 心中暗赞 范子勋是真正一心未鸣的大一 范子勋不好意思地看着柳平 小柳 我这条件艰苦 请见谅 柳平给范子勋身居一功 范老 小子受教了 范子勋瞪着眼睛看着柳平 你这是干什么 柳平正中望着范子勋 范老 普及堂能坚持到今天 您肯定承受了无法想象的困难 以后普及堂的药材 我全包了 范子勋眼角湿润了 虽然很想拒绝 但诊所真有困难 激动地搂着柳平的脖子 声音哽咽 小子 老夫没看错你 柳平沉思片刻 真诚地看着范子勋 范老 我有一个想法 百姓中医诊所和普及堂联盟 普及堂开除的药方 可以去百姓中医诊所取药 要嫁按照菩提堂的执行 范子勋心神一阵 愣愣地看着柳平 小柳 如果这样做 你会吃大亏的 柳平脸上露出真诚的笑容 为了中医 范老能舍己为人 小子不应该向范老学习吗 范老脸上露出无奈的神色 你这样做 对百姓极好 可你损失巨大 柳平真诚的目光 落在范子勋的脸上 范老 为了发展中医 我将不惜任何代价 我准备出资 扩建普及堂的规模 一跳 眼里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扩大规模 去哪找医生 柳平脸上浮现出神秘的笑容 指着正在忙碌的学生 附在范子勋耳边小声嘀咕 范老 如果我能提高他们的医术 让他们隔三差五来此坐诊 他们会拒绝吗 好小子 范子勋满眼激动 手掌重重地拍在柳平的肩膀上 怎么做 老夫听你的 柳平脸上浮现出神秘的笑容 范老 周四孔老他们都去百姓诊所 我们好好商量一下 范子勋满眼期待 行 听你的 老夫可是很期待啊 一名老者一蹶一拐地走进普及堂 范圣手 我的老韩腿又犯了 你快给我看看 老张 快坐 范子勋招呼病人坐下 拉着柳平走到病人身前 小柳 他是老韩腿 你看看能不能跟志 老张愣愣地打量柳平几眼 扭头疑惑地看着范子勋 范圣手 这小伙子不错 是你新收的学生 范圣手脸一红 小声嘀咕 我可没资格收他做学生 给他当学生还差不多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老张吃惊地看着柳平 柳平检查过老张的脉象 微笑着看着老张 腿部经脉阻塞 寒气淤积 不难治 老张彻底猛圈了 多年的老韩腿 这个年轻人 竟然说不难治 太不可思议了 柳平扭头看了一眼乔广城 广城 你和白子涵得要打下手 给金针消毒 白子涵 乔广城 上子科和谷家慧 全部恭敬地站在柳平身边 柳平拿起消毒后金针 依次扎进老张的浮吐 应是 梁秋 毒鼻 足三里 上聚雀和下聚雀等穴位 张老的寒气 淤积在膝盖附近的穴位 我用内气驱除寒气 如果你们不知道 寒气淤积在哪里 疏通腿部的所有经脉 症状自然减轻 白子涵疑惑地问道 小师叔 不需要服药吗 柳平笑着解释 如果你们是主治医师 必须给病人开药 药方以驱寒和疏通经脉为主 范子勋不住地点头 满眼佩服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 给老张治疗的 无法驱除病根 只能缓解痛苦 柳平认真地看着老张 我给你开一副药 你服用一周 你下周一再过来 我再给你针灸一次 驱除病根 老张询问的目光 落在范子勋的脸上 范子勋高兴地点点头 老张 放心吧 柳平的医术远在我之上 第47章 治疗腰椎 颈椎炎 风湿等顽固性疾病 柳平都是手到擒来 范子勋眉开眼笑 毫不吝啬赞赏 柳平 老朽长见识了 一名中年女子 毛着腰走进普及堂 范子勋急忙给介绍 柳平 这是一名小学校长 古灵柔腰间盘突出 你一定要帮助她 她是一心为学生的好校长 柳平检查过古灵柔 卖相后 认真地看着古灵柔 阿姨 你的腰椎错位了 我要先给你挣骨 会很疼 你要忍忍 古灵柔无所谓地笑了笑 没关系 什么疼痛我没体验过 你不用担心 柳平让古灵柔脱掉上衣 扶卧在治疗床上 内力涌入手掌 捏住脊椎骨 慢慢从颈部向下履 咔嚓 咔嚓 骨头腹位的声音 不绝于耳 古灵柔苍白的脸上 冒出痘大汗珠 脸上的肉不时抽搐 虽然牙关紧咬 但仍不时发出痛苦的声音 十几分钟后 柳平拿起金针 从大锥穴开始 沿着督脉一路刺下 眼里满是担忧 柳平 休息一会吧 柳平摇了摇头 眼里露出坚定的目光 不行 现在停止 前功尽弃 必须一口气完成 白子涵掏出手帕 眼里带着心疼和不舍 轻轻地擦去柳平脸上的汗珠 谢谢 柳平感觉内力所剩无几 咬牙催动内力 疏通古灵柔经脉上的 最后两个穴位 扑通 柳平脸色苍白 无力地坐在椅子上 慢慢取下金针 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性不如命 古灵柔满眼感激 望着柳平 医生 我真的好了 柳平深吸了几口气 还没好 我还要给你配置外敷的药膏 连敷半个月 才算彻底治愈 谢谢 我终于又可以站讲台了 古灵柔脸上挂着兴奋和激动 阿姨 你至少要在床上躺一周 骨节完全复位以后 才能活动 柳平认真地解释 范子勋看着古灵柔 古校长 这几天 你就待在普及堂 我会通知你的家人 柳平休息十几分钟 开出药方 交给范子勋 哪些药物没有 我让人送过来 范子勋看完药方 尴尬地看着柳平 只有一小部分药材 你还是让人送过来吧 白子涵认真地看着柳平 小师叔 百姓诊所那边人手也不多 我去取药吧 你去吧 我休息一会儿 你回来叫醒我 柳平站起身 摇摇晃晃地走进休息室 柳平睁开眼睛的时候 一进中午 起身回到诊室 看到古灵柔仍趴在治疗床上 拿起金针 扎进古灵柔的膀胱筋穴位 阿姨 别担心 我帮你处理一下身体的其他小毛病 一会就好 护士端来饭菜 看到柳平醒了 柳医生 范老在等你吃饭 柳平随口回答 让范老先吃 我一会就好 十几分钟后 柳平收回金针 离开诊室 范子勋看到柳平 立即打招呼 快吃饭吧 饭后 柳平略做休息 检查一遍白子涵带回来的药材 满意地点点头 把药材分成两份 一份放在砂锅里熬制药汁 另一份放在炭火上烘烤 范子勋 乔广成 和白子涵等人 不错眼珠地盯着柳平的动作 小柳 你这种配制药膏的方法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范子勋吃惊地说道 柳平随口解释 我以前在乡村行医 设备简陋 这是我常用的方法 柳平把熬好的药汁 倒进大碗里 又把烘干的药材碾成粉末 倒进药汁里 搅拌均匀 变成黏乎乎的黑色药膏 白子涵疑惑地看着药膏 这就完成了 也不麻烦啊 范子勋撇了撇嘴 看着简单 火候大小 用水量都需要多次实践 才能配置出完美的药膏 柳平拿着药膏走进治疗室 把药膏均匀地涂抹在 古灵柔的后腰上 又用纱布包好 才尝出一口气 古阿姨 四个小时后 你可以下床活动 晚上平躺在床上 明天下午 让护士给你换药 古灵柔轻轻地嗡了一声 众人离开诊疗室 回到前厅 范子勋满眼期待 柳平 给我讲讲药方的作用 柳平不好意思挠了挠头发 范老 你能看得懂药方 是不是奇怪我 为什么要红口 范子勋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柳平笑着解释 我们常用的药材 都是风干的 内含风毒和湿气 红干碾成粉末 不仅能提高药效 也能降低副作用 特别是消炎和弱化骨刺的 几位药材 外敷时必须烘干 范子勋满眼震惊 沉声楷叹 没想到你的药理知识 如此之深 不愧是当时中医 第一人的徒弟 白子涵疑惑地望着范子勋 范老 大家都说 当时中医第一人 是帝都的郭兴隆 小师叔是郭老的徒弟吗 范子勋撇了撇嘴 郭兴隆确实比我强 但他还没资格当柳平的师父 乔广成眼里 闪过一丝金光 激动望着柳平 小师叔 你不会是鬼手神针的徒弟吧 柳平愣了一下 吃惊地看着乔广成 你知道鬼手神针 乔广成表情尴尬 我听过鬼手神针的传说 都说他是当时中医第一人 针灸之法举世无双 柳平既没承认 也没否认 坐在椅子上 喝了一口清茶 范子勋看到柳平 不愿意泄露身份 也没说什么 医生 医生 诊所门口 传来焦急的喊声 柳平第一时间跑了出去 看到两名戴着安全帽的建筑工人 从皮卡车上 抬下一名浑身是血的伤者 急忙让开路 大声说道 直接抬进诊疗室 两名建筑工人 小心地把伤者抬进诊疗室 把担架直接放在诊疗床上 柳平立即检查伤者的情况 一名工人急忙解释 他被坍塌的钢架 打碎了小腿骨 粉碎性骨折 柳平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名年过五十的中年人 快步走进诊所 满眼焦急地望着范子勋 医生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都要保住他的腿 范子勋点点头 快步走进诊室 看到柳平表情凝重 知道伤者情况不乐观 试探着问道 伤者情况怎么样 腿能保住吗 柳平上午消耗的内力 还没有完全恢复 没把握复卫伤者的碎骨 看了一眼陷入昏迷的伤者 猛地深吸一口气 眼里露出坚毅的目光 第四十八章 全力以赴 柳平拿出树莓金针 快速扎进伤者大腿的根部 伤口的流血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慢 很快停止 柳平又开出两张药方 交给范子勋 范老 第一张药方熬成药汁 第二张张药方上的药材 按照我刚才的办法烘干 碾成粉末 如果药材不全 马上让恐龙送来 范子勋简单看了一眼药方 我立即联系孔老 柳平从帆布包里 拿出紧剩拇指长的人参 且成薄片 放在盘子里 表情凝重地看着白子涵 如果发现我脸色苍白 身体出现抖动 拿起两片人参 放进我嘴里 能不能治好病人 全靠你了 白子涵虽然不知道柳平要怎么做 但看到柳平表情凝重 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 郑重地点了点头 柳平拨通了蓝贤静的电话 开门见山 静姐 我在郊区的普及堂 你马上派人把年份人参送过来 越快越好 蓝贤静能感觉到柳平的焦急 知道柳平是用内力救人 我亲自去 你坚持住 柳平闭目坐在椅子上 内力在体内快速运转数周 感觉内力紧紧恢复了五成 不由地暗叹 伤者必须立即救治 只能听天由命了 内力涌入柳平的双手 柳平站起身 双掌小心地捂住伤者的断腿 内力慢慢倾入断腿中 闭着眼睛 细心感觉碎骨的位置 慢慢矫正 白子涵似乎忘记了治疗过程 不错眼珠地盯着柳平的脸 十几分钟后 白子涵看到柳平脸色越发苍白 冒出汗珠 毫不犹豫地拿起两枚人参片 放进柳平嘴里 柳平感觉一股热流涌入丹田 继续矫正断骨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白子涵看到盘里的人参 已经全部被柳平吃光 而柳平的脸色依然苍白 不断冒出冷汗 失声惊叫 小师叔 人参没有了 怎么办 柳平闭着眼睛 清晰地听到了白子涵的声音 暗叹了一口气 还有六小块骨头没有副位 蓝敬贤的人参还没到 如果现在停下来 一切的努力都白费了 无论能否成功都要拼一下 柳平猛地睁开眼睛 拿起两枚金针 分别扎进自己的阴交穴和石门穴 确保气海无恙 把经脉里仅存的内力逼入双掌 咔咔 六块小骨头回到正确位置 柳平摇晃着扶住乔广成的肩膀 用谨慎的一丝力气说道 涂抹药膏的时候 千万不要移动伤腿 也不能绑架板 把我附近休息室 让我仰躺着 不要动我身上的金针 柳平的声音越来越弱 说完最后几个字 趴在乔广成肩头睡着了 柳平 人身送来了 随着话音 蓝贤静不顾形象地跑进诊疗室 看到柳平的肚子上插着两枚金针 涌出泪水 满眼自责 对不起 姐来晚了 你千万不能出事啊 范子勋检查过柳平的迈向后 虽然心里充满疑惑 还是开解蓝贤静 蓝小姐 柳平没事 蓝贤静的表情 知道柳平与蓝贤静的关系不一般 急忙劝解 姐姐 小师叔昏过去之前 告诉我们怎么做了 不用担心 白子涵 乔广成 上子科 和谷家会四人 小心地把柳平抬到休息室的床上 让柳平仰躺着 柳平憨声如雷 陷入沉睡中 蓝贤静沉思很久 拨通了邱清雅的电话 邱总 柳平给人治病 陷入沉睡中 肚子上插着两枚金针 邱清雅一直认为 蓝贤静是自己的情敌 极不愿意与蓝贤静通话 听蓝贤静的话以后 顿时吓呆了 邱清雅知道柳平给人治病 会陷入昏睡 却从没见过柳平肚子插金针 惊慌地问道 蓝小姐 你在哪 我立即过去 普及堂诊所 我把地址发给你 蓝贤静挂断电话 把地址发给邱清雅 邱清雅慌乱地拿起手包 快步跑进停车场 钻进轿车 轿轰鸣着 驶出停车场 钢牙带着三个人 暗中保护邱清雅 看到邱清雅慌乱地驾车离开 立即拨通了骑老虎的对话 大哥 邱小姐驾车离开了 样子很慌乱 骑老虎吓了一跳 难道有人下手了 沉声叮嘱 别慌 你们立即跟上去 随时汇报位置 我带人接应你们 邱清雅不记得闯了多少个红灯 不时提醒自己 柳平医术高超 不会出事的 抵达普济堂诊所 邱清雅直接冲了进去 大声喊道 柳平在哪 范子勋看到是邱清雅 尴尬地解释 邱小姐 柳平在休息室酣睡 我检查她的脉象了 是脱离的症状 但我不懂她 为什么在肚子上扎了两枚精针 邱清雅稍微松了一口气 知道柳平医术高超 可能有特殊的自我保护方法 快不向休息室走去 我去看看她 蓝贤静泪眼婆娑地 坐在柳平的床边 看到邱清雅走进房间 尴尬地站起身 你来了 此事怨我 柳平要人生 我来晚了 邱清雅本来一肚子怨气 可是看到蓝贤静手里的人生 知道蓝贤静是真心帮助柳平 暗叹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苦笑 谢谢你 蓝贤静也不知道该如何接话 低着头坐在椅子上 两个女人都默默地坐在椅子上 看到柳平没有任何反应 谁也不愿意挑起话题 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 柳平睁开眼睛 看到邱清雅和蓝贤静 坐在椅子上打瞌睡 小心地拔出肚子上的金针 下了床 把邱清雅放到床上 邱清雅立即睁开眼睛 一把抓住柳平的胳膊 你没事吧 柳平面带微笑 我没事 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 邱清雅站起身 看了一眼蓝贤静 让她休息吧 她身体不好 柳平点点头 轻轻地点了一下蓝贤静的睡穴 把蓝贤静抱到床上 盖上被子 邱清雅摆了柳平一眼 快告诉我 出什么事了 蓝贤静给我电话的时候 我听得出来 她吓坏了 柳平把事发过程详细地讲了一遍 邱清雅眼里露出泪水 你怎么能这样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办 柳平爱怜地搂着邱清雅 你知道我艺术不一般 不会出事的 邱清雅撅起小嘴 瞪着眼睛盯着柳平 以后不许这样了 嗯 柳平应了一声 拉着邱清雅走出休息室 范子勋 乔广城 以及后来抵达的齐老虎等人 面色正常都激动地站了起来 范子勋抓住柳平的手腕 检查过脉象后 尝出了一口气 小兄弟 你是吓死老哥哥了 第49章 吞食人参 柳平满脸歉意 给众人行了一个礼 让大家担心了 范子勋尝出一口气 白子涵 你和谷家慧 去把饭菜热热 众人把几张枕桌拼在一起 所有人围坐在周围 邱清雅美好气地白了柳平一眼 附在柳平耳边 蓝贤静也没吃饭呢 还不去把他叫来 嗯 柳平应了一声 向休息室走去 邱清雅望着柳平的背影 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关心情敌 无奈地暗叹了一口气 柳平解开蓝贤静的睡学 蓝贤静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看到柳平站在床边 瞪大眼睛 蹭得一声坐了起来 柳平 你没事吧 柳平满眼歉意 我没事 让静姐担心了 蓝贤静下床 拿起椅子上的人参盒 递给柳平 弟弟 你随身带鞭 且不希望你一身犯险 柳平接过人参盒 认真地看着蓝贤静 静姐 你人脉广 想办法多购买几株年份人参 我出钱 蓝贤静妩媚地看着柳平 臭小子 跟姐还客气 柳平害怕蓝贤静的目光 低着头挠了挠头发 静姐 大家等你吃饭呢 蓝贤静脸一红 你先去 我马上过去 骑老虎从轿车取来两瓶酒 笑着说道 庆祝柳先生身体健康 不一会儿 蓝贤静优雅地走进大厅 坐在柳平左侧的骑老虎 立即站起身 表情恭敬 蓝小姐 请坐这里 谢谢 蓝贤静微笑着瞄了一眼邱青雅 看到邱青雅 并没有任何反应 优雅地坐在柳平的左侧 白子寒疑惑的目光 不时偷瞄邱青雅和蓝贤静 难道这两个极品美女 都是小师叔的女朋友 酒过三巡 柳平看了一眼蓝贤静 静姐 有一件事麻烦你 蓝贤静笑着点点头 弟弟的事情 就是姐姐的事情 柳平认真地看着范子勋 范老 你在附近选一块地 不能低于十亩 选好以后 把位置告诉静姐 范子勋吃惊地看着柳平 小兄弟 你要建医院 柳平点头承认 是这个想法 范子勋叹了一口气 满眼无奈 建医院需要的钱太多了 老哥帮不上你啊 蓝贤静刚想说话 意识到不能抢了邱青雅的风头 立即低下头 邱青雅面带笑容 满眼骄傲 范老 你放心吧 钱不是问题 柳平看着蓝贤静 静姐 你认识的官员比较多 够地的事情交给你了 蓝贤静心中一喜 感觉自己 在柳平的心中有一席之地 笑着点头 没问题 我顺便把规划设计都弄好 邱青雅感觉压力顿增 要想在竞争中打败蓝贤静 必须尽快强大起来 柳平想了想 看着蓝贤静说道 静姐 先把土地买下来 我还要与孔老 彭老和狼老商量一下 才能确定医院的规模和结构 好 蓝贤静认真地回答 吃饱喝足以后 柳平让护士带着邱青雅和蓝贤静去休息 与范子勋和乔广成等学生走进诊疗室 柳平检查过伤者的脉象后 又闻了闻药膏 高兴地望着范子勋 一定是范老亲自配置的药膏 效果很好 每天涂抹一次 一周后给伤者打上石膏 范子勋一直担心自己配置的药膏 不能满足要求 得到柳平的称赞 骨头完全愈合以后 还要打通断裂的经脉 才算完全康复 至少需要45天 白子涵满眼期待地望着柳平 小师叔 碎骨很难拼接 你是怎么做到的 柳平也沉思片刻 认真的解释 我修炼的内功有些特殊 可以通过手指的感觉 找到每一块碎骨的正确位置 再用内力把碎骨吸到正确位置 好神奇啊 谷家慧师生惊叹 范子勋看了一眼时间 距离天亮还有三个小时 我这里地方小 没办法休息 大家去附近的酒店吧 柳平点点头 范老 你带学生去休息 我留在这里 既能照顾伤者 也能恢复体力 范子勋点头 带着乔广城等学生 离开诊所 齐老虎恭敬地望着柳平 柳先生 段疯子已经接受了我的建议 出资入股安保公司 柳平满意地拍了拍 齐老虎的肩膀 别忘记练功 要用完了 来找我 谢谢先生 我们回去了 齐老虎等人 齐齐给柳平身居一躬 离开诊所 在柳平的椅子上运功调膝 令柳平没有想到的是 丹田内空空如也 没有一丝内力 怎么回事 柳平吓了一跳 不会是功力尽尸吧 师父说过 只要护住丹田 绝不会功力尽尸 怎么办 柳平沉思片刻 拿出人身 看到拇指粗细的人身 有些不舍 小心地撕下一条须子 放进嘴里嚼碎 吞进肚内 一股热流进丹田 柳平再次运功 丹田依然空空如也 不会真的功力尽尸吧 柳平吓坏了 又毫不犹豫地 撕下几条人身须子 吞进肚内 几股热流再次流入丹田 丹田依然空空如也 柳平并没有绝望 仔细回忆人身须子的功效 心里涌起一丝希望 难道是须子的功效太低 必须使用人身 柳平掰下 拇指长的一段 嚼碎后吞进肚内 一股巨大的热流进入丹田 柳平立即运功 丹田内出现一丝微弱的内力 柳平心中狂喜 小心地引导内力 在任督二脉运行 令柳平吃惊的是 每运行一个周天 内力都会壮大几倍 十几个周天以后 虽然丹田已经充满内力 但仍有巨大的洪流涌入丹田 柳平感觉 丹田像是一个充满空气的皮球 随时可能爆炸 不能再运功了 柳平准备收工 可是发现 内力已经失去控制 在体内疯狂乱窜 哄 柳平感觉大脑翁的一声 摔倒在地 失去知觉 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 柳平睁开眼睛 看到邱青雅和蓝贤静 焦急地坐在身边 眼里面是担心 柳平慢慢站起身 满眼歉意 又让你们担心了 邱青雅没有埋怨柳平 焦急地问道 你怎么了 柳平满眼尴尬 静姐 给得人身药效太强了 我吃多了 蓝贤静暗出一口长气 白了柳平一眼 真不让人省心 柳平盘膝坐好 认真的目光 从二女的脸上扫过 你们在外面等我 我需要运功 吸收药效 第五十章 实力提升 柳平一年刚起 内力像洪流一样 冲出丹田 分成数股洪流 不仅沿着任多二脉运行 还有四股洪流进入腹脏 然后进入四肢 柳平吓了一跳 这是什么筋脉 自己怎么不知道 柳平小心地感觉 内力的运行情况 发现筋脉竟然大幅拓宽 体内有四股内力 在自动循环 并不需要一年引导 柳平感觉身体并无异常 心脏跳动得更加有力 身体越发强壮 难道自己突破了第四层 突然 房间里弥漫着难闻的气味 柳平仔细地闻了闻 发现味道是从自己的身上传出来了 猛地挽起袖子 看到胳膊上覆盖一层黑色物质 臭味是黑色物质发出来的 难道排除了身体里的杂质 看来自己一定的突破的第四层 既然身体没有问题 柳平睁开眼睛站起来 感觉内力仍在自动运行 脸上露出狂喜之色 每时每刻都在练功啊 柳平检查过伤者的情况 满意地走出诊室 邱清雅和蓝贤静 都静静地坐在大厅里 范子勋带着几名学生接待患者 邱清雅和蓝贤静 都瞪大了眼睛盯着柳平 柳平吃惊地看着两人 看着柳平不是有花 而是有一层黑色的东西 你怎么搞的 蓝贤静的鼻子嗅了嗅 柳平 你身上太臭了 邱清雅也闻到了臭味 一脸嫌弃地看着柳平 还不快去洗澡 我这就去 柳平快步跑进洗手间 邱清雅眉头皱了皱 快步走出诊所 十几分钟后 邱清雅拎着几件新衣服回到诊所 交给一名男学生 给柳平送去 蓝贤静看到邱清雅如此细心 也是暗暗赞叹 是个合格的女人 柳平穿着新衣服走进大厅 邱清雅和蓝贤静都瞪大了眼睛 站了起来 柳平愣愣地看着二女 怎么了 我没洗干净吗 邱清雅满眼情意 盯着柳平 你好像与昨天不一样了 脸上有一层淡淡的光泽 棱角更加鲜明 简直帅呆了 柳平故意调笑 是不是更加喜欢老公了 邱清雅机械地点点头 猛然醒悟 柳平是在戏弄自己 脸颊出现红霞 瞪了柳平一眼 仿佛在说 竟敢当着蓝贤静的面戏弄我 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 蓝贤静内心俱正 好帅的男人 属于自己多好 范子勋走到柳平身边 还没吃饭吧 我给你准备好了 柳平看了一眼时间 满眼歉意地摇了摇头 范老 都十点了 我必须立即赶到中医院 孔老还等着呢 路上随便买点吃的 范子勋点了点头 孔老打电话来了 希望你快点过去 柳平认真地看着蓝贤静 蓝姐 谢谢你 蓝贤静脸上再次浮现出自信的笑容 不用跟姐客姐 很开心能帮到你 我回去了 邱青雅驾车载着柳平向中医院驶去 认真地看了柳平一眼 柳平 你跟我说真话 你是不是喜欢蓝贤静 柳平吓了一跳 瞪大了眼睛 啥 你说啥呢 邱青雅叹了一口气 虽然我不知道 你是否喜欢蓝贤静 但我可以确定蓝贤静喜欢你 她看你的眼神骗不了我 柳平顿时猛圈了 吃惊地看着邱青雅 你说蓝贤静喜欢我 邱青雅美好气地白了柳平一眼 我是女人 了解女人的眼神 柳平若有所思地低下头 回忆与蓝贤静接触的过程 虽然自己把蓝贤静当作姐姐 但蓝贤静说过 以后是自己的人 柳平吓了一跳 蓝贤静不会是真的喜欢上自己了吧 如果真的喜欢自己 那就麻烦了 一定要与蓝贤静保持距离 邱青雅扭头看了柳平一眼 怎么不说话了 柳平郑重地看着邱青雅 我以后会尽量与她保持距离 唉 邱青雅叹了一口气 知道女人一旦动了情 会像飞蛾一样 不顾生死地扑进火堆里 柳平路上买了四龙包子 和两杯豆浆 吃了一大半 余下留给邱青雅 轿车抵达市医院 柳平下车拨通了孔红玉的电话 邱青雅赶往邱氏集团 孔红玉把柳平领进诊室 这是我的诊室 你现在这里待几天 过几天 给柳平称门面 以防被病人轻视 点头感谢 孔红玉对护士说道 让下一个病人进来 护士领着一名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中年男子坐在整台前的椅子上 孔老 这段时间 我总是感觉胃胀 胸闷 食量减少 排便不畅 孔红玉检查过男子的脉象后 扭头看着身边的柳平 小兄弟 你来看看 柳平通过男子的面向 基本确定 男子是甘胃气质症 笑着摇了摇头 不用看了 是甘胃气质症 卖闲 针灸或者服用柴虎书肝散 都可以 孔红玉满意地点点头 看着柳平 你来针灸吧 老朽的针法不如你 男子吃惊地看着柳平 难道这个年轻人的医术 比孔红玉还厉害 柳平指着疹床对男子说道 躺倒疹床上 把裤子挽到膝盖处 衣服扣子解开 男子一眼躺在疹床上 柳平取出金针 消毒后 金针依次刺进内观 中婉 男子感觉一股热流涌入身体 胃部的胀痛感觉逐渐消失 满眼感激地看着柳平 如此年轻 医术如此精湛 是一个奇人 十几分钟后 柳平拔出金针 看着男子 你的病已经好了 如果你不放心 回去喝两副柴虎书干散 男子站起身 深吸了几口气 感觉体内的不是全部消失 千恩万谢地走出诊室 护士满眼一彩 没想到帅哥的医术这么好 让下一个病人进来 孔红玉的话 惊醒正在做梦的护士 护士脸一红 慌忙跑了出去 直到下午两点 才把最后一名患者送走 护士端来饭菜 三人边吃边聊 孔老 怎么没看到乔广成他们 柳平疑惑地问道 孔老认真的解释 你昏迷了 我就让他们去找老鹏了 护士看着柳平 你是中医院新来的医生 柳平不好意思地摇头解释 我不是 我是应孔老的邀请来帮忙的 孔老看着护士 认真的说道 柳平 他叫穆少宇 以后你来中医院做诊 他是你的专职护士 穆少宇脸一红 低着头 谢谢孔老 第五十一章 星包蛋片 柳平和孔老走进陶佩云的病房 陶宇欣脸上带着开心的笑容 快步跑到柳平身边 柳哥哥 你几天没来了 我都想你和邱姐姐了 柳平轻轻地谈了陶宇欣一个脑崩 最多一个月 陶阿姨就可以出院了 你好好想想去哪所学校 然后告诉我 陶佩云气色很好 眼里满是感激 柳医生 不能再麻烦你了 柳平也没解释 坐在床边仔细检查陶佩云的脉相 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笑容 阿姨 你就快出院了 陶佩云知道自己无法报答柳平和孔宏欲 暗叹了一口气 低声说道 谢谢你和孔老 如果没有你们 我没有今天 柳平第一次治疗癌症复发的患者 不知道陶佩云的病情是否会反复 陶佩云母女是善良之人 离开医院以后 一定拼命赚钱 报答恩情 未来难料 解决他们的后顾之优势上策 想邀请你和雨昕去我们家 你平时给我们做饭 雨昕去上学 陶佩云眼里流出泪水 明白柳平的话外音 哽咽着回应 好 我出院去你家 陶雨昕激动地挽着柳平的胳膊 柳哥哥 我真的可以住在你家的别墅 柳平假装生气地瞪着眼睛 盯着陶雨昕 如果你不去上学 我就把你赶出去 陶雨昕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听柳哥的 我去上学 恐恐欲暗暗赞叹 这才是真正的医者人心 尽自己之力 解决患者的困难 插嘴说道 陶雨昕上学的事情交给我吧 不用担心学校和学费的问题 咔嚓 房门打开 一名身穿白大褂中年人走了进来 孔洪欲吃惊地看着中年男子 郑轩 你怎么来了 有事 林郑轩面露难色 老师 崔老来了 点名找你 孔洪欲指着柳平 对林郑轩介绍 这是你的小师叔柳平 快行礼 林郑轩知道 中医注重辈分 柳平看着年轻 能被孔老认作师弟 来历肯定不凡 立即给柳平鞠躬 林郑轩败见师叔 柳平慌忙闪开 你年纪比我大 以后我们兄弟相称 咱们各交各的 与孔老没关系 哈哈 孔洪欲大笑几声 满眼赞赏 小柳 你们如何称呼 我都不管 但郑轩遇到疑难杂症 你必须帮忙解决 柳平郑重地点了点头 孔老 治病救人是我辈的天职 如果用得到我 我绝不推辞 林郑轩没想到孔洪欲 如此看重柳平 更加佩服 认真地看着柳平 柳平 我比你大几岁 以后我喊你留老弟 柳平笑着点头 林哥 听你的 孔洪欲认真地看着柳平 郑轩所说的催老 年过古稀 军人出身 星包膜上有一个 0.5毫米左右的蛋片 经常引起心脚痛 年纪大了 没人敢给他动手术 我也只能给他 开一些止痛药物 你有没有办法 柳平沉思片刻 带我去看看吧 我现在也说不准 林郑轩看到柳平表情平静 暗吃一惊 恭敬地带着孔洪欲和柳平 走出病房 翠老脸色苍白 有气无力地躺在病床上 双目紧闭 仿佛像睡着了一样 床边站着穿着军服的两男一女 年纪较大的军人 激动地走到孔洪欲身前 孔老 又要麻烦你了 孔洪欲点了点头 走到床边仔细检查翠老的脉象 表情越来越凝重 看着柳平 小柳 我是无能为力了 你看看有没有办法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三名军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柳平 难道这个年轻人的医术 比孔老还强 柳平坐在床边 三根手指搭在崔老的脉门上 内力慢慢进入崔老的体内 崔老睁开眼睛 吃惊地看着柳平 小伙子 你的功夫不错 没想到还懂医术 柳平微笑着看着崔老 我功夫一般 只是一个中医弟子 崔老脸上露出血色 似笑非笑地看着柳平 内力绵绵不断 收控自如 你可不是简单的中医弟子 五分钟后 柳平确定了蛋片的准确位置 认真地看着崔老 崔老 我有两个治疗方案 供你选择 崔老越人无数 看到柳平脸色平静 目光清澈 心中暗叹 这才是真正的医者 故意瞪着眼睛看着柳平 你小子是医生 婆婆麻麻的算什么 直接说 柳平尴尬地挠了一下脑袋头发 第一种方法 我每个月为你调理一次 三年内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三年后 崔老心中一喜 看来孔红玉是给自己找来的牛人 故意生气地瞪着眼睛看着柳平 老子想长命百岁 说说第二种方法 柳平郑重地看着崔老 第二种方法是 我把蛋片取出来 崔老的大儿子崔建华 也就是与孔红玉打招呼的中年人 立即出声阻止 不行 父亲年纪大了 承受不了手术带来的后果 孔红玉知道 柳平绝不是无敌放始之人 认真地看着柳平 小柳 你想怎么做 柳平想了想 不好意思地解释 我的意思是让蛋片自己出来 只不过崔老的心口 会出现一个小伤口 啥 可 崔老因为激动不停地咳嗽 满眼不可思议地盯着柳平 孔红玉表情凝重地看着柳平 小柳 这可不是玩笑 柳平脸上挂着自信 微笑着看着崔老 请崔老选择 崔老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人 从没在意过生死 看到柳平自信的笑容 毫不犹豫地表态 我选择第二种方法 崔老的女儿崔娜 立即扑倒崔老的身上 爸 听女儿一句话 保守治疗吧 崔老叹了一口气 低沉的目光 从儿女的脸上扫过 你们都是军人 应该直面生死 你们这个样子 太令我失望了 柳平和孔红玉一言不发 静静地站在床边 崔老目光深邃 仿佛陷入到回忆中 这个世界上 只有鬼手神针 能让我完全康复 可是这个家伙 二十多年没有阴性了 也不知道是否还活在人世 孔红玉刚想说话 被柳平拦住了 瞬间明白了柳平的意思 柳平不想靠着师父 混取名声 崔考认真地看着儿女 如果我离开人世 你们不要追究柳兄弟的任何责任 是我自己的选择 爸 我 崔娜失声痛哭 第五十二章 治好崔老 崔老的二儿子崔建国 走到柳平身前 表情凝重地盯着柳平 你有多大把握 柳平平静地反问 我说有十分把握 你信吗 崔建国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不信 柳平脸上浮现出耐人寻味的笑容 这不结了 柳平转身看着孔红玉 无奈地怂怂肩膀 孔红玉走到病床边 附在崔老耳边 小声嘀咕几句 崔老立即瞪大了眼睛 失声惊呼 老孔 你说的是真的 孔红玉气呼呼地看着崔老 你我相识多年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崔老看着大儿子崔建华 带着你的弟弟和妹妹出去 我要和小柳说几句话 崔建华疑惑地看了一眼 带着崔建国和崔纳走出病房 崔老坐起身 眼里带着兴奋 看着柳平 你师父还好吗 身体怎么样 柳平笑着点点头 我师父身体很好 他不想再入室 隐居在一个偏僻的小乡村 崔老眼里露出欣慰的神色 三十多年了 当年的伙伴 没几个人了 柳平恭敬地给崔老鞠了一个躬 师父说过 您是真正一心卫国的军人 让我给您鞠躬致敬 哈哈 崔老开心地大笑 眼角湿润 这个家伙还是这么固执 孔红玉认真地看着柳平 小柳 崔老的身体能痊愈吗 柳平笑了笑 五天之前 我不敢动手 但今天我可以保证 崔老再活二十年没问题 孔红玉激动地拍了拍柳平的肩膀 崔老高兴地躺在床上 眼里带着好奇和赞赏 小柳 你可不能像师父一样 每次都把我弄昏 我要知道 你是怎么做到的 柳平表情凝重 崔老会很疼 你还是进入深度睡眠吧 崔老脸上带着骄傲 小家伙 什么痛苦 我老头子没体验过 放马过来 柳平解开崔老的衣服扣子 拿出几枚金针 刺进崔老心口周围的几个穴位 右手握着崔老左手脉门 左手放在崔老的心口 崔老 您准备好了吗 崔老无所谓的笑了笑 小子 动手吧 我要看看 你得了几分真传 晚辈放肆了 柳平的内力 沿着崔老左手脉门 缓慢进入崔老天内 护住心包膜 崔老脸上露出笑容 我们感觉出来 你的内功不弱于你师父 当年他都不敢用这种方法 崔老 忍着点 柳平的左手产生一股强大的犀利 卡在心包膜上的细小蛋片 慢慢脱离心包膜 从两条胸骨之间钻了出来 落在柳平的手心 啊 崔老忍不住大叫一声 柳平的右手加大了内力的强度 温养崔老的心包膜 足足过去了半个小时 柳平略显疲惫地坐在椅子上 摊开左手手掌 一个比米粒还小的血珠静静地躺在掌心 恐红欲身体微微抖动 瞪大了眼睛盯着柳平的掌心 这就是蛋片 柳平笑着点点头 崔老的身体还有一些毛病 明天我再给他针灸一次 再活几十年不成问题 崔老下床 在房间内走了几步 满眼兴奋 舒服 很久没有这么舒服了 柳平苦笑着看着崔老 您老 还是躺在床上吧 我要是把金针取下来 你的心口会出血的 崔老毫不在意 眼里露出不屑 流点血算什么 你在我身边 我想死都死不了 柳平暗暗苦笑 看着崔老 您老可以出院了 哈哈 崔老大笑了几句 好 我让儿子去办出院手续 恐红欲拉开房门 把崔建华三人叫进房间 崔老高兴地说道 建华 你去办出院手续 崔建华看到崔老身上的金针 疑惑地问道 爸 你身上的金针不取下来吗 柳平站起身 走到崔老身边 拔出金针 细小的伤口上冒出血丝 崔老 改天我给你配点药膏 处理一下您身上的疤痕 崔老瞪着眼睛开着柳平 臭小子 跟你师父一样 没个正形 柳平刚大地看了一眼时间 崔老 我回去了 改天再去拜访你 崔老脸现怒色 瞪起眼睛 臭小子 你今天必须陪我喝酒 否则 老子跟你没完 柳平无奈地解释 崔老 我答应老婆 晚上接他下班 崔老满眼惊喜 你结婚了 比你那愚蠢的师父强多了 谁家的姑娘 孔红玉急忙插话 邱家的邱轻雅 将成有名的美女总裁 崔老立即看向女儿崔娜 你亲自去邱氏集团 把邱轻雅接到别墅 崔家姊妹已经明白 柳平与崔老爷子的渊源很深 崔娜毫不犹豫地走了出去 柳平立即拨通了邱轻雅的电话 把事情简单地讲了一遍 邱轻雅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崔建华办好出院手续 看着柳平 刘老弟 你坐我们的车吧 柳平想了想 你们先回家 我回去取点东西 孔红玉急忙插话 建国 你跟着柳平吧 他不会开车 崔建国点头回应 好 谢谢建国哥 我们走吧 柳平与崔建国离开医院 回到别墅 拿出仅剩的一坛药酒 放在车上 崔建国满眼疑惑 医生不让我爸喝酒 还是别带了吧 柳平笑着解释 这是我配置的养生药酒 崔老每天喝一点 对他的身体有好处 崔建国满眼不可思议 没有再说什么 驱车载着柳平 抵达崔老的住所 邱青雅已经到达 正陪着崔老和孔红玉聊天 柳平把酒坛子交给崔娜 崔姐 以后每天晚上给崔老喝一两 多了不行 她身体承受不住 哈哈 崔老大笑几声 满意地看着柳平 不愧是怪物的徒弟 太了解老夫了 柳平满脸不好意思 这酒还真与你老有关系 我师父说 您是个酒鬼 即使上了年纪 也不会借酒 师父配置出药酒 首先想到的就是您 崔老眼睛红了 蠢家伙 既然惦记我 为什么不爱看我 饭菜很丰盛 柳平陪着崔老喝了几杯 崔老 你能给我讲讲我师父的事情吗 崔老疑惑地看着柳平 怎么 他没跟你讲过 没有 我一直喊他师父 到了江城才知道他的绰号 柳平苦笑着回答 崔老沉思片刻 既然你师父没说 肯定有目的 我也不能说 你还是去问他吧 邱青雅与崔娜低声细语 仿佛是多日未见的朋友 崔老看着柳平 你师父功夫很高 你的功夫怎么样 达到先天了吗 柳平毫不掩饰 笑了笑 我收拾过先天初期 没遇到过先天中期和后期 崔建华眼里满是羡慕 柳兄弟 改天到部队露一手 让那帮小子知道天外有天 柳平询问的目光 看向崔老 崔老认真的点了点头 你师父曾经是部队的格斗教官 你去露一手 你师父不会怪你的 好 柳平郑重地答应 第53章 治疗痛风 饭后 在崔老的挽留下 柳平和邱青雅留在崔家 邱青雅枕着柳平的胳膊 轻声细语 老公 你师父好神气 竟然是崔老将军的好朋友 柳平苦笑几声 我来江城之前 师父还叮嘱我 要拜访崔老 一直没腾出时间 没想到意外遇到了 老公 有件事忘记告诉你了 柳平疑惑地看着邱青雅 啥事 邱青雅满眼情谊 今天陈建宏 高大伟和盛乙恒三人找我 希望与邱氏集团深度合作 荣辱与共 柳平脸上露出笑容 这是好事啊 邱青雅翻身趴在柳平的身上 深情的线上热吻 我知道 他们与邱氏集团合作 都是因为你 你是上天送给我的白马王子 今天 让小女子服侍夫君 房间的温度瞬间升高 不时传出令人脸红的声音 吃过早饭 柳平给崔老真酒后 离开崔家 赶到市医院 彭圣睿和郎道如 亲自在院门口迎接柳平 柳平满脸尴尬 二楼 这是要折杀我啊 彭圣睿满脸兴奋 你第一次来 我们要是不亲自迎接 说不过去的 三人走进大厅 郎道如指着墙上的专家 坐枕时间表 认真地对柳平说道 小柳 你现在是中医专家 坐枕时间是固定的 你可不能忘记啊 彭圣睿笑着解释 你第一次来 没安排你的专家号 今天我坐枕 去我的枕室吧 柳平点点头 跟着彭圣睿和郎道如 走进诊室门口 十几名病人 在诊室外排队 白子涵 乔广成 上子科 和谷家会四人 已经在诊室内等候 柳平向白子涵四人 打声招呼 你们来得挺早啊 四人齐齐给柳平鞠躬 师说好 柳平随意地摆了摆手 以后不许这样了 都随便点 彭圣睿向护士点了点头 开始吧 第一名患者走进诊室 是一名颈椎病患者 彭圣睿征询的目光 落在柳平的脸上 小柳 你来吧 老朽的针法不如你 柳平也没客气 对患者说道 你脱去上衣 趴在诊疗床上 患者疑惑地看着彭圣睿 彭专家 您不会让这个年轻人 给我治疗吧 彭圣睿满眼期待 看着患者 你放心吧 他的医术比我强多了 我只能缓解你的疼痛 他能一次性根治 患者半信半疑地 脱去上衣 趴在诊疗床上 柳平走到床边 仔细地检查患者颈椎的症状 说道 你的颈椎骨节错位 我要先把骨头复位 有些疼 你忍一下 不带患者说话 柳平的右手 捏住患者的颈椎 慢慢下移 咔嚓 咔嚓 错位的骨节 回到原来的位置 患者忍不住连连惨叫 柳平拿出经针 疏通了患者颈部周围的经脉 让护士取来颈托 卡在患者的脖子上 又给患者卡了一副药方 早晚饭后各一次 连续服用一周 不要取下紧托 下周过来复诊 患者下床随意活动几下双臂 眼里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好舒服 没有一丝痛感 果然是高手 接下来走进诊室的是 中度痛风患者 彭胜瑞 郎道如和柳平 分别检查过患者的脉象 彭胜瑞认真地看着柳平 小柳 我们治疗痛风 大都只能缓见症状 你有办法根治吗 柳平认真地点了点头 针灸配合药方 可以彻底根治 郎道如表情激动 小柳 快展示给我们看 患者的靶点在怀骨 柳平给金针消毒后 依次扎进患者脚踝周围的三阴胶 商丘 公孙等数个穴位 内力沿着金针 进入患者的体内 我修的功法有些特殊 能驱除病人体内的邪气 柳平边针灸边解释 彭胜瑞恍然大悟 你是用气功 驱除患者体内的邪气 再用方药调理患者的皮肾 柳平笑着点点头 是这种方法 患者半年内还要忌口 进食动物内脏 骨髓 海胃等含票令最丰富 鱼虾类 肉类 豌豆 菠菜等 亦含有票令 最好多吃 水果 蔬菜 牛奶 鸡蛋等不含票令的食物 利于尿酸从肾脏排出 郎道如苦笑着看着患者 虽然我们也知道 针灸那几个穴位 但却无法驱除患者体内的失邪之气 没办法根治 柳平治疗常见病又快有准 虽然用的都是普通药物 但搭配在一起 令彭胜瑞和郎道如耳目一新 兴奋异常 不住赞叹 不到12点 30多名挂了专家号的患者 都满意地离开医院 彭胜瑞满眼佩服 拉着柳平的手 走 中午请你喝酒 柳平满眼疑惑 下午不坐枕了吗 郎道如笑着摇了摇头 我们两人一般下午不坐枕 除非遇到特殊情况 三人边吃边聊 彭胜瑞和郎道如不时提出医学问题 柳平都毫不吝啬地认真回答 彭胜瑞和郎道如对柳平更加佩服 饭后 柳平回到诊所 看到孔红玉还在忙碌 急忙打招呼 孔老 您休息一会儿 我来 孔老笑着站了起来 行 还有四个病人 四名患者都是普通疾病 柳平仅用了半个小时 四名患者就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诊所 孔老犹豫了片刻 满眼期待地看着柳平 小柳 你配置的药酒还有吗 柳平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 上次只配置了三坛 今天回去 我多配置一些 孔老沉思片刻 认真地看着柳平 我有一种想法 不知可行不可行 柳平疑惑地望着孔红玉 孔老 请说 孔红玉认真地看着柳平 小柳 你配置的药酒 能做药饮吗 柳平眼里闪过一丝金光 孔红玉的话提醒了柳平 一些常见的小病 患者在服药的同时 再喝上一小杯药酒 效果会更好 还有催老和秋老 二人喝完药酒之后 一定还会讨药 不如利用闲暇时间 多配置祭坛 以备不时之需 打定主意 拨通了骑老虎的电话 让骑老虎购买400斤高度白酒 和四个大瓷缸 送到诊所 柳平把四个大缸 摆放在休息室的角落 把酒倒进缸里 每个缸里都加入数十味中药 用防水布把缸口封好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够用几个月的了 骑老虎嘴角流出口水 满眼贪婪 看着柳平 犹犹豫豫地问道 柳先生 药酒泡好了 我能喝吗 柳平脸上露出斜斜的笑容 不怀好意地看着骑老虎 当然可以 你要是连续喝上半年 能让你的身体 回到二十岁 骑老虎瞬间明白了 柳平的话外音 激动得语无伦次 改天 我再去买几个大缸 零 柳平看到是马俊飞的号码 立即接通 马总寻布 你找我 马俊飞也没客气 开门见上 有时间吗 晚上一起吃饭 有事与你商量 好 把地址发给我 柳平随口会应 第五十四章 寻布教官 下班后 柳平赶到秋氏集团 接上邱青雅 赶到马俊飞预定的饭店 柳平没想到 苏薇贺和江雅林 两人也来了 马俊飞不是为罗子轩说情 应该有公事 马俊飞三人 立即站了起来 柳平 邱总 快坐 马俊飞笑着招呼两人 邱青雅脸上挂着笑容 柳平今天不回家做饭 我只能跟着她来混饭了 哈哈 马俊飞大笑几声 邱总名满江城 能请到邱总 我荣幸知智 江雅林心直口快 毫不忌讳 瞪着眼睛斜了柳平一眼 满眼不解地 看着邱青雅 邱总 柳平是个大混蛋 没想到能赢得你的芳心 邱青雅深情地看了柳平一眼 她是上天赠给我的真命天子 我知道她对我好 义无反顾地喜欢上她了 柳平带着斜斜的笑容 看了一眼江雅林 你是不是也喜欢我 不过你是女暴龙 我不喜欢 江雅林气的脸色铁青 眼里喷出怒火 咬牙切齿 就是天下的男人都死绝了 我也不会喜欢你 苏维赫急忙打圆场 你们俩呀 见面就吵 六菜一汤 有婚有素 马俊飞给柳平和苏维赫满酒 不好意思地看着邱青雅 邱总 能喝白酒吗 邱青雅客气地摇了摇头 我开车来的 不能喝酒 酒过三巡 马俊飞认真地看着柳平 柳平 你有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 改善寻补的身体素质 柳平直接点头 有办法 需要一周时间 他好了 马俊飞满脸激动 柳平 一个月以后 淮安省举行寻补大比武 最重要的是格斗 柳平点点头 我明白马总寻补的意思 让我提升寻补的战斗力 共有几个人 马俊飞略移沉思 我计划选出12个人 包括江雅玲 柳平吃惊地看着江雅玲 她也参加 不好办啊 江雅玲瞪着眼睛盯着柳平 你不能歧视女性 柳平无奈苦笑 虽然你我像仇人一样 但这是正经事 我会开玩笑吗 马俊飞疑惑地看着柳平 江雅玲的素质很不错 为什么难办 柳平脸色一正 任何人要想改善身体素质 都必须用针灸梳理全身经脉 需要脱去衣裤 我不敢隔着衣服施展真法 江雅玲顿时脸色通红 尴尬地低下头 小声怒骂 混蛋 大混蛋 马俊飞和苏维赫 互相对视一眼睛 也是摇头苦笑 坏蛋 邱青雅暗骂一句 促进大发 伸手掐住柳平的腰部 来个180度的旋转 啊 柳平惨叫一声 尴尬地看着邱青雅 我说的是实话 邱青雅美好气地 白了柳平一眼 假装生气 还说 马俊飞急忙打圆场 此事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江雅玲低着头 一句话不说 不知道在想什么 柳平认真的看着马俊飞 有多少人改善身体素质 就需要多少个大浴缸 针酒以后需要泡药雨 浴缸必须是恒温的 马俊飞点点头 不好意思地望着柳平 我想请你加入寻补房 担任比赛队伍的格斗教官 柳平顿时呆住了 愣愣地望着马俊飞 让我成为寻补 不合规矩吧 不是要考试吗 马俊飞认真的解释 对于特殊人才 我们也有相关政策 可以破格录用 苏维克插话道 柳平 加入寻补房 对你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平时你不用执行任务 只有遇到功夫高手 才会请你出手 柳平知道 苏维克没有欺骗自己 即使不加入寻补房 如果马俊飞提出请求 自己也不能拒绝 不如顺水推舟 卖个人情 柳平打定主意 认真地看着马俊飞 马总寻补 我可以加入寻补房 遇到答案也可以出手 但你们不能用制度约束我 我受施命来江城 一方面娶妻生子 另一方面是入室行医 马俊飞郑重地点了点头 我向你保证 绝不会约束你 柳平笑着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我答应了 你们得帮我搞个驾照 我没时间学车 马俊飞笑了笑 驾照不是问题 但你一定要学会开车 没事的时候 去寻补房的练车厂练车 一言为定 柳平喝了一口酒 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忘记正经事了 我每周四五六三天 在诊所坐诊 马总寻补 你安排一下 每天五名寻补 去诊所检查身体 有病治病 没病调理 马俊飞面露难色 不好意思地看着柳平 费用怎么算 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柳平笑了笑 寻补本人 只收药材的成本价 寻补家属 打九折 特殊疑难杂症 可以免除费用 马俊飞满眼疑惑 为什么疑难杂症 可以免除费用 不是应该收得更多吗 柳平满眼不好意思 我带了十几名学生 疑难杂症 能提升学生的见识和医术 所以不能收钱 如果是疑难杂症的志愿者 还能收到合理的报酬 苏维鹤脸上写满佩服 竖起大拇指 兄弟的人品令人佩服 邱青雅满脸骄傲 眼里一彩连连 手掌拖着腮帮子 不错眼珠地望着柳平 这就是自己的男人 不仅一五双绝 而且还有一颗人心 江雅琳表情怪异 满眼不解地看着柳平 你这样做 不怕诊所倒闭吗 柳平撇了撇嘴 斜了江雅琳一眼 头发长见是短 我的诊所永远不会倒闭 只会越开越大 江雅琳瞪着眼睛 看着苏维鹤 怒气冲冲 师父 你看到了吧 每次都是他欺负我 苏维鹤无奈苦笑 值得安慰江雅琳 他跟你开玩笑呢 柳平看着马俊飞 先准备好房间和浴缸 疏通经脉的时间再定 可以 马俊飞点头同意 柳平沉思片刻 问道 寻补房有运动场吗 马俊飞不解地回答 我们有专业的训练场 是特种寻补训练的地方 柳平满眼兴奋 太好了 我有办法全面改善寻补的身体素质 马俊飞虽然不知道柳平怎么做 但知道柳平绝不是无敌方式 满眼期待 还需要什么吗 负重背囊 十公斤的沙背心 十公斤的牵绑腿 柳平说道 0 柳平看到是蓝贤镜的号码 立即接通 静姐 你找我 皇家 曹家 严家 和画家的人来了 皇家点名与你约战 如果你不应战 皇家会直接出手对付秋氏集团 另外 柳平听得出来 蓝贤镜语气沉重 柳平眼力射出寒光 蹭得一声站了起来 大声怒吼 告诉皇家的人 我马上到 第55章 皇家来人 马俊飞柳平目光凌厉 脸色阴沉 问道 出什么事了 柳平语气冰冷 帝都皇家来人挑战我 必须应战 马俊飞满眼疑惑 皇家 那个皇家 柳平把劫仇的过程 简单地讲了一遍 马俊飞叹了一口气 表情无奈 这些武术世家 与帝都的大家族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不好解决啊 柳平脸色冷峻 语气冰冷 既然来了 就留在江城吧 马俊飞认真地看着柳平 武术世家传承久远 家族一定有真正的宗师高手 你一定要小心 邱青雅知道 这是一个死结 只有一方彻底失败 才能结束 满眼担忧地看着柳平 老公 你千万不能出事 柳平爱怜地摸着邱青雅的头发 放心吧 你跟着苏维赫去寻补房 等我消息 邱青雅很想跟着柳平 话咽了回去 认真地点了点头 江雅林事实插话 邱总 你去我宿舍吧 柳平看到苏维赫向自己点了点头 微笑着看着邱青雅 我怕黄家人使用卑鄙手段 你留在寻补房 黄家人胆子再大 也不敢在寻补房动手 邱青雅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 你一定要安全回来 我等你电话 马俊飞表情凝重地看着柳平 我陪你去 苏维赫和江雅林带着邱青雅 驱车驶向寻补房宿舍 柳平和马俊飞坐着出租车 赶往咸雅会所 黄家虽然不是一级武术世家 但也传承了百年 黄家有不少先天舞者 只有年于古兮的老家主黄伟 接近先天后期巅峰 距离真正的宗师 还有一段距离 黄一诚被柳平废掉功夫 黄一诚的几个兄弟眼里喷火 恨不得生吞了柳平 黄一诚知道 在家族之内 无人能承受柳平的剧毒 阻止兄弟们为自己报仇 黄家的年轻一代 觉得柳平扫了黄家的面子 必须收拾柳平 挽回面子 黄远兴 黄远智 和黄远博 都是黄家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刚三十岁出头 跨入先天舞者行列 三人联合曹家 严家和画家的年轻一代的功夫高手 带着一心想为黄一诚报仇的黄一信 抵达江州 直接找到了蓝贤禁 柳平和马俊飞抵达会所 走进包厢 目光一扫 看到蓝贤禁脸色阴沉 陪着九个年轻人 和一个全身装在套子里的人 全身装在套子里的人 引起柳平的注意 眼睛也被深色的眼睛罩住 柳平暗暗冷笑 防止中毒吗 蓝贤禁看到柳平 立即站起身 柳平 他们找你 柳平点点头 眼里射出灵力的目光 语气冰冷 谁是黄家人 黄远兴站了起来 满眼不屑 你就是柳平 是你费了一成书的功夫 柳平冷冷地盯着黄远兴 你要动秋氏集团 黄远兴撇了撇嘴 眼里满是鄙视 小小的秋氏集团 随手灭掉 柳平没有搭理黄远兴 灵力的目光 从其他年轻人脸上扫过 你们也是黄家人 曹慕宁面带笑容 指着身边的兄弟曹慕义 我们两兄弟是曹家的人 是来看热闹的 延昊不冷不不热地回了一句 我是严家的人 也是看热闹的 华志强蹭的一声站了起来 瞪着眼睛盯着柳平 小子 你太猖狂了 你以为先天初七 就天下无敌了吗 华志勇拉了华志强一把 瞪着眼睛呵斥 坐下 有你什么事 华志强狠狠地瞪了柳平一眼 满眼怒火 重重地坐回到椅子上 蓝贤静一直站在柳平身边 害怕柳平惹起众目 轻轻地拍了拍柳平的肩膀 指着黄远兴身边的黄远智 黄远博和被套子罩住的人 他们三人也是黄家的人 柳平冰冷的目光 盯在黄远兴的脸上 你们是来报仇的 敢不敢签订生死状 一直默不作声地 全身装在套子里的人站了起来 语气尖锐 小子 你找死 柳平扭头看着蓝贤静 静姐 多打印分生死状 只需要一句话 五者切磋 生死各安天命 绝不追责 蓝贤静满眼担忧 虽然很想阻止柳平 但张了张嘴 没有说出一个字 微微点了点头 转身走了出去 全身装在套子里的人是 黄毅成的哥哥黄毅信 之所以这种打扮 柳平是蓝贤静的医生 是蓝家的保护对象 不敢直接杀掉柳平 本想废掉柳平的功夫 听到柳平提出签订生死状 不由的心中暗喜 杀了柳平 蓝老爷子也找不出报复的理由 冷笑着盯着柳平 小子 让你多活一会儿 黄远欣大笑几声 鄙视地盯着柳平 小子 本来没想杀你 可你自己找死 蓝家 想保你都没有办法了 曹慕宁眼里露出疑惑之色 要么柳平是骄傲自大 要么柳平的功夫深不可测 看到柳平脸色平静 目光清澈 后者的可能性居多 难道柳平是先天后期的舞者 颜昊不错眼珠地盯着柳平 企图从柳平的脸上 看出柳平的真实想法 但却一无所获 蓝贤静拿着几张纸回到包厢 表情凝重地望着柳平 柳平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有我在 他们不敢杀你 柳平随手接过纸张 看了几眼 微笑着看着蓝贤静 静姐 请相信我 蓝贤静暗叹了一口 没有说话 微微点了点头 柳平扭头看着马俊飞 马总巡捕 麻烦你做个证人 马俊飞了解柳平的性格 不打没把握之杖 拿出自己的证件 走到黄远兴身前 把证件递给黄远兴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江城总巡捕 我做你们的证人 黄远兴愣了一下 接过证件看了一眼 没想到 柳平早有准备 竟然把江城的总巡捕请来作证 心里涌起不详的感觉 黄远兴毫不犹豫地在纸上 签下自己的名字 黄远兴虽然感觉事情诡异 但是已至此 无奈地在纸上签下名字 黄远志和黄远博 为黄远兴马首是瞻 同样签下名字 柳平签好名字 笑着看着马俊飞 麻烦总巡捕录像 马俊飞点点头 放心吧 我知道怎么做 蓝贤静阴沉的目光 从黄家人脸上扫过 跟我来吧 第56章 黄远兴死 贤雅会所 不愧是江城的顶级会所 有一个标准的格斗室 柳平表情淡定 看着黄远兴 是上擂台 还是在地面 黄远兴随口说道 无论在哪 你都是死 柳平扭头看着马俊飞 马总巡捕 你和静姐后退几步 别忘记录像 马俊飞已经打开 手机的录像功能 与蓝贤静退到十米以外 黄远兴与其他人 也后退了十几米 场地中央 只剩下柳平和黄远兴 黄远兴抬起手 手上戴着厚厚的手套 冷笑几声 柳平 我知道你 善于用毒 我现在的装扮 你还有办法吗 告诉你 我的头套里 是最新型的防毒面具 柳平没有任何反应 语气平淡 动手吧 哈哈 黄远兴仰头大笑几声 小子 你真是不知死活 竟敢让我先出手 柳平目光越来越凌厉 凶猛的气势 向黄远兴涌去 黄远兴吓了一跳 吃惊地盯着柳平 你不是先天初期 别废话了 动手吧 我赶时间 柳平仿佛变了一个人 像一座大山 矗立在黄一兴身前 黄远兴没想到 柳平的气势 已经达到先天中期 表情凝重 阴沉的目光 从黄远智和黄远博的脸上扫过 重重地点了点头 曹木宁眼里放出金光 盯着柳平 二十多岁的先天中期 值得结交 如果能度过这个难关 未来可期 华志强惊呆了 自己来自武术世家 但三十多岁 才跨进先天武者的行列 柳平二十出头 已经是先天中期了 华志勇狠狠地瞪了华志强一眼 仿佛在说 在柳平眼里 你屁都不是 蓝贤静满眼担忧 马总寻抚 柳平不会有事吧 马俊飞也说不清自己的感觉 直觉告诉马俊飞 柳平不会出事 看了一眼蓝贤静 蓝小姐 我们要相信柳平 这小子总能给人惊喜 黄一兴深吸几口气 心情平静下来 盯着柳平 你是先天中期 我也是先天中期 不算一大欺小 公平一战 让你死得明目 话音未落 黄一兴身形跃起 挥起左掌拍向柳平 柳平也想试试自己的实力 内力瞬间涌入双手 又拳迎向黄一兴的左掌 碰 拳掌相交 发出闷响 柳平忍不住倒退几步 黄一兴则纹丝不动 黄远欣看到黄一兴占据上风 长出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笑容 曹慕宁越发疑惑 难道柳平真是一个自不量力的人 马军飞脸色阴沉 柳平还是太年轻了 面对老牌舞者 胜率不大 蓝贤静脸色苍白 抬手捂住嘴巴 以免发出惊呼 影响柳平的状态 柳平满眼诧异 脸上挂着嘲讽 望着黄一兴 这就是先天中期的力量吗 也不怎么样 嘿嘿 黄一兴干笑几声 小子 你连我的七成力量都承受不住 还敢大言不惭 受死吧 你知道我用了几成力量吗 放马过来 柳平脸色依然平静 去死 黄一兴怒吼一声 身形再次跃起 挥拳狠狠砸向柳平的面门 柳平脸上露出斜斜的笑容 双脚一搓 避开黄一兴的攻击 小子 你躲得了吗 黄一兴如影随形 再次挥拳攻击 柳平也不搭话 再次避开 十几招过后 依然是黄一兴攻击 柳平闪避 但黄一兴的拳头 连柳平的衣角都没碰到 黄一兴大声喊道 柳平 这是比武 不是耍猴 你像那猴子一样 跳来跳去有意思吗 柳平没有搭话 依然闪避黄一兴的攻击 黄一兴以为可以轻易杀掉柳平 没想到二十几招过去了 连柳平的衣服都没碰到 看到柳平气息均匀 知道柳平还没有尽全力 猛地怒吼一声 全力攻击 你就这点实力 先天中期的实力不怎么样吗 柳平嘲讽的声音 在空中回荡 黄一兴怒火冲上脑门 大声怒吼 小子 有种别躲 柳平停住脚步 冷冷地盯着黄一兴 你以为我 只会用毒吗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后退一步 死 黄一兴怒火一声 又全带着风声 砸向柳平的心口 黄远兴看到黄一兴全力进攻 脸上写满得意 大声喊道 柳平 没想到你能让一兴输施展全力 实力确实不错 但你 还是得死 明年的今天是你的忌日 蓝贤静脸色苍白 双拳紧握 恨不得加入战团 马俊飞心情沉重 不知该不该阻止 曹沐宁暗叹了一口气 一个天才就这样陨落了 扑 柳平猛地抬起左手 抓住黄一兴的拳头 发出沉闷的声音 黄一兴的拳头 停在柳平的身前 再难前进分毫 黄一兴顿时吓呆了 柳平是先天后妻 实力远在自己之上 失声惊呼 你是先天后妻 你太弱了 柳平的右拳 狠狠地砸向黄一兴的气海 碰 柳平的拳头 重重砸在黄一兴的小肚子上 击碎了黄一兴的丹田气海 破 黄一兴连续喷出几口鲜血 眼里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黄远兴看到黄一兴的拳头 被柳平抓住 柳平的后背正对着自己 向黄远志和黄远博使了一个眼色 三人同时向柳平扑去 蓝贤竟忍不住大声喊道 住手 你们违反规则 我绝不会放过黄家 柳平感觉后背传来三股冷风 身形一转 避开冷风的同时 甩动黄一兴迎向袭来的拳头 黄远兴三人全力偷袭 虽然看到黄一兴的背影 挡住拳头的去世 但已经来不及收招 三人的拳头 全部砸在黄一兴的后背 碰 碰 碰 黄一兴已经被柳平击碎的丹田 与普通人差不多 承受不住三人的重拳 挤住碎段 连续喷出几口鲜血 到底毕命 黄远兴三人吓傻了 没想到把自己的亲叔叔杀了 围观的曹慕宁眼里满是赞赏 柳平虽然才二十多岁 却是先天后期舞者 未来一定能成为真正的宗师 值得结交 华智勇瞪了华智强一眼 与其冰冷的训斥 知道天外有天了 严昊几零地打个冷战 柳平的实力太可怕了 假以时日 定能一飞冲天 绝不能得罪柳平 蓝贤静身体不停地颤动 眼里满是一彩和小星星 死死地盯着柳平 马俊飞呼出一口长气 满眼兴奋和激动 这是柳平的真正的实力吗 柳平走到黄远欣身前 黄家人真是无耻 连自己的长辈都杀 够狠 去死 黄远欣脸上的肉抽搐几下 拔出匕首 狠狠刺向柳平 黄远志和黄远博 也同时拔出匕首 发起攻击 第57章 费三兄弟 柳平不闪不闭 抬起左手 抓住黄远欣握着匕首的手腕迈门 惨叫一声 全身麻木 匕首落地 此时黄远志和黄远博的匕首 也从左右攻到 柳平的右拳 砸向黄远志 左手托着黄远欣迎向黄远博的匕首 黄远志看到柳平赤手还击 脸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匕首狠狠地刺向柳远的软肋 黄远博看到哥哥黄远欣 挡住匕首的去路 吓了一跳 全力收招 碰 柳平的拳头后发先至 重重地砸在黄远志的丹田气海 破 黄远志喷出一口鲜血 又全砸中黄远博和黄远欣的丹田气海 黄远博和黄远欣都倒得昏了过去 围观的武术世家的弟子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柳平够狠 出手绝不留情 黄家损失了一个先天中期 一个先天初期 两个先天后期 这是不死不休的死仇 严昊一向眼高于顶 没想到柳平的实力在先天后期之上 很可能达到后期巅峰 武术世家虽然传承久远 也没有如此优秀的年轻人 不由地重新打量柳平 华志强感觉后背冒起一股凉风 双腿发颤 如果不是哥哥拦着自己 现在也一定被废掉了功夫 曹慕宁满眼佩服 一定要说服家族与柳平交好 蓝贤静眼角湿润 满眼一彩 快步跑到柳平身边 挽着柳平的胳膊 语气温柔 亲爱的平地 祝贺你 蓝贤静的声音虽然不大 却清晰地传进曹慕宁等人的耳朵里 都瞪大了眼睛望着蓝贤静 柳平竟然是蓝贤静的心上人 都暗暗庆幸 没有出手对付柳平 虽然蓝家不是武术世家 但蓝老爷子在军中的威望极高 而且极其宠爱蓝贤静 如果柳平出事 蓝老爷子会毫不犹豫地灭掉武术世家 柳平尴尬地看了蓝贤静眼 红着脸说道 静姐 让你担心了 马军飞走到柳平身边 表情激动 满眼兴奋地看着柳平 都录下来了 我发给你一份 我会把视频存入寻补房的档案室 柳平点点头 谢谢 蓝贤静知道自己刚才太直白了 脸上依然挂着红侠 指着地上的黄志兴三人 疑惑地看着柳平 这三个家伙怎么处理 柳平表情平静 灵力的目光从世家弟子的脸上扫过 停在曹慕宁的脸上 帮忙联系一下黄家家主 四个人的赎金一千亿 如果超过二十四个小时 我会把他们全部扔进焚化炉 一千亿 世家弟子再次震惊了 每个人二百五十亿 虽然钱很多 但侮辱性更强 蓝贤静瞪大了眼睛看着柳平 平地 是不是太多了 柳平脸上露出斜斜的笑容 多吗 嫌多可以不给啊 曹慕宁佩服柳平的智商 一千亿听着是很多 如果黄家不愿意出钱 黄家必然内讧 势必走向没落 无论黄家多么困难 也得出钱 曹慕宁沉思片刻 走到柳平身前 附在柳平的耳边 小声说道 柳平 把视频发给我一份 先明白了曹慕宁的画外音 疑惑地看着曹慕宁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曹慕宁向柳平抱了抱拳 满眼真诚地望着柳平 你比我们都年轻 实力远超我们 是我背的偶像 我希望能与你成为朋友 柳平对曹慕宁的印象不错 认真的点了点头 我认你这个朋友 严昊和华智勇极度后悔 如果不是见面的时候态度不好 现在也能成为柳平的朋友 柳平拨通了邱清雅的电话 告诉邱清雅 事情已经结束 让邱清雅安心休息 邱清雅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拉着江雅琳聊天 曹慕宁拨通了 黄家家主黄义正的电话 黄叔说 我先在江州 黄义正听到江城两个字 内心涌起不详的感觉 急忙问道 慕宁 是不是远兴也去了 曹慕宁把整个过程 从头至尾详细地讲了一遍 没有偏向任何一方 黄义正无力地坐在椅子上 黄义正兄弟四人 二弟黄义公是黄远兴 黄远智和黄远博三人的父亲 三弟黄义姓死了 四弟黄义成废了 黄义正立即通知黄义公回家 命人把黄义成抬进议事厅 向父亲黄伟的小院走去 黄伟已经七十多岁了 一直停留在先天后期巅峰 无法跨进宗师门槛 已经不理事事 潜心练功 黄伟看到黄义正 脸上露出疑惑之色 出什么事了 黄义正不敢隐瞒 把曹慕宁的话重复了一遍 黄伟眼里射出金光 无形的威压蔓延开来 冷冷地盯着黄义正 柳萍不仅是一个医生 还是先天后期的功夫高手 黄家是怎么与他结仇的 黄义正又把结仇的原因讲了一遍 黄伟脸色铁青 阴冷的目光盯在黄义正 你的意思是 柳萍从没有招惹黄家 而是你们欺负到柳萍的头上 他被动还击 黄义正无奈地点了点头 黄伟抬手重重地扇了黄义正一个耳光 大声怒骂 黄家是武术世家 不是匪徒之家 你们的武德呢 让狗吃了 黄义正虽然感觉委屈 但也不敢抱怨 柳萍是蓝家病丫头的主治医生 蓝老爷子放出话了 蓝家力保柳萍 黄伟沉思片刻 拿钱熟人 此事就此结束 黄义正低着头 小声说道 我知道此事错在黄家 但二弟一定会报仇 甚至会雇佣杀手 我阻止不了 唉 黄伟叹了一口气 知道黄义正所言不假 去医师听 黄义公性格暴躁 得知三个儿子全部被废 顿时发飙 此仇不报 事不为人 爹 黄义正的手机 响起收到信息的提示音 黄义正打开信息 看到是曹慕宁发来的视频 立即打开 顿时瞪大了眼睛 几秒钟后 把手机递给黄伟 爸 这是异性的比武视频 黄伟脸色铁青地看完视频 把手机递给黄义公 立声怒骂 王八蛋 看看你儿子都干了什么 黄义公看完视频 无力地摊在椅子上 儿子竟然把亲叔叔杀了 作孽啊 黄伟表情凝重 语气无力 柳平的功夫在我之上 至少是先天后期巅峰 很可能达到了传说中的 先天后期大圆满 一只脚已经跨过宗室的门槛了 精通医术 善于用毒 先天后期 黄伟嘀咕一句 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人影 不由得机灵灵地打个冷战 难道是那个人的徒弟 表情凝重地看着黄义正 立即给我定飞往江城的机票 我不回来 你们不能离开家门 第58章 真情道白 柳平微笑着看着曹慕宁 曹兄 有没有兴趣喝一杯 曹慕宁脸上露出激动之色 哈哈大笑 必须有啊 舍命陪君子 柳平扭头看着马俊飞 马总寻补 要不要一起来 马俊飞摇了摇头 我明天还有事 不陪你了 蓝贤静一直挽着柳平的胳膊 像抱着宝贝一样 舍不得放开 平地 我们去别的包厢吧 柳平点了点头 与蓝贤静一起 带着曹氏兄弟 走进一个优雅的小包厢 这是我平时招待闺蜜的专用包厢 这间包厢 首次招待男人 蓝贤静微笑着解释 曹慕宁满脸感激 能与蓝贤静交吼 对曹家来说 意义重大 曹慕宁也是一个直爽的汉子 年纪比柳平大 对柳平极其尊敬 三个男人边喝边聊 像多年未见的朋友一眼 喝得极其痛快 蓝贤静身体不好 不敢喝酒 拿着一杯清茶陪着三人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柳平扭头看着蓝贤静 静姐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蓝贤静满眼妩媚 歪着头看着柳平 我也有好消息 你先说 柳平认真的看着蓝贤静 静姐 我有办法治好你的病了 最多进行三次针灸 真的 蓝贤静身体微微颤动 猛地搂住柳平的脖子 朱唇印在柳平的脸上 亲爱的平地 姐爱死你了 柳平刚大的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转移话题 蓝贤静满脸红霞 内心已经认定了柳平 不在意他人的眼光 深情地望着柳平 药厂开始是生产了 姐妹们正在测试样品的效果 不出意外 下周可以正式生产 柳平瞪大了眼睛 吃惊地看着蓝贤静 这么快 蓝贤静满脸无奈 不快不行啊 如果再拖几天 那些疯婆子能吃了我 曹慕宁疑惑地看着柳平 你们生产什么化妆品啊 如此受欢迎 蓝贤静微笑着解释 柳平出的配方 效果绝对出人意料 美白 曲斑 曲痘 还有一款消除疤痕的 曹慕宁面露喜色 不好意思地看着蓝贤静 蓝妹子 能把帝都的代理权给我吗 蓝贤静询问的目光 落在柳平的脸上 柳平随意地摆了摆手 别问我 我说过不参与经营 一切由你们做主 蓝贤静想了想 认真的看着曹慕宁 我们产品刚刚出来 还没有研究相关代理问题 如果你有时间 在江城多待几天 看过我们的产品效果以后 再讨论代理事宜 曹慕宁认真地点了点头 听妹子的 我在江城待几天 直到三个男人 罪态明显 酒局才结束 蓝贤静命人 把曹氏兄弟 安排在会所内的酒店 亲自把柳平 扶进自己的卧室 柳平趴在床上 很快传出憨声 蓝贤静满脸红侠 使出浑身力气 把柳平的衣裤脱掉 自己换上一件 近乎透明的睡衣 躺在柳平的怀里 脸上露出满足的神色 慢慢进入梦乡 天光大亮 柳平睁开眼睛 感觉有人搂着自己 扭头看到蓝贤静脸上 挂着满足的笑容 吓了一跳 猛地想起昨晚喝醉 完全忘记了 进入房间以后的事情 蓝贤静慢慢睁开眼睛 满脸红侠 深情地看着柳平 你醒了 柳平不知该如何是好 试探性问道 静姐 我们没有那什么吧 蓝贤静脸上 挂着妩媚是笑容 语气温婉 平弟 姐早晚是你的人 你要是很想 姐现在可以给你 柳平长出一口气 表情无奈 静姐 你知道我有老婆 我不能乱来 蓝贤静毫不在意 认真地看着柳平 我好看吗 美极了 能迷死任何一个男人 柳平毫不吝啬赞美之词 蓝贤静紧紧地搂着柳平 闭着眼睛 语气坚定 我生在大家族 知道大家族的女人 都会与门当户对的家族联姻 如果不是我有病 估计也难逃联姻的命运 也正因为如此 我才能自己选择喜欢的男人 柳平无奈地说道 姐 说不喜欢你 是我违背良心 可我不敢 我给不了你名分 蓝贤静心感甜蜜 轻轻地亲了柳平一下 姐早有准备 姐不要名分 默默站在你身后 做你的女人 柳平摇头苦笑 如果真是那样 你爷爷还不避了我 蓝贤静暗叹了一口气 蓝家绝不会同意 表情坚定地看着柳平 我会说服爷爷的 如果爷爷不同意 我就拒绝治疗 静姐 你这是何必呢 柳平彻底投降 蓝贤静认真地看着柳平 既然我有希望痊愈 以后的生活 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否则 治病与否 有什么区别 柳平知道无法说服蓝贤静 转移话题 静姐 起床吃饭吧 我要去诊所坐诊 嗯 两人洗漱完毕 蓝贤静从衣柜里 拿出全新的饭丝折衣裤 递给柳平 给你准备了几套 换上吧 柳平犹豫了几秒 换上新衣服 蓝贤静满脸幸福 挽着柳平的胳膊走出卧室 服务员看到 两人如此亲密 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柳平 两人刚刚坐下 服务员领着曹氏走了进来 柳平笑着打招呼 二位曹兄 快请坐 四人边吃边聊 曹慕宁随口问道 刘老弟 你今天忙什么 柳平随口回答 在诊所坐诊 曹慕宁疑惑地看着柳平 你的诊所 柳平点点头 面带苦涩 开业三天了 今天正式坐诊 曹慕宁点头称赞 刘老弟如此年轻 就有了事业 令人佩服 蓝贤静满眼情义 笑着插嘴 我看过无数名医 对于我的病 都束手无策 柳平有办法治愈 你说她的医术怎么样 曹慕宁毫不吝啬赞美之词 刘老弟 功夫搞绝 精通医术 真乃人中之龙 曹慕宁满眼佩服地看了一眼蓝贤静 我更佩服蓝妹子的眼光和决心 蓝贤静笑了笑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如果我爷爷不同意 我就拒绝治疗 反正柳平为我延续了五年寿命 曹慕宁重重地拍了拍柳平的肩膀 柳兄弟 绝不能辜负蓝妹子 你必须加倍努力 只有成为巅峰任务 才能拥有一切 柳平点点头 看着蓝贤静 静静 我走了 等一下 我们兄弟也去你的诊所 曹慕宁说道 第59章 因寒之毒 柳平带着曹氏兄弟抵达诊所 同老四人和白子涵等学生已经到了 满眼歉意地打招呼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恐红欲无所谓地摆了摆手 我们是来观摩的 必须早点 要是漏掉什么 就得不偿失了 自从诊所开业 陈洪蕊和田丽瑶就在诊所帮忙 陈洪蕊快步跑到柳平身边 柳平哥哥 现在开始吗 柳平点点头 向白子涵四人招了招手 你们过来 你们先检查病人的情况 开出房子 下班前我们讨论 是 白子涵四人齐声回应 柳平扭头看着曹慕宁 曹兄 你们随意 曹慕宁无所谓地笑了笑 不用管我们 我们兄弟四处看看 第一名患者是一名中年妇女 白子涵四人 检查过患者的脉象后 写出药方 加在各自的笔记本里 柳平检查完患者的脉象 认真地看着患者 阿姨 腺体增生 是由于内分泌失调引起的 很容易治疗 您担心癌变 致使肝气愈结 病情反复 患者满眼惊喜 能根治吗 柳平点点头 写好一张药方 交给白子涵 立即熬药 白子涵接过药方 与谷家汇一起 快步离开 柳平扭头看着陈洪蕊 你带阿姨去治疗室 十几分钟后 患者高高兴兴地走出诊疗室 不停地感谢 柳平把熬好的药汁交给患者 阿姨 你不用担心 一周以后 你就彻底痊愈了 千万不能担心 否则 病情还会反复的 患者接过药汁 满脸激动 谢谢医生 肿快已经消失 我不再担心了 曹沐宁静静地坐在诊所内 想看看柳平的医术到底如何 二十多名患者 都是西医束手无策的慢性病 柳平仅用了两个多小时 全部处理完毕 患者都千恩万谢地离开诊所 曹沐宁暗暗点头 柳平医术如此之高 用不了多久 定然是大家族的座上课 即使以医术著称的武术世家 也没有如此优秀的人才 柳平的崛起 已是必然趋势 曹沐宁暗暗庆幸能教好柳平 一名青春靓丽的女孩 推着轮椅走进诊所 轮椅上坐着一个面目和善的老者 老者仔细审视了柳平几眼 面带微笑地问道 你是柳平医生 柳平点点头 老先生 您找我 老者微笑着点头 我姓康 来自精灵 想让柳先生看看 我的腿还能不能站起来 柳平看出康老的双腿问题不简单 眉头皱了皱 认真的看着康老 康老 我给您检查一下 柳平的手指放在老者的脉门 两分钟后 柳平抬起手指 郑重地看着康老 康老先生 您是先天中期武者 您的腿不是病 是被阴寒内力所伤的后遗症 请允许我用内力检查您的伤势 康老略显激动地点点头 不愧的小神医 不仅医术好 医德更是令人佩服 老朽相信你 柳平的手指再次放在康老的脉门 内力进入康老的体内 在康老体内游走 康老感觉柳平的内力充盈 先天后期武者 老朽佩服 足足过去了十多分钟 柳平抬起手指 表情凝重地看着康老 如果仅仅是恢复双腿的功能 问题不大 但您的经脉已被寒毒侵蚀 必须彻底清除 否则用不了多久 仍会复发 康老满眼期待 看着柳平 你有几成把握 柳平无奈苦笑 康老 要想清除您体内的寒毒 需要治疑的药物 五百年以上的人生 百年以上的冰山雪帘都可以 可我都没有啊 哈哈 康老激动地开怀大笑 所需要物 我来解决 推着轮椅的女孩 一双美目盯在柳平的脸上 仿佛要把柳平的形象 印在脑海里 康老回头看到女孩的表情 满眼诧异 自己的孙女 一向心高气傲 没有一个男孩能进入她的视线 没想到孙女满眼赞赏 笑着给柳平介绍 我孙女康书文 你们都是年轻人 多多交流 康书文伸出御手 康书文 很高兴认识你 柳平轻轻地握了一下 康书文的御手 柳平 欢迎来江城 康老拿出手机 拨通电话 你马上带着我收藏的人身 合手屋和雪莲来江城 到了以后给我电话 孔红玉走到老者身前 您是康景乔先生 我听说过您 康景乔疑惑地看着孔红玉 您是 孔红玉认真的解释 我是孔红玉 也是一名中医 十几年前有人找过我 介绍过您的病情 我无能为力 康景乔报了抱拳 原来是明满江城的孔圣手 请恕老朽眼拙 康老 您先喝茶 我还有一点事 柳平看了一眼陈洪蕊 示意给康老倒茶 陈洪蕊给康景乔到了一杯清茶 柳平把白子寒四人叫到身边 与四人讨论 上午接待的患者的病情 孔红玉 范子勋 彭圣睿 和郎道如四人也参与进来 柳平指出 学生的不足之处 同时讲解了错误的原因 四老脸上挂着满意之色 满眼佩服 不住地点头 直到十二点多 讨论才结束 柳平满脸歉意 耽误大家吃饭了 中午我请客 洪蕊 记得关门 好嘞 陈洪蕊应了一声 与田里瑶收拾东西 柳平打开酒缸 装出五金药酒 众人走进附近的饭店 十几个人围坐在餐桌周围 柳平介绍众人互相认识 康景乔吃惊地看着曹慕宁 你是帝都曹家的人 曹国安身体还好吗 曹慕宁急忙给康景乔行礼 您认识我爷爷 他身体很好 康景乔笑着点头 当然认识 年轻的时候还切磋过 柳平给众人真满药酒 康老 这是我配置的药酒 您每天喝一点 对您的身体有好处 陈洪蕊红着脸 小声嘀咕 平哥哥 我也想尝尝 柳平笑了笑 女孩子每人一小杯 不许多喝 改天我配置女人专用的药酒 你再多喝 陈洪蕊满眼期待 不许骗我 众人边吃边聊 气氛融洽 范子勋说道 柳平 地方选好了 大约15亩 我们四个人商量过 不仅要建医院 还要建一个三星级酒店 病人家属可以住在酒店里 柳平认真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还要建一所学校 学校能容纳200名学生即可 培训再职医生 康景乔 康书文和曹氏兄弟 都吃惊地望着柳平 眼里满是震惊 康老略一沉思 认真地看着柳平 柳医生 建医院和酒店需要的资金不少 老朽可以出一些 柳平笑了笑 满眼感激 谢谢康老 我不缺钱 曹沐宁脸上露出笑容 康爷爷 柳平赚钱的速度惊人啊 今天能进账一千亿 啊 陈洪蕊惊叫一声 瞪着眼睛看着柳平 平哥哥 你又抢钱了 又抢钱 康老和康书文 都愣愣地望着柳平 柳平轻轻地谈了 陈洪蕊一个脑崩 胡说什么 是对方主动送来的 曹沐宁笑着把事情讲了一遍 康书文美目满是异彩 不错眼珠地盯着柳平 如此年轻的先天后期舞者 武术世家也要羡慕 康老摇头苦笑 以为柳平刚刚走入社会 资金肯定不足 没想到柳平竟敢对皇家下手 恐红欲满眼担心 柳平 我听说过帝都皇家 有不少高手 你一定要小心 柳平点点头 小小的皇家 翻不起浪花 如果皇家出手报复 我会毫不犹豫地灭了皇家 零 柳平看到是马俊飞的号码 立即接通 马总寻补 你找我 我带人来检查身体 诊所怎么关门了 马俊飞说道 请稍等 我们再吃饭 马上就好 柳平与含歉意地解释 恐红欲问道 有病人 柳平点点头 站了起来 你们慢慢吃 我先回去 白子涵 陈洪蕊和田丽瑶也放下碗筷 跟着柳平走了出去 马俊飞和苗剑忠 带着六名中年寻补 站在诊所门口 柳平满脸歉意 对不起 让你们久等了 马俊飞笑了笑 拍了一下柳平的肩膀 是我们来早了 柳平打开诊所大门 带着马俊飞等人走了进去 马俊飞把六名中年 介绍给柳平 都是寻补房的重要领导 柳平客气 与六人握手致意 马俊飞拿出两个证件 交给柳平 这是你的工作证和驾驶证 服装要等几天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真正的寻补了 柳平客气地点了点头 收起证件 谁先来 我先来吧 马俊飞坐在诊台前 柳平检查过马俊飞的脉象 职业病 针灸和方济 完全可以根治 跟我去治疗室吧 马俊飞有轻微的腰间盘突出和胃病 柳平写好药方 交给白子涵 马上熬药 二十分钟后 马俊飞满脸轻松地走出治疗室 太舒服了 浑身轻松 孔红玉等人吃完饭 一起回到诊所 马俊飞急忙打招呼 孔老 范老 彭老 狼老 你们来了 是来学习的 柳平露出不好意思之色 孔老太谦虚了 大家互相学习 共同促进 其他七个人也都是职业病 柳平也是采用 针灸与方济结合的方式处理 叮嘱马俊飞等人 下周来复诊 还需要再针灸一次 柳平 周日我给你电话 我们走了 马俊飞等人离开诊所 陈洪蕊好奇地看着柳平 平哥哥 把你的工作证给我看看 工作证 孔老疑惑地看着柳平 柳平拿出工作证 递给陈洪蕊 认真解释 我答应马总巡捕 出任巡捕房的格斗教官 训练十几个人 参加全省巡捕大比武 曹慕宁拍了拍柳平的肩膀 佩服 跟你比 我这些年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哇塞 巡捕总教官 特级巡捕 好厉害啊 陈洪蕊满眼小猩猩 激动得惊呼 柳平美好气地瞪了陈洪蕊一眼 至于吗 我只负责提升寻补的身体素质 又不是教他们功夫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康老眼里闪过一丝金光 盯着柳平 柳平 你能提升人体素质 柳平点点头 针灸疏通经脉 再泡药语 采用特殊的训练方法 能快速改善人体素质 对于普通人来说 实力能提升一半 康老哈哈大笑 好好 老朽很期待啊 曹慕宁认真的看着柳平 我的身体素质能提高吗 柳平满眼疑惑 我没试过舞者是否可以 理论上应该没问题 平爹 皇家老家主找你 蓝贤静带着一名老者 和一个年轻女孩走进诊所 老者面色平和 女孩脸带怒涩 目光不善 柳平平静看着黄伟 黄老家主 你是来复仇的 康老的轮椅出现在黄伟身边 黄老哥 可否借一步说话 黄伟吃惊地看着康老 康老弟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病 请借一步说话 康老认真地说道 黄伟点了点头 推着康老走进休息室 蓝贤静把面带怒涩色的女孩 介绍给柳平 黄家现任家主黄一正的女儿 黄瑞同 黄远欣的堂妹 黄瑞同瞪着眼睛盯着柳平 姓柳的 你太狠了 如果不是爷爷拦着 我一定找人废了你 柳平满眼不屑 黄家的人都是这么没教养吗 我不介意替你的父母教训你 黄瑞同是一个后天初期的舞者 虽然恨不得生吞了柳平 但知道不是柳平的对手 只能怨读地盯着柳平 休息室内 康老认真地看着黄瑞 黄老哥 黄家与柳平的恩怨能化解吗 我愿意做何事老 黄瑞满脸苦笑 你误会我了 黄家与柳平的恩怨 错在黄家 我不是来寻仇的 我是想通过柳平 打听一个人 康老满眼问号 打听谁 黄瑞认真地解释 柳平一五双绝 精通独数 你觉得 谁能教出这样的徒弟 康老沉思片刻 浑身一阵 瞪大了眼睛盯着黄瑞 你是说鬼手神针 黄瑞点点头 我听说柳平使用精针给人治病 康老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在这个世界上 只用鬼手神针使用精针 精针纤细绵软 即使是以医术著称的世家 也没人敢用精针治病 康老打开房门 对站在门外 不远处的陈洪蕊说道 麻烦你 把柳平叫来 柳平走进休息室 平静地看着黄瑞 语气冰冷 黄家想怎做 请直言 我都接着 康老急忙解释 黄老哥不是来寻仇的 他想打听一个人 柳平顿时愣住了 疑惑地看着黄瑞 打听谁 黄瑞认真的看着柳平 你认识鬼手神针吗 柳平更加疑惑 土口问道 你打听我师父干什么 柳平果然是鬼手神针的徒弟 黄瑞与康老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对方眼里的喜色 黄瑞拿出一块令牌 放在柳平手里 我欠你师父人情 许多年过去了 一直没有他的阴性 这是黄家家主令牌 剑牌如剑家主 你与黄家的恩怨一笔勾销 以后无论遇到任何事 黄家都会无条件支持你 柳平彻底猛圈了 没想到是这种结果 愣愣地看着手里的令牌 黄老 我有办法恢复黄远兴等人的丹田 黄瑞摇了摇头 没有武德的人 让他们做普通人吧 第61章 黄家令牌 柳平把令牌递给黄瑞 你把令牌收回去吧 我不敢收 黄瑞笑了笑 你替我转交给你师父 柳平不知如何是好 黄老 要不你把钱拿回去吧 黄瑞假装生气地看着柳平 给你的 你就拿着 我还是有点家底的 康老看着柳平的眼神越发明亮 此子与众不同 将来必成大器 插话道 柳平 钱和令牌 你都留着 如果将来黄家有困难 你再还情也不迟 行 柳平点头同意 柳平又与黄瑞交换的电话号码 三人一起走出休息室 黄瑞向黄瑞招了招手 孙女 这是你柳叔叔 快行李 话锋转变得太快了 所有人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黄瑞同更是猛圈 瞪着眼睛盯着柳平 我不会给他行李的 他不是我叔叔 黄瑞尴尬地看着柳平 柳平 他交官坏了 你不要介意 如果有机会见到你师父 替我给他问好 柳平认真的点了点头 请黄老放心 我一定带到 黄瑞认真的看着柳平 你去帝都 一定要去看我 黄老 请等一下 柳平从酒缸里 打出十斤药酒 装在酒筒里 交给黄瑞 黄老 这是我配置的药酒 你每天喝一两 对您的身体有好处 酒没了 给我电话 黄瑞高兴地接过酒筒 那我收下 告辞 我们帝都见 蓝贤静望着黄瑞和黄瑞同的背影 平地 到底是怎么回事 柳平摇头苦笑 黄老与我师父有渊源 具体事情 我也不清楚 康老笑着解释 你师父在帝都待过几年 很多家族都欠你师父的人情 柳平看了一眼蓝贤静 静姐 黄远欣三人呢 昨天晚上 我就把他们三人送进医院了 没有生命危险 黄一信的尸体 已经送回帝都了 蓝贤静拿出一张银行卡 递给柳平 一千多亿放在我身上 我害怕 卡里有1200亿 例外100亿我留着 以防常理需要钱 柳平点点头 收起银行卡 介绍蓝贤静和康老认识 康老赞赏地 看着蓝贤静 好漂亮的丫头 你的兵现在怎么样了 蓝贤静妩媚地看了柳平一眼 谢谢康老关心 平弟帮我 延续了五年寿命 他已经找到治愈的办法了 曹慕宁看到柳平表情凝重 轻轻地拍了拍柳平的肩膀 兄弟 你无需自责 黄远欣三人是自作自受 如果可能 未来可以帮帮黄家 唉 柳平叹了一口 也只能如此了 陈宏蕊撒娇地拉着柳平的手 平哥哥 我和丽瑶还没有车 你给我们买车吧 以后 我们一直在这里打工 不要工资 柳平眼里满是爱怜 行 你们自己去选车 选好了告诉我 田丽瑶满脸通红 声音比蚊子大不了多少 我不要 陈宏蕊不依不饶地瞪着田丽瑶 不行 你必须要 一对中年夫妇 快步走进诊所 两人手里都拎着墓盒 康书文立即跑到夫妇身前 爸 妈 你们到了 康老向中年夫妇招了招手 耀杰 舒灵 你们过来 康耀杰和老婆舒灵 走到康老身边 爸 我把东西带来了 康老满意看了儿子一眼 把中年夫妇介绍给柳平 我儿子康耀杰 儿媳舒灵 舒文的父母 柳平笑着给康耀杰和舒灵行礼 柳平见过叔叔阿姨 康老瞪着眼睛盯着柳平 小子 你们平被相交就可以了 柳平面带微笑 看着康老 康老 如果舒文叫我叔叔 不是把我交老了 我们个交个的 您老就不要干预了 康老开心地点了点头 行 你们年轻人的事情 我就不管了 蓝贤静妩媚地看着柳平 我约了陈霄峰等人 商量化妆品销售的事情 回去了 柳平郑重地看着蓝贤静 静姐 我们不缺钱 没必要拼命 蓝贤静的神色越发妩媚 知道你担心我的身体 放心吧 我没事 康耀杰打开三个墓盒 人参 核手屋和冰上雪莲 出现在柳平的眼前 担心地看着柳平 小兄弟 这些可以吗 柳平首先拿起足球大小的雪莲 在鼻子下闻了闻 三百年以上的年份 这株雪莲够了 我去准备其他药物 晚上我给康老治疗 整个下午都比较清闲 即使有病人 除非是重病 都被恐红欲四老处理了 齐老虎带着钢牙走进诊所 恭敬地给柳平行礼 柳平微笑着 看着齐老虎 药材用完了 齐老虎尴尬地挠了挠头发 先生 段疯子想加入训练 您觉得可以吗 柳平点了点头 行 明天或者后天 我去你那 让他做好准备 齐老虎拿出一张银行卡 恭敬地递给柳平 这是段疯子的心意 柳平无所谓地摇了摇头 把卡还给段疯子 把你的银行卡号告诉我 齐老虎急忙解释 先生 我不缺钱 柳平瞪了齐老虎一眼 费什么话 安保公司刚刚成立 不需要钱吗 陈宏蕊拍了一下齐老虎 老虎哥 听听哥哥的 齐老虎点点头 尴尬地说出银行卡号 柳平拿出手机 给齐老虎赚了十亿 看着齐老虎 不能让兄弟们寒心 齐老虎重重地点点头 我一定安顿好兄弟们 柳平满意地看着齐老虎 去把我老婆接来 晚上我请客人吃饭 是 齐老虎应了一声 与钢牙快步走出诊所 康老疑惑地看着柳平 这两个人匪气很重 你怎么会结交这种人 陈宏蕊笑着对康老说道 齐老虎是江城的大混混 被平哥哥收服了 现在是平哥哥的手下 成立了安保公司 不敢再为非作歹了 康老向柳平竖起大拇指 功德无量 柳平拿出几千块钱 递给乔广城 你和上子科去买牛肉 羊肉和鸡翅 晚上烧烤 别忘记烧烤架和木炭 陈宏蕊高兴地跳了起来 大声惊呼 欧叶 又能品尝平哥哥做的美食了 康淑文满眼疑惑 柳平还会做饭 陈宏蕊撇了撇嘴 平哥哥的厨艺 远超酒店大厨 你吃过平哥哥做的菜 保证忘不了 康老大笑几声 老朽很期待 第62章 筹备饭店 柳平摘下几片雪莲的叶子 放在石旧里碾碎 选出十几种阳性药物 放在瓷锅里慢慢熬制 邱青雅抵达诊所 看到柳平平亲自熬药 满眼心疼 老公 需要我做点什么吗 柳平笑着摇摇头 把邱青雅介绍给康家人 康老满眼赞赏 不由自主地称赞 才子家人 郎才女貌 邱青雅脸色微红 客气地给康老行了一个礼 谢谢康老夸奖 康书文目光 在邱青雅扫来扫去 被邱青雅的美貌和气势震撼 不由得暗叹了一口气 康老扫了孙女康书文一眼 看到孙女眼里的失落 暗暗摇头 孙女喜欢柳平 无论各方面 都蓄于邱青雅 受到打击了 舒林拉着邱青雅的手 妹子 您的大名 我早有耳闻 将成首屈一指的才女 以后多多合作 邱青雅满脸兴奋 谢谢嫂子 一言为定 柳平把熬好的药汁倒进碗里 尝出了一口气 兴奋地看着康老 康老 我又把握彻底清楚 你体内的寒毒 康老满脸期待 老朽期待站起来的那一刻 谢谢 乔广成和上子科 拎着食材和烧烤用具 回到诊所 柳平不好意思地挠了脑脑袋 忘记提醒你们买菜刀了 看来 你们还要跑一趟 乔广成骄傲地笑了笑 师叔 我们想到了 不仅买了菜刀 还买了砧板和竹签 好 其他的交给我 柳平的刀法如神 肉块均匀 陈洪蕊 田丽瑶和白子涵三人像 三个小迷妹一眼 不错眼珠盯着柳平切肉 不一会儿 二十斤肉 全部变成了肉块 柳平 向其老虎招了招手 去洗手 串肉 众人一起动手 不一会儿 肉串串好 柳平架好烧烤架 一边烤肉 一边叮嘱乔广成 广成 摆桌子 招呼大家做好 给大家倒酒 几分钟后 香味肆意 恐红欲满眼笑意 鼻子嗅个不停 怪不得陈家丫头 一直嚷着让柳平做饭 香味太吸引人了 烤好的肉串摆到桌子上 邱青雅拿起肉串 递给舒林和康书文 招呼大家一起开动 康书文文文尔雅 轻轻地咬了一口 瞬间瞪大了眼睛 太好吃了 我从没吃过这么香的烤肉 陈洪蕊吃完一串烤牛肉 低头沉思片刻 掏出手机 拨通了陈建宏的电话 爸 我在柳平的诊所 你把诊所旁边的店面买下来 电话 另一端的陈建宏愣愣地反问 女儿 你要店面干什么 陈建宏傲娇地回应 你别管我要干什么 我就要店面 那个店面是咱们家的 我收回来给你 陈建宏认真地说道 所有人都吃惊地 看着陈洪蕊 田丽瑶满眼疑惑 洪蕊 你要店面干什么 陈洪蕊神秘地一笑 到时候 你们就知道了 柳平的手艺实在是太好了 几个女孩子不顾形象 吃得满嘴流油 邱青雅满眼骄傲 上天赐给自己的男人 太出色了 康老摸着肚子 高兴地说道 我很久没有吃得这么开心了 康耀杰满眼羡慕 柳兄弟 你要是开饭店 定是宾客营门 赚得盆满钵满 曹慕宁认真地看着柳平 兄弟 我决定留在江城 柳平好奇地看着曹慕宁 你留在江城干什么 曹慕宁认真地看着陈洪蕊 如果我没猜错 洪蕊妹妹要店面 是想搞饭店 平时柳平有空给大家做吃的 陈洪蕊瞪大了眼睛看着曹慕宁 你怎么知道 邱青雅看着陈洪蕊 洪蕊 你真想搞饭店 陈洪蕊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小声回应 平哥哥的厨艺太好了 诊所没法做饭 我想搞一个食堂 平哥哥有空 就让他下厨做菜 孔红玉郑重地看着柳平 小柳 陈丫头的想法不错 你精通药方 可以配置药膳 也能造福百姓 田里瑶兴奋地举起手 我要入股 康书文不好意思地看着陈洪蕊 洪蕊 我能入股吗 陈洪蕊红着脸看了柳平一眼 书文姐 如果平哥哥同意 我不反对 柳平沉思片刻 看着曹慕宁 曹兄 此事可为 我出药膳配方 三个小丫头交给你了 曹慕宁郑重地点了点头 开始我负责 等三个丫头能独当一面 必须允许我脱身 陈洪蕊第一个反对 曹哥 你要是入股 就必须管理饭店 我和李瑶不会离开诊所的 康书文红着脸 小声说道 我不参与管理 柳平沉思片刻 看着骑老虎 老虎 你当饭店经理 负责管理饭店 遇到不懂的地方 咨询曹哥 骑老虎顿时惊呆了 没想到柳平如此气重自己 立即站了起来 柳先生 我一定努力 柳平抬手示意起老虎坐下 你身上还有钱吧 费用先垫着 回头我给你 曹慕宁看着骑老虎 老虎哥 把你的银行卡号给我 田丽瑶红着脸 小声说道 我只有三十万 柳平面带笑容 丽瑶妹妹 哥哥送你干股 全当你在诊所帮忙的工资 等你将来出嫁的时候 哥再给你包一个大红包 田丽瑶的脸更红了 低着头轻轻地嗡了一声 陈洪蕊认真的看着骑老虎 虎哥 要装修两个厨房 饭店用大厨房 小一点地留给平哥哥 邱青雅暗叹了一口气 自己的男人太优秀了 不仅蓝贤进心犹所属 眼前的陈洪蕊和田丽瑶 估计也被迷住了 康耀杰和淑琳 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对方眼里的赞赏 互相点了点头 淑琳拉着邱青雅的手 青雅妹子 我第一次来江城 你要陪我好好逛逛 邱青雅笑着点头 我一定敬地主之意 九族饭饱之后 邱青雅带着淑琳回别墅休息 陈洪蕊和田丽瑶 带着康书文去了陈家 曹氏兄弟去贤雅会所休息 孔红玉四人与学生 也相继离开了 康耀杰推着康老 跟着柳萍进入治疗室 柳萍让康老喝下药汁和雪莲 脱去医库 趴在治疗床上 柳萍有切下十几片人参 放在身边 以防万一 柳萍给金针消毒后 刺进康老的后背 和腿上的穴位 手掌放在康老的命门上 康老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康老毫不犹豫地回答 康老 续脉的过程很疼 你要忍着点柳萍轻声提醒 我知道 康老无所谓地回答 柳萍的内力 从康老的命门穴 进入康老的体内 冲入康老腿部经脉 康老感觉一股热流 沿着经脉向脚趾方向冲击 热流所过之处 痛苦不堪 身体不停颤动 柳萍不敢停手 继续催动内力 冲击康老残断的经脉 插在康老腿部的金针边缘 冒出寒气 形成丝丝冰柱 半个小时后 柳萍脸上冒出汗珠 拿起三片人参 赶紧嘴里 内力在体内快速运行 吸收人参的药效 又过了十几分钟 柳萍疲惫地坐在椅子上 吞下几片人参 休息了几分钟 拔出所有金针 康老 你试试能不能站起来 第六十三章 康老突破 康老如愿地抬起了腿 满脸激动 腿好了 我的腿好了 柳萍脸上挂着满足的神色 康老 扶着治疗床 站直身体 康耀杰担心地扶住 康老的胳膊 爸 你小心一点 柳萍急忙阻止康耀杰 康哥 你放开手 让康老自己走 我看看效果 康耀杰满眼担心 小心地放开手 一步 两步 三步 康老慢慢移动脚步 连续走出十几步 脸上冒出汗珠 柳萍扶住康老 康老 你刚刚恢复 还不稳定 我扶你去病房 今晚你可以睡觉 也可以运功调息 我感觉您要突破了 康老激动地点点头 你帮我去除寒毒的时候 我就感觉出来了 康老盘西坐在病床上 闭目运功 柳萍和康耀杰 小心地守在身边 康老因为经脉受寒毒侵蚀 卡在先天中期十几年 后继薄发 只要突破 实力必将大增 半个小时后 康老身体一震 无形的气势扩散开来 柳萍长出了一口气 康老安全突破了 经脉虽然刚刚恢复 承受住了突破带来的压力 康老睁开眼睛 感激地看着柳萍 柳萍 老朽无以为谢 此恩铭记于心 荣当后报 柳萍笑了笑 康老多心了 我是医生 治病救人是我的责任 不必放在心上 康耀杰给柳萍身居一躬 大恩不言谢 柳萍慌忙扶住康耀杰 康哥 你这是折杀我呀 康老眼里满是兴奋 毫无睡意 小柳 还有肉 你再烤点 陪我喝几杯 遵命 柳萍应了一声 开始烤肉 三人边吃边聊 康老认真地看着柳萍 小柳 你是先天后期巅峰 柳萍不好意思地 看了一眼康老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我的真正实力 感觉可以轻松 打败先天后期 康老满眼疑惑 你怎么会不知道 柳萍急忙解释 我修炼的功法有些特殊 我的实力 应该在先天后期巅峰之上 康耀杰满眼佩服 刘老弟 你才二十出头吧 未来一定能成为真正的宗师 柳萍表情轻松 眼神清澈 我对宗师没有奢望 我只想做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 直到凌晨四点 三人才休息 太阳刚刚升起 柳萍起床买回早餐 康老和康耀杰也洗漱完毕 吃过早餐 柳萍认真地说道 康老 如果您时间充裕 最好在江城待一段时间 康耀杰满眼感激 柳兄弟 我已经与父亲商量好了 让父亲和你做邻居 柳萍点点头 说实话 我也是第一次治疗寒毒 不知道是否复发 需要观察 上班时间还没到 蓝贤静 陈潇峰 盛峰 和高齐利 四人抵达诊所 柳萍吃惊地看着蓝贤静 静剑 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早 蓝贤静温柔地一笑 拿出四个小瓶 递给柳萍 这是我们生产的化妆品 已经通过相关部门的检测 可以正式投产了 知道你白天要坐诊 所以提前来了 柳萍打开一个玻璃瓶 闻了闻 满意地点点头 质量不错 陈潇峰笑着说道 柳老弟 我们决定周日举行剪彩仪式 你必须参加 柳萍由于片刻 不好意思地解释 我周日要去寻补房 不知道时间能不能错开 蓝贤静以为柳萍出事了 满眼担心地看着柳萍 出什么事了 柳萍笑着解释 我现在是寻补房的格斗教官 我周日要训练寻补 蓝贤静轻轻地拍打心口 呼出一口长气 我以为你涉案了 柳萍认真地说道 你们先准备着 如果时间允许 我一定出席剪彩仪式 蓝贤静看到 康老在诊所内散步 立即走到康老身边 满眼惊喜 康老 你的腿 康老满脸笑意 柳萍的功劳 老朽感激不尽啊 蓝贤静眼里一彩连连 扭头望着柳萍 这就是自己喜欢的男人 神秘强大 陈洪蕊 田丽瑶和康书文走进诊所 三人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 俨然是无话不说的闺蜜 陈潇峰走到陈洪蕊身前 妹妹 我已经派人收店面了 一周后交给你 陈洪蕊撇了撇嘴 哥 不管亏多少钱 你都得担着 反正我没钱 陈潇峰比陈洪蕊大十几岁 极其宠爱这个调皮的妹妹 一直想带着陈洪蕊做生意 可是陈洪蕊总是拒绝 没想到既然要店面 也不知道陈洪蕊的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妹妹 你跟哥透露一下 你想做什么生意 陈洪蕊看了一眼 田丽瑶和康书文 两人向陈洪蕊点了点头 陈洪蕊拉着田丽瑶和康书文的手 认真地看着陈潇峰 我们三姐妹开饭店 啥 陈潇峰瞪大了眼睛 满眼不可思议 你们三个丫头开饭店 这不是胡闹吗 柳蕊急忙把事情详细地讲了一遍 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 放心吧 绝对亏不了 陈潇峰知道柳蕊的厨艺高超 医术高明 苦笑着看着柳蕊 只能辛苦你了 我对饭店一窍不通 蓝贤峰满眼忧愿地看着柳蕊 平弟 我也要要善配方 柳蕊不好意思地看了蓝贤峰一眼 静姐 改天我给你提供几道菜 保证宾客迎门 蓝贤峰脸上浮现红霞 妩媚的一笑 这还差不多 我们走了 别忘记时间 白子涵四名学生和孔老四人抵达诊所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接下来的两天 诊所越来越忙 柳蕊一直待在诊所 无论是大病小病 柳蕊都能做到药道病除 闲暇时 指导白子涵四人医术 试手田财汉带着秘书 陪着一个老者走进诊所 田丽瑶快步跑到老者身边 挽着老者的胳膊 周爷爷 您来了 老者疼爱地摸着田丽瑶的头发 丫头 你在这里工作 田丽瑶乖巧地点了点头 柳蕊急忙迎接 田叔叔 快请坐 田财汉把面带笑容的老者 介绍给柳蕊 周老 来自帝都 是我的师叔 你叫周爷爷吧 柳蕊给老者行了一个礼 周爷爷 快请坐 点了点头 出言赞叹 小小年纪 不骄不躁 知书达理 很不错 柳蕊仔细打量周老极眼 表情越来越凝重 周老 您的身体问题不小啊 周老不以为意 微笑着看着柳蕊 小家伙 你说说我身体有什么问题 柳蕊认真的说道 膝关节和后腰 阴雨天疼痛难忍 你吃了很多止疼药 导致肝肾受损 您还有心脏病 你还好久 周老满眼难以置信 瞪大眼睛盯着柳蕊 小家伙 你的书法不错 没想到医术如此高明 你能治好我的病吗 柳蕊认真的点了点头 能治好 需要一个月时间 周老沉思片刻 行 我在江城待一个月 第六十四章 筹剑公司 周老趴在治疗床上 金针消毒后 扎进周老的后背 周爷爷 您的腰受过伤 又受到阴寒之气侵蚀 经脉阻塞 只要驱除邪气 疏通经脉 就能彻底痊愈 周老满意地点点头 你放手治疗 我相信你 柳蕊把十几枚金针 刺进周老后背的穴位 内力沿着金针 进入周老的体内 周老感觉一股热流 在后背游走 热流锁过之处 舒服无比 忍不住出言称赞 小家伙 你年纪不大 内力如此雄厚 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啊 柳蕊不好意思地回应 我算是先天舞者吧 周老爷子笑了 你不用谦虚 你是实力 绝对在先天后气之上 十几分钟后 柳蕊疏通周老背部的经脉 驱出了阻塞经脉的阴寒之气 取下金针 周爷爷 您翻个身 我给你的关节针灸 又过了十几分钟 柳蕊收回金针 周爷爷 你下地感觉一下 周老在地上走了几步 伸了伸腰 满脸激动 很舒服 好多年没有这么舒服了 柳蕊认真的说道 周爷爷 还要再吃几天中药 才能彻底根治 两人回到大厅 柳蕊写出一副药方 递给白子涵 子涵 你们把这副药方记下来 这是一副通用的排毒 和瘟养身体的药方 在排除肝肾内残毒的同时 瘟养内脏 同时也能去除体内邪气 是 白子涵应了一声 拿出手机把药方拍了下来 抓好药 熬制药汁 柳蕊沉思片刻 周爷爷 你住在哪里 要不 你这段时间住在诊所吧 甜才汉想了想 周叔 您住在这里 方便治疗 周老摇头苦笑 我是真想住在这里 那两个鸭不会同意的 都快烦死我了 柳蕊把熬好的药汁交给周老 周爷爷 这是一周的药 早晚饭后各服一代 您下周六再来一次 周老点头接过药带 与甜才汉离开诊所 柳蕊看了一眼时间 子涵 你们回去吧 明天不用来了 下周一在普吉堂会合 白子涵四人收拾好东西 离开了诊所 孔红玉四人 与柳萍打了一声招呼 各自回家 陈宏蕊撒娇地挽着柳萍的胳膊 萍哥哥 明天休息 你今晚给我们做好吃的吧 柳萍点了点头 拨通了邱清雅的电话 得知邱清雅与淑林在一起 让他们二人买菜回家 柳萍带着康老父子 和三个小丫头 坐出租车回到别墅 邱清雅和淑林正在摘菜 柳萍笑着说道 清雅 你和嫂子出去吧 厨房交给我 不到一个小时 餐桌上摆着十几道菜肴 可谓色香味俱全 柳萍大声说道 清雅 招呼大家入座 还有最后一道菜 陈宏蕊是典型吃货 眼睛盯着桌子上的菜肴 满脸羡慕 清雅姐 我好羡慕你 每天都能吃到平哥哥做的菜 邱清雅半开玩笑地看着陈宏蕊 你可以每天来我家吃饭啊 陈宏蕊失落地摇了摇头 我可不想打扰你们的二人事件 康淑文不时偷瞄邱清雅 感觉邱清雅气质不凡 也是满眼失落 八个人围坐在餐桌周围 邱清雅拿出珍藏的红酒和白酒 三个男人喝白酒 五个女人喝红酒 陈宏蕊毫不顾忌形象 吃得不亦乐乎 温文尔雅的田丽瑶和康淑文 也是筷子不停 康耀杰和淑林 不停地称赞柳萍的厨艺 康老高兴地看着柳萍 小柳 以后做饭 一定要带我和孙女的份 吃了你做的菜 嘴都变叼了 我们准备合资成立医疗设备研发公司 研发尖端医疗设备 柳萍心中一喜 眼里射出金光 好主意 我来投资 你们负责运营 树林笑着解释 我和清雅妹子已经商量好了 各出十亿 两年内绝对不缺钱 柳萍笑着摇了摇头 老婆 尖端人才的工资可不低 我明天给你转二百亿 邱清雅内心甜蜜 深情地看着柳萍 账户里不是还有一百多亿吗 柳萍认真地解释 那一百多亿绝对不能动 将来是要捐给国家的 我准备给偏远农村建设学校和医院 康老满眼赞赏 老朽佩服 心系天下 不愧为大一 康耀杰点点头 接过话题 我出一百亿 对不起刘老弟 我只有这么多流动资金 柳萍无所谓地点点头 康哥 我手里还有一千亿 你的钱先留着 如果公司规模扩大 你再出资金 康耀杰也没客气 说实话 一下子抽走一百亿 结尾了 我再出资 柳萍从包里拿出银行卡 和皇家家主令牌 交给邱清雅 这张卡里有钱 千万不要把令牌弄丢了 邱清雅没想到 柳萍把银行卡交给自己保存 满脸甜蜜 轻轻地清了一下柳萍的脸蛋 收起银行卡和令牌 陈洪蕊拉着田丽瑶的胳膊 丽瑶姐 我向我爸要二十亿 咱俩各占十亿 也入股吧 田丽瑶急忙摆手 十亿太多了 要是亏损了 把我卖了也还不起啊 柳萍满眼笑意地 看着两个小丫头 给你们每人5%的干股 条件是 你们毕业后 一定要去公司上班 帮着清雅把公司管理好 田丽瑶脸如红纸 太多了 我只要1% 陈洪蕊无所谓地摆了摆手 我要5% 全当卖给公司 康耀杰和树林对视了一眼 树林笑着说道 我们的股份算在树文的头上吧 四个小丫头都很年强 精力充沛 期待他们成功 邱清雅心里虽然有些抗拒 但陈洪蕊三人 因为柳萍的原因 一定全力以赴 确实可以减轻压力 更不会背叛公司 也就没有出言反对 犯后 康家人带着陈洪蕊 和田丽瑶离开 邱清雅躺在柳萍的怀里 老公 你太优秀了 我能看出来 陈洪蕊和田丽瑶都喜欢你 将来不知道 你会招惹多少女孩子 柳萍也不知该如何解释 只得转移话题 邱雅 改天我们去看房吧 买一栋大别墅 让骑老虎派几个人保护你 邱清雅知道 柳萍得罪的家族不守 只要有机会 定会有人报复 点头同意 行 第65章 开业限制 一夜无话 清晨醒来 柳萍做了一顿爱心早餐 邱清雅满脸甜蜜 老公 你今天去哪 柳萍脸上带着歉意 上午化妆品厂 开业剪彩 你陪我一起去吧 下午我要去寻补训练基地 邱清雅每次想起蓝仙境 都感觉心里发堵 但想到柳萍的优秀 身边总是围着漂亮的女孩子 暗叹了一口气 美好气地等了柳萍一眼 臭柳萍 到处沾花惹草 我回老宅看爷爷 柳萍知道 蓝仙境是促进大发 尴尬的苦笑 心中暗暴不平 蓝仙境喜欢我 能怪我吗 蓝仙境的电话 时时打了进来 剪彩仪式定在上午九十十八分 蓝仙境把长纸 发到柳萍的手机上 邱清雅拿出一张银行卡 递给柳萍 这张卡里有五千万 密码六个六 你放在身上 以备不时之需 柳萍坐着出租车 抵达厂子门口 厂门口围着男女十几人 柳萍下车加入围观的人群 看到大理石围墙上 镶嵌着平静亮丽化妆品 有限公司几个金色打字 暗暗苦笑 这一定是蓝仙境的注意 盛风看到柳萍 快步跑到柳萍身边 静姐交代了 带你去办公室 柳萍明白蓝仙境等人的想法 毕竟自己是大股东 蓝仙境等人 不敢完全自作主张 有些事情要征求自己意见 笑着点头 走吧 进去看看 蓝仙境正在办公室内忙碌 看到柳萍露出开心的笑容 平地 等我几分钟 柳萍环顾了办公室一眼 忍不住赞叹 高端 大气 上档次 蓝仙境满脸妩媚 眼里带着骄傲 必须的 我们走的是高端路线 办公室寒酸了怎么行 柳萍暗佩服蓝仙境的管理能力 有道理 蓝仙境收拾好桌子上的东西 挽着柳萍的胳膊 走进隔壁的办公室 平地 这是给你准备的办公室 里面有一间休息室 柳萍愣住了 疑惑地看着蓝仙境 静姐 怎么还给我准备办公室了 蓝仙境白了柳萍一眼 怎么说 你都是公司的大股东 理所当然的董事长 怎么能没有办公室 停了几秒 蓝仙境认真地看着柳萍 虽然你很想做甩手掌柜 但有些事情必须让你知道 这也是对我和陈霄峰等人的尊重 柳萍认真地点了点头 静姐 我明白 你的意思 蓝仙境满眼期待地望着柳萍 我邀请了田氏手和徐老 他们让你提一幅字 笔墨我都准备好了 柳萍满脸尴尬 自己是公司的大股东 竟然被他人催促提字 急忙点头 我们过去吧 蓝仙境带着柳萍走进会议室 笔墨指标已经准备好 柳萍沉思片刻 认真地看着蓝仙境 静姐 是放在你办公室内的横幅 还是大门两侧的对联 蓝仙境满眼妩媚 歪着脑袋看着柳萍 我都要 柳萍点点头 拿起毛笔 眼里射出金光 仿佛变了一个人 气势如山 蓝仙境瞬间被柳萍的气质迷住了 眼里一踩连连 笔走龙蛇 一气呵成 香飘绿也励志增分 粉灼红装风机声色 一副对联跃跃然指上 柳萍低头沉思几秒 大笔一挥 肾中如使四字横幅出现在眼前 蓝仙境满眼欣喜 忍不住鼓掌庆贺 挽着柳萍的胳膊 附在柳萍的耳边 小声说道 亲爱的平弟 你彻底把姐迷住了 姐离不开你了 柳萍尴尬地看着蓝仙境 姐 你又戏弄我 蓝仙境面带微笑 姐不着急 还没说服爷爷呢 柳萍不好意思挠了脑脑袋 静姐 我不参加剪彩仪式了 要回诊所准备药材 然后去寻补训练基地 蓝仙境知道柳萍的性格 也知道柳萍的空闲时间不多 微微点点头 记得有空去会所 陈肖峰负责工厂 蓝仙境陪着柳萍离开会议 看到陈洪蕊 田丽瑶和康淑文三个丫头 积极喳喳地四处乱逛 招了招手 红蕊 你们有没有时间 陈洪蕊三人走到柳萍 和蓝仙境身前 向蓝仙境打招呼 蓝仙境笑着向三个丫头点了点头 扭头看着柳萍 萍弟 我去招呼客人了 柳萍看着三个女孩 你们要是有时间 我们去买车 陈洪蕊高兴地跳了起来 买车 好啊 柳萍认真的目光 从三个丫头脸上扫过 你们喜欢什么车 陈洪蕊虽然大多时候 说话不用脑子 但极其聪明 萍哥哥 我们不用买贵的 五十万左右的车就可以了 平时就是逮捕 康淑文笑着摇头 萍哥 我有车 过几天给我送过来 柳萍面带微笑 你不用在这里帮忙吗 齐老吴所谓的笑了笑 没啥事 蓝小姐 陈总等人完全搞得定 齐老虎驾车 载着陈洪蕊等三个丫头 在前面带路 柳萍坐着出租车跟在后面 抵达江城市最大的汽车城 店面足足超过一万平方米 各种中高档车应有尽有 柳萍认真的看着三个丫头 美人一亮 无论喜欢什么车 哥都买给你们 选好了给我电话 好嘞 姐妹们 选车 陈洪蕊拉着田丽瑶和康淑文 向店内走去 柳先生 你喜欢什么车 齐老虎试探着问道 柳萍随口说出想法 越野 结实耐用 齐老虎脸上露出激动的神色 这里有东风猛市民用版 看着很霸气 柳萍点点头 跟着齐老虎向高档斩驱走去 汉马 奔驰大G 宝马X6 齐老虎看来也是一个爱车之人 不断介绍每种车型的特点 一位身穿职业装的年轻女孩 出现柳萍和齐老虎身边 二位老板 有喜欢的车吗 柳萍笑着说道 带我们去看看猛市 第66章 闹汽车城 手机响了 柳萍看到是陈洪蕊的号码 立即接通 高兴地问道 你们选好了 平哥哥 有人欺负我们 快来救我们 听筒里传来陈洪蕊焦急的声音 柳萍眼里闪过寒光 你们在哪 我们在跑车展区 我马上到 柳萍满眼焦急 盯着女销售员 跑车展区在哪 女销售员指着柳萍的左后方 那个方向大约40米 骑老虎意识到出事了 已经率先向跑车展区方向跑去 柳先生 跟着我 十几秒钟以后 柳萍看到康书文像老母鸡一样 把陈洪蕊和田里摇护在身后 慢慢后退 几名保安人员在外围观看 直指点点 并没有阻止事态恶化 一名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脸上带着令人呕吐的笑容 目露邪光 步步紧逼 小妹 你们弄脏了我的衣服 我也不需要你们赔偿 你们陪我一个晚上就可以了 康书文眼里杀气弥漫 大声怒吼 王八蛋 立即滚 否则 你会后悔的 中年男子目录不限 后悔 在江城 还没有人敢对我说这样的话 柳萍几步赶到中年男子的身边 伸手捏住男子的脖子 把男子举了起来 男子呼吸困难 脸色紫轻 吐字不清 我是薛家二少爷 你敢动我 薛家不会放过你的 薛家吗 真是死不悔改 柳萍的脸色越来越冷 捏着薛二少猛地砸向地板 碰 地面颤动 围观的人都吓了一跳 纷纷议论 这小子是谁啊 够狠 就不怕薛家的报复吗 够男人 冲冠一怒 魏红年 好霸气的男人 围观的几个年轻美女 眼里冒出无数小星星 薛二少的面部 与地板亲密接触几次 原本令人不齿的形象 变得血肉模糊 令人恐惧 陈洪蕊三人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看到柳萍狂越薛二少 都感觉大为解气 平哥哥 这种人不知祸害了多少女孩 报废了她 陈洪蕊撅着小嘴喊道 围观的群众 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陈洪蕊 仿佛在说 这个小丫头 才是真正的狠茶子 柳萍回头看了一眼三个丫头 大声说道 给你们的家人打电话 让他们来处理 田丽瑶第一个拨通了父亲 田才汉的电话 爸 我在汽车城 有人欺负我们 柳萍让我给你打电话 谁他骂得如此大胆 敢欺负我女儿 田才汉骂完以后 瞬间明白了柳萍的想法 无奈苦笑 立即带着秘书向汽车城驶去 路上通知马俊飞带人前往 康老和陈建宏接到电话 二人也都是怒火中烧 立即赶往汽车城 一名目光阴冷的男子 带着八名保安出现在柳萍身边 脸色不善 语气冰冷 我是汽车城的经理蔡天龄 你竟敢在我的店里打人 柳萍的目光向梁炳利剑 直刺男子的内心 我妹妹受欺负 你们在外面围观 我收拾薛家二少 你们出来阻止 真以为我是软狮子吗 把监控录像拷贝给我 蔡天龄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对不起 监控坏了 柳萍暗暗冷笑 平静地看着蔡天龄 你确定是坏了 蔡天龄越发得意 仿佛君临天下 当然确定 骑老虎慢慢走到中年身前 打都打了 你的意见保留 如果想动手 我们接着 蔡天龄感觉柳萍的目光越发凌厉 仿佛不属于人类 不由得心生恐惧 后退了几步 色力内忍地等着柳萍 小子 这里是北区 是燕子姐的地盘 你放聪明点 柳萍疑惑地望着骑老虎 骑老虎快步跑到柳萍身边 附在柳萍耳边小声介绍 梅小燕绰号燕子 被老公抛弃 燕子狡猾如虎 心狠手辣 带着一群无家可归的女人 征服了北区 把抛弃她的老公淹了 任何计谋在真正的实力面前 都是直老虎 柳萍无所谓地看着蔡天龄 你可以立即联系梅小燕 看看她能不能救你 敬酒不吃吃罚酒 蔡天龄猛地挥了一下手 上 留一口气 骑老虎拦住柳萍 先生 让我试试 柳萍满眼惊喜 骑老虎的气势 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 至少是后天初期巅峰 保安队长疑惑地望着骑老虎 你一个人对付我们八个 来吧 如果我输了 是我学一步惊 骑老虎平静地站定 向八名保安勾了勾手指 杀 八名保安怒吼一声 挥动橡胶棍 扑向骑老虎 骑老虎毫不犹豫地迎了上去 橡胶棍砸中骑老虎身体的同时 骑老虎的拳头 击中保安的太阳穴 骑老虎没事一般 保安却倒地不起 蔡天龄看到骑老虎越战越勇 已经有六名保安倒地不起 仅剩的两名保安 也是全力防守 惊慌地拨通的梅小燕的对话 燕子姐 有两人在汽车城搞事 我快坚持不住了 梅小燕知道事情不简单 命人叫来刀手小黑 和情报小组负责人春兰 汽车城是 我们罩着的 有人搞事 不出面语理不通 你们带人去看看 是 小黑和春兰齐声回答 梅小燕认真地看着春兰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跟着去吗 春兰郑重地点了点头 春兰知道 梅小燕脸上露出苦笑 敢在汽车城搞事的人 绝不简单 但愿不是温神的人 柳平走到蔡天龄身边 招呼电话了 蔡天龄目露凶光 满眼怨毒 小子 燕子姐的人马上就到 你等着受死吧 碰 随着骑老虎的重拳 最后一名保安也倒在地上 柳平抬腿踢在蔡天龄的肚子上 蔡天龄飞出七八米 倒在地上喷出几口鲜血 陈宏蕊快把跑到骑老虎的身边 轻轻地拍了一下骑老虎的肩膀 虎哥 你越来越厉害了 仅比平哥哥差点 要加倍努力哦 擦擦 凌乱的脚步声由远而近 小黑和春兰 带着十几名拎着棒球棍的混混走了过来 蔡天龄挣扎着站了起来 跌跌撞撞地跑到小刀身前 指着柳平 刀哥 就是他带人来此搞事的 春兰是搞情报工作的 江城不能招惹的人物 资料都在春兰的保险柜里 拍在第一位的 就是眼前的温神柳平 背着手给梅小眼发了一条信息 梅小眼看到信息 略意思考 给春兰回了一条信息 带人向汽车城赶去 第67章 软硬兼施 小黑刚想说话 被春兰拉住 春兰向小黑摇了摇头 小黑意识到 眼前的年轻人身份不简单 满眼疑惑 后退一步 柳平脸上挂着嘲讽 鄙视地看着小黑 听信猜地说 梅小燕照着汽车城 你们是梅小燕的人 春兰急忙紧走几步 神色恭敬地看着柳平 先生 请您稍等 燕子姐马上到 柳平好奇地打量春兰两眼 点点头 看来传言不假 梅小燕确实很聪明 刘老殿 你没事吧 马俊飞的人还没到 洪亮的声音在空中回荡 柳平瞪大了眼睛 疑惑地看着马俊飞 马总寻补 你怎么来了 马俊飞无奈苦笑 田氏手通知我来的 我敢不来吗 田丽瑶满脸不高兴 看着马俊飞 马叔叔 我爸爸怎么不来 马俊飞急忙安慰田丽瑶 大小剑 你别生气 你爸爸在来的路上 春兰暗出一口长气 蔡天玲竟然得罪了 是守的女儿 这不是找死吗 还好小黑没有动手 否则 必被消灭 柳平看到马俊飞 带着一个特种寻步小队 每名队员都是头戴黑色面罩 全副武装 暗暗苦笑 田才汉不希望自己大动干戈呀 洪蕊 你没事吧 陈建宏带着四名随身保镖 快步走了过来 陈洪蕊美目从柳平身上扫过 看着陈建宏 我没事 多亏了平哥哥 康老带着一名中年人走了进来 久居上位者的气息 令人窒息 康淑文走到康老身边 微笑着看着中年人 万叔说 麻烦你了 万幸中年人笑了笑 如果大侄女在我的地盘出事 我难辞其咎 康老心疼地看着康淑文 你没事吧 康淑文点点头 薛家二少爷欺负我们 被平哥打残了 田才汉也到了 乖爱地看着田丽瑶 女儿 没受伤害吧 田丽瑶似笑非笑地挽着柳平 有平哥哥在身边 谁能伤害到我 蔡天龄已经吓傻了 薛家 二少招惹是首的女儿 和陈氏集团的大小姐 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自己傻乎乎地插手此事 也难逃成处 暗暗把薛家的祖宗八代 问候个遍 康老和陈建红 走到柳平身前 表达谢意 柳平愤怒难消 我带着三个妹妹出来 如果他们被人欺负 我有何颜面立足于世 康老大笑了几声 满眼感激 没有说话 柳平慢慢走到蔡天龄身边 脸色冷峻 目露寒光 我再问你一次 这里有没有监控 蔡天龄身体不停地哆嗦 满眼恐惧 双腿发软 不由自主地摊在地上 有监控 有监控 我立即让人拷贝 你该死 柳平怒吼一声 抬脚踢在蔡天龄的下巴上 咔嚓 骨头碎裂的声音 传入众人的耳朵中 蔡天龄的下巴被踢碎 嚎叫一声 飞出七米外 重重地撞在一辆跑车上 跑车的车门被撞出一大坑 蔡天龄摔在地上 昏了过去 马俊飞挥了一下手 两名特种巡捕 走到一名保安身前 带我们去监控室 小飞心狠手辣 看到柳平出手 心生恐惧 如果不是春蓝阻止 自己必然被吠 咔 咔 清脆的高跟鞋的声音 由远而近 一身霸气欲解装扮的美小燕 走到柳平身前 身居一躬 美小燕见过柳先生 柳平仔细打量美小燕几眼 白衬衣 蓝色西装 蓝色西裤 柳平指着春蓝和小黑等人 冷冷地看着美小燕 他们是你的人 美小燕已经来了几分钟了 看到柳平一脚踢飞蔡天龄 心生恐惧 知道必须化解柳平的怒气 否则一定成为下一个音书生 直接走到柳平身边行李 听到柳平问话 认真地点了点头 是 柳平不由地按赞 美小燕是个实时务的人 自己倒是不好直接向她出手了 美小燕 我与你有仇吗 美小燕愣了一下 不明白柳平的意思 摇头回道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仇怨 光越来越凌厉 蔡天龄告诉我 汽车城是你照着的 美小燕已经明白了柳平的意图 脸上冒出冷汗 但不敢推脱 低着头回答 是我照着的 柳平身上涌出一股无形的威势 向美小燕压去 美小燕感觉呼吸困难 恐惧地望着柳平 请柳先生给我一条生路 柳平冷峻的目光 盯在美小燕的脸上 我听说你经历坎坷 能走到今天 说明头脑不简单 你只知道 蔡天龄做过什么吗 你竟敢助纣为虐 活得不耐烦了吧 美小燕的头低得更低了 声音断断续续 小燕以后再也不敢了 柳平冰冷的目光 依然落在美小燕的身上 我曾经答应马总寻补 收服或消灭江城的地下势力 之所以一直没有动你 是因为你没有招惹我 既然今天遇到了 我给你两条路 美小燕抬起头 满脸激动 真诚地看着柳平 我愿意像断疯子一样 遵刘先生为主 以后从事正当行业 绝不作有为道义之事 柳平满意地点点头 扭头看着骑老虎 老虎 带着美小燕离开 你知道怎么做 骑老虎走到美小燕身边 美小姐 跟我走吧 马俊飞激动拍了怕柳平的肩膀 柳兄弟 我替江城百姓谢谢你 柳平笑了笑 这是我答应 马总寻补的 你派人把薛家 二少送进医院 别让他死了 一名特种寻补 向马俊飞晃了晃手里的U盘 马俊飞点了点头 命人把薛二少和蔡天龄送往医院 严加看管 站在康老身边的万幸中年人 走到柳平身边 柳先生 我认识汽车城的老板 他正在赶来的路上 柳平走到田财汉身边 田叔说 交给你们了 我带三个妹妹去买车 田财汉一直没有说话 事关自己的女儿 不方便发表言论 看到柳平软硬兼施 处理得干净利索 暗暗点头 对付势强凌弱的人 必须用狠辣手段 田财汉满意地拍了拍柳平的肩膀 你们去吧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 第68章 徐老送车 柳平带着陈宏蕊三人 回到东风猛士展区 指着站台上的最新款猛士 三位妹妹 我们买这个怎么样 康淑文吃惊的瞪大眼睛 平哥 女孩子开这种车 太夸张了吧 不如买奔驰大G 田丽瑶不好意思看着柳平 平哥 我选普通型的奔驰轿车 陈宏蕊围着猛士转了几圈 平哥 你要是买这款车猛士 我就买一辆 柳平点点头 微笑着看着陈宏蕊 给舒文买奔驰大G 给丽瑶买奔驰轿车 给你买猛士 女销售员心情激动 能一次卖出两辆猛士 提成可观 急忙对柳平说道 先生 您是全款还是贷款 请您把身份证准备好 我去办理手续 柳平拿出身份证和银行卡 递给女销售员 全款 去办手续吧 不到半个小时 女销售员拿着手续和车牌 回到柳平身边 柳老板 请稍等 售后人员马上装车牌 万幸中年人 和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 陪着康老走了过来 康老把两名中年人 介绍给柳平 小柳 万宝玉 万氏集团总裁 许安祥 许氏集团总裁 汽车城就是小许的产业 康家与他们的家族是市交 柳平急忙给两位中年人行礼 柳平见过万叔叔 许叔叔 许安祥面带微笑 满眼赞赏地看着柳平 柳先生大名 我早有耳闻 特别是您酿制的药酒 我父亲可是赞不绝口 柳平恍然大悟 吃惊地看着许安祥 您是许老的儿子 许安祥点点头 你一定要送给写一幅字 药酒也要给我一摊 这里的车你随便选 女销售员实时插话 老板 柳先生刚买了两辆猛士 他们还要给两位小姐 买奔驰大计和叫车 许安祥笑了笑 柳平 既然这两辆车已经买了 其他的车 叔叔送给你 柳平认真地看着许安祥 谢谢许叔叔 这是我给三个丫头买的公务用车 不能让你花钱 许安祥笑着点点头 行 他们的车你出钱 但我父亲可是让我送给你两辆车 前天刚到江城 我可不敢为你父亲的命令 你必须收下 康老拍了拍柳平的肩膀 小柳 我与许老相识多年 你就拿着吧 不就是两辆车吗 柳平点点头 谢谢许老 谢谢许叔叔 我收下 万宝玉满眼赞赏 柳平不亢不悲 云淡风轻 未来必成大气 许安祥看着康老 康叔说 到饭时了 中午一起吃饭吧 康老点点头 看着柳平 吃饭去 车的事情交给小许 保你满意 柳平也没推辞 七个人抵达江城最高档的中餐厅 酒是好酒 菜是酒店的招牌菜 康叔文刚吃了几口 脸上血满不满意 放下筷子 没有柳平做的菜好吃 还是五星级大厨呢 陈洪蕊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确实不如平哥哥的厨艺 万宝玉好奇地看着柳平 你还会做菜 康老大笑几声 柳平可不仅是会做菜 而是真正的懂做菜 色香味俱全 这三个丫头 为了能经常吃到柳平做的菜 准备开饭店 咱们以后有口福了 柳平猛然想起买房的事情 康老 我准备换房子 您在看房的时候 帮我也看看 我需要大别墅 最好是三层或四层的独栋别墅 康老不解地看着柳平 娘那么大的房子干什么 柳平叹了一口气 我来江城的时间不长 得罪的人不守 我怕有人伤害青雅 准备培养几个保镖 保护青雅 陈洪蕊气呼呼地看了柳平一眼 不早点说 我问问我爸爸 徐安祥笑着点点头 陈氏集团是搞房地产的 高档别墅区 大多出自陈氏集团 陈洪蕊放下电话 认真的看着柳平 平哥哥 半山别墅 还有六套别墅 你要几套 柳平沉思片刻 洪蕊 告诉你爸爸 我要三套 必须按市场价格卖给我 否则我不要 陈洪蕊美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 傻瓜 给钱都不要 康老看着陈洪蕊 小丫头 给我留一套 也是按市场价 陈洪蕊拨通了陈建宏的电话 把柳平和康老的要求讲理一遍 陈建宏本想偿还柳平的人情 没想到被柳平拒绝 无奈答应 许安祥接到电话 看着柳平问道 车辆手续办好了 车送到哪 柳平随口说道 诊所没人 送到别墅吧 我把地址发给你 许安祥点点头 通知员工送车 柳平不好意思地挠挠脑袋 我们快点吃饭 家里没人 我会去接车 许安祥轻笑几声 没有说什么 暗暗点头 柳平是个值得结交的人 吃过饭 柳平电话通知了邱青雅 带着众人回到别墅 柳平看到六辆轿车停在别墅门外 两辆红蓝跑车更是醒目 顿时目瞪口呆 陈洪蕊激动看着红色跑车 好漂亮啊 许安祥笑着介绍 法拉利最新款顶级跑车 红色的送给邱小姐 蓝色的送给柳先生 柳平虽然不知道 这两辆跑车的价格绝对不低 总之不会低于一个亿 走到许安祥身边 真诚地给许安祥锯了一个工 谢谢许叔叔 许安祥从员工手里接过钥匙 递给柳平 我的任务完成了 如果发现车辆有问题 直接给我打电话 柳平点头 我会的 万宝玉拍了拍柳平的肩膀 周四我带病人去诊所找你 康老向柳平点点头 与万宝玉和许安祥一起离开 邱青雅回到别墅 看到门口停着六辆车 吃惊地看着柳平 都是你买的 柳平把过程讲了一遍 邱青雅立即拿起 红色法拉利的钥匙 钻进轿车 法拉利轰鸣着离开别墅 康书文脸上挂着兴奋 拿起奔驰大G的钥匙 是车曲 陈洪蕊犹豫了几秒 钻进奔驰大G 田丽瑶启动了奔驰轿车 两辆奔驰一前一后 驶出小区 柳平想了想 拨通了骑老虎的电话 让骑老虎带着断疯子来别墅 十几分钟后 红色法拉利回到别墅 邱青雅下车后 满眼激动 不顾别人的眼光 搂着柳平的脖子 线上香唇 直到彼此窒息才分开 邱青雅满眼深情 老公 我爱死你了 柳平爱怜地 看着邱青雅 下午我要去寻补训练基地 你要不要陪我去 邱青雅毫不犹豫地答应 我陪你去 骑老虎和断疯子抵达别墅 邱青雅把蓝色法拉利放进车库 驾驶红色法拉利载着柳平 骑老虎和断疯子 各驾驶一辆猛士 向诊所驶去 柳平选好药材 联系马俊飞 约定在寻补训练基地见面 第69章 特训寻补 马俊飞站在训练基地大门口 迎接柳平 看到一辆跑车和两辆猛士 满脸羡慕 柳平下车与马俊飞走进训练基地 三辆车在寻补的指引下 停在制定的停车场 我带你去训练场 特训队员都在等着你呢 马俊飞领着走进训练场 12名参训队员都背着手 列队整齐 柳平看着邱青雅 你想不想学学射击 邱青雅满眼期待 激动地挽着柳平的胳膊 神射手 让他带邱总去吧 柳平关系的 看着邱青雅 一定要听教官的 嗯 邱青雅应了一声 跟着梁震向射击场走去 柳平在队员中 发现了江雅琳的身影 不由得暗暗苦笑 立正 敬礼 随着口令 12名队员齐齐敬礼 马俊飞把名单递给柳平 这是参训队员的名单 你熟悉一下 柳平接过名单 没想到江雅琳排在第一位 大声喊道 江雅琳 到 江雅琳向前跨出一步 柳平点了点头 继续念名字 郑海 王志明 王凯 李天 李星宇 朱勇 钱刚 谢迅 鲁言 袁玉刚 狄庆 柳平灵力地目光 从美名队员脸上扫过 语气严厉 无论任何人 只要违背我的命令 立即开除特训队伍 明白吗 明白 柳平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每人负重50公斤 目标50公里 全速奔跑 直到所有人全部昏倒为止 立即执行 12名队员立即解散 向宿舍跑去 柳平扭头看着马俊飞 再准备一套装备 让齐老虎带队 马俊飞疑惑地看着柳平 齐老虎已经40多岁了 能行吗 柳平笑了笑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 齐老虎已经训练十多天了 我也想看看训练效果 对特训队员有好处 齐老虎立即大声说道 柳先生 我绝不给先生丢脸 5分钟后 12名队员背着背囊 跌跌撞撞地回到训练场 柳平指着齐老虎 大声向参训队员介绍 从现在开始 他是你们的队长 代号002 在训练过程中 如果我不在 你们必须无条件 服从他的命令 明白 众人齐声回答 柳平扭头看着齐老虎 002 全速前进 齐老虎虽然不是军人 没吃过猪肉 总是见过猪扑 大声喊道 全体都有 全速前进 前老虎一马当先 跑在队伍前面 柳平把段疯子叫到身边 你去车上 把药材全部拿过来 我教你如何使用 12名参训队员 第一次负重50公斤越野 脚步踉跌 仅过了几分钟 就有队员跌倒在地 齐老虎立即跑到 跌倒队员的身边 大声训斥 起来 跟上 马俊飞感觉脸发烧 堂堂的特总寻补 身体素质 竟然赶不上一个 40多岁的大混混 同时对柳平的训练方法 充满了期待 段疯子拎着两个大鞭织袋子 回到柳平身边 柳平从鞭织袋子里 拎出一个塑料袋 认真地看着段疯子 每个浴缸放一袋 温度定在65度 段疯子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见过老虎抛药语 马俊飞像一名正在训练的 年轻寻补招了招手 年轻寻补立即跑了过来 马俊飞看着年轻寻补 小马 你带他去昨天 准备的有浴缸的房间 又过时20多分钟 所有参训队员 全部倒在地上 无论如何挣扎 都无法站起身 马俊飞满脸尴尬 他们确实到了体能的极限 柳平俩上露出斜斜的笑容 我要做的 就是让他们突破体能极限 跟我来吧 让你看看我的本事 人都动不了 还能怎么办 马俊满眼疑惑 又充满期待 如果真能突破体能极限 实力必然大增 柳平首先走到江雅玲的身前 面无表情的低头看着江雅玲 你确定要参加训练吗 以后的每一天都比今天痛苦 江雅玲表情坚毅 眼里露出坚定的神色 我一定要参加 柳平点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拿出一小纸包 撕开纸包 包里的药粉 撒在江雅玲的脖子上 邪笑着解释 这是超级痒痒粉 越挠越痒 只能用汗水解痒 起来继续跑吧 江雅玲以为柳平是故意这么自己 大骂一句 王八蛋 你是故意的 你这样认为 同样问话 释放超级痒痒粉 江雅玲感觉全身越来越痒 但又无法抓闹 不知哪里来了一股力气 猛地站了起来 全速向前飞奔 边跑边骂 该死的柳平 老娘早晚收拾你 几分钟 十二名参训队员像疯了一样 沿着训练场狂奔 不时发出呼喊 柳平笑着看着骑老虎 你要不要试试 骑老虎心生恐惧 脸上的肉抽出了几下 但好奇心和好胜心占据的上风 咬牙回道 我想试试 柳平点了点头 把一包药粉 撒在骑老虎的脖子上 几秒钟后 骑老虎怒吼一声 跑进训练场 马俊飞从没见过这种训练方法 不打不骂 一个小药包 就迫使队员像疯了一样 重新焕发活力 训练方法太牛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 场上狂奔的人 脚步开始亮枪 柳平扭头对马俊飞说道 马总寻补 差不多了 如果发现有人晕倒 命人把他们送进房间 脱掉衣服 放在床上 我要给他们针灸 扑通 扑通 所有人全部摔倒在地 昏了过去 马俊飞命人把12名队员 全部抬进房间 柳平把段疯子叫到身边 把骑老虎送回去 放进浴缸 明天你们一起过来 再买两个浴缸 我明天下午过来 帮你疏通经脉 段疯满眼激动 谢谢柳先生 马俊飞拍了拍柳平的肩膀 江雅林是自己要求的 我这里没有女巡捕 你是医生 就当给病人治病吧 柳平点点头 12个人 针灸需要几个小时 你照顾好我老婆 放心吧 江雅林在最里边的房间 马俊飞向射击场走去 柳平走进江雅林的房间 锁好房门 手指点中江雅林的睡学 确保在针灸的过程中 不会醒来 慢慢脱去江雅林的衣裤 身上紧留下小裤 柳平经历过男女之事 望着眼前一片洁白 丹田涌起一股热流 急忙运功调息 几分钟后 柳平心中的火焰熄灭 给金针消毒后 刺进江雅林的经脉穴位 足足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才疏通了江雅林的全身经脉 顺便把江雅林身上的旧伤 也都处理了 附身抱起江雅林 小心地方禁浴缸里 第七十章 紧急救治 晚上八点 还有五名队员 没有疏通经脉 柳平已经筋疲力尽 找到马俊飞 马总寻补 给我弄点吃的 还剩五个人 马总寻补满眼感激 拍了拍柳平的肩膀 跟我来 柳平满眼疑惑 清雅呢 吃过饭 在招待所休息呢 柳平点头致谢 谢谢 马俊飞给柳平准备的 都是高热量的食物 柳平吃的勾满豪平 看着马俊飞 马总寻补 多准备高热量食物 他们起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狂吃 我休息一个小时 马俊飞点头回答 明白 柳平盘膝坐在椅子上 运工调膝 一个小时后 柳平睁开眼睛 感觉内力已经恢复了八成 大吃一惊 没有突破之前 恢复八成功力 至少需要五个小时 如果再突破一层 恢复内力 应该更快吧 不由得充满期待 凌晨三时 柳平疲惫地走出最后一个房间 马俊飞一直在门外等着柳平 看到柳平满脸疲惫 心生歉意 走吧 给你留菜了 我陪你喝点 柳平摇摇头 我简单吃点 不喝酒了 天不早了 你也早点休息 马俊飞疑惑地看着柳平 这帮家伙 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柳平认真的解释 醒来的时间越晚越好 能充分吸收药效 估计中午12点之前都能醒来 两人走进餐厅 柳平再次吃得勾满豪平 亲手亲脚地走进房间 邱清雅发出轻微均匀的呼吸声 柳平盘膝坐在椅子上 运功调膝 很快进入空灵状态 天光大亮 太阳已经升起 柳平睁开眼睛 邱清雅已经穿戴整齐 邱清雅轻轻地亲了一下柳平的脸蛋 我昨天玩得很高兴 柳平满眼爱怜 时间不早了 我们去吃饭吧 我要去普吉堂坐枕 早餐很丰盛 两人吃饱喝足后 准备离开训练基地 神射手梁震走动柳平身前 总教官 马总寻补命我开车送你 下午再开车接你回来 柳平点点头 扭头看着邱清雅 你去上班 下午我派人去接你 今天晚上我们还要留在这里 邱清雅点点头 下午我给你打电话 猛士和法拉利 一前一后离开训练基地 邱清雅驾驶法拉利 驶往邱氏集团 梁震驾驶猛士抵达普吉堂 柳教官 我先回去 下午四点 我来接你 范老看到霸气的猛士 吃惊地看着柳平 小柳 你买的 真够霸气的 柳平不好意思地解释 这种车不仅可以拉人拉货 还可以拉病人 两人走进诊所 范老向四名学生招了招手 向柳平介绍 乐鹏硕士三年级 傅云慧硕士三年级 穆岩硕士三年级 宋伟伦博士一年级 乐鹏四人齐齐给柳平鞠躬 师叔好 柳平笑着点头 以后不用这么客气 第一名走进诊所的病人 是一名小学校长古灵柔 古灵柔面带笑容 柳医生 我来复诊了 柳平检查过古灵柔的脉象 笑着问道 没有复发吧 古灵柔满眼感激 没有 一点都不疼 我能站着讲课了 古阿姨 我再给你针灸一次 就彻底去跟了 柳平向四名学生找了一下手 你们也过来 柳平一边给古灵柔针灸 不仅向学生讲解 古灵柔腰间盘突出的病因 而且还详细讲解 针灸选取的学位 以及每个学位的功效 用针的力度 角度和深度 乐鹏四人满脸兴奋和激动 边听边计 古灵柔穿戴整齐 满眼赞赏地看着柳平 有一声 你是一个好老师 他们能接受的教诲 是他们的运气 柳平满脸不好意思 古校长谬赞了 古灵柔离开后 柳平走进粉碎性骨折患者的房间 柳平已经知道 患者名叫维志远 家住农村 上有老 下有小 如果小腿截肢 整个家庭都会陷入困境 维志远满脸感激 眼角湿润 您是柳医生吧 是你救了我的家庭 谢谢你 柳平伸手按住维志远 千万不要乱动 你的腿骨还没有完全愈合 还需要一周 我下周帮你疏通经脉 保证让你健健康康地离开普及堂 大恩不言谢 维志远满脸泪水 柳平开出一张药方 交给护士 早晚各一次 整个上午只有两名慢性病患者 一名肩周炎 和一名支气管炎 柳平亲自出手 针酒加方计 同时指导学生 如何选择学位 如何下针 如何选择药方 中午 众人围着餐桌 一起吃午饭 慕言欲脸微红 不好意思看着柳平 是说 你交给我们的东西怎么 跟我们学的不一样 哎 范子勋叹了一口气 表情凝重 中医与西医最大不同是 西医通过仪器诊病 能批量交出高水平医生 中医都是师父带徒弟 手把手指导 柳平的医术远超 我们四个老家伙 他交给你们的 都是时间经验 慕言脸红如指 谢谢柳师叔 柳平无所谓的笑了笑 你们都叫我师叔了 我可不敢敷衍你们 范老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柳平 购地相关手续 已经交给蓝小姐了 用不了多久就能批下来 柳平点点头 周四 我们好好商量一下 范老 冯家的丫头出车祸了 快死了 你快带人去看看吧 柳平立即站起身 对四名学生说道 你们四个跟我去 中年人带着柳平五人 跑到车祸地点 救护车已经抵达 随车赶来的急诊科 男医生检查伤者的情况后 无奈地摇了摇头 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 没救了 两名护士给躺在地上的女子 隔上白布 柳平迅速冲到女子身边 掀开白布 手指搭在女子的脉门上 内力涌入女子体内 男医生看到柳平掀开白布 开始检查女子的情况 这不是嘲讽自己的医术吗 心生怨恨 猛地冲到柳平身边 大声呵斥 你干什么 心跳都没有了 还能救活吗 你这是侮辱我的医术 柳平没有搭理男医生 继续仔细检查 男医生 害怕女子一旦被救活 自己的医生生涯就结束了 继续怒吼柳平 小子 你是中医 跑这里装什么 柳平眼睛 射出凌厉的寒光 手指离开女子的脉门 挥起手掌 狠狠地扇在男医生的脸上 再影响我救人 我杀了你 男医生惨叫一声摔倒在地 恐惧地望着柳平 柳平拿出两枚银针 简单消毒后 刺进女子脖子两侧 又拿出数枚金针 从天突穴开始 沿着任脉一路向下 直至气海 又拿起四枚金针 分别刺进女子的左右肩部 柳平双手分别捏住左右肩部的一枚金针 看了一眼宋伟伦 胸部按压 保持每分钟65次 你们四人轮流按压 明白 宋伟伦立即气垮在女子身上 开始按压 柳平的内力 沿着金针进入女子体内 慢慢涌向心脏 第71章 成功救活 柳平的内力 从左右两侧 包住女子的心脏 配合宋伟伦速率 均匀地按压女子的心脏 5分钟 10分钟 半个小时过去了 女子依然没有反应 宋伟伦四人 每人按压10分钟 立即换人 柳平脸色苍白 冒出痘大汗珠 不能放弃 继续 男医生擦去嘴角的血丝 眼里喷出怒火 脸上带着猙獰的笑容 小子 如果你能救活死者 老子跪下来 管你叫爷爷 如果你就不活 我绝不会放过你 突然 柳平感觉女子的心脏 轻轻动一下 心中一喜 大声喊道 加快速度 每分钟75次 乐鹏虽然感觉 救活女子的希望不大 但还是期盼柳平 能够创造奇迹 深吸了一口气 加快了按压速度 柳平催动仅存的内力 配合按压频率 按压女子的内脏 咳 咳 女子的咳嗽声 虽然不大 却清晰地传入 每个人的耳朵里 哇 围观地人群发出惊呼 议论纷纷 救活了 真救活了 神医啊 这个年轻人不简单 不仅医术高 医德更令人钦佩 柳平看了一眼乐鹏 可以停止了 其他的事情交给我 乐鹏满眼激动 身为医生 救活被宣布死亡的人 值得终身回忆 柳平确认 女子的心脏 已经恢复了正常跳动 内出鞋已经止住 站了起来 扫了一眼救活车的标志 拨通了彭胜瑞 彭老 你们的急救车的医生 竟然宣布 可以救活的伤者死亡 不太好吧 彭胜瑞吓了一跳 柳平反问 你说的是真的 你在哪 我和院长立即过去 柳平把手机交给了范子勋 彭老 告诉他地址 范老把地址告诉了彭老 把手机交还给柳平 接下来怎么做 柳平擦去脸上的汗珠 伤者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只是失血严重 等彭老来了 再决定 范老长出了一口气 激动地拍了一下柳平的肩膀 你救了老冯的宝贝女儿 等于救了老冯的命 柳平走到男医生身前 眼里射出寒光 跪下 叫爷爷 男医生撇了撇嘴 小子 我舅舅是卫生系统的副手 你得罪我 不会有好下场的 柳平的目光越发灵力 像两柄利剑 直刺男医生的眼睛 你确认不下跪吗 跪你妈妈的头 男子不屑地怒骂 柳平对妈妈两个字特别敏锐 没想到男医生竟敢辱骂自己的妈妈 抬脚狠狠地踢在男医生的膝盖上 咔嚓 骨头碎裂的声音 传入围观的人的耳朵里 啊 男医生惨叫一声 跪在地上 满眼愿毒地盯着柳平 小子 你等死吧 小伙子太莽撞了 医生的舅舅 是卫生系统的副手 麻烦了 身为医生 竟然草菅人命 确实该死 柳平没有理会围观人的议论 回头走到女子身边 又检查一遍女子的脉象 男医生膝盖已碎 掏出手机 拨通了舅舅的电话 舅舅 我被人打了 你快来救我 男医生的舅舅干酒絮 是江城卫生系统的副手 与副士手软齐将交好 平日里极其嚣张跋扈 根本不把左锐涛放在眼里 听到外声被打 立即拨通了苗健中的电话 让苗健中去抓人 自己则驱车赶往事发地点 不一会儿 彭老和市医院院长蒙一东赶到了 彭老介绍蒙一东和柳平认识 疑惑地看着柳平 小柳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柳平阴冷的目光 盯着跪在地上的男医生 蒙院长 还是问市医院的急诊医生吧 男医生看到蒙一东和彭老 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但想到舅舅的卫生系统的副手 一定不会放弃自己 本想狡辩 可是看到围观的群众目光冰冷 如实把事情讲了一遍 蒙一东眼里喷出怒火 大声呵斥 蒙一东 你为什么不进行施救 你这是草菅人命 蒙一东吓得直哆嗦 脱口而出 心跳都没了 怎么救 柳平没有继续搭理蒙一东 扭头看着恶棚 把救护车上的担架拿下来 抬着伤者回蒙祭堂 蒙一东瞪着眼睛盯着蒙昆 你被开除了 蒙昆满眼怨毒 恶狠狠地盯着蒙一东 姓蒙的 我舅舅不会放过你们的 白痴 蒙一东骂了一句 与彭老跟着柳平等人 赶往普及堂 柳平立即写好两张药方 交给护士 立即熬药 伤者身上的精针 千万不要取下来 至少保留十个小时 护士接过药方 转身离开 老范 我女儿怎么样了 一名穿着普通的老者 惊慌地跑进诊所 范老拍了拍老者的肩膀 你女儿已经脱离危险了 多亏了柳神医 丫头都没有心跳了 被柳神医救活了 甘酒旭和苗剑忠 带着十几名巡捕 抵达车祸现场 看到外甥跪在救护车旁 勃然大怒 指着护士怒吼 为什么不把他扶起来 护士哆哆嗦嗦地回答 他被开除了 他也没让我们搀扶 蒙昆泪流满面 舅舅 我要报仇 我要把他们送进监狱 他们都去普及堂了 快去抓他们 甘酒旭和苗剑忠 把蒲昆扶进救护车 命令救护车返回医院 立即救治 老子不弄死你 就不是甘酒旭 甘酒旭和苗剑忠 带着寻补 闯进蒲会堂 是谁打伤的蒲昆 给我滚出来 甘酒旭大声怒吼 柳平从治疗室走了出来 冷峻的目光落在甘酒旭的脸上 你就是那个废物的舅舅 甘酒旭看到柳平眼里 射出凌厉的杀气 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小子 你敢打我外甥 以后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吧 苗副总寻补 赶紧抓人 苗剑忠看到柳平的瞬间 知道这件事 超出了自己的权力范围 甘酒旭的好日也不长了 两名寻补刚想迈步 被苗剑忠抬手阻止了 柳平走到甘酒旭身前 表情阴冷 灵力的目光盯在甘酒旭的脸上 从你的语言和行为可以判断 你是一个嚣张跋扈的人 坏事肯定没少做 挑衅我 算你倒霉 甘酒旭目露恐惧 惊慌地后退几步 小子 你敢打我 我是官家的工作人员 以后不是了 柳平抓住甘酒旭的头发 狠狠地撞在墙壁上 啊 甘酒旭惨叫一声 小子 我绝不会放过你 砰砰砰 甘酒旭的脑门连续撞在墙壁上 甘酒旭满脸鲜血 出声求饶 我服了 不要再打了 柳平在甘酒旭身上点了几下 扭头看着苗剑忠 看着他 别让他跑了 苗剑忠点点头 交给我吧 随行的寻补都惊呆了 这个年轻人 竟敢指挥苗副总寻补 到底是什么身份 柳平拨通了田财汉的电话 田叔说 请您立即来普及堂 如果来晚了 会出人命的 第72章 救活原因 甘酒旭感觉头脑发猛 深吸了几口气 头脑稍微清醒了一些 擦去蒙住眼睛的鲜血 看着苗剑忠 声音断断续续 他是谁 苗剑忠鄙鄙视地看着甘酒旭 你是卫生系统的副手 他虽然是医生 但你不该招惹他 他能毫无痕迹地弄死你 甘酒旭猛地想起一个 在江城市传授的名字 恐惧地望着苗剑忠 他是温神柳平 苗剑忠满脸嘲讽 你还不算太蠢 你的官场生涯结束了 破 甘酒旭如遭重击 喷出一口鲜血 昏了过去 柳平处理完伤者 与范老 彭老 猛一东和苗剑忠 坐在诊所里喝茶 田财汉抵达普及堂 看到倒在地上昏迷的甘酒旭 吓了一跳 疑惑地看着柳平 小平 出什么事了 柳平拉过一把椅子 又给田财汉倒了一杯茶 田叔说 你先坐着喝茶 田财汉疑惑地坐在椅子上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柳平向傅云慧招了招手 云慧 你向田氏手汇报 傅云慧口齿伶俐 没有任何添油加醋 把事情完完整整地讲了一遍 没有偏向任何一方 田财汉脸色越来越阴沉 扭头看着苗剑忠 属实吗 苗剑忠点点头 与蒲昆交代得完全一致 田财汉眼里喷出怒火 指着甘酒旭 免去甘酒旭的植物 交给相关部门严查 蒲昆身为医生 竟然草菅人命 寻补房要一查到底 是 苗剑忠应了一声 命人压着昏迷的甘酒旭离开的诊所 田财汉表情明重地看着蒙一东 市医院立即自查 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 直接给我打电话 绝不允许再发生草菅人命的事情 蒙一东表情明重 站了起来 郑重地像是手保证 请示手放心 我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一定自查自行 田财汉苦笑着拍了拍柳萍的肩膀 你小子饥饿如仇 虽然是我的福星 但以后出手要轻点 柳萍不好意思挠了挠头发 认真的点了点头 我以后尽量控制情绪 我还有事 走了 田财汉离开诊所 蒙一东激动地握着柳萍的手 柳医生的医术令人佩服 一大堆事情要处理 改天向你讨教 彭老和蒙一东离开普及堂 诊所内没有病人 范老坐在柳萍的身边 激动地看着柳萍 小柳 你今天给中医长脸了 给我们讲讲 你是怎么做到的 柳萍看到乐彭四人 也都满眼期待地望着自己 你们也想知道 四个人齐齐点头 柳萍想了想 病人心跳停止时间不久 体内血液还没有冷下来 通过心肺复苏 还是能恢复心跳的 最难的是让肺部正常工作 给脑细胞提供氧气 否则时间过长 即使恢复了心跳 也会造成脑死亡 宋伟伦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师叔 你讲的东西我们都懂 只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捏住两枚金针 柳萍笑了笑 算我作弊吧 我通过金针 把内力注入伤者的体内 用内力按压伤者的心脏 配合你们的按压 能够向脑部提供 尽可能多的氧气 范老猛地拍了一下大腿 激动地大喊 奇迹 真正的奇迹 柳萍摇了摇头 我用内力检查伤者的身体时 发现伤者还有一线生机 也就是说 当时伤者还活着 所以 只要保证不出现脑死亡的情况 伤者必然能恢复心跳 宋伟伦四人满眼惊讶 羡慕和佩服 哈哈 范老仰天大笑 这才是华夏传承的真正的中医 中医的崛起 指日可待 傅云会满眼期待地望着柳萍 师叔 我们能修炼内力吗 柳萍无奈地摇头 修炼内力 必须从少年开始 你们现在已经成年了 经脉已经固化 以后要成家立业 不适合修炼内力 傅云会四人满眼失望 柳萍面带微笑 看着四人 你们不用失望 也许有一天 我能找到让你们修炼内力的办法 柳萍没有直接明说 凭借柳萍现有的经验 只要突破阴阳五行诀的第六层 一定可以帮助别人打通认读二脉 傅云会四人眼里 再次浮现出期待的神色 零 柳萍看到是崔老的大儿子崔建华的电话 立即接通 崔大哥 你找我 老爷子说 药酒快没了 让你再送点过来 崔建华开门见山 说出目的 柳萍与代歉意 崔大哥 我这段时间上午坐枕 下午要去寻补训练基地 真没时间 你自己去诊所取吧 崔建华疑惑地反问 你去寻补训练基地干什么 柳萍不好意思地解释 我欠马俊飞的人情 我现在是寻补的格斗教官 每天下午都要指导寻补训练 崔建华立即追问 今天去吗 去 四点有人来接我 柳萍如实回答 我也去看看 你在哪 我去找你 崔建华语气带着兴奋 柳萍看了一眼时间 崔大哥 你去秋氏集团吧 和清雅一起去 好 崔建华应了一声挂断电话 柳萍拨通邱清雅的电话 清雅 一会儿 崔大哥去找你 你和他一起去训练基地 知道了 我马上就好 邱清雅笑着回应 四点刚到 梁震驾驶着猛士抵达普济堂 柳萍与众人打了一声招呼 坐上副驾驶位置 猛士呼啸着 向训练基地驶去 柳萍走进训练场 看到骑老虎 正带着12名队员 负重马步训练 大声喊道 马步训练结束 负重60公斤越野 负重又增加了 悲催的生活开始了 柳萍没有理会队员的牢骚 搬个椅子坐在场边 骑老虎依然带队 13个人开始了 悲催的越野跑 柳萍把段疯子叫到身边 东西准备好了吗 段疯子满脸激动 准备好了 柳萍满一点点头 扭头看着梁震 给他找一套装备 让他负重50公斤 参加越野跑 好嘞 不一会儿 梁震拿着装备返回 段疯子毫不犹豫地 背起背囊 跌跌撞撞地跑进训练场 崔国华和邱青雅 抵达训练基地 邱青雅轻轻地 柳萍的脸蛋 老公 我去射击场了 柳萍点点头 轻声提醒 注意安全 邱青雅跟着梁震 向射击场走去 崔国华疑惑地 看着场内 跌跌撞撞的十几个人 刘老弟 你不是格斗教官吗 怎么让他们练体呢 柳萍认真的解释 体能是格斗的基础 段疯子第一个倒在地上 柳萍和崔国华 走到段疯子身边 崔国华拎了一下杯囊 吃惊地看着柳萍 负重多少 50公斤 柳萍愣地看着柳萍已经超过战士的负重了 这不是胡搞吗 柳萍脸上露出斜斜的笑容 你看着就好 第73章 陶氏出院 柳萍拿出超级痒痒粉 撒在段疯子的脖子上 段疯子嚎叫几声 猛地翻身 爬了起来 像疯了一样 向前冲去 崔国华目瞪口呆 已经达到身体极限的人 竟然还有再次爆发 真是见鬼了 对柳萍的药粉产生了强大的兴趣 刘老弟 能不能给我几包药粉 我回去试试 柳萍笑着反问 药粉不值钱 给你没关系 你能找到医术跟我差不多的人吗 你是妖孽 我去哪里找另一个妖孽 这只是崔国华的心里话 可不敢说出来 疑惑地看着柳萍 为什么 柳萍认真的解释 我要让他们耗尽最后一丝力气 再用药物补回来 如果出现伤病 必须第一时间治好 我敢给你吗 崔国华苦笑着摇头 如果这样 我还真不敢要 否则把病都炼废了 柳萍点点头 这也是我留在这里的原因 不断有人倒下 在超级痒痒粉的作用下 再次站起来 疯狂飞奔 半个小时后 段疯子第一个昏迷过去 站在不远处的两名年轻巡捕 拎着担架跑进训练场 把段疯子抬到柳萍身边 一名巡捕认真的看着柳萍 柳教官 我叫柴毅 负责收尾工作 我知道他的房间 请跟我来 崔国华没想到 柳萍的训练方法如此残酷 跟着柳萍走进段疯子的房间 两名巡捕脱去段疯子的衣裤 把段疯子放在单人床上 柳萍对两名巡捕说道 其他人昏迷以后 脱去衣裤 直接扔进浴缸 浴缸里放药材了吗 一名巡捕小声询问 都放好了 柳教官 江队长怎么办 柳萍拍了一下脑门 不用脱他的衣服 直接扔进浴缸 记得把门锁好 是 两名巡捕 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快步走了出去 由于金针都不够用 柳萍只能从胯包里拿出银针 消毒后 刺进段疯子的穴位 梳理段疯子的经脉 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 柳萍收回银针 把段疯子 放进调好温度的浴缸 与翠国华走出房间 锁好房门 翠国华满眼佩服 兄弟 他明天醒来以后 身体素质改变了 柳萍点点头 个人身体不一样 最多两周就能稳定下来 然后改变训练方式 柳萍快步走到柳萍身边 柳教官 所有人都在泡药语 饭菜准备好了 请跟我来 柳萍拍了拍 崔国华的肩膀 喝一杯 崔国华不知道 想起了什么开心事 满眼兴奋 高兴地点点头 好 舍命陪君子 两人走进餐厅 看到邱青雅一个人 正在戏嚼慢咽 桌子上还摆着 一瓶高档红酒 邱青雅立即站起身 崔大哥 请坐 谢谢妹子 崔国华笑着坐下 邱青雅看着柳萍 忙完了 今天怎么这么早 柳萍点点头 第一天费事 以后越来越轻松 厨师端来一大盘 卤牛肉和两瓶好酒 柳教官 总寻不给您留的酒 牛肉刚出锅 您尝尝 柳萍笑着点头 谢谢师傅 柳萍三人边吃边聊 江城薛家别墅 薛家家主薛伟脸色阴沉 仰天长叹 天要灭薛家呀 都怪我教官儿子 报应啊 薛伟的夫人满脸焦急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你不是认识帝都和省城的人吗 请他们帮忙 绝不能让浩城进监狱 薛伟苦笑着摇头 平时称兄道弟的人 都断绝联系了 即使田财汉不动用权力 陈建宏也能灭了薛家 精灵康家更是庞然大悟 今天进驻集团的财税审查人员 只是开始 薛伟的夫人满眼愿毒 都怪温审 我一定杀了他 唉 薛伟叹了一口气 闭目靠在沙发上 杀柳萍 你杀的了吗 银行账户都被冻结 你请得起杀手吗 薛伟的夫人满眼不肝 难道你就这样 看着薛家灭亡 我们离开江城 寻找帮手 薛伟无奈地摇了摇头 如果我们离开江城 死得更快 陈建宏和康家 不会放过我们的 吃过晚饭 柳萍与邱青雅 回到招待所房间 柳萍搂着邱青雅 与带歉意 青雅 明天陶阿姨出院 把她接到咱们家 平时给咱俩做饭 陈雨昕去上学 陈阿姨已经答应了 抱歉没跟你商量 邱青雅温柔地笑了笑 你是男人 家里的事情 本就该你做主 这种事情 不用跟我商量 明早我跟你一起去医院 我送陈阿姨回别墅 你去做诊 柳萍轻轻地清了一下 邱青雅的红唇 谢谢老婆 一夜无话 柳萍和邱青雅吃过早餐 猛士和法拉利 时往市中医院 柳萍有些不好意思地 看着梁震 你先别回去 我要把一个病人送到别墅 路上可能要买一些东西 梁震点点头 我在医院门口等你 柳萍给孔红玉打了一个电话 与邱青雅 直接走进陈阿姨的病房 陈佩云和陈雨昕 正坐在病房里聊天 看到柳萍和邱青雅 都站了起来 陈雨昕挽着邱青雅的胳膊 邱姐姐 你好几天没来了 我都想你了 柳萍笑着说道 今天出院 青雅是来接你们的 孔红玉推门进来 关心地看着陈佩云 小陶啊 你们可以走了 出院的手续交给我了 陈佩云征询的目光 落在柳萍的脸上 柳萍点点头 扭头看着邱青雅 梁震在路边等着 如果要买东西 让她跟着你们 邱青雅点点头 你去忙吧 柳萍和孔红玉离开病房 走进孔红玉的诊室 乐鹏四人恭敬地站在诊室内 柳萍想了想 认真地看着孔红玉 孔老 你一天多少个专家号 孔红玉叹了一口气 表情无奈 三十个 下午大都不出诊 老了 体力不行 柳萍看着乐鹏四人 你们四人排好顺序 对应病人的专家号 你们先检查病人的情况 然后我和孔老再诊 乐鹏四人小声嘀咕几句 师叔 我们确定了 柳萍看了一眼 站在身边的护士 穆少宇 可以开始了 穆少宇没想到 柳萍还记得自己的名字 眼里闪过一丝喜色 快步走了出去 连续十几个患者 都是普通小病 学生检查过以后 柳萍或是孔红预检查 都能轻松地处理 病人满意地离开 一名中年人 推着年近七十的老者走进诊室 老者脸色苍白 呼吸急促 仿佛承受极大痛苦 柳萍仅仅看了一眼 乐鹏 宋伟伦 把老人家抬到诊疗床上 第七十四章 治尿毒症 柳萍解开老者的医扣 老人家 您的心脏病 有十几年了吧 老者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 柳萍继续解释 您近期受了风寒 引发了心肌炎 稍微有点麻烦 老者猛地睁开眼睛 满眼期待地望着柳萍 你的意思是 我的病能痊愈 柳萍微笑着点了点头 你老常年服药 肝肾受损 已经不适合再用药物治疗了 我会用针灸的方法 疏通您的经脉 温养您能的心脏 先把您的心脏病治好 过几天再给您治疗肝肾 老者满脸激动 能不能去跟都没有关系 只要能解除痛苦 我就满足了 柳萍拿起已经消毒的银针 刺进老者的心经 内力沿着银针 进入老者的体内 在疏通心经的同时 温养心脏 老者感觉一股热流进入心脏 像一只手按摩心脏 热流慢慢钻进心脏内部 忍不住轻声哼哼 舒服 真舒服 老者年纪太大了 柳萍只能慢慢输送内力 足足过去了40分钟 柳萍脸上冒出汗珠 取下银针 长出了一口气 满意地看着老者 老人家 您的心脏病彻底好了 您周五去百姓中医诊所 我再给你针灸一次 您就痊愈了 老者在地上走了几步 满眼疑惑地看着柳萍 真不用再吃药了 柳萍笑了笑 您老人家没少做检查吧 您再去检查一下 老者的儿子认真地点了点头 爸爸 我们去检查一下 孔红玉看着柳萍脸色苍白 满眼担心 你休息一会儿 范子勋推门走了进来 脸上挂着笑容 老范 你怎么来了 孔红玉吃惊地看着范子勋 范子勋小心地拿出针盒 把盒子递给柳萍 你的金针都在这里 我真怕弄丢了呀 柳萍接过针盒 取出针盒里的金针 放进自己的针盒里 对于我来说 金针和银针的效果也 金针是师父传给我的 可不敢丢失 孔红玉认真地看着柳萍 小柳 我觉得 平时还是使用银针 特殊情况下 再使用金针 柳萍点了点头 听孔老的 送走了最后一名患者 柳萍看了一下时间 孔老 范老 你们下午没事了吧 我们去诊所吃饭 怎么样 孔红玉大笑几声 可以 老朽期待要久了 柳萍看着乐鹏四人 你们去不去 四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点了点头 七个人坐着三辆出租车 抵达诊所 彭胜瑞带着四名学生 还在忙碌 外面还有十几个病人 小柳医生回来了 真是太好了 人群中发出惊呼 柳萍立即坐在诊台后 红蕊给我安排病人 范子勋坐在 另一张诊台后 我也算一个 有了柳萍和范子勋的加入 仅用了半个小时 送走了所有的病人 柳萍站了起来 伸了一个懒腰 红蕊 立腰 收拾一下 关门 我们去吃饭 一行人抵达饭店 十多个人 坐满两大桌 陈红蕊撅着嘴 我要毒素哥哥 尽快把门面收回来 柳萍笑了笑 你收回来也没用啊 起老虎这几天忙得要死 陈红蕊撇了撇嘴 让我爸找人装修 我替条件 众人边吃边聊 起风融洽 零 柳萍看到是郎道如的号码 立即接通 郎老 您找我 小柳 你有没有办法治疗你毒症 郎道如语气满是焦急和担心 柳萍知道尿毒症 意味着肾功能已经开始衰竭 耽误不得 认真的问道 病人在哪 我立即过去 郎道如仿佛看到一丝希望 语气激动 你来医院 我去大门口接你 彭胜瑞知道患者的情况 认真的看着柳萍 我知道患者的病情 不急再一时 吃饱饭再去 柳萍点了点头 吃饱喝足后 与彭胜瑞带着八名学生 赶到试医院 郎道如领着柳萍等人 走进患者的病房 柳萍看到患者的情况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患者是个中年人 骨瘦如柴 脸色惨白 毫无血色 呼吸微弱 随时可能离开这个世界 蒙一东把患者的病例递给柳萍 柳医生 这是患者的病例 柳萍接过病例仔细地看一遍 认真的看着蒙一东 蒙院长 病例显示 患者假使患肾 其他的并发症 也无法治愈 是这样吗 蒙一东无奈地点点头 确实是这样 请你过来 就是想看看 中医有没有办法 柳萍坐在患者的床边 手指按在患者左手的脉门上 几分钟后 检查了患者的右手脉下 柳萍低头沉思 十几分钟后 柳萍抬起头 认真的看着蒙一东 蒙院长 有一线生机 但我没把握 我第一次遇到 病情如此严重的尿毒症患者 蒙一东心情激动 走了出去 很快领着一名中年女人走了进来 女人满脸愁容 蒙一东介绍柳萍和中年女人认识 柳医生 这位是患者家属 桑若欣女士 桑若欣认真的看着柳萍 柳医生 你有多大把握 柳萍表情凝重 不足三层 我是第一次见到 病情如此严重的患者 我曾在医书上看过治疗方法 桑若欣扭头看着蒙一东 患肾以后 还是无法痊愈吗 蒙一东重重的点了点头 桑若欣郑重的看着柳萍 小伙子 我相信你 你放手去做吧 我会签字的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不会怪你 柳萍恭敬的给桑若欣鞠了一个弓 谢谢阿姨 我一定竭尽全力 蒙一东满眼期待的看着柳萍 医院需要准备什么 柳萍怕说不明白 拿起纸笔 画了一幅简单的图 著名设备的作用和大小 彭胜瑞和郎道如对视了一眼 都是满眼疑惑 没听说熏征之法 可以治疗尿毒症啊 柳萍又连续写出八张药方 按顺序编号 交给彭胜瑞 每个方子熬至十分 越快越好 彭胜瑞怕出意外 结果药方走了出去 柳萍看着郎道如 郎老 给我准备八合银针 全部消毒后 用无菌带装好 两个小时后 一切准备就绪 众人齐心协力 把患者推到治疗室 治疗室窗户紧闭 房间中央放着一张木床 床板之间有十几公分的缝隙 床下是一个大浴缸 浴缸里装满水 柳萍拿起薄被子 铺在床上 又把数十种药材放进浴缸里 把浴缸的温度调到60度 把患者抬到床上 随着柳萍的话音 几名男学生 小心地把患者放到被子上 柳萍拿起两袋药汁 交给护士 郑重地叮嘱 静脉注射 等我命令 明白 护士认真地点头 柳萍拿出人参 切下二十几片 放在盘子里 把盘子交给沐妍 认真地叮嘱 发现我脸色苍白 不停地冒汗 给我喂食四片 不够再切 沐妍郑重地点了点头 明白 柳萍拨通邱清雅的电话 清雅 我要给人治病 手机关机 你下班后去训练基地等我 好的 柳萍打开无军带 把银针均匀地铺好 凝重的目光 从众人的脸上扫过 我要开始了 你们准备好 第75章 治疗成功 柳萍首先点中患者的睡穴 令患者进入深度睡眠中 拿起几枚银针 刺进患者的头部 双臂 心口 肚子 患者身体的上半部 插满了银针 柳萍长出了一口气 继续失真 患者的双腿也插满银针 柳萍检查过患者的迈向后 表情依然凝重 范子勋 郎道如等人都静静地围在周围 表情凝重 眼里充满期待 柳萍看到 浴缸的温度已经达到65度 但蒸汽量很小 把温度调到70度 十几分钟后 患者身上出现淡淡的血色 柳萍捏住刺进肾经的银针 内力慢慢进入患者的体内 进入肾脏 小心地震碎肾脏内的毒素和腐肉 看了一眼拿着针管的护士 一号药汁 静脉注射 护士立即把针头刺进患者的静脉脉 药汁缓慢进入患者体内 几分钟后 柳萍再次下达命令 准备接尿 蒙易东 范子勋 彭胜瑞和郎道如四人 互相对视一眼 眼里露出喜色 能够排尿 说明有效果 护士立即拿来尿罐 做好准备 不到五分钟 患者排除尿液 令人吃惊的 是 尿液竟然是黑色的 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气味 二号药液 静脉注射 柳萍再次下达命令 二号药液注入患者体内 柳萍双手不断变换 捏住不同位置银针 内力沿着银针 进入患者的肾经 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 刺进肾经的树莓银针 周围出现恶臭难闻的黑色物质 柳萍直起腰 深吸了几口气 认真地看着沐延 注意我的状态 绝不能半途而飞 沐延郑重地点了点头 柳萍捏住靠近肾脏的银针 内力缓缓进入患者的体内 小心地温养患者的肾脏 十几分钟后 看了一眼护士 二号药液 静脉注射 又过了十分钟 柳萍脸色苍白 冒出痘大汗珠 沐延立即拿起四片人参 放进柳萍的嘴里 人参的能量 瞬间进入柳萍的丹田气海 半个小时过去了 柳萍感觉患者的肾脏 恢复了丝丝生机 心中一喜 二号药汁 静脉注射 八片人参 护士立即把二号药液 注入患者的静脉 莫言拿起人参 放进柳萍的嘴里 柳萍看到了希望 慢慢增大内力 小心地温养肾脏 注射二号药液 服侍人参 温养肾脏 转眼又过去了三个小时 柳萍无力地坐在椅子上 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总算恢复了肾功能 接下来就简单了 我休息一会儿 你们不要动它 也不要动婴针 范子勋快步走到患者的床边 检查患者的脉象 眼里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奇迹 奇惊讶 柳萍拿起人参咬了一口 走到房间角落 盘膝坐在地上 运功调息 彭胜瑞和郎道如两人 也检查了患者的脉象 满眼惊喜和佩服 范子勋扭头看着郎道如 小声叮嘱 小柳体力耗费严重 你去准备点高热量的食物 郎道如点点头 走了出去 虽然取得初步成绩 没有一个人离开诊室 也没有人说话 都静静地站在房间内 柳萍运行几周 阴阳五行诀 感觉内力运行速度略有加快 心中暗喜 内力又提升了 不知过去多长时间 感觉丹田气海无比充盈 手工睁开眼睛 站了起来 狼道如打开食盒 过来吃点 我给你准备了卤牛肉 红烧羊肉 柳萍知道体力耗损严重 也没客气 狼吞虎咽 吃得勾满豪平 范子勋激动地看着柳萍 小柳 接下来怎么做 柳萍笑了笑 接下来是清除肠道和肝脏内的毒素 恢复肠道和肝脏的功能 柳萍休息了一会儿 看着护士说道 三号药液 静脉注射 连续三针 明白 护士应了一声 把三号药液注入患者静脉 柳萍捏住刺进肠筋的银针 开始梳理肠筋 派出肠道内的残毒 十几分钟后 柳萍大声说道 准备接排泄物 味道很重 注意一点 宋伟伦和乐鹏 立即把垫子放好 黑褐色恶臭难闻的排泄物 落在垫子上 乐鹏刚想拿走排泄物 柳萍出言阻止 别急 还有 又过了五分钟 患者派出了体内的所有乌乌 乐鹏捏着鼻子 把排泄物拎了出去 柳萍擦去脸上的汗珠 看着护士说道 四号药液 连续三针 半个小时过去了 柳萍坐在椅子上 喘了几口粗气 同时注射 每隔四小时注射一次 狼道儒疑惑地看着柳萍 这就好了 柳萍笑着摇摇头 先调理患者的身体 我下周再来 梳理患者背部经脉 神级系统和骨骼系统的问题 一并解决 狼道儒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柳萍看了一眼患者 关了浴缸开关 待患者的体温恢复正常 推回病房 范子勋看着患者身上的银针 银针什么时候取下来 柳萍想了想 现在取下来吧 范子勋亲自拔出银针 交给护士消毒 彭胜睿认真地看着柳萍 小柳 你能解释一下药方的作用吗 柳萍点点头 一号药方是利尿的 排除肾脏内的残毒和腐肉 二号药方是温养肾脏的 三号药方排除肠道毒素 四号药方排除肝脏毒素 五六七八药方温养肝肾 肠道和神经系统 哦 彭胜睿恍然大悟地应了一声 柳萍看着护士 患者醒了以后 给他准备小米粥和鸡汤 鸡汤不要太浓 护士立即把柳萍的话记了下来 啪啪 不知道是谁带头 房间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每个人眼里都带着崇拜和兴奋 柳萍不好意思地挠了脑脑袋 我也是恰好知道着重治疗方法 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蒙一东满眼激动地拉着柳萍的手 走 桑女士等着呢 你亲自告诉她 柳萍跟着蒙一东走出治疗室 桑若欣正焦急地在门口徘徊 快步走到柳萍身边 柳医生 怎么样 柳萍笑着点了点头 信不辱命 你先生只需调养 不日即可出院 他好了 桑若欣眼角流出泪水 拿出一张支票递给柳萍 柳医生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柳萍摇头拒绝 认真的看着桑若欣 桑女士 我是医生 治病救人是我的职责 如果你要感谢 就感谢市医院吧 桑若欣求助地看着蒙一东 蒙一东微微摇了摇头 护士从治疗室里跑了出来 柳医生 剩下的人身 柳萍接过人身 收了起来 蒙院长 桑女士 我还有事 我下周再来 蒙一东说道 柳医生 我派车送你吧 柳萍笑着点点头 可以 第76章 部队相求 太阳已经落山了 路灯亮了起来 柳萍打开手机 看到蓝贤静打来几个电话 立即拨了过去 平弟 你在哪呢 怎么关机了 蓝贤静关心地问道 柳萍急忙解释 给一个尿毒症患者治病 必须关机 我再去往寻补训练基地的路上 听筒里传来蓝贤静温柔的笑声 我就知道是这样 你明天有空 来一趟诊所 我有事跟你商量 好 柳萍抵达训练基地 七老虎带着参训队员和断疯子 在进行负重马步训练 令柳萍没有想到的是 柳萍兄弟 你的训练方法真不错 这种负重马步训练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柳萍大声喊道 马步训练结束 每个人穿上沙背心 系上绑腿 负重60公斤 越野跑 断疯子负重50公斤 哎呀妈呀 负重又增加了 所有人立即跑回宿舍准备装备 崔国华吃惊地看着柳萍 断疯子昨天刚刚负重50公斤 今天又是沙背心 又是绑腿的 能行吗 柳萍脸上露出斜斜的笑容 行不行 只有跑过才知道 不一会儿 所有队员都出现在训练场上 江雅琳站在队伍里 眼里带着复杂的神色 偷偷地瞄了一眼柳萍 这个大坏蛋 一定给自己针灸了 郊区被看光 以后不知该如何面对该死坏蛋 江雅琳欣慰的是 仅仅过去了三天 身体素质大幅提升 十几个人的脚步越发沉重 训练场上传来通通的脚步声 柳萍把柴翼叫到身边 明天他们醒来以后 让他们穿上纱背心 系上绑腿 差异恭敬的各柳萍敬礼 大声回答 是 两个小时后 所有人再次被扔进浴缸 柳萍 邱青雅和崔国华三人 坐在餐厅里边吃边聊 崔国华满眼期待地看着柳萍 兄弟 帮老哥一个忙呗 柳萍瞪着眼睛看着崔国华 大哥 你不会也让我帮你训练人吧 嘿嘿 崔国华干笑了几声 只我者 柳兄弟也 柳萍无奈苦笑 崔大哥 我不是不愿意帮你 我每天坐诊 还要来这里 哪有时间去部队啊 崔国华脸色一正 兄弟 我想好了 把这些巡捕 全部弄到部队驻地 一起训练 一个羊是赶 两个羊是放 你也不会太累 柳萍没想到 崔国华能提出这样的建议 笑着点了点头 只要你能说服马总巡捕 我没意见 部队驻地离市区多远 崔国华面路难色 确实不近 45公里 柳萍想了想 认真地看着崔国华 你不如把人送到这里来 弄几个活动板方 人数不能超过12人 崔国华沉思片刻 我明天去找马俊飞 第二天上午 柳萍准时出现在 施医院中医课 郎道如拉着柳萍坐在身边 认真地看着柳萍 我们四个老家伙商量过了 如果让你治疗普通疾病 大才小用 你平时可以在诊所坐诊 遇到疑难杂症 我们联系你 或者把患者送到诊所 你觉得怎么样 柳萍高兴地点点头 这个想法确实不错 郎道如高兴地 拍了拍了柳萍的肩膀 中医的发展需要你 不能让你现在俗世中 柳萍点点头 谢谢四老 蒙一东推门走了进来 满眼焦急地看着柳萍 柳萍 来了一名肺心病患者 患者年纪太大 我们不敢用药 你有没有办法 柳萍立即说道 去看看 有没有并发症 心率失常 两人边走 蒙一东边说明患者的情况 柳萍走进病房 患者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 病床边站在一男一女两名中年人 蒙一东拉着柳萍走到病床前 指着患者 柳萍快检查一下 柳萍刚想伸手 被中年男子拦住 你是哪里的医生 有医师职业资格证吗 我父亲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治疗的 柳萍看着中年人 你确定 中年男子撇了撇嘴 满眼鄙视 当然确定了 小小年纪也竟敢冒充专家 哪来的 滚回乃去 蒙一东刚想说话 被中年女子打断了 蒙院长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你知道我父亲的身份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接触的 柳萍扭头看着蒙一东 蒙院长 医不扣门 我的医术没那么低贱 走了 无论病人出现什么状况 都不要找我 我的诊费很贵的 蒙一东望着柳萍的背影 焦急地看着中年男人 应总 我是西医 你父亲年纪大了 我不敢用药 要想治好你父亲的病 只能请中医 柳医生的中医医术 在整个江城 无出其右 应上俊和应灵竹 顿时猛圈了 两人对视了一眼 应上俊看着蒙一东 蒙院长 柳医生是你们医院的医生 你说一句话 他敢不听 蒙一东摇头苦笑 他不是我院的医生 他是看在郎道如 和彭胜睿的面子上 每周来坐诊一天 应上俊满眼不屑 我去请他 大不了多给钱 蒙一东撇了撇嘴 恐怕你给不起 柳萍离开医院 拨通了齐老虎的电话 老虎 你和段疯子 开车去咸雅会所 通知梅小燕 我们开个会 好 柳萍又拨通了 邱青雅的电话 青雅 我一会儿有事关机 下班我去接你 邱青雅关心地说道 别太累了 柳萍关了手机 打车赶到咸雅会所 蓝贤静妩媚地看着柳萍 大忙人 今天怎么如此清闲 柳萍尴尬地一笑 静姐相招 眼敢耽搁 蓝贤静脸一红 我立即通知陈肖峰几人 柳萍摇摇头 不急 我要先给齐老虎 段疯子 和梅小燕开个会 蓝贤静吃惊地看着柳萍 你把梅小燕也收服了 柳萍点点头 她招惹我了 蓝贤静轻轻地挽着柳萍的胳膊 你才是江城的真正老大 姐爱死你了 不一会儿 齐老虎 段疯子 和梅小燕 连妹走进会所 柳萍向三人点了点头 蓝贤静挽着柳萍的胳膊 平地 跟我来吧 包厢已经准备好了 段疯子和梅小燕 虽然有自己的地盘 可是看到会所的装修和面积 也是自叹不如 四人走进僻静的包厢 蓝贤静亲自端来韭菜 平地 你们边吃边聊 有事叫我 柳萍拉着蓝贤静坐在身边 静姐 你也坐下 也有你的事 第77章 发展势力 柳萍灵力的目光 从齐老虎三人脸上扫过 今天找你们来的目的 是想与你们商量一下发展计划 梅小燕首先表态 请老板指示 柳萍满意点了点头 第一件事 打散你们现有的组织系统 重新组合 段疯子疑惑地看着柳萍 先生 我不是很明白 柳萍点点头 你们手下的女子 全部交给梅小燕管理 成立一个覆盖江城的女子情报系统 梅小燕顿时瞪大了眼睛 这份礼物太大了 可以说 掌控了江城的风吹草动 柳萍笑着看着梅小燕 你不用吃惊 这只是一个开始 梅小燕点了点头 郑重地望着柳萍 我绝不让老板失望 我原来有一个情报系统 情报人员都是无家可归的女人 可以迅速扩大规模 柳萍看着梅小燕 把你银行卡号告诉我 梅小燕再次惊呆了 说出了银行卡号 柳萍让蓝贤进给梅小燕赚了五亿资金 人再惊 不再多 需要资金向我要 梅小燕慌忙摆手 老板 足够了 我还有三个亿 酒吧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 柳萍扭头看着骑老虎 老虎 你任保安公司的董事长 疯子担任总经理 你们两人在郊外选一块山地 改成训练场 你们的手下和小燕手下的男人 全部划归保安公司 加强训练 明白 骑老虎和段疯子齐声回答 柳萍认真的看着段疯子 疯子 给你半个月时间 掌握我的训练方法 以后你负责训练所有保安 段疯子站了起来 恭敬地回答 绝不辜负先生的信任 柳萍看着骑老虎 给你一周时间 选好地皮 准备训练器材 骑老虎点头回答 明白 柳萍看着梅小燕 你选出10到15名轻信 训练场建成以后 随对训练 以后是你的贴身保镖 梅小燕眼角湿润了 没有人像柳萍一样关心自己 恭恭敬敬地给柳萍鞠了一躬 谢谢老板 柳萍猛地想起音书生的地盘 音书生的地盘 在谁的手里 骑老虎笑着回答 酒吧 KTV的房产都在我手里 是马总寻不卖给我的 让我给你留着 柳萍点了点头 老虎 给你四个月时间训练好保安 不仅要守护自己的酒吧和KTV 还要派保安进驻酒店和商场 我要让保安遍布江城的各个角落 绝不许做私人保镖 骑老虎满眼兴奋和激动 我一定做到 柳萍凌厉地目光 从三人是脸上扫过 我们的场子 绝不许出现堵和毒 至于黄 我不支持也不反对 绝不许强迫女人 无论任何人在场子里强迫女人 杀无赦 是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静姐 如果有事联系不上我 你们听静姐的 骑老虎三人 骑骑给蓝贤静鞠躬行礼 蓝贤静随意地笑了笑 丑话说着前面 如果你们敢背叛平地 你们就是 跑到天海角 我也会杀了你们 梅小燕第一个表态 静姐放心 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儿 是老板让我看到了希望 哪怕是死 我也不会背叛老板 骑老虎和段风子对视了一眼 段风子说道 我已经被先生折服了 此生永远追随先生 柳萍满意地点点头 老虎 你派人暗中保护青雅 骑老虎点点头 没有说话 柳萍给几人针麦红酒 举起酒杯 表情凝重 我这个人没有大志 只希望把中医发展起来 为老百姓做点事 希望我们一起努力 做社会有用之人 干杯 干杯 几个人都一饮而尽 柳萍看着梅小燕 你手下有无家可归的人 你与孤儿院有联系 嗯 梅小燕轻轻地应了一声 我一直资助一个孤儿院 柳萍暗暗点头 小燕 交给你一个任务 调查一下 江城有多少孤儿院 有多少孤儿 如果条件允许 我建一所大型孤儿院 把所有的孩子都接过来 再建一所学校 让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 梅小燕眼里闪过一丝金光 老板 你医术卓绝 不如先去看看特殊教育学校 那里的孩子都是有残疾的 柳萍点点头 你的想法在我的计划之内 不过要等医院建成以后 吃饱喝足 骑老虎给柳萍留下一辆猛事 三人离开会所 蓝贤静把陈骁峰 圣峰和高齐力三人叫到会所 服务员端来咖啡 陈骁峰 圣峰和高齐力三人脸上 带着兴奋和激动的神色 柳萍好奇的目光 从三人脸上扫过 什么是让你们如此高兴 蓝贤静把化妆品销售报表 递给柳萍 我们四天时间卖出一万盒 每盒售价十二万 不包括驱除痘痘的药膏 什么 柳萍瞪大了眼睛 吃惊地看着蓝贤静 静姐 你们也太黑了吧 蓝贤静鄙鄙视地看着柳萍 你不知道化妆品对女人的吸引力 很多富婆根本不在意金钱 目前只走高端路线 一年后开发低端产品 圣峰兴奋地看着柳萍 兄弟 我负责销售 预定的数量已经超过三十万盒了 我们控制产量 每个月只供应一万盒 也就是说 订单已经到三年后了 蓝贤静把代理合同递给柳萍 我准备把帝都的代理权交给曹家 你看看盒头 柳萍苦笑着拒绝了 我看不懂 你们怎么定 我都没有意见 蓝贤静认真地解释 我们的条件是 曹家只能自行销售 给曹家的价格是每盒十万 零售价与我们一样 一个月提供一万盒 柳萍沉思片刻 静姐 利润如此之高 一定引起他人的极度 工厂的保密级别要提高 蓝贤静眼里露出赞赏 放心吧 配方在我手里 工人是我的心腹 卸密的可能性很小 柳萍瞪着眼睛盯着蓝贤静 静姐 你的警卫级别也要提高 蓝贤静点了点头 我知道 我现在基本不离开会所 即使出行 也会带着康义 柳萍意识到 必须尽快培养自己的势力 保护身边的人 几人又聊了一会儿 柳萍看着陈霄峰 找个地方 教我学车 无论谁找我 就说没见过我 蓝贤静四人都点了点头 陈霄峰瞪大了眼睛看着柳萍 外面都猛试着你的 柳萍点点头 是 走 去工厂 院子够大 陈霄峰激动地说道 蓝贤静 挽着柳萍的胳膊 我也去 第78章 致费心病 化妆品生产厂的院子足够大 陈霄峰详细地讲了几遍驾驶技术 柳萍试着启动猛试 在院子里慢慢行驶 柳萍的内力强大 对力量地控制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 手脚反应远超常人 仅仅过去了十几分钟 就能随心所欲的控制猛试 前进 后退 转弯 都轻松自如 仿佛是多年的老司机 陈霄峰满眼佩服 心中暗道 真是妖念啊 蓝贤静美目连闪 一踩不断 平地就是一个天才 无论任何东西 一学就会 柳萍玩得开心 不断改变车速 市医院 应老病房 应上去没有追上柳萍 返回病房 满眼尴尬地看着萌一东 萌院长 如何才能找到柳萍 萌一东暗叹了一口气 跟我来吧 郎道如应该有柳萍的电话 郎道如得知二人的来意 立即拨打柳萍的电话 听到的是机械的回复声 郎道如无奈地摇了摇头 柳萍关机了 不出意外的话 正在给人针灸 应上俊极度后悔 满眼焦急 郎老 还有谁能联系上柳萍 郎道如认真的看着应上俊 你看不起柳萍 他是不会出手给你父亲治疗的 如果你能请田氏手 或者马总寻不出面 也许还有一丝机会 好自为之 应上俊沉思片刻 拨通马俊飞的电话 马总寻不 我想请你帮个忙 马俊飞没想到 心高气傲的应上俊 会求到自己头上 应总请说 我父亲的病情恶化 医院不敢用药 希望你能帮我找到柳萍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应上俊语气真诚 毫无作作 马俊飞是一只老狐狸 瞬间想明白了其中的猫腻 我帮你联系一下 不敢保证结果 马俊飞确认柳萍关机后 拨通了邱轻雅的手机 邱总 你知道柳萍在哪吗 马总寻不 柳萍告诉我 他要给人治病 现在关机了 我也不知道在哪 邱轻雅如实回到 马俊飞把结果告诉了应上俊 应上俊猜测 柳萍是故意躲着自己 无奈之下 拨通田才汉的电话 田是手 我得罪了柳萍 想请您做个合适了 让柳萍给我父亲治病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田才汉吓了一跳 语气焦急 你怎么得罪柳萍的 应上俊把事情的经过 详细地讲了一遍 田才汉知道 必须挽救应老的生命 柳萍也不会见死不救 不过是想教训一下应是兄妹 我现在联系柳萍 田才汉放下电话 沉思片刻 拨通了蓝贤静的电话 小静 柳萍在你那吧 蓝贤静不好意思地回答 田叔说 柳萍不在我这 我知道他在哪 他不让我说 田才汉语气认真 告诉柳萍 无论应老的子女如何不对 应老都不能死 让柳萍给我打电话 蓝贤静知道应老的身份 快步跑进院子里 向柳萍挥手 柳萍立即停下车 拉开车门 静姐 有事吗 蓝贤静认真地看着柳萍 田叔叔打来电话 让你去给应老治病 柳萍无所谓地笑了笑 不用担心 那个老头 三天内死不了 蓝贤静悬着的心放下了 妩媚地看着柳萍 田叔叔让你给他打电话 柳萍无奈地下车 打开手机 拨通了田才汉的电话 田叔叔 您找我 田才汉没好气地说道 你小子真倔 我在市医院门口等你 你现在立即过去 不用那么着急 那老头三天内死不了 柳萍笑着解释 田才汉按出一口长气 你心里有数就行 我现在过去 蓝贤静从轿车里 拿出25盒换化妆品 放进猛士车里 柳萍疑惑地看着蓝贤静 你给我这么多化妆品干什么 蓝贤静翻了一个白眼 你不给邱青雅 她还不吃了我 你还要给你岳母送礼啊 你身边的三个小丫头 和他们的母亲也得给啊 柳萍不好意思地挠了脑脑袋 谢谢静姐 我还真忽略了 蓝贤静轻轻轻地 亲了一下柳萍的脸蛋 快去吧 别让田叔叔等得太久 柳萍驾驶猛士抵达市医院 看到田才汉站在医院门口 停好车向田才汉打招呼 田才汉认真地看着柳萍 应老的子女心高气傲 是不对 但应老对江城的贡献很大 你一定要救活他 柳萍笑着点点头 我是医生 不会见死不救的 两人走进应老病房 应上俊和应灵竹 急忙给柳萍鞠躬行礼 应上俊的姿态很低 真诚地道歉 柳医生 我给你道歉 是我狗眼看人帝 柳萍没有搭理应是兄妹 坐在应老的床边 仔细检查应老的脉象 几分钟后 站起身 写出两张药方 递给蒙一东 蒙院长 交给狼老 马上熬药 另外 准备一个DV摄像机 蒙一东点点头 快步走了出去 柳萍看着护士 准备酒精灯 尿罐 使电 明白 护士应了一声 跑了出去 半个小时后 护士把所需用具准备完毕 狼道如带着四名学生 拎着药汁走进病房 柳萍面无表情地看着应是兄妹 无关人员出去 我要开始了 应灵竹脸上出现怒色 刚想说话 被应上俊拉出病房 柳萍把DV叫给一名男学生 你负责录像 作为以后教学素材 学生接过DV 打开录像功能 师叔 我准备好了 柳萍点重应老的睡学 令应老进入深度睡眠 给金针消毒后 刺进应老的心筋和肺筋穴位 解释道 肺心病大都是肺组织 或肺动脉血管病变 导致肺动脉高压 引起的心脏病 在治疗过程中 要首先护住心脉 疏通肺筋 解决肺部病变以后 再治疗心脏的疾病 柳萍内力沿着金针 进入应老体内 修复气管 支气管和肺部的病变 同时解释每个穴位的功效 以及用针的角度 深度和力度 半个小时后 柳萍直起腰 深吸了一口气 深沉的目光 从四名学生的脸上扫过 接接下来的治疗是关键 不仅要疏通心筋 还要修复受损的心肌 柳萍首先疏通心筋 用内力小心地 慢慢温养受损的心脏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柳萍满脸大汗 疲惫地坐在椅子上 呼出一口长气 性不如命 狼道如满脸兴奋 这两种药汁怎么用 柳萍认真的解释 一样一代 静脉注射 药效能快速进入病灶 稳定针灸效果 第79章 接受挑战 药汁通过静脉 进入硬老的体内 柳萍是一学生 打开房门 硬是兄妹 满脸担忧地走进房间 硬上俊看了一眼疲惫的柳萍 走到狼道如身前 狼老 我父亲怎么样 狼道如尴尬地看着柳萍 柳萍解开硬老的睡学 看着狼道如 交给你了 我走了 柳医生 恭敬地递给柳萍 这是我们兄妹的一点心意 捐给福利院吧 柳萍看也没看支票 快步走出病房 硬上俊顿时愣住了 不知所措 硬灵竹满眼疑惑 一个小医生 竟然不在意金钱 有点意思 田财汉拍了拍 硬上俊的肩膀 柳萍身家千亿 不会收你钱的 你收起来吧 硬上俊顿时惊呆了 吃惊地望着田财汉 他那么有钱 柳萍走出医院 看了一眼时间 拨通邱青雅的电话 邱青雅笑着反问 我去接你 柳萍驾驶猛士 抵达邱氏大厦 保安都认识柳萍 恭敬地把柳萍送到电梯旁 柳萍拎着两盒化妆品 走进邱青雅的办公室 看到邱青雅正在忙碌 爱怜地摸着邱青雅的头发 别太累了 邱青雅叹了一口气 我比蓝贤金差得太多了 如果我不努力 他早晚把你抢走 柳萍一边给邱青雅按摩 一边安慰 你不用担心 我永远是你的老公 邱青雅拿起化妆品 满眼兴奋 你们生产的 柳萍点了点头 给韦姐一盒 如果你们满意 永远免费提供 你还敢要钱 我不让你上我的床 邱青雅撅起小嘴 白了柳萍一眼 拨通了韦一静的电话 几分钟后 韦一静走进办公室 看到柳萍也在 满脸激动 平地 姐要谢谢你 姐已经怀孕一个月了 柳萍满眼开心 韦姐 快坐下 我给你检查一下 柳萍检查过韦一静的迈向后 认真地看着韦一静 韦姐 你是大龄孕妇 又是第一胎 要注意养胎 不能太累了 尽量把工作交给其他人 我给你开一副安胎药 每半个月喝一次 下个月再给你检查 韦一静满意地点点头 姐听你的 柳萍想了想 韦姐 我明天亲自给你熬药 让青雅带给你 行 韦一静没有任何意义 邱青雅拿起一盒化妆品 递给韦一静 柳萍生产的 看着柳萍 平弟 我能用化妆品吗 柳萍摇摇头 认真地看着韦一静 最好别用 韦姐 你放心 等你生完孩子 我一定让你恢复青春 韦一静脸一红 不好意思地看着柳萍 平弟 你能摸出来 是男孩还是女孩吗 柳萍自信地看着韦一静 你吃了我给你开的药方 保证是龙凤胎 邱青雅满眼羡慕 心里打起小九九 是不是我也该生孩子了 必须先去登记 猛士和法拉利 向训练基地驶去 柳萍和邱青雅走进训练场 看到马步训练的人增加了 竟然是身穿迷彩服的特种战士 崔国华快步走到柳萍身边 兄弟 我已经和马俊飞商量好了 我们来了一个特战小队 宿舍 浴缸和单人床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看你的了 你等一下 柳萍走到其老虎身边 马步训练结束 负重70公斤 全速越野 是 包括断疯子在内的十几人 快步返回宿舍 背着背囊跑进训练场 全速狂奔 特种战士都惊呆了 负重70公斤 杀背心10公斤 绑腿10公斤 再加上武器装备 已经超过100公斤了 这些人能吃得消吗 柳萍向崔国华招了招手 让你的人集合 崔国华点点头 全体集合 12名特种战士列队整齐 崔国华指着柳萍 大声宣布 从现在开始 他就是你们的教官 他的话就是命令 不许违抗 特种战士看到柳萍瘦弱的身材 随时能被风吹倒 有人小声说道 就他 弱不禁风的小体格 不配做教官 柳萍的耳朵极其灵敏 听到战士的议论声 看到战士眼里的不屑与嘲讽 脸上露出斜斜的笑容 我知道 你们都是佼佼者 有自己的傲气 或许觉得我年轻 又不是军人 觉得我不配做你们的教官 有没有人愿意跟我过几招 我 一名身高超过1米80 绑大腰圆的汉子 向前跨出一步 柳萍打量男子几眼 暗暗点头 后天巅峰 而且是外加横练的功夫 只是身上就伤不手 要想再进一步 必须治好就伤 柳萍似笑非笑 看着男子 自我介绍一下 男子双手抱拳 大声回答 珍丽萱 绰号铁塔 请指教 柳萍笑着点点头 绰号倒是与你的身材 和锁练的功夫相配 出手吧 珍丽萱顿时愣住了 吃惊地看着柳萍 你让我先出手 柳萍不耐烦地呵斥 别婆婆麻麻的 赶紧出手 我赶时间 你自找的 珍丽萱怒吼一声 挥拳砸向柳萍 柳萍猛地抬脚 踢在珍丽萱的肚子上 砰 珍丽萱来得快 飞回去更快 扑通一声摔在地上 围观的特种战士 根本看不清 柳萍是如何出脚的 有人喊道 铁塔 搞什么鬼 耍杂技吗 珍丽萱一身横量功夫 战友的拳头打在身上 与挠痒痒 没有任何区别 可是柳萍的一脚 眼前的年轻人 实力深不可测 挣扎几下爬了起来 走到柳萍身前 郑重敬礼 教官 铁塔服了 其他特种战士都愣住 没想到仅仅一招 珍丽萱就被打服了 难道这个年轻的教官的 真正的高手 柳萍笑着看着铁塔 你身上的就伤不少 制约了你的实力 改天我把你身上的上置好 不如先添不成问题 珍丽萱满脸激动 给柳萍身居一躬 谢谢教官 柳萍看着其他特战战士 你们一起上吧 十一名特种战士 互相对视一眼 怒吼着扑向柳萍 砰 砰 拳脚击中人体的声音 不绝于耳 十一名特种战士 全部倒飞出去 倒在地上挣扎 哈哈 崔国华大笑几声 小兔崽子们 这回你们知道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了吧 柳萍认真地说道 吃过晚饭 我给你们检查身体 必须先把你们身上的救伤之后 否则后果严重 柳萍快步跑到柳萍身边 教官 段疯子摔倒爬不起来了 柳萍快步走大段疯子身边 洒出超级痒痒粉 两分钟后 段疯子再次疯狂地狂奔 真丽轩满眼疑惑 走到崔国华身边 领导 达到体能极限的人 怎么还能起来狂奔 他是怎么做到的 崔国华重重地拍了一下 真丽轩的肩膀 等你们接受训练的时候 就知道原因了 一个小时后 骑老虎等人全部被扔进浴缸 马俊飞驾车赶到训练基地 柳萍 邱青亚 马俊飞和崔国华四人一桌 特种战士围坐一桌 崔国华喝了一口酒 认真地看着柳萍 兄弟 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训练我的人 柳萍脸色凝重 认真地回答 你的人都有伤病 如果现在开始训练 全部都废了 明天你让他们去诊所找我 我给他们检查一下 没有我的允许 他们不许训练 崔国华脸色难看 满眼无奈 你说的我都知道 部队医院的医生都是西医 根本无法根治 都落下病根了 柳萍美好气地看了一眼崔国华 像你们这样练兵 年轻人还可以 到了三十岁左右 满身都是伤 别说上战场了 以后生活能不能自理都是问题 崔国华毫不在意 满脸得意的笑容 不是遇到你了吗 过一段时间 我带着特种战士 去你的诊所 进行全面检查 放心 我一定支付诊金 柳萍白了崔国华一眼 没有说什么 马俊飞满眼佩服 脸上挂着得意之色 老崔 你看到了吧 我的队员才训练四天天 实力突飞猛进 未来可期啊 邱青雅不好意思地看着柳萍 老公 你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陶阿姨出院两天了 我们回去看看陶阿姨吧 柳萍点点头 是应该回去 吃过饭就走 马俊飞看了一眼柳萍 薛家彻底倒了 家主薛伟和薛浩成都进了牢房 估计出不来了 柳萍表情平静 人在座 天在看 出来混早晚要还的 薛家是做自寿 即使没遇到我 迟早也会覆灭 哈哈 马俊飞大笑几声 满脸笑意地看着柳萍 我听到一个消息 你想不想听听 柳萍知道 一定是关于自己的 肯定不是好消息 无所谓地看了马俊飞一眼 你爱说就说 不爱说就不说 我无所谓 马俊飞认真地看着柳萍 现在江城流传一句话 你惹阎王 不惹温神 麻麻的 柳萍忍不住爆出一句粗口 自己真的那么可怕吗 马俊飞认真地分析 柳萍 虽然这句话难听 但对你和邱总都有好处 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 做你们想做的事情 没人敢嫉妒和觊觎 柳萍笑着点点头 这倒也是 马俊飞继续兴奋地说道 你收服了江城的地下势力 还百姓朗朗擎天 百姓把你当作英雄 我还收到消息 外地的几个恶势力 意图染指江城 得知你做过的事情以后 都悄悄地撤出去了 柳萍愣了一下 满眼好奇 没想到 柳萍把猛士留在训练场 从猛士车里拿出几盒化妆品 放在法拉利车里 邱轻雅驾驶法拉利 载着柳萍回到别墅 邱轻雅拎着两盒化妆品 和柳萍走进房间 陶佩云和陶雨昕还没有休息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陶佩云高兴地看着两人 清雅 柳萍 你们吃饭了吗 我去给你们做 陶雨昕挽着邱轻雅的胳膊 清雅姐 你终于回来了 这两天你们去哪了 柳萍急忙摆手 陶阿姨 我们吃过了 四个人坐在沙发上 柳萍看了一眼邱轻雅 明天你带雨昕去买几套衣服 然后把她送到诊所 邱轻雅疑惑看着柳萍 雨昕不是要上学吗 你让她去诊所干什么 柳萍笑着解释 明天让孔老带雨昕去学校 办理入学手续 陶雨昕担心自己辍学太久 跟不上学习进度 低着头不说话 邱轻雅轻轻地搂着陶雨昕 雨昕妹妹 你不要担心 如果跟不上 姐姐给你请家教 邱轻雅把化妆品递给陶佩玉 阿姨 柳萍的厂子生产的化妆品 效果很好 这是给你和雨昕的 陶佩玉不好意思地接过化妆品 又让你们破费 柳萍真诚地看着陶佩玉 语气低沉 陶阿姨 我是孤儿 从小跟着师父长大 整天学习和练功 没体验过家庭的滋味 现在 家里有了长辈和妹妹 还有心爱的妻子 我终于体验到家的滋味了 我希望您也把这里当成家 陶佩玉眼角湿润了 好好 我把这里当成家 陶雨昕好奇地看着邱轻雅 我是叫你姐姐呢 还是叫你嫂子呢 邱轻雅笑着 摸了一下陶佩玉的脸蛋 你喜欢叫什么 就叫什么 邱轻雅躺在柳萍的怀里 满样痴迷 深情地看着柳萍 老公 我感觉越来越不真实 你像谜一样 我害怕失去你 柳萍紧紧地搂着邱轻雅 不要胡思乱想 我永远陪着你 老公 我想你了 爱我吧 邱轻雅主动献上红唇 天刚亮 柳萍起身走出卧室 发现陶佩云已经做好早餐 陶佩云看着柳萍 满脸关心 轻声称怪 柳萍 你白天忙 应该多睡一会儿 还早呢 习惯了 我去锻炼 柳萍推门走出别墅 在院子里打了一套长法 长法是师父亲授的阴阳五行掌 结合阴阳五行步 既可以对敌 也可以健身 还可以提升内力 可谓一举多得 直到身体微微渐悍 柳萍才回到房间洗漱 陶阿姨 谢谢你 家里有个长辈就是好 邱轻雅满脸笑容 吃得无比甜蜜 陶佩云把睡眼朦胧的陶宇星 拉到洗漱间 快点洗漱 吃完饭跟柳萍去诊所 邱轻雅把柳萍送到诊所 带着陶宇星赶往商场购物 柳萍看到十几名学生 全部在诊所 满眼疑惑 你们怎么都来了 白子涵轻声回答 孔老安排的 普通病人 让我们坐诊 疑难杂症交给师叔 不一会儿 孔洪裕 彭胜瑞 和郎道如三人 陆续走进诊所 小柳 范劳诊所有病人 今天不来了 彭胜瑞笑着解释 孔洪裕认真地看着柳萍 柳萍 我们四人没跟你商量 以后你在诊所坐诊 学生们就留在这里 你的实践教学方法 比我们预期的好多了 柳萍急忙转移话题 彭老 尿毒症患者的情况怎么样 彭老开心地大笑 患者的肾功能 只等下周你去检查了 知 两辆军车和猛士 停在诊所的停车场上 崔国华带着特种战士下车 走进诊所 第八十一章 治疗旧伤 孔洪欲疑惑地看着柳萍 军人怎么来了 柳萍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他们都有旧伤 是来找我的 崔国华把车钥匙扔给柳萍 兄弟 这几个家伙交给你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等等 柳萍叫住崔国华 灌了一桶药酒 交给崔国华 给老爷子带去 崔国华嬉皮赖脸地看着柳萍 兄弟 也给我弄一桶呗 等着 柳萍美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 又装了一桶药酒 交给崔国华 走了 崔国华乐呵呵地离开诊所 柳萍坐在诊台后 向甄丽萱招了招手 铁塔 你先来 甄丽萱恭敬地坐在椅子上 手腕放在腕垫上 柳萍检查过你的脉象后 认真的看着甄丽萱 你的腰椎 肩关节 膝关节和踝关节 都有旧伤 我今天帮你针灸 连续服用半个月的中药 在这半个月内 不许训练 你能保证吗 甄丽萱郑重地点了点头 嗯 崔领导已经给我们放假 假期由您收到算 柳萍看了一眼白子涵 每天一组负责抓药和熬药 顺序你们自己安排 白子涵毫不犹豫地说道 今天我们组负责抓药和熬药 柳萍满意地点点头 写出药方交给白子涵 立即熬药 铁塔 跟我来 柳萍带着甄丽萱走进治疗室 示意乐鹏把治疗床椅到房间中央 乐鹏和宋伟伦立即行动起来 柳萍一边给金针消毒 一边下令 铁塔 脱去衣裤 趴在床上 甄丽萱扫了一眼几名女生 脸顿时红了 声音比蚊子还小 这里有女生 柳萍没想到 彪悍的甄丽萱好友 如此可爱的一面 脸色一正 服从命令 是 甄丽萱赶紧利索地脱去衣裤 迅速趴在诊疗床上 把头埋在床里 你过度训练 腰椎受损一位 我先矫正腰椎位置 然后给你针灸 会有些疼 你忍一忍 柳萍的左手 掐住一位的腰椎 手指用力 咔嚓 咔嚓 两声脆响 腰椎副位 柳萍边治疗 边给学生讲解病因及治疗方法 尤其是正骨的注意事项 啊 甄丽萱惨叫一声 脸上冒出痘大汗珠 脱口喊道 真疼啊 柳萍拿起金针 刺进甄丽萱的肩部和背部竖处穴位 疏通肩部和背部经络 让学生们注意下针的手法 二十分钟后 柳萍拍了怕甄丽萱的肩膀 仰面躺着 甄丽萱翻了个身 满面通红 双眼紧闭 一句话也不敢说 又过了二十分钟 柳萍与甄丽萱走出诊疗室 拿起一袋药汁 递给甄丽萱 你关节软骨已经钙化 必须通过药物治疗 把药喝了 以后每天早中晚饭后各一次 你每天只能散步 不许进行任何剧烈运动 甄丽萱接过药带 恭敬的个柳萍进了一个礼 是 请教官放心 其他战士的情况 与甄丽萱差不多 都是过度训练 造成的脊柱关节损伤 柳萍都是采用针灸和方济治疗 叮嘱他们每天按时服药 半个月内不许训练 邱轻雅和穿着新衣服的陶宇欣 走进诊所 陈洪蕊立即跑到邱轻雅身边 仔细打量青春靓丽的陶宇欣 轻雅姐 这个妹妹是谁啊 邱轻雅微笑着看着陈洪蕊 我妹妹漂亮吗 陈洪蕊机械地点点头 伸出小手 我叫陈洪蕊 是柳萍的妹妹 陶宇欣不好意思看了一眼邱轻雅 邱轻雅微微点了点头 陶宇欣伸手轻轻地握住陈洪蕊的手 姐姐好 陈洪蕊咨询的目光 落在邱轻雅的脸上 青雅姐 凭哥哥给人治病呢 要我叫她出来吗 不用了 邱轻雅走到孔老身前 孔老 你给雨昕找好学校了吗 孔洪蕊笑着点头 早办妥了 现在去报名吗 嗯 邱轻雅点点头 我们一起去吧 陈洪蕊拉着陈宇欣的手 周末 我去找你玩 陈宇欣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 我要学习 补课 雨昕 我们走吧 邱轻雅 陈宇欣和孔洪蕊三人离开诊所 治疗完12名战士的旧伤 已经过了11点 珍丽轩等人告辞离开 柳萍急忙给彭老和狼老行礼 二老受累了 狼道如笑了笑 你帮我们带学生 我们出点力气 理所当然 柳萍伸了一个懒腰 没有病人了 我们去吃饭 傅云慧和慕颜走到柳萍身前 师叔 你们去吧 我们两人看家 顺便把您讲的东西真理出来 柳萍点点头 回来给你们带饭 小柳 万宝玉扶着一名老者走进诊所 柳萍立即拉过来椅子 万叔说 让老人家坐在这里 老人脸色和善 目光锐利 打亮柳萍几眼 不住点头 果然是人中之龙 怪不得康老不吝啬赞美之词 康书文快步走到老者身边 万爷爷 您来了 万老爷子假装生气地看着康书文 丫头 你都来了好几天 也不去看我 是不是嫌弃我老了 康书文脸一红 我这几天一直在诊所帮忙 准备周末去看你 万宝玉认真地看着柳萍 我父亲年纪大了 身体的毛病挺多 来找你看看 你的父亲 就是我是爷爷 必须看 柳萍不好意思地看着万老爷子 老人家 如果您不介意 我想让这些学生也给爸爸卖 万老爷子满眼赞赏地看着柳萍 你都带学生了 不错 不错 老朽全力支持 柳萍和万宝玉扶着万老爷子坐在椅子上 柳萍认真地看着学生 把自己的诊断结果记下来 下午我们讨论 一个一个来 足足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学生们才结束 柳萍仔细检查万老爷子的脉象后 面带笑容 老爷子 问题不大 都是小毛病 我先给你真酒 再给您开一副药 配上我的药酒 帮您健康长寿 哈哈 万老爷子开心地大笑几声 脱口而出 小家伙 我就是冲着你的药酒来的 柳萍笑着提醒万老爷子 你老体质偏寒 又洗食良性食物 这可不好 你的心脏也有衰退迹象 以后要多注意 万老爷子认真地点了点头 听你的 我以后只喝你的药酒 柳萍给万老爷子真酒后 写出药方 交给白子涵 不一会儿 白子涵拎着熬好的药汁 回到大厅 把药汁交给了万宝玉 柳萍试探着问道 老人家 中午一起吃饭吧 就在附近 不了 该天请你去家里做客 万老爷子与万宝玉离开诊所 第82章 结盟曹家 众人吃过午饭 回到诊所 柳萍从旁指导 遇到慢性病患者 柳萍亲自出手 同时指导学生 下午三时 曹慕宁和曹慕义 连妹走进诊所 柳萍急忙打招呼 曹兄 请坐 曹慕宁看到柳萍正在忙碌 拉着曹慕义 坐在墙边的椅子上 陈洪蕊给两兄弟端来清茶 柳萍送走最后一名患者 呼出一口长气 坐在曹慕宁的身边 曹兄今天怎么这么清闲 曹慕宁满脸风尘 不好意思看着柳萍 兄弟 我前几天回帝都了 刚下飞机 就来找你了 柳萍愣了一下 一脸问号 有事 曹慕宁欲言又止 下班以后 我们边吃边聊 柳萍不好意思摇了摇头 不能与你一起吃饭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 曹慕宁眼里闪过一丝期待 你要去寻补训练基地吧 我想跟你去看看 柳萍瞬间明白了曹慕宁的想法 你想看看我的训练方法 曹慕宁没有否认 点了点头 柳萍点点头 行 我一会带你去 邱轻雅和陶雨昕 说说笑笑地走进诊所 柳萍立即迎了上去 老婆 搞定了 邱轻雅点点头 搞定了 江城市排名第前三的 育才高级中学 校长答应 每天给雨昕补课 从高一基础知识教起 陈洪蕊拉着陶雨昕的小手 疑惑地看着陶雨昕 妹妹没上过高中 陶雨昕点了点头 我辍学好几年了 陈洪蕊把田丽瑶 拉到陶雨昕身边 妹妹 不用担心成绩 丽瑶是学霸 我们俩教你 保证让你考上名牌大学 陶雨昕红着脸 低声感谢 青雅 你今天还去训练基地吗 柳萍轻声问道 邱轻雅摇了摇头 不去了 我回去帮助雨昕准备一下 明天第一天上学 我去送她 柳萍点点头 有头看着白子涵等学生 下班吧 回去好好总结今天的收获 明天准时过来 十几个学生收拾完诊所 告辞离开 彭老和朗老两人 各拎着一个酒桶 高高兴兴地回家 柳萍看着曹慕宁 你有车吗 有 曹慕宁拿出车钥匙 扔给柳萍 柳萍把车钥匙交给陈宏蕊 你把这辆车开回去 明天开过来 先别走 我给你们点东西 嗯 陈宏蕊接过钥匙 轻轻应了一声 柳萍从猛士车里 拿来六盒化妆品 交给陈宏蕊 每人两盒 一盒给是你的 一盒给阿姨的 明白吗 陈宏蕊双眼放光 不住地点头 与无伦刺 拦截生产的化妆品 太好了 明白 明白 三女高高兴兴地驾车离开 老公 我和雨昕回去了 邱青雅打了一声招呼 与陈宇星也离开了 柳萍准备了数十份 泡药与所需的药材 装进塑料袋 放在猛士车 关好诊所大门 驾车载着曹氏兄弟 向寻补训练基地驶去 路上 柳萍买了烧烤用具 食材和白酒 三人抵达训练基地 骑老虎仍然带着队员 进行马步训练 江雅琳等人看到柳萍 不用打招呼 都跑回宿舍 穿上装备 背上背囊 跑进训练场 老虎 你过来 柳萍大声喊道 骑老虎疑惑地 走到柳萍身边 先生 有事 柳萍拍了拍骑老虎的肩膀 面带笑容 看着骑老虎 从明天开始 你不用参加体能训练 骑老虎满眼焦急 先生 我感觉我还差很多 柳萍笑了笑 耐心地解释 你把精力放在建设训练场上 地方选好以后 我找人审批 建成什么样的训练场 我找人指导你 有空的时候 进行负重马步和抗打击训练 半个月以后 我再给你针灸一次 包你实力突飞猛进 骑老虎猛地甩掉负重背囊 满眼期待 谢谢先生 柳萍再次拍了 怕骑老虎的肩膀 去食堂借菜刀和砧板 我们烤肉 半个小时后 烤肉的香气四处弥漫 骑老虎和曹氏兄弟 边吃边喝 柳萍一边烤肉 一边关注场内情况 段疯子第一个摔倒 在超级养羊粉的作用下 体能再次爆发 疯狂向前冲去 曹慕宁瞪大眼睛看着柳萍 我的妈 你是怎么做到的 独家秘籍 柳萍继续烤肉 又过了一会儿 每一名队员 在超级养羊粉的作用下 体能再次爆发 在训练场上狂奔 曹氏兄弟都是先天武者 知道体能达到极限意味着什么 眼前的情况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已经不能用神奇形容了 简直是天方夜谭 珍丽萱等人被香味吸引过来 珍丽萱嘴角流出口水 眼睛一直盯着烧烤架上的烤肉 教官 我能尝尝吗 柳萍没好气地翻了一百眼 就知道 你们这帮家伙会出现 想吃就拿 箱子里有酒 你们身上有伤 每人最多一两 不喝酒 只吃肉 珍丽萱拿起一串烤羊肉 狼吞虎咽地吞了下去 好在柳萍准备充分 直到夜深人静 众人才吃得勾满豪平 珍丽萱等人回宿舍休息 柳萍和曹氏兄弟 懒散地摊在训练场边 曹沐宁已经有了些许的酒意 躺在柳萍身边 兄弟 你要建训练场 我知道你不缺钱 但我想入股 为我们曹家的年轻一代 争取训练的机会 柳萍撇了撇嘴 即使你不入股 你曹家的人来训练 我还能拒绝 曹沐宁翻身坐了起来 认真地看着柳萍 我这次回去 我家老爷子对你的训练计划 很感兴趣 愿意出资赞助 柳萍笑了笑 你不用出钱 曹家子弟随时可以来训练 曹沐宁脸色一正 老爷子让我告诉你 当年你师父在帝都 不仅结交了朋友 也得罪了很多人 其中包括以医术著称的世家 柳萍无所谓地笑了笑 我早就想到了 开始我不明白 皇家主为什么会把令牌给我 现在我明白了 曹沐宁认真地说道 如果这些家族知道 你是鬼手神针的弟子 一定会找你麻烦 我爷爷让你尽量不要用金针 尽快培养自己的势力 以应对未来的困难 柳萍沉默片刻 谢谢提醒 我已经在座了 我会把江城打造成一块铁板 曹沐宁郑重地看着柳萍 我爷爷让我告诉你 无论任何时候 曹家都会站在你身后 永不背叛 柳萍激动地握住曹沐宁的手掌 语气坚定 永不背叛 第83章 一定要小心帝都瑞家 特别是瑞锦曼 柳萍满脸问号 帝都瑞家 我师父的仇人 曹沐宁摇摇头 具体情况老爷子没说 只是告诉我 瑞锦曼是 上代家主瑞炳男的大女儿 她年轻的时候 与你师父是恋人 可谓才子家人 但不知是什么原因 你师父不辞而别 她因爱成恨 誓言报复鬼手金针 柳萍知道 曹沐宁不是故意恐吓 作为鬼手神针的弟子 必须承受师父的恩怨 柳萍脸上写满自信 眼里露出坚毅的目光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既然与师父有关 我接着就是 第二天上午 柳萍拨通了马俊飞的电话 马总寻补 这几天让队员上午练马步 下午越野跑 跑不动了炮药语 以稳定实力为主 我十天后过去 进行第二阶段训练 马俊飞难掩激动的心情 毫不犹豫地答应 行 听你的 转眼到了周五 柳萍在诊所坐诊 治病救人 指导学生 应上俊和应灵竹 推着应老走进诊所 柳萍急忙招呼 满眼焦急和不解 应老 你的身体没有完全恢复 外面风大 如果您再受风寒 就麻烦了 应老面带笑容 赞赏地看着柳萍 老朽醒过来之后 知道了儿女所做之事 今天是特意 来给柳医生赔罪的 柳萍一脸不自然 应老 您一生都是为了将成百姓 没必要来此 再说 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已经忘记了 应老满意地点点头 毫不吝啬称赞之词 好小子 医术超群 却不骄不躁 怪不得老许称赞你 应灵竹给柳萍行了一个礼 对不起 我真诚地给你道歉 柳萍脸色平静地 看着应灵竹 语气平淡 没必要给我道歉 我不仅年轻 而且确实是社会底层人士 我跟你们真不是一个阶层的 你看不起我没有错 看看我的诊所牌匾 我只能为普通百姓服务 应灵竹不知该如何接话 顿时呆住了 应老瞪着眼睛 你们有几个臭钱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你们好好向柳医生学学 柳萍平静地看着应老爷子 应老 我只会一点医术 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您夸错人了 相反 我要向令郎和令爱学习 努力成为商界大亨 柳萍的话看似平淡谦虚 但杀伤力极大 应上俊和应灵竹 两人脸色紫青 低着头不说话 哈哈 应老大笑几声 眼里带着掩饰不住的赞赏和羡慕 柳医生 你还是满肚子怨气啊 柳萍笑了笑 平静地看着应老 应老 我真没有生气 早忘记了 再说了 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我生气 应老心神一阵 不由地重新打量柳萍 次子心中有沟壑 未来可期 认真的看着柳萍 不值得生气 这话说得好啊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 竟有如此胸襟 老朽受教了 应上俊和应灵竹 恨不得找一条地方 钻进去 柳萍太欺负人了 柳医生 老朽明白了 不打扰了 应老说完 准备离开 应老 请等一下 我送你点东西 柳萍灌了一桶药酒 递给应老 这是我 自己配置的药酒 既可以做药影子 也可以当酒喝 每天晚饭喝一两 能延年益寿 应老眼里冒出金光 激动地看着柳萍 老许喝的药酒 柳萍点了点头 许老的药酒 也是我配置的 谢谢了 告辞 应上俊推着应老走出诊所 应灵竹看着柳萍 欲言又止 转身跟了出去 康书文满眼一踩 向柳萍竖起大拇指 平哥 霸气 狼道如脸上写满怒涩 这种鼻孔朝天的人 就应该狠狠地收拾 周五下午 病人狠手 柳萍看了看时间 说道 今天是周末 大家早点回家 陈洪蕊不好意思地看着柳萍 平哥哥 你晚上有事吗 柳萍点点头 随口回答 嗯 今晚有事 我去看望崔老爷子 陈洪蕊满眼失望 与田丽瑶和康书文离开诊所 诊所内只剩下柳萍一个人 柳萍拨通了许安祥的电话 许叔叔 你有空吗 许安祥没想到 柳萍会给自己打电话 立即回答 有空 你找我 你来诊所这一趟 我有东西给你 柳萍又拨通骑老虎的电话 老虎 你去买几个磁坛 至少能装三十斤酒 送到诊所 柳萍刚铺好宣纸 正在研磨 许安祥就到了 哈哈 许安祥满脸激动 大笑几声 你的字 我期待很久了 柳萍拿起笔 深吸一口气 一气呵成 大战宏图 许安祥连声沉赞 好字 好字 你的功力又进步了 柳萍内力提升 对比例的掌控越发自如 满意看着横幅 许叔叔 好眼力 墨迹干了 许安祥小心地收起条幅 柳萍给许安祥倒了一杯茶 请许叔叔稍坐一会儿 我让人去买磁坛 您给许老带点酒回去 骑老虎买二十几个五十斤的磁坛 放在病房的床底下 柳萍灌了两坛酒 封好盖子 放进许安祥的轿车后备箱 许叔叔 你和许老美人一坛 喝光了 再来找我 许安祥点点头 高兴地驾车离开 柳萍看着骑老虎 你也拿一坛回去 不许多喝 骑老虎满心欢喜 带着药酒离开诊所 柳萍又灌了两坛 放进猛士车里 拨通了邱青雅的电话 青雅 我今天有空 陪我去看望崔老爷子吧 你跟陶阿姨说一声 邱青雅笑着说道 嗯 我在楼下等你 柳萍通知崔国华 在大院外等着自己 半个小时后 法拉利和猛士 停在崔老爷子的别墅外 柳萍拿出五盒化妆品 递给邱青雅 拎着两坛药酒走进别墅 崔老爷子开怀大笑 好小子 还是你懂我 菜肴很丰盛 崔老不时发出笑声 崔娜与邱青雅喝着红酒 低声细语 柳萍看着崔老 老爷子 你知道我师父与帝都瑞家的事情吗 崔老点了点头 表情凝重 我只知道 你师父与瑞锦曼是情侣 但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分开 瑞家的人找你了 柳萍摇了摇头 没有 帝都曹家的人提醒我了 崔老爷子脸色沉重 瑞家是帝都的顶级豪门 如果找你麻烦 真不好解决 你怎么与曹家产生联系了 柳萍把与曹慕宁结实地经过讲了一遍 崔老认真的看着柳萍 你的语意没有长成之前 不要与瑞家正面冲突 柳萍眼里射出寒光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如果瑞家找到我头上 我也不会客气 第84章 拜访仙子 柳萍和邱青雅都喝酒了 晚上留在崔家别墅 柳萍看了一眼沉睡的邱青雅 小心下床 坐在客厅里陷入沉思 师父留下的资源也许用不上 但师父的仇人必须面对 不能退缩 绝不能弱了师父的名头 没有成为真正的宗师 就是弱者 必须尽快提升实力 瑞家能成为帝都顶级家族 底蕴不可估量 与这种超级大家族掰手腕 必须有相配的实力 不能只靠师父留下的资源 对帝都一无所知 需要情报人员入住帝都 收集情报 为将来进入帝都做准备 目前的首要任务 是拓展人脉和发展势力 扩大商业规模 柳萍恢复了自信 盘西坐在椅子上 运工调息 一夜无话 吃过早餐 邱青雅满脸歉意地看着柳萍 那姐约我逛街 我今天不能陪你了 柳萍爱怜地捏了一下邱青雅的脸蛋 玩得开心点 嗯 邱青雅轻轻地应了一声 我下午去找你 柳萍到达诊所 其他人还没到 打扫完卫生 泡了一杯茶 慢慢品尝 陈洪蕊三女和白子涵等学生 陆续抵达诊所 柳萍把学生叫到身边 你们是学生 肯定还有其他事情 周六随意 不来也没有关系 陈洪蕊换上一套建筑工人的服装 跑到柳萍身边 平哥哥 我去指导装修了 柳萍谈了一下陈洪蕊的脑门 面带微笑 满眼赞赏 我妹妹穿什么都好看 那是 陈洪蕊傲娇地甩了一下头发 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 周末病人很少 柳萍把学生集中在一起 讨论昨天诊治的病例 午饭时 陈洪蕊满脸兴奋地回答诊所 康书文笑着询问 洪蕊 搞定了 陈洪蕊满意地点头 搞定了 今天晚上出效果图 半个月完工 半个月就能搞定 陈洪蕊撇了撇嘴 陈家有各种工程队 材料都是现成的 如果不是怕质量出问题 一周就能完工 下午的病人更少 柳萍拨通了秦仙子的电话 哎哟 大忙人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秦仙子语气带有淡淡的哀怨 更多的是激动 柳萍感觉脸发烧 急忙解释 这段时间太忙了 下午病人不多 想去拜访仙子 我在勤房 查一背后 恭迎大家 柳萍叮嘱白子涵早点下班 遇到解决不了的病症 立即打电话 陈洪蕊拦住柳萍 萍哥哥 我爸让你明天上午九点 去看房 明天下午搬家 谢谢妹妹 柳萍抵达秦仙子的情房 没想到秦仙子戴着面纱 站在门口迎接 柳萍拿出一盒化妆品 递给秦仙子 些许薄理 不成敬意 秦仙子看了一眼化妆品 吃惊地看着柳萍 靓丽 不是没货了吗 你能买到 柳萍笑了笑 迈步走进情房 小女子煮茶致谢 烧水 清洗茶具 加入茶叶 秦仙子的动作清零飘逸 宛若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 柳萍顿时看呆了 脱口赞赏 动作太美了 宛若九天仙子 秦仙子身体微微一震 抬头瞄了柳萍一眼 柳萍的明亮清澈 没有一丝邪念 暗暗赞赏 秦仙子倒了一杯 放在柳萍身前 请品尝 柳萍轻轻抿了一小口 不住赞叹 名前龙井 而且是没经过炒制的生茶 回味甘甜 好茶 秦仙子再次震惊了 面纱后的美目放出异彩 没想到先生懂茶 这杯茶也算物有所值了 柳萍脸上露出笑容 目光深邃 我师父爱喝茶 收集了很多名茶 我偶尔偷出来品尝 两人边喝边聊 先生 你是如何买到亮丽化妆品的 秦仙子的语气略显优怨 柳萍没有隐瞒 我与几个朋友 成立了一个化妆品公司 亮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如果你喜欢 可以随时找我 秦仙子点点头 我猜测亮丽的配方出自你手 得到证实 非常开心 谢谢 秦仙子给柳萍倒茶 先生精通医术和音律 是世间少有的奇男子 能与先生结识 此生无憾 秦仙子对柳萍的评价太高了 柳萍慌忙摆手 愧不敢当 仙子过誉了 我只是一个来自乡村的小医生 哥哥 秦仙子忍不住笑了起来 声音如银铃般清脆 歪着脑袋看着柳萍 乡村小医生 能挺出名前龙井生茶 柳萍满脸尴尬 碰巧了 碰巧了 秦仙子转移了话题 先生 我近日偶有所悟 可否合奏一曲梅花三弄 柳萍微笑着拿出铜箫 认真的看着秦仙子 乐意奉陪 你可否先弹奏一遍 秦仙子点点头 坐在鼓琴旁 琴声随之响起 柳萍暗暗点头 虽然偶有瑕疵 也极尽完美 秦仙子看着柳萍 秦先生指点 优扬的萧生在琴房内回荡 琴声随之响起 琴色和鸣 令人心旷神疑 柳萍的内力提升 底气更加充足 萧生更加忧远 令人沉醉 曲终 秦仙子给柳萍身居一躬 小女子受教了 柳萍认真的看着秦仙子 梅花高洁 凌寒怒放 在演奏此曲之时 要心无旁路 宛若梅花 秦仙子陷入沉思中 柳萍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没有打扰秦仙子 秦仙子猛地抬起头 看着柳萍 没知气节 亦我知气节 我知气节 通过琴声表现出来 我懂了 谢谢先生 柳萍满眼赞赏 不愧是仙子 玲珑剔透 秦仙子欲言又止 低头煮茶 柳萍愣了一下 认真的看着柳萍 仙子 有事情直言 秦仙子抬起头看着柳萍 我知道 一个人一五双绝 精通英律 不知 与你是否有关系 柳萍猜到秦仙子所说之人是师父 但不知秦仙子是敌室友 面色平静地看着秦仙子 不知仙子所说是何人 鬼手神针 秦仙子怕柳萍误会 急忙解释 你放心 我不是鬼手神针的仇人 我有求语他 柳萍仔细打量秦仙子 你身体很好啊 你找他有什么事 秦仙子给柳萍倒上热茶 喝茶 我慢慢告诉你 第85章 开始实施 秦仙子原名云青岩 来自魔都 云家是一个传承久远的武术世家 家主云星号 是云青岩的父亲 先天后期巅峰 五年前 云星号在突破半部宗师的时候 内力失控 走火入魔 下肢经脉断裂 致使下肢瘫痪 只能坐在轮椅上 云家便访名医 许下重金 但无人能续接云星号断裂的经脉 以医术著称的世家 多次前往云家 也无能为力 有人建议云家寻找鬼手神针 或许能恢复健康 鬼手神针离开帝都后 最后出现的地方是江城 云青岩抵达江城 知道鬼手神针酷爱喝茶 经常去茶馆抚情 就是希望能遇到鬼手神针 云青岩还有一句话没说 他曾对天发誓 谁能治好父亲云星号 为奴为妾 终生不悔 柳平低头沉思 由于是否说出自己的身份 想到云青岩为父奔波 是个值得钦佩的女子 抬起头认真地看着云青岩 你猜得没错 我是鬼手神针的弟子 柳平拿出金针放在桌子上 面带微笑地看着云青岩 知道这套金针吧 你果然是鬼手金针的弟子 云青岩激动地站了起来 黑沙后的美目 一直盯着柳平 眼里一踩不断 柳平无奈苦笑 你调查了这么久 一定知道我是否有很多仇人 我不想泄露身份 如果你相信我 把你父亲接到江城 我一定全力救治 云青岩点点头 我明白 需要我准备什么药物吗 柳平略意沉思 带一株足够年份的人参 其他的药物 等我检查过你父亲的情况 再做决定 云青岩也没客气 行 我立即回魔都 柳平认真地提醒云青岩 你们最好秘密来魔都 以免引起麻烦 我不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等我电话 云青岩语气坚定 虽然柳平看不到云青岩的表情 但能想象出云青岩此时的神色 柳平离开情房 驾车向贤雅会所驶去 路上通知梅小燕前往会所 蓝贤镜看到柳平 一脸开心 眼神越发妩媚 平店 你来了 柳平点点头 静姐 给我找一个僻静的地方 柳平看到柳平表情凝重 知道柳平有重要的事情 领着柳平走进专用包厢 你来过的 柳平笑了笑 静姐 一会没小燕来了 你直接把她带过来 我去给你泡茶 蓝贤镜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 端着一壶龙井返回包厢 给柳平倒上茶 平地 出什么事了 柳平把曹慕宁的话重复了一遍 认真的看着蓝贤镜 静姐 你来自帝都 如果帝都有可靠的人 帮我调查一下 切记不要引起怀疑 蓝贤镜认真的点了点头 嗯 我知道 柳平沉思片刻 静姐 我想在帝都建一个大型药厂 让皇家出面负责 你暗中入骨 你觉得怎么样 蓝贤镜瞪大眼睛看着柳平 心潮涌动 平地 你为将来进入帝都做准备 柳平点点头 师父的恩怨 我必须接着 帝都必须有自己的产业 否则无法与瑞加掰手腕 蓝贤镜眼神坚定 郑重地看着柳平 姐全力支持你 你与皇家商定以后 让皇家联系我 柳平满眼感激 谢谢 蓝贤镜恢复了妩媚的神色 歪着脖子看着柳平 清雅知道吗 柳平摇摇头 她不知道 没告诉她 蓝贤镜感觉越发甜蜜幸福 如此重大事情 柳平竟然没有告诉邱清雅 说明自己在柳平心中 同样占据着重要位置 柳平认真的提醒 此事不能告诉任何人 放心吧 姐心里有数 我去见梅小燕 蓝贤镜开心地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 蓝贤镜领着梅小燕走进包厢 你们聊 我还有事 做吧 柳平给梅小燕倒上查 认真的看着梅小燕 今天的话 绝不许传入第三人的耳朵里 能做到吗 梅小燕知道事情重大 郑重地点了点头 嗯 柳平神色凝重 你派几个心腹 进入帝都 建立情报网络 给你半年时间 梅小燕愣了一下 需要调查谁吗 柳平摇了摇头 暂时不用 暂时只需建立情报网络 我能做到 梅小燕郑重地回答 柳平满意点点头 回头我给你20亿 主要了解帝都形势 和各大家族的情况 其他的事情不用做 梅小燕点点头 老板 放心吧 我一定建立一个完整的网络 柳平脸色一正 盯着梅小燕 绝不能不择手段地获取情报 必须保证情报人员的安全 梅小燕眼角湿润 没想到柳平不仅器重自己 还担心姐妹的安全 发誓一定终生追随柳平 眼里露出坚定的神色 老板 你让我看到人生希望 我永远追随你 绝不让你失望 柳平目光深邃 望着梅小燕的背影 心中暗道 希望你说到做到 千万不要背叛我 柳平沉思片刻 拨通了皇家老家主 黄伟的电话 黄老爷子 近来可好 电话另一端的黄伟 没想到柳平会打来电话 满脸激动 小恩人 我很好 你竟然怎么样 柳平笑着说道 黄老爷子 你千万不要叫我小恩人 太见外了 你叫我小柳 或者柳平都可以 黄伟哈哈大笑 行 柳平 你找我啥事 老爷子 我想与黄家合作 生产药品 我出药方 黄家负责生产 柳平说出心中想法 黄伟心中矩阵 柳平医术高绝 掌握的药方都是西式真品 药品上市 肯定震惊华夏 定然会引起其他家族觊觎 犹豫着说道 市场太大了 黄家恐怕吃不下 柳平知道黄伟担心什么 我让蓝家的丫头入股 具体问题你们商量 黄伟眼里放出金光 蓝家的病丫头吗 嗯 我跟他说过了 他同意 柳平解释道 好 你等我消息 黄伟挂断了电话 蓝贤静抱着两个小木匣 走进包厢 把木匣交给柳平 老爷子搞到的人生 你留在身边 柳平满眼激动 谢谢静姐 蓝贤静称怪地瞪了柳平一眼 跟姐还客气 在这吃饭吗 柳平摇了摇头 诊所没人 我回去看看 嗯 注意身体 蓝贤静扬起脖子 轻轻地吻了一下柳平 不用担心 车到山前必有路 柳平回到诊所 看到所有的学生围坐在一起 正在讨论病例 白子涵站了起来 师叔 我给您倒茶 柳平满意地看着学生们 把不懂的地方记下来 我统一给你们讲解 时候不早了 都回去吧 明天好好休息 柳平收拾完诊所 猛地意识到 如果有人夜里潜入诊所 在药材上喷洒毒药 后果不堪设想 立即拨通骑老虎的电话 老虎 让钢牙带人来诊所守夜 邱青雅来到诊所 老公 我们回去吧 柳平笑了笑 等一会儿 钢牙来了 我们再走 第八十六章 乔迁新居 柳平和邱青雅回到别墅 陶佩玉已经准备好食材 你们回来了 我去炒菜 邱青雅挽着柳平的胳膊 撒娇地摇晃柳平的胳膊 老公 你去下厨吧 柳平轻轻地谈了一下 邱青雅的脑门 小馋猫 柳平走进厨房 阿姨 柳平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 放心吧 包你满意 陶佩玉微笑着走出厨房 青雅 累了吧 我去给你泡茶 阿姨 雨昕怎么没回来 邱青雅随口问道 雨昕今晚在老师家补课 十点才能回来 陶佩玉端来清茶 不一会儿 香喷喷的菜肴摆在餐桌上 陶佩玉瞪大了眼睛 没想到柳平的厨艺这么好 邱青雅一脸满足 阿姨 你尝尝 陶佩玉尝了几口 不住点头 比我的厨艺好多了 吃过饭 邱青雅看着柳平 一会儿你去接雨昕 太晚了 不安全 嗯 柳平应了一声 青雅 阿姨 一会儿 你们收拾一下贵重的东西 明天搬家 搬家 邱青雅吃惊看着柳平 你买房子了 柳平得意地点点头 半山别墅 我买了三栋 精装修的 明天上午九点去看房 直接入住 这里的东西 全都留在这 晚上 柳平把陶雨昕接回别墅 又给小丫头炒了两个菜 小丫头吃得勾满豪平 平哥 你做的菜太好吃了 我要是长胖了 你负责 柳平轻轻摸了一下 陶雨昕的脑袋 放心吧 哥是神医 绝不会让你胖的 快去洗漱休息 明天去新家 邱青雅躺在柳平的怀里 轻声感慨 老公 你是上天给我的恩赐 柳平轻轻摸着邱青雅的脸蛋 你怎么这么说 邱青雅长叹一声 以前做生意 举步维艰 处处求人 如果不是我强势坚持 邱家早就没了 遇到你以后 无论任何事 你都能帮我解决 陈家 高家 盛家和康家 之所以愿意与邱氏集团合作 都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大伯一家虎视眈眈 以前挥霍了大量家族财产 现在大伯一家也老实了 剑文和剑武表现不错 你不仅拯救了我 也挽救了邱家 柳平轻声提醒 虽然现在顺利了 千万不要忘乎所以 要谨守本心 嗯 邱青雅应了一声 抬起头 认真地看着柳平 老公 你喜欢蓝贤静吗 跟我说实话 柳平吓得哆嗦 冷冷地看着邱青雅 怎么这么闻 邱青雅闭上眼睛 眼角流出泪花 那姐跟我讲了帝都瑞家的事情 邱家帮不上你 蓝贤静背景深厚 未来一定是你的大助力 如果你真喜欢她 我愿意接纳她 把女主人的位置让给她 柳平紧紧地 搂着邱青雅 轻声安慰 不要胡思乱想 在这个世界上 我不拘任何人 你永远是我的妻子 邱青雅轻声呢喃 我害怕你受到伤害 害怕失去你 柳平搂着邱青雅 内心无比沉重 实力啊 必须提升实力 一夜无话 天光大亮 四人吃完早餐 带上贵重物品 驱车赶往半山别墅 陈洪蕊 田丽瑶和康书文 等在别墅区外 陈洪蕊满眼兴奋 平哥哥 青雅姐姐 稍等一会儿 康爷爷和我爸爸马上到 柳平环顾四周的景物 别墅区周围 用铁栅栏围住 别墅沿着山坡而建 每一栋别墅都有院子 自成一体 邱青雅极其满意 挽着柳平的胳膊 老公 哪一栋是我们的 柳平摇摇头 我也是第一次来 陈洪蕊指着最高处的别墅 最顶上的六栋 是我们的 邱青雅吃惊地看着陈洪蕊 你也住这里 陈洪蕊点点头 不仅是我 丽瑶和舒文杰也住这里 我们以后是邻居 可以经常去你家混饭 陈建宏和康老爷子父子 陆续赶到 陈建宏大声说道 大家都上车 跟着我 车队抵达别墅前 陈建宏指着中间的三栋别墅 二 三 四号别墅是柳平的 一号别墅是康老的 五号别墅是洪蕊的 六号暂时空着 以备不时之需 别墅都是三层的 占地面积不低于900平方米 加上院子 每栋别墅至少占地 1500平方米 哇塞 好大的别墅啊 陈雨昕发出惊呼 瞪大眼睛看着邱清雅 清雅姐 我们以后真住者 邱清雅笑着着点头 是你平哥哥买的 当然要住在这了 进去看看 陈建宏拿出电子钥匙 打开三号别墅 一楼是客厅和厨房 二三楼是卧室 客厅房间采光很好 古色古香的风格 家具一英俱全 邱清雅和几个女孩子 快步上楼 柳平不好意思地看着陈建宏 陈叔 我想修建围墙 把六栋别墅全部围起来 在院子里建一个小型训练场 另外 不许任何人进入院子 陈建宏点点头 行 你给我画一个草图 回头我派人改造 我会通知保安 24小时值守 谢谢陈叔 柳平满眼激动 终于有了安全住所 邱清雅满眼激动 拉着柳平的手 老公 什么都不用买了 床上用品都准备好了 带你去看看我选的卧室 卧室至少40的平方 但粉色风格 温馨典雅 两米宽的大床摆在墙边 柳平下到一楼 陈建宏 陈叔 三栋别墅总共多少钱 咱们说好的 陈建宏知道柳平的性格 如是说道 别墅市场价5亿 你给12亿就可以了 柳平让邱清雅 给陈建宏赚了16亿 陈建宏刚想说话 被柳平打断了 陈叔 多出来的一亿 用来改造院子 陈红蕊挽着柳平的胳膊 平哥哥 今天我们聊锅底吧 你亲自下厨 把朋友们都叫来 柳平征询的目光 落在邱清雅的脸上 邱清雅微笑着点头 哦 又能吃到平哥哥做的菜了 陈红蕊高兴地直跳 我来通知客人 柳平满脸严肃 红蕊 告诉客人 不许带礼物 否则我不接待 田里瑶拿出手机 我通知我爸和许爷爷 康书文满俩笑容 我通知万叔叔 柳平通知了崔国华 马俊飞和孔红玉四老 一再重申 不许带礼物 邱清雅先通知了邱老爷子和父母 又通知了崔娜 柳平微笑着 看着邱清雅 清雅 你陪阿姨和雨昕留在家里 看看还需要什么 我们去买菜 陈建宏拿出十几张出门证 递给柳平 进出小区的证件 每人一个 第87章 乔迁聚会 柳平带着陈红蕊三个丫头 赶到菜市场 丫头们 客人很多 我们吃火锅吧 行 陈红蕊三人点头同意 柳平买了数十斤牛羊肉 几十斤青菜 足够数量的鸡鸭鱼肉 十个铜火锅和几百金木炭 放进猛士车里 老婆拨通了齐老虎的电话 老虎 留两个兄弟在诊所 通知带其他兄弟和段风子 来我的新家 你去诊所去两坛要酒 今天聊锅底 谁也不许带礼物 我让红蕊在别墅外接你 谢谢老板 齐老虎通知段风子和兄弟 驱车赶往诊所 柳平四人回到别墅区外 让陈红蕊三人下车 红蕊 来的客人 你大都认识 负责迎接 丽瑶和舒文负责领路 嗯 三个靓丽的女孩 站在别墅区外 柳平回到别墅 开始熬制汤料 准备食材 客人陆续到达 盛氏父子 高氏父子和陈潇峰率先到达 田财汉 徐老 许安祥 万宝玉和万老爷子连妹来到 邱老爷子带着儿子儿媳和孙子 到了别墅外 陈红蕊走到车车旁 老人家 您找谁 邱老爷子笑呵呵地回答 我找柳平 我姓邱 陈红蕊让田丽瑶领着邱家人 驶向别墅 蓝贤静穿着天蓝色连衣裙 披着淡紫色披肩 驾车载着曹氏兄弟 出现在陈红蕊身边 红蕊 怎么走 陈红蕊笑着说道 静姐 稍等 丽瑶马上下来了 让他带你上去 陈老爷子带着两个儿子和女儿来了 陈建宏看到来的客人越来越多 立即命人送来七张大餐桌 都惊呆了 没想到柳平刚到江城几个月 人脉竟然如此广泛 邱青雅走到邱老爷子身前 挽着邱老爷子的胳膊 指着二 三 四号别墅介绍 爷爷 柳平一次买了三栋别墅 如果您愿意 过来跟我们住吧 邱老爷子疑惑地看着邱青雅 青雅 你跟爷爷说实话 是你出了钱吗 邱青雅撇了撇嘴 爷爷 你太小看柳平了 他可是千亿富翁 我那点钱还不够他的领头 邱德泽夫妇和邱德宇夫妇彻底猛圈了 柳平太有钱了吧 骑老虎和断疯子领着六个兄弟抵达别墅 恭敬地给邱青雅行礼 邱小姐 我们做点什么 柳平随口分配任务 帮忙招呼客人 把柳平切好的肉和青菜端到桌子上 邱老爷子疑惑地望着骑老虎几人的背影 此人匪气极重 你们怎么与这种人来往 邱青雅笑着解释 爷爷 你就放心吧 他们都是柳平的手下 绝不敢乱来的 邱老爷子心存疑虑 但愿如此 爷爷 我给你介绍几位老人家 都是柳平的望年娇 邱青雅挽着邱老爷子的胳膊 走到坐满老者的餐桌 邱青雅首先介绍康老和邱老爷子认识 康老 这是我爷爷 爷爷 这位是精灵康老 邱老爷子愣住了 精灵康家可是传承久远的大家族 没想到 竟然与柳平关系密切 急忙抱拳 幸会 欢迎 康老握着邱老爷子的手 康老哥 你的孙女和女婿是人中龙凤 令人羡慕啊 邱老爷子微笑着点头 你今天一定要吃好喝好 邱青雅又介绍邱老爷子与徐老认识 徐老握住邱老爷子的手 邱老哥 一直想去看望你 可这段时间身体不太好 借今天的机会 我们好好喝几杯 邱老爷子笑着点头 徐老弟 改天我登门拜访 邱青雅给徐老鞠了一躬 许爷爷 谢谢你送给我们的跑车 我很喜欢 喜欢就好 徐老爷子拿出一幅字递给邱青雅 这是我前几天写的 虽然比例不如柳萍 勉强还算拿得出手 送给你们小夫妻了 邱青雅也没拒绝 伸手接了过来 谢谢徐爷爷 徐老爷子面带笑容 看着邱青雅 小声说道 我听说了 柳萍的厨艺很好 我会经常去你家混饭的 不许你我走 邱青雅面带微笑 随时恭候 邱青雅又引见邱老和万老爷子认识 万老爷子笑着点头 邱老哥 我能来这里 可是你孙女婿的功劳 邱老满意的点头 柳萍的医术确实不错 邱青雅又介绍 孔红玉等四名圣手 介绍给邱老爷子 邱青雅挽着邱老爷子 走到崔老身边 介绍二人认识 崔老扶着邱老坐在身边 邱老 柳萍是我的侍职 早该去拜访你 邱老爷子笑着点头 我赤长几岁 你教我老哥哥吧 我们个教个的 邱青雅把父亲和大伯 带到陈建宏几人的餐桌边 把二人介绍给田财汉 马俊飞和陈建宏等人 邱德泽和邱德宇 再次惊呆了 邱青雅把母亲和伯母 带到陶佩云 蓝贤静和崔娜等女士 围坐的餐桌 把二人介绍给众人 蓝贤静 陈宏蕊 田丽瑶和康书文 急忙给二人问好 二人笑着回礼 柳萍切好肉 招呼骑老虎 把点燃的木炭 放进铜火锅里 端上餐桌 不一会儿 香气四溢 齐老虎等人 充当服务员的角色 给各位老者真满要酒 陈宵峰等年轻一代喝白酒 女士喝红酒 酒宴正式开始 柳萍逐桌敬酒 表达谢意 崔老爷子怒气冲冲地 瞪着柳萍 小子 改天给我写一副字 柳萍急忙点头 一定 一定 柳萍刚走到马俊飞 和崔国华的餐桌边 崔国华拉着柳萍坐在身边 连杆三杯 酒宴一直持续到下午三十才结束 崔老等人在家人的陪同下离开别墅 柳萍叮嘱其老虎 去替换守在诊所的兄弟 曹沐宁 陈霄峰等年轻人 坐在院子里聊天 邱老爷子 邱青雅的父母和伯父母在客房休息 邱青雅走到蓝贤静身边 静姐 能和你聊聊吗 蓝贤静面带微笑 当然可以 邱青雅伸手拉住蓝贤静的御手 像老朋友一样 微笑着走进卧室 陈宏睿疑惑地望着两人的背影 小声嘀咕 兄弟 这是你在江城的所有人卖了吧 恐怕还不够 还要拓展 柳萍点点头 并没有说话 这些人是少了点 但已经囊括了军政商三界 地下有骑老虎和梅小燕 加上自己的医术 用不了多久 必将名阳江城达到无人能撼动位置 曹沐宁知道发展势力 不是一蹴而就的 拍了怕柳萍的肩膀 兄弟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柳萍笑了笑 眼神坚定 提升自己的实力 治病救人 0 柳萍看到的秦仙子云青岩的号码 立即接通 你回来了 云青岩语气略显焦急 嗯 我父亲在我的住所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柳萍看了一眼陈霄峰等人 我四点过去 曹沐宁疑惑地看着柳萍 有朋友 柳萍摇了摇头 是病人 那我们不打扰了 曹沐宁招呼陈霄峰等人 离开别墅 陈洪蕊领着田丽瑶和康书文 去了陈洪蕊的别墅 邱青雅和蓝贤静手拉着手走出别墅 两人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柳萍 柳萍看到两人面红耳赤 不明白 两人怎么会搞到一起 急忙说出目的 青雅 静姐 我去接一个病人 一会儿回来 第88章 续接断卖 柳萍抵达云青岩的住所 云青岩的父亲云兴昊 坐在轮椅上 母亲坐在沙发上 云兴昊脸形方正 目光锐利 炯炯有神 体内气息涌动 仿佛像一座大山一样 威压四亿 云青岩的母亲温柔和善 绝对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 云青岩不好意思地看着柳萍 麻烦你了 柳萍不好意思挠了挠脑袋 你为父奔波 令人佩服 我定当尽棉薄之力 云青号看到柳萍像一个大男孩 心生疑惑 柳萍 你真是鬼手神针的弟子 柳萍点头承认 是 云青岩的母亲少林雪端来热茶 小柳 请喝茶 谢谢阿姨 柳萍接过茶杯放在茶几上 叔叔 我先给你检查一下 云青号虽然心存疑虑 可是事已至此 只能死马当火马医 笑着点头 柳萍的手指按在云青号的脉门上 雄厚的内力涌入云青号的体内 云青号顿时瞪大了眼睛 柳萍 你是先天后期巅峰 柳萍不好意思地苦笑 云叔叔 说实话 我也不清楚 师父也没给我讲过 内力是如何分析的 云青号不再说话 仔细感受柳萍的内力 越发吃惊 柳萍的内力绵长雄厚 精纯无比 自己巅峰时期 也不过如此 不由地认真审视柳萍 随着时间的推移 柳萍的表情越发凝重 云叔叔 你的丹田气海也受伤了 是不是气机越来越不稳 云青号疑惑地看着柳萍 是 难道不是要突破了吗 柳萍认真地摇了摇头 你一直在修炼 可是下肢经脉断裂 内力无法循环 丹田之气乱串 这是即将走火入魔的迹象 云青号低头沉思 几分钟抬起头看着柳萍 能治吗 柳萍脸上挂着自信 郑重地看着云青号 云叔叔 接续经脉 疼痛无比 如果你要是能忍住 我有信心 一次接好你的经脉 然后助你突破 只要你进入宗师行列 自然不会走火入魔 云青号满眼激动 你说的是真的 柳萍毫不犹豫地点头 是 云青号重重地点点头 听你的 云青岩拿来一株人参 递给柳萍 这是百年以上的人参 我父亲收藏的 柳萍笑了笑 你先拿着 把叔叔接到我家 别墅足够大 极方便又宿景 不会有人打扰 云青号点头同意 麻烦你了 柳萍拨通了骑老虎的电话 老虎 你去诊所 取两套银针 酒精灯和治疗床 送到二号别墅 再带一滩药酒 路上多买点鸡鸭鱼肉 我要招待病人 明白 柳萍驾驶猛逝在前面领路 云青岩驾驶宝马跟在后面 两辆车一前一后 抵达半山别墅 齐老虎恭敬地走到柳萍身前 把房门钥匙递给柳萍 先生 治疗床在二楼主卧 菜在冰箱里 药酒在厨房 谢谢你了 柳萍接过钥匙 满意地点点头 没事我走了 齐老虎转身离开 柳萍领着云青号三人 走进二楼主卧 云叔叔 你脱去医库 羊躺在治疗床上 云青号一言 躺在治疗床上 柳萍不好意思地看着何云青岩 仙子 你和阿姨出去吧 少林雪担心地望着云青号 云青号点点头 你们出去吧 我相信柳萍 柳萍切了二十几片人参 放在盘子里备用 金针和银针消毒后 放在一边 拿起一条湿毛巾 放进云青号的嘴里 云叔叔 忍着点 云青号点了点头 我准备好了 柳萍切用金针 封住云青号的丹田气海 控制住丹田躁动的气机 一枚金针 刺进云青号右腿根部的横骨穴 云叔叔 每条腿有三条经脉 我要一条一条的续接 如果你忍不住 就大声喊出来 云青号表情坚毅 目光坚定 来吧 无论多么痛苦 我都能忍受 柳萍深吸了一口气 内力沿着横骨穴 进入云青号的足哨音圣经 云青号的经脉断裂五年了 断裂之处已经萎缩 柳萍先温养断裂之处经脉 再全力向前冲击 续接经脉像是在云青号的腿部 打出通道一样 痛苦的程度可想而知 云青号紧咬毛巾 脸上冒出痘大的汗珠 发出嘶哑的呜呜声 柳萍知道 拖延的时间越长 云青号越痛苦 内力如同洪水一般 沿着足哨音 肾经疯狂前行 啊 云青号惨叫一声 眼睛一翻 昏了过去 柳萍检查云青号的脉象 确认云青号只是疼昏了 继续向下冲击 半个小时后 柳萍感觉阻力骤然消失 打通了最后的涌泉穴 柳萍呼出一口长气 拿起几片人参放进嘴里 运功调息 十几分钟后 柳萍开始续接 云青号的足阳明未经 两个小时后 云青号右腿的三条 断裂的经脉 全部续接好 柳萍点醒了云青号 云叔叔 右腿的经脉已经接好 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云青号呼出一口长气 脸上露出苦笑 我知道会很疼 没想到这么疼 简直要人命 柳萍拿起被子 盖在云青号的身上 拉开房门 仙子 你们进来吧 我们半场休息 我满眼担心 爸 你感觉怎么样 云青号满眼兴奋和期待 右腿已经恢复知觉了 休息一会儿 再治疗左腿 你妈呢 云青岩笑着回答 我妈在做饭 一会儿就好 我恢复体力 半个小时后继续 柳萍吞下十片人参 盘膝坐在地上 运功调息 云青号不错眼珠地盯着柳萍 眼神越发怪异 扭头看着女儿云青岩 向柳萍拟了弩嘴 云青岩感觉脸发烧 黑沙后的美目 紧紧地盯着柳萍 心跳越来越快 脸越来越烧 柳萍睁开眼睛 站了起来 走到云青号身边 云叔说 我们继续吧 云青号点点头 我准备好了 云青岩快步走了出去 关好房门 过程相同 十几分钟后 云青号再次昏迷过去 柳萍全力冲击 两个小时后 左腿的三条断裂的经脉 全部续接成功 柳萍点醒了云青号 云叔说 你下地走几步试试 云青号激动地坐了起来 双脚慢慢落地 缓缓站定 小心地迈出第一步 哈哈 云青号忍不住开怀大笑 我终于又可以走路了 柳萍打开房门 云青岩和少林雪 满脸激动地走进房间 少林雪扶住云青号的胳膊 你刚刚恢复 小心点 柳萍认真的看着云青号 云叔叔 肚子上的金针还不能拔下来 你休息几个小时 做好突破准备 云青号点点头 我知道 云青岩慢慢摘下黑纱 脸色娇羞 美目带情 望着柳萍 我漂亮吗 第89章 双双突破 柳萍顿时呆住了 曾经幻想过云青岩的相貌 有过各种猜测 没想到云青岩美到极致 无法用语言形容 秋青雅是温柔的小女人 蓝贤竟成熟妩媚 而云青岩亮丽高雅 宛若仙子 柳萍机械的点头 太漂亮了 两朵红霞飞上云青岩的脸颊 深情地望着柳萍 你喜欢我吗 柳萍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点点头 喜欢 话刚出口 柳萍猛地清醒 满脸尴尬 慌忙解释 仙子 我不是那个意思 少林雪急忙插话 小柳 饿了吧 饭已经做好了 我们下去吃饭吧 阿姨 我家里有客人 我先回去看看 一会儿过来 你们先吃 柳萍惊慌地逃了出去 云青岩望着柳萍的背影 认真地看着父母 爸 妈 你们不会阻止我吧 唉 少林雪叹了一口气 妈不会阻止你 只可惜柳萍已经有女人了 云青昊满眼期待 柳萍的医术足以藐视天下 最可贵的是 功夫不在我之下 可谓一五双绝 如此优秀的男人 如果没有女孩子喜欢 那才是怪事 此子宅心仁厚 责任心极强 清岩跟着他 不会受苦的 云青岩虽然知道 父母不会阻止自己 听到他们亲口说出来 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不由的心中暗喜 满脸笑容 吃饭了 我饿了 柳萍回到住处 看到邱青雅和蓝贤静坐在客厅里品着咖啡 疑惑地看着两人 邱青雅给柳萍倒了一杯咖啡 累了吧 坐下休息 喝点咖啡 蓝贤静满眼妩媚 似笑非笑地看着柳萍 看你如此惊慌 一定又招惹女孩子了 柳萍没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 我刚给病人续脉 差点累死 蓝贤静顿时瞪大眼睛 续脉 跟我的症状一样 柳萍摇了摇头 又点点头 你们的病情差不多 但病因不一样 你是先天断脉 病人是练功走火入魔造成的 蓝贤静满眼期待地望着柳萍 武术世家的人 治好了 柳萍摇摇头 魔都云家 秦仙子的父亲 治好了一半 一会儿还要过去 怪不得呢 秦仙子是个大美女吧 邱青雅的语气中 酸味十足 美帝无与伦比 柳萍话刚出口 暗教不好 急忙解释 我也是刚刚才见到真容 蓝贤静看向邱青雅 妹妹 别吃醋了 帝都云家是个大家族 不是坏事 邱青雅瞪了柳萍一眼 坏蛋 到处沾花惹草 柳萍认真的解释 我之所以把秦仙子的父亲 接到别墅 是不想太快暴露身份 我的势力还没建立起来 邱青雅和蓝贤静 都明白柳萍的意思 双双点头 柳萍眼神坚定 能隐瞒多久 我心里也没数 只能尽快建立势力 三人聊了一会儿 柳萍看了一眼时间 差不多了 你们陪我过去吧 邱青雅和蓝贤静对视了一眼 蓝贤静微微点头 三人走进云青雅一家 锁住二号别墅 云青雅微笑着打招呼 邱总 您来了 邱青雅把蓝贤静 介绍给云青雅 蓝贤静 帝都蓝家人 姐妹 蓝姐 认识你很高兴 快请坐 云青雅的声音 依然空灵委婉 柳萍走上二楼卧室 云青号和少林雪正在喝茶 少林雪给柳萍倒了一杯茶 小柳 快坐 喝点茶 柳萍喝了一口茶 认真的看着云青号 云叔叔 准备好了吗 必须一鼓作气 否则 后果不堪预料 云青号点点头 我有心理准备 少林雪知道自己帮不上忙 满眼担心的看着云青号 星号 我下去了 一定要小心 期待你成功 云青号一脸自信 放心吧 有柳萍在 不会出事的 柳萍切了十几片人参 金针消毒 放在一旁 以防不测 云青号盘膝坐在地板上 认真的看着柳萍 我准备好了 柳萍站在云青号身侧 云叔叔 调整呼吸 呼吸平稳后 我会拔出金针 你要谨守心神 一手丹田 好 云青号闭上眼睛 呼吸越来越平稳 几分钟后 柳萍感觉云青号 已经进入修炼状态 快速拔出金针 云青号身形一阵 丹田气海的气机 再次躁动 柳萍急忙提醒 谨守心神 控制内力 沿着任督二脉运行 不要急于突破 此时的云青号 有苦说不出 内力几乎不受控制 随时可能爆发 咬牙引导内力 沿着任督二脉运行 柳萍看到云青号脸色紫青 拼命坚持 拿起树莓金针 快速刺进丹田气海两侧 堵住内力爆发的出口 紧留下任督可以运行 十几分钟后 云青号的脸色恢复正常 身体越来越稳定 内力沿着任督二脉运行 柳萍悄悄地拔出金针 双眼紧紧盯着云青号 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 云青号的身体一阵 狂暴的气势向四周扩散 柳萍不受控制地 蹬蹬倒退了几步 这就是宗师的气势吗 确实强大无比 突然柳萍感觉 丹田气海仿佛受到牵引 内力疯狂运行 柳萍急忙抓起盘子里的人参片 塞进嘴里 走到墙角 盘膝而坐 人参的要力快速进入丹田 内力每运行一个周天 都会壮大一分 不知不觉中 丹田气海充盈无比 内力仍然不受控制地疯狂运行 丹田气海越来越胀 柳萍只能谨守心神 压缩丹田气海 疼 内力运行速度越来越快 丹田气海已经给压缩到极限 疼痛无比 柳萍暗叫不妙 照此下去 丹田气海必然炸裂 可惜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咬牙谨守丹田 听天由命 哼 柳萍感觉脑海中传来巨震 丹田气海中的内力迅速散入四肢 体内又出现两个循环 经脉拖宽 内力沿着经脉高速运转 难道突破了 柳萍急忙运攻内势 确认身体无恙 经脉大幅拓宽 心中狂喜 继续运攻 稳定境界 云青妍认真地看着邱青雅 邱小姐 能借一步说话吗 邱青雅满眼疑惑 扭头看到蓝贤静点头 跟着云青妍走上二楼 少林雪望着云青妍的背影 可怜的孩子 蓝贤静玲珑剔透 猜出云青妍的大致目的 暗骂柳萍 云青妍带着邱青雅走进卧室 关好房门 扑通一声跪在邱青雅身前 声音苦涩 请姐姐收留 邱青雅顿时呆住了 慌忙拉起云青妍 妹妹 你这是做什么 有话慢慢说 两人坐在床边 云青妍拢了一下头发 开始讲述 云青妍瘫痪以后 便请明依 却无人能治好云青妍的双腿 云青妍对天发誓 无论是任何人 只要能治好父亲的腿 院中生生为奴为妾 绝不反悔 甚至重金请来以医术著称的医术世家高手 束手无策 有人建议云家寻找鬼手神针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云青妍打听到鬼手神针消失之前 最后出现在江城 孤身一人来到江城 期待鬼手神针的出现 意外遇到柳萍 柳萍治好了云青妍的双腿 云青妍愿意对线誓言 邱青雅虽然号称霸道总裁 却心地善良 眼角湿润 搂着云青妍 可怜的妹妹 云青妍擦去眼角的泪花 认真的看着邱青妍 青妍姐 看到父亲重新站起来 我非常开心 父母给了我生命 我必须报答 邱青妍认真的看着云青妍 告诉姐姐 你喜欢柳萍吗 云青妍脸红如纸 低着头 声音比蚊子还小 喜欢 是真心的喜欢 但我不会抢夺女主人的位置 我只想做她身后的小女人 邱青妍拨通了蓝贤静的电话 静姐 你来二楼 日上三杆 柳萍才睁开眼睛 云青皓已经不在房间 柳萍简单地洗漱后 下到一楼 没想到邱青妍和蓝贤静 两人正陪着云家三人吃早餐 云青皓瞪大眼睛 吃惊地望着柳萍 你突破了 步入宗师境界了 柳萍不好意思地挠了脑脑袋 昨晚受到你的气机牵引 内力不受控制 自发运行 不小心就突破了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宗师境界 感觉先天巅峰 承受不住我一掌之力 云青皓脸上的肉抽出了几下 有多少人终身 无法踏入宗师境界 柳萍竟然不小心突破了 真是人比人得死 满眼期待地看着柳萍 小子 过几招 柳萍没想到 云青皓还是一个好战分子 摇摇头 认真的看着云青皓 云叔说 你的经脉刚刚恢复 需要静养 至少需要一个月 我给你开张药方 你暗方服药 一个月以后 我们再过招 云青皓知道自己身体的情况 满意地点点头 邱青雅和蓝贤静 都瞪大了眼睛 愣愣地望着柳萍 柳萍摸了一下脸颊 满眼疑惑 我脸上有花 邱青雅认真的说道 你脸上没花 有一层淡淡的光泽 气质也变了 与昨天完全不同 云青妍给柳萍盛了一碗粥 满眼情意 吃饭吧 邱青雅看着柳萍 你今天去哪里 柳萍随口回答 普济糖治疗粉碎性骨折 邱青雅点点头 微笑着说道 云叔说 你和阿姨住在这里吧 云青雅红着脸看着柳萍 我还没见过 你给病人治病 我能陪你去吗 放心 我还戴着面纱 蓝贤静妩媚地看了一眼柳萍 小坏蛋彻底俘获了云青雅的芳心 邱青雅认真的说道 柳萍 让青雅陪着你 你总是关机 有事我们 可以打青雅的电话 蓝贤静把车钥匙交给云星号 云叔叔 你们先用着 家里还有一辆 邱青雅笑了笑 静姐 我送给你一辆法拉利 你要不要 蓝贤静满眼期待 毫不犹豫地说道 要啊 顶级跑车啊 我为什么不要 饭后 柳萍四人离开别墅 云星号看着少林雪 你是不是替青雅惋惜 嗯 少林雪应了一声 我看得出来 蓝贤静也喜欢柳萍 而且邱青雅接受了蓝贤静 云星号意味深长地说道 二十多岁的宗师 百年未遇 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 即使是我们云家 也要仰望 柳萍驾车载着云青雅 抵达普及堂 范老笑着招手 小柳 今天给维志远疏通经脉 柳萍点了点头 扭头看着云青雅 仙子 你随意 我要看你给病人治病 云青雅轻声回应 范老 给我准备一盒银针 柳萍和云青雅 向病房走去 维志远满眼期待 柳医生 今天可以去掉石膏了吧 柳萍笑着点点头 慢慢敲碎石膏 仔细检查伤口的恢复情况 满意的点头 恢复得不错 护士把一盒消过毒的银针 交给柳萍 柳萍看着维志远 疏通经脉很痛 我要让你进入深度睡眠 维志远郑重地点了点头 静静地躺在床上 柳萍点中维志远的睡学 拿起树莓银针 快速刺进维志远腿部 内力沿着银针 进入维志远体内 小心地疏通腿部经脉 云青雅的美目藏在面纱后 紧紧盯着柳萍的动作 一个小时后 柳萍拔出银针 会留下后遗症 为志远满眼感激 谢谢柳医生 我听你的 柳萍写出药方 交给护士 早中晚饭后服用 连续一周 我下周过来 范老走到柳萍身边 你现在会诊所 柳萍愣了一下 疑惑地看着范老 范老 有事 范老满脸尴尬 我也不知该不该张口 柳萍摇头苦笑 范老 跟我客气什么 哎 范老叹了一口气 贾家的老家主贾祖名 是我的老朋友 他的女儿得了肝癌 想请你救治 柳萍忍不住笑了 医生治病是理所当然的 有什么为难的 范老干笑几声 你忘记美家付给邱小姐 十个亿了 贾祖名的孙子贾勇 也是参与者 贾祖名怕你不答应 所以找到了我 哦 柳萍恍然大悟 摇头苦笑 这个世界太小了 范老认真的看着柳萍 如果你不愿意出手 我找个借口推掉 过去的事情 已经过去了 柳萍面带笑容 如果贾家相信我 把病人送到中医院 我明天过去 范老神色激动 满眼欣赏 小柳 我没看错你 柳萍和云青岩告别范老 驱车回到诊所 孔红玉知道学生给病人诊病 笑着打招呼 小柳 患者恢复得怎么样 柳萍笑着点头 比玉想得要好 还需一个月 才能出院 陈洪蕊快步跑到云青岩身边 试探着问道 你是秦仙子 云青岩点点头 疑惑地看着陈洪蕊 你是 陈洪蕊挽着云青岩的胳膊 仙子 我是柳萍的妹妹陈洪蕊 你是我的偶像 帝都瑞氏商业大厦 戴着眼镜穿着职业装的年轻女子 走进瑞锦曼的办公室 瑞总 金针在江城出现了 这是刚刚收到的资料 瑞锦曼接过资料看了几眼 她出现了吗 没有 年轻女子回答 瑞锦曼沉思片刻 蝴蝶派两个人进入江城 扶植一个家族 不要惊动柳萍 明白 第九十一章 天人五衰 周一的病人很多 一直忙到下午两点 才送走了最后一名病人 云青岩一直待在诊所 偶尔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骑老虎满脸 兴奋地走进诊所 柳先生 地方选好了 如果你有时间 我带你去看看 柳萍点点头 扭头看着孔红玉 孔老 你们去吃饭 我一会儿就回来 孔红玉笑着点头 你去忙吧 云青岩看到柳萍要出去 毫不犹豫地跟在柳萍身边 两辆猛士一前一后驶出市区 沿着乡村公路行驶二十多分钟 一座荒山出现在眼前 骑老虎下车站在路边 仔细介绍 这座山方圆超过十公里 村民在山上养殖家庭 村民不允许我们破坏山上的草木 柳萍满意地点点头 地方不错 有水源和电源吗 骑老虎摇了摇头 我们要自己打紧 可以从村子接电源 还要修建厕所和化粪池 柳萍想了想 看着骑老虎 尽快与村民签订租赁合同 不要在意金钱 行 柳萍和云青岩回到市区 找了一家不错的饭店 随便吃了一点 回到诊所 孔老正带着学生分析病例 孔红欲笑呵呵望着柳萍 小柳 回来了 你还知道学生 我累了 柳萍点头坐下 加入到学生们的讨论中 云青岩静静地坐在柳萍身后 看到柳萍不仅能指出学生的错误 还能指出产生错误的原因 以及如何避免发生错误 面纱后的美目冒出无数小星星 一踩不断 能陪伴这个男人走完人生 上天对自己不薄 五点刚过 柳萍接到田财汉的电话 田叔叔 你找我 柳萍疑惑地问道 田财汉语气沉重且焦急 柳萍 你明天有事吗 我想让你去一趟精灵 我的老领导突发重病 精灵医院束手无策 已经下达病危通知了 柳萍想了想 认真地解释 田叔叔 我明天约了一个癌症患者 能不能把老人接到江城来 田财汉沉默了几秒钟 柳萍 我们连夜去精灵 明天早上回来 行吗 柳萍毫不犹豫地答应 行 我回去准备点东西 行 准备好了 给我电话 田财汉挂断电话 着手准备 柳萍走到孔红玉身前 孔老 我现在去精灵 恐怕回不来 你和彭老商量一下 明天让彭老或朗老来坐枕 孔红玉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 柳萍把一坛药酒放在猛士车里 电话通知了邱青雅 与云青岩回到半山别墅 邱青雅已经回到家 准备好了行李箱 柳萍把一株人参放进行李箱 拨通了田财汉的电话 约定见面地点 柳萍放心不下云青号 赶到二号别墅 检查了云青号的脉象 确认云青号恢复正常 驾车离开半山别墅 接上田财汉 驶入高速 病人是我的老领导顾书清 八十多岁了 退休前是淮安省副省手 对我有知遇之恩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 田财汉脸色凝重 语气低沉 柳萍郑重地点头 田叔叔 请放心 我一定竭尽全力 三个小时后进入金陵市区 天已经完全黑了 本市车直接开进金陵市医院 田财汉拨通了顾书清 大儿子故意的电话 大哥 老爷子在哪个病房 财汉 你来了 直接到住院部 我让顾俊下楼接你 田财汉听到顾义的声音 有气无力 看来顾书清的情况不乐观 顾俊脸形方正 浓眉大眼 一身正气 但此时的顾俊满脸疲惫 眼睛没有丝毫光泽 向田财汉找了招手 财汉 跟我来 田财汉把柳萍介绍给顾俊 二哥 他叫柳萍 江城的中医圣手 我带他来 是想让他给老爷子看看 顾俊向柳萍点了点头 谢谢小兄弟了 老爷子情况不好 请恕我怠慢了 柳萍无所谓的笑了笑 顾叔叔 我一定尽力 顾俊领着田财汉和柳萍 走进高级特护病房 病房里站着一男两女 男子是顾俊 年近六旬 头发花白 满脸疲惫 与田财汉握了握手 路上辛苦了 田财汉看了一眼病床上的老人 大哥 情况怎么样了 顾俊摇了摇头 不乐观 专家正在会诊 还没有出结果 柳萍站在田财汉身后 认真地观察老人的脸色 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小天人五衰 再不救治 很快步入大天人五衰 神仙难救 田财汉把柳萍介绍给顾俊 大哥 他叫柳萍 中医圣手 我想让他给老爷子检查一下 顾俊眼里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如此年轻 医术能强到哪里去 但这是田财汉的一片心意 不忍拒绝 点了点头 小了 田财汉的话还没有说完 病房门被推看 六名身穿白大褂的专家走了进来 顾俊快步走到为首地 戴着眼镜的专家身前 殷教授 怎么样 殷展鹤教授无奈地叹了一口 从目前的检查结果看 顾老的脏气开始衰竭 只能用药物激发顾老脏气的活力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殷展鹤把手里的文件夹递给顾俊 这是我们商定的治疗方案 请过目 如果没有意见 请签字 顾俊简单地看了一遍 鬼使神差地把治疗方案 递到身边的柳萍手里 柳萍看完治疗方案 忍不住大声喝道 你们这是治病吗 这是杀人 一名老专家满脸怒涩 瞪着眼睛盯着柳萍 小伙子 你怎么说话呢 这是我们几个专家 商讨决定的结果 殷展鹤什么时候受过如此呵斥 如果不是看在顾老的面子上 早就扭头离开了 阴沉着脸瞪着柳萍 小伙子 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 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 如果你真有本事 说说我的治疗方案 哪里不合理 柳萍脸色平静 认真的看着殷展鹤 顾老脏气衰竭 你不否认吧 殷展鹤点了点头 确实如此 柳萍继续询问 你的治疗方法 是给顾老注射激素 令顾老的脏气加速工作 我没说错吧 殷展鹤再次点头 你没说错 柳萍扭头看着顾老 激素确实能激发顾老的脏气的功能 但顾老仅存的一丝生机 也会被耗尽 这不是杀人吗 殷展鹤满脸大汗 满眼不可思议地看着柳萍 确实存在你说的情况 但这是目前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 难道你有更好的治疗方法 第92章 顾老醒来 柳萍认真的点了点头 针灸加方计 中医 什么时候中医可以大言不惭了 一名中医满眼鄙视 出言嘲讽 柳萍脸色平静地看着顾义 顾叔叔 该怎么做 你决定 房间里寂静无声 每个人都静静地望着顾义 顾义沉默了几分钟 望着殷展鹤 语气沉重 殷教授 柳萍说的是真的吗 殷展鹤满脸尴尬 虽不愿意承认 但不得不点头 满眼无奈地解释 使用激素激发脏气的潜力 确实存在无法预测的后果 顾老有一定的几率醒过来 顾义顿时瞪大了眼睛 殷教授 你的意思是 有一定几率醒不过来 殷展鹤无奈地点头 但凡有其他方法 我们也不会使用激素 激发顾老的脏气的潜力 顾义扭头望着柳萍 小柳 你跟我说实话 你有几成把握 柳萍笑了笑 顾老现在是小天人武衰 治疗起来并不麻烦 但要痊愈 需要一致两个月 如果再不及时治疗 不如大天人武衰 神仙难救 一名专家鄙视地看着柳萍 年轻人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我倒想看看 你是如何救治顾老爷子的 顾义满眼期待 紧紧拉住柳萍的双手 你是说 你有办法治好老爷子 柳萍郑重地点了点头 顾义焦急地问道 需要我准备什么 柳萍写出三张药方 编上号码 交给顾义 市医院一定有中医科 立即熬药 再拿两套银针过来 顾义接过药方看了一眼 转身递给妹妹顾驾 佳佳 你去安排 越快越好 音展鹤满脸冷笑 我能旁观吗 柳萍无所谓地点了点头 你们都可以留在这里 但不许打扰我 顾义重重地拍了拍柳萍的肩膀 老爷子交给你了 没有人敢打扰你 护士拿着两盒银针 和酒精灯 走进病房 柳萍给所有银针消毒后 首先把四枚银针 刺进顾老的头部 解开顾老的衣扣 与护士合力脱去衣服 抓起树莓银针 快速刺进顾老爷子上半身的穴位 护住心肝 脾胃肾等脏气 减缓脏气的衰竭速度 柳萍一心二用 左手握住顾老的脉门 内力缓慢进入顾老的体内 温养脏气 右手捏住刺进顾老体内的银针 缓慢注入内力 疏通经脉 一个小时后 监护一发出鸣叫声 快看 心跳加缩了 血压升了 快接近正常水平了 顾老的脸上出现血色 顾义和顾敏满眼期待 不停地搓着双手 不敢发出一丝响动 柳萍感觉顾老的脏气功能 正在缓慢恢复 扭头看着护士 一号药汁 静脉注射 护士立即拿起针管 把一号药汁注入顾老的静脉 柳萍继续催动内力 温养顾老的脏气 半个小时后 对护士说道 准备尿罐和使电 不一会儿 顾老排除深红色的尿液 和恶臭的粪便 柳萍尝出了一口气 擦去脸上的汗珠 虽然脸色苍白 但却挂满笑容 顾老的命保住了 护士 二号和三号药汁 静脉注射 故意小声地问道 小柳 老爷子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柳萍笑着解释 我点了老爷子的睡学 让他多睡一会儿 有利于恢复脏气功能 故意看到监护医上的数据 已经正常 不由地尝出了一口气 柳萍从胯包里 拿出半截人参 随手掰下拇指大小的一块 又写出一张药方 交给顾家 阿姨 人参 药材和乌鸡翅膀一起熬汤 大火煮开后 温火慢炖四小时 我在这里等你 顾家接过人参和药方 快步走了出去 故意拿起柳萍手里的 小半截人参 仔细观看 眼里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这是年份人参 至少五十年以上 柳萍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朋友给的 我没问过年份 包括鹰展鹤在内的西医专家 都感觉脸被打得生疼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鹰展鹤满脸尴尬 恭敬地看着柳萍 柳医生 你是怎么做到的 能给我们讲讲吗 柳萍眼里闪过一丝寒光 冷冷地盯着鹰展鹤 你们不懂中医 我不怪你们 但你们不该瞧不起 老祖宗传承了几千年的国宝 上退一百年 甚至两百年 西医在哪 几个老中医不知如何反驳 都红着脸低下头 柳萍凌厉地目光 从几名专家的脸上扫过 语气冰冷 无知不是过错 但无知还要出来装闭 就是问题了 故意感觉气氛诡异 急忙转移话题 小柳 你一路舟车劳顿 我们去喝一杯 柳萍笑着摇摇头 再等一会儿 顾老喝下鸡汤以后 我还要检查一次 鹰展鹤暗叹了一口气 脸丢大了 带着其他专家离开病房 柳萍盘膝坐在墙角的椅子上 我休息一会儿 阿姨回来 叫醒我 故意眼里闪过一丝异彩 附在田财汉耳边 小声问道 柳萍会功夫 他刚才的用内力 给老爷子治疗吗 田财汉认真的点了点头 柳萍不仅医术高超 功夫更厉害 现在是江城寻补房的 格斗总教官 顾佳拎着石盒走进病房 看了一眼正在运工调戏的柳萍 征寻的目光落在故意的脸上 田财汉走到柳萍身边 轻轻拍了拍柳萍的肩膀 柳萍慢慢睁开眼睛 双脚落地 走到顾佳身边 打开石盒闻了闻 满意地点了点头 火候不错 鸡汤很清淡 适合顾老爷子 柳萍拔出顾老爷子身上的所有音针 咳 顾老爷子慢慢睁开眼睛 咳嗽几声 看到儿女都在身边 深感欣慰 呼出一口长气 憋死我了 柳萍扶着顾老慢慢坐起来 老爷子深呼吸 顾老爷子连续几个深呼吸后 柳萍扶着顾老爷子嘴对着地面 你们闪开 顾老妖兔 故意等人急忙闪开 柳萍的内力进入左掌 猛地拍在顾老的后背 扑 顾老爷子张嘴喷出浓潭 潭里夹杂着漆黑的血块 呼 顾老长出了一口气 忍不住称赞 太舒服了 小伙子的衣术不错 柳萍点点头 拿起石盒 倒出一碗鸡汤 递到顾老爷子面前 老爷子 喝了吧 咕嘟咕嘟 顾老爷子一口气喝光鸡汤 认真的看着柳萍 小家伙 你跟我说实话 我还能活多久 柳萍检查过顾老爷子的脉象 看着顾老爷子 老爷子 你以后可不能再任性了 更不能偷着喝酒 顾老爷子满脸通红 疑惑地看着柳萍 你看出来了 柳萍面带笑容 老爷子 如果你听我的 你不仅可以喝酒 至少还能活十年 顾老瞪大眼睛盯着柳萍 你要是敢骗我 我打你屁屁 柳萍似笑非笑地看着顾老爷子 那你听我的吗 只要有酒喝 肯定听你的 顾老爷子毫不犹豫地回答 柳萍台湾看了一眼时间 低头沉思片刻 认真地看着顾义 顾叔叔 我明天上午约了癌症患者 不能留在这里 如果你们有时间 最好陪着老爷子去江州 老爷子还需要针灸几次 第93章 通用疗法 经过商议 顾义和顾家 陪着顾老爷子前往江城 住在柳萍的别墅 众人简单地吃了一点东西 柳萍驾驶猛逝 领着救护车驶入高速 向江城驶去 凌晨4点 两辆车抵达半山别墅 把顾老爷子三人 安排在柳萍居住的 三号别墅内 邱青雅和陶佩云 两人走进厨房 炒了几个菜 柳萍把药酒拎到餐厅 给顾老倒了一两 顾老 这是我配置的养生酒 您每顿饭喝一点 对你的身体有好处 顾老轻轻地抿了一口 满眼难以置信 这就不错 喝下去一股热气 在体内乱窜 很舒服 柳萍笑着解释 您年纪大了 不能多喝 坚持三个月 您的身体能恢复到 六十多岁的状态 故意满眼期待地望着柳萍 我能喝吗 柳萍点点头 你也可以喝 每次不能超过一两 药酒的主要作用的 调理身体机能 饭后 顾老爷子三人进房休息 柳萍则运工调息 恢复体力 天光大亮 柳萍洗漱完毕 驾车赶到市中医院 走进孔红浴的诊室 范子勋陪着一个 年近七旬的老者 坐在诊室内 一个中年女人 坐在诊台前 孔红浴正在 检查女子的脉象 小柳 快过来 检查一下患者的情况 孔红浴抬手打招呼 站了起来 让出诊位 柳萍也没客气 坐在诊位上 检查过女子的 双腕脉象后 认真地看着女子 你是肝癌中期 接近晚期 我能治 但我想与你商量一下 女子脸上露出笑容 柳医生 请直言 柳萍不好意思地 挠了脑脑袋 我能在两周之内 治好你的病 不会复发 不过 我想研制治疗 肝癌的药物 想通过你试试药效 如果你不愿意 就当我没说 中年女子询问的目光 落在老者的脸上 范子勋急忙 把老者介绍给柳萍 小柳 这位是贾家的 老家主贾祖明 病人是贾老家主的 女儿贾秀婷 贾祖明给柳萍 身居一躬 老朽有愧 柳萍随意地笑了笑 贾老家主 事情已经过去了 还是谈谈阿姨的病情吧 贾秀婷没想到 柳萍如此开明 不计前嫌 满眼感激 认真地看着贾祖明 父亲 我愿意配合柳医生 试验药物 贾祖明点点头 你决定了 我不反对 小柳 我把女儿交给你了 我希望她能痊愈 柳萍郑重地点了点头 贾老家主 请放心 秀婷阿姨 一定能健康地回家 孔红玉很快给贾秀婷 安排好病房 柳萍看出两张药方 交给护士 立即熬药 每张药方熬制三副药 柳萍看了一眼贾祖明 贾老 你们先出去吧 我要给秀婷阿姨针酒 孔红玉满眼期待 我留下 老范 你陪着贾老家主 范子勋点了点头 与贾祖明走了出去 柳萍认真地看着贾秀婷 贾阿姨 我现在还做不到盲针 你要脱掉衣裤 贾秀婷的脸顿时红了 虽然她生过孩子 可是让她在年轻男人面前脱去衣服 还是有些抹不开面子 犹豫着脱掉外套 紧穿着一件小裤 闭着眼睛 躺在治疗床上 贾秀婷虽然已经四十多岁了 可是保养得很好 皮肤细腻白嫩 没有一丝多余的坠肉 柳萍感觉丹田气海 升起一股热流 急忙运转阴阳五行诀 熄灭火焰 郑重地说道 阿姨 我要疏通你的经脉 提高你身体的抵抗力 如果感到不适 立即告诉我 嗯 贾秀婷闭着眼睛回应 恐红欲疑惑地看着柳萍 疏通肝精吗 柳萍点点头 我的想法是 首先疏通肝精 用药物排除肝脏内的余毒 然后疏通与淋巴系统有关的经脉 提高免疫力 最后用药物杀死肿瘤细胞 恐红欲满眼期待 如果成功了 是全新的中医治疗肝癌的方法 是患者的福音 柳萍拿起树莓银针 刺进贾秀婷的肝精穴位 内力缓缓进入贾秀婷的体内 贾秀婷感觉 一股热流在体内流动 热流所过之处 舒服无比 不由自主地轻声呢喃 该死 怎么能发出那种 令人难堪的声音 贾秀婷脸如红纸 内心极度羞怯 暗骂自己不知羞耻 三个小时后 柳萍疏通了贾秀婷的全身经脉 拔出银针 疲惫地坐在椅子上 扭头看着护士 把药汁拿过来 让阿姨服下 贾秀婷喝完两袋药汁 穿上衣裤 斜靠在床头休息 柳萍认真地叮嘱贾秀婷 阿姨 半个小时后 会出现肚子痛 不用在意 让护士扶着你去厕所 排空体内的污污 我让护士给你准备小米粥 晚一点再喝一次药 贾秀婷点点头 我知道了 明天早上再喝一副 我回去了 有事给我打电话 柳萍把电话号码 留个贾秀婷 回到诊所 郎道如带着学生们 接诊病人 小柳 你回来了 患者的情况怎么样 郎道如笑着打招呼 肝癌终晚期 柳萍认真地看着郎道如 郎老 我有事跟你商量 郎道如扭头看着宋伟伦 你来坐诊 遇到解决不了的病症 叫我们 宋伟伦认真地点了点头 柳萍和郎道如走进休息室 陈洪蕊给两人端来热茶 郎道如喝了一口茶 看着柳萍 你有什么想法 柳萍沉思几秒 表情沉重 郎老 虽然我可以轻松治好肝癌患者 但我的治疗方法无法推广 所以我想寻找一种 可以推广的治疗方法 郎道如眼里放出金光 赞赏地盯着柳萍 好主意 困难很大 柳萍点点头 郎老 你帮我整理一些 中医治疗肝癌的药方 我准备利用针灸 提升淋巴系统的抵抗力 结合养肝护肝的药剂 看看治疗效果 郎道如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和彭胜瑞做过研究 只是治疗效果不明显 半途而废 明天让白子涵给你带过来 柳萍心中一喜 有了郎老和彭老的研究成果 自己能省去很多时间 脑子里浮现出 各种可能的治疗方法 郎老看到柳萍陷入沉思 小心地走出休息室 午饭时间 陈洪蕊走进休息室 拍了一下柳萍的肩膀 萍哥哥 该吃饭了 柳萍笑了笑 跟着陈洪蕊走出休息室 第94章 七家抢买 下午 柳萍又给顾老爷子 配了两副药 让白子涵熬出一周的药量 下班后 柳萍给邱青雅打了一个电话 带着药带回到别墅 顾家陪着顾老爷子 和陈佩云 在客厅里喝茶聊天 柳萍没看到顾义 随口询问 老爷子 顾叔叔呢 陈佩云给柳萍倒了一杯茶 柳萍 你陪着顾老爷子喝茶 我去做饭 柳萍把药带放进冰箱 笑着说道 陈阿姨 你休息吧 我来做饭 陈佩云笑了笑 顾老爷子 对门走了进来 关心的看着顾老爷子 顾老 今天感觉怎么样 顾老哈哈大笑 在你们家能喝到酒 感觉太好了 不一会儿 菜肴摆在餐桌上 清蒸鱼 溜肉片 蒜香排骨 爆炒鸡丁 西芹百合 速炒青菜 还有砂锅君汤 顾老坐在餐桌边 闻着肆意的香气 忍不住称赞 颜色不错 香气浓郁 看样子菜品不差 柳萍给顾老倒了一两药酒 老爷子 尝尝我的手艺 邱青雅拿出珍藏的红酒 给顾家倒了一杯 顾阿姨 我珍藏的 一顿饭吃的温馨和睦 仿佛像一家人一样 顾家眼里满是欣赏和佩服 青雅 你的眼光真好 找到了如此优秀的如意郎君 邱青雅脸一红 我爷爷十几年前给我钉得轻 我们两人阴差阳错走到了一起 柳萍看到顾老爷子把酒喝光 满脸不尽兴 笑着说道 老爷子 过过酒饮就行了 可不能多喝 我给你准备了中药 顾老爷子也没矫情 点头同意 晚饭后 柳萍接到蓝贤静的电话 让柳萍立即前往贤雅会所 商量事情 柳萍和邱青雅 驱车赶到会所 没想到陈潇峰 盛峰和高麒麟三人也在 三人脸上挂着郁闷和焦急 柳萍和邱青雅坐在茶桌周围 接过蓝贤静递过来的茶杯 静姐 出什么事情了 柳萍喝了一口茶 疑惑地问道 蓝贤静看了一眼陈潇峰 萧峰 你来说吧 陈潇峰点了点头 把事情讲了一遍 亮丽化妆品效果齐家 在淮安省引起轰动 不断有人联系陈潇峰 希望出资入股 都被陈潇峰以各种理由拒绝了 今天下午 精灵七家的三少爷七强 带着两名舞者抵达化妆品生产场 扬言出资一亿 收购化妆品公司30%的股份 被陈潇峰言辞拒绝 七强誓言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 明天还要来化妆品公司 我派人调查过了 七家实力雄厚 与精灵的黑白两道都有联系 最近又与武术世家结盟 不能小觑 柳平眼里闪过一丝灵力 如果明天上午 七强去化妆品厂 给我电话 我去挥挥他 蓝贤峰越发担心 仅仅一个七家并不可怕 我们不了解七家背后的武术世家 还是要小心点 尽可能不要发生冲突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没什么可担心的 柳平魂不在意 认真的看着蓝贤峰 静姐 我们早晚会遇到这种情况 必须制服他们 才能安稳发展 如果连一个小小的七家都对付不了 什么都不用做了 蓝贤峰暗叹了一口气 严肃地望着柳平 无论你做什么 姐都支持你 如果你对付不了七家 我会逼着老爷子出手 柳平看着陈霄峰 明天看到七强 你不要与他正面冲突 给我电话 陈霄峰点了点头 我明白 蓝贤峰拿出一份文件 递给柳平 这是购地手续 范老的计划 是购买十五亩土地 我考虑未来的发展 擅作主张 购买了二十五亩 土地出让金也交了 谢谢金姐 柳平接过文件 简单地看了一遍 跟姐还客浅 尽快拿出医院的整体规划 我找人规划设计 蓝贤峰翻了一个白眼 坐在邱青雅身边 柳平点了点头 周末与恐红玉四老商量一下 柳平和邱青雅 在会所待了一会儿 返回别墅 顾老已经休息 顾义和顾家 坐在客厅里喝茶 邱青雅坐在顾家身边 阿姨 你们了解精灵七家吗 顾义吃了一惊 瞪大眼睛盯着柳平 柳平 你们招惹七家了 柳平脸上露出斜斜的笑容 不是我招惹了七家 是七家的人 想抢买我的化妆品厂 我准备跟七家好好玩玩 顾义表情明重 柳平 七家实力雄厚 能不招惹 最好不要招惹 柳平眼里深出寒光 即使我不想招惹七家 七家也不会善罢甘休 如果七家不知好歹 我就灭了七家 顾义满眼不解 担心地望着柳平 你羽毛卫风 根本不是七家的对手 七家背后站着武术世家 即使你会功夫 也不是老牌舞者的对手 三思而后行 柳平脸上露出笑容 顾书说 你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一夜无话 柳平吃过早餐 把邱青雅送到单位 驱车赶到诊所 白子涵拿出一个文件袋 交给柳平 师叔 这是朗老让我交给你的 谢谢 柳平接过文件袋 坐在诊台旁边 看到学生们都跃跃欲试 笑着说道 你们都别着急 每天一个人 轮流坐诊 从宋伟伦开始 谢谢师叔 宋伟伦满眼激动 坐在医生的位置上 柳平轻声提醒 记住中医诊断四要素 望闻问切 切不可大意 是 宋伟伦认真地点头 柳平又看了一眼其他学生 今天那组负责抓药和熬药 做好准备 女学生常若熙立即回答 师叔 今天我们组负责 已经准备好了 柳平满意地点点头 各就各位吧 患者都是附近的居民 都是一些陈年老病 宋伟伦在柳平的指导下 处理得干净利索 病人都高高兴兴地离开诊所 上午11点 柳平接到陈霄峰电话 陈霄峰平静地说道 柳平 七强来了 要见大股东 柳平眼里闪过一丝寒光 七家还真是不知死活 对着话筒说道 告诉七强 我一会就到 第95章 控制七强 柳平走进会议室 七强得得嗖嗖地协坐在椅子上 晃动着二郎腿 左右各坐着一名中年人 两名中年人 体内气息涌动 都是实力不弱的舞者 陈霄峰站了起来 向柳平招了招手 柳平 过来坐 七强目光阴沉 皮肤白净 仔细打量柳平几眼 满眼鄙视 你就是柳平 平静化妆品公司的大股东 柳平淡淡地点头 你就是七家的七强 想购买化妆品公司的股份 七强撇了撇嘴 拿出一份合同 扔给柳平 我出一个亿 购买化妆品公司 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你签字吧 柳平脸上露出斜斜的笑容 似笑非笑地看着七强 你出门之前没吃药吧 扑吃 陈霄峰忍不住笑出声来 七强满眼阴狠 柳平 你敢骂我 你想死吗 你知不知道七家 在淮安省的实力 买你的股份 是给你面子 柳平眼里闪过一丝寒光 看着七强 你真想买股份 七强满眼不现 柳平点点头 既然你想买 我也不为难你 五千亿 卖给你百分之十的股份 七强蹭的一声站了起来 眼里喷出怒火 你敢耍我 柳平悠闲地靠在椅子上 平静地看着七强 耍你 耍你有意思吗 你又不是猴子 七强满眼怨毒 语气阴狠 小子 得罪七家 你等着化妆品公司关门吧 我们走 我让你们走了吗 柳平慢慢站站了起来 走动七强身前 想恐吓就恐吓 想搞事就搞事 你以为这里是七家的后花园吗 一高一矮两名中年 把七强挡在身后 灵力的目光 紧紧盯在柳平的脸上 七强满眼难以置信 阴狠地盯着柳平 你要留下我吃饭 柳平表情越来越冷 大声怒吓 跪下道歉 哄 柳平的话像炸雷一样 在七强的脑海中炸响 七强双眼通红 指着柳平 恶狠狠地说道 是你自己找死 别怪我了 四叔 帮我废了他 给他留一口气 矮个中年人走到柳平身前 满眼不屑 鄙视地看着柳平 我是灵狐家族的灵狐宇杰 先天中期巅峰 怪只怪你自不量力 得罪了七家 柳平脸上露出斜斜的笑容 看着令狐宇杰 令狐宇杰 好好珍惜你的功夫吧 以后没有了 找死 灵狐宇杰怒吼一声 挥拳砸向柳平 七强脸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令狐宇杰的功夫极高 在武术世家 也是不可多得的功夫高手 柳平遇到了令狐宇杰 定然骨断惊蛇 站在七强身边的高个中年人 看到柳平念不改色 心生疑惑 难道柳平也是功夫高手 柳平看到令狐宇杰的拳头 到了自己的身前 双脚一挫 闪身避开 又长狠狠地拍在 令狐宇杰的丹田气海上 破 令狐宇杰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蹬蹬后退几步 满眼恐惧 声音断断续续 你是 先天后妻 你竟然废掉了我的 丹田 柳平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你只不过是一个废物 好好享受剩余的人生吧 高个中年人猛地向前跨出一步 伸手扶住灵狐宇杰 四弟 你好好看着 我给你报仇 七强惊呆了 事情已经完全脱离了他的掌控 不祥的预感在体内蔓延 柳平淡淡地看着高个中年人 你不自我介绍一下吗 我不废无名之辈 高个中年人眼里喷出怒火 我是灵狐家主的三弟 令狐一辰 小子 你废了雨节的丹田 我要把你措骨扬灰 柳平掏了掏耳朵 满眼不屑 乃来的疯狗 争吵 令狐一辰知道 柳平的实力不在自己之下 深吸了几口气 心情平静下来 柳平暗暗点头 不愧是来自武术世家 虽然极度愤怒 但转眼之间便控制住情绪 去死吧 令狐一辰怒喝一声 身形跃起 拳头狠狠砸向柳平心口 柳平突破没几天 境界刚刚稳定 也想试试自己的真正实力 内力疯狂涌入右臂 挥动右拳迎击 七强看到柳平 自不量力的挥拳迎击 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仿佛看到了柳平浑身是血 丹田破碎的画面 令狐一辰面目猙獰 自己几年前就突破了先天后期 绝不相信柳平能接下自己的全力一击 大声怒吼 自不量力 去死吧 碰 两只拳头撞在一起 传出骨头碎裂的咔嚓声 啊 随着惨叫声 一个身影道飞出去 摔在地上 七强看到柳平静静地站在原地 顿时惊呆了 扭头看向倒在地上的灵狐一尘 灵狐一尘倒地昏迷 小臂与上臂 呈诡异的90度 断骨穿破皮肤 血如泉涌 七强身体不受控制地摇晃几下 扑通一声跌坐在地上 恐惧地望着柳平 柳平慢慢走到七强身前 轻轻拍了拍七强的脸蛋 能废掉我功夫的人很多 但都被我废掉了 七家的结果也一样 七强越发恐惧 色力内忍地盯着柳平 小子 你敢得罪七家 不会有好下场的 柳平眼里射出灵力的寒光 直刺七强的心脏 七强激灵地打个冷战 感觉像被凶残的洪荒猛兽叮住 柳平语气冰冷 给七家家主打电话 让他带着1500亿来赎人 12个小时后 我还没有收到资金 让他给你们收尸 七强擅作主张来到江城 家主七处风毫不知情 七强不敢拨打家主的电话 脸色阴晴不定 柳平目光锐利 语气冰冷 七强已经开始计时了 打不打电话随你 七强感觉当不潮湿 传出心骚气味 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 拨通父亲七处伟的电话 与带哭腔 爸爸 你快来救我 柳平一把夺过手机 冷冷地说道 我是江城柳平 你儿子来我工厂搞事 被我扣下了 你带1500亿来接人 给你12个小时 小子 你竟敢得罪七家 是不是活腻了 七柱峰大声怒吼 柳平哼了一声 小小七家 随手可灭 欢迎七家报复 啪 柳平把七强的手机摔在地上 零件散落一地 七强冒出一身冷汗 浑身战裂 满眼惊涵 我父亲一定会给钱的 你不能伤害我 废物 柳平骂了一句 拿出几枚银针 刺进七强的头部 七强眼睛一翻 昏了过去 柳平又用银针 控制住灵狐兄弟的伤情 封住丹田气海 确保二人不死 但又无法施展内力 陈潇峰吃惊地看着柳平 接下来怎么办 柳平拍了拍陈潇峰的肩膀 不用担心 把他们关到静姐的会所 等着七家人来找我 第九十六章 七家屈服 蓝贤静看到七强三人全部昏迷 暗叹了一口气 看着令狐一城的断臂 满眼担心 柳平 把断臂接上吧 毕竟是武术世家的人 柳平点点头 麻利地接好令狐一城的断臂 用家板固定 蓝贤静表情凝重 担心地望着柳平 七家定会报复 你千万要小心 柳平笑着点头 静姐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精灵七家 七住尾迅速跑进一室厅 惊恐地望着七住风 大哥 七强被人扣在江城了 七住风愣了一下 江城竟然有人敢得罪七家 吃了雄心抱子胆吗 七住尾满眼焦急 催促七住风 大哥 对方让我们拿1500亿去赎人 1500亿 七住风顿时呆住 狐疑地看着七住尾 七强为什么去江城 得罪谁了 七住尾沉思片刻 对方叫柳平 七住风眉头皱了一下 瞪着眼睛盯着七住尾 江城有信有的大家族吗 马上调查 我要柳平的详细资料 查清七强去江州的目的 灵狐一城和灵狐宇杰去奶了 他们不是在保护七强吗 七住尾立即掏出电话 命人调查柳平 一个小时后 一名身穿西装的中年人 走进议事厅 把一份材料 放在七住风的面前 家主 这是柳平的资料 七住风越看越心惊 柳平绰号温神 不仅医术通神 善于用读 而且还是先天巅峰舞者 灵狐一城仅是先天后妻 看来灵狐兄弟也凶多吉少了 七住尾领着一个年轻人 走进议事厅 大哥 七刚知道七强去江城的目的 七住风眼神不善 瞪着七刚 七刚 七强为什么去江城 七刚给七住风行了一个礼 大伯 江城的平静靓丽 化妆品公司生产的化妆品 美容效果齐佳 强哥带着灵狐兄弟去江城 是想购买化妆品公司的股份 平静靓丽 化妆品公司 七住风重复一句 拨通了江城孙家家主 孙楚的电话 孙家主 你好 孙楚没想到七住风打来电话 脑子里满是问号 笑着回应 七家主 听到你的声音 真是令人愉快 七住风开门见山 孙家主 你知道平静靓丽 化妆品公司吗 知道啊 七家主有什么疑问 孙楚疑惑地反问 七住风说出心中想法 孙家主 我想知道 平静靓丽 化妆品公司的背景 温神柳平是大股东 帝都兰家的病丫头 有股份 还有三个家族的年轻人 孙楚如实说出股份情况 我知道了 谢谢孙家主 有时间 我亲自登门致谢 帝都兰家的病丫头 是七家能惹得起的吗 七住风如遭重击 满脸疲惫 七刚是什么货色 七住风心知肚明 肯定是强买强卖 惹怒柳平 被柳平扣在江城 如果仅仅是七强一个人 七住风会毫不犹豫地放弃 可是灵狐兄弟是为了保护七强 陷在了江城 无论多少钱 七家都必须把人救出来 给灵狐家族一个交代 七住尾满眼焦急地望着七住风 大哥 现在怎么办 七住风大声怒吼 你儿子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竟敢招惹帝都兰家 你不知道吗 不 七住尾也没想到 事情如此严重 低着头 不知该说什么 七住尾冷冷地盯着七住风 我亲自去接人 你和七强即刻滚出七家 七家太小了 容不下你们父子 你们父子以后所做的任何事情 都与七家没关系 我会通到精灵的所有家族 七住尾满眼愿毒地盯着七住风 我们是亲兄弟 你竟如此绝情 好自为之吧 七住风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柳平 我要杀了你 七住尾疯狂地冲了出去 回到自己的房间 从抽屉里拿出一部手机 按下号码拨了出去 联系杀手 五百万 要一个人的命 把信息发给我 一周以后给你结果 对方说完 挂断了电话 柳平并不知道 七强父亲雇佣杀手 回到诊所继续指导学生 下午五点 柳平接到蓝贤静的电话 精灵七家家主来了 柳平给邱青雅打了一个电话 让邱青雅先回家 驱车抵达贤雅会所 七住风看到柳平面色平静 不亢不卑 不骄不躁 暗暗点头 四子确实与众不同 柳平坐在七住风对面 眼里闪过一丝灵力 七家主 你们七家做生意都是强行掠夺吗 七住风脸色通红 尴尬地看着柳平 柳先生 七强做的事情 我毫不知情 柳平脸上挂着冷笑 七家看来很厉害啊 强买不成 动用武力 还想废了我 七家竟然凌驾法律之上 谁给七家的胆子 依仗灵狐家族吗 七住风无言以对 柳平说的是事实 给柳平身居一躬 此事错在七家 我给你赔礼道歉 七家愿意赔偿 柳平给蓝贤静使了一个眼色 蓝贤静转身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 保安人员把七强三人拖进包厢 扔在地上 七住风恨不得杀了七强 看到灵狐兄弟浑身是血 满眼担心 灵狐兄弟没事吧 柳平面色平静 他们两人出手毫不留情 我也没有客气 一个人的丹田被废 另一个人的丹田被封 七住风暗出了一口长气 只要人没死 伤病总有办法解决 恭敬地拿出一张银行卡 递给柳平 卡里有两千亿 还请柳先生就请灵狐兄弟 柳平接过银行卡 随手扔给蓝贤静 蓝贤静点点头 转身走了出去 柳平拔出灵狐兄弟头上的银针 手指在两人身上点了几下 灵狐兄弟慢慢睁开眼睛 看到柳平站在身边 令狐一沉满眼怨恨 死死地盯着柳平 小子 灵狐家族不会放过你的 柳平脸上露出邪恶的笑容 欢迎报复 无论是明的还是暗的 我都接着 不过下次 灵狐家族没有这么幸运了 蓝贤静回到包厢 向柳平点了点头 柳平拿出银针 在七强身上刺了几下 封住七强的全身经脉 面带微笑地看着七柱锋 钱收到了 人归你 希望七家继续报复 七柱锋命随行人员 把灵狐兄弟和七强扶出包厢 与柳平和蓝贤静打了一声招呼 走出包厢 蓝贤静疑惑地望着柳平 七家屈服了 我感觉不太现实 柳平轻轻地拍了拍蓝贤静的脸蛋 七家虽然害怕我的功夫和毒药 但更害怕你爷爷 蓝贤静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你这么说 倒是符合情理 我从七珠峰的眼神里看到 七家要放弃七强 柳平点点头 如果七强不顾一切的疯狂报复 倒是有些麻烦 帝都瑞锦曼的办公司 蝴蝶拿着一份材料走了进来 瑞总 刚刚收到的 柳平费了灵狐一尘和令狐雨节 敲诈了七家两千亿 瑞锦曼眼里闪过一丝寒光 派人调查七家 如果七家暗中报复柳平 灭了七家 蝴蝶满眼不解 点点头走了出去 瑞锦曼走到窗前 轻声自语 虽然我恨你 但你的徒弟毕竟是我的晚辈 你不在他身边 我来帮你照顾 你永远也还不清我的人情 第九十七章 中药产业 柳平回到诊所 看到学生们正在讨论病情 满意地点头 随口问道 有疑问吗 白子涵和乔广成站了起来 两人对视了一眼 白子涵认真地看着柳平 师叔 我们遇到几个问题 从各方面辩证 都感觉不合理 请师叔解惑 柳平坐在椅子上 说说你的问题 一个小时后 学生们满意地离开诊所 柳平拿出文件袋 仔细地分析狼道如 和彭胜瑞试验过的药方 虽然药方存在漏洞 但开拓了柳平的思路 晚上六点 钢牙和三虎来到诊所 先生 该下班了 钢牙轻声提醒 柳平点了点头 看到钢牙满脸疲惫 满眼疑惑 坐下 我检查一下你的身体 钢牙无所谓地坐在椅子上 我没事 训练强度大 累了 柳平检查过钢牙的脉象 认真地看着钢牙 从明天开始 减少训练量 恢复几天 跟老虎说一声 找个时间 你们都过来 我再给你们针灸一次 钢牙满眼感激 谢谢先生 我走了 柳平驱车回到半山别墅 敲开了二号别墅的房门 云青岩看到柳平 满眼笑意 快进来 云星号和少林雪 坐在客厅喝茶 柳平坐在椅子上 云叔说 我给你检查一下 我感觉双腿 基本恢复正常了 云星号笑着说道 柳平检查过 云星号的脉象后 沉思片刻 云叔说 你以前吃了太多的补药 药物的残毒积累在肝脏内 我开一副排毒的药方 明天让青岩去诊所抓药 连续服用一周 云青岩翻了一个白眼 你每天去诊所 不能把药带回来 柳平尴尬地挠了一下脑袋 我明天上午给尿毒症患者治疗 下午治疗肝癌患者 不知要忙到什么时候 云星号瞪大眼睛 不错眼珠地望着柳平 你能治疗肺癌晚期吗 柳平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对于我个人来说 治疗癌症并不难 但我的治疗方法无法推广 我正在寻找 可以推广的治疗癌症方法 云星号满眼赞赏 这才是你该做的事 叔叔能帮你做点什么 柳平笑着摇头 现在刚刚起步 我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 云星号表情凝重 我的好朋友仁春多 家住吴岳省临安市 是任家家主的兄弟 肺癌术后复发 十日不多 柳平明白云星号的话外音 重重地点点头 云叔叔 我离不开江城 治疗肺癌的时间也不短 你与人家商量一下 把病人接到江城 可以住在我的别墅 云星号重重地拍了一下柳平的肩膀 谢谢 我明天就与人家联系 叔叔 阿姨 你们早点休闲 我回去了 柳平回到三号别墅 邱青雅正准备出门 邱青雅满眼欢喜 你回来了 快去接雨昕 我给忘记了 柳平拍了一下脑袋 转身走了出去 一夜无话 柳平把邱青雅送到单位 驱车赶到市医院 拨通了彭胜瑞的电话 约好在尿毒症患者的病房见面 桑若新看到柳平 满脸激动 柳医生 你来了 柳平笑着点头 病人恢复得怎么样 桑若新满眼欣慰 看了一眼闭目休息的病人 每天检查 脏气功能已经完全恢复 神经系统和骨骼系统 也在慢慢恢复 柳平坐在病床边 检查过病人的迈向后 满意地点头 写出一张药方交给护士 从明天开始 按照这张药方服药 护士认真的点头 记在病例上 柳平站了起来 笑着对桑若新说道 阿姨 再过两周 病人就可以出院了 病人睁开眼睛 吃惊地看着柳平 你是柳医生 柳平点点头 你恢复得很好 如果在床上呆烦了 到院子里走走 男子伸出手 郑重地望着柳平 正式认识一下 我叫施明山 中药材商人 如果你需要名归药材 请直接找我 桑若新把施明山的名片 递给柳平 语气恭敬 柳医生 这是我先生的名片 柳平接过名片 笑着点头 施先生 等你痊愈以后 我们再商量 我确实需要很多名归药材 施明山脸上 露出开心的笑容 我能帮到柳医生 深感欣慰 柳平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 交给桑若新 阿姨 这是我的电话 我在核心路 开了一家中医诊所 如果打不通我的电话 去诊所找我 柳平离开市医院 看了一眼时间 驱车赶到普及堂 范子勋吃惊地看着柳平 你怎么来了 柳平笑了笑 我来看看 韦志远的恢复情况 顺便找你商量点事 范子勋认真地点点头 你去检查吧 地点点头 恢复得不错 过几天我没空 不能常来看你 我再给你开一副药 连续服用两周 就可以出院了 谢谢柳医生 韦志远满脸激动 出言感谢 范子勋和柳平 走进休息室 柳平看着范子勋 范老 我想成立一家中医药研究所 想让你们四老参与 范子勋满眼惊喜 你想研发中程药 柳平点了点头 我负责配置药方 和临床测试 你们四老带着学生经验药理 最好能工业化 范子勋郑重地点头 好主意 此事不能着急 医院建成后 成立科研所 做到产学研相结合 柳平笑着点头 我也是这么想的 研究所设在医院内 方便沟通 范子勋沉思片刻 认真地看着柳平 柳平 医院建成之后 我建议你 再开两个班 一个是真酒班 培养身边的十几名学生 再开一个药理班 讲解药理与药方 柳平微微点头 我明白 我又接了一个 肺癌术后复发的患者 我尽量抽出时间 准备讲义 范子勋满脸欣慰 需要我们做什么 你尽管说 我会的 柳平知道 孔红玉四老 为了弘扬中医 定会尽心竭力 不辞辛劳 柳平告别范子勋 回到诊所 诊所依然忙碌 乔广成在坐诊 其他学生们各负其责 有条不紊 柳平面带微笑 广成 遇到疑难杂症了吗 乔广成拿出一份病例 令人很满意 柳平写出五张药方 交给白子涵 每张方子熬制五份 第九十八章 风学手法 柳平拎着药袋 走进贾秀婷的病房 一个扎着马尾便 青春靓丽的女孩 坐在病床边 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 透着灵气 贾秀婷介绍柳平和女孩认识 柳平 这是我女儿咒佩岑 今年高三 佩岑 快叫叔叔 咒佩岑撅着嘴 满眼不愿意 她才多大 我叫哥哥 柳平笑着说道 阿姨 我确实比她大不了几岁 教我柳平就行 贾秀婷美好气地 瞪了咒佩岑一眼 都多大了 一点礼貌都不懂 柳平把药袋交给贾秀婷 阿姨 药袋我都编号了 我会叮嘱护士 暗示给你服药 贾秀婷点点头 让你费心了 一副药是养肝的 一副药是护肝的 一副药是增强免疫力的 还有两副药是温养身体的 柳平仔细地解释一遍 贾秀婷面带笑容 既然你是我的主治医师 一切听你的 我今天明显感觉 比昨天好很多 身体也有力气了 柳平满脸不好意思 贾阿姨 我想记录你的病例 和治疗过程 作为教学素材 您放心 绝不会泄露您的隐私 贾秀婷脸色微红 轻笑几声 只要不泄露隐私 你随意 咒佩岑脸如红纸 低着头摆弄着手指 犹犹豫豫豫说道 柳平 你能不能帮我检查一下 我那个 柳平笑了笑 随手写出一张药方 递给咒佩岑 大姨妈来的前三天服用 连服三天 以后少吃冰激凌类的良性食物 咒佩岑接过药方 满眼惊喜地望着柳平 你看出来了 柳平撇了撇嘴 我还知道 你平时衣服穿得薄 脚底凉 经常肚子痛 咒佩岑满脸尴尬 唯唯诺诺地看着贾秀婷 妈 我以后一定多穿衣服 再也不让你担心了 阿姨 我每三天来一次 按时服药 食物以清淡为主 如果感觉身体不适 立即给我打电话 柳平告别贾秀婷 回到诊所 继续指导学生诊病 精灵七家意识厅 七柱峰把灵狐兄弟接回精灵 第一时间 把七柱立和七柱红 召集到意识厅 七柱立和七柱红两人 得知事情的经过后 顿时惊呆了 愁容满面 七柱立望着七柱峰 大哥 我立即去请医生 七柱峰点点头 去吧 要快 四个小后 七柱立疲惫地回到意识厅 满眼绝望 大哥 精灵有名的中医都来了 没人知道是什么手法 根本不敢动手诊治 我们只能去求柳平了 七柱红咬牙切齿 该死的七强 给七家带来大灾难 真想杀了他 七柱峰叹了一口气 三弟 你派人盯着老二 如果他找人对付柳平 第一时间通知我 我现在联系灵狐家族 让灵狐家族出面 请医术世家的人 救治灵狐兄弟 七柱立担心地望着七柱峰 大哥 如果灵狐家族报复柳平 我们怎么办 七柱峰满脸无奈 还能怎么办 只能小以利弊 如果灵狐家族一意孤行 七家只好与灵狐家族断绝来往 柳平是帝都兰家丫头的主治医生 如果柳平出世 七家必然灭亡 精灵的一栋住宅楼里 七柱伟看着儿子七强 浑身无力地躺在床上 满眼怨恨 不仅痛恨柳平 更加痛恨七柱峰 发誓报复 七强满眼恐惧 声嘶力竭地大喊 我不要躺在床上 我要站起来 我要柳平死 七强的老婆朱西彤 面目猙獰 咬牙切齿 他们不让我们好过 我也不会放过他们 他们都该死 零 七柱伟看到 是财务总监的号码 立即接通 什么事 七总 公司账户被冻结了 银行线公司 在24小时内还清贷款 财务总监焦急地汇报 王八蛋 七柱伟怒骂一声 深吸了几口气 我们现在还欠多少贷款 财务总监如实汇报 还欠六亿 资金被七少爷 投入到游戏公司了 啪 七柱伟狠狠地扇了 七强一个耳光 你怎么还不去死 朱西彤张扬舞爪地 扑向七柱伟 你敢打我儿子 有本事你去找七柱峰啊 碰 七柱伟一脚踢在 朱西彤的肚子上 都他妈的怪你 让你浇惯儿子 现在我们什么都没了 你开心了 哦 七强恐惧地望着七柱伟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知道他们父子完蛋了 绝望地闭上眼睛 七柱伟对着话筒说道 出售资产 还银行贷款 财务总监立即提醒七柱伟 七总 公司90%的资产 都抵押给银行了 无法出售 您还是找人借款吧 七柱伟普通一声跌坐在地上 喃喃自语 完了 全完了 朱西彤也意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 擦去眼泪 柱伟 我们带着儿子走吧 走 往哪走 七柱伟目光涣散 银行冻结了公司账户 个人账户肯定也用不了 没有钱 我们能去哪里 即使离开了精灵 灵狐家族会放过我们吗 朱西彤满脸焦急 那怎么办 向我哥哥求助吧 七柱伟摇了摇头 我与朱家的矛盾更大 朱家怎么可能帮我 灵狐家族位于岭南春城 家主令狐志华接到七柱峰的电话后 立即联系 以医术文明的东方家族 许以重金 请求东方家族出手帮助 又命二弟灵狐智慧 带人赶往精灵 东方俊仪 家主东方圣的堂弟 四十多岁 从一二十多年 是东方家族的医术高手之一 东方俊仪检查过令狐一臣迈向后 倒吸了一口冷气 封闭令狐一臣的手法极其怪异 令狐一臣的丹田 周围有一股强大的内力 阻止东方俊仪检查令狐一臣的丹田 七柱峰看到东方俊仪表情凝重的低头沉思 小声问道 东方先生 一臣的情况怎么样 东方俊仪满脸愧涩 无奈地摇头 惭愧 这种风学手法 我从没见过 还有一个原因 灵狐一臣的丹田 被一股强大的内力包围 我虽然是先天武者 但内力无法渗入丹田 唉 七柱峰长叹了一声 满脸沮丧 无力地坐在椅子上 东方俊仪认真地看着七柱峰 解铃还虚系凌人 你应该知道 是什么人出手的 不要拖得太久 否则 即使灵狐一臣不死 也会变成残废 七柱峰暗叹一声 蹭得一声站了起来 大声喊道 被车去江城 第99章 灵狐智慧 下午4点 柳萍接到了蓝贤静的电话 七家家主抵达江城 请求柳萍救治灵狐兄弟 七家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柳萍向乔广城交代几句 驱车赶到闲雅会所 蓝贤静满眼担忧地看着柳萍 不仅七家家主来了 灵狐家的人也来了 小心一点 相信我 蓝贤静点点头 领着柳萍走进包厢 柳萍看到 除了七柱峰 灵狐兄弟意外 还有五名面色不善的中年人 七柱峰给柳萍身诗意理 柳先生 拜托你救治灵狐兄弟 柳萍点了点头 七家主 事情的原委 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我可以救治灵狐兄弟 七家与我的恩怨一笔勾销 如果七强父子在招惹我 别怪我不客气 七柱峰点点头 一言为定 如果七强父子招惹你 不用你出手 我会按照家法处置 柳萍给蓝贤静使了一个眼色 蓝贤静挥了一下手 四名保安把灵狐兄弟扶了出去 七家主 请稍后片刻 柳萍快步走出包厢 灵狐智慧满眼怒火 与其冰冷 伤了我灵狐家族的弟子 死仇必报 七柱峰暗叹了一口气 隐晦地提醒灵狐智慧 柳萍是帝都兰家的贵客 千万不要冲动行事 灵狐智慧满眼不屑 大声怒喝 帝都兰家怎么了 还能一手遮天吗 蓝贤静正好经过包厢门口 灵狐智慧的话 一字不漏地进入蓝贤静的耳朵中 顿时怒火中烧 猛地推开房门 蓝贤静脸色阴沉 眼眼满是怒火 冷冷盯着灵狐智慧 在华夏 没人敢看不起蓝家 小小的灵狐家族 竟然如此猖狂 你真以为 我不敢灭掉灵狐家族吗 灵狐智慧鄙视地看着蓝贤静 小姑娘 念你年轻 我不与你计较 七处风没想到 灵狐智慧竟敢招惹蓝贤静 急忙打圆场 灵狐先生 此事全怪妻家 明消消气 蓝小姐 我再次给你赔礼了 哼 蓝贤静哼了一声 掏出手机 拨通了蓝老爷子的电话 爷爷 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 灭掉岭南的灵狐家 否则 我不认你这个爷爷 灵狐智慧满脸嘲讽 小姑娘 你就不怕玩脱了 你以为你是公主啊 七处风看到蓝贤静并不是开玩笑 知道出大事了 可又不知道该如何劝谏 蓝老爷子知道 蓝贤静不是招惹是非之人 肯定是灵狐家族的人 跑到江城搞事 招惹了蓝贤静 拿起电话拨通后说道 岭南的灵狐家族 是不是很嚣张啊 好好查一查 该抓的抓 该关的关 该判的判 两个小时后 柳平带着令狐一辰 和灵狐宇杰回到包厢 灵狐智慧满眼欣喜 快步走到令狐一辰身前 一辰 你感觉怎么样 灵狐一辰点点头 我的丹田已经恢复了 断臂问题不大 灵狐智慧扭头 看着灵狐宇杰 你怎么样 灵狐宇杰恐惧地 看了一眼柳平 语气低沉 我的丹田已经碎裂 柳平给我治疗过 需要半年才能彻底恢复 灵狐智慧冰冷的目光 落在柳平的脸上 小子 你与灵狐家族的仇怨 也该解决一下了 柳平无所谓地点了点头 这里太小 跟我来吧 七柱峰刚想出言劝解 被灵狐智慧打断了 七家主 这是灵狐家族与柳平的恩怨 灵狐家族的面子 必须找回来 灵狐一辰欲言又止 暗叹了一口气 跟在众人身后 走到会所后面的院子里 柳平静静地 看着灵狐智慧 你可以出手了 灵狐智慧扭头看了一眼身边的 一名四十岁左右的男子 吉成 你去教训教训他 灵狐一辰知道 灵狐集成的实力比自己强 但也强不了多少 绝不是柳平的对手 急忙走到灵狐智慧身前 二叔 你还是换个人吧 灵狐智慧愣了一下 满眼疑惑 你是说 集成不是柳平的对手 灵狐一辰无奈地点头 确实如此 灵狐智慧吃惊地望着柳平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 竟然达到了先天巅峰 我倒是小看你了 我也是先天巅峰 也不算是强凌弱 放心 我不会杀你 我会废掉你的丹田 然后找人治好你 柳平满眼不耐烦 你太啰嗦了 灵狐智慧眼里露出猙獰之色 向前走了几步 小子 我给你一次机会 你出手吧 柳平表情怪异 似笑非笑地看着灵狐智慧 你确定让我先出手 灵狐智慧满眼鄙视 针他麻地啰嗦 赶紧的 柳平的目光越来越灵厉 内力疯狂涌入双臂 身形跃起 拳头狠狠地砸向灵狐智慧的脑门 来得好 灵狐智慧大喝一声 挥拳迎了上去 碰 两只拳头撞在一起 灵狐智慧登登地倒退了六七步 柳平也后退了三四步 灵狐智慧感觉双臂失去知觉 急忙甩动双臂 瞪大了眼睛盯着柳平 小子 没想到你实力不俗 但你不要得意 我刚刚仅用了七成力量 柳平仍然似笑非笑地 看着灵狐智慧 你知道我用了几成力量吗 你也接我一招 灵狐智慧怒吼一声 全力砸出一拳 柳平并没有还击 双脚一挫 轻轻避过 小子 你毕竟还是嫩了一点 灵狐智慧以为柳平力量不足 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全力进攻 蓝弦静双拳紧握 眼睛死死盯着柳平 案发誓 如果灵狐家族的人敢伤害柳平 一定把灵狐家族的人挫骨扬灰 转眼过去了十几招 柳平表情依然轻松 步履轻盈 灵狐智慧越打越心惊 十几招过去了 连柳平的衣角都没碰到 这才意识到 柳平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 又过了几招 柳平突然跳出圈外 冷冷地看着灵狐智慧 你太弱了 自费丹田吧 灵狐智慧是家主的兄弟 从没受过如此嘲讽 脸上的肉抽出几下 怒吼一声 再次扑向柳平 柳平不闪不避 猛地抬起右腿 后发先至 踢在灵狐智慧的肚子上 碰 灵狐智慧惨叫一声 身形飞出五六米 重重地摔在地上 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瞪大眼睛 站立的手指指着柳平 你 你是 灵狐智慧的话还没有说完 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昏迷过去 蓝贤竟快步跑到柳平身边 挽着柳平的胳膊 满眼担心 平爹 你没事吧 柳平微笑着点头 静姐 我没事 东方俊义内心俱震 柳平如此年轻 不仅医术远在自己之上 功夫更是强悍 灵狐智慧是先天巅峰武者 竟然不是柳平的义和之敌 什么人能教出如此优秀的弟子 猛然间 东方俊义脑海闪过一个名字 难道柳平是他的弟子 一名灵狐家的中年男子 走到东方俊义身前 躬身行礼 请东方先生出手救治二哥 东方俊义不敢轻易答应 如果贸然插手柳平 与灵狐家族恩怨 等于拖累东方家族 由于片刻 征询的目光落在柳平的脸上 柳平无所谓地看着东方俊义 点头示意 我没意见 你随意 东方俊义向柳平报了报权 附身检查灵狐智慧的伤势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柳平一脚踢碎了灵狐智慧的丹田 灵狐智慧彻底废了 东方俊义取出银针 在令狐智慧身上刺了几下 稳定内伤 灵狐智慧慢慢睁开眼睛 灵狐先生 你的内伤很重 不要乱动 东方俊义拿出一个药瓶 倒出粉末 放在水里化开 扶着灵狐智慧扶了下去 灵 令狐智慧的手机急促地响了起来 看到 是哥哥灵狐智华的号码 立即接通 有气无力地问道 大哥 你找我 灵狐智慧 你到底在江城干了什么 你他妈的是想害死灵狐家族吗 灵狐智慧大声怒吼 灵狐智慧脑袋嗡的一声 顿时蒙圈了 忍不住咳嗽几声 大哥 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哎 灵狐智慧叹了一口气 官家不仅严查家族产业 还掌握了家族弟子的犯罪证据 寻补已经带走六七名家族弟子 根据寻补内部透露出的消息 你和三弟 恐怕也跑不了 灵狐家族完谈了 好自为之吧 啪叉 灵狐智慧的手机掉在地上 摔得粉碎 令狐智慧一口气没上来 再次昏迷过去 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 柳平锐利的目光 从灵狐家族之人的脸上扫过 语气冰冷 灵狐家族走到今天 是自作自受 赶紧滚吧 否则 我要通知寻补了 灵狐家族的人 立即扶着灵狐智慧 逃出闲雅会所 七柱风冒出一身冷汗 蓝贤静紧紧一个电话 灵狐家族几乎灭亡 世家又如何 在官家眼里 消灭世家 如同碾死臭虫一样容易 七柱风暗暗发誓 以后一定严加约束家族弟子 七柱风向柳平和蓝贤静报了报权 柳先生 蓝小姐 告辞了 柳平点了点头 七家主 记住你说过的话 七柱风认真的点了点头 快步走了出去 东方俊逸走到柳平身前 双手报权 柳兄弟一束高绝 俊逸佩服 貌媚问一句 不知令师是何人 柳平淡淡的一笑 东方先生过谦了 我的师父是一个山野村夫 无名无号 不提也罢 东方俊逸知道柳平 不想说出师父名号 故意推脱 也没抢球 向柳平报了报权 柳先生 告辞 蓝贤静笑容妩媚 满眼情谊 平爹 留在这里吃饭吧 柳平想了想 静姐 跟我回别墅吧 我答应接七雅下班 嗯 你等我一下 蓝贤静快步跑了出去 柳平拨通了邱清雅的电话 清雅 你还在单位吧 我去接你 好啊 柳平驾车载着蓝贤静 抵达邱氏大厦 邱清雅已经等在楼下 邱清雅没想到 蓝贤静坐在车里 满眼惊喜 静姐 柳平去你那了 蓝贤静笑了笑 妹妹 你男人这两天赚了好多钱 想不想听听 邱清雅自从接纳蓝贤静以后 真的把蓝贤静当作姐姐 高兴地说道 静姐 快讲讲 邱清雅听完蓝贤静的讲述 脸色阴沉 满眼担心地看着柳平 老公啊 灵狐家族会不会报复 蓝贤静撇了撇嘴 灵狐家族绝对不敢 灵狐家族已经伤了元气 肯定夹着尾巴做人 柳平表情沉重 你们不用担心我 倒是你们两人要多加小心 特别是清雅 如果要出去谈生意 一定让老虎派人保护你 嗯 邱清雅感觉无比甜蜜 轻轻应了一声 蓝贤静认真的看着邱清雅 妹妹 明天我向爷爷要几个保镖 跟在你身边 除非遇到顶尖高手 绝不会出问题 柳平吃惊地看着蓝贤静 不符合规定吧 蓝贤静白了柳平一眼 放心吧 不会给你找麻烦的 柳平三人回到别墅 康老和陈宏蕊三个女孩子来了 陪着顾老一家坐在客厅里聊天 陈宏蕊立即跑到柳平身边 挽着柳平的胳膊撒娇 平哥哥 快去炒菜 菜都准备好了 就等你下厨了 柳平轻轻地敲了一下陈宏蕊的脑门 小馋猫 陈宏蕊撅着嘴 不许打我脑袋 会变成笨蛋的 半个小时后 餐桌上摆满菜肴 邱青雅和蓝贤静 充当服务员 给众人倒酒 陈宏蕊撅着嘴 满眼忧怨 平哥哥说话不算数 柳平满眼笑意 我怎么说话不算数了 陈宏蕊气呼呼地 凝了一下柳平的胳膊 你答应给我配这女孩子喝的药酒 到现在都没有行动 田丽瑶唯恐天下不乱 立即插话 我证明 平哥哥确实说过 柳平拍了一下脑袋 满脸愧色 我说过 我真的忘了 明天一定配置 洪蕊 你提醒我 故意喝了几口酒 担心地看着柳平 七家的事情解决了 扑哧 蓝贤静忍不住笑出声来 故意疑惑地看着蓝贤静 蓝小姐 你笑什么 我说错什么了吗 蓝贤静妩媚地看了一眼柳平 七家屈服了 赔了两千亿 陈宏蕊失声惊呼 哇塞 平哥哥又抢钱了 故意吓了一跳 愣愣地看着柳平 柳平 你怎么做到的 柳平也没隐瞒 详细地讲了一遍 顾家向蓝贤静竖起大拇指 够霸气 武术世家的弟子 总觉得高人一等 欺善怕恶 胡作非为 必须严惩 柳平眼里闪过寒光 这件事过后 能安稳一段时间 如果还有不长眼的 我一定亲自动手 晚饭后 邱清雅和蓝贤静钻进主卧 美其名曰 谭心 柳平捧着笔记本 坐在客房里 研究铜箔图片的内容 0 柳平看到是美小燕的号码 立即接通 小燕 有事吗 美小燕立即汇报 老板 今天酒吧来了一个外地人 不时向裴酒小姐打听你的消息 柳平沉沉思片刻 没有惊动她吧 美小燕立即提醒柳平 没有 此人身上杀气很重 应该是杀手 老板 你一定要小心 柳平脸色冷漠 把照片发给骑老虎 让老虎派人 找到她的藏身之处 提醒老虎 不要打草惊蛇 明白 第101章 失传真法 柳平知道 其老虎和美小燕 不会任何放过蛛丝马迹 肯定能找到杀手的藏身之处 继续研究铜箔上的资料 不知不觉中 柳平看完七章铜箔 越看越心惊 铜箔上记载的真法 与师父 传授的鬼手32针 如出一辙 只不过铜箔记载的真法 更加复杂 更加完善 不仅包括鬼手32针 还包括失传已久的烧火山真法 透心良真法 以及从没听说过的阴阳真法 柳平心中狂喜 情不自禁 学习真法口诀 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 柳平把烧火山和透心良真法口诀 以及阴阳五行真法口诀 记在脑海中 准备找机会 试验真法的治疗效果 柳平台湾看了眼时间 距离天亮 还有三个小时 柳平闭目运功调息 恢复身体状态 天光大亮 柳平睁开眼睛 邱青雅和蓝贤静两人 似笑非笑地站在身边 柳平洗漱完毕 把蓝贤静叫到身边 认真地看着蓝贤静 静姐 你想办法让青雅跟着你去会所 无论遇到多么急迫的事情 都不能让她离开会所 蓝贤静心思玲珑 一点就透 吃惊地望着柳平 报复的人来了 柳平摇摇头 还不能确定 也不知道是哪个家族派来的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与我有关 蓝贤静点点头 交给我吧 等会儿一起走 你先把我们送到会所 饭后 丘青雅拉着蓝贤静 坐进红色法拉利 柳平驾驶猛逝 跟在法拉利后面 丘青雅驾驶法拉利 驶进会所停车场 下车后 向柳平招了招手 与蓝贤静走进会所 柳平赶到诊所 看到骑老虎也来了 正帮着陈宏蕊三人打扫卫生 老虎 你来一下 柳平领着骑老虎 走进休息室 骑老虎面带愧色 先生 还没有找到杀手的藏身之处 兄弟们分布在周围 两公里范围内 秋氏大厦附近 也安排人了 只要杀手出现 兄弟们肯定能发现 柳平点点头 告诉兄弟们 小心点 不要打草惊蛇 明白 骑老虎离开诊所 柳平想试验烧火山 和透心凉针法的治疗效果 决定亲自坐诊 营业时间到了 一名中年男子走进诊所 坐在诊台前 医生 我的肩周炎犯了 很疼 胳膊不敢活动 柳平检查过患者的脉象 耐心地解释 你近期受了风寒 致使肩周炎复发 我先给你针灸 再给你开一副药 一周就能痊愈 回去以后 要注意肩部保暖 再复发就麻烦了 谢谢医生 患者满眼感激 不住地点头 柳平领着患者走进治疗室 让患者坐在椅子上 十几名学生围在患者周围 柳平给银针消毒后 刺进患者肩部的穴位 刚开始的几枚银针 柳平的手法略显生疏 柳平默念烧火山的针法口诀 随着银针数量的增加 手法愈加娴熟 柳平手指 捏住刺进患者穴位的银针 不停地撵动 好热 真舒服 患者满眼感激 十几分钟后 柳平拔出银针 写好药方 教个一名学生 立即熬药 半个小时后 患者拎着药带 高高兴兴离开诊所 乔广成满眼疑惑 是说 你今天的针法 与以前的针法不一样吧 柳平笑着点头 确实不一样 我今天使用的是烧火山针法 对风寒失邪之症有奇效 等我完全熟悉了 传给你们 学生们满眼赤裂 恨不得立即开始学习针灸之术 莫言不好意思地扫了一眼其他同学 是说 我们虽然也学过针灸的基本针法 但取学不够精准 力度也掌握不好 我们需要继续在针灸同人上练习吗 柳平心神异震 乔广成等人学习的针灸技法 都是入门级的 要想通过针灸给病人治疗 还需要继续练习 乔广成等学生平时不注意锻炼身体 身体素质太差 拿不稳迎针 即使掌握了针灸技法 也无法做到取学精准 首要解决的问题 是改善学生的身体素质 唉 柳平暗暗苦笑 给女学生疏通经脉 肯定会带来麻烦 可是又没有其他办法 难道只传授男学生 柳平直接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对于女性患者来说 女医生是最佳选择 沐妍看到柳平脸色变换不定 满眼不解 师叔 您怎么了 我的想法不对吗 柳平笑着摇头 沐妍 你的想法很正确 你只是忽略了另一个关键问题 今天下午 我们详细讨论 下午四点 最后一名患者 开开心心地走出诊所 一天下来 柳平完全掌握了烧火山针法 针法与内力结合 也愈发完美 对于风寒失邪之症 柳平有信心一次根治 乔广成和宋伟伦 招呼学生围坐在一起 沐妍跑到柳平身边 师叔 现在没有病人了 我们开始讨论吧 柳平笑着点点头 先玩个游戏 玩游戏 学生们都好奇地望着柳平 柳平给每个学生发了一枚银针 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捏住 胳膊平举 与地面平行 如果胳膊抖动 游戏结束 各自记下自己坚持的时间 不到十分钟 所有人都疲惫地结束游戏 白子涵认真地看着柳平 师叔 你是说 我们的身体素质太差了 柳平认真地点了点头 自古有云 医五不分价 一个好中医 必须具备强悍的身体 只有手指稳定 才能取学精准 完美控制力度 沐妍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我的体质很差 练习针灸的时候 要么刺片 要么深度不够 确实手指不稳 白子涵满眼期待地看着柳平 师叔 你是寻补教官 肯定有办法提高个人身体素质 你也训练我们吧 柳平满脸尴尬 我只能训练男学生 目前还不能训练女学生 白子涵撅着小嘴 满眼不解 轻声抱怨 师叔 我们都是医生 医生眼里是没有男女之别的 你不能搞歧视 柳平慌忙摆手 此事在意 我要与孔老四人商量一下 爹 柳平的手机 响起收到信息的提示音 缓解了尴尬气氛 柳平看到是骑老虎发来的信息 立即打开 信息内容仅有一句话 杀手出现在诊所的一点钟方向 距离三百米 柳平给骑老虎回了一句话 继续监视 切记打草惊蛇 第102章 李勇追随 第102章 收服李勇2022 1 12 夜幕降临后 柳平离开别墅 驱车赶到与骑老虎约定的见面地点 骑老虎指着不远处的飞燕旅馆 先生 杀手吃过晚饭后 进入旅馆207房 一直没有离开 柳平点点头 拍了拍骑老虎的肩膀 辛苦了 不辛苦 骑老虎拿出手机 打开杀手的照片 把手机递给柳平 柳平仔细地看了几眼照片 守住各个出口 绝不能让他跑了 骑老虎认真地回答 是 柳平悠闲地走进飞燕旅馆 大厅的吧台里 坐着一个30多岁的女人 老板 住宿吗 中年女人热情地打招呼 柳平掏出寻补证件 递给女人 犯罪嫌疑人住在207房 你想的办法叫开房门 女人满眼恐惧 脸色苍白 浑身站立 她不会杀我吧 柳平笑着安慰 放心 我跟在你身边 你交开房门后 立即跑开 女人虽然很想拒绝 但知道放跑了犯罪嫌疑人 自己也会受到牵连 深吸了几口气 从柜台内拿出两条新毛巾 示意柳平跟在自己身后 两人走到207门口 女人敲响了房门 谁 房间内传出低沉的声音 服务员 给你送新毛巾 我忘记 换毛巾了 女人强作镇定地回答 咔嚓 房门被打开 一名30多岁的男子出现在门口 女人慌忙后退 柳平向前跨出一步 抬脚踢向男子 男子愣了一下 来不解闪避 被踢中肚子 蹬蹬地倒退几步 扑通一声 跌走在地上 柳平迈步走进房间 随意地坐在椅子上 冰冷的目光 向两柄利剑 刺进男子的心脏 男子慢慢站起身 眼里满是惊惧 坐在椅子上 没想到你能找到我 柳平仔细地打量男子 男子目光清澈 棱角鲜明 一身正气 疑惑地看着男子 你是杀手 男子点点头 又摇了摇头 可以说是 也可以说不是 柳平满眼兴趣 似笑非笑地看着男子 别想着逃跑 男子静静地望着柳平 虽然我受雇于人 但我没想过要杀你 柳平更加疑惑 为什么 男子满脸愧疚 我叫李勇 曾经是军人 即使离开了队伍 也不会给军人抹黑 我只杀该死之人 这两天我一直在调查你 百姓都说 你是好医生 本想提醒你注意安全 没想到你 竟然发现我了 柳平看到李勇目光清澈 没有丝毫犹疑 知道李勇没有说假话 沉思几秒 你需要钱 李勇点点头 我妹妹得了尿毒症 需要换肾 费用接近六十万 柳平点点头 做一笔交易如何 交易 李勇满眼狐疑 盯着柳平 什么交易 柳平笑了笑 我治好你的妹妹的尿毒症 你告诉我雇主的名字 以后留在我身边 为我做事 李勇低下头 沉思片刻 郑重地望着柳平 好 我同意 柳平认真地看着李勇 你担心杀手组织追杀你 李勇摇了摇头 我独来独往 没有加入杀手组织 只是有些遗憾 你不担心 我将来背叛你 柳平摇了摇头 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男子 你有底线 除非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 你轻易不会突破底线 李勇满眼难以置信地望着柳平 数秒过后 与其坚定的承诺 你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 如果你治好我妹妹的病 我终生追随你 永不背叛 柳平点点头 满眼笑意 收拾东西 出去喝一杯 晚上不回来了 李勇摇了摇头 没什么东西 只有几件换洗衣服 骑老虎看到柳平和李勇 像老朋友一样 悠闲地走出旅馆 感觉脑子不够用了 狠狠地砸了大腿一拳 确认不是在做梦 柳平介绍李勇 和骑老虎认识 骑老虎正重地伸出手 骑老虎 柳平的兄弟 李勇犹豫了几秒 握住骑老虎的手 李勇 未来是柳平的兄弟 柳平知道李勇心里的想法 笑了笑 对骑老虎说道 老虎 带着你的几个兄弟 去买牛羊肉 再弄几箱好酒 我和李勇先回别墅 多买点 那几个丫头 都是大卫王 好嘞 骑老虎应了一声 与李勇打了一个招呼 驾车离开 柳平拨通了邱青雅的电话 青雅 你和静姐回别墅吧 邱青雅在会所待了一天 虽然蓝仙境没有解释 但邱青雅也猜到 有人来报复了 听到能回别墅 知道问题解决了 玄泽的心放下 高兴地回答 好 我们现在回去 柳平驾驶猛逝 载着李勇回到半山别墅 李勇愣愣地看着别墅 柳平 我问过诊所周围的居民 都说 你的诊所是不赚钱的 你的钱是怎么赚的 柳平的脸上露出 耐人寻味的笑容 都是自不量力的大家族 主动送给我的 李勇不明所以 帮着柳平架好烧烤架 点燃木炭 齐老虎 钢牙和黑虎等人 抵达别墅 众人一起动手 柳平负责切肉 其他人串肉串 不一会儿 院子里弥漫着浓郁的香气 柳平一边忙碌 一边对齐老虎说道 老虎 摆桌子倒酒 把所有人都叫过来 给李勇兄弟接风 记住 十点去接雨昕 陶佩玉 康老 顾老一家三口 云青岩一家三口 陈洪蕊三女 以及齐老虎的兄弟 围在两张餐桌周围 云青岩没有戴面纱 众人都被云青岩的容颜震撼了 陈洪蕊没有发现邱青雅 立即拨通了邱青雅的电话 青雅姐 你在哪呢 平哥哥在烤肉 快回来 邱青雅也喜欢活泼的陈洪蕊 笑着回答 我马上就到 柳平介绍云家 顾家和康老彼此认识 云星号略显担心地看着柳平 柳平笑着点头 云叔说 住在这里的 都是信得过的长辈和朋友 邱青雅和蓝贤静回到别墅 酒宴正式开始 众人纷纷给李勇敬酒 李勇是个爽朗的汉子 来者不拒 很快有了酒意 陈洪蕊挽着云青岩的胳膊 仙子姐姐 我是你的粉丝 你能弹奏一曲吗 我好想听 云青岩也没拒绝 取来古琴和琴架 摆在院子里 动 悠扬的琴声在院子里回荡 众人都沉浸得美妙的乐曲中 一曲终了 院子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太好听了 众人看到陶雨昕 蹦蹦跳跳跑到云青岩身边 仙子姐姐 你真漂亮 我以后跟你学习古琴 陈洪蕊大声喊道 请平哥哥和仙子姐姐合奏一曲 云青岩满眼深情地望着柳萍 柳萍拿出铜销 向云青岩点了点头 低沉浑厚的销声随之响起 琴声尾随而上 一刚一柔 一高一低 琴销和鸣 众人眼前仿佛出现 巍峨的高山和潺潺流水 少林雪暗叹了一口气 终于明白了 女儿喜欢柳萍的原因 柳萍的音乐素养在女儿之上 一曲终了 院子里再次响起掌声 柳萍回到李勇身边 你回去把妹妹和父母都接过了来 以后住在这里 李勇眼角湿润了 没有说话 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第103章 隐私病症 早上 柳萍送走李勇 驱车赶到诊所 指导学生坐诊 骑老虎走进诊所 把合同交给柳萍 我已经与村里签订了租赁合同 期限20年 租金200万 一次性父亲 柳萍点了点头 拨通了崔建华的电话 华哥 你有空吗 有空 有事吗 崔国华说道 你来一趟诊所 我有事麻烦你 好 我立即过去 不一会儿 崔建华走进诊所 柳萍 啥事 柳萍不好意思地看着崔建华 华哥 我要修建一个训练厂 你熟悉训练厂的标准 想请你亲自指导 崔建华毫不犹豫地点头 没问题 都是小事 地点在哪 柳萍满眼感激 华哥 我在郊区租了一座荒山 让老虎带你去实地考察 需要什么设备 都听你的 崔建华眼里闪过一丝脚侠 皮笑若不笑地看着柳萍 我只有一个条件 柳萍明白崔建华的想法 笑着点头 训练场建成以后 特战战士可以随时在场内训练 哈哈 崔建华大笑几声 重重地拍了拍柳萍的肩膀 还是兄弟懂我 我保证建成一流训练场 柳萍美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 老狐狸呀 无力不起早 崔建华也不生气 扭头看着骑老虎 走 去看看 柳萍摇头苦笑 坐回到原来的椅子上 一名四十多岁的男子 红着脸走进诊所 坐在诊台前的椅子上 满脸不好意思 一声 我和老婆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力不从心 时间很短 有没有办法治疗 坐诊的女博士 沈小云脸一红 检查过男子的脉象后 低头沉思片刻 求助的目光看向柳萍 柳萍点点头 检查过男子的脉象后 认真地看着男子 你的病好治 但在治疗期间 不能与你妻子同房 更不能喝酒 男子满眼惊喜 医生 需要治疗多长时间 柳萍笑着解释 一个月 每半个月针酒一次 每天服用中药 男子激动地点头 麻烦医生了 柳萍领着男子走进治疗室 用银针疏通男子的肾经和肝经 叮嘱男子 以后不要熬夜 少喝酒 最好早上起来锻炼 医生 我听你的 男子认真地点头 柳萍附在男子的耳边 小声说道 在治疗期间 无论你多么兴奋 都要克制 只要你坚持一个月 一定会有惊喜 男子尴尬地看着柳萍 一定 一定 柳萍收回银针 写出药方 令人熬制了半个月的用量 男子满眼感激地离开诊所 沈小云认真地看着柳萍 师叔 我感觉他是肾虚 但我把我治好 不敢开药 柳萍认真地解释 他确实是肾虚 阳气缺湿 致使阴阳失衡 再加上经常熬夜喝酒 病情越发严重 我给他开的要是温养肾气 调节阴阳的 大约半个月 肾虚症状基本能消失 乔广成眼神怪异 略显尴尬地望着柳萍 师叔 您能研制出治疗肾虚的药物吗 放在药店销售的合成药剂 柳萍愣了一下 满眼狐疑 广成 你想说什么 乔广成挠了一下脑袋 很多男人把肾虚当作隐私 不敢去医院检查 如果您能配置出疗效不错的药物 不仅能解决个人隐私问题 也能带来丰厚的利润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柳萍心中一喜 黄家与蓝贤镜合资的药厂 可以首先生产这种药物 盈利不成问题 白子涵犹豫着插话 师叔 你也可以研制适合女性服用的药物 现在的职业女性经常加班熬夜 皮肤干燥 仅仅依靠化妆品 不是长久之际滋养肾气 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谷家会满脸期待地望着柳萍 师叔 你要是研制出适合女性服用的药物 我愿意当志愿者 上子科笑着说道 我们既是医生 也是志愿者 结合自己服药后的感觉 给师叔提出合理建议 柳萍笑着点头 一言为定 我今晚回家 好好想想 争取一周内拿出样品 下午 柳萍接到云心号的电话 任春朵已经抵达江城 询问柳萍 把任春朵安排到哪家医院 柳萍拨通了孔红玉的电话 安排好病房 驱车赶到中医院 任春朵脸色苍白 目光涣散 有气无力地躺在病床上 任春朵的夫人王慧琪 和女儿 人梦满脸担心地站在病床边 柳萍检查过任春朵的卖相后 写出四张药方 编上号码 交给专职护士沐少宇 立即熬药 沐少宇点点头 结果药方走了出去 云星号认真地看着柳萍 柳萍 怎么样 柳萍笑了笑 问题不大 能治 任梦激动地抓住柳萍的手 医生 你说的是真的 柳萍尴尬地震了一下 我是医生 不会说假话的 任梦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脸一红 放开柳萍的手 小声说道 谢谢 云叔叔 我去取药 柳萍走出病房 王慧琪望着柳萍的背影 心潮起伏 如此年轻 却医术高绝 令人难以相信 柳萍找到孔洪郁 孔老 我需要建毒草粉末 孔洪郁从保险柜里 拿出装着药粉的玻璃瓶 交给柳萍 还是放在你身边吧 留在我这 我也不敢用 柳萍收起玻璃瓶 孔老 土地买下来了 明天我们商量新医院的细节问题 孔洪郁点了点头 我建议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必须具备各种检查设备 行 明天再定 我先去看病人 柳萍回到任春朵的病房 与云星号合力 把任春朵抬到急救床上 慕少宇推着急救床 走进治疗室 云叔叔 你们出去吧 我要给任叔叔针灸 柳萍与慕少宇 扶着任春朵 躺在治疗床上 手指从任春朵的睡学扶过 柳萍给银针消毒后 刺进任春朵的心筋 肝筋 肠筋和肾筋 内力缓慢进入任春朵的体内 小心地疏通经脉 一个小时后 柳萍收回银针 少宇 静脉注射一号药汁 半小时后 静脉注射二号药汁 准备尿罐和屎电 慕少宇把药汁注入任春朵的体内 取来了尿罐和屎电 又过了一个小时 柳萍解开任春朵的睡学 任春朵慢慢睁开眼睛 满脸尴尬 求助的目光落在柳萍的脸上 柳萍笑着说道 任叔叔 你现在不能动 已经准备了尿罐和屎电 五分钟后 任春朵排泄完毕 慕少宇捏着鼻子 把物拎了出去 三四号药汁注入任春朵的经脉 推回病房 王慧琪看到任春朵脸上出现血色 声音发抖 春朵 你感觉怎么样 呼吸通畅多了 任春朵有气无力地回答 柳萍看着慕少宇 少宇去食堂买一碗小米粥 三四号药汁 每隔三小时 经脉注射一次 第104章 治疗肺癌 柳萍留在医院 慕少宇从食堂打来快餐 晚上8点 慕少宇领着一个年轻女孩走进病房 介绍给柳萍 柳医生 我下班了 她叫魏敏珠 也是您的专职护士 她今晚值班 柳萍笑着点头 小魏 辛苦了 魏敏珠戴着口罩 满眼一彩 不错眼珠地盯着柳萍 都说你是中医院最厉害的医生 能给你做专职护士 是我的荣幸 柳萍尴尬地苦笑 别听他人胡说 任春朵喝了一碗小米粥 沉沉睡去 柳萍看着云星号 云叔说 你们回去吧 我留在这里 就行了 云星号点了点头 看着王慧琪 嫂子 我们走吧 留在这也帮不上忙 每隔三个小时 魏敏珠给任春朵经脉注射一次药汁 凌晨四点 柳萍检查过任春朵的脉象 满意地点点头 任春朵的肝肾和肠道的功能正在恢复 写出一张药方交给魏敏珠 熬制一副再买一碗小米粥 魏敏珠接过药方 快步离开 凌晨六点 任春朵睁开眼睛 看到柳萍坐在病床边 满眼感激 柳医生 辛苦了 柳萍扶着任春朵鞋靠在床头 又把小米粥端到任春朵嘴边 吃饭吧 一会儿吃药 任春朵把小米粥喝得一干二净 尝出了一口气 我感觉不错 身体也有力气了 柳萍把药汁倒进大碗里 取出一点点溅毒草粉末 放进药汁里 任叔叔 这是治病的药物 喝下去如果感觉不舒服 立即告诉我 任春朵仰博喝下 含有溅毒草的药汁 半个小时后 任春朵脸上出现血色 呼吸略显急促 我感觉很热 柳萍立即检查任春朵的脉象 几分钟后 笑着解释 任叔叔 这是服药后的正常反应 不用担心 魏敏珠认真的问道 柳医生 三四号药汁没了 还要熬制吗 柳萍点点头 连续一周 每天早中晚饭后 各服一次 去安排熬药吧 嗯 魏敏珠快步走了出去 八点刚过 云星号 王慧琪 人梦和戴着面纱的云青岩 走进病房 柳萍 情况怎么样 云星号问道 柳萍笑着点头 认真的解释 任叔叔恢复得很好 肝脏和肾脏内的残毒 基本排干净了 肺脏的功能再逐渐恢复 刚给任叔叔服下药物 明天下午检查一下 如果不出意外 肿瘤应该开始萎缩 王慧琪和任梦满眼惊喜 不停地表达谢意 柳萍 你一夜没睡 快去休息一会吧 云青岩的语气 充满关爱和担心 任梦了解云青岩的性格 从不给男孩子好脸色 没想到在柳萍面前 变成了温婉的小女人 难道云青岩真的喜欢柳萍 柳萍摇了摇头 没时间休息了 今天挺忙的 我现在去诊所 云青岩毫不犹豫地 挽着柳萍的胳膊 我跟你去 柳萍认真的看着王慧琪 阿姨 我嘱咐护士了 如果出现意外情况 立即给我打电话 王慧琪点点头 谢谢 柳萍又看着云星号 云叔叔 让少阿姨熬点清淡的鸡汤 可以加点青菜 菜药煮烂 煮食小米粥 尽量少吃多餐 云青号拍了拍柳萍的肩膀 认真的点头 交给我吧 路上小心 柳萍和云青岩抵达诊所 硕士研究生潘雨胜 坐在椅子上 正在诊病 孔红玉看到柳萍满脸疲惫 关心地说道 你去休息一会儿 我们先商量 柳萍扭头看着云青岩 仙子 你跟静姐联系一下 如果静姐有空 让她来一趟 嗯 云青岩开始拨打蓝贤进的电话 柳萍走进休息室 盘西坐在椅子上 运工调膝 午饭时间 云青岩叫醒柳萍 孔红玉把商讨的结果讲了一遍 新医院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配备完整的西医检测设备 门诊大楼不能低于十层 占地面积 不能少于1000平方米 在淮安省境内 招聘副主任以上的西医医生 中医医生 从市中医大学的毕业生中招聘 自行培养 住院部 停车场 附属酒店和培训学校 也都在规划之内 根据孔红玉和范子逊的建议 为了便于管理 医药研究所建在地下一层 面积不低于500平方米 柳萍点头同意 把需求交给蓝贤静 静姐 找人设计 尽快拿出草图 蓝贤静笑着点头 交给我吧 我会让人设计出 完全现代化的中西医结合医院 柳萍满眼感激地点点头 真诚地看着蓝贤静 静姐 谢谢你 蓝贤静妩媚地看着柳萍 小坏蛋 跟姐客气什么 柳萍把孔红玉四老叫到休息室 认真地说道 四老 学生们跟着我几周了 我发现学生们的针灸基础太差 不仅仅是针法问题 身体素质也不行 手指不稳 我想提升他们的身体素质 孔红玉四老都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柳萍 你想怎么做 彭圣锐问道 柳萍脸色通红 满眼尴尬 我可以利用针灸 改变学生的身体素质 只是女学生 孔红玉四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让女孩子赤身针灸 对双方来说都很为难 我觉得 郎道如犹豫了几秒 继续说出想法 老孔 老范 老鹏 我们私下问问女学生 听听他们怎么说 我的意见是不支持也不反对 你们的意见呢 孔红玉点了点头 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彭圣锐也点点头 可以顺其自然 范子勋认真地看着柳萍 如果女学生都同意了 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 不会影响学生写毕业论文吧 柳萍笑了笑 范老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不会一蹴而就的 肯定是论文优先 可以 范子勋点头同意 孔老 帮我采购一批练习针灸的同仁 软得和硬的 各要25个 最好是与成人身高差不多的 柳萍说道 孔红玉点点头 我回头联系 到货以后 满意付款 哈哈 彭胜瑞满眼期待的哈哈大笑 柳萍 我期待中医腾飞的那一天 柳萍眼里射出坚毅的目光 我一定不遗余力 让中医重现辉煌 蓝贤静敲门走了进来 覆在柳萍的耳边 小声说道 黄老来了 要见你 柳萍心中一喜 静姐 你把黄老带到别墅 晚上我设宴款贷 嗯 蓝贤静快步走了出去 第105章 商业架构 晚上 柳萍亲自下厨 做了一桌子菜 柳萍 蓝贤静 邱青雅 和云青岩 陪着黄伟和黄义正 边吃边聊 黄老 你喝了药酒 感觉怎么样 柳萍笑着问道 黄伟满脸笑容 满意地点头 你配置的药酒确实不错 喝了以后 不仅睡眠好 身体的疲惫感也消失了 黄义正认真地看着柳萍 柳萍 你建药厂 想生产什么药物 柳萍想了想 认真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的想法很简单 第一步药厂生产 大众需要的特效药 比如 男人需要的补肾药物 女人需要的滋阴药物 黄义正眼里闪过一丝金光 满眼期待地望着柳萍 效果如何 柳萍一脸自信 我的配方 效果绝对出人意料 黄伟点了点头 第二步计划呢 第二步 计划生产润肺 养肝护肝和养胃的中药制剂 第三步生产治疗重症的药物 目前我在研制治疗肝癌 肺癌和尿毒症的 纯中药制剂 黄义正满眼惊诧 柳萍 如果你的计划实现了 药厂势必成为 华夏最有前途的企业 想不赚钱都难 黄伟满心欢喜 赞赏地看着柳萍 柳萍 说说你的计划 柳萍放下筷子 脸色一正 认真地解释自己的想法 药厂建在江城 黄家 蓝贤静和云青岩 各占15%的股份 不用出资 柳萍持有55%的股份 承担药厂所需全部资金 不责魔都 精灵交给康家 江城交给百姓诊所 和市中医院 四地同时推广 柳萍喝了一口酒 深沉的目光 从众人脸上扫过 为了确保前期销售顺利 不出现意外 最好与中医院合作 患者必须遵照 医嘱服用药物 暂不在药店销售 蓝贤静疑惑地看着柳萍 柳萍 你的想法虽然不错 却不利于快速占领市场 而且会耗费大量费用 柳萍笑了笑 我的目的不是快速占领市场 而是想告诉患者 只要是我柳萍的配方 效果绝对惊人 最多一年 定会被社会认可 以后想不赚钱都难 黄一正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柳萍的话是对的 搞实业绝不能着急 黄伟面带微笑 望着柳萍 防伟问题如何解决 生活中到处充斥着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柳萍笑了笑 这个问题好解决 第一是解决包装的防伟问题 第二是通过媒体宣布 药萍只在中医院销售 对外公布合作的中医院名单 如果医院出现问题 再通过包装辨别真伪 黄一正眼里放出异彩 此事可以干 柳萍笑着点头 我可以控制药厂的生产过程 不会泄密 如果通过代工企业生产外包装 泄密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 我们必须自己建包装厂 黄伟愣了一下 吃惊地看着柳萍 小柳 你手头有多少资金啊 蓝贤竟笑着插话 黄老 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平地前几天又赚了2000亿 黄伟摇头苦笑 不知道哪个倒霉的家族 招惹了柳萍 黄一正沉思片刻 认真地看着柳萍 柳萍 为了防止其他家族寄予 药品的专利留在你手上 授权新公司生产销售 即使有人搞垮了新公司 也拿不到药品配方 蓝贤竟立即表示赞同 邱金牙也点头支持 柳萍笑着点头 暂时先这样确定 境界 派人寻找合适的药厂 高价收购 如果没有合适的立即购买地皮 采购生产设备 争取四个月后全面投产 蓝贤竟点了点头 认真地看着柳萍 配方确定以后申请专利 柳萍看着黄一诚 黄叔叔 利用你的关系 找一个外包装专家 黄一诚认真地点头 我会尽力的 蓝小姐 你也利用关系找找 嗯 我会的 蓝贤竟认真回答 邱轻雅认真地看着柳萍 老公 我做点什么 柳萍爱怜地看着邱轻雅 你尽快把科技公司搞起来 有大用处 邱轻雅认真地点头 我一定尽力 至此 商业帝国的架构 出具规模 事情商定完毕 柳萍笑着对黄伟说道 黄老 留在江城吧 我帮你调理身体 黄伟笑着答应 行啊 反正我老头子 也没什么事 柳萍又看着黄一诚 黄叔叔 明天我给你调理一下身体 再给你开几副药 你回到帝都 要坚持服药 听你的 黄一诚满眼感激 柳萍一两尴尬 看着黄伟 黄老 把黄远欣三人送来江城吧 我过意不去 黄一诚摇了摇头 黄远欣三人蛮横骄纵 目前还不是时候 过一年再说 如果他们不能改掉恶习 治好他们 等于害了他们 甚至会拖累黄家 黄伟点点头 柳萍 不要多说了 我心里有数 饭后 柳萍用金针给黄一诚 疏通了全身经脉 又开了三副药 盯着黄一诚 黄叔说 二号药方 你要连续服用一个月 在此期间 千万不能进女色 你会惊喜的 黄一诚吃惊地看着柳萍 是你说的那种药 柳萍摇了摇头 不是 是滋养肾脏的 一个月以后 你就知道效果了 哈哈 黄一诚大笑几声 好小子 你这份大礼 我收下了 第二天上午 黄一诚返回帝都 柳萍给黄伟调理完身体 赶往诊所 接下来的两天 柳萍除了在诊所指导学生 就是待在中医院 任春多的病情 已经好转 肿瘤开始萎缩 柳萍郁闷的是 贾秀婷的病情 虽然好转 但恢复的速度极慢 无奈之下 加大药量 激发淋巴细胞的活力 提高贾秀婷的免疫力 修改药方 加大了抗病毒药物的剂量 转眼到了周日 柳萍驾车抵达 寻补训练基地 12名特训队员 正在训练场内 负重狂奔 柳萍把柳萍交到身边 通知队员结束训练 我要检查他们的身体 顺便把特种战士也叫过来 是 柳萍快步跑进训练场 大声喊道 训练结束 送回装备 十分钟后集合 柳萍逐一检查 江雅玲等人的身体 所有人气血充盈 肌肉充满力量 满意地点点头 李星宇满脸激动 教官 接下来训练什么项目 柳萍把柳萍交到身边 你记录 是 柳萍应了一声 拿出笔记本 柳萍脸上露出斜斜的笑容 每名队员 十公斤绑腿 十公斤杀背心 负重五十公斤 每天蹲马步五小时 手腕上挂着五块砖头 晚上泡药浴 完不成任务的 不许吃饭 江雅玲暗骂 王八蛋 这是把人往死里练啊 柳萍看着柳萍 开始吧 你负责监督 第106章 一诊计划 12名特种巡捕 背着背囊 在训练场蹲马步 双腕上悬挂着砖头 胳膊抖动不已 不时有人摔倒在地 发出痛苦的惨叫声 柳萍不时大声怒吼 起来 继续蹲好 胳膊不要抖动 珍丽萱等12名特种战士 站在训练场边 表情凝重 此种训练方法闻所未闻 即使自己参加训练 也坚持不了半个小时 柳萍大声喊道 珍丽萱 你们过来 我检查一下你们的恢复情况 半个小时后 柳萍检查完毕 满意地点点头 你们这帮家伙还算听话 再坚持一周 就可以参加简单的训练了 特种战士满眼兴奋 奇迹给柳萍敬礼 谢谢教官 柳萍看了一眼珍丽萱 你开车跟着我 去诊所取药 猛士和军车一前一后 驶出训练基地 抵达诊所 柳萍首先配置珍丽萱等 战士服用的药物 熬成药汁 装在药袋里 写上姓名 交给珍丽萱 柳萍又给江亚林等 巡捕配置了 泡药与使用的药材 交给了珍丽萱 命其交给柴翼 珍丽萱给柳萍敬礼后 驾车返回训练基地 柳萍买来快餐 交给看守诊所的 钢牙和珊虎 你们在这里 一定要吃好 千万别饿着 珊虎满眼感激 先生 我们在这里值班 每天都有补助 骑老虎还挺会办事 柳萍满意地点头 驱车回到别墅 坐在书房里 仔细考虑 滋阴补肾的药品配方 柳萍不断修改配方 总觉得不满意 感觉少了点什么 到底少什么了 柳萍感觉头脑混乱 索性闭目坐在椅子上 仔细回忆治疗肾虚患者 和调理黄疑症身体的过程 很快找到问题的关键 个人体质不同 所需药品不同 柳萍睁开眼睛 脸上露出笑容 药方必须与个人体质相匹配 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否则 不仅起不到调理身体的作用 反而会使问题越发严重 药方要想适用于大众 必须有足够的病例为基础 柳萍沉思片刻 先后通知邱青雅 蓝贤静和云青岩三人回别墅 邱青雅三人很快回到别墅 四人围坐在茶桌周围 柳萍把想法详细地讲了一遍 蓝贤静认真地看着柳萍 想在短时间内 收集足够多的病例 难度不小 云青岩笑着摇头 我倒是觉得简单 搞免费一诊 柳萍愣住了 吃惊地看着云青岩 如果免费一诊 哪有时间给真正的病人治病 邱青雅笑着说道 青岩妹妹的想法可行 每天一诊的时间固定 明确一诊人数 比如 每天一诊时间定在下午一点到五点 人数二十 男女个十人 连续一诊一个月 收集的病例 作为研制药物的参考数据 绝对够用了 柳萍满眼惊喜 好主意 就这么干 蓝贤静想了想 平地收集到的病例 是做研究之用 最好录入电脑 不仅方便查阅 还可以根据 就诊患者的身体恢复状况 调整药方 诊所需要购买几台电脑 柳萍点点头 确实 买三台台式电脑 放在诊所 再买一批笔记本电脑 给学生们使用 把宽带装上 学习娱乐两不误 改天让钢牙去办理 邱青雅认真地提醒柳萍 你现在带学生 研究过程产生的数据 对学生来说 意义更大 可以租用云空间 把不涉及隐私的病例 药方和视频 发到网上 供学生查阅 柳萍再次认真点头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一步一步来 不着急 四人又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 邱青雅满眼期待地看着柳萍 我们去看看爷爷吧 陪爷爷吃顿饭 你等我一会儿 我先给顾老和云叔叔斟酒 柳萍快步向二楼走去 三女坐在客厅里喝茶聊天 两个小时后 柳萍回到客厅 喝了一杯茶 青雅 带两盒化妆品 我准备两坛要酒 现在过去 三女都拎着礼物 向门外走去 蓝贤静和云青妍也去 柳萍满眼疑惑 默默地跟在三女身后 邱青雅向柳萍招了招手 老公 你坐我的车 一红一蓝 两辆顶级法拉利跑车 向邱家老宅驶去 邱老爷子看到柳萍四人 满心欢喜 虽然已过午饭时间 还是通知厨房准备饭菜 邱青雅把蓝贤静和云青妍 介绍给邱老爷子 蓝贤静和云青妍 给邱老爷子鞠躬行礼 拜见邱爷爷 邱老爷子没开眼笑 快坐 清雅 去泡茶 柳萍把药酒放在厨房 爷爷 本该早点给你送来 这段时间事情太多 忙忘了 邱老爷子无所谓的大笑 忙是好事 我老头子很开心 喝不喝酒 都是小事 蓝贤静带来的礼物 是一套紫砂壶 云青妍的礼物 是一盒名前茶 哈哈 邱老爷子开心的大笑 你们两个娃娃来看我 我已经很开心了 下次千万不要带礼物 邱德泽夫妇和邱德宇夫妇 回到老宅 邱青雅拿出两盒亮丽化妆品 分别递给母亲安真如 和伯母于松平 妈 伯母 这是给你们的 用完了 我再给你们 安真如吃惊地 看着邱青雅 亮丽系列 你怎么搞到的 听说这款化妆品现产 有钱也买不到 于松平爱不是手 前几天 我托人都没买到 大侄女 谢谢你 柳萍刚先说话 贝兰闲静的眼神阻止了 邱青雅脸色一正 妈 伯母 亮丽化妆品 是柳萍和静姐的公司生产的 你们两人可以免费使用 但如果你们想帮亲戚朋友购买 休想从我这里走后门 安真如气呼呼地瞪了邱青雅一眼 你眼里还有没有 我这个妈妈 邱青雅魂不在意 你们怎么想都行 我不在乎 邱德泽已经意识到 柳萍和邱青雅 将成为邱家仰望的存在 急忙打圆场 弟妹 公司有公司的制度 你和松平能免费使用 该知足了 不能影响公司的销售计划 柳萍给邱老爷子三人倒上要酒 爸 大伯 你们每天晚饭陪着爷爷喝一两 对身体有好处 酒没了 我再给你们送来 邱德宇对柳萍越来越满意 示意柳萍坐下 柳萍 你陪着老爷子喝几杯 老爷子总是念到你们 第107章 一整内容 邱老爷子一直面带微笑 不断催促柳萍和三女吃菜 柳萍对邱老爷子心存感激 希望邱老爷子能多活几年 爷爷 你跟着我们住一段时吧 我可以随时给您老调理身体 云青妍也从旁劝说 邱爷爷 我爸也在别墅 还有顾老爷子 你们几个老人家 可以喝茶聊天 邱德则认真地看着邱老爷子 爸 您平时一个人在家 我们也不放心 不如去清雅的别墅待一段时间 我们想你了 可以过去看你 邱老爷子也没有矫情 笑着点头 好 我听你们的 饭后 邱清雅三女和邱老爷子 回到半山别墅 柳平坐着出租车赶往诊所 路上买了两张大红纸 三虎与一名兄弟 在诊所值班 柳先生 您不休闲 三虎吃惊地问道 柳平笑了笑 三虎 你去买一个广告板和支架 支架要足够沉 不能被风吹倒 三虎满脸尴尬 先生 我不太懂 您是想放在院子里 宣传用 对 广告板的尺寸 不能小于大红纸 快去吧 柳平摆好桌子 铺上宣纸 嬷嬷 开始书写宣传内容 好消息 本诊所决定 从即日起 开展免费一诊活动 为期一个月 具体安排如下 一 一诊对象 年龄在28岁至55岁的 亚健康状态男女 不接诊慢性病或重病患者 二 一诊时间 每周一至周六 下午一时开始一诊 三 接诊人数 每天20人 男女各10名 四 发号时间 每天中午11时 开始发放当天一诊号码 发完为止 说明 一 一诊期间 一切免费 包括药物 为了确保 就诊人员身体完全恢复 务必在半个月后 回来复诊 二 如果检查出重病 或疑难杂症 可以送到市中医院 或市医院就医 由患者自行选择 也可以留在诊所治疗 费用自付 解释权及未尽事宜的协调权 归属于百姓中医诊所 柳平仔细地检查几遍 确认无误 又写了一张 三虎带着两套广告板和支架 感觉很满意 三虎看完广告内容 向柳平竖起大拇指 先生大膳 柳平撇了撇嘴 三虎 你明早把广告板 放在门外醒目的地方 告诉洪蕊 安排好一整号码 三虎认真的点头 是 我一定转告洪蕊妹妹 柳平回答别墅 邱青雅 蓝贤静 云青岩与陈洪蕊三个丫头 正在喝咖啡 陈洪蕊向柳平招了招手 平哥哥 你对计算机技术人员有要求吗 柳平愣了一下 你在说什么 康书文笑着补充 平哥 电脑有了 需要一名懂计算机的技术人员 洪蕊的高中同学 是计算机专业的 他想把同学介绍过来 柳平恍然大悟 随口说道 没什么特殊要求 人品必须过关 陈洪蕊点点头 女孩的家庭条件一般 很能吃苦 人也踏实 蓝贤竟给柳平泡了一杯茶 故意调侃 老爷 请喝茶 这是奴婢亲自泡的 柳平一本正经地端起茶杯 喝了一小口 故作深沉地 看着蓝贤竟 不错 来人啊 上 邱青雅等人看到柳平滑稽的样子 笑得前仰后合 柳平也笑了 爷爷呢 休息了 爷爷和顾老去我爸那了 还有康老 四个人在喝茶下起 云青岩笑着回答 陈雨昕推门走了进来 欢快地跑到柳平身边 挽着柳平的胳膊撒娇 平哥哥 我都饿瘦了 你去做点好吃的吧 柳平看了一眼时间 快到晚饭的时间了 笑着点头 雨昕妹妹这段时间学习辛苦 哥哥亲自下厨 给你做好吃的补充营养 哦耶 平哥哥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陈雨昕高兴地跳了起来 邱青雅故意瞪起眼睛 我就不好了 陈雨昕立即跑到邱青雅的身边 挽着邱青雅的胳膊 青雅姐姐是世界上最好的姐姐 不知为什么 陈雨昕的眼角出现泪花 邱青雅顿时慌了手脚 急忙安慰陈雨昕 妹妹 姐姐跟你开玩笑呢 陈雨昕笑着点头 我知道 我只是想起了以前日子 康书文把陈雨昕拉到身边 雨昕妹妹 以后有我们吃的 你就饿不着 你要努力学习 期待你考上名牌大学 陈雨昕眼神坚定 我一定努力 绝不让你们失望 柳平脑海中闪过一丝灵光 向陈佩云的房间走去 陈佩云满脸笑容 柳平 快坐 阿姨给你泡茶 柳平坐下后 郑重地望着陈佩云 阿姨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你这孩子 跟阿姨还这么客气 有话就直说 陈佩云笑着称怪 柳平犹豫了几秒 阿姨 我想给雨昕调理身体 疏通经脉 不仅可以提高免疫力 还能提升脑细胞的活力 对雨昕的学习大有好处 真的 那可太好了 陈佩云满脸激动 柳平尴尬地看着陈佩云 阿姨 真久的时候 雨昕必须脱去医库 我怕她 陈佩云没有说话 低头沉思 柳平 你不是会点穴吗 能不能让雨昕沉睡 能 您不说 我也会这样做 但必须争得您的同意 柳平认真地点头 说明想法 陈佩云认真地看着柳平 柳平 你是什么样的人 阿姨心里清楚 阿姨知道 你是真心为雨昕着想 你放心去做 我相信你 柳平郑重地点了点头 阿姨 我晚上过来 给雨昕斟酒 您不能告诉她 陈佩云点头 放心吧 阿姨都明白 柳平走进厨房 准备菜肴 邱青雅集女边聊天边摘菜 一个多小时后 餐桌上摆满菜肴 云青岩电话通知了云星号 几位老人有说有笑地 来到三号别墅 众人围坐在餐桌周围 云星号望着餐桌上的菜肴 哈哈大笑 柳平的厨艺太好了 吃过忘不了 我都不想回魔都了 顾老生以为然地点头 邱老 你的孙女婿太出色了 真让人羡慕 柳平给邱老等人倒上要酒 邱青雅拿出珍藏的红酒 温馨的气氛 令柳平感觉惬意舒适 陶佩云收拾好碗筷后 拉着陶宇星回到房间 该学习了 柳平拿起几个水果 放在托盘里 看了一眼邱青雅 我去看看陶阿姨 邱青雅点了点头 别打扰宇星学习 柳平端着水果 走进陶佩云的房间 手指有意无意地 扶过陶宇星的睡学 陶宇星瞬间进入昏睡状态 陶佩云把陶宇星扶到床上 小心地脱去陶宇星的外套 请留下一件小裤 柳平 这样可以了吗 可以了 柳平点点头 拿出金针 消毒后 刺进陶宇星的穴位 全身心的调理陶宇星的经脉 激发脑细胞的活力 第108章 开始一诊 柳平收回金针 认真地看着陶佩云 阿姨 让她睡到自然醒 如果明天来不及上课 给她请假 陶佩云点点头 好 你也累了 回去休息吧 柳平下到一楼客厅 邱青雅三人仍在聊天 邱青雅满眼疑惑 怎么这么长时间 柳平没有隐瞒 把事情讲了一遍 邱青雅瞪大了眼睛 满眼惊喜 柳平 我也要 明天帮我疏通经脉 云青雅满脸通红 小声说道 我也要 柳平满眼不解 仙子 真久的时候要脱去衣裤的 云青雅毫不避讳柳平的眼神 情义绵绵地望着柳平 脸色平静 你治好了 我爸爸的腿 我早晚是你的女人 柳平无言以对 求助地看向邱青雅 邱青雅左手挽着蓝贤静 右手挽着云青雅 撅着小嘴 白了柳平一眼 大坏蛋 我们三姐妹便宜你了 你在招惹女人 我们姐妹咔嚓你 柳平不知如何是好 脸色通红 急忙转移话题 静姐 我现在能一次治愈你的断脉 选个时间 蓝贤静摇摇头 我想办法让爷爷过来 再决定治疗时间 时间不早了 我要恢复体力 你们也早点休息 柳平回到自己的房间 盘膝坐在椅子上 运功调息 一夜无话 天亮后 柳平吃过早餐 赶到中医院 柳平走进任春朵的病房 检查过任春朵的卖相 看过片子 脸上露出微笑 任叔叔 有的小肿瘤已经消失了 大的肿瘤也在变小 任春朵笑着点头 我能感觉出来 谢谢你了 柳平写出两张药方 教个沐少语 立即熬药 熬至两份 今天喝一次 明天喝一次 一号药方早饭后服用 二号药方晚上睡觉前服用 沐少语点点头 把柳平的话记在病历上 拿着药方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 沐少语拿着一号药汁 回到病房 柳平把剑毒草 夹进药汁里 看着任春朵喝下药汁 指着剩下的药汁 叮嘱沐少语 把药汁放进冰箱 明天早饭后 让任叔叔服下 沐少语认真的点头 拿起药汁放进冰箱 柳平走进贾秀婷的病房 房间里坐着一对 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男女 贾阿姨 今天感觉怎么样 柳平笑着打招呼 贾秀婷笑了笑 感觉不怎么疼了 孔老看过片子 他说 肿瘤开始萎缩了 真的吗 柳平满眼惊喜 立即坐在病床边 仔细检查贾秀婷的脉象 脸色越来越凝重 贾秀婷满眼诧异 柳平的脸色 怎么如此难看 难道片子不对 柳平 怎么了 柳平抬起手指 满脸歉意 治疗有效果 肿瘤确实在萎缩 但我的药方有问题 我忽略了药物的副作用 伤害了肝肾 哦 贾秀婷恍然大悟 满眼期待地看着柳平 有办法解决吗 柳平笑着点头 当然有办法了 贾秀婷悬着的心放下了 尝出了一口气 那就好 柳平沉思片刻 快速写出一张新的药方 交给护士 熬制三副药 每天早上 饭后喝一副 全部喝完以后 做一次全面检查 护士不敢怠慢 把柳平的话 记在病历上 拿着药方走了出去 贾秀婷把站在床边的年轻男女 介绍给柳平 我儿子胡伯 女儿胡丹 快叫哥哥 胡伯和胡丹给柳平行礼 柳哥哥好 你们好 柳平满眼惊诧 贾阿姨 龙凤胎 你真幸福 贾秀婷满脸幸福 是的 胡伯是哥哥 柳平疑惑地问道 叔叔怎么没来 贾秀婷叹了一口气 家里有生意 他脱不开身 昨天出差了 柳平与胡伯和胡丹握了握手 告别贾秀婷 回到诊所 十几个人围着诊所外的宣传牌 小声议论 柳医生确实与众不同 不仅要价便宜 还能考虑到亚健康的人 是啊 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 预防疾病才是关键 一名中年人满脸怀疑 不会是孤名钓鱼之徒吧 中年人的话 引起附近居民的不满 一名老者瞪着眼睛指着中年人 你到附近打听打听 听听居民怎么评价柳医生 柳医生不仅医术高超 为人善良 整个江城最低的 我分析过 诊所根本不赚钱 中年男人知道犯了众目 低头跑开 女硕士林彬坐诊 陈洪蕊三个丫头 正在安装电脑 柳医走到陈洪蕊身边 笑着询问 洪蕊 号码搞好了吗 陈洪蕊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搞好了 只是很粗糙 我一会儿去广告公司 定制一批 柳医把白子涵 乔广成 和宋伟伦几人叫到身边 今天肯定很忙 你们分成两组 一组跟着林彬 另一组跟着我一诊 三人点点头 召集学生重新分组 十一点 陈洪蕊走出诊所 把一个纸牌贴在墙上 牌子上写着一诊牌号处 几名中年男女 迅速站在牌子前面 按顺序排好队 陈洪蕊大声喊道 不许加塞 不许吵闹 围者赶走 柳医看到人越聚越多 为了防止意外 拨通了总巡捕马俊飞的电话 把事情讲了一遍 请马俊飞派几个巡捕 维持秩序 十几分钟后 苏维赫领着八名巡捕 抵达诊所 维持秩序 陈洪蕊开始发放号码 仅仅过了两分钟 二十个号码发放完毕 每个拿到号码的人手里 都有一张表格 陈洪蕊大声解释 为了节省时间 请大家填上姓名 年龄等信息 没有拿到号码的人 满脸忧愿 一名女子满脸怒气 大声埋怨 排了这么久 既然拿不到号码 就不能多发几个 陈洪蕊走到女子身前 冰冷的眼神盯着女子 治疗一个人 需要二十分钟 二十个人需要四百分钟 医生是人 不是机器 如果你想检查身体 明天早点来排号 对不起 女子慌忙逃离 柳萍吃过午餐 看了一眼时间 洪蕊 开始吧 一名三十多岁的女子 走进诊所 柳萍仔细检查女子的脉象 确认女子体质后 把诊断结果写在表格上 看着女子 大姐 针灸配合中药 效果最好 但要脱去上衣 如果不想针灸 连续服用半个月中药 效果差不多 你选哪种 女子脸一红 我服药吧 柳萍点点头 先拿一周的药 下周上午再来取药 嗯 女子轻轻地应了一声 柳萍写好药方 交给白子涵 暗方熬药 一周的药量 夏飞大学刚毕业 应聘到江城电视台 担任新媒体记者 每天奔走在江城的大街小巷 直播百姓新闻 此时身穿职业装的夏飞 走在核心路上 看到百姓诊所门前聚集很多人 周围还有寻补 心中一震 难道出医疗事故了 快步跑了过去 第109章 直播一诊 夏飞通过服装 判断出苏薇赫是寻补领导 快步跑到苏薇赫身前 寻补先生 我是江城电视台的记者 请问诊所出什么事了 没出事啊 苏薇赫愣愣地看着夏飞 诊所今天一诊 来的人有点多 我们是来维持秩序的 满脸尴尬 急忙赔礼 对不起 我搞错了 苏薇赫笑着点头 指着不远处的宣传版 那上面写得很详细 你去看看 谢谢 夏飞推开人群 走到宣传版前 仔细观看 心中一喜 立即打开直播间 大家好 我是主播飞飞 我在核心路的百姓中医诊所门前 今天诊所免费一诊 一诊对象不是病人 而是亚健康群体 我把诊所的宣传内容发给大家 两分钟后 宣传版的照片出现在直播间 竟然关注亚健康人群 调理身体只能靠中医 西医根本没有办法 我也是亚健康状态 改天我去看看 亚健康的人如果不调理身体 很快酿成大病 平民诊所的医生有远见 主播 拍一下诊所的药价 主播 采访一下接受过一诊的人 主播 直播医生诊病的过程 夏飞应接不暇 无法及时回复粉丝提出的问题 急忙说道 大家不要着急 我先采访 再拍药价 最后直播医生诊治过程 一名三十多岁的戴着眼镜的男子 从诊所走了出来 夏飞立即跑了过去 拦住眼睛男 对不起 耽误你几分钟时间 眼睛男看到夏飞 眼睛一亮 夏飞主播 我是你的粉丝 我常看你的直播 我特别喜欢关于百姓生活的节目内容 夏飞满眼欣喜 没想到在这里能遇到粉丝 我想采访你 可以吗 可以啊 随便问 眼睛男笑着点头 夏飞认真的看着眼睛男 你是来接受一诊的吗 你觉得诊所的医生水平如何 能说说你的感受吗 眼睛男认真的面对镜头 我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我的真实感受 如果大家有疑问 可以随时来找我 大家都相信你 夏飞及时插话 眼睛男面对着镜头 我是一个IT男 整天面对电脑和代码 我清楚自己身体的情况 诊所的医生 紧紧摸过我的外卖 就把我的状况说得一清二楚 包括睡眠情况 饮食习惯 颈椎和腰椎的问题 夏飞心中矩震 百姓中医诊所的医生水平不凡 认真的望着眼睛男 医生只给你开药了吗 眼睛男举起药带 对准了镜头 医生给我针久了 现在浑身轻松 这是半个月的药 半个月以后 我来复诊 要是彻底恢复了 我会通过飞飞主播告诉大家 夏飞看到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女子 拎着药带走出诊所 大声说道 又有人出来了 大姐 能说说你的感受吗 中年女子不好意思地看了夏飞一眼 脸色微红 我感觉诊所的医生水平很高 再过半个月 才能知道身体是否完全恢复 中年女子快步离开 夏飞想了想 走到一名围观的老者身前 大眼 您是附近的居民吗 老者笑着点了点头 姑娘 有事 夏飞满眼期待地望着老者 大眼 您能给我介绍介绍百姓中医诊所吗 诊所 医生的水平怎么样 可以 老者面带开心的笑容 诊所的中医医生叫柳萍 二十多岁 这么年轻啊 夏飞大吃一惊 忍不住脱口而出 老者瞪大眼睛看着夏飞 姑娘 你千万别小瞧柳医生 我的老寒腿 每到阴雨天疼痛难忍 看过无数医生 都无法治好 柳医生给我针灸两次 服了半个月的中药 现在已经彻底好了 柳医生这么厉害 夏飞满眼难以置信 哈哈 老者大笑几声 指着身边的几个老者 你还别不信 你问问他们 柳医生都给他们治过病 听听他们怎么说 一名穿着糖装满面红光的老者 看着夏飞 姑娘 江城市的中医圣首孔红玉 彭圣锐 郎道如 和范子勋四人 你听说过吗 夏飞虽然与孔红玉四人 没有接触 但他母亲经常去 是中医院就诊 听他母亲提起过 孔红玉的名字 是江城有名的中医身手 认真的点头 我听说过 孔红玉四人 每周四五六来诊所做诊 他们无法诊治的患者 都交给柳医生 我亲眼所见 唐庄老者认真的说道 虽然是私人诊所 但要嫁便宜 江城最好的中医都在这里 熬药的人 都是研究生 夏飞听到周围的议论声 好奇心越来越盛 挤开人群 走进诊所 陈宏蕊立即拦住夏飞 把你的号码给我 夏飞愣了一下 满眼疑惑 什么号码 我没有号码呀 陈宏蕊把夏飞拉到 林冰的诊台前 治病在这里 夏飞知道对方误会了 急忙自我介绍 我不是来治病的 也不是来接受一诊的 我是江城电视台的记者 我想了解一下诊所的情况 陈宏蕊点点头 你随便看 也可以拍照 但绝不能影响医生工作 夏飞郑重地点了点头 拿出手机 拍下要价和诊所的规章制度 发进直播间 直播间再次炸了 哇塞 要价真便宜 我仔细看了 只有要价 没有治疗费 无论医生水平怎么样 要价说明一切问题 明天我去诊所看看 希望拿到一诊号码 我也去 夏飞没有搭理粉丝的反应 拿着手机直播柳萍诊病过程 看到柳萍领着一名中年女子 向治疗室走去 快步跑了过去 跟在柳萍的身边 柳医生 我是江城电视台的记者 我能直播 你给患者针灸的过程吗 柳萍停住脚步 脸上挂着斜斜的笑容 如果你不介意 你可以直播 我给你针灸的全过程 夏飞想到自己 脱去上衣的情景 满脸通红 急忙赔礼 对不起 我冒失了 柳萍严肃地看着夏飞 无论任何时候 都不要侵犯个人隐私 我明白 夏飞尴尬地回到原来的位置 陈洪蕊走到夏飞身前 你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 夏飞急忙赔礼 对不起 我再也不会影响医生了 直到晚上七点多 一诊才结束 柳萍把二十份病例交给陈洪蕊 你们回去以后 把病例录入笔记本电脑 最好是根据病症分类 陈洪蕊接过病例 点头答应 嗯 交掉我们吧 柳萍看到三虎来了 大声说道 洪蕊 你们三个去点菜 其他人收拾诊所 夏飞小心翼翼地走到柳萍身边 柳医生 你能接受我的专访吗 柳萍笑了笑 专访就算了 我没时间 跟我们去吃饭 想知道什么 随便问 第110章 网络传播 陈洪蕊拿出一瓶陈年白酒 放在柳萍面前 平哥哥 我老爸珍藏的酒 我偷出来孝敬你的 柳萍轻轻地谈了陈洪蕊一个脑崩 谢谢你 陈洪蕊顿时撅起小嘴 你又打我脑袋 不理你了 柳萍向乔广城招了招手 乔广城走到柳萍身边 师叔 有什么事 柳萍认真地叮嘱乔广城 少喝点酒 告诉你同学 回去好好总结今天接诊的病例 特别是如何判断个人体质 一个月以后 你们每个人写一篇论文 针对亚健康群体的不同体质 如何利用中药条理身体 是 乔广城认真地点头 夏飞坐在柳萍的身边 静静地看着柳萍下达任务 内心波澜起伏 柳萍的年龄比学生还小 却是学生们的诗书 难以置信 柳医生 你医术如此高超 是哪一所大学毕业的 夏飞小声问道 柳萍笑了笑 眼里闪过一丝遗憾 我没上过大学 我的医术是跟师父学的 夏飞越发感觉不可思议 能介绍一下你师父吗 柳萍摇头苦笑 说实话 我只知道师父是一个山野村夫 连师父的名号都不知道 怎么给你介绍 夏飞顿时猛圈了 感觉进入了死胡同 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话题 菜肴陆续端到桌子上 陈宏蕊给柳萍加了一块猪脚 平哥哥 快吃饭吧 你忙了一天 肯定饿了 柳萍满意地笑了笑 还是洪蕊妹妹关心我 夏飞看到柳萍 没有丝毫诗书的架子 向林家弟弟 时不时与陈洪蕊三女闲聊几句 偶尔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 内心越发好奇 暗暗决定 以后经常到诊所直播 饭后 学生们坐着出租车 直接返回学校 夏飞面带微笑地看着柳萍 柳医生 我想常去诊所直播 希望你能同意 柳萍点点头 在诊所直播 有利于宣传中医 只要不涉及个人隐私 我不反对 谢谢 明天见 夏飞与柳萍打了一声招呼 坐上出租车离开 狐狸精 陈洪蕊望着夏飞的背影 撅着嘴 小声骂了一句 康书文附在陈洪蕊耳边 小声问道 吃醋了 你敢嘲笑我 陈洪蕊红着脸扑向康书文 两只龙着手 直奔对方的搁支窝 两人闹成一团 柳萍急忙出言阻止 陈洪蕊 田丽瑶和康书文三人向轿车走去 柳萍回答别数 邱青雅和云青岩满脸笑容 不错眼珠地盯着手机 看什么呢 那么入迷 柳萍随口询问 邱青雅快步跑到柳萍身前 搂着柳萍的脖子 狠狠地亲了一口 老公 你成为名人了 网上对诊所的评论 都是正面的 怎么回事 柳萍一脸蒙圈 云青岩脸上挂着幸福甜蜜 满眼一彩 把手机递给柳萍 我的男人 你看看 柳萍主动忽略了云青岩的话语 接过手机 视频是自己诊治患者的过程 苦笑着解释 是电视台的记者在诊所直播的 邱青雅似笑非笑地看着柳萍 电视台的记者 女的吧 柳萍微微点头 是 邱青雅嘴绝了起来 声音也高了几度 很漂亮吧 柳萍再次点头 漂亮 话刚出口 柳萍意识到坏了 急忙解释 我没注意 应该是漂亮的 大坏蛋 让你沾花惹草 邱青雅掐住柳萍腰间的软肉 来个180度旋转 啊 柳萍惨叫一声 挣脱邱青雅的双手 飞快地消失在二楼 哥哥 云青岩看到柳萍的狼狈状 忍不住笑出声来 银铃般的声音在客厅回荡 邱青雅无力地坐在椅子上 不解地看着云青岩 青岩妹妹 你一点都不担心 云青岩似笑非笑地看着邱青雅 我为什么要担心 邱青雅认真地看着云青岩 我们已经是三姐妹了 你就不怕 她再给我们找几个姐妹 云青岩笑了笑 我这样一个大美女 整天在她面前晃悠 她连我的手都没摸过一下 你觉得她会在外面招惹女人吗 邱青雅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这倒是真的 只是她太优秀了 总能吸引女孩子 云青岩眼里露出神秘的笑容 我倒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邱青雅顿时来了兴趣 拉着云青年的胳膊 妹妹 你有什么好办法 快说说 云青岩附在邱青雅的耳边 小声嘀咕几句 邱青雅不住点头 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这个办法确实可行 柳平回到房间 美美地泡了一个热水澡 躺在床上 抱着笔记本电脑 继续研究同伯的内容 夏飞回到家 洗漱后躺在床上 沉思片刻 拿出手机 开始编辑信息 今天下午 经过核心路百姓中医诊所 诊所开展医诊活动 医诊的对象不是病人 而是亚健康群体 柳平的医术非常高超 医术在中医胜手恐红欲之上 柳平调理身体的方法是 中医针灸与服用中药相结合 采访了几个接受了针灸的人 都表示相当满意 大赞柳平的医术 视频里的医生就是柳平 由于涉及个人隐私 无法拍摄针灸过程 夏飞仔细检查几遍 确认无误 把文字和视频发在朋友圈 仅仅过了五分钟 有人给夏飞恢复 询问夏飞一整时间 夏飞把拍摄的宣传照片 发了出去 静静地看着好友的回复和评论 突然 一个长回复引起夏飞的注意 夏飞立即点开内容 仔细观看 柳平 绰号温神 医术高绝 善于用读 功夫深不可测 是邱氏集团总裁邱青雅的未婚夫 温神曾以一己之力 灭掉韩氏家族 韩家族长和吕家族长 被温神送进监狱 韩玉龙和吕靖远走国外 不敢回国 江城的十几个大家族 迫于柳平的压力 各拿出十亿资金 交给邱氏集团 温神被江城的大家族列为 绝不可招惹之人 我的妈呀 夏飞忍不住惊呼 没想到毫无架子的柳平 竟然还有如此凶悍的一面 到底哪个形象是真实的 又一条回复跳了出来 夏飞立即点开 网名云在飞的网友回复 我表妹在市中医院上班 她说 柳平治好了被判死刑的 肝癌术后复发患者 这段时间在治疗肺癌和肝癌患者 听说疗效显著 如果你们不信 可以去是中医院打听 夏飞彻底惊呆了 决定去是中医暗访 第111章 惊动官家 夏飞拍摄的诊病视频 和朋友圈的内容被疯狂转发 不断有人点赞 都为江城有如此优秀的年轻医生而骄傲 左锐涛看到朋友圈的内容 意识到柳平的疫症活动 符合主旋律 社会效应超乎想象 立即拨通了田财汉的电话 田财汉和夫人朱子轩坐在沙发上 边看电视边聊天 朱子轩满眼担心 轻生埋怨 老田力咬整天待在柳平的诊所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 田财汉无所谓的笑了笑 有什么可担心的 柳平绝不是花花公子 朱子轩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我不是担心柳平 我是担心女儿 这段时间她有些不正常 嘴里总是念到柳平 田财汉刚想说话 手机铃声响了 看到是左锐涛的号码 立即接通 老左 有事 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 田是手 柳平的诊所从今天开始 开展医疹活动 为期一个月 我认为卫生系统应该出面支持 医疹活动 你等一下 我问问 田财汉拨通了田力咬的手机 女儿 柳平在搞医疹活动吗 田力咬如实回答 嗯 今天是第一天 为亚健康人群调理身体 预防大病 田财汉与女儿聊了几句 挂断电话 坐在沙发上思考几分钟 拨通了江城市电视台女台长陆雪俊的电话 陆台长 你知道百姓中医诊所开展医疹活动吗 我建议电视台派出记者跟踪采访 连续报道 陆雪娟没想到 私人诊所的医疹活动 竟然惊动了士手 立即表态 田是手 医疹活动意义非凡 电视台一定大力宣传 从明天开始 连续报道 田财汉提醒道 不仅要宣传医疹活动 还要宣传中医 我明白 陆雪娟挂断电话 继续观看夏飞拍摄的视频 脑子快速运转 宣传医疹活动 不仅仅是宣传主旋律了 已经成为任务 完成得不好 台长的位置必定不稳 陆雪娟拨通夏飞的电话 夏飞 我看了你拍摄的医疹视频 很有意义 夏飞没想到 台长亲自打来电话 心中一喜 急忙回话 谢谢台长 我会加倍努力的 夏飞 既然你认识柳萍 我代表台里通知你 从明天开始 你带一个团队 留在诊所 全方位多角度拍摄医疹活动 当天剪辑 晚间新闻播出 能做到吗 陆雪娟不给夏飞考虑时间 直接给夏飞下达任务 夏飞被陆雪娟的话诈晕了 没想到自己转眼之间 成了制片人 采访内容在当天 晚间新闻中播出 感觉不太真实 急忙问道 台长 你说的是真的 陆雪娟笑了几声 我有必要骗你吗 你能做到吗 夏飞像中了彩票一样 激动无比 郑重承诺 嗯 请台长放心 我一定准时交稿 好好的 我看好你 陆雪娟说完 挂断了电话 Oh yeah 夏飞没想到 自己随手拍摄的视频 带来轰动效应 激动地跳了起来 对柳萍充满感激 案发是 一定要拍出 有特色的诊疗视频 田财汉与佐瑞涛沟通后 达成一致意见 佐瑞涛代表 卫生系统清零诊所 对百姓中医诊所的 诊诊活动 给予表演和鼓励 柳萍并不知道 官家已经注意到了 诊所的诊诊活动 仅仅看了两张 同伯的内容 深感疲乏 盘膝坐在床上 运工调膝 一夜无话 柳萍刚刚吃过早饭 接到了李勇的电话 李勇 你回来了 柳萍问道 李勇认真的反问 我和妹妹在一起 去哪里找你 你在市中医院门口等我 我马上过去 柳萍狼吞虎咽地吃了几口 驱车向市中医院赶去 路上通知孔红玉 安排病房 李勇的妹妹李雪平 穿着普通 身高不足一米六十 扎着一个马尾便 脸色灰白 毫无血色 脚步亮呛 仿佛随时会跌倒在地 离开这个世界 孔红玉把柳萍三人 领进高级病房 小柳 目前仅剩下这种病房了 柳萍感激地点了点头 谢谢孔老 我还有事 有事让护士叫我 孔红玉走出病房 护士把李雪平扶到病床上 给李雪平换上病号服 柳萍检查过李雪平的脉象后 暗暗长出了一口气 比市民山的情况好多了 李勇满眼担心 柳医生 我妹妹的情况怎么样 问题不大 用不了多久 妹妹就能出院 柳萍开除几张药方 编上号码 交给护士熬药 柳萍看着李勇 我要给妹妹斟酒了 你一个大男人 去外面等着 李勇张了张嘴 没有说出一个字 低着头走出病房 为了避免李雪平尴尬 柳萍点中李雪平的睡学 让李雪平进入深度睡眠中 护士小心地脱去李雪平的医库 李雪平的治疗过程 与市民山的治疗过程 大同小异 疏通经脉 排除肝肾内的残毒 温养肾脏 服用中药 李雪平的症状烧轻 柳萍耗费的内力也不多 柳萍帮着护士 给李雪平穿好衣服 解开李雪平的睡学 护士打开腰带的膝口 把吸管放进李雪平的嘴里 柳萍笑着说道 妹妹 把药喝了 一会儿去趟厕所 派出体内的毒素 从明天开始 你会越来越好的 谢谢柳医生 李雪平毫不犹豫 喝光药汁 柳萍按照时间顺序 写出一份详细的清单 交给护士 著名食谱 以及每种要知的服用时间 柳萍把陈洪蕊的电话号码 留给李勇 我下午在诊所一诊 关闭手机 如果妹妹感觉不好 打这个电话 一定能找到我 李勇小心地 收起电话号码 柳萍拿出邱清雅 留给自己的银行卡 交给李勇 卡里的钱足够你用的 李勇尴尴尬地看着妹妹 李雪平摇了摇头 柳萍认真的看着李勇 把你的银行卡号告诉我 如果你拒绝 兄弟没得做 李勇满眼感激地 说出了银行卡号 柳萍给李勇赚了三百万 认真的看着李勇 多给妹妹买点营养品 不用担心钱 李勇眼角湿润了 低着头说不出话来 我回诊所 一整时间快到了 柳萍拍了拍李勇的肩膀 快步走出病房 驱车回到诊所 诊所门前站着很多人 柳萍看到 夏飞带着摄像师 在人群中采访拍摄 摇头苦笑 夏飞一眼瞄到柳萍 我一声我想采访你 柳萍美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 别做怪 快到时间了 我要为今天的一诊做准备 驱驴 我就不信采访不到你 夏飞望着柳萍的背影 小声地骂了一句 第112章 胃癌中期 柳萍走进诊所 博士邓琪在坐诊 邓琪 遇到难题了吗 柳萍微笑着问道 邓琪笑着摇头 师叔 今天来的病人不多 大都是来调理身体的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宋伟伦和我一起坐诊 柳萍满眼诧异 怎么会这样 陈红蕊挽着柳萍的胳膊 萍哥哥 你得感谢那个狐狸精 他拍摄的视频 在网上疯传 很多看到视频的人 跑来诊所检查身体 拿不到一诊号码的人 自愿掏钱 请邓哥和宋哥 给他们检查身体 柳萍恍然大悟 怪不得那么多的人 在诊所外围观 意识到 这是一个宣传中医的机会 把乔广成 沈小云和傅云会三人叫到身边 你们三人跟我一起一诊 你们负责检查 我来针灸 乔广成 沈小云和傅云会 满脸激动 齐齐点头 柳萍眼里露出鼓励的目光 你们不用担心 去准备吧 乔广成 沈小云和傅云会三人 立即准备整台 柳萍扭头看着陈红蕊 做了多少个号码牌 陈红蕊满眼得意 傲娇的扬起头 做了100个 足够用 柳萍满一点点头 以后 每天发40个号码 去补发今天的20个号码 陈红蕊满眼担心地望着柳萍 萍哥哥 一天40个 太多了吧 柳萍无所谓地笑了笑 去安排吧 准备几何银针 放在诊室里 让书文给银针消毒 陈红蕊拿着号码牌和表格 走出诊所 三分钟后 陈红蕊回到柳萍身边 萍哥哥 太受欢迎了 不到两分钟就发出去了 外卖快餐送进诊所 柳萍和参与一诊的学生 狼吞虎咽的填饱肚子 休息一会儿 下午有的忙了 柳萍一边喝茶 一边说道 乔广成 沈小云和傅云慧三人 略嫌紧张地 坐在各自的诊台后 夏飞领着摄像师走进诊所 柳医生 我们想拍摄诊病过程的视频 你不会拒绝吧 陈红蕊看了一眼柳萍 快步走到夏飞身前 傲娇地看着夏飞 可以拍摄视频 你们不许说话 不许来回走动 更不许打扰坐诊的医生 不会打扰医生的 摄像师架好摄像机 对准诊台 夏飞也架好直播手机 打开直播间 说了一句我在百姓中医诊所 直播开始 关掉手机的声音 柳萍把陈红蕊和田丽瑶叫到身边 小声叮嘱 你们两人在诊所门口喊号码 负责导诊 每次领进三个人 陈红蕊两人点点头 拿着本子走出诊所 下午一点 诊所门外传来陈红蕊的声音 1号 2号 3号 跟我来 两女一男走进诊所 都是30多岁 分别坐在乔广城 沈小云和傅云慧三人的诊台前 柳萍静静地观察乔广城 沈小云和傅云慧三人的诊病过程 三人按照望闻问切四要素 仔细检查 没有漏过任何细节 柳萍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暗暗点头 假以时日 必定都是中医胜手 十几分钟后 三人满意地离开这台 柳萍领着两名女人走进诊室 柳萍拿起银针 面带微笑 二位姐姐 请脱去外套 两女脸色微红 慢慢脱去上衣 闭着眼睛坐在椅子上 柳萍把树莓银针 刺进年纪较大的女子的穴位上 姐姐 你是职业女性吧 饮食作息不习惯 导致阴阳失调 扶药半个月后再来复诊 嗯 女子点头 我会再来的 你坐一会儿 15分钟后拔针 柳萍拿起银针 开始给年纪稍小的女子针灸 同样叮嘱对方 20分钟后 柳萍领着两名女子走出诊所 一名学生把熬好的药汁 交给两名女子 两女高高兴兴地走出诊所 夏飞拿着录音笔 快步跟上两女 略带歉意地打招呼 二位姐姐 请留步 两女停下脚步 满眼不解地看着夏飞 夏飞笑着自我介绍 不好意思 打扰你们了 我是江城电视台的记者 我想请二位姐姐 谈谈针灸的感觉 两女对视了一眼 年纪较大的女人看着夏飞 我们都是女人 你应该知道 身体经常会出现不是 针灸之后 不是的感觉消失了 至于以后还会不会出现 我无法回答 年纪较轻的女子 深以为然地点头 说道 我也是这种感觉 谢谢二位姐姐 不打扰了 夏飞回到诊所 内心产生一丝期待 自己是不是也要针灸一次 可是想到在柳萍面前脱掉上衣 顿时脸发烧 心跳加速 柳萍每次带着两个人走进治疗室 不是两名男人 就是两名女人 针灸前 柳萍都先检查脉象 核对乔广城 沈小云和傅云惠三人的诊断结果 和开出的药方 如果发现错误 立即通知乔沈傅三人修改 有了乔沈傅三人的加入 柳萍只负责针灸 一诊速度极快 即使遇到症状较轻 不需要针灸之人 柳萍也会检查脉象 核对乔沈傅三人诊断结果 确认无误后 才让就诊之人离开 沈小云走到柳萍身边 附在柳萍的耳边 指着自己枕台前的男子 小声说道 师叔 这个人的脉象很怪 感觉他的胃部有问题 我不敢确定 柳萍走到沈小云的枕台前坐下 手指放在男子的脉门上 几分钟后 柳萍抬起手指 拿起表格看了一眼 张庆 跟我来 张庆不明所以 满眼狐疑 跟着柳萍走治疗室 坐 柳萍示意张庆坐下 认真地看着张庆 你相信我吗 张庆机械地点了点头 不祥地预感在体内蔓延 心生恐慌 怯生生地看着柳萍 一声 我的情况很不好吗 柳萍认真地看着张庆 你进来是不是经常胃不舒服 食欲减退 张庆点了点头 是 柳萍暗叹了一口气 又是一个职业病患者 如果我没看错 你应该是胃癌中气 啊 张庆失声惊叫 瞬间崩溃 眼里流出泪水 低声哽咽 我上有老 下有小 怎么办 柳萍笑着拍了拍张庆的肩膀 你担心什么 我又没说这不好 张庆内心俱阵 满眼期待地望着柳萍 你真能治好 我带你去市中医院 做个全面检查 顺便看看 我正在治疗的癌症患者 他们的症状都比你严重 柳萍和张庆走出治疗室 把陈宏蕊叫到身边 今天下午来不及针灸的人 你记下来 让他们明天上午过来 我现在去市中医院 陈宏蕊看了一眼张庆 轻轻地嗡了一声 夏飞看到柳萍领着张庆走出诊所 难道这个男人有重病 快步追了出去 柳萍和张庆刚刚坐进猛事 夏飞拉开后车门 钻了进来 我也去 柳萍瞪了一眼夏飞 跟着去可以 不许胡乱报道 第113章 开导张庆 路上 柳萍拨通了市中医院院长林振轩的电话 林院长 我带病人去医院检查胃癌 请帮忙安排一下 林振轩没想到 柳萍会带人来医院 心中一喜 毫不犹豫地答应 好 病人不多 到了就检查 我在一楼大厅等你 我马上就到 柳萍扭头看了一眼张庆 不用担心 在我看来 胃癌是小病 张庆认真地点了点头 柳医生 我相信你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夏飞内心矩震 瞪着眼睛望着柳萍的背影 胃癌都是小病 这个家伙太能吹了 可是 看到柳萍满脸自信 不像吹牛 难道他的医术 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今天只能做CT和X光射线检查 张庆没有空腹 无法做内镜超声检查和胃警 只能等明天早上 林振轩领着柳萍三人 边走边解释 很快走到CT检查室门口 柳萍拍了拍张庆的肩膀 别担心 去吧 张庆点了点头 跟着林振轩走进CT室 夏飞好奇地盯着柳萍的眼睛 柳医生 你凭借脉相 就能确定张庆是胃癌 柳萍无所谓地撇了撇嘴 这有什么难的 别说是胃癌 其他癌症 我也能检查出来 吹牛 夏飞暗暗腹肥 柳萍的脸颊棱棱鲜明 充满自信 心中一动 这家伙不仅帅气 还挺阳刚 夏飞 感觉心跳突然加速 脸发烧 急忙低下头 暗骂自己不知羞耻 不到半小时 林振轩领着张庆 走出CT室 初步检查结果 是胃癌中期 肿瘤的直径大约三公分 两个小时才能出片 现在去做X光检查 林振轩边说边领着三人 走到X光室门口 夏飞再次震惊了 没想到柳萍的诊断 如此准确 林振轩领着张庆 进入X光室 几分钟后 两人走了出来 柳萍客气地看着林振轩 麻烦林院长了 林振轩摇了摇头 麻烦什么 你可是是中医院挂名的专家 片子还要等一会儿 去我办公室坐一会儿 柳萍笑着摇了摇头 我去看看任春朵 贾秀婷和我朋友的妹妹 林振轩点了点头 是李雪平吧 我知道她 中毒尿毒症 林院长 你先忙 一会儿见 柳萍领着张庆和夏飞 走进任春朵的病房 任春朵的夫人王慧琪 高兴地打招呼 小柳 你来了 快坐 任叔叔 你感觉怎么样 柳萍坐在病床边 手指放在任春朵的麦门上 任春朵脸上挂着喜色 老婆 把最新的CT片子拿过来 让柳萍看看 几分钟后 柳萍满眼欣喜地接过CT片子 仔细观看 任叔叔 不愧是先天武者 身体强悍 恢复速度远超常人 最多再住一个月 就能彻底痊愈 哈哈 任春朵大笑几声 我能感觉出来 身体每天都在变好 没想到 我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 还能有恢复健康的一天 真是太谢谢你了 任叔叔 我明天上午再过来 柳萍三人 走进贾秀婷的病房 胡博和胡丹坐在病床边 陪着贾秀婷聊天 柳萍坐在病床边 一边检查贾秀婷的脉象 一边询问 阿姨 今天怎么样 今天没感到疼痛 身体也有力气了 贾秀婷笑着回答 柳萍 柳哥 今天上午拍的 柳萍接过片子 看到肿瘤确实开始萎缩 满脸兴奋 阿姨 谢谢你 我找到治疗肝癌的方法了 贾秀婷也很高兴 没想到真能帮到你 柳萍再次修改药方 交给护士 最后一副药喝完以后 按照这个药方熬药 明白 护士把柳萍的话 记在病历上 柳萍三人走出病房 把电话号码写给夏飞 夏飞 你陪着张庆 骗子出来后 给我电话 夏飞明白柳萍的话外音 认真地点了点头 与张庆向CT室走去 柳萍走进李雪萍的病房 李勇正在削苹果皮 李勇吃惊地看着柳萍 今天不忙 不是明天才过来吗 我送一个病人过来 顺便来看看妹妹 柳萍坐在病床边 检查李雪萍的脉象 脸上露出喜色 妹妹恢复得不错 不用修改药方 再服用一周 我下周再给妹妹斟酒 李雪萍脸色微红 谢谢柳哥 夏飞和张庆 坐在CT室外的椅子上 你很担心 夏飞小声问道 张庆满脸忧郁 我孩子小 老婆没有工作 父母的年纪大了 如果我倒下 我的家就完了 夏飞暗叹了一口气 认真地看着张庆 张庆 你相信柳医生吗 张庆重重地点头 我相信他 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自信 他一定有办法治好我的病 夏飞像老朋友一样 拍了一下张庆的肩膀 你是家庭的顶梁柱 一定要乐观 你的家人才能放心 如果你愁眉不展 你的家人会更痛苦 张庆深吸了一口气 猛地抬起头 认真地看着夏飞 夏记者 谢谢你 对我来说 担心和痛苦 没有任何意义 我知道怎么做了 夏飞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如果有困难 可以跟我说 找柳萍医生也行 张庆笑着摇头 我有存款 也有保险 困难不大 我会愉快地配合治疗 全当给自己放的长假 争取早日回到工作岗位 夏飞谨慎地提醒张庆 我建议你住在柳萍的诊所 他能随时检查你的病情 张庆笑着点头 我也是这么想的 诊所的医护人员都不简单 林振轩拿着CT片子走了过来 柳萍呢 柳萍去看他妹妹了 应该快回来了 夏飞的话音未落 柳萍的身影出现在走廊里 林振轩把CT片子递给柳萍 确诊了 确实是肝癌中期 我觉得不用再做胃镜和内镜超生检查了 柳萍点了点头 认真地看着张庆 你是想在这里住院 还是去我的诊所 张庆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去诊所 白天还能帮诊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柳萍点点头 通知你夫人去诊所 我们现在回去 三人回到诊所 一诊已经结束 柳医生 别忘记看十点的晚间新闻 夏飞与柳萍打了一声招呼 与摄像师一起离开诊所 柳萍把白子涵和乔广成叫到身边 你们商量一下 从明天开始留下两男两女值班 张庆的夫人蒋兴亚满脸 忧愁地走进诊所 挽着张庆的胳膊 满眼担心 老公 确诊了 张庆笑着安慰蒋兴亚 不用担心 柳医生一定能治好我的病 柳萍写出一份食谱 交给蒋兴亚 按照食谱给张庆送餐 用不了一周 药膳餐厅开业 我让厨房给张庆配餐 蒋兴亚收起食谱 鞠躬致县 麻烦柳医生了 柳萍看着张庆 你今晚回去休息 明天早上过来 开始治疗 好 第114章 各方反应 柳萍回到别墅 没想到邱老 康老 云兴浩一家 顾老一家 陈洪蕊三女 陶氏母女等人 全部都坐在客厅里 邱爷爷 康老 云叔叔 顾老 你们怎么没休息 柳萍吃惊地问道 陈洪蕊跑到柳萍身边 挽着柳萍的胳膊 萍哥哥 是我通知他们过来的 狐狸精说 今晚十点有诊所新闻 柳萍愣了一下 狐狸精 你说夏菲 陈洪蕊撇了撇嘴 就是他 看到他缠着你 我就生气 邱青雅和云青岩 互相对视一眼 脸上露出微笑 让陈洪蕊跟在柳萍的身边 绝对是最好的办法 十点整 江城电视台的晚间新闻 准时播出 主持人播了几条新闻后 话锋一转 语气变得平和温婉 人吃五股杂粮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 现代社会 工作节奏越来越快 职场人士面临的工作压力 越来越大 很多人饮食无规律 睡眠不正常 身体长时间处于 眼健康状态 医院也很少关注亚健康人群 随着时间的推移 长期处于亚健康的人 最终走进医院 甚至有人罹患重病 今天 终于有人开始关注亚健康群体 画面一转 屏幕上出现百姓中医诊所的牌匾 主持人继续旁白 百姓中医诊所 是一家私人中医诊所 诊所的主人 是二十多岁的中医医生柳萍 柳萍带领诊所的医护人员 在不影响正常诊病的情况下 开展免费一诊活动 一诊对象是28岁至55岁的亚健康人群 画面再次变化 屏幕上出现邓奇诊病 和柳萍指导学生的画面 由于涉及个人隐私 本台记者 无法拍摄到柳萍针灸的画面 记者随即采访了几个人 他们都承认 针灸后 一身轻松 身体的不是消失了 至于会不会复发 半月后复诊 才能给出准确答案 画面上出现夏菲采访女子的画面 女子的话语无比真诚 也许有人认为柳萍太年轻了 是孤名钓鱼之徒 但今天下午 她仅凭迈向 就确诊了胃癌中期的患者 足以证明 她是一名医术高超的中医医生 屏幕上出现了柳萍和夏菲 陪着张庆在市中医院检查的画面 虽然张庆的头像被马赛克挡住 但林振轩的声音清晰无比 令人信服 明天 百姓中医诊所继续进行免费医诊活动 本台也会持续跟踪报道 哇塞 狐狸精很有才嘛 陈洪蕊满脸兴奋地说道 顾老认真的看着柳萍 柳萍 我知道你胸中有秋鹤 但你毕竟是一个人 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啊 对未来有什么规划 顾老说得对 凭我一个人 确实做不了什么 柳萍虽然语气沉重 但目光坚毅 认真地说出想法 发展中医和重现中医的昔日辉煌 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的初步规划的是 第一 把诊所内的十几名学生培养成才 第二 建立医院和培训学校 持续培养人才 第三 成立中医药研究所 让中程药走进千家万户 第四 发展中药种植产业 形成完整产业链 确保可持续发展 好 顾老猛地拍了一下大腿 满脸激动地看着柳萍 眼里带着赞赏和期待 柳萍满脸不好意思 顾老 这只是我的想法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呢 顾老认真的看着柳萍 能不能成功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必须为理想而努力 哪怕失败了 也为后人奠定基础 你的人生也是丰富多彩的 柳萍重重地点头 谢谢顾老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一往无前 绝不让自己后悔 新闻播出后 在江城市的医疗系统炸开了 这小子 总能个人惊喜 田财汉拨通了左瑞涛的电话 老左 看晚间新闻了吗 看了 电视台剪辑的内容不错 左瑞涛的语气中满含骄傲 毕竟柳萍也是江城市 卫生系统一份子 呵呵 田财汉忍不住笑出声来 故意调侃 老左 你开始骄傲了 能不骄傲吗 柳萍代表私人中医诊所 改变了普通人 对私人中医诊所的看法 左瑞涛的语气越发激动 田财汉暗暗点头 知道左瑞涛说的是实话 继续问道 你今天没去柳萍的诊所吧 没去 下午突然有个会 左瑞涛如实回答 田财汉暗暗出了一口长气 老左 我觉得 你暂时还是不要去 等半月再说 左瑞涛沉默了几秒钟 田是手 我明白你的想法 但从一个议者的角度来说 我希望自己 站在柳萍的身边 田财汉明白 左瑞涛的话外音 柳萍只是私家诊所的老板 需要助力 需要同盟军 左瑞涛的想法无可厚非 如果柳萍失败了 一定会对官家的公信力 造成影响 田财汉沉默了几秒 老左 去或不去 你自己决定 我都不会反对 江城市医院院长 蒙一东坐在沙发上 思潮起伏 对比柳萍的行为 惭愧不已 市医院的医疗设备 是全市医院最好的 药价也是最高的 蒙一东清楚 药价居高不下的原因 也想杜绝过度医疗的行为 但都是雷声大于点小 最后不了了之 百姓中医诊所 不仅要价极低 而且不收取诊疗费 赢得百姓的好评 一诊行动 更是把百姓中医诊所 推上风口浪尖 是必引起大众的关注 用不了多久 药价问题 必将摆在相关部门的桌面上 蒙一东看到了 打破医院现状的机会 期待柳萍再接再厉 搅魂药价这滩死水 迫使官家改革医疗体制 降低药价 恐红欲看完晚间新闻 深感欣慰 柳萍是真正玄乎济世的好中医 将来医院建成了 百姓会获得更多的实惠 对比中医院的药价 后背冒出一身冷汗 立即拨通了林振轩的电话 小林 今晚的新闻看了吗 看了 柳萍确实不简单 林振轩大声称赞 哎 恐红欲暗叹了一口气 林振轩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只能开门见上 柳萍已经买好地皮了 医院的建设 已经提上一试日程 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吗 柳萍建医院 与我有什么关系 林振轩有些发懵 暗暗复匪 但恐红欲是自己的授业恩师 试探着说道 老师 我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恐红欲恨铁不成钢 大声说道 柳萍的医院建成以后 条件肯定比现在的中医院要好 要价会很低 你就没有一点想法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林振轩冒出一身冷汗 老师 我明白了 明天我召开会议 商讨改革要价 第115章 疯狂主播 柳萍不知道晚间新闻 引起各方震动 美美地泡了一个热水澡 躺在床上研究铜箔图片的内容 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 邱轻雅穿着半透明的睡衣 走进房间 钻进柳萍的被窝 柳萍好奇地看着邱轻雅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和云青岩在一起吗 邱轻雅满脸妩媚 搂着柳萍的脖子 线上热吻 人家想你了 你不想人家吗 想 怎么不想 柳萍热情地回应 风停雨中 邱轻雅懒散地躺在柳萍的怀里 老公 你真的不想收了云青岩 柳萍面露苦涩 看着邱轻雅 秦雅 你是我老婆 怎么能劝我去找其他女人呢 邱轻雅深情地望着柳萍 老公 虽然我不知道 师父在帝都有多少仇人 但我能想象出 师父的仇人绝不是简单人物 背后的势力肯定不可小觑 柳萍知道 邱轻雅说的是实话 点点头 没有说话 邱家只是江城的三流家族 根本没有能力对抗帝都的大家族 云家传承久远 与其他世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你收了云青岩 他定然能成为你的一大助力 邱轻雅耐心地解释 哎 柳萍叹了一口气 满脸无奈 如果真按照你说的做 对你和对云青岩都不公平 邱轻雅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 我不在意这些 我只在意你的安全 云青岩看似温婉柔顺 但他外柔内刚 即使你不收他 他也不会再找其他的男人 他会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你就忍心看着他 耗尽青春 柳萍顿时惊呆了 愣愣地看着邱轻雅 云叔叔和少阿姨不反对 邱轻雅笑了笑 云叔叔和少阿姨了解青岩的性格 他们反对不了 魔度的世家都知道青岩的誓言 你觉得青岩还有选择吗 柳萍沉思良久 认真的看着邱轻雅 此事暂时不提 也许他会改变 邱轻雅点点头 你知道静姐为什么拒绝治疗吗 柳萍点点头 满脸无奈 我猜得到 邱轻雅认真的说道 他用生命争取幸福 如果你辜负了他 他宁可离开这个世界 也不会让你治疗 柳萍紧紧地搂着邱轻雅 满眼深情 老婆 你太好了 邱轻雅轻轻地亲了一下柳萍的脸蛋 你知道就好 快睡觉吧 你疯狂起来像野兽一样 我快累死了 一夜无话 早八点 柳萍抵达诊所 诊所门外站满围观的人 十几名年轻男女拿着手机直播 柳萍刚想去开门 被一名正在直播的女孩认了出来 女孩对着手机喊道 柳萍医生来了 我现在去采访她 仅仅过去了几秒钟 柳萍就被十几名拿着手机直播的年轻男女围住 柳医生 诊所的药价如此便宜 你不怕引起其他医院的仇恨吗 柳医生 你是哪所学校毕业的 柳医生 你真的只好癌症了吗 柳医生 你有女朋友吗 柳医生 你为什么关注亚间抗人群 柳萍听到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脑袋嗡的一声 推开身前的女孩 大声喊道 闪开 我要开门 十几个男女主播 根本不在意柳萍的怒火 继续围在柳萍的周围 这些人太可恨了 为了所谓的流量 竟然阻挡正常工作 真是不择手段 柳萍怒火冲上脑门 内力疯狂运转 强大的威势 猛地涌向四周 四周的年轻男女 都蹬蹬地倒退几步 一名面目萎缩的瘦弱男青年 鄙视地看着柳萍 出言恐吓 有什么可牛逼的 不就是一个小医生吗 信不信 老子搞得你身败名裂 柳萍眼里闪过寒光 慢慢走到尾缩男青年身前 我还真不信 我倒真想看看 你怎么搞得 我身败名裂 尾缩男看到柳萍凌厉的目光 不由地倒退几步 瞪着眼睛盯着柳萍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给我等着 尾缩男说完 准备离开 我让你走了吗 柳萍冷声怒喝 尾缩男面带讥讽 老子想走就走 像怎么样就怎样 有说你打我了 我成全你 柳萍的话音未落 抬脚踢在尾缩男的肚子上 啊 尾缩男惨叫一声 飞出七八米 喷出一口鲜血 头一歪 昏了过去 其他男女主播都吓呆了 意识到柳萍绝对是不可招惹的人 慌忙后退 意图离开 柳萍知道 必须收拾这些不择手段的家伙 否则 他们会经常出现在诊所附近 影响诊所正常运行 立即大声怒吼 都给我站在 谁再走一步 那个尾缩男就是榜样 两名站在外围的男青年 转身就跑 想跑 既然来了 就留在这里吧 柳萍手一挥 荧光闪过 两名男青年瞬间变成雕塑 魔鬼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意图逃离的男女主播都双手抱头 乖乖地蹲在地上 柳萍掏出手机 拨通苏薇贺的电话 苏巡补 你们什么时候到 我这里来了一帮搞事的 马上到 十几分钟后 苏薇贺带着十几名巡补 抵达诊所 柳教官 什么情况 苏薇贺笑眯眯地询问 柳萍指着已经昏迷的萎缩男 语气冰冷地说道 他说要搞臭我 被我打昏了 搞臭温审 真是活腻味了 苏薇贺暗暗苦笑 示意两名巡补 把萎缩男带走 柳萍又指着蹲在地上的 十几个男女主播 把这些人也带走 严加审讯 我要知道他们 真正目的 没有我的命令 不能放他们离开 谁有意见 让他来找我 苏薇贺也知道 柳萍这事杀鸡警猴 立即呼叫支援 陈洪蕊三女抵达诊所 看到诊所外 蹲着十几名年轻男女 认真地问道 萍哥哥 这些是什么人 是来导师的 柳萍随口解释 陈洪蕊顿时大怒 掏出手机 拨通了骑老虎的电话 死老虎 有人来诊所搞事 你立即带人过来 柳萍并没有阻止 骑老虎来了也好 能起到震慑作用 骑老虎不敢怠慢 立即驾车向诊所赶去 路上通知了手下兄弟 骑老虎的手下来得 比寻补还快 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一名寻补刚想过去询问 被苏威鹤拦住了 都是柳教官的人 几十名男子走到柳萍身前 恭敬的行礼 参见柳先生 免礼 柳萍随口说道 骑老虎抵达诊所 快步跑到柳萍身前 先生 出什么事了 柳萍指着蹲在地上的年轻男女 这些人跑这里来直播 还要采访我 影响诊所正产运营 以后你派人盯着点 骑老虎认真的点头 这些人怎么处理 柳萍脸上露出斜斜的笑容 语气冰冷 交给寻补 让他们在寻补房待一段时间 陈洪蕊像一个江湖大佬一样 拍了拍骑老虎的肩膀 表现不错 回头请你吃饭 支援到了 苏威鹤命寻补 把所有男女主播全部带走 至少可以安静一段时间了 柳萍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大声说道 洪蕊 开门 第116章 试首诗记 张庆和蒋兴亚拎着洗漱用具走进诊所 柳医生 都准备好了 从今天开始 我住在这里 张庆虽然面带微笑 但还是难以掩饰眼里的忧虑 柳萍把手机交给陈洪蕊 如果有人找我 告诉对方 我再给病人针灸 嗯 陈洪蕊把手机放进兜里 跟我来 柳萍把张庆夫妇 领进最里边的病房 张庆 你住在这间病房 旁边是厕所 你先收拾一下 我去准备药物 一会儿针灸 张庆点点头 放下手里的东西 与蒋兴亚一起整理床铺 柳萍回到大厅 写出三张药方 编上号码 交给白子涵 立即熬药 每张方子熬制三副药 熬好后 放在冰箱里 白子涵接过药方 立即安排人抓药 熬药 今天是吕凯做诊 柳萍把宋伟伦 沈小云 和邓奇三人叫到身边 我上午可能没时间 遇到重症患者 你们三人协助吕凯 如果你们也解决不了 先安顿好病人 我针灸结束后 再给病人检查 宋伟伦三人认真地点头 柳萍叮嘱吕凯 如果遇到困难 请宋伟伦 沈小云 和邓奇三人相助 吕凯郑重地点头 我会的 请师叔放心 我不会擅作主张 柳萍拿着两盒银针和酒精灯 走进病房 张庆 准备好了吗 张庆认真地看着柳萍 我需要怎么做 柳萍点上酒精灯 边给银针消毒边说道 脱去衣裤 仰躺在床上 张庆一眼脱去衣裤 仰躺在床上 张庆的胃癌刚刚确诊 没吃过药物 肝肾基本没有残毒 柳萍不想使用建毒草 希望用普通药物治疗胃癌 柳萍决定护住心经 疏通胃经 肝经 肾经和肠经 即使在服药过程中 有残毒积累 也容易排除 打定主意 柳萍拿起消过毒的银针 认真地看着张庆 我要开始了 准备好了吗 张庆微微点头 准备好了 柳萍手一挥 手里的银针 快速刺进张庆的心经 不一会儿 张庆的胃经 肝经 肾经 和肠经的穴位 插满银针 柳萍的内力 沿着银针刺进的穴位 进入张庆胃经 一股热流在体内扩散 太舒服了 张庆闭着眼睛 脱口说道 柳萍脸上露出满意之色 你年轻 经脉还没有完全固化 疏通起来并不困难 所以你才感觉舒服 蒋欣亚不错眼珠地盯着柳萍的手指 手指轻轻撵动几下银针 银针便颤动不止 随即撵动下一枚银针 马总寻补的办公室 苏维鹤把审讯结果交给马俊飞 马总寻补 这些人怎么办 马俊飞美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 我知道怎么办 柳萍的目的是杀鸡儆猴 如果我们把这些家伙放了 柳萍肯定跟我们发表 苏维鹤深以为然地点头 有几个年轻人是观患子弟 通知他们的家长吗 马俊飞简单地看了一遍询问笔录 满眼疑惑 你不是说 有个家伙要搞臭柳萍吗 怎么没有他的笔录 送医院了 我的人守着呢 医院刚刚来电话 人已经醒过来了 我马上去医院 苏维鹤如实汇报 马俊飞点了点头 通知家长的事情 交给其他人 那个家伙敢叫嚣搞臭柳萍 这种事情肯定没少做 严加审讯 借此机会 展开进化网络行动 此事由你全权负责 我会让技术部门全力配合你 无论设计任何人 都严惩不待 是 苏维鹤应了一声 快步走了出去 马俊飞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温神在前面冲锋 各路牛鬼蛇神 无处遁形 定能一网打尽 至于搞事的官患子弟 先关几天再说 说不定也能网到大鱼 马俊飞赶到医院 直接走进病房 尾缩男的双手 被锁在床头上 尾缩男脸色苍白 声嘶力竭地怒吼 为什么抓我 拿出本合笔 姓名 尾缩男继续吼叫 你他麻的聋了吗 我是受害者 苏维鹤一言不由理 继续询问 尾缩男又吼叫几声 发现苏维鹤根本不搭理 索性闭上眼睛 不言不语 苏维鹤向一名寻部点了点头 寻部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 寻部领着医生走进病房 苏维鹤指着尾缩男 看着医生问道 医生 他有没有生命危险 医生笑着回答 怎么可能有生命危险 再揍一顿也死不了 谢谢医生 我带他回去审讯 苏维鹤挥了一下手 两名寻部解开手铐 把尾缩男拖了出去 医生满眼厌恶 这家伙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苏维鹤把尾缩男 带到问询室 继续审讯 尾缩男眼珠一转 我要见律师 苏维鹤面露冷笑 你没资格见律师 姓名 长强 扑痴 苏维鹤忍不住笑出声来 满脸嘲讽 蟑螂 你还别说 你长得还真像蟑螂 长强双眼通红 大声怒骂 你才是蟑螂 你全家都是蟑螂 性别 长强看到对方 根本不理会自己 彻底崩溃了 有气无力地回答 难 住址 森河阳光小区 五栋一单元702 苏维鹤脑海里 上过一丝疑问 转身离开问询室 走进马俊飞的办公室 马俊飞吃惊地看着苏维鹤 顺讯完了 没有 刚开始 苏维鹤坐在沙发上 问道 总寻补 我记得资源局的副手姓昌 住在森河阳光小区 马俊飞点点头 你说的我是昌奎杰 他怎么了 苏维鹤表情诡异 似笑非笑地看着马俊飞 想搞臭柳平的家伙 叫昌强 如果我没猜错 应该是昌奎杰的儿子 马俊飞沉思片刻 拨通了是手田财汉的电话 把事情详细地讲了一遍 田财汉暗暗苦笑 昌奎杰能坐上 实权部门的副手 不是因为个人能力有多强 而是背景深厚 如果柳平咬住不放 昌奎杰肯定会不择手段的报复 以柳平的性格 肯定会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田财汉对着话筒说道 马俊飞 你通知昌奎杰 把责任推给柳平 我联系柳平 让他做好准备 我于 马俊飞暗暗称赞 不愧是老狐狸 有好戏看了 第117章 昌氏父子 柳平拔出银针 长出了一口气 张庆 今天的治疗结束 我让人把药送过来 你休息吧 张庆出了一身透汗 浑身舒坦 感激地看了柳平一眼 谢谢 柳平回到大厅 陈宏蕊立即把手机交给柳平 平哥哥 田叔叔找你 柳平拨通田财汉的电话 田叔叔 你找我 柳平 那个叫嚣搞臭你的家伙叫昌强 他父亲是资源局副手昌奎杰 你想怎么办 田财汉认真地问道 这不是田财汉的风格啊 难道田财汉 想为昌奎杰说情 柳平略意思考 田叔叔 你的意见呢 小狐狸 田财汉忍不住暗骂一句 简单的一句话 就把皮球踢回来了 昌奎杰的背景复杂 如果你收拾昌强 要做好昌奎杰报复的准备 我把问题都推给你 你能挺住吗 背景深厚吗 柳平眼神越发冷峻 明白了田财汉的想法 不由得暗暗苦笑 自己被利用了 柳平 打折不死反受其害 你一定要想好了 田财汉认真地提醒 柳平知道田财汉的话是对的 田叔说 你要死的还是要活的 田财汉吓了一跳 知道柳平下决心了 沉思几秒 语气坚决 死活先不论 如果你要做 必须斩草除根 不要留下后患 柳平面色冷峻 我明白了 谢谢田叔 按照你说的做 柳平会怎么做呢 田财汉隐隐有些担心 拨通苏维赫的电话 维赫 秘密调查昌奎杰和昌强 交给柳平 明白 苏维赫毫不犹豫地答应 柳平走进休息室 拨通了梅小燕的电话 小燕 立即招手调查资源局副手昌奎杰 和她儿子昌强的犯罪证据 找到后发给我 梅小燕沉默了几秒钟 老板 你急用吗 嗯 越快越好 我好像有昌奎杰的视频 找到后发给你 梅小燕走进密室 打开保险箱 查找关于昌奎杰的视频 陈洪蕊挽着柳平的胳膊 平哥哥 你跟我来 柳平不明所以 跟着陈洪蕊走出诊所 几分钟后 走进装修完毕的饭店 陈洪蕊满脸骄傲地看着柳平 平哥哥 你看看风格怎么样 柳平很喜欢饭店的风格 古色古香 墙壁贴着深红色木板 棚顶悬挂着古典宫灯 大厅内摆放着老师八仙桌 不错 不错 洪蕊妹妹真有眼光 柳平不住称赞 陈洪蕊的婴儿脸挂着兴奋的红侠 平哥哥 我们去看看为诊所准备的包厢 柳平没想到 陈洪蕊还有设计的天赋 内心充满期待 立即点头 走 包厢在二楼的角落 足有70多个平方 房间内摆着两张特制的大餐桌 每个餐桌至少能坐15人 墙上悬挂着一台大电视 靠墙摆着一排沙发 沙发前是跟雕茶台 角落的柜子上摆着咖啡壶 柳平顿时瞪大眼睛 洪蕊 都是你设计的 陈洪蕊傲娇地甩了一下头发 当然了 茶台是金丝楠木根雕 茶具是我收藏的GDZ瓷器 以后累了 可以在这里喝茶休息 柳平笑着点头 满眼赞赏 没想到洪蕊妹妹 还是一个小才女 陈洪蕊指着角落的房门 似笑非笑地看着柳平 平哥哥 你猜猜那个房间是做什么的 柳平随口回答 卫生间呗 陈洪蕊也没解释 挽着柳平走大门前 拉开房门走了进去 柳平看到房间内 摆着十几个用防水布密封的大缸 顿时惊呆了 这是酒房 陈洪蕊满脸得意 平哥哥 你没想到吧 左边的一排大缸 是给男人准备的 右边的一排大缸 是给女人准备的 柳平点点头 没想到 我真没想到 陈洪蕊认真的看着柳平 平哥哥 缸里已经加满酒了 就等药物了 嗯 柳平点点头 晚上下班前搞好 陈洪蕊认真的看着柳平 平哥哥 我准备周日试营业 药膳配方 你要尽快解决 柳平满眼不解 你连厨师和服务员都没有 怎么赢眼 陈洪蕊故作神秘 这你就不用管了 药膳配方和菜肴配方 必须在周六之前搞好 周六晚上试吃 周日中午 把所有好朋友请过来 柳平点点头 行 如果我忘记了 你要提醒我 两人走进厨房 只需购买粥锅 其他厨具一应俱全 两人回到诊所 陈洪蕊开始派发一诊号码 江城寻补房 马俊飞的办公室 昌奎杰与昌强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 刻出来了 如果昌强是小蟑螂 昌奎杰就是大蟑螂 昌奎杰满眼阴霾 语气不善 马总寻补 我儿子犯了什么罪 不仅被打伤了 还要被收押 马俊飞脸色平静 淡淡地看了昌奎杰一眼 有人举报你儿子恐吓 敲诈勒锁 昌奎杰蹭的一声 站了起来 瞪着三脚眼怒吼 不可能 我儿子怎么可能敲诈勒锁 马俊飞眼里射出寒光 上位者的威压涌向昌奎杰 这是总巡部的办公室 不是你家的客厅 你在我这里叫嚣什么 昌奎杰知道马俊飞极恶如仇 手段很辣 真不敢与马俊飞正面冲突 深吸了几口气 冷冷地说道 我要保释我儿子 对不起 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禁止保释 马俊飞毫不犹豫地拒绝 王八蛋 老子早晚搞死你 昌奎杰心中暗骂 但此时 有求于马俊飞 必须低头 低声询问 我儿子敲诈谁了 总可以说吧 马俊飞脸上露出令人费解的笑容 百姓中医诊所的老板柳平 如果柳平愿意撤销案件 你儿子马上可以回家 昌奎杰气呼呼地走出办公室 马俊飞满眼期待 柳平 看你的了 百姓中医诊所 爹 柳平的手机 响起收到信息的提示音 柳平看到是美小燕发来的信息 内容是一个网络连接 还有用户名和密码 用手机登录后 屏幕上出现十几个视频文件 没想到美小燕还有这么一手 柳平立即走进休息室 关好房门 调低手机声音 点开视频 画面令人作呕 柳平连续看了几个视频 不仅发现了昌奎杰收受贿赂的视频 还发现了昌强向他人炫耀 乐意搞臭他人的视频 0 美小燕的电话打了进来 柳平立即接通 小燕 我收到视频了 老板 那个与昌奎杰一起鬼混的老家伙 虽然已经退休 但视力不可小觑 美小燕认真地提醒 柳平语气真诚地表达谢意 谢谢 能不能查到赵德祥的视力详情 赵德祥的三个儿子都是商业大亨 目前掌握的资料显示 三人与魔都和帝都的世家 有业务往来 详情还在调查 美小燕回答 好 有结果发给我 柳平拿来笔记跟电脑 把视频文件导入优盘里 回到大厅 陪着众人吃快餐 夏飞走进诊所 满眼惊诧 堂堂的柳大医生 也吃快餐 没点几个好菜 第118章 已退为进 下午一点 一诊准事开始 依然是乔广城 沈小云和傅云慧三人做诊 柳平负责针灸 夏飞继续开通直播间 摄像师架好摄像机 拍摄视频 让柳平出来 随着一声怒吼 昌奎杰瞪着眼睛走进诊所 诊所内的病人 都愣愣地望着昌奎杰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陈宏蕊快步跑进治疗室 满眼担心 平哥哥 外面来了一个萎缩的中年人 让你出去见他 柳平正在给人针灸 知道是昌奎杰来了 脸上露出斜斜的笑容 附在陈宏蕊的耳边 小声说道 你去告诉搞事的人 我再给病人治病 让他等一会儿 记得告诉刚牙 不要阻拦搞事的人 陈宏蕊虽然不明所以 但知道柳平肯定有深意 点头走出诊所 来到昌奎杰的身前 柳平正在给病人治疗 你等一会儿 竟敢让老子等他 诊所不想开了 昌奎杰抓起一把椅子 狠狠地砸向柜台上的 电脑显示器 啪叉 显示器掉在地上 摔得粉碎 乔广成等人都恐惧地 望着昌奎杰 停止诊病 钢牙眼里喷出怒火 几步奔到昌奎杰的身边 抡起手里的橡胶棍 陈宏蕊立即拦在钢牙身前 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 昌奎杰满眼不现 小子 你知道我是谁吗 老子是资源局的昌奎杰 你敢打我 我一定让你家破人亡 唉 钢牙狠狠体喷出一口怨气 扭头走出诊所 啪叉 哗啦 所有电脑和窗户玻璃 全部被砸碎 外面的动静 清晰地传入柳平的耳朵里 不错 昌奎杰配合得不错 自己该出面了 柳平面色阴沉地走出治疗室 阴冷的目光盯着昌奎杰的脸上 都是你砸的 昌奎杰脸色挂着趾高气扬的冷笑 满眼鄙视地看着柳平 是我砸的 你能把我怎么样 跟我斗 你还嫩了一点 好 你很好 柳平的目光越来越阴冷 昌奎杰冷笑几声 你生气了 有种打我呀 我成全你 柳平抬脚狠狠地踢在昌奎杰的肚子上 哦 昌奎杰惨叫一声 从破碎的窗户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地上 嘴里喷出一口鲜血 挣扎着站了起来 柳平走在昌奎杰的身边 盯着昌奎杰的眼睛 你来治病 我欢迎 你想搞事 我奉陪到底 好可怕的目光 昌奎杰感觉像被洪荒猛兽盯上 不由地倒退了几步 擦去嘴角的鲜血 满眼怨毒 柳平 你为什么诬陷我儿子敲诈勒索 柳平脸上挂着嘲讽之色 满眼鄙视 你儿子是什么货色 你不知道吗 我诬陷他 他有资格吗 昌奎杰脸色铁青 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诊所老板 竟然如此嚣张 大声怒吼 柳平 你必须撤销案件 否则 老子弄死你 弄死我 我等着 柳平冷笑几声 指着破碎的窗户和电脑 你砸碎了诊所的东西 必须赔偿 昌奎杰满眼不屑 赔偿 你做梦吧 柳平看了一眼 守在门口的钢牙 钢牙 打断他一条腿 是 钢牙抡起橡胶棍 狠狠地砸在昌奎杰的膝盖上 咔嚓 骨头碎裂的声音 传入众人的耳朵里 啊 昌奎杰惨叫一声 摔倒在地 没想到柳平真敢让人打断自己的腿 眼神越发阴毒 恶狠狠地盯着 柳平 如果你不打死我 老子绝不会放过你 柳平语气越发冰冷 钢牙 再打断他的另一条腿 拖出去 仍在大街上 你守着他 不能让他离开 这家伙真他妈的愚蠢 竟然趁着一整的时候搞事 这家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这种人装比习惯了 就是欠揍 钢牙走到昌奎杰身边 再次抡起橡胶棍 昌奎杰恶狠狠地盯着钢牙 大声喊道 小子 这是我和柳平的恩怨 赶紧滚 否则 我绝不放过你 招惹柳先生 该死 钢牙手里的橡胶棍 毫不犹豫地 打在昌奎杰的另一条腿的膝盖上 膝盖碎裂的咔嚓声 在房间内回荡 啊 昌奎杰再次发出惨叫声 手机直播了全部过程 直播间顿时炸了 妈妈的 这个人真该死 竟然打砸正在一诊的诊所 背后一定有利益纠葛 这个家伙自称是资源局的昌奎杰 人肉他 夏飞已经忘记了直播的事情 满眼小猩猩 不错眼珠地盯着柳平 好霸气的男人啊 真帅 摄像师及时调整镜头 拍下全部过程 钢牙一把抓住昌奎杰的衣领 像拖死猪一样 把昌奎杰拖到大街上 静静地站在昌奎杰的身边 演戏要演全套的 柳平掏出手机 拨通了马俊飞的电话 马总寻补 我要报案 有人来诊所搞事 影响诊所正常运行 一整活动已经停止 我让保安打断了搞事者的双腿 扔出去了 马俊飞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虽然知道柳平不会放过昌奎杰 但没想到 直接打断了昌奎杰的双腿 语气低沉 我去处理 你自己小心点 昌奎杰指着正在维持秩序的年轻巡捕 大声喊道 你们眼睛瞎了吗 老子被人打了 你们为什么不抓凶手 几名年轻巡捕满眼鄙视 仿佛在说跑到温神面前装笔 这是活得多么不耐烦啊 一名年轻巡捕 慢慢走到昌奎杰身前 淡淡地说道 你还是打电话叫救护车吧 你们给我等着 昌奎杰立即拨通了马俊飞的电话 姓马的 我要报案 百姓中医诊所的保安打断了我的腿 啊 真是你啊 马俊飞故作吃惊地说道 我刚刚接到诊所报案 说是有人到诊所搞事 影响诊所的一整活动 被保安打断了腿 没想到是你 我马上过去 柳萍向诊所内外的患者身居一躬 对不起了 你们也都看到了 诊所破败不堪 一整不能继续了 请大家回去吧 柳医生 我是搞装修的 我马上让人来安装剥裂 柳医生 我认识卖电脑的 我让人送几台电脑 柳萍向四周抱拳致谢 谢谢各位父老相亲 但是 现在不行 必须等寻补调查清楚以后 我才能安装剥裂 以后可能不搞一整了 柳萍表情凄苦 顿时引起共鸣 这是什么世道啊 我们去找官家 必须还百姓一个公道 对 绝不能放过这些王八蛋 柳萍看到群情激愤 转身走进诊所 不一会儿 马俊飞带着寻补抵达诊所 看到满地的玻璃碎片 破烂不堪的情景 暗暗点点头 昌奎杰不死 也得脱层皮 前来就诊的人 立即围住马俊飞 你一言我一语 强烈要求惩治昌奎杰 马俊飞走到没人的地方 拨通田财汉的电话 把情况简单地介绍一遍 田财汉也没想到 柳萍把事情做得如此完美 是该出手的时候了 立即收押昌奎杰 严格审讯 我满上召开会议 第119章 严惩不待 马俊飞命人把昌奎杰送到医院 严加看管 任何人不得探视 两名寻补拍下现场照片 留存证据 柳萍领着马俊飞 走进休息室 马俊飞满眼疑惑地看着柳萍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柳萍笑着摇了摇头 没什么计划 诊所停业一段时间 把饭店搞起来 马俊飞点点头 柳萍 你要小心帝都的赵德祥 他与昌奎杰关系不错 柳萍眼里闪过一丝寒光 语气冰冷 如果赵德祥敢惹我 我就送他去地狱 我走了 接下来你想干什么 就去干什么 昌奎杰交给我 马俊飞快带着寻补离开诊所 柳萍知道 田财汉和马俊飞 绝不会放过千载难逢的机会 一定狠狠收拾昌奎杰 待在休息室 前行为陈洪蕊准备 药膳和药酒的配方 陈洪蕊先后拨打了 邱青雅和蓝贤静的电话 告诉二女 诊所被人砸了 二女放下手头工作 驱车赶到诊所 夏飞以为柳萍生气了 感觉心痛 拿起手机 在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 言语间充满愤怒 不仅替柳萍打抱不平 也替前来就诊的患者泄愤 同时把摄像师拍摄的完整视频 发到朋友圈去 不仅仅是夏飞发了朋友圈 前来就诊的患者 也有人用手机拍下全程视频 发到朋友圈 整个江城顿时炸锅了 无论是官家的工作人员 还是普通百姓 都议论纷纷 资源局的副手 是官家工作人员 为什么要打砸 正在议诊的诊所 是谁给的胆子 昌奎杰到底是人民公仆 还是人民的老爷 或是地痞恶霸 电视台台长陆雪娟 看到夏飞的朋友圈 吓了一跳 立即拨通了夏飞的电话 夏飞 朋友圈的视频是真的 夏飞语气不善 台长 你不相信 视频是摄像师拍摄的 近百人亲眼目睹 陆雪娟轻声埋怨 夏飞 你太莽撞了 不该如此冲动 你知道会产生什么效果吗 夏飞毫不客气地反问 什么效果 不能说真话吗 我这个记者 还能干什么 陆雪娟顿时怒火中烧 你马上回来 夏飞知道得罪台长了 自己的记者生涯 结束了 找到柳萍 我走了 以后不能再来诊所直播了 昌奎杰的视力不弱 你要小心点 柳萍点点头 多谢 改天我请你吃饭 夏飞笑着点头 你有我的号码 瞧手一判 柳萍猜测 夏飞可能把视频发出去了 引起上级不满 可能因此失去工作 自己又欠人情了 只能以后找机会报答了 邱清雅和蓝贤进脚前脚后抵达诊所 看到满地的玻璃碎片 两人顿时怒火中烧 陈洪蕊走进休息室 平哥哥 清雅姐和静姐来了 我们出去吧 邱清雅拉着柳萍的手 瞪着眼睛问道 老公 是谁干的 蓝贤进脸色阴沉 满眼担心 平哥 你别生气 是谁做的 姐给你报仇 柳萍笑了笑 拉着二女的手 走进休息室 你们不用担心 我要是阻止 诊所会被砸吗 二女都是极度聪明之人 顿时瞪大了眼睛 互相对视了一眼 蓝贤进尝出了一口气 悬着的心放下了 笑着问道 你是故意的 柳萍笑着点点头 认真的解释 我和田叔叔 马总寻补三人设计的圈套 他们要收拾昌奎杰 但昌奎杰背景强大 所以 我玩了点小阴谋 邱清雅满眼担心 会不会留下尾巴 柳萍爱怜地捏了一下 邱清雅的脸蛋 放心吧 你老公不愚蠢 打折不死 反受其害的道理 我还是懂的 蓝贤进知道柳萍的性格 平地 遇到困难 一定要通知我 柳萍笑着点头 洪蕊的饭店装修好了 我去准备药膳 好啊 我很期待 蓝贤进和邱清雅 挽着柳萍的胳膊 走到大厅 柳萍写出二十几个药方 交给白子涵 每个方子熬制五复 白子涵吓了一跳 师叔 你没搞错吧 柳萍笑了笑 去吧 我一会儿 给你们做药膳 白子涵高兴地大喊 同学们 快过来帮忙 师叔给我们做好吃的 柳萍看着邱清雅和蓝贤进 你们通知别墅的所有人 都来饭店 我去买厨房用具和食材 好 二女齐声回道 柳萍亲手配好 泡制药酒需要的药材 有塑料袋装好 分成两堆 把陈洪蕊叫到身边 左边的一堆 放进男人的药酒缸里 右边的一堆 是给你们几个丫头 准备的 陈洪蕊满眼欢喜 谢谢平哥哥 柳萍和钢牙驾车 离开诊所 师府会议室 田财汉 阮齐江等江城市的管理者 视频投影到大屏幕上 你们看看吧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干的事 视频虽然不到十分钟 却起到炸雷的效果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田财汉敲了几下桌子 视频已经传开了 说说你们的想法 阮齐江感觉不太真实 柳萍的功夫极高 怎么没阻止昌窥结呢 难道真是因为治病离不开 除非 阮齐江后背 冒起一股凉风 扭头看到田财汉面色平静 更加坚信自己的想法 与其坚定地说道 这种蛀虫必须严肃处理 绝不能姑息 还百姓公道 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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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田财汉叹了一口气 阴沉的目光 从与会人员脸上扫过 大家都知道 昌奎杰的后台是谁 如果那人插手 我们能扛得住吗 浓眉大眼 脸形方正 一身正气的御史晴朗 瞪着眼睛 语气冰冷 任何人都不能凌驾法律之上 即使是神手也不行 马俊飞说道 秦御史的话虽不错 但最终要靠证据说话 昌奎杰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都清楚 媒体已经把盖子解开了 昌奎杰欺负过的人 定会把罪证发布到网上 我们可以趁机收集证据 阮齐将笑着点头 插话道 这个办法不错 还可以与柳萍合作 受过柳萍恩惠的人 一定会把证据交给柳萍 田财汉看着御史晴朗 昌奎杰交给你了 晴朗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一定竭尽全力 田财汉看着马俊飞 柳萍的态度怎么样 马俊飞苦笑着摇头 柳萍已经明确表示 诊所停业 以后不搞一诊了 柳萍免费一诊期限是一个月 仅仅过去三天 便被工作人员搅黄了 百姓会怎么看我们 田财汉眼里喷出怒火 语气阴冷 仿佛要吃人 可不可以让市医院 或者市中医院搞免费一诊 一名中年人犹豫着说道 胡扯 田财汉当即怒喝 这不是等于告诉老百姓 昌奎杰打砸诊所 是官家的意思 诊病只能去官家指定的医院 马俊飞苦笑着说道 如果柳萍取消一诊 市医院和市中医院 是不会开展一诊活动的 柳萍是这两家医院的专家 负责疑难杂症 会议室里再次陷入沉默 田财汉扭头看着阮齐江 你明天去一趟诊所 听听柳萍的想法 好好劝劝他 阮齐江知道 田财汉与柳萍关系密切 确实不适合出面 点点头 好 我去找柳萍 柳萍驾车和钢牙回到饭店 男女学生把车上的东西拿进厨房 30个单人砂锅 30个双人砂锅 30个四人砂锅 30个电加热的超大粥锅 油盐酱醋等调料 一应俱全 外加一袋大米 一袋小米 和两个装满东西编织袋 柳萍一边忙碌 一边下达任务 广称 你带着男同学 把电粥锅洗干净 子汉 你把药汁给我拿来 林冰 你带着女孩子 把四人砂锅都洗出来 好嘞 乔广成和林冰 应了一声 带着同学忙碌起来 白子汉拎着两个塑料袋 走进厨房 把袋子交给柳萍 师叔 25服药 每服药一袋 我把剩余的放在冰箱里了 柳萍从编织袋子里 拿出20多个不锈钢罐子 每个罐子的容积不到一声 柳萍 把罐子清洗干净 把25袋药汁 分别倒进不同的罐子里 用曲口纸注明 每个罐子内的药汁用途 如 卤牛肉 炖鸡 酱鸡爪 女性滋鹰 女性美容 男补肾 男润肺 养肝 养胃 疏通肠道 白子汉瞪大了眼睛 吃惊地看着柳萍 师叔 你用这些药汁做菜啊 柳萍笑着点头 是啊 要不怎么能叫药膳呢 柳萍洗干净几个铁锅 开始制作卤牛肉 酱鸡爪 闷小鱼仔 酱大骨头 清蒸鱼 蒸羊腿 子涵 你负责看着火 我去制作药膳粥 柳萍把洗净的大米和小米 放进20个垫粥锅内 分别加入不同的药汁 把著名药效的取口 只贴在垫粥锅上 打开开关 调整温度 开始煮粥 邱老爷子 康老 黄老 顾老一家 陶配云和云星号一家 同时抵达饭店 陈洪蕊领着秋老等人 四处参观 一个小时后 厨房里 弥漫着淡淡的草药香味 云青岩满眼怀疑 清雅姐 好浓的药味 能好吃吗 蓝贤静满脸笑意 你又不是没吃过 不相信你的男人 云青岩看到蓝贤静戏弄自己 脸顿时红了 他在家里炒菜 没有药味啊 康老等人回到大厅 黄老满脸笑意 好浓的草药味道 我很期待啊 柳萍端着菜肴放在餐桌上 留两个人在诊所 其他人都过来吃饭 再带一摊药酒 嗯 陈洪蕊快步跑了出去 柳萍端出二十个私人砂锅 解释道 男女个十个锅 药效我都写在锅上了 想吃哪种粥 自己盛 每个人都选择了 各自期待的药膳粥 钢牙给几个老人倒上药酒 柳萍满眼笑意 看着陈洪蕊 洪蕊妹妹 今天试试吃 你这个老板 是不是要说几句啊 那我就说两句 陈洪蕊把田里瑶和康书文 拉到身边 这个饭店是我们三个人的 不期待赚多少钱 只希望柳萍哥哥经常下厨 给我们做好吃的 当然了 如果饭菜不好吃 你们去找柳萍哥哥 跟我们三个人没有关系 哈哈 康老大笑着说道 丫头 你可真狡猾 陈洪蕊眼里露出狡黠的神色 我们三姐妹商量过了 萍哥哥是饭店的厨艺总顾问 如果菜不好吃 当然他负责了 康书文笑着补充 我们已经订做了免费的会员卡 给你们每人发一张 可以免费来此消费 这个我喜欢 黄老爷子笑着说道 陈洪蕊端起酒杯 大声说道 干杯 黄老爷子夹起一块卤牛肉 放进嘴里 嚼了几下 顿时瞪大了眼睛 连声惊呼 好吃 软而不柴 齿甲留香 陶佩云喝了几口热粥 满意地点头 好喝 胃里暖哄哄的 邱青雅等女孩顾不得形象 吃得勾满豪平 都懒散地靠在椅子上 沈小云看了一眼柳平 是说 这样做很不好啊 以后还怎么吃快餐啊 陈洪蕊笑着说道 小云 你以后给平哥哥打工 我保证你天天能吃到美食 沈小云满脸笑意 看来只能如此了 柳平对钢牙说道 兄弟们吃饱了 回诊所换班 顺便给张庆带点粥和牛肉 钢牙点点头 与几个兄弟拎着装满养味粥 和卤牛肉的食盒 返回诊所 下午不用坐诊 柳平陪着几位老人 在大厅里喝茶 顾老得知 诊所被官家工作人员砸了 怒火中烧 认真的看着柳平 需要老头子出面吗 柳平笑着摇头 谢谢顾老 暂时不用 你老等着看戏好了 昌奎杰的老婆袁洪霞 得知老公被寻补带走 感觉天都塌下来了 四处打听原因 相熟的朋友隐晦地告诉他 昌奎杰了一家私人诊所 引起名分 袁洪霞拨通了赵德祥的电话 干爹 奎杰被寻补带走了 任何人禁止探视 赵德祥愣了一下 什么人如此大胆 竟敢把干儿子抓走 陈生问道 知道原因吗 袁洪霞不敢隐瞒 说出事情 我听说昌奎杰砸了一家私人诊所 一个私家诊所 砸了也就砸了 还能翻了天不成 赵德祥虽然没有说出口 但怒火冲上脑门 自己退休了 也不是任人拿捏的废物 陈生说道 干女儿 你等我电话 赵德祥沉思了片刻 拨通了田财汉的电话 田是首 我听说昌奎杰被寻补带走了 出什么事了 田财汉脸上露出冷笑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上来了 深吸了几口气 平静地回答 赵老 我知道你与昌奎杰的关系 我不想多说 你最好去网上搜一下 看看昌奎杰都干了什么 我现在的压力很大 不知道该如何平息名分 赵德祥顿时猛圈了 内心一沉 说了一句 麻烦了 挂断电话 叫来贴身服务人员 你去网上查一查 演员立即打开手机 很快找到昌奎杰打砸诊所的视频 顿时惊呆了 把手机递到赵德祥身前 赵老 您看 赵德祥看完视频 感觉如遭雷击 把昌奎杰的祖宗八代问候个遍 如果昌奎杰出事 自己也跑不了 昌奎杰为了活命 也会检举自己 必须想办法 把昌奎杰捞出来 或者除掉 赵德祥擦去脸上的冷汗 低头沉思 第121章 安顿雪平 晚餐 柳平又熬了几种 其他功效的药膳粥 做三样凉拌菜 凉拌青瓜 凉拌萝卜丝 凉拌海带丝 柳平把邱青雅叫到身边 小声道 吃过饭 你何静姐带着大家回别墅 我去诊所 晚上不回去了 邱青雅满眼关心 别太累了 饭后 柳平用石盒装了几斤卤牛肉 凉拌青瓜 和药膳粥 回到诊所 令柳平没有想到的是 四位中年男子 坐在诊所门口喝茶 一名面目和善的中年人 站了起来 微笑着打招呼 柳一生 我给你介绍一下 柳平虽然不明所以 还是笑着点点头 雷展指着其他三人 随口介绍 唐正 连海 尼瑞 都是附近的居民 我叫雷展豪 柳平双手抱拳 柳平给四位哥哥行礼了 柳一生 你回去休息吧 我们今晚不回去了 我们都是附近的居民 接受过您的治疗 身上的救急都痊愈了 柳一生 请放心 有我们在 诊所不会丢失一草一木 柳一生 平时我们也帮不上忙 这几天 我们在诊所守夜 多么朴实的百姓啊 柳平眼角湿润 给四个中年人身居一躬 谢谢 谢谢你们 雷展豪无所谓地笑了笑 柳一生 与你的付出相比 我们差得太远了 柳平把药扇粥和菜肴放在桌子上 你们等一下 我去叫张庆 大家喝一点 张庆夫妇 四名居民 三虎和钢牙 八个人围坐在桌子周围 柳平拿来两斤药酒 我配置的药酒 每人一两 不能多喝 张庆 你多喝点药扇粥 是养胃的 雷展豪四人赞不绝口 一致表示 以后经常光顾药扇方 众人边喝边聊 直至夜深人静 雷展豪四人回家休息 张庆夫妇回到病房 钢牙 三虎 你们也去休息吧 晚上我首页 柳平盘膝坐在诊所大厅内椅子上 运功调膝 天光大亮 柳平睁开眼睛 三虎已经买回早餐 柳平吃饱喝足 检查过张庆的脉象 叮嘱张庆继续服药 驱车赶往市中医院 任春朵的治疗效果越来越好 CT片子显示 肿瘤快速减少 最大的肿瘤已经萎缩三分之一 柳平给任春朵配置了三天的药物 叮嘱任春朵按时服用 任春朵好奇地盯着柳平 柳医生 昨天云星号给我打电话 他说 已做的药膳粥是天下一绝 什么时候让我也尝尝 柳平笑着点头 如果我今天还做的话 让青年给你送来 哈哈 任春朵开怀大笑 那我可等着了 任梦满眼好奇 上下打量柳平 柳平 你年纪不大 医术超绝 厨艺惊人 怪不得你能俘获云青年的芳心 柳平脸一红 说了一句认叔叔 我走了 逃出病房 王慧琪瞪了任梦一眼 死丫头 没个正行 任梦小声嘀咕 我只是好奇罢了 任春朵满眼期待 柳平是人中蛟龙 早晚会站在人生巅峰 任梦眼珠转了几圈 不知在想什么 柳平走进贾秀婷的病房 一名中年男子 坐在病床边削苹果 贾秀婷向柳平招了招手 柳平 我丈夫胡语成 语成 这位是柳医生 胡语成急忙站了起来 握住柳平的双手 满脸激动 柳平 谢谢你 不用 我是医生 治病救人是我的职责 柳平手指 放在贾秀婷的脉门上 几分钟后 柳平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点了点头 贾阿姨 恢复得不错 后天过来 嗯 贾秀婷点了点头 胡语成拿出缴费单 满眼疑惑地看着柳平 柳医生 药费很低 而且没有治疗费 怎么回事 柳平接过缴费单 仔细看了几眼 恍然大悟 药价是按照诊所的标准收取的 没有收取治疗费 笑着把缴费单还给胡语成 似笑非笑地看着胡语成 药价便宜还不好 胡语成满眼尴尬 我怕医院搞错了 放心吧 医院不会少收费的 有事给我电话 柳平走进李雪平的病房 看到李雪平脸上 带着淡淡的粉红色 正在收拾病房 说道 妹妹 你不用做这些的 李雪平恢复得很好 心情也随着好起来 面带微笑 柳哥哥 你来了 我哥下楼了 马上回来 坐下 我给你检查一下 柳平检查过李雪平的卖相后 重新写出药方 交给护士 从现在开始 用这个药方 早中晚饭后服用 明白 护士把柳平的话 记在病历上 拿着药方走了出去 妹妹 哥哥买了你 最爱吃的大樱桃 李勇拎着水果 回到病房 柳平认真的看着李勇 勇哥 妹妹再住一周 下周出院 去我那 李雪平满脸歉意 柳哥哥 太麻烦了 还是住在医院吧 哈哈 柳平看大李雪平的表情 忍不住大笑 傻丫头 我家里不是只有你一个病人 好几个病人呢 李雪平瞪大了眼睛 吃惊地望着柳平 你家多大 李勇撇了撇嘴 他是真正的土豪 有三栋别墅 每栋别墅都有二十来个房间 比酒店都好 李雪平失声惊呼 妈呀 真有钱 李勇拿出一张纸 递给柳平 这是我答应你的 柳平看也没看 直接放进兜里 认真的看着李雪平 妹妹 如果不出意外 两周以后 你就可以随意活动了 你想不想在江城工作 李雪平满眼担忧 低着头 小声说道 想 可我没什么文化 我也不知道能干什么 柳平轻轻地拍了拍李雪平的肩膀 妹妹 我已经安排好了 下午让勇哥带你去诊所 李勇疑惑地看着柳平 雪平去诊所 也只能打扫卫生 柳平美好气地白了李勇一眼 我怎么可能让妹妹打扫卫生 我要把妹妹培养成真正的白领 李雪平满眼期待 柳哥哥 我真的可以吗 柳平认真地点点头 我说你可以 你就可以 听柳哥哥的 李雪平满眼兴奋 挽着李勇的胳膊 哥哥 我好期待啊 我赚钱了 给你娶老婆 李勇轻轻地捏了一下李雪平的脸蛋 哥哥只需要你健康快乐 柳平看到如此温馨的画面 感觉触动了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眼睛发酸 快步走了出去 0 柳平接通电话 洪蕊 怎么了 富士手软齐江来了 陈洪蕊与其平静 听不出是好是坏 让他稍等 我马上回诊所 第122章 适可而止 柳平和软齐江 坐在饭店的包厢里 软齐江好奇地环顾了一眼 你怎么开饭店了 柳平一边泡茶一边解释 陈洪蕊 田里瑶和康淑文三个丫头搞的 我给他们提供药膳配方 软齐江满眼期待 药膳 都有什么功效 我一定要尝尝 无非是养胃 养肝 滋阴补肾之类的 柳平把茶杯放在软齐江身前 尝尝 明前龙井 软齐江喝了一小口 忍不住赞叹 好茶 柳平认真的看着软齐江 软富士手 你来找我 不是特意来喝茶的吧 软齐江点点头 柳平 你准备停业多长时间 柳平苦笑着摇了摇头 我还没想好 至少要知道 得罪谁了 我觉得 昌家父子 不过是替罪羊 唉 软齐江叹了一口气 昌奎杰死不开口 刚刚接到淮安省御市的电话 今天会把昌奎杰带走 柳平知道赵德祥的动手了 点了点头 不出意料 我猜测 昌奎杰活不过十天 软齐江吓了一跳 瞪着眼睛看着柳平 杀人灭口 柳平点点头 没有说话 软齐江沉思片刻 满眼疑惑 你知道凶手是谁 柳平的脸上 带着神秘莫测的笑容 虽然不敢确定 但也差不了多少 软齐江愣愣地看着柳平 既然你知道 有人要杀昌奎杰 你为什么不阻止 柳平撇了撇嘴 语气阴冷 昌奎杰本就该死 我为什么要阻止 再说了 我是什么身份 阻止得了吗 软齐江无奈苦笑 柳平的话虽然难听 却是实话 柳平确实阻止不了 柳平脸色阴寒 目光伶俐 软齐江暗叹了一口气 事情已经超出 江城市的权力范围了 急忙回归正题 柳平 我觉得诊所 应该尽快恢复营业 柳平淡淡地笑了笑 我也想啊 赔偿问题怎么解决 以后再有人 打砸诊所怎么办 这些问题不解决 你觉得我敢营业吗 软齐江暗暗鄙鄙视 这些问题都是借口 可是柳平 站在道义的制高点 令软齐江无法反驳 沉思片刻 网上已经疯狂了 纷纷指责江城市的管理者 如果不能尽快恢复营业 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会影响田士手的前途 柳平点点头 软齐江不适危言耸听 如果民怨沸腾 田财汉的官场生涯 肯定结束了 软副士手 我希望江城市 能给我一个承诺 什么承诺 柳平眼里闪过一丝灵力 表情严肃 语气冰冷 再有人来诊所搞事 允许我出手打人 软齐江苦笑摇头 我不敢答应你 我必须向田士手汇报 柳平点点头 我等你的消息 软齐江立即离开饭店 直接赶到田财汉的办公室 把柳平的要求讲了一遍 田财汉也是无奈苦笑 杀鸡景侯能玩到这种程度 也是没谁了 我觉得这件事不难 软齐江若有所思地说道 田财汉心神一阵 满眼期待地看着软齐江 说说你的想法 软齐江淡淡地笑了笑 柳平不过是想杀鸡景侯 没想到昌奎杰太愚蠢 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我都知道 快说有用的 我都急死了 田财汉满眼焦急 哈哈 软齐江忍不住大笑几声 让巡捕负诊所的安全 非救诊人员不得进入诊所范围 田财汉激动地拍了一下大腿 好主意 就这么办 软齐江满眼犹豫 赔偿的钱从哪出 虽然柳平不差钱 面子还是要给的 田财汉点点头 表情沉重 如果不赔偿损失 老百姓也会吃了我们 我跟柳平说 让他垫付 没其他的事情 我回去了 软齐江由于片刻 走了出去 田财汉疑惑地望着软齐江的背影 感觉软齐江还有话没说 摇了摇头 拨通了马俊飞的电话 你带几个人去柳平的诊所 我马上过去 柳平和陈宏蕊三个丫头 坐在诊所门口喝茶 平哥哥 你要给饭店大门写一副对联 陈宏蕊提出要求 柳平笑着点头 没问题 饭店有名字吗 田里姚小声说道 为了纪念姐妹的友谊 更为了感谢柳哥 我们的饭店叫姐妹要善房 姐妹要善房 柳平点点头 很不错的名字 田财汉 马俊飞 苗剑忠和苏维鹤四人 带着几名年轻巡捕赶到诊所 柳平立即打招呼 田叔说 马总巡捕 你们怎么来了 田财汉美好气地瞪了柳平一眼 这不是你逼的吗 马总巡捕拍了一下柳平的肩膀 杀鸡景侯玩到这种程度 可以收手了 赶紧让人安装玻璃 收拾收拾 明天恢复营业 适可而止 柳平脸上带着斜斜的笑容 我这不是借机放几天假吗 你们急什么啊 陈宏蕊走到田财汉身边 田叔说 安装玻璃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很快搞好 田财汉没想到 被几个年轻人算计了 瞪着眼睛看着柳平 赔偿问题以后再谈 费用你先垫着 柳平点点头 指着隔壁的饭店 对田财汉等人说道 中午在这吃饭 尝尝要善 苏维赫笑着插话 有好吃的 我肯定不走 柳平看着田里瑶 带他们去包厢 喝点茶 田里瑶点点头 挽着田财汉的胳膊 领着几个人向饭店走去 柳平看着陈宏蕊 宏蕊 诊所交给你和舒文了 别忘记带着张庆夫妇 陈宏蕊点点头 放心吧 柳平掏出手机 拨通了李勇的电话 带着妹妹来诊所 到了以后找宏蕊 买肉 买菜 桃米 熬粥 柳平在厨房忙碌 康书文领着李勇和李雪平 走进厨房 柳平看了一眼康书文 书文 你带着雪平四处看看 让他熟悉每个角楼 康书文眼睛一亮 瞬间猜到了柳平的想法 拉着李雪平的小手 妹妹 我带你四处看看 李勇疑惑地看着柳平 这是你的饭店 柳平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不是 是洪蕊他们搞的 我让雪平当大堂经理 给雪平股份 李勇满眼感激 摇头拒绝 有工作就行了 股份算了吧 柳平翻了一个白眼 又不是给你的 你没权利说话 药膳粥 药膳菜肴 配上柳平的药酒 回味无穷 田财汉等人都吃得勾满豪平 马俊飞叹了一口气 满脸感慨 这才是真正的美食 感觉以前吃的东西都是猪食 田财汉认真地看着柳平 我让电视台 晚上播出诊所恢复营业的消息 做好准备 没问题 田叔说 昨晚电视台播出诊所的消息了吗 柳平反问 田财汉想了想 扭头看着马俊飞 我记不清了 你们看到了吗 没播 马俊飞语气肯定 柳平想了想 田叔说 你通知江城电视台 以后不要派记者来诊所了 我不再接受江城电视台的采访 第123章 全面推进 不到一个小时 诊所恢复原貌 陈宏蕊等人 把诊所收拾干净 柳平和张庆 坐在大厅里喝茶 陈宏蕊坐在柳平身边 平哥哥 下午没事 我让同学过来 如果你觉得可以 就让他负责计算机 他还会开发软件 柳平笑了笑 不用面试了 让他直接来上班 工资你来定 千万不能给少了 陈宏蕊满眼骄傲 掏出手机 拨打电话 张庆认真地看着柳平 柳一声 你要开发软件 柳平想了想 简单地说出想法 我想建网站 把真久的视频 和讲义发到网上 学生们可以随时查阅 能在诊所内查阅病例 哈哈 张庆笑了起来 脸上写满兴奋 我正考虑如何感谢你呢 网站的事情交给我 柳平摇头拒绝 你现在是病人 任务是休息 我可不敢让你劳累 张庆表情严肃 柳一声 我没开玩笑 我是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 手下有几十名软件人员 我只要把需求交给他们 很快就能完成 柳平满意地点点头 这可以 按市场价签订合同 行 我联系公司老总 张庆返回病房 汪雅倩 陈宏蕊的高中同学 身高一米六十多 穿着朴素 带着若隐若现的忧郁 陈宏蕊拉着汪雅倩的小手 走到柳平身边 雅倩 凭哥哥是诊所的老板 医术极其高超 而且很大方 不用担心工资的问题 汪雅倩怯生生地 给柳平行了一个礼 谢谢老板 柳平笑了笑 我这个老板 只管治病救人 不管其他的事 诊所的事情由宏蕊负责 你以后是宏蕊的手下 我带你四处看看 陈宏蕊拉着汪雅倩 向病房走去 汪雅倩满眼犹豫 看着陈宏蕊 柳医生的医术很厉害吗 陈宏蕊骄傲地回答 当然了 江城市有名的中医圣手 都不如平哥哥 汪雅倩小声询问 在这里治病贵吗 江城最便宜的要价 而且不收其他费用 汪雅倩停住脚步 真诚地看着陈宏蕊 宏蕊 我爸中风了 常年卧床不起 我想让柳医生给我爸治病 可我没什么钱 你能不能跟柳医生说说 我慢慢还钱 怪不得你从来不买衣服 原来你爸得了重病 我们去找平哥哥 陈宏蕊毫不犹豫地 拉着汪雅倩回到诊所大厅 柳医满眼笑意 看着二人 雅倩 感觉这里怎么样 不等汪雅倩说话 陈宏蕊立即说道 平哥哥 雅倩的父亲中风了 卧床不起 你能治好吗 柳医点点头 应该没问题 症状不同 恢复的时间不一样 真的 汪雅倩满眼激动和期待 柳医向钢牙招了招手 柳医指着陈宏蕊和汪雅倩 对钢牙说道 你开我的车 带着他俩 去把雅倩的父亲接过来 是 钢牙认真地应了一声 柳医扭头看着陈宏蕊 我们定制的病号服还没到货 你在路上买十几套睡衣 要质量好一点的 嗯 陈宏蕊 汪雅倩和钢牙三人走了出去 张庆拿着手机走进大厅 柳医生 公司老总马上到 柳医笑着点头 麻烦你了 不一会儿 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子拎着水果栏走进诊所 张庆把年纪稍长的年轻人 介绍给柳医 余辉 余总 另一位是吴震 余辉满面笑容 拿出名片 恭敬地递给柳医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柳神医 如此年轻 名片印着江城祥茂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余辉 柳医热情地招呼两人 请坐 喝茶 吴震认真地望着张庆 总监 你现在怎么样 张庆笑着点头 感觉不错 食欲大增 睡眠很好 小窝 你回去告诉兄弟们 一定要注意饮食习惯 我这病就是吃出来的 柳医给余辉二人倒上茶 看门见山 余总 张庆跟你讲过了吧 余辉点点头 讲过了 我大致了解 说实话 我对计算机和网络一窍不通 也提不出复杂的要求 我的想法很简单 第一步把网站建起来 第二步是把诊所需要的办公软件搞起来 柳医简单地说出了想法 余辉笑着点头 有张庆在这里 我一点都不担心 另外 我准备去市中医院参观学习 形成完整方案 再讨论细节问题 柳医认真的点头 可以 张庆插话道 余总 可以先注册域名下来 组好云空间 做一个简单的网页 能上传和下载文件 让学生们先用着 行 这个简单 三天搞定 余辉点头同意 静姐 亲眼姐 你们来了 评歌在谈室 柳医听到康书文的声音 抬头看到 蓝贤静和云青岩 连位走进诊所 立即迎了上去 蓝贤静把手里的东西 递给柳平 给你 效果图 柳平 把效果图贴在广告牌上 大声说道 余总 张庆 你们也过来看看 给点意见 蓝贤静指着效果图 详细介绍 门诊大楼二十层 一层和二层是设备检查科 三到九层是专科诊室和治疗室 顶层是健身房 二十九层是会议室 其他楼层暂时空闲 地下一层是研究所 地下二三层是停车场 住院部同样二十层 每六层有一个廊道 与门诊大楼相通 十二层以下 病房都是单人间 每层五十间 十三层以上 每层三十间病房 病房较大 可以容纳两到三名陪护人员 学校在这边 这边是酒店 共占第二十亩 预留五亩地 已被布时之需 柳平认真的点了点头 明天让孔劳等人他们看看 如果他们没意见 你联系陈建宏 马上动工 蓝贤静认真地说道 平弟 我已经让人联系 世界上著名的医疗器械厂商 过几天会抵达江城 到时候 你亲自与厂家商谈 好 平弟 我们去隔壁了 青崖也过来 蓝贤静和云青年 手拉手走了出去 张庆瞪大了眼睛 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 如此浩大的项目 需要多少钱啊 怪不得诊所要价便宜 柳平是个隐形大富豪啊 陈宏蕊跑进诊所 大声喊道 快把急救车推出来 我们会来了 余总 就按刚才商定的进行 我有病人 不陪你了 柳平和陈宏蕊 推着急救车跑了出去 汪雅倩的父亲 汪春阳不到50岁 严重的中风后遗症 口眼中度歪斜 常年卧床不起 气血不通 眼神涣散 脸色灰暗 柳平和刚牙 推着汪春阳走进治疗室 给汪春阳换上宽松的睡衣 把汪春阳抬到治疗床上 柳平一边给银针消毒 一边说道 你们都出去吧 我要针灸 第124章 治疗中风 柳平的手指点在汪春阳的睡学上 汪春阳瞬间进入沉睡中 柳平手指放在汪春阳的外脉上 内力缓缓进入汪春阳的体内 沿着经脉进入脑部 发现脑部瘀血已经固化 压迫脑神经 柳平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普通中风者 只是虚 火 风 痰 气 血六端的一项 汪春阳竟然六端都有问题 柳平抬起手指 闭目沉思 汪春阳的病情很棘手 五脏六腑都有问题 气血运行缓慢 脑血管里有血栓 柳平沉思半晌 拿起树枚银针 刺进汪春阳的脑部穴位 内力沿着银针 缓慢进入脑部 慢慢震碎压迫神经的血块 疏通血管 小心地震碎血管内的血栓 转眼过去了一个小时 柳平满脸大汗 内力耗费并不严重 但每时每刻都要极度小心 否则 可能伤到汪春阳的脑细胞 震碎脑血管 汪雅倩焦急地站在治疗室外 不停地来回走动 陈宏蕊小声埋怨 雅倩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 都快被你晃晕了 汪雅倩望着治疗室的大门 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柳医生怎么还没出来 陈宏蕊拉着汪雅倩的手 轻声安慰 雅倩 凭哥哥用的时间越长 说明治愈的可能性越大 你千万不能着急 又过去了半个小时 柳瓶感觉汪春阳脑血管里的血栓少了许多 虽然没有完全清除 但血液运行速度明显加快 汪春阳身体太弱了 不可能一次治愈 柳瓶小心地拔出汪春阳头上银针 慢慢疏通汪春阳的全身经脉 三个小时后 柳瓶苍白的脸上挂满痘大汗珠 收回银针 拉开房门 你们进来吧 陈宏蕊看到柳瓶满脸疲惫 扶着柳瓶坐在椅子上 汪雅千听到汪春阳发出轻微的憨声 疑惑地看着柳瓶 柳一声 我父亲怎么了 柳瓶深吸了几口气 内力快速运转 体力略有恢复 笑着解释 让你父亲好好睡一觉 明天上午会醒来 我再给他开药 汪雅千拿起被子盖在汪春阳的身上 我们出去吧 关好房门 陈宏蕊与汪雅千 扶着柳瓶走出治疗室 天已经完全黑了 三虎坐在大厅 三虎立即站了起来 说道 先生 邱小姐让你直接过去 他们给你们留饭了 柳瓶笑着询问 你吃了吗 我吃过了 柳瓶 陈宏蕊和汪雅千三人走进饭店 邱青雅 蓝贤静 云青岩 田丽瑶和康淑文舞女 围坐在餐桌周围 桌子上摆着红酒和几样小菜 柳瓶坐在椅子上 满眼好奇 谁做的菜 云青岩满眼担心地看着柳瓶 静姐做的 用药汁做的调料 味道很不错 你快尝尝 快急死了 云青岩满脸害羞 眼神忧怨 撅着嘴看着蓝贤静 静姐 你就知道欺负我 蓝贤静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 你来欺负我呀 哼 云青岩轻哼一声 不理你了 柳瓶看了一眼陈宏蕊 宏蕊 我记得还有白酒 去哪来 有半瓶 上次剩下的 陈宏蕊快步跑上二楼 不一会儿 拿着白酒回到餐桌旁 柳瓶拿起酒瓶 仰博喝了一大口 别让他们担心了 江城电视台台长办公室 陆雪娟无力地放下电话 田氏手的电话耐人寻味 要求今晚播出百姓中医诊所 恢复一诊的消息 田氏手明确告知陆雪娟 诊所以后不接受 许电视台的记者采访 问题出在哪了呢 难道是因为 昨天没有播出昌奎杰 打砸诊所视频的原因 陆雪娟出了一身冷汗 如果柳瓶把江城电视台 拉进黑名单 一旦其他电视台采访成功 他这个台长也干到头了 夏飞 现在只能利用夏飞和柳瓶的关系 让夏飞去找柳瓶 陆雪娟拨通了新媒体负责人的电话 让夏飞来我的办公室 对不起台长 夏飞刚刚辞职了 陆雪娟吓了一跳 大声喊道 你说什么 夏飞辞职了 为什么不留住他 台长 我极力挽留了 可是他去意坚决 陆雪娟暗叹了一口气 极度后悔都是自己犯的错误 暂时只能这样了 夏飞走出电视台 深吸了一口气 犹豫着拨通了柳瓶的电话 柳瓶没想到夏飞会打电话过来 疑惑地问道 夏飞半真半假地说出想法 我刚刚辞职 没饭吃了 以后还能去你的诊所直播吗 柳瓶没想到猜测成为现实 沉思了几秒 立即来诊所 我们商量一下 好的 夏飞立即拦下一辆出租车 向诊所赶去 邱青雅疑惑地望着柳瓶 柳瓶问道 丽瑶 舒文 你们俩谁去把夏飞接过来 我去吧 康舒文快步走了出去 邱青雅似笑非笑地看着柳瓶 不想介绍一下吗 柳瓶点点头 开口解释 夏飞 江城电视台记者 因为把昌奎杰打砸诊所的视频 发到网上 受到电视台打压 刚刚辞职 他想在诊所直播 陈洪蕊瞪大了眼睛 沉生感慨 没想到狐狸精挺仗义 我们真得帮帮他 柳瓶笑了笑 他是记者 文笔很强 我要把诊所 以及未来医院的宣传都交给他 蓝贤竟笑着点头 好主意 他的直播间粉丝很多 对诊所来说意义重大 以后诊所的任何活动 都可以通过他的直播间发布 双一样 邱青雅点头同意 陈洪蕊看了一眼云青雅 脸色微红 我觉得在午休的时候 让青雅姐演奏一曲 夏飞的粉丝还会大涨 云青雅魂不介意 面带微笑 能帮到诊所 即使全天弹奏曲子 我也愿意 康舒文与夏飞走进大厅 柳瓶给夏飞倒了一杯红酒 一脸歉意 对不起 害你失业 夏飞接过红酒 轻轻地抿了一口 不怪你 我受不了哪些失利眼 柳瓶认真地看着夏飞 语气真诚 夏飞 如果你暂时没有更好的去处 我希望你留在诊所 夏飞愣了一下 满眼不解 我留在诊所能干什么 柳瓶把自己的想法 详细地讲了一遍 夏飞沉思片刻 柳医生 你希望我负责宣传 让普通大众知道诊所的优势 柳瓶笑着点头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夏飞没想 柳瓶如此器重自己 重重地点点头 好 我干 第125章 恢复一诊 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上 所有人准时到达诊所 陈洪蕊把两块广告宣传板 摆在门外的醒目之处 诊所恢复了往日的风采 苏维赫带着六名寻补 在诊所门外20米处 拉出隔离带 四名寻补守在隔离带入口 只有前来救诊的患者 才能进入诊所 柳瓶领着恐红玉四人 走到医院的效果图前 详细地把科室位置讲看了一遍 认真的看着恐红玉四人 四老 你们有什么意见 彭胜瑞和郎道如 都在西医院任职 熟悉中西医结合医院的风格 两人对视了一眼 互相点了点头 彭胜瑞说出自己的看法 柳瓶 急救时应该设在一楼 能缩短等待急救时间 柳瓶 把彭老的要求记在本子上 科室位置还可以 我没有意见 郎道如说道 我没意见 我也没意见 孔红玉和范子勋也表明态度 柳瓶把彭胜瑞的意见 发给了蓝贤 夏菲走进诊所 上午没有一诊 决定把直播设在诊所门外 只好架子 摆上手机 打开直播间 夏菲拿起话筒 试了试音 开始直播 大家好 我是主播菲菲 从今天开始 本直播间更名为 百姓中医诊所直播间 在直播期间 如果大家咨询疾病和药物问题 把问题发到我的邮箱 我会整理好 请柳医生解答 给大家回复 一名男子沉声提问 菲菲直播 我想知道 柳医生真能治好肝癌吗 夏菲认真的解释 此事涉及个人隐私 我必须征求患者的意见 才能回复你 菲菲主播 我的亲人得了肠癌 请你帮我问问柳医生 他能治疗吗 一名男子提出恳求 夏菲沉思片刻 说出想法 你先把病例发到我的邮箱 我会请柳医生看病例 然后邮件回复你 你看这样可以吗 可以 我马上发给你 陈洪蕊看到夏菲进入工作状态 也是暗暗点头 狐狸精还挺聪明的 轻松找到突破口 刚到营业时间 二十几名救诊患者 跑到诊所门口 排成两队 有些人脸上挂着风尘 显然是从外地赶来的 四名学生坐诊 恐红欲四人 每人指导一名学生 柳瓶负责给病人针灸 来的患者都是陈年旧级 大都是哮喘 关节炎 颈椎病 腰间盘突出等陈年旧级 都是西医无法治愈的 柳瓶治疗方法是 针灸加方剂配合 在针灸之前 首先核对学生的诊断结果 和药方的正确性 发现错误 及时修改 患者越来越多 整个诊所高速运转起来 夏菲的直播间也越来越热闹 不断有人提出疾病问题 上午十点 汪雅倩走进治疗室 看到柳瓶给患者针灸完毕 说道 柳医生 我爸醒了 你去看看吗 柳瓶点点头 走进汪春阳的病房 汪春阳的症状明显减轻 嘴眼不在歪斜 眼里出现光彩 柳医生 谢谢你 汪春阳虽然语言还不够流利 但已经能说出完整的句子 柳瓶笑着开解汪春阳 汪叔说 你不用担心 最多两个月 你就能恢复健康 汪春阳满眼期待地点点头 柳瓶检查过汪春阳的脉象后 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写出药方交给汪雅倩 每天早中晚饭后各一次 你去找洪蕊 让他安排人熬药 中午给你父亲 准备点清理肠道的药膳粥 嗯 汪雅倩接过药方 快步走了出去 时间很快到了11点 陈洪蕊发出40个疫诊号码 康书文招呼孔洪玉四老 孔老 范老 彭老 朗老 饭已经做好了 去吃饭吧 一会儿要开始疫诊了 我去叫平哥 去哪吃 不是吃快餐吗 孔洪玉疑惑地问道 康书文脸上露出笑容 孔老 以后再也不吃快餐了 饭店已经装修好了 我们吃药膳 柳萍和孔洪玉四人 带着参与疫诊的学生 走进药膳房 汪雅倩和田丽瑶 端来药膳粥 喝几样小菜 柳萍满眼好奇 扭头看着汪雅倩和田丽瑶 你们两做的 不错嘛 汪雅倩脸色焦红 与你相比 差远了 孔洪玉尝了一口氧味的小米粥 满意地点头 不错 喝下去很舒服 半个小后 柳萍和四老 带着学生回到诊所 柳萍走到夏菲的身边 夏菲 去吃饭吧 嗯 夏菲轻轻地应了一声 满脸激动 柳萍 我的直播间 从来没有如此热闹过 我已经收到十几封邮件了 都是寻衣问药的 柳萍微笑着点头 快去吃饭吧 回头把邮件整理出来 我来解答 夏菲认真的看着柳萍 柳萍 用不了多久 直播间的粉丝会越来越多 需要回复的问题 也会随之增加 我想成立一个直播团队 随时整理医学问题 简单地交给学生 复杂问题 或者疑难杂症 由你负责 柳萍的眼睛一亮 夏菲的建议不仅适用 而且可操作性很强 点头同意 把你的银行卡号告诉我 我只负责出钱 直播团队需要什么人 你自己安排 夏菲脸一红 尴尬地说出银行卡号 柳萍哥 夏菲转了三百万 钱用光了 在找我 夏菲愣愣地看着柳萍 给我这么多钱 不怕我拿着钱跑了 柳萍笑了笑 你不会 你是一个有追求的人 有你的理想和目标 不会因为这点小钱放弃理想 我对你的直播间很期待 夏菲嘴角微微翘起 眼里露出迷人的神色 认真地看着柳萍 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男人 心怀天下 我一定追随你 为天下苍生谋福祉 柳萍满眼赞赏 重重地点点头 一言为定 为天下苍生 下午一点 一诊正式开始 孔老和彭老指导 两名学生一诊 柳萍依然负责针灸 江城电视台 陆雪娟静静地坐在办公室 看到夏菲的直播间 越来越热闹 心情越发郁闷 陆雪娟听到夏菲说出 以后百姓中医诊所的 任何一诊活动 都有直播间发布的消息后 顿时蒙圈了 柳萍真把江城电视台 拉进黑名单了 陆雪娟恨不得撞墙 这种大众期待的消息 本应该由电视台发布 可是因为自己的私心 江城电视台成为了笑话 直到晚上七点 一诊才结束 陈洪蕊 田丽瑶和康书文 把病例装进拎包里 回家整理 夏菲已经关闭了直播间 把粉丝提出的问题 整理完毕 答应出来 交给柳萍 柳医生 三天时间能搞定吗 柳萍笑着点头 我尽力 第126章 指导厨师 一诊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 柳萍每天上午到市中医院 检查任春朵 贾秀婷和李雪平的恢复情况 下午参与一诊 晚上回复邮件 汪春阳基本恢复正常 能自行在地上来回走动 张庆去市中医院 做了全面检查 肿瘤明显萎缩 虽然距离痊愈还有一段时间 但张庆看到了希望 整个人变得越发开朗 脸上的阴霾消失殆尽 夏菲的直播间 越来越热闹 粉丝数量已经超过20万 每天收到数十封邮件 整理出来交给柳萍 周五晚上 一诊刚刚结束 柳萍指导汪雅倩 制作药膳菜肴 陈建宏领着十几名中年男子 走进饭店 柳萍急忙打招呼 陈叔叔 这么晚了 您怎么来了 陈建宏满脸苦笑 我赶不来吗 小姑奶奶都快跟我急了 柳萍忍不住笑了 陈宏蕊肯定使出杀手锏了 叔叔 快请坐 尝尝药膳 陈建宏对随行的人员说道 你们也坐吧 一起尝尝 各种功效的药膳粥 药膳菜肴摆在餐桌上 滕玉明 陈市酒店的厨师长 精通华夏的八大菜系 根本不看好中药药膳 饭菜和中药混到一起 能吃吗 陈建宏看了一眼 滕玉明 低声催促 滕厨师长 尝尝味道如何 滕玉明虽然心里鄙视药膳 但不敢当着陈建宏的面表露出来 走到餐桌旁 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牛肉 放进嘴里 柳萍已经看到了 滕玉明眼里的鄙视和不屑 笑了笑 没有在意 滕玉明慢慢嚼了几下 眼里满是不可思议 忍不住称赞 柔软适度 口感极佳 香气肆意 回味无穷 滕玉明逐样品尝药膳菜肴和药膳粥 眼神越发不可思议 快步走到柳萍身前 身居一躬 柳医生 我从事厨师行业多年 今天的饭菜是最好吃的 我为自己的傲慢道歉 柳萍急忙辅助滕玉明 滕厨师长 你太客气了 医术是我的专业 药膳与你们所做的菜肴肯定不同 真的好吃吗 陈建宏也拿起筷子 加了一块肉片放进嘴里 瞪大了眼睛 连声惊呼 简单的溜肉片 竟然如此好吃 长见识了 陈宏蕊挽着陈建宏的胳膊 爸 这些都是我同学汪雅倩做的 雅倩以前只会做家常菜 跟着平哥学了两天 已经成为我们诊所的大厨了 滕玉明再次给柳萍行礼 请柳医生指教 陈建宏急忙解释 柳萍 我请他们来药膳芳人大厨 你要指导一下 柳萍点点头 台湾看了一眼时间 腾厨师长 你派人去购买常见菜肴的食材 我满上安排 滕玉明指着两个年纪较轻的男子 你们两个去胡老板的菜店 肉和菜都多要一些 两名男子点点头 走了出去 柳萍又说道 洪蕊 你给肖峰何静杰打电话 让他们带朋友来品尝 我给家里打电话 好嘞 陈洪蕊高兴地掏出手机 开始拨打电话 陈建宏也掏出手机 通知朋友 柳萍拨通了邱清雅的电话 清雅 我教厨师做菜 你们来不来 邱清雅想了想 轻声回答 我问问清雅和阿姨 即使我们过去 也要在语心下课后 来得及 柳萍挂断电话 领着滕玉明走进厨房 指着二十几个不锈钢罐子 每个罐子上都著名了用途 按照你们正常做菜的方法 加入一小勺药汁即可 加多了反而不好吃 少点问题不大 滕玉明吃惊地看着柳萍 这么简单 柳萍笑了笑 指着汪雅倩 你问雅倩 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么简单 滕玉明扭头看到砧板上 放着切好的猪脚 毫不犹豫地点火开灶 我试试 汪雅倩把一个不锈钢罐子 放在滕玉明身边 红烧猪脚用这个药汁 焯水 加入调料翻炒 加入清水 准备大火焖烧 加入药汁 一小勺即可 大火烧二十分钟 再小火焖烧十分钟 柳萍时时出言提醒 说出药汁的使用方法 半个小时后 滕玉明打开锅盖 顿时香气四溢 滕玉明把烧好的猪脚 放进盘子里 夹起一块放进嘴里 顿时睁大了眼睛 出言感叹 真香啊 软而不腻 齿夹留香 这是我做的最好的红烧猪脚 陈肖峰和朋友 陈建宏的朋友 整整坐满两大桌 邱青雅 蓝贤静 云青岩 陶宇星 故意和顾家抵达餐厅 与陈洪蕊 田丽瑶和康书文 围成一桌 柳萍和汪雅倩 一直留在厨房 指导厨师做菜 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短到餐桌上 高齐立的父亲高大伟 望着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略嫌惋惜地说道 要是再来一瓶好酒 就完美了 陈洪蕊立即站了起来 走到高大伟身边 认真地看着高大伟 高伯伯 柳萍说了 在这里吃饭 不能喝白酒与啤酒 只能喝药酒 每个人最多一两 高大伟满眼不解地望着陈洪蕊 为什么 陈洪蕊傲骄地甩了一下头发 没有为什么 平哥不许 你们就不能喝白酒 我已经给你们准备药酒了 高大伟无奈苦笑 听你的 陈洪蕊拉着陈潇峰 走到角落的酒坛旁 哥 你给他们每人倒一两酒 千万别多了 会出事的 陈潇峰看到陈洪蕊表情凝重 认真地点了点头 众人喝着药酒 吃着药膳菜肴 喝着药膳粥 吃得满嘴流油 勾满豪平 圣以恒懒散地靠在椅子上 摸着圆圆的小肚子 好舒服啊 胃里暖暖的 陈洪蕊拉着田丽瑶和康书文站了起来 我们决定周日开业 先说说本店的制度 盖不预定 不许打包 不提供外卖 谁也不行 每日中晚两餐 以药膳周围标准 卖完为止 陈建宏苦笑摇头 这丫头 什么话都敢说 圣以恒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倒是觉得 丫头的做法是对的 打下什么底 就是什么底 高大伟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如果有人打包回家 喝点白酒 一旦出事 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凌晨两点 众人陆续离去 藤玉明极度兴奋 死活不走 坚持是做其他菜肴 柳平忙了一天 身体极度疲惫 回到别墅洗漱后 盘膝运工 第127章 至关心病 周六上午 前来就诊的病人远超平日 多数病人穿着朴素 都是从郊区或农村赶来的患者 柳平与孔红玉四人商量决定 四老也参与做诊 柳平负责重症患者的针灸 普通患者有四老处理 如果学生遇到疑难杂症 交给柳平诊治 柳平没想到 病人越来越多 诊所门外排起长队 夏飞依然在诊所外直播 不时采访前来就诊的病人 夏飞拿着手机 走到一名50多岁的中年妇女的身前 阿姨 你是江城世人吗 中年妇女摇了摇头 不是 我家住农村 距离江城200多公里 我儿子在直播间 听说诊所的医生的医术高超 连夜开车带我求医 夏飞脸带歉意 试探着问道 阿姨 能告诉你的病情吗 唉 中年妇女叹了一口气 心脏病 看过几家大医院 都说要做心脏搭桥手术 可我不想手术 抱着适适的想法来了 夏飞扭头看着 中年妇女身后的中年男子 叔叔 阿姨不能太累 我带她去休息一会儿 回来还排在你前面 行吗 中年男子笑着点头 飞飞主播 难道我一个大男人 这点度量都没有吗 夏飞拿来一张椅子 让中年妇女坐下休息 坐诊的学生 是博士沈小云和宋伟伦 沈小云扭头看了一眼宋伟伦 小声问道 伟伦 今天来的患者很奇怪 我已经接诊了三个心脏病患者 你那怎么样 宋伟伦苦笑摇头 我也接诊了几名心脏病患者 都不愿意做心脏手术 我治不了 交给柳师叔了 柳萍一直在治疗室 给心脏病患者针灸 每次同时治疗两名患者 每送走一个病人 都叮嘱对方 半个月后来复诊 一名年轻男子 推着中年妇女进入诊所 孔红玉看了一眼中年妇女 表情凝重 扭头对陈宏蕊说道 去把柳萍交出来 嗯 陈宏蕊应了一声 快步跑向治疗室 孔红玉检查过中年妇女的脉象 表情愈发沉重 认真的看着女子 出言询问 你的关心病好多年了吧 伴有心脚痛 常常服用预防心肌梗死的药物 中年妇女点了点头 医生建议我手术 能少遭点罪 我担心术后不理想 死得更快 听说柳医生医术高超 就跑来试试 孔红玉认真的点了点头 如果柳萍治不了你的病 你也只能手术了 柳萍跟诊程洪蕊回答大厅 看了一眼坐在轮椅上的中年妇女 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柳萍从一多年 这是第二次见到如此严重的心脏病 第一例已经是六年前了 柳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彻底治愈患者 一名满面红光的老者走进诊所 陈洪蕊立即走到老者身前 老人家 你是爱看病的吗 老者笑着摇了摇头 我是附近的居民 听邻居说 诊所一生水平高 要价便宜 我过来看看 陈洪蕊点点头 指着墙边的椅子 老人家 累了做那休息 老者无意看到 坐在轮椅上的妇女 表情顿时变得凝重 低头沉思 柳萍接过轮椅 对年轻男子说道 你等在这里 我带阿姨去治疗室 年轻男子郑重地点头 给柳萍身居一躬 柳医生 拜托了 柳萍拍了拍 年轻男子的肩膀 写出两张药方 交给白子涵 马上熬药 每张方子熬至三副 熬好后送到治疗室 嗯 白子涵接过药方 转身离开 柳萍推着中年妇女 走进治疗室 柳萍扶着中年妇女 躺在治疗床上 手指放在外卖 仔细检查妇女的脉象 几分钟后 柳萍抬起手腕 拿起病例看了几眼 患者名叫赵荣 赵阿姨 你的病很重 我要给你针灸 配合服用中药 大约一个月可以痊愈 真的 赵荣的眼里放出异彩 只要不手术 我愿意针灸 柳萍知道赵荣的心肌 开始坏死 抓起树莓银针刺进心经 内力沿着银针进入经脉 慢慢抵达心脏 温养坏死的心肌 赵荣感觉一股热流在体内流动 热流锁过之处 舒适无比 最后停在心脏 一个小时后 柳萍拔出银针 开始疏通赵荣的肝经 肾经和肠经 柳萍一边撵动银针 一边解释 赵阿姨 你长期服药 体内积累了药物的残毒 必须排出去 赵荣心口极其舒畅 胸闷消失 高兴地点头 听您的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 白子涵拎着药带走进治疗室 柳萍拔出银针 拿起一个药带 打开膝口 递给赵荣 赵阿姨 喝了吧 赵荣一口喝光药汁 满眼感激地看着柳萍 谢谢 柳萍写出医嘱 交给白子涵 病人交给你了 白子涵认真地点了点头 推驻赵荣走出治疗室 满面红光的老者 看到赵荣精神状态好了许多 脸上出现血色 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柳萍疲惫地坐在椅子上 暗暗庆幸 如果不是内力大幅提升 早已经昏倒了 陈洪蕊跑进治疗室 看到柳萍脸色苍白 心疼地掏出手帕 小心地擦去柳萍脸上的汗水 萍哥哥 你太累了 外面还有十几个病人 下午不搞一诊了吧 柳萍笑了笑 那怎么行呢 男人说话要算数 至少发放二十个一诊号码 陈洪蕊沉默了几秒钟 点点头 好吧 我先去给你弄点吃的 一会儿再去派发一诊号码 柳萍摆了摆手 不用麻烦 走出诊所 掏出手机拨通后说道 雅倩 准备好 我们马上过去 沈小云伸了一个懒腰 累死我了 康书文拿着病例 满眼惊喜 今天上午 共接诊67名患者 其中54人 采用针灸加方剂的治疗方法 萍哥针灸了39人 啪啪 大厅里响起热烈掌声 孔红欲满脸佩服 出言称赞 平均每十分钟治疗两人 厉害 柳萍不好意思笑了笑 我也没有办法啊 你们诊病的速度太快了 我不快不行啊 陈洪蕊满脸焦急 出言催促 大家快去吃饭 一会儿还要一诊呢 众人吃饱喝足 在诊所休息了一会儿 一诊正式开始 一诊号码不多 前来就诊的 大多是三十多岁左右年轻人 大多不需要针灸 柳萍不时出言 指导坐诊的学生 还不到五点 一诊结束 坐在墙边的满面红光的老者 一直盯着柳萍 眼里不时闪过疑惑的神色 柳萍长出了一口气 明天不上班 大家好好休息 第128章 师父就有 陈洪蕊带着所有人 向药膳方走去 老者快步走到柳萍身前 小友 可否打扰几分钟 柳萍看到老者满面红光 和蔼慈祥 身上带着淡淡的草药香味 隐隐猜到老者的身份 低头行礼 请问老人家 如何称呼 老者愣了一下 脸上露出笑容 老朽管明节 管理的管 你可以叫我管老 或者老管 小友知书达理 医术高超 定然师出名门 老朽佩服 柳萍一脸不好意思 管老 如果我 没有猜错的话 你一定是中医圣手 不知管老来自何处 管老眼里放出金光 刘小友何以得知 柳萍笑着解释 管老身上的草药味 瞒不了人的 管老恍然大悟 笑着点头 原来如此 柳萍知道 管老从一多年 能遇到绝不能放过 真诚地挽留 管老 到饭食了 旁边有家药膳方 配方是我出的 你老必须尝尝 给点意见 要善 管老满眼期待 高兴地点头 既然是你出的配方 我必须尝尝 柳萍把管老 带到孔红玉四人的餐桌边 管老 请坐 孔红玉蹭得一声站了起来 吃惊地盯着管老 管老 真的是你吗 好多年不见 你老身体还是 如此康健 管老不错眼珠地望着孔红玉 神色越来越激动 你是孔红玉 我们有二十年没见了吧 孔红玉握住管老的双手 二十多年没见了 我听说你去了魔堡 管老笑着解释 退休了 回金陵养老 听说 江城出了一个年轻的中医高手 免费一诊 一时兴起 跑乖看看 孔红玉把范子勋 彭胜睿和郎道如介绍给管老 二十年前 管老是淮安省中医第一人 救人无数 管老叹了口气 满脸遗憾和尴尬 如果没有遇到那个妖念 我真的会觉得 自己是淮安省中医第一人 我自不量力地去挑战那个妖念 经过三次比试 我输得体无完肤 才知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只可惜 二十多年没有她的消息了 孔红玉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柳萍 心中暗道 恐怕你 连她徒弟都不如 范子勋犹豫着问道 管老 你在江城待多长时间 也就两三天吧 管老笑了笑 扭头看了一眼柳萍 对范子勋说道 范老 我知道你的想法 但我认为 让柳萍带学生更合适 范子勋满眼疑惑地望着管老 我不太明白管老的意思 管老沉思片刻 认真的解释原因 柳萍刚刚就治的观心病患者 患者的心机 有坏死迹象 其实我出手 治疗效果也不会太好 虽然柳萍没有完全治愈患者 却让患者的心机慢慢恢复 柳萍的医术在我之上 让她带学生 不是更合适 孔红玉四人 都瞪着眼睛望着柳萍 柳萍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管老火眼金睛 明察秋毫 管老好奇地望着柳萍 能教出你这样徒弟的人 绝对不是无名之辈 能否告知 孔红玉看到柳萍满脸尴尬 附在管老的耳边 小声说道 就是你一直寻找的那个人 哈哈 管老大笑几声 怪不得 怪不得 也只有妖孽 才能教出妖孽弟子 真是有什么师父 就有什么徒弟 一对妖孽啊 柳萍拎来要酒 给几个人真满 管老 您尝尝 这是我配置的 管老轻轻抿了一口 闭着眼睛品尝要酒的味道 不闻不燥 温而不腻 不仅考虑到了人体的阴阳二气 好考虑到了脏腑与五行 绝品 柳萍更大了眼睛 没想到管老仅是喝了一口 就能说出药酒的全部功效 不愧是淮安省中医第一人 管老满眼遗憾 轻声说道 我当年确实不服气 本想 让孙女找他的徒弟比试比试 品尝了柳萍的药酒 我彻底服气了 我一生研究中医药理 配出的药酒 也不过如此 我的孙女比柳萍差得太远了 柳萍被管老的人品折服 给管老身居一躬 管老 您太过谦虚了 没有你们这些前辈指路 我们也走不到今天 中医崛起 更是一句笑话 好小子 说得好 不愧是是妖孽的徒弟 管老开心大笑 满眼兴奋和期待 虽然中医目前示弱 但中医有了你们 何仇不能崛起 0 管老的手机 铃声响了起来 管老看了一眼号码 接通后说道 丫头 我在诊所旁边的药膳方 你过来吧 我给你引荐江城的中医前辈 管老放下电话 认真地看着柳萍 我孙女管心仪 也是学中医的 现在是华夏中医药大学的 硕士研究生 我想让她在你的诊所实习 柳萍吓了一跳 急忙摆手 管老 您孙女在诊所实习没问题 只怕没人能教得了她 管老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柳萍 你要想发展中医 就别推辞 柳萍梦然醒悟 重重地点头 小子受教了 定不负管老所托 不一会儿 一个身高一米六五左右的年轻姑娘 走进药膳房 管心仪一头披肩长发 皮肤白皙 明亮的眼睛 带着丝丝傲气 鼻梁高挺 身穿淡藕和色的西装 内衬白色的沙衣 配上黑色的高跟鞋 显得精明干练 管老向管心仪招了招手 丫头 这里 管心仪走到管老身边 轻生埋怨 爷爷 你怎么乱跑呢 出事了怎么办 丫头 我给你介绍几位中医前辈 管老把孔红玉四人 孔红玉四人 虽然感觉管心仪傲气十足 但看到管心仪知书打理 都暗暗点头 年轻人有点傲气是正常的 身为中医人 只要知书懂理 未来可期 管老把管心仪拉到柳萍身前 丫头 这是柳萍 百姓中医诊所的老板 你以后在她的诊所实习 必须服从她的命令 管心仪感觉脑子不够用了 爷爷的医术无与伦比 为什么要把自己 放在别人的诊所呢 柳萍笑着点头 看着管心仪 欢迎加入百姓中医诊所 管心仪仔细地打量柳萍 发现柳萍并没有特殊之处 虽然满心狐疑 还是客气地伸出手 管心仪请多指教 柳萍轻轻地握了一下管心仪的手 希望我们共同进步 为中医的发展做出贡献 陈洪蕊看到柳萍与美女握手 顿时撅起了小嘴 心中暗骂 大坏蛋 又沾花惹草 管老给管心仪倒了一杯药酒 你尝尝 酒宴结束 柳萍送走了管老爷孙 和孔红玉等人 陈洪蕊挽着柳萍的胳膊 萍哥哥 明天要善方正式开业 你一定要来 柳萍无奈地摇了摇头 洪蕊 我明天必须去寻补训练基地 早就定好的 陈洪蕊心里虽有遗憾 但知道柳萍确实很忙 也没有强求 第129章 抗打示范 饭后 柳萍返回诊所 配置了二十几副清淤止血 恢复肌肉的药物 放在猛士车上 驱车返回半山别墅 管兴仪和管老回到酒店 管兴仪满心狐疑 不解地看着顾老 爷爷 柳萍没什么出奇的 你为什么 让我去她的诊所实习 管老认真的看着管兴仪 我在诊所待了一下午 一直观察柳萍 虽然我没有看到柳萍的针酒技法 但可以确定的是 柳萍是医术 在我之上 你今天品尝的药酒 我配不出来 啊 管兴仪满眼难以置信 她真的那么厉害 管老认真的点头 一个心机开始坏死的观兴病患者 在柳萍手里焕发了生机 就连我也做不到 你更不行 你必须好好向柳萍学习 哼 管兴仪满心不服 暗哼一声 一定要与柳萍比试比试 帝都瑞锦曼的办公室 蝴蝶把文件放在瑞锦曼的面前 瑞总 这是刚刚收到的 瑞锦曼拿起文件仔细看了一遍 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好小子 脑子不错 比他愚蠢的师傅强多了 蝴蝶试探着说道 瑞总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 昌奎杰很可能死在精灵 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 瑞锦曼摇了摇头 收集证据 必要时送给柳萍 另外 调查一下柳萍身边的女人 明白 蝴蝶应了一声 走了出去 瑞锦曼站在窗前 既然你的徒弟在江城 我也该去江城走走了 一夜无话 柳萍吃过早餐 驱车赶到寻补训练基地 柴翼带着12名特训队员 负重围着训练场狂奔 看到柳萍走了过来 大声喊道 全体集合 江亚林等12名队员 列队整齐 眼神坚定 脸上带着细密的汗珠 柳萍走到队伍前面 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扫过 满意地点点头 从今天开始 进行第二阶段训练 解散 五分钟后集合 柳萍扭头看着柴翼 你去找几根结实的木棍 是 柴翼应了一声 装身离开训练场 时间一到 柳萍吹响了集合的哨子 江亚林等12人 快步跑进训练场 柴翼抱着十几根 小孩胳膊粗的木棍 跑进训练场 柳萍脸上露出斜斜的笑容 给你们三分钟时间 自由分组 每三人一组 自己选择组长 经过了两分钟 分组完毕 第一组组长江亚林 组员郑海和王志明 第二组组长王凯 组员李天和李星宇 第三组组长朱勇 组员钱刚和谢迅 第四组组长鲁岩 组员袁玉刚和狄庆 柳萍大声问道 你们确定了吗 确定了 所有队员齐声回答 柳萍眼里射出灵力的目光 小组确定以后 以后不许更改 接下来的所有训练 都是以小组为单位 明白 柳萍扭头看着柴翼 柴翼 每个小组发两根木棍 今天进行抗击打训练 是 柴翼把木棍发给四个小组 四名组长出练 随着柳翼的喊声 将雅琳 王凯 朱勇和鲁岩四人 向前跨出一步 每组另两名队员 一名站在队长的身前 一名站在队长身后 拿起木棍 全力击打队长 必须用力 否则驱除特训队伍 柳萍面无便轻地说道 柴翼满然担心 教官 要是负伤了怎么办 柳萍毫不在意地说道 负伤很正常 我车里有药物 你去拿来 如果队员吐血或者受伤 仍尽浴缸泡药雨 这个混蛋 总是想办法折磨人 江雅琳暗骂了一句 眼睛一转 大喊一声 报告 柳萍面无表情地喊道 说 江雅琳眼里闪过一丝狡诈 老娘让你好看 大声喊道 报告教官 我们以前没见过抗击打训练 请教官师范如何挨打 柳萍心中暗笑 知道江雅琳是故意的 目光扫过所有特训队员 你们也想我做师范吗 想 请教官师范 柳萍点点头 脱去上衣 光膀子 双手随意地背在身后 你们谁来打我 江雅琳看着身材魁梧的郑海 我们上 郑海点点头 跟江雅琳走到路身边 恭敬地给柳萍敬礼 请教官原谅 柳萍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 别墨迹了 开始吧 王八蛋 你看光老娘 老娘一定打得你皮开肉绽 江雅琳心中暗骂 捡起木棍 大喝一声 狠狠地砸在柳萍的后背上 啪 江雅琳感觉棍子要脱手飞出 忍不住蹬蹬后退几步 扑通一声 跌坐在地上 柳萍的后背 出现了一条红色血印 但仅过了几秒 血印便消失了 我就不信了 江雅琳爬起来 瞪着眼睛 举起木棍 再次扑向柳萍 啪 木棍重重地打在柳萍的后背上 嗖的一声 木棍脱手飞出 江雅琳蹬蹬倒退几步 四仰八叉地摔倒在地 他麻的 柳萍根本不是人类 江雅琳心中暗骂 咬牙爬起来 瞪着眼睛盯着郑海 咬牙切齿地怒吼 干什么呢 动手啊 哦 郑海负责击打柳萍的前身 江雅琳击打柳萍的后背 啪 啪 棍子击中身体的声音 不绝于耳 柳萍面不改色 仿佛木棍是打在其他人身上 十几分钟后 江雅琳疲惫地坐在地上 满眼绝望 自己都快累死了 柳萍却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人类该有的表现吗 柳萍似笑非笑地 看着江雅琳和郑海 还需要示范吗 郑海彻底崩溃了 估计自己累死了 柳萍都不会受伤 慌忙摆手 教官 我们懂了 立即开始训练 柳萍穿好衣服 阴冷的目光 从特训队员脸上扫过 大声喊道 抗击打训练 立即开始 耍滑偷懒 后果自负 江雅琳咬了咬牙 大声喊道 郑海 王志明 全力攻击 队长 郑海满眼担心 江雅琳大声怒吼 别啰嗦 赶紧的 啪 郑海挥动木棍 打在江雅琳的后背上 扑通 江雅琳承受不住重击 跌了一个嘴啃泥 挣扎着爬了起来 摆好姿势 怒吼 再来 柳萍满眼担心 柳教官 不会出事吧 柳萍笑了笑 不会出事的 准备好药语 扑通 扑通 不时有队长被打倒在地 扑吃 四组组长鲁岩 喷出一口鲜血 柳萍立即跑到鲁岩身边 检查过鲁岩的脉象后 对柴翼说道 把他放进浴缸里 柴翼点点头 带人 把鲁岩抬走了 柳萍看到队员都被打过一次 大声说道 炮药浴 直至明天 第130章 蓝老道来 甄丽轩表情凝重地站在训练场周围 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巡捕被抬走 不由暗问 如果自己参加训练 能坚持多久 答案并不乐观 最多只能比江雅琳等巡捕 多坚持十分钟 柳萍向甄丽轩招了招手 大声喊道 让你的兄弟们集合 我给你们检查身体 集合 甄丽轩大声喊道 十二名特种战士 整齐列队 柳萍逐个检查战士的脉象 把每个人的症状记在本子上 甄丽轩 每天早饭前带领大家慢跑十分钟 不许超时 一会儿跟我去诊所拿药 下周复诊 甄丽轩认真点头 明白 柳萍走进江雅琳的房间 江雅琳穿着衣服躺在浴缸里 犹豫了几秒 认真地盯着柳萍 王八蛋 你是不是给我针酒了 柳萍似笑非笑地看着江雅琳 你觉得呢 江雅琳眼里喷出怒火 瞪着眼睛怒骂 王八蛋 你是不是男人 敢做不敢承认 柳萍没有理会江雅琳 手指按在江雅琳的手腕上 仔细感应江雅琳的体内气息 不由得暗暗点头 不愧是女暴龙 身体素质比多数男子都强悍 确认江雅琳并没有出现内伤 抬起手指 认真地叮嘱 让郑海和王志明保持今天的力度 持续十天 江雅琳撅着嘴 美好气地说道 要你管 柳萍笑了笑走出房间 随手锁好房门 检查完所有寻补的身体状态 只有鲁岩有轻微的内伤 用不了两天也能完全恢复 柳萍叮嘱柴翼 每天上午蹲马步 下午抗击打训练 晚上泡药浴 我再准备点治疗内伤的药 和泡药浴的药材 让甄丽轩带回来 柴翼点头回答 是 请教官放心 柳萍和甄丽轩回到诊所 首先熬制出战事需要的药汁 叮嘱甄丽轩 按照说明服药 明白 柳萍熬制了十几代治疗内伤的药物 嘱咐甄丽轩回去让鲁岩喝一袋 明早再喝一袋 告诉柴翼 谁吐血了 就连喝两天 一天一袋 明白 甄丽轩把治疗内伤的药物 放进军车里 柳萍又配置了几十包药育所需的药材 交给了甄丽轩 送走甄丽轩 三虎和张庆 陪着柳萍在诊所内喝茶 张庆满眼不解 柳医生 药膳方很热闹 你不去看看 柳萍笑着摇头 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不过去了 三虎认真的看着柳萍 先生 蓝老爷子来了 带了六七名高手 我觉得 你应该去看看 柳萍愣了一下 你确定 三虎重重地点头 蓝小姐亲口介绍的 柳萍沉思片刻 晚上吧 我陪蓝老爷子喝几杯 下午两点 柳萍接到了蓝贤静的电话 静姐 你找我 平地 我看到你的车了 你会来了 蓝贤静笑着问道 柳萍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在诊所 想休息一会儿 饭局结束了 我们在二楼包厢 你过来吧 有人要见你 好 我马上过去 柳萍害怕见到蓝老爷子 不知该如何解释 与蓝贤静的关系 硬着头皮 走进药膳方的二楼包厢 秋老 康老 顾老 崔老 崔老等人 陪着蓝老喝茶 邱德宇 邱德泽 顾毅和崔国华 陪着一对中年夫妇 邱青雅 蓝贤静和云青岩三女 充当服务员 不时给众人侦查 蓝贤静 挽着柳萍的胳膊 走到蓝老的身边 介绍两人认识 爷爷 这是柳萍 柳萍 这是我爷爷 蓝老爷子目光锐利 身上透出上位者的威势 打亮柳萍几眼 小子 你把我孙女的魂勾走了 你是不是要给我一个交代 下马威吗 柳萍微笑着 看着蓝老爷子 老爷子 你想让我怎么交代呢 嗯 蓝老爷子没想到 柳萍不按常理出牌 愣了几秒 瞪着眼睛盯着柳萍 指着邱青雅三女 小子 这三个丫头 你到底想娶谁 柳萍依然面带笑容 双手端起茶杯 递到蓝老爷子面前 老爷子请喝茶 蓝老爷脸上露出满意之色 结果茶杯喝了一口 猛然醒悟过来 大骂一句 臭小子 你竟敢讽刺我 让我闭嘴 有胆直说 跟你师父一样混蛋 一肚子坏水 崔老忍不住哈哈大笑 蓝老头 润智商 你可比柳小子差多了 哈哈 蓝老爷子也大笑起来 本来想给他一个下马威 没想到自己掉坑里了 蓝贤静一直担心蓝老爷子为难柳萍 看到蓝老爷子哈哈大笑 悬着的心放下了 挽着柳萍的胳膊 走到陌生的中年夫妇身边 柳萍 我爸 我妈 柳萍急忙行礼 柳萍见过叔叔阿姨 蓝贤静的母亲程兴梅 出身大家族 知书达理 希望女儿能找一个如意郎君 感觉柳萍不骄不躁 尊老敬贤 暗暗点头 拉着柳萍坐在身边 柳萍 陪阿姨说会话 邱青雅 蓝贤静和云青岩三人 都尝出了一口气 第一关算是过去了 程兴梅认真地盯着柳萍 柳萍 你真能治好小金的病 柳萍认真地点点头 能治好 青年的父亲 也是经脉断裂 虽然是因为练功 走火入魔导致的 但症状差不多 我已经治好了 程兴梅满眼期待地 看着柳萍 你要建医院 建药厂 对未来是怎么规划的 柳萍笑了笑 我的人生目标很简单 我是一个孤儿 希望有一个安稳的家庭 全力发展中医 在线中医的昔日辉煌 程兴梅暗暗点头 柳萍是个有理想的人 唯一的缺点就是 感情一塌糊涂 招惹了多个女孩子 程洪蕊走进包厢 附在蓝贤镜耳边 嘀咕了几声 蓝贤镜向邱青雅 和云青岩点了点头 走到柳萍身边 平地 陈总和孔老在楼下等你 我们下去看看 柳萍向众人告罪后 跟着蓝贤镜走了出去 蓝老爷子望着柳萍的背影 这小子太狡猾了 跟他师父完全不一样 崔老意味深长地说道 柳萍的未来不可限量 我很期待 柳萍和蓝贤镜 走到餐桌边坐下 面带微笑 陈叔叔 孔老 要不要再喝一点 陈建宏笑着摇头 不喝了 我和孔老商量过了 如果没有其他意见 明天工程队入场 你要派个现场监工 柳萍无奈可笑 陈叔叔 我身边就那么几个人 还是你派人吧 陈建宏也没客气 点点头 行 我来安排 柳萍 乐鹏等硕士马上毕业了 我想让他们读博士 还在你的诊所实习 未来进入医院 你觉得怎么样 孔红玉提出想法 柳萍想了想 如果他们自己愿意 倒是很好 孔红玉点点头 我去问问学生的想法 第131章 师父恩怨 晚上 柳萍把蓝老爷子等人 接到别墅 亲自下厨 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蓝老爷子食欲大开 不断称赞柳萍的厨艺 柳萍陪陪着蓝贤镜的父亲蓝宇 云星号和邱德宇三人 戏真蔓隐 陈佩玉陪着秋青亚三女的母亲 在房间内聊天 程兴梅满眼不解 真如 林雪 你们不反对孩子 与柳萍在一起 少林雪无奈苦笑 青岩发过誓言 魔度的大家族都知道 不可能违背 安真如摇了摇头 青亚恨我们 是不会听我们的 陈佩玉笑了笑 你们不要掺和了 柳萍是个善良的孩子 更不是花花公子 我能看得出来 贤静和青岩 是真心喜欢柳萍 不仅他们两人 陈洪蕊三个小丫头 恐怕也被柳萍迷住了 程兴梅满眼怒火 这小子 就不知道收敛一点 陈佩玉脸色正重 眼神真诚 柳萍是孤儿 向往家庭的温馨和快乐 在柳萍眼里 雨昕和青亚等人 都是她的亲人 她只懂得关爱 不懂得拒绝 她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家人 安真如身以为然 地点点头 柳萍刚到江城不久 为了青亚 得罪了数十个大家族 还灭了寒假 陈佩玉眼角流出泪花 柳萍和青亚 把我和女儿接到别墅 说是 请我帮忙做饭 可我下属的次数 还没有柳萍多呢 在这栋别墅里 谁都可以欺负柳萍 她也乐意被大家欺负 只要有人提出要求 她从不拒绝 陈宏蕊三个小丫头 因为喜欢柳萍做的菜 柳萍帮他们搞了药膳方 程兴梅不知道该说什么 低着头沉思 少林雪叹了一口气 安慰程兴梅 程姐 你也不要多想了 而孙字有儿孙福 顺其自然吧 蓝老爷子把柳萍叫到房间 柳萍 你了解 你师父的过去吗 柳萍苦笑着摇头 我一点也不知道 蓝老爷子沉思片刻 小静选择了你 我也不会反对 但我不希望 你过早夭折 你师父不仅与帝都的瑞家有矛盾 还与武术世家 有着不可调和的仇恨 其中包括帝都的炎家 靖家和楚家 这三个家族传承久远 有真正的宗师高手 柳萍无所谓地笑了笑 蓝爷爷 宗师高手没什么可怕的 我也是宗师 你说啥 蓝老爷子瞪大了眼睛 吃惊地看着柳萍 你是宗师 柳萍点点头 我一掌 能拍死先天巅峰的舞者 而且我修炼的功法很奇怪 每时每刻都在提升 哈哈 蓝老爷子忍不住大笑 没想到我的孙女婿 竟然是宗师舞者 这天下大可去的 柳萍认真的问道 蓝爷爷 我师父还有其他的敌人吗 蓝老爷子点了点头 八贵省的胡言家 八叔省的唐家 胡言家以医术文明 唐家擅长用毒 虽然我不知道节酬细节 但我听说 你师父解了唐家的毒 在医术比赛中 战胜了胡言家的年轻高手 也就是胡言家 现任家主 胡言治科 柳萍暗暗记下几个家族 蓝老爷子认真的提醒柳萍 虽然你功夫不错 医术高超 但你一定要小心唐家 唐家的毒药极其恐怖 柳萍终于明白了 师父为什么传授自己毒药知识 让自己经常用毒药泡澡的原因 柳萍认真的 看着蓝老爷子 我十年前就百毒不清了 我配置的毒药 绝不在唐家之下 唐家对付不了我 蓝老爷子吓了一跳 瞪着眼睛看着柳萍 真的假的 柳萍认真地点点头 当然是真的 我怎么会骗你 我得罪了三十多个家族 没有一个家族敢报复 就是害怕我的毒药 蓝老爷竖起大拇指 小子 你娘 柳萍不好意思地挠了脑脑袋 都是师父的功劳 也许师父早想到了今天 他才让我从小适应各种毒药 这我就放心了 蓝老爷子表情沉重 犹豫了几秒 柳萍 如果有可能 我建议你去一趟帝都锐家 柳萍不解的 看着蓝老爷子 为什么 哎 蓝老爷子叹了一口气 你师父与锐锦曼之间 应该没有仇恨 我猜测是因为年轻 意气用事 只是两人分开 二十多年过去了 锐锦曼还是孤身一人 他心里放不下你师父 柳萍认真地点了点头 蓝爷爷 我一定去帝都拜访锐锦曼 怎么说他 也是我唯一的师娘 蓝老爷子满眼赞赏 微笑着点头 你能这么想 我深感欣慰 如果你能化解 他们之间的恩怨 也是功德一见 柳萍回到房间 沉思片刻 拨通了梅小燕的电话 小燕 你的人进入帝都了吗 梅小燕正在查看资料 看到柳萍打来电话 心中一喜 急忙如实回答 派去了六个人 刚刚在帝都站稳脚跟 还无法调查上流人士的资料 柳萍暗暗点头 调查帝都的严家 靖家和楚家 我要知道这三个家族的宗室情况 此事不急 慢慢来 切记不要暴露身份 明白 柳萍躺在床上 闭目沉思 严家 靖家和楚家 如果来寻仇 接着就是 最难解决的是瑞家 不知道瑞锦曼是怎么想的 邱青雅悄悄推开门 钻进柳萍的被窝 躺在柳萍的怀里 老公 你的三个丈母娘 在一起待了一个晚上 你一点不担心 柳萍内心接受了蓝贤靖和云青年 微笑着看着邱青雅 有什么可担心的 邱青雅脸红如纸 声音比蚊子还小 我与青年和靖姐商量过了 你尽快把靖姐的病治好 我们三人要轮流当妈妈 柳萍顿时瞪大了眼睛 愣愣地看着邱青雅 青雅 我们明天去登记吧 邱青雅摇了摇头 不行 我们三姐妹 要么一起登记结婚 要么都不登记 我可不想独吃独占 柳萍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暗叹了一口气 一夜无话 柳萍抵达诊所 没想到管老和管心仪 早早地来到诊所 急忙打招呼 管老 您怎么来了 管老面带笑容 我也没什么事 孙女在这里实习 我怎么能不来看看 管心仪满眼傲气 仰着头看着柳萍 柳老板 我做什么 柳萍指着药柜 从今天开始 你负责抓药 什么 管心仪顿时愣住了 忍不住大声问道 你让我去抓药 柳萍点点头 认真的看着管心仪 不可以吗 还是你做不了 管心仪满眼怒火 大声抱怨 让一个华夏中医药大学的硕士抓药 亏你想得出来 柳萍没有理会管心仪 扭头看着管老 管老 你在学徒期间 做什么 管老笑着回答 当然是抓药了 只有做到快和准 才算合格 柳萍似笑非笑地看着管心仪 你听到了 半个月以后考核 如果达不到要求 管心仪恨不得咬死柳萍 气呼呼地说了一句 老娘现在就去抓药 第132章 武术大赛 仅仅一个上午 管心仪被打击得体无顽肤 眼里的傲气消失殆尽 午饭的时候 管老看到管心仪一脸愁容 笑着询问 受打击了 唉 管心仪叹了一口气 诊所的学生实力都不在我之下 不仅是抓药和熬药 诊病和针灸的水平 也不比我差 哈哈 管老忍不住笑了 这些学生能心甘情愿地留在诊所 你还不明白为什么吗 管心仪扭头看了一眼柳萍 点点头 他们都是因为柳萍才留在诊所的 柳萍的医术 确实令人佩服 学生治不了的疑难杂症 柳萍都能轻松解决 管老满眼期待 沉申开导 丫头 你要想成为名震华夏的中医胜手 必须跟着柳萍虚心学习 你的那点傲气 在柳萍眼里 一钱不值 管心仪重重地点点头 爷爷 我知道了 我一定努力学习 不会让你失望的 管老笑了笑 期待地望着管心仪 还有三个多月 中医大赛就要开始了 你的导师对你寄予厚望 你不能令他失望 管心仪满眼好奇 看了一眼低头吃饭的柳萍 爷爷 柳萍会参加吗 管老摇了摇头 我猜柳萍不会参加 他不在意虚名 只想发展中医 第二天上午 蓝老爷子和蓝贤静的父母 返回帝都 柳萍一心扑在诊所 诊所高速运转 上午接诊病人 下午治病和一诊同时进行 夏飞招聘了三名年轻女孩 见起直播团队 四个人分工明确 直播间的粉丝越来越多 管心仪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一有时间 就拿着患者的病例认真学习 赵荣和张庆的病情 明显出现好转 平时打扫诊所卫生 收拾病房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柳萍每隔两天去一趟市中医院 任春朵和贾秀婷 恢复得越来越快 距离痊愈的日子不远了 李雪平的肾功能已经完全恢复 每天都到药膳方帮忙 转眼又到了周六 一诊结束 骑老虎风尘仆仆地走进诊所 骑老虎一直忙着修建训练场 柳萍半个多月没见到骑老虎了 老虎 训练场搞好了 柳萍笑着打招呼 骑老虎满脸兴奋 点点头 搞好了 绝对是一流的 崔哥说比部队的训练场还要完善 柳萍点点头 改天我去看看 骑老虎认真地看着柳萍 先生 什么时候开始训练 柳萍想了想 你和段疯子商量一下 选出20名可靠的人 让段疯子负责训练 过几天我去给他们疏通经脉 我立即安排 骑老虎风风火火地离开了 晚饭仍在药膳方 柳萍没想到 曹沐宁和曹沐永来了 急忙打招呼 曹兄 过来坐 你们这段时间去哪了 曹沐宁坐在柳萍身边 满脸封尘 我回帝都了 亮丽化妆品太受欢迎了 很多大家族的女人 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我 想获得分销权 都被我拒绝了 可是得罪了不少人 蓝贤静没好气地瞪了曹沐宁一眼 你要是不想坐 我交给别人 别别 曹沐宁满眼惊慌 急忙道歉 我就是这么一说 扑痴 柳萍和邱青雅等人 忍不住笑出声来 云青岩满脸忧愁 忧愿地看着柳萍 我爸妈明天回摩都 要在摩都推广化妆品 我舍不得他们 邱青雅笑着说道 你可以回去陪他们几天 再回来啊 云青岩瞄了一眼柳萍 摇了摇头 我不回去 李雪平拿着财务报表走了过来 满脸激动 洪蕊姐 我们一周赚了二十多万 陈洪蕊毫不在意 给每个员工发三千奖金 雪平妹妹 你是经理 以后发不发奖金 由你决定 我们三个人有饭吃就行 赚了钱大家分 李雪平满脸尴尬 不知如何回答 柳萍走到李雪平的身边 拍了拍李雪平的肩膀 妹妹 我已经决定了 你拥有要善方百分之十的股份 无论你怎么做 大家都没有意见 李雪平激动地给柳萍 和陈洪蕊等人行礼 谢谢哥哥 谢谢姐姐 曹沐宁附在柳萍耳边 小声说道 刘老弟 我听说训练场建好了 我这次带来三名晚辈 想让他们跟着训练 柳萍笑着点头 没问题 我明天下午过去看看 要不要一起去 曹沐宁毫不客气地回答 必须去啊 柳萍和邱青亚三女 回到半山别墅 云星号和康老 把柳萍叫进书房 云星号认真地看着柳萍 我明天回魔都 在走之前 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 柳萍满眼不解 云叔说 您怎么如此客气 只要小子能做到 绝不推辞 康老和云星号对视了一眼 两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我来说吧 康老看着柳萍 认真地解释 柳萍 你知道为什么帝都的大家族 多年不倒吗 柳萍迷茫地摇了摇头 我真不知道 康老喝了一口茶 耐心地讲解 华夏的传承家族 不外乎三种 一是武术世家 二是中医世家 三是商业家族 康家和云家 虽然是武术世家 也仅属于三流武术世家 虽然康家在精灵算是大家族 可是放眼整个华夏 康家根本排不上号 无法与帝都的炎家 靖家和楚家相提并论 柳萍知道 康老说的是实话 满眼不解地看着康老 康老 你们想让我做什么 康老与云星号对视了一眼 云星号点了点头 康老表情严肃 郑重地望着柳萍 柳萍 我知道你是名副其实的宗师舞者 下半年举行年轻一代的武术大赛 我和星号商量决定 让你代表我们两家参加大赛 参加武术大赛 柳萍顿时愣住了 满眼狐疑 我还能代表两家 当然 云星号笑了笑 我们会对外宣布 康家与云家结盟 共同派人参赛 柳萍沉思片刻 认真的看着康老 有年龄约定吗 康老点了点头 按年龄断分组 30岁以下 30岁至45岁 45岁以上 共分三个组 柳萍满眼兴奋 康老 我能挑战45岁以上的人吗 康老按按点头 柳萍的实力 在同龄人根本没有对手 只要你不怕受伤 可以越级挑战 柳萍终于明白了 曹沐宁的想法 也是为参加武术大赛做准备 沉思片刻 康老 云叔说 如果你们相信我 把30岁以下的弟子 送到江州来 我负责训练 保证让他们实力大增 哈哈 康老大笑了几声 赞赏地看着柳萍 就等你这句话呢 第133章 痛打楚涛 送走云星号夫妇 柳萍和曹沐宁 赶到寻补训练基地 柴翼快步跑到柳萍身边 恭敬的敬礼 教官 特训队员正在进行 马步训练 请指示 柳萍满意地点点头 马步训练结束 检查抗击打训练成果 是 柴翼应了一声 跑进训练场 大声喊道 全体都有 马步训练结束 卸下装备 10分钟抗击打训练 特训队员迅速卸下背囊 江亚林等四名队长 蹲着标准马步 双手握拳 背在身后 郑海和王志明 抡起木棍 一前一后 击打江亚林的 前身胸和后背 其他小组队员 也抡起木棍 狠狠击打各自队长 啪啪之声不绝于耳 江亚林等四名队长 就要牙关 一声不吭 曹沐宁倒吸了一口冷气 柳萍的训练方法匪夷所思 即使是武术世家的弟子 恐怕也坚持不了五分钟 柳萍点了点头 走到郑海身边 伸出手 把棍子给我 郑海满眼担心 望着江亚林 江亚林心中暗骂 王八蛋 借机报复 给我 柳萍瞪着眼睛怒吼 给她 江亚林知道逃不掉 暗暗咬牙 不幸扛不住 柳萍拎着木棍 面无表情地看着江亚林 准备好了吗 江亚林眼神坚毅 来吧 老娘准备好了 柳萍知道江亚林性格暴躁 只有把江亚林 训成钢筋铁骨 遇到真正的高手 才能全身而退 啪 柳萍挥动木棍 打在江亚林的后背 江亚林没有感到疼痛 一股大力推着身体先前 蹬蹬前冲了三四步 趴在地上 柳萍没想到 江亚林紧紧跨出三四步 暗暗点头 面无表情地下达命令 马步不稳 从今天开始 每天蹲六个小时马步 双臂绑着二十公斤沙袋 手里抓着砖头 充拳三千次 江亚林心中暗骂 王八蛋 太狠了 把人往死里量 柳萍检查过 其他三组的情况后 扭头看着柴翼 我刚才的话记下来了吗 记下来了 柴翼认真地回答 柳翼点了点头 马上开始 是 柴翼应了一声 监督队员绑好沙袋 给每名队员 准备两块砖头 江亚林等人的每条胳膊 都绑了二十公斤的沙袋 手抓砖头 蹲着标准马步 连续冲拳 仅仅过了十几分钟 便有队员浑身战斗 摔倒在地 起来 继续 柴翼大声喊道 柳翼观察了半个多小时 满意地点点头 像正在进行简单训练的 真丽轩招了招手 你们过来 真丽轩等十二名战士 整齐列队 柳翼检查完 真丽轩等人的身体恢复情况 满意地点点头 你们已经完全恢复了 从明天开始 可以正式训练了 敬礼 真丽轩满脸感激 大声喊道 十二名战士 琪琪敬礼 眼里满是感激 柳翼随意地挥了挥手 真丽轩 你联系崔国华 他会安排 你们去新的训练基地 明白 真丽轩大声回答 柳翼和曹慕宁 驱车赶到郊外的训练基地 骑老虎领着柳翼和曹慕宁 围着基地转了一圈 柳翼若有所思地问道 老虎 有多少个活动版方 骑老虎认真地回答 我们见了六十件 崔哥 还要见四十件 够用了 柳翼想了想 再借二十件 留给女性使用 你联系梅小燕 把女性需要的东西准备齐全 骑老虎认真地点头 明白 我一会儿联系他 柳翼提醒骑老虎 做好安保工作 严禁外来人员进入 骑老虎脸上挂着自信 先生 您放心吧 安保方案是崔哥提出来的 基地周围被铁栅栏包围 到处都是高清摄像头 柳翼满意地拍了拍骑老虎的肩膀 辛苦了 选好参训人员 给我电话 零 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 柳翼看到是三虎的号码 立即接通 三虎 怎么了 三虎焦急地说道 有人在药膳方搞事 钢牙受伤了 我马上过去 柳翼和曹慕宁立即驱车 全速向室内驶去 抵达药膳方门口 李雪平领着服务员和滕玉明等厨师 站在药膳方门口 滕玉明等厨师手里拎着菜刀 与面带傲气的四男两女对质 柳翼走到李雪平身前 沉声询问 妹妹 怎么回事 李雪平指着对面的年轻人 哥哥 这六个人要吃饭 我告诉他们 药膳已经卖完了 只能等晚上 他们说 我们骗人 要砸了要膳访 钢牙哥哥阻止他们 被他们打伤了 柳翼眼里闪过一丝寒光 转身走到年轻人身前 阴冷的目光 从六名年轻人的脸上扫过 是谁打伤的钢牙 一名面带傲气的年轻男人 翻了一个白眼 一个看门狗 打了就打了 难不成你还要报仇 柳翼满眼怒火 盯着傲气的年轻男人 是你打的 傲气的年轻男人撇了撇嘴 是我打的 你能怎么样 我是帝都楚家的人 你敢动我吗 楚家吗 柳翼脸上露出阴冷的笑容 猛地跨出一步 抬脚踢在年轻男人的膝盖上 咔嚓 骨头碎裂的声音 传入众人的耳朵里 啊 年轻男人惨叫一声 跪在地上 满眼怨毒 你敢打我 楚家是不会放过你的 碰 柳翼一脚踢在年轻男人的下巴上 再次传出骨头碎裂的声音 小子 你打了楚家的人 你等死吧 小子 你小子立即下跪道歉 柳翼脸上露出斜斜的笑容 纵身扑了过去 眨眼之间 三名年轻男子 全部膝盖碎裂 跪在地上惨叫 两名女孩满眼恐惧 身体不停地哆嗦 你们可以联系楚家了 我等着楚家的人 柳翼搬来一把椅子 坐在三名年轻男子身前 一名年轻女孩掏出手机 拨通电话后说道 楚叔叔 我是静如染 楚涛被人打了 您快过来 你们在哪 不是去吃饭了吗 我们在要扇方 楚涛被要扇方的人打了 我马上到 楚涛眼里满是仇恨 恶毒地盯着柳平 吐字不清 小子 我要你死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李雪平满眼担心 平哥 你快走吧 我们惹不起帝都的大家族 柳平笑了笑 拍拍李雪平的肩膀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你平哥个惹不起的人 知 一辆豪华的奔驰车 停在十米外 走下一个杀气腾腾的中年人 中年人走到柳平身前 阴冷目光落在柳平的脸上 他们是你打伤的 柳平若无其事地 看了中年人一样 你就是楚家的人 中年人没想到 柳平如此傲慢 大声怒吓 跪下 饶你一命 柳平慢慢站了起来 眼神越发锐利 盯着中年人 你跪下 我饶你一命 找死 中年人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受人尊敬的对象 什么时候受过如此待遇 大吼一声 挥掌拍向柳平 第134章 废楚春雷 柳平知道 早晚会遇到楚家的高手 虽然眼前的中年男子 只是先天后期 没有任何威胁 但柳平 想熟悉楚家的功夫 没有还击 闪身避开 中年男子满脸凝笑 冷冷地看着柳平 怪不得如此嚣张 原来也是先天舞者 只可惜 你遇到了我 我不会杀了你 只会废了你 让你生不如死 柳平面不改色 嘲讽的目光 盯在中年男子的脸上 抱上鸣来 我不杀无名鼠辈 记住 废掉你的人是楚春雷 楚春雷身形跃起 再次挥掌拍向柳平 柳平再次避开 楚春雷怒火中烧 大声骂道 小子 你只会像兔子一样躲闪吗 有本事打中我呀 柳平淡淡地嘲讽 我杀了你 楚春雷怒吼着 不顾一切地扑向柳平 有点意思了 柳平只是闪避 依然没有还击 跪在地上的三名年轻男子 看到楚春雷占据上风 脸上露出阴狠的笑容 小子 我会敲碎你全身骨头 楚涛挣扎着爬了起来 眼神阴狠 指着李雪平骂道 见货 看我怎么收拾你 李雪平虽然担心和害怕 但仍瞪着眼睛盯着楚涛 平哥哥会收拾你们的 转眼过去了二十几招 楚春雷越打越心惊 连对方的依旧都碰不着 这才知道对方的功夫远在自己之上 柳平发现 楚春雷的掌法破绽百出 根本不值得借鉴 纵身跳出战圈 凌厉的目光盯在楚春雷的脸上 语气冰冷 跪下 磕头道歉 我饶了你 楚春雷虽然不是柳平的对手 但骑虎难下 更不可能跪下磕头 咬了咬牙 大声怒吓 我跟你拼了 柳平不闪不避 挥拳迎了上去 砰 拳掌相交 发出沉闷的声音 咔嚓 骨头碎裂的声音 清晰可闻 楚涛脸上露出阴森的笑容 恶狠狠地说道 小子 这就是得罪楚家的下场 是吗 柳平嘲讽的声音 如同钢针一眼 扎进楚涛的耳朵里 楚涛顿时瞪大了眼睛 柳平的拳头 打断了楚春雷的胳膊 去世不减 狠狠地砸中楚春雷的丹田气海 啊 楚春雷惨叫一声 身形道飞出去 在空中喷出一口鲜血 重重地摔在地上 满眼恐惧地望着柳平 断断续续地说道 你 你是 先天 巅峰 怎么会这样 楚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身为先天后期的楚春雷 竟然不是柳平的义和之敌 难道柳平会法术 感觉太诡异了 柳平走到楚春雷身前 拿出银针 封闭了楚春雷的全身经脉 向楚涛走去 楚涛感觉脑子不够用了 从没想过楚春雷会输给柳平 瞪着眼睛盯着柳平 你打伤了我叔叔 家主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柳平走到楚涛身边 威压向楚涛涌去 语气极度冰冷 你想欺负我妹妹 楚涛感觉呼吸急促 满眼恐惧 普通一声跌坐在地上 啪 柳平抬脚狠狠地踢在楚涛的裆部 啊 楚天惨叫一声 眼珠一番昏迷过去 奔驰车里坐着一个大富贤贤的男子 已经认出了柳平 脸上露出了猙獰的神色 柳平 你招惹了帝都楚家 不死也得脱层皮 老子终于等到了报仇的机会 大富贤贤的男子的 是江城市汤家的家主汤景超 汤景超的儿子汤闯兽韩玉龙蛊惑 参与了打压邱氏集团 汤家被柳平敲诈了十亿元 汤景超攀上帝都楚家 期待有一天向柳平复仇 没想到柳平竟然与楚家发生了冲突 真是上天赐予汤家的机会 汤景超立即拨通了楚家家主楚春风的电话 添油加醋 向楚春风汇报 柳平已经看到了奔驰车里的汤景超打电话 知道汤景超在联系楚家 柳平魂不在意 楚家在帝都多年 不可能没有仇人 即使楚家有宗师 也不敢让其离开帝都 否则 楚家的仇人一定会借机复仇 再者 楚家不了解柳平的真正实力 充其量拍半部宗师来江城复仇 柳平看到汤景超挂断了电话 走到奔驰车旁 敲了敲车窗 汤景超放下车窗 恐惧地望着柳平 此事跟我没关系 柳平领着汤景超的衣领 把汤景超拖下车 满脸冷笑 联系上楚家了 楚家什么时候来人 我不知道 汤景超感觉当部传出心骚的气味 双腿发软 扑通一声坐在地上 柳平拿出银针 分别在汤景超和三名跪在地上的 年轻男子身上刺了几下 确保四人无法行动 向三虎招了招手 三虎立即跑到柳平的身边 三虎 带几个兄弟看着他们 靳如染看到柳平离开了 掏出手机 拨通了家主靳山的电话 大伯 我们在江城 号兵哥哥 被人打断腿了 靳山大吃一惊 是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伤害靳家的人 沉声问道 怎么回回 靳如染简单地把事情讲了一遍 靳山沉思片刻 让楚家的人处理 如果出现意外 给我电话 柳平回到诊所 仔细检查岗牙的伤情 骨头没有问题 只是内脏受伤 拍了拍岗牙的肩膀 不用担心 只是内伤 我给你开一副药 喝两天就好了 岗牙感激地点了点头 帝都楚家 楚春风把家族骨干召集到议事厅 春雷去了江城 被人打伤了 楚家的面子不能丢 派谁去找回场子 楚春风的二弟楚春云 低头沉思片刻 春雷是先天后期舞者 能打败春雷的人 至少是先天巅峰 我觉得 应该让三叔带人过去 楚春雨是楚家嫡系唯一的女性 为人谨慎 认真的看着楚春雷 大哥 春雷为什么会被人打伤吗 楚春风眼里射出寒光 银声说道 无论是任何原因 任何人打伤楚家的人 都必须付出代价 楚家丢的面子必须找回来 否则 还怎么在帝都立足 楚春雨感觉事情并不简单 隐隐感觉 江城是一个陷阱 正在等着楚家跳进去 犹豫着提醒楚春风 大哥 小心一点 我觉得事情并不简单 江城的汤家可靠吗 汤家是否可靠 都没有关系 楚春风挥了一下手 你们不用说了 死仇必报 让三叔和春辉一起去江城 他们两人都是半步宗师 不会有事 楚春雨和楚春风没再说话 楚家三叔和楚春辉 立即赶往机场 登上飞往江城的航班 柳平看了一眼时间 快到下午三时了 向李雪平招了招手 妹妹 你们去准备晚餐吧 这里交给我 知 一红一蓝 两辆法拉利停在不远处 邱青雅 蓝贤静和云青岩三女 快步走到柳平身前 蓝贤静满眼担心地看着柳平 平弟 怎么回事 柳平若无其事地回答 帝都楚家的人 来要扇方装笔 被我废掉了 帝都楚家是真正的一流武术世家 楚家有真正的宗师舞者 蓝贤静吓了一跳 认真地看着柳平 平弟 楚家是大 有宗师舞者 让爷爷出面解决吧 柳平笑着摇头 不用 楚家翻不起浪花 第135章 再次诗读 邱青雅 蓝贤静和云青岩三人 陪着柳平坐在药膳方门口喝茶 曹慕宁和曹慕勇 驱车来到药膳方 曹慕宁扫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几个人 认出是楚家和静家的年轻一代 暗暗苦笑 不愧是温神 没有不敢招惹的家族 柳平向曹慕宁招了招手 你怎么来了 曹慕宁摇头苦笑 无力地坐在柳平身边的椅子上 我找你商量家族子弟训练的事情 没想到你招惹楚家和静家 又得拖后了 柳平撇了撇嘴 一群废物而已 曹慕宁认真地提醒柳平 楚家虽然不会派来宗师舞者 但一定会派半部宗师舞者来江城 你还是小心点 半部宗师吗 柳平自言自语了一句 猛地想到未来的武术大赛 柳平从帆布包里拿出几个小纸包放在兜里 脸上露出斜斜的笑容 下午六点刚过 六十多岁的三叔楚震宏和楚春辉 带着两名楚家的年轻人感到要善方 楚震宏扫了一眼昏迷的楚涛 和跪在地上的三名年轻人 阴冷的目光落在柳平的脸上 年轻人 你胆子不小啊 竟敢打伤楚家人 你活腻了 柳平右手插在裤兜里 悠闲地走到楚震宏身前 你是楚家人 楚家家主的唐叔楚震宏 楚震宏看到柳平面色平静 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心生疑惑 难道这小子有强大的靠山 柳平脸上带着耐人寻味的笑容 既然你能代表楚家 说说你的目的吧 是来谈判的 还是来复仇 楚春辉看到柳平一脸欠揍的模样 顿时怒火中烧 大声怒喝 小子 你找死 你有什么资格跟楚家谈判 柳平撇了撇嘴 眼里满是嘲讽 你们楚家的人都是这么没教养吗 你没看到大人在说话吗 扑吃 曹慕宁忍不住笑出声来 简单的几句话 就变成楚春辉的长辈了 楚春辉脸色铁青 满眼怒火 恨恨地退到楚震宏的身后 楚震宏冷冷地看着柳平 小子 修成口舌只能 立即跪下认错 也许我会饶了你 不伪装了 王八之气露出来了 柳平撇着嘴嘲讽 向楚震宏勾了勾手 别装绅士了 怎么装也是一条死狗 动手吧 你找死 楚震宏怒吼一声 挥掌拍向柳平 楚春辉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楚震宏一掌拍下 柳平即使不死 也会成为残废 柳平猛地抽出插在裤兜里右手 迎向楚震宏攻来的手掌 楚震宏看到柳平出手迎击 脸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自不量力 自寻死路 碰 双掌相交 冒气一股白烟 柳平蹬蹬后退了六七步 脸色变得苍白 楚震宏身形纹丝不动 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小子 你实力不错 怪不得能打伤楚春雷 只可惜遇到了我 你还是嫩了点 明年的今天 是你的忌日 柳平的脸色转眼恢复正常 似笑非笑地看着楚震宏 你觉得吃定我了 楚震宏刚想会掌攻击 突然感觉一股怪怪的味道 钻进鼻孔 眉头皱了一下 脱口问道 什么味道 啪 柳平打了一个响指 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 嘴里清晰地数着 一 二 三 倒 楚震宏感觉心口发闷 呼吸急促 内力急速消失 身体失去控制 恐惧地望着柳平 你 你用毒 柳平似笑非笑地看着楚震宏 我用毒了 你咬我啊 好好享受你的傻瓜人生吧 扑通 楚震宏仰面摔倒在地 陷入昏迷 口吐白沫 身体抽搐不停 楚春辉惊呆了 三叔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 一个回合就被毒倒了 自己上去 也只有死路一条 恐惧地望着柳平 不知所措 曹木宁蹭地一声站了起来 都说柳平用毒神出鬼没 果然名不虚传 仅仅一招就毒倒了半部宗师 太可怕了 柳平向楚春辉勾了勾手 满眼鄙视 你不是很想废了我吗 怎么不动手 来啊 楚春辉虽然很想冲过去拍死柳平 但双腿像失去控制一样 无法移动半部 废我 柳平一脸鄙视 撇着嘴骂了一句 大声怒吓 跪下磕头 楚春辉脸色铁青 满眼怨毒 恶狠狠地盯着柳平 欺人太甚 柳平得意地笑了笑 我就欺人太甚了 不服咬我啊 啊 我要杀了你 楚春辉双眼通红 吼叫着扑向柳平 柳平脸上挂着神秘莫测的笑容 纵身闪开 出言嘲讽 你太弱了 楚家都是 你这种废物吗 一流武术世家 也不过如此 楚春辉被怒火冲晕了头脑 失去理智 不顾一切的疯狂攻击 十几招过后 柳平感觉差不多了 大喊一声 楚春辉听到毒药两个字猛地站住 双手抱拳 护住面部 柳平脸上带着冷笑 身形一晃 瞬间到了楚春辉身前 啪 啪 柳平的双手掌 连续拍在楚春辉的丹田气海上 啵 楚春辉喷出一口鲜血 倒飞出去 摔在地上 楚春辉满眼绝望 指着柳平 打声怒骂 王八蛋 你耍诈 我晕 这也行 曹木宁没想到柳平如此狡诈 更令曹木宁预料不到的是 楚春辉竟然上当了 柳平拿出银针 快速在楚春辉身上刺了几下 确保楚春辉死不了 也无法自杀 出言嘲讽 你不是喜欢废掉别人的功夫吗 也体验一下被给掉丹田的滋味 啊 楚家是不会放过你的 楚春辉绝望地大叫一声 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眼珠一翻 昏了过去 跟着楚镇红一起来的两名楚家年轻人 已经吓傻了 呆力不动 柳平走到一名年轻人身边 伸手拍了怕年轻人的脸蛋 你叫什么 给楚家家主打电话 告诉他 我叫柳平 让他带五千亿来熟人 超过十二个小时 让他收尸 年轻人满眼恐惧 像看到怪兽一样 哆哆嗦嗦地回答 我叫楚江 我给家主打电话 听话就是好孩子 柳平转身回到椅子旁 坐下 曹慕宁认真地望着柳平 仿佛想看出柳平的脑子是怎么长的 柳平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 扭头看了一眼曹慕宁 怎么了 我脸上有花 曹慕宁摇头苦笑 你这个家伙 不仅功夫高 善于用毒 而且太狡猾了 谁惹到你 肯定噩梦不断 楚江拨通了楚春风的电话 与带哭腔 家主 三爷中毒昏迷 春辉叔叔被废掉了丹田 要善方的柳平 让我告诉你 带五千亿来熟人 楚春风吓了一跳 大声怒吼 什么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楚江把话重复了一遍 补充道 家主 柳平谢你带着钱 十二个小时内 赶到江城 第136章 宗师出现 帝都 瑞锦曼的办公室 蝴蝶拿着一份资料 走了进来 蝴蝶满眼难以置信 把资料 放在瑞锦曼的面前 瑞总 这是刚刚收到的 柳平真能折腾 不仅费了楚春辉 还读倒了楚镇宏 让楚家拿五千亿去赎人 瑞锦曼脸上 挂着迷人的笑容 瞥了一眼蝴蝶 楚家有什么动静 蝴蝶认真地回答 虽然楚家 目前没有什么动静 但情况不乐观 楚家很可能派楚镇雄赶往江城 柳平很危险 楚镇雄 宗师舞者 楚家倒是看得起柳平 瑞锦曼快步走出办公室 回到瑞家老宅 走到一个僻静的小院前 轻声说道 石老 锦曼求见 石老 全名石德 宗师舞者 欠瑞家上代家主的恩情 承诺终生守护瑞家 成为瑞家两名守护者之一 与鬼手神针月志成 兴趣相投 交往过密 月志成离开瑞家 石德很气愤 待在小院不在外出 十几年前 成为真正的宗师舞者 石德告诉瑞家 现任家主 除非到了 瑞家生死存亡的时候 任何人不得跨进小院半步 锦曼 你来了 石德的身影出现在小院内 满眼疑惑 进来吧 瑞家出什么事了 瑞锦曼走进小院 恭敬地坐在石桌旁 石老 我来找你 并不是因为瑞家 不是因为瑞家 石老满眼好奇 说说怎么回事 瑞锦曼沉思片刻 组织好语言 志成的徒弟出现在江城 废掉了楚家的楚春辉 读倒了楚镇红 石德蹭的一声站了起来 瞪着眼睛看着瑞锦曼 志成的徒弟 消息可靠吗 瑞锦曼认真的点了点头 完全可靠 志成的徒弟叫柳平 二十多岁 医术高绝 擅长金针 而且还是先天巅峰舞者 石德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 点了点头 也只有月志成那个妖孽 才能交出这样的徒弟 瑞锦曼满眼担忧 石老柳平要楚家用五千亿熟人 楚家绝不会低头屈服 很可能派宗师舞者赶往江城 虽然柳平是先天巅峰舞者 但他毕竟年轻 根本不可能是宗师的对手 石老点点头 满眼赞赏地看着瑞锦曼 锦曼 你和志成走到今天 虽然主要是你父亲的责任 但你也有错误 当年你根本没有考虑过志成的感受 瑞锦曼眼角流出泪花 石老 我知道 石老宠溺地看着瑞锦曼 既然志成的徒弟出现了 说明志成还活着 如果你心里还有他 不能再错过机会了 你的幸福 只能靠你自己去追求 瑞锦曼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会的 我准备去江城待一段时间 石老笑着点头 什么时候出发 我老头子 已经二十多年 没有离开小院了 是该出去走走了 现在 我们必须赶在楚家的前面 瑞锦曼满心欢喜 有石老暗中保护柳平 即使楚家派出宗师 柳平也不会有危险 走吧 我也没什么准备的 瑞锦曼和石老赶往机场 帝都楚家 来人 楚春风大喊一声 一名男子走进房间 躬身行礼 家主 请指示 楚春风略一沉思 瞪着眼睛 大声说道 我要知道江城要 扇方柳平的详细资料 越快越好 是 男子应了一声 躬身退了出去 经过了半个小时 男子拿着一份资料走了进来 把资料递给楚春风 家主 这是柳平的详细资料 楚春风接过资料 示意男子下去 男子转身走了出去 楚春风仔细浏览一遍 柳平出身不详 医术高超 善于用毒 先天巅峰舞者 是江城丘氏集团总裁的未婚夫 与兰家的病丫头关系密切 怪不得能能打败半部宗师 原来善于用毒 楚春风沉思片刻 离开房间 走到一个僻静的小院门前 给守在门口的老者行了一个礼 请翻书通报一声 楚春风求见二叔 谋翻点点头 转身走进院内 不一会儿 回到门口 看了一眼楚春风 你进去吧 楚镇雄 楚家的两名宗师舞者之一 上代家主的弟弟 楚春风的叔叔 楚镇雄坐在院子里 品着清茶 淡淡地扫了一眼楚春风 什么事 楚春风不敢隐瞒 把事情详细讲了一遍 楚镇雄眼里闪过一丝灵力 冷冷地盯着楚春风 大声怒吓 先天巅峰的年轻人 都能威胁楚家了 你们都是废物吗 柳平善于用毒 手段神出鬼没 我们没有办法 楚春风小声嘀咕 楚镇雄满眼恨铁不成钢 订票 马上去江城 是 楚春风快步向院外走去 等一下 楚镇雄叫住楚春风 带上钱 既然输了就要认 我可以教训柳平 但年轻人的恩怨 只能由楚家的年轻人解决 楚春风点点头 我明白 江城要善方 柳平知道 楚家绝对咽不下这口气 定会不择手段地找回脸面 一场大战是难免不了的 终于要面对真正的宗师高手了 内心涌起强烈的期待 吃过晚饭 柳平劝说邱清雅等人回别墅 等待休息 蓝贤静虽然极度担心柳平 但知道留在这里 也帮不上忙 反而令柳平束手束脚 拉着邱清雅和云青岩返回别墅 曹木宁看到柳平像没事人一样 吃惊地看着柳平 你就这样 等着楚家的人 不准备准备 柳平笑着点头 有什么可准备的 我又不能瞬间提升实力 曹木宁苦笑摇头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刚过凌晨两点 楚镇雄和楚春风 带着十几名楚家人 抵达要善方 楚春风看到楚镇红 楚春辉和楚涛的惨状 顿时怒火中烧 瞪着眼睛盯着柳平 小子 你太狠了 我绝不会放过你 柳平撇了撇嘴 你是来熟人的 还是来复仇的 如果是来熟人的 马上交钱 带着这些废物滚 如果你是来复仇的 划出道来 我全接着 你找死 楚春风怒吼一声 意图挥掌拍向柳平 楚镇雄抬手拦住楚春风 似笑非笑地看着柳平 年轻人 你很嚣张啊 柳平已经注意到了楚镇雄 感觉楚镇雄体内气息雄厚 难道这就是宗师舞者的气息 嚣张吗 柳平摇了摇头 凶悍的目光盯在楚镇雄的脸上 老头 别人骑着你的脖子 拉屎 你怎么做 楚镇雄笑着回答 我当然会杀了他 说得好 柳平脸上挂着耐人寻微的笑容 老头 我在江城开饭店 都没听说过帝都储家 更别提招惹楚家了 可楚家的人竟然来我的饭店搞事 到底是谁嚣张啊 楚春风大声怒吓 小子 羞成口舌只能 怎么 恼羞成怒了 第137章 对战宗师 怎么 恼羞成怒了 柳平满脸嘲讽 帝都的大家族 都是这么自以为是吗 难道华夏是你们大家族的 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楚镇雄知道说不过柳平 看了一眼楚春风 给钱 把人带走 楚春风无奈地拿出银行卡 扔给柳平 把人治好 治病 柳平得意地摇了摇头 我们的协议不包括治病 而且 我从不给敌人治病 楚家不是大家族吗 我相信这点小问题 绝难不住楚家 楚春风差点气吐血 话还没出口 被楚镇雄瞪了回去 还不嫌丢人 把人带走 柳平笑着嘲讽 年纪大了 就是懂事 没白活 我靠 楚镇雄忍不住抱了一句粗口 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急忙深吸几口气 平息心中怒火 楚春风把楚镇雄等人带走 门口只剩下楚镇雄 柳平和曹慕宁三人 虽然柳平故作嚣张 但楚镇雄感觉 这不是真正的柳平 不错眼珠地盯着柳平 柳平满眼不耐烦 撇了撇嘴 老头 请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我喜欢女人 扑痴 曹慕宁忍不住笑出声来 没想到柳平面对真正的宗师舞者 还能如此轻松调侃 暗暗佩服 哼 楚镇雄也被气乐了 冰冷地怒光盯着柳平的眼睛 小子 我感觉你功夫不弱 敢不敢跟我到郊外一站 柳平摇了摇头 不想站 害怕了 楚镇雄满眼嘲讽 害怕 那是不存在的 柳平站了起来起来 走到楚镇雄身前 面带微笑 我这个人很要面子的 我害怕别人说我欺负老弱病残 我要是一不小心把你堵死了 面子不是丢尽了吗 欺负老弱病残 他妈的 老子是老弱病残吗 是宗师舞者好不好 楚镇雄心中暗骂 怒火再次被点燃 瞪着眼睛盯着柳平 即使我输给你了 也没有人会嘲笑你 柳平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这样 我倒想试试 楚镇雄脸上露出阴谋得逞的神色 你放心 我不会杀你 也不会废了你 我只想教训你一顿 让你知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柳平认真地望着楚镇雄 你确定 楚镇雄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 当然确定 不过 你难免会受点小伤 柳平转身 走到曹沐宁身边 拍了拍曹沐宁的肩膀 兄弟 这里交给你了 不用担心 我去去救回 曹沐宁满眼担心 张了张嘴 没有说出一个字 重重地拍了拍柳平的肩膀 心中暗道 天赌英才啊 柳平看了一眼楚镇雄 想不想坐车 路挺远的 随便 楚镇雄看到柳平脸色平静 暗暗点头 慈子处变不惊 一旦成长起来 未来不可限量 如果慈子能接住自己三长 一定让家族的年轻人 与慈子交好 柳平知道 宗师舞者有自己的傲气 绝不会在车内动手 驾车载着楚镇雄 赶到郊外的山脚下 就这里吧 够宽敞 柳平停下车后 随意活动几下身体 脸上带着斜斜的笑容 看着楚镇雄 可以开始了 楚镇雄看到柳平笑容诡异 心里产生上当受骗的感觉 想到自己是 真正的宗师舞者 仅有的一丝担心 瞬间灰飞烟灭 任何阴谋诡计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都不堪一击 楚镇雄站在柳平身前三米外 背着双手 面带冷笑 小子 准备好了吗 柳平随意站定 点点头 来吧 接我一掌 楚镇雄大喝一声 身形瞬间到了柳平身前 灰掌拍了过去 柳平虽然知道 楚镇雄是试探自己的实力 但也不敢大意 使出七成内力 灰掌硬了上去 碰 双掌相交 柳平后退了一步 楚镇雄身体摇晃了几下 便稳住身形 咦 楚镇雄瞪大了眼睛盯着柳平 阴阳五行长 没想到你是鬼手神针的弟子 怪不得对楚家弟子毫不留情 原来是替你那该死的师父复仇 柳平没想到 楚镇雄仅凭一招长法 便识破自己的身份 暗骂自己大意 意识到必须全力以赴 击败楚镇雄 否则 一旦身份泄露 仇人定会疯狂而至 楚镇雄面目猙獰 眼里喷出怒火 恶狠狠地盯着柳平 咬牙切齿地说道 既然你是鬼手神针的徒弟 也别怪我食言了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忌日 柳平的脸上露出阴谋得逞的笑容 大言不惭 楚镇雄也不生气 像看着死人一样 语气极度冰冷 小子 你有什么遗言吗 我可以代为转答 柳平笑了笑 满眼嘲讽 遗言吗 你还是自己准备吧 我用不着 楚镇雄点点头 见到阎王 告诉他 杀你的人是楚镇雄 你以为吃定我了吗 柳平脸上挂着冷笑 气势猛地暴涨 与楚镇雄的气势不相上下 楚镇雄顿时瞪大了眼睛 满眼惊恶 你是宗师 现在才知道 晚了 你也接我一掌 柳平身形高高跃起 全力挥掌拍向楚镇雄 来得好 楚镇雄怒喝一声 挥掌迎进 碰 柳平蹬蹬倒退了六七步 楚镇雄也后退了三步 柳平的实力稍弱 石老隐身是几十米外的树枝上 看到柳平硬汗楚镇雄 忍不住暗叹 师父是妖孽 徒弟更妖孽 楚镇雄脸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小子 虽然你也是宗师 但你还是太弱了 是吗 再接我一拳 柳平猛地深吸一口气 内力在体内疯狂运转 挥拳砸向楚镇雄的脑门 碰 柳平再次后退几步 感觉胳膊发麻 仿佛内脏已经一味 楚镇雄也不好受 巨大的反振之力涌入体内 急忙运功平息体内躁动的气息 不可思议地看着柳平 此子才二十多岁 假日十日 定是楚家的梦魇 绝不能留 眼里闪过灵力的杀鸡 再来 柳平知道 楚镇雄绝不会放过自己 毫不犹豫地全力攻击 碰 碰 连续几次拳掌相交后 柳平嘴角出现血迹 楚镇雄虽然占据上风 但并不好受 内脏已经一味 呼吸急促 杀 柳平再次挥拳 砸向楚镇雄的面门 疯子 楚镇雄暗骂一句 挥掌还击 怎么 怕了 不敢应接了 柳平一边攻击 一边嘲讽 小子 既然你想快点死 我成全你 楚镇雄全力以赴 气势再次暴涨 疯狂地压向柳平 柳平感觉 像背着一座大山一样 呼吸困难 脚步沉重 急忙催动内力 对抗压力 哄 柳平猛然感觉 内力不受控制的疯狂运转 压力顿减 怒吼一声 全力扑向楚镇雄 第138章 狂越宗师 狂攻击边闪避边还击 柳平感觉内力的运行速度 越来越快 急速涌入丹田气海 消耗的内力瞬间恢复 心中一喜 不顾一切的全力攻击 楚镇雄越打越心惊 柳平的内力源源不断 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心中暗骂 他妈的 这个王八蛋 根本不是人类 难道是怪物转世 就不信 你的内力比我雄厚 骂归骂 楚镇雄不敢大意 全力以赴 全掌不理柳平的要害 石老的心脏 已经提到嗓子眼 看到楚镇雄的手掌 要击中柳平要害的时候 柳平都能凭借 阴阳五行步伐避开 才长出一口气 悬着的心慢慢放下 心中暗赞 这小子的阴阳五行步伐 已经大成 实力已经超过了 当年的鬼手神针 转眼几时招过去了 楚镇雄看到柳平的内力 没有丝毫枯竭的迹象 心生俱异 按道 这家伙真是怪物 如此下去 自己必败无疑 必须离开这里 柳平此时 有苦说不出 丹田七海越来越充盈 像充满气的皮球 随时可能炸裂 宣线 只有宣线 柳平不再防守 全力攻击 碰 楚镇雄一掌 拍在柳平的肩头 柳平蹬蹬后退几步 感觉丹田七海的膨胀 减弱一分 舒适无比 双拳捶打自己的心口 大声喊道 好舒服啊 再来 石老看到柳平中掌 刚想跳下树枝救援 看到柳平毫无受伤迹象 再次扑向楚镇雄 顿时惊呆了 这小子是钢筋铁骨吗 楚镇雄看到柳平 不仅没有受伤 反而满脸享受 如遭雷击 自己真的很弱吗 怎么想给人按摩 看到柳平到了身前 再次全力挥拳 砸向柳平的心口 柳平不闪不避 应接楚镇雄的拳头 碰 柳平后退几步后 转眼回到楚镇雄身前 碰 碰 楚镇雄连续砸中柳平十几拳 柳平不仅没有受伤 反而越发兴奋 大声骂道 宗师舞者就这么点力气吗 你他妈没吃饭吗 石老看到柳平每次重拳后 都能转眼奔到楚镇雄身前 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柳平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累也能把楚镇雄累死 我要杀了你 楚镇雄成名十几年 什么时候受到如此嘲讽 怒火直奔脑门 大喊一声 双拳连续砸在柳平的心口 舒服 对 就是这样 再加把劲 柳平满脸享受 身体纹丝不动 不断催促楚镇雄用力 跑 楚镇雄彻底绝望 自己的重拳打在柳平身上 像给柳平挠痒痒一样 还怎么玩 转身不顾一切的狂奔 不许跑 柳平正在享受 看到楚镇雄掉头逃命 大喉一声 快速追了上去 楚镇雄内力近乎枯竭 速度远不如正常状态 根本甩不开疯狂的柳平 刚跑出几步 就被柳平拦住去路 啪 柳平一掌扇在楚镇雄的脸上 大声怒吓 楚镇雄参叫一声跌倒在地 柳平瞪着眼睛盯着楚镇雄 起来 继续打我 否则 我扇得你满脸桃花开 佛佐 赶快受了这个妖孽吧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语 楚镇雄满眼恐惧 挣扎着爬起来 使出全身力气 双拳连续轰在柳平的心口 石老彻底猛圈了 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 这真是宗师舞者楚镇雄吗 怎么像一个受气的小媳妇 柳平每承受一拳 都会有一丝内力渗入四肢 丹田气海的膨胀感 也会随之减弱 全身舒坦 忍不住继续催促 对 继续用力 砰砰 转眼之间 楚镇雄连续砸中十几拳 楚镇雄内力枯竭 双臂像灌了签一样 沉重无比 喘着粗气 绝望地看着柳平 有气无力地说道 我没力气了 要杀药寡 悉听尊便 哄 柳平感觉浑身一阵 无与伦比的威压 向四周扩散 丹田的不是瞬间消失 头脑清明 耳聪目明 虽然是深夜 但十几米外的景物清晰可见 远处的虫鸣传入耳中 柳平仰天大笑 没想到 打了一架 老子的实力又进一步 楚镇雄没想到 自己耗尽最后一丝内力 不仅没有杀了柳平 反而帮助柳平突破了 极度郁闷 怒火攻心 喉咙发甜 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眼睛一翻 昏了过去 难道柳平已经跨入宗师巅峰了 石老立即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可是看到已经昏迷的楚镇雄 石老也不知该如何解释 楚镇雄多年前跨入宗师门槛 即使没有达到宗师中期 至少也是宗师初期巅峰 面对柳平 毫无还手之力 柳平的实力 至少达到了宗师中期巅峰 石老被自己的推断吓了一跳 如果自己的推断是真的 假日十日 谁还是柳平的对手 柳平强忍心中的激动 运功内势 内脏原有的六个孤立的循环之间 出现两条纵向循环 把六个孤立的循环连接起来 柳平不知是怎么回事 确认身体并无异样 不再理会 走到楚镇雄身边 拿出银针在楚镇雄的头上 和身上刺了几十下 还不够 我必须让别人以为 你是被我堵倒的 柳平自言自语了一句 从兜里拿出一个小纸包 捏开楚镇雄的嘴巴 把纸包里的药粉 倒进楚镇雄的嘴里 几秒钟后 楚镇雄嘴里冒出白目 身体不停地抽搐 可以了 柳平的手指 在楚镇雄的身上点了几下 拎着楚镇雄的衣领 扭头有意无意地 向石老藏身之处望了一眼 拖着楚镇雄向猛士车走去 好灵力地杀气 这小子发现我了 石老望着远去的猛士车 暗暗庆幸 如果真与柳平过招 下场绝不比楚镇雄好 柳平回到药膳方 看到曹慕宁 满脸焦急地走来走去 笑着道招呼 多谢曹兄 曹慕宁快步跑到柳平身边 上下左右打亮柳平 确认柳平没有负伤 满眼激动 真没想到你能安全地回回来 楚镇雄还不错 没有食言 柳平没有解释 似笑非笑地看着曹慕宁 喝点酒 曹慕宁认真地点头 必须的 你能活着回来 值得庆幸 柳平走入药膳方 不一会儿 端出几样热乎乎的小菜 和两瓶白酒 两人坐在门口细针蔓饮 石老回到酒店 瑞锦曼满眼担心地坐在房间里 瑞锦曼焦急地问道 石老 柳平怎么样 石老苦笑着摇头 端起桌子上的凉茶喝了一口 瑞锦曼关心则乱 看到石老表情怪异 忍不住继续问道 石老 柳平不会出事了吧 石老撇了撇嘴 美好气地回了一句 天下人都出事了 他都不会出事 啊 瑞锦曼惊叫一声 愣愣地望着石老 石老 快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139章 石老猜测 石老把柳平与楚镇雄对战的过程 详细地讲了一遍 瑞锦曼嘴张德能放下一个鸡蛋 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石老 石老苦笑着摇头 丫头 你不用这样看着我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也不会相信 柳平就是一个怪物 瑞锦曼满心疑惑 不解地看着 石老 既然柳平打败了楚镇雄 为什么还给楚镇雄喂毒药 石老满眼赞赏 这就是柳平的可怕之处 比志成的脑子好用多了 瑞锦曼满眼迷茫 问道 石老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柳平功夫高超 手段很辣 又心智如妖 狡猾如狐 他这样做 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深思熟虑以后的决定 石老认真的说道 瑞锦曼似懂非懂 瞪着眼睛望着石老 静待下文 石老沉思片刻 说出自己的想法 以志成的性格 绝不会告诉柳平 将要面对哪些仇人 但一定会培养柳平各种技能 以应对未来的敌人 柳平与蓝家丫头交好 蓝老爷子一定会 多多少少地提醒柳平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柳平定然知道 志成与楚家有恩怨 所以他才连续挖坑 设计楚家 这也是他为什么 给楚振雄喂食毒药的原因 瑞锦曼恍然大悟 认真的说道 柳平是想让别人认为 楚振雄是中毒了 隐藏自己的真正实力 石老脸上挂着满意的笑容 还不止如此 楚家不会抛弃楚振雄 一定会找人给楚振雄解毒 你说会求到哪个家族 八属的唐家是首选 八贵的忽言家次之 瑞锦曼毫不犹豫地回答 石老满意地点点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两个家族都与志成有恩怨 瑞锦曼惊呆了 瞪着眼睛望着石老 宁老的意思是 柳平是想把唐家和忽言家引出来 我认为是这样 石老点点头 如果唐家无法解毒 定会产生兴趣 以唐家人的性格 定会找到柳平 威逼柳平交出毒药的配方 柳平就可以借机剪除唐家的爪牙 甚至灭了唐家 我的妈呀 瑞锦曼忍不住尖叫一声 面带金融 如果真如你老所料 柳平的心机太沉了 好可怕的孩子 哈哈 石老开心地大笑 你要知道 柳平在江城的名声很好 被人誉为一心为民的好医生 唐家也好 忽言家也好 他们绝不敢在江城为难柳平 这才是柳平的高招 瑞锦曼身以为然地点点头 这孩子真不错 走一步看三步步步为营 石老喝了一口茶 郑重地看着瑞锦曼 丫头 当年你和志臣的事情 轰动帝都 柳平肯定知道了 他之所以还没有对瑞加出手 要么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要么是等着你出招 你应该见见柳平 消除误会 被一个年轻的爵士高手惦记着 对瑞加来说 绝不是好事 一旦出现意外 一切都晚了 瑞锦曼重重地点头 我中午去找柳平 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他 石老满眼欣慰 微笑着点头 去吧 早晚要走这一步的 如果我预料不错 柳平一定会告诉你答案 石老 您休息吧 我回去了 瑞锦曼离开石老的房间 柳平和曹慕宁 一直坐到东方发白 曹慕宁随口问道 你不去休息一会儿 白天还要坐枕 能挺住吗 柳平摇了摇头 认真地看着曹慕宁 曹兄 还要拜托你一件事 曹慕宁满脸不解 疑惑地望着柳平 有事直说 跟我还有什么客气的 柳平笑着点点头 语气平淡 帮我找到楚家家主的电话 另外 放出风去 楚镇雄中毒残废了 曹慕宁蹭的一声站了起来 满眼难以置信 楚镇雄真的中毒了 柳平冲着猛士车弄了弩嘴 他在车里呢 你自己去看吧 我去 曹慕宁拿起车钥匙 快步向猛士车跑去 拉开车门 看到楚镇雄满嘴白沫 昏倒在副驾驶位置 顿时惊呆了 感觉像做梦一样 关上车门 回到柳平身边 柳平似笑非笑地问道 看到了 曹慕宁认真地点头 满脸惊喜 认真地望着柳平 兄弟 楚镇雄栽在你手里 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柳平满眼好奇 意味着什么 曹慕宁心潮起伏 郑重地看着柳平 楚镇雄是帝都有数的宗师强者 被你弄得生不如死 意味着帝都的大家族 轻易不敢与你为敌 也意味着 你在帝都可以横着走 柳平无所谓地笑了笑 与其冷漠 我不想与任何人为敌 但谁想欺负我 就必须付出代价 宗师也不行 曹慕宁向柳平竖起大拇指 你厉害 楚镇雄至少值几千亿 你小子赚钱的本事 天下无敌 我现在帮你找楚春风的电话 谢谢 柳平继续自真自引 半个小时后 曹慕宁把一个电话号码 交给柳平 楚春风的 柳平拿起手机 拨通了楚春风的号码 楚春风回到帝都 命人联系巴蜀唐家 和巴贵忽言家 请求两家出手 救治楚镇红等人 零 手机铃声响了 楚春风看到是一个陌生号码 犹豫几秒接通 哪位 楚家主 我想跟你做一笔生意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柳平淡淡地说道 楚春风听出是柳平是生意 大吃一惊 难道柳平被二叔收服了 想到这里 陈生问道 什么生意 我想卖给你一个人 价格不能低于六千亿 柳平语气平静 六千亿 你去抢吧 老子没兴趣 楚春风大声怒吼 好吧 既然你没兴趣 我就把楚镇雄 卖给楚家的仇人了 柳平挂断电话 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 脑海中浮现出楚春风 近乎疯狂的表情 楚春风顿时蒙圈了 后背冒起一股凉风 二叔镇雄也落在柳平的手里了 难道宗师也挡不住柳平的毒药 二叔不带手机 身边也没有楚家弟子 根本无法取得联系 如果二叔无恙 柳平怎么会给自己打电话呢 楚春风沉思了几分钟 意识到无论如何 必须确定楚镇雄是否安全 拨通了柳平的手机 柳平 我要知道二叔的情况 你等一下 我拍个照片给你 我只给你六个小时 如果六个小时内 我没有收到资金 我会拍卖楚震雄 柳平挂断电话 拍下楚震雄的惨状 发给楚春风 楚春风看到楚震雄的惨状 无力地靠在椅子上 宗师都承受不住柳平的毒药 还有谁能对付柳平 楚春风感觉双眼发黑 狠狠地打了自己两巴掌 头脑略微清醒 挣扎着站起来 向父亲楚震阳的小院走去 楚震阳 楚春风的父亲 楚家上一代家主 天赋极高 二十多年前 半只脚踏进宗师行列 成为帝都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当年 楚家只是帝都二流武术世家 楚震阳一心想带领楚家 步入一流家族行列 一个偶然的机会 与同为二流武术世家的商家的商业 和图家的图围发生冲突 打伤商业和图图 商业和图围两人 是鬼手神针岳志成的好朋友 岳志成志豪两人之后 向楚震阳发起挑战 轻松击败楚震阳 双方结下仇怨 在岳志成的撮合下 瑞家 商家和图家结成联盟 共同进退 商业和图围 在岳志成的帮助下 实力进步神速 隐隐赶上楚震阳 后来 岳志成离开帝都 楚震阳也不敢攻击商家和图家 不仅仅因为 商业和图围两人的实力不可小觑 更因为 瑞家不仅拥有强大的商业帝国 与官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背后还有五者支持 二十多年过去 不仅楚震阳成为宗师强者 商业和图围两人 也步入宗师行列 三人几乎先后卸任家主之位 潜心修炼 楚震阳生就一副三角眼 心性狡诈 心狠手辣 听完楚春风的汇报 脸色越发阴沉 沉思了几分钟 陈生问道 瑞家 商家和图家 有什么反应 楚春风摇了摇头 他们还不知道郑雄的事情 目前没有任何反应 楚震阳眉头皱了一下 你们调查过柳平吗 是何人弟子 为什么 与我楚家结仇 楚春风不敢隐瞒 把事情的详细经过见了一遍 唉 楚震阳暗叹了一口气 柳平意图拍卖楚震熊 等于掐住了楚家的咽喉 无论多少钱 楚家都必须支付 而且还得祈求柳平 隐瞒楚震熊中毒的消息 楚春风满脸焦急 期待地望着楚震阳 父亲 我们怎么办 楚震阳脸色越发阴沉 沉声说道 你立即去江城 无论柳平提出什么条件 你都答应 务必把震熊带回来 尽量隐藏行踪 另外 通知家族的弟子 身居简出 不许招惹是非 违者 逐出家族 明白 楚春风转身离开 楚震阳叹了一口气 眼里闪过一丝寒光 柳平 等老子喘过这口气 一定把你碎尸万段 错骨扬灰 楚春风把父亲的命令传下去 立即带着几名心腹赶往机场 登上飞往江城的航班 太阳刚刚升起 邱青雅 蓝贤静和云青岩三人出现在诊所 看到柳平安然无恙 悬着的心放下了 柳平满脸激动 深情地拥抱三女 让你们担心了 邱青雅眼角擒着泪花 举起粉拳 不停地捶打柳平的心口 大坏蛋 以后不许这样了 柳平脸上写满自信 微笑着看着三女 老婆们 请放心 没有人能伤害你们的男人 云青岩脸颊浮现出红霞 内心无比甜蜜 这个家伙终于承认 自己是他的女人了 蓝贤静边整理柳平的衣领 边叮嘱 我去会所了 有事一定要给我们打电话 嗯 我会的 柳平点头答应 老公 我去上班了 邱青雅和蓝贤静离开诊所 云青岩仍然戴着面纱 挽着柳平的胳膊 青雅和静姐 让我陪着你 柳平笑了笑 故意调侃 好的 听老婆们的 哎 小老婆 亲一下 云青岩感觉脸发烧 声音比蚊子还小 不行 有人看着呢 晚上回家 随你 哈哈 乔广成等学生准时走进诊所 柳平把上午坐枕的学生叫到身边 认真地叮嘱几句 领着云青岩钻进猛试车 云青岩看到副驾驶位置上昏迷的楚振雄 顿时张大了嘴巴 柳平安慰云青岩 别害怕 他是楚家的宗师 我被读婚了 我要把他卖给楚家 云青岩感觉脑子不够用了 满眼疑惑 把楚家人卖给楚家 你再说胡话吧 柳平得意地笑了笑 你等着看好戏吧 猛试车很快抵达中医院 任春朵体内的肿瘤细胞基本消失 看到柳平走进病房 急忙打招呼 小柳 你来了 柳平笑着点头 看到任春朵的气色越来越好 暗暗高兴 任叔叔 我给你检查一下 任春朵点点头 坐在椅子上 柳平坐在任春朵身边 仔细检查任春朵的脉象 几分钟后 柳平抬起手指 兴奋地看着任春朵 任叔叔 再稳定半个月 就可以出院了 任春朵笑着点头 我知道 等我出院了 我一定和你好好喝几杯 一言为定 我请你品尝药膳 柳平语云青岩 走进贾秀婷的病房 贾秀婷脸色微红 气色越来越好 立即拿出最新的CT片子 递给柳平 柳医生 这是昨天下午的片子 你看看 CT片子显示 肿瘤持续萎缩 彻底痊愈 指日可待 柳平检查过贾秀婷的迈向后 写出一张新的的药方 递给护士 从明天开始 按照这张药方服药 明白 护士把药方加入病例 记下柳平的嘱咐 柳平扭头看着贾秀婷 阿姨 你恢复得很好 用不了几天 体内的肿瘤 就会全部消失 如果你觉得发闷 可以让胡博和胡丹 陪着你到院子里走走 要注意保暖 不能着凉 贾秀婷笑着点头 我知道 0 柳平看到是楚春风的号码 立即接通 楚家主 想清楚了 我已经下飞机了 你在哪 楚春风沉声问道 柳平虽然知道 楚家必然屈服 绝不敢拒绝 但还是不敢大意 害怕出家猜出自己的目的 假装得意地说道 真没想到 楚家主这么快就到江城了 我正在给病人针灸 楚春风听到柳平阴阳怪气的声音 恨不得咬死柳平 强忍着心中的怒气 我去药汕方等你 柳平故意拖延了半个多小时 驱车载着云青年 回到药汕方 楚春风拿出一张银行卡 人给柳平 没有密码 震熊呢 柳平把猛士车钥匙 人给楚春风 在车里 昏过去了 还是老规矩 我不负责治疗 楚春风冷哼一声 令人把楚震熊台下猛士车 拦了几辆出租车 向机场驶去 云青年满眼惊愕 看着柳平手里的银行卡 楚家真把人买回去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柳平看了一眼时间 青年 我们去诊所 诊所秩序井然 坐诊的学生 都一丝不苟地检查患者的病情 一名衣着华贵的中年女人 与一名年轻淡脸的年轻女子 走进诊所 陈洪蕊立即跑到中年女人身前 阿姨 看病需要排号 中年女人微笑着摇头 我不是来看病的 我找柳平 跟我来 陈洪蕊看到中年女人并无恶意 把中年女人带到柳平身边 平哥 找你的 柳平看到中年女人面目和善 衣着华贵而不奢侈 知道中年女人家世不凡 试探着问道 阿姨 您找我 我不认识你吧 中年女人微笑着点头 你确实不认识我 可否借一步说话 第141章 拜见师娘 柳平与中年女人坐在休息室 中年女人喝了一口茶 看了柳平一眼 说道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瑞锦曼 柳平以为自己听错了 瞪大了眼睛 阿姨 我没听清 您能再说一遍吗 瑞锦曼笑了笑 混不在意 又说了一遍 我叫瑞锦曼 来自帝都瑞家 柳平终于听清了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给瑞锦曼刻了三个响头 弟子拜见师娘 瑞锦曼顿时蒙住了 手足无措 幻想过树中柳平的表现 从没想到过 柳平会跪地扣头 孩子 快起来 快起来 瑞锦曼顾不得男女有别 双手拉住柳平的胳膊 想把柳平拉起来 柳平的身体纹丝不动 仍然恭敬地跪在地上 瑞锦曼满眼焦急 沉声喝道 你要是任我这个师娘 马上丢起来 嘿嘿 柳平脸上露出阴谋得逞的 开心的笑容 师娘 你等着 我去给你跑点好茶 不用了 陪师娘说会话 瑞锦曼无比开心 柳平的表现 证明月志尘没有生气 心里还装着自己 柳平看了一眼时间 满眼愧疚 师娘 马上到午饭时间了 一会儿我还要一诊 您听我的安排吧 瑞锦曼笑着点头 语气自然 毫无作作 师娘听你的 柳平立即拨通了邱青雅的电话 青雅 无论下午有什么事 都要推掉 你联系静姐 立即来诊所 陪我的长辈吃午饭 你的长辈 你找到亲戚了 邱青雅满心欢喜 柳平是孤儿 有了亲戚 柳平会更加开心 瑞锦曼似笑非笑看着柳平 你小子在感情上 可比你那死板的师傅强多了 你的三个女朋友都不错 要好好珍惜 柳平和云青雅 领着瑞锦曼走进药膳方 让李雪平安排了一个 肃静的小包厢 不一会儿 邱青雅和蓝贤静走进包厢 柳平与三女 面对瑞锦曼恭敬站着 都跪下 拜见师娘 邱青雅三女愣了一下 看到柳平已经跪在 瑞锦曼面身 都毫不犹豫地跪下 齐齐叩头 拜见师娘 瑞锦曼承受了四人的大礼 把四人拉了起来 满眼愧涩 没想到柳平会给我惊喜 师娘一定补上见面里 李雪平拿着墓盒走进包厢 瑞阿姨 蝴蝶姐姐让我送进来的 哦 瑞锦曼眼里露出惊喜 结果墓盒打开 和内整齐的 摆着三条钻石项链 暗赞蝴蝶聪明 瑞锦曼拿起三条项链 分别放在秋青雅 蓝贤静和云青岩手里 初次见面 师娘的一点心意 不许拒绝 秋青雅询问的目光 落在柳平的脸上 柳平眼角湿润了 我是孤儿 师娘就是我的亲妈 婆婆给你们的东西 你们不能拒绝 瑞锦曼被柳平的真情感染了 搂着柳平 轻声安慰 孩子 你受苦了 柳平脸上露出难得的温馨和幸福 我有妈了 太开心了 坐吧 咱们慢慢聊 瑞锦曼拉着柳平坐在身边 秋青雅三人的眼角也湿润了 都乖乖地坐好 柳平愧疚地看着瑞锦曼 师娘 中午随便吃点 我下午一诊 晚上我亲自下厨 您别忘了叫上暗中保护我的老人家 瑞锦曼好奇地看着柳平 你怎么知道 柳平笑了笑 我猜到的 你比你师父聪明 瑞锦曼一脸笑意 眼里满是赞赏 柳平认真的看着秋青雅三人 清雅 静姐 清言 下午你们陪着师娘 我尽量早点回家做饭 三女琪琪点头 柳平给瑞锦曼身居一躬 师娘 我不能陪你了 一诊要开始了 我要去准备 瑞锦曼也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柳平就像自己的孩子 满眼关爱 轻声叮嘱 去吧 你昨晚没休息好 注意一点 别太累了 谢谢师娘 柳平点点头 转身走了出去 下午一诊继续 柳平依旧忙个不停 柳平 有人晕倒了 苏维赫跑进诊所 大声喊道 广城 推着急救车 跟我去救人 柳平跑出治疗室 喊了一句 奔出诊所 昏迷的是一名中年老者 四名寻补围在老者周围 柳平附身检查老者脉象 急性心肌梗死 柳平快速解开老者的衣扣 拿出树莓银针 刺进老者心肌穴位 内力沿着银针进入老者体内 疏通心肌 温氧软化冠状动脉 咳 咳 几分钟后 老者慢慢睁开眼睛 轻声咳嗽 尝出了一口气 闷死我了 哇塞 就活了 围观的人群发出惊呼 响起热烈掌声 不愧是神医 柳医生的医术不是盖的 老人运气好啊 遇到了柳医生 柳平没有理会周围的议论声 向寻补招了招手 你们过来帮忙 把老人抬上急救退车 乔广成把老人 推到无人的病房 柳平面带微笑 看着老者 老人家 你没事了 过一会儿 我给你治疗 柳平满眼感激 柳医生 谢谢你 柳平扭头看着乔广成 你留在这里 注意检查老人的脉象 是 柳平回到治疗室 看到银针 还扎在救诊男子的身上 急忙道歉 不好意思 一时心急 男子笑了笑 柳医生 你不用道歉 意味而出 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救人 谢谢 柳平继续给男子针灸 送走最后一名医疹患者 柳平长出了一口气 看了一眼时间 掏出手机交给陈洪蕊 六点给青牙打电话 让他们不用等我 嗯 柳平休息了几分钟 走进老者的病房 满眼歉意 老人家 让您久等了 老者苦笑着摇头 我是来找你看病的 没想到刚下出租车 就犯病了 老人家 应该有人陪你来 柳平边给银针消毒 便与老人聊天 老人叹了一口气 满眼苦涩 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工作 我不想影响孩子们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柳平感慨一句 认真地看着老者 老人家 我现在给你治病 如果感觉不是 一定告诉我 老者笑着点头 我知道 秋青雅三女 陪着瑞锦曼逛了一下午 师娘 已经五点多了 我们回别墅吧 蓝贤静轻声询问 瑞锦曼笑着点头 拨通了石老的电话 石老 柳平请你喝酒 石老愣了一下 好奇地反问 他怎么知道我 他猜出来的 你下楼吧 我们去接你 瑞锦曼挂断电话 对三女说道 先去酒店接石老 石老是柳平师父的好朋友 三女都听懂了 瑞锦曼的言外之意 认真地点头 三女驾车赶到酒店 接上石老 回到半山别墅 瑞锦曼吃惊地 看着眼前的别墅 你们住在这里 云青妍笑着解释 二三四号别墅是我们的 六号别墅 也是留给我们的 石老哈哈大笑 这小子很不错 比他那个古板的师傅 强多了 师娘 石老 我们进屋吧 第142章 昌奎解死 邱青雅把瑞锦曼和石老 介绍给陶佩云 陶佩云暗暗替柳平高兴 急忙招待瑞锦曼两人 快请坐 我去给你们泡茶 邱青雅拉着陶佩云 坐在瑞锦曼身边 阿姨 您陪着师娘聊天 我们去泡茶 然后摘菜 今晚柳平下厨 陶佩云满眼疼爱 你们都忙了一天了 我整天待在家里 还是我去吧 瑞锦曼虽然不知道 陶佩云的身份 但看到邱青雅三人 都很尊敬陶佩云 拉着陶佩云的手 我年龄比你大点 妹妹 咱们老姐俩喝茶聊天 年轻人喜欢坐 就让他们去坐吧 唉 陶佩云点了点头 给瑞锦曼满上茶 低声慢聊 六点刚过 陈洪蕊拨通了 邱青雅的电话 青雅姐 平哥哥再给人针灸 让你们不用等她 邱青雅走到瑞锦曼身前 师娘 柳平有病人 要晚点回来 我们先吃饭 还是等她 瑞锦曼无所谓的点了点头 等她吧 柳平跟她师父一样 治病救人比天还大 任何事情 都要给治病救人让路 石老笑着插话 这不是你喜欢治晨的原因吗 瑞锦曼脸一红 眼里带着回忆 语气意味深长 认真的男人 最帅 我就是被治晨 专注的神色迷住了 百姓中医诊所 柳平拔出最后一枚银针 长出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老人家 我给你开一副方子 连续服用半个月 就能痊愈 以后注意不要着凉 不会再烦 老者激动地点头 吓得走了几步 大声感叹 很久没有如此舒服了 心口压着的大石头也消失了 柳平笑着建议 老人家 你身体刚刚恢复 让孩子来接你吧 老者满意地点了点头 听你的 不一会儿 老者的儿子赶到诊所 表达谢意后 拎着这草药 扶着老者离开 陈洪蕊三女和学生 都已经离开了诊所 三虎和钢牙 带着三名兄弟值夜班 柳平随口询问 三虎 你们吃饭了吗 钢牙 把手机还给柳平 我们在药膳方吃的 您快回去吧 夫人刚打过电话 辛苦你们了 柳平接过手机 驾车回到半山别墅 瑞锦曼拉着柳平 走到石老身边 柳平 你师父的好朋友时的 你叫石老 或者叫石伯伯都行 石老仔细地打量柳平 满眼欣慰 岳志成那小子 走了什么狗屎运 竟然收到如此优秀的徒弟 岳志成 难道是师父的名字 柳平满眼疑惑地 望着瑞锦曼 瑞锦曼吃惊地看着柳平 你不会不知道 你师父的名字吧 柳平苦笑着点头 我真不知道 我也是到了江城 才知道师父的绰号 石老笑着点头 你师父干得出来 石老 师娘 你们先坐 我去炒菜 一会儿再聊 柳平走进厨房 施展厨艺 菜肴很丰富 虽然都是家常菜 但香气四溢 柳平陪着石老喝白酒 秋青亚三女 陪着瑞锦曼与陶沛云喝红酒 满满的家庭气息 石老尝了几口菜 不住点头 柳平 你如果不当医生 去开饭店 也能赚得盆满钵满 秋青亚满眼笑意 石老 柳平帮着三个小丫头 在诊所旁边 开了一家药膳房 很受欢迎 锐锦曼笑着点头 问道很不错 我中午在药膳吃的 石老满眼期待 我一定要去尝尝 酒过三巡 石老认真的看着柳平 小子 你修炼的是你师父的 阴阳五行诀吗 我怎么感觉不像 柳平满眼迷茫地点点头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即使阴阳五行诀 又与师父 传授的五行诀不一样 石老一脸诧异 怎么回事 你身体没事吧 柳平笑了笑 我身体没事 石老兴趣盎然 快讲讲 柳平组织一下语言 认真地解释 有一次 我用内力给病人针灸 内力枯竭 吞下静节给个人参 内力失控 昏过去了 醒来以后 内脏多出了四条 我不知道的经脉 与丹田气海 和四肢相连 上次给云叔叔治疗 受云叔叔的气机牵引 又出现两条 昨天被楚振雄气势压制 内力再次失控 也出现两条 现在体内有八条 我不认识的经脉 每时每刻都在运行 石老满眼不可思议 这也行 你昨天逼着楚振雄打你 就是这个原因 柳平低头回答 是 我应该突破了 如果 再与楚振雄交手 三招就能拍死他 哈哈 石老忍不住开怀大笑 楚振雄是老牌宗师高手 被柳平打得那个惨啊 说实话 我都有些同情楚振雄了 秋青雅三女满眼一彩 冒出无数小星星 零 柳平看到是田财汉的号码 立即接通 田叔叔 你找我 昌奎杰死了 法医检查的结果是 急性心肌梗死 田财汉语气沉重 死了 还是心肌梗死 果然不出所料 柳平语气平静 情绪没有丝毫波澜 田财汉沉默了几秒 我们刚刚开会决定 请你去精灵 检查昌奎杰的真正死因 柳平不解的反问 有必要吗 昌奎杰本就该死 如果我找到死因 会引起连锁反应的 你们真希望这样吗 田财汉沉默了几分钟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说过 昌奎杰活不过十天 我想你知道凶手谁是 我身为江城士手 不想留下遗憾 柳平知道田财汉下定决心了 立即说道 凌晨四点我去接你 连夜去精灵 锐锦漫疑惑地望着柳平 什么人死了 需不需要我帮忙 柳平淡淡地摇了摇头 关家的工作人员 他要是不死 会有很多人遭殃 所以被人弄死了 邱青雅满眼担心 田叔叔不会受牵连吧 柳平笑着摇头 田叔叔是个好官 不会受到牵连 他执意调查真相 我定然全力支持 我担心田叔叔得罪人 说不定会危及他的位置 锐锦漫眼里 闪过一丝灵力 沉声问道 江城士守信田 柳平认真的点头 田财汉 如果师娘有办法 可以关照一下 他是为百姓做事的好官 锐锦漫满脸怒气 语气严肃 你放心大胆地调查 田财汉的事情交给我 饭后 锐锦漫和柳平 坐在书房喝茶 锐锦漫轻声说道 跟我讲讲你师父 柳平闭上眼睛 回忆与师父生活的点点滴滴 师父严肃的形象 浮现在脑海中 师父平时很严肃 话不多 经常带着 我到周边的村镇巡诊 与村民的关系很好 他从不跟你提过去的事项 锐锦漫又问道 柳平苦笑着点头 即使我问他 他也不说 只是告诉我 如果有缘 自会知晓 锐锦漫脸色微红 你师父没有其他女人吗 柳平知道锐锦漫的想法 郑重地点头回答 没有 我问过他 他说他有老婆 只是不在身边 锐锦漫暗出一口长气 心里涌起一丝甜蜜 柳平满脸好奇 师娘 能跟我讲讲 你们当年的事情吗 锐锦漫笑了笑 改天吧 我近期不会离开江城 天不早了 你还要开夜车 去休息一会儿 凌晨四点 柳平驾车赶到田家楼下 没想到御史秦朗也随同前往 猛试车向金陵驶去 第143章 调查死因 天光大亮 猛试车驶入金陵市区 三人随便吃过早餐 直接赶到淮安省御史台 省御史游熙鹏 亲自接待三人 满眼歉意 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事情 秦朗急忙解释 由御史 我们不是 不相信省御史台 只是想亲自看看 毕竟嫌疑人 是从我们手里带走的 游熙鹏点点头 拿起桌子上的文件袋 御史台一定全力配合 秦朗把文件袋交给柳平 柳医生 你看看 柳平带开文件袋 拿出检测报告 仔细地看了一遍 向田财汉点了点头 田财汉看着游熙鹏 游御史 我们想去看看 关押猖奎杰的地方 游熙鹏虽然满脸笑意 内心却极度反感 但又无可奈何 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只能点头 驾车载着三人离开御史台 抵达一个偏僻的普通酒店 四人下了车 游熙鹏解释道 酒店是御史台的秘密问询所 平时不对外营业 即使对外营业 也只是一楼接收旅客 我们进去吧 昌奎杰的房间在三楼 酒店没有电梯 每个楼梯的拐角 都安装两个高清摄像头 一个对着上方 另一个对着下方 三楼的走廊两侧 还装有高清摄像头 任何人都不可能毫无痕迹地 从一楼潜入三楼 游熙鹏拿出钥匙 打开位于中部的房间 这是昌奎杰的房间 内有厕所 昌奎杰被带到精灵以后 一直住在这里 田财汉向柳萍弩了弩嘴 柳萍向游熙棚 要了一副新手套 带着手套走进房间 仔细查看 房间没有窗户 墙壁外层用软泡沫包装 棚顶有两个相对的高清摄像头 靠墙摆着一张床 白色的床单依然褶皱 昌奎杰出事以后 肯定没人敢动床上的东西 床头有一张木桌 木桌没有抽屉 桌面上空无一物 桌下是一张木椅 柳萍走进卫生间 卫生间内也是空无一物 柳萍扭头看着游熙棚 请问犹豫室 卫生间经常有人收拾吗 游熙棚认真地摇头 按照规定 关押人员入住以后 除了负责审讯之人 其他人不许进入房间 柳萍眉头皱了一下 饮食呢 都是专人负责 游熙棚又点了点头 是 有专人按时送水和送餐 柳萍走出房间 看着游熙棚 我想看看昌奎杰用过的东西 包括吃过的饭菜 都在省巡捕房 我带你们去 游熙棚驾车 载着柳萍三人 很快抵达淮安省巡捕房 总巡捕周子硕 热情接待四人 由玉室大驾光临 有何指教 游熙棚把田财汉和秦朗 介绍给周子硕 田财汉将成士手 秦朗将成士玉室 周子硕性格豪爽 热情地招呼田财汉三人 欢迎三位 快请坐 田财汉笑着说道 谢谢周总巡捕 我们只想看看 昌奎杰用过的东西 一会儿还要回江城 把情况通报给死者家属 这样啊 周子硕沉思片刻 拿起电话拨了出去 接通后说道 来我办公室 不一会儿 一名三十多岁 身穿中级巡捕服装的女子 走进周子硕的办公室 总巡捕 您找我 周子硕看着田财汉 楚秋燕 证据是负责人 让他带你们过去 需要什么 直接让他安排 谢谢 麻烦了 田财汉出言感谢 都是为人民服务 周子硕扭头看着楚秋燕 这位是江城市田士首 他们要查看昌奎杰用过的东西 你带他们过去 好好配合 是 楚秋燕应了一声 转身看着田财汉 田士首 请跟我来 几个人走到证据室门口 楚秋燕看着田财汉 田士首 你们具体想看什么 田财汉扭头看着柳萍 满眼一问 柳萍想了想 说道 楚姐 把昌奎杰用过的东西都拿出来 派两个人跟着我们 最好全程录像 好细腻的心思 楚秋燕不由得打量柳萍几眼 看到柳萍面色平静 暗暗猜测柳萍的身份 不一会儿 两名年轻的巡捕 拎着几个证据带走了出来 楚姐 昌奎杰的东西都在这里 一名巡捕说道 楚秋燕看着柳萍 小兄弟 你要去哪里查看 柳萍笑着说道 巡捕房有实验室吧 把这些东西带到实验室 我要做个简单的实验 楚秋燕点点头 看着一名年轻巡捕 魏国龙 你们两人带着证据去实验室 全程录像 是 魏国龙应了一声 带着柳萍等人 走进实验室 吕灵帝是实验室负责人 三十多岁 戴着一副眼镜 冷静干脸 沉声问道 小魏 你怎么带了这么多人 吕姐 他们要做实验 魏国龙恭敬地回答 吕灵帝愣了一下 做实验 他们是什么人 田财汉走到吕灵帝身前 我是江城试试手 我们想检查一下 昌奎杰用过的东西 昌奎杰 吕灵帝脸色一沉 盯着田财汉 不是已经检查过了吗 你们不相信我们的检查结果 田财汉刚想说话 被柳萍拦住了 柳萍面带微笑 望着吕灵帝 吕女士 不是不相信你们的结果 我也是偶尔想到一种可能 所以想试试 吕灵帝面色一缓 点点头 好吧 我也想知道 我们漏过了什么 昌奎杰用过的东西并不多 牙缸牙刷 一支水笔 几张稿纸 一个台灯 一盘最后吃过的剩菜 一个装着半碗米饭的饭碗 最后使用的纸杯 柳萍戴着手套 打开装着剩菜的证据帝 把剩菜放在鼻子底下 连续纹了几次 眉头皱了皱 脸色阴了下来 封好证据帝 又拿起米饭纹了几次 表情越发凝重 柳萍抬起头 看着吕灵帝 吕女士 能给我找几毫升蒸馏水吗 吕灵帝点点头 命人拿来五毫升蒸馏水 柳萍把蒸馏水 倒进昌奎杰用过的纸杯里 轻轻摇动 看着吕灵帝 麻烦吕女士 找两只没做过药物实验的白老鼠 吕灵帝看到柳萍手法自然 越来越觉得 眼前的年轻人不简单 很可能给自己带来惊喜 命人取来两只白老鼠 每只白老鼠 都单独装在小玻璃箱里 柳萍抓出一只白老鼠 捏开老鼠嘴 用镊子夹起一块肉 放进老鼠嘴里 把老鼠放回大玻璃箱里 吕灵帝满眼疑惑 小兄弟 我们检测过 菜里没有多 柳萍没做任何解释 笑着点头 我知道 十分钟后 柳萍再次抓出白老鼠 用镊子夹起十几个米粒 放进老鼠嘴里 把老鼠放回玻璃箱 吕灵帝仿佛想到是什么 满眼不可思议地望着柳萍 又过了十分钟 柳萍把杯子里的蒸馏水 灌进白老鼠的肚子里 柳萍面色平静 轻声说道 等着吧 第144章 线索清晰 两个小时后 周子硕和游锡鹏 兴奋地回到办公室 柳兄弟 谢谢你 游锡鹏满眼感激 表达谢意 周子硕好奇地看着柳萍 柳兄弟 你是怎么说服冯迅达的 柳萍不还意思地笑了笑 我给冯迅达做了做思想工作 小之以理 动之以情 他良心发现 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决心痛改前非 愿意配合寻补 抓到真正的杀人凶手 周子硕和游锡鹏相视一笑 知道柳萍不愿意说出真相 都摇了摇头 也没在意 谁还没一点隐私呢 游锡鹏郑重重地看着田财汉 田是手 我知道你工作繁忙 但一定要给我一点时间 我中午请你们吃饭 略表谢意 田财汉简直不敢相信 柳萍不仅查出昌奎杰的真正死因 还找到了凶手 赢得得省总寻补 和省御史的尊重 征询的目光看向柳萍 柳萍看了一眼时间 田是手 亲御史 你们年纪大了 不要经常奔波 再精灵待一天 明天身体恢复了 再回去 我马上回江城 下午还有一诊 我是诊所老板 不能缺席一诊 田财汉虽然不明白 柳萍为什么让自己留在精灵 但知道柳萍必有深意 笑着点头 我们留下 柳萍认真的看着周子说 总寻补 您最好给江城寻补房 发一份机密文件 说明昌奎杰的真正死因 周子说不解 柳兄弟 对你有用 柳萍笑着摇头 希望能送给你们一份大礼 周子说笑着点头 好 我相信你 我马上没人准备 发给马俊飞 谢谢马总寻补 柳萍有扭头望着田财汉 田是手 请您通知马总寻补 让他等我电话 田财汉笑着点头 好 我通知马俊飞 柳萍把自己的手机号码 留给周子说和游锡棚 周总寻补 由御史 如果去江城 一定要给我打电话 以尽地主之意 一定 一定 秦朗也无比感激柳萍 出言提醒 柳萍 路上小心 累了在服务区休息 柳萍笑着点头 挥了一下手 快步走出办公室 周子说望着柳萍的背影 沉声称赞 此子荣辱不惊 心智如妖 未来不可限量 江城出了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哈哈 秦朗大笑几声 柳萍的医术在江城 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我还没听说 有什么病 是他治不好的 游戏棚眼里上过一丝金光 认真的 看着田财汉 田是首 柳萍真的什么病都能治 这我可不敢保障 田财汉笑了笑 精灵康家的康景乔老爷子 已经完全康复了 现在是柳萍的邻居 顾家陪着顾书清老爷子 住在柳萍家里 柳萍驾车驶入高速 拨通了马俊飞的电话 马总寻补 想办法把昌奎杰的老婆袁洪侠 带到寻补房 保护起来 下午你会收到 省讯补房发给你的机密文件 我下班以后过去 马俊飞知道 柳萍不会危言耸听 立即说道 我亲自负责 柳萍又拨通了 陈洪蕊的电话 洪蕊 我一点半 以后才能回到诊所 今天发二十个一诊号码 需要针灸的人 让他们等我 嗯 注意安全 柳萍回答诊所 一诊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两男一女三名 需要针灸的中年人 坐在旁边 柳萍笑着 跑到柳萍身边 平哥哥 你先吃饭吧 柳萍笑着摇头 不用 你把两名男子带去治疗室 我收拾一下 马上过去 一诊有条不紊的进行 不到五点 二十个号码 全部接诊完毕 陈洪蕊给柳萍 端来杀锅要扇粥 平哥 快吃吧 柳萍狼吞虎咽 吃饱喝足 休息几分钟 拨通了马俊飞的电话 马俊飞开门见山 柳萍 我收到文件了 袁洪侠在我这里 我马上过去 柳萍暗点头 没想到周子硕办事 如此高效 陈洪蕊满眼忧愿 平哥 你又要出去 我们还想让你 做海好吃的呢 柳萍轻轻地捏了一下 陈洪蕊的脸蛋 哥有急事 不得不去 夏飞走到柳萍身边 柳萍 很多网友希望带着亲人 来江城治病 但又害怕没有病房 病床问题 真不好解决吗 好解决 柳萍略一思考 认真的看着夏飞 你发布消息 诊所目前条件有限 只能招手十名志愿者 肝癌 肺癌 胃癌 尿毒症和肠癌 各两名 必须是西医无法治愈的晚期患者 免出全部费用 家庭困难者优先 我会派人亲自考察 诊所 将留下所有投递资料的患者联系方式 待医院建成后 会通知患者前来就诊 费用减半 不是费用全免 就是费用减半 柳萍到底有多少钱啊 夏飞狐疑地看了柳萍一眼 认真地点点头 转身回到直播台 发布消息 柳萍又叮嘱乔广成和宋伟伦等人几句 驱车赶到寻补房 马俊飞拿出机密文件 递给柳萍 周总寻补 让我把文件交给你 你小子到底干了什么 柳萍简单地把精灵之行讲了一遍 马俊飞满眼不可思议 呆呆地望着柳萍 你竟然把冯迅达弄崩溃了 他可是老牌寻补 心理素质绝对过硬 你小子厉害 柳萍笑了笑 冯迅达不是傻瓜 他知道 如果不自首 只有死路一条 不仅我不会放过他 唐家也不会放过他 确实如此 马俊飞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我带你去找袁红侠 袁红侠四十多岁 脸色灰暗 蓬头垢面 仿佛已经失去了生机 眼睛发直 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柳萍走坐在袁红侠身前 平静地望着袁红侠 说道 我是柳萍 我想跟你谈谈 袁红侠眼睛通红 喷出怒火 蹭得一声站了起来 张牙舞爪地扑向柳萍 王八蛋 我要杀了你 还我丈夫 还我儿子 柳萍抬手抓住袁红侠的手腕 轻轻一抖 袁红侠又坐回到椅子上 想报仇 你找错对象了 柳萍语气冰冷地呵斥 袁红侠大声怒吼 王八蛋 如果不是你 我丈夫怎么会死 儿子怎么会进监狱 柳萍脸色越来越冷 语气不带丝毫感情 你也该死 我不该救你 马俊飞把柳萍手里的机密文件 递到袁红侠手里 你看看吧 这是省巡补房刚刚发过来的 你老公是被人堵死的 袁红侠刚刚看了一半 惨叫一声昏了过去 马俊飞脸上写满担心 不会出事吧 柳萍附身检查袁红侠的脉象 笑着摇头 怒火攻心 没事 第145章 搜查别墅 袁红侠没想到 义父赵德祥 竟然派人堵死了昌奎杰 彻底崩溃了 放声大哭 人在座 天在看 昌奎杰自作自受 昌强是什么货色 你比我还清楚 柳萍大声训斥 马俊飞叹了一口气 袁红侠 你不能怪柳萍 反而要感激他 他查到你丈夫的死因后 第一时间通知我 让我把你保护起来 袁红侠声嘶力竭地怒吼 我不需要他的假好心 我不需要你们保护 哼 柳萍瞪着眼睛盯着袁红侠 赵德祥敢杀昌奎杰 你以为他不敢杀你吗 袁红侠毫不犹豫地反击 他为什么会杀我 我就是家庭妇女 我什么也不知道 即使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赵德祥会相信吗 柳萍满眼讥讽 对赵德祥等人来说 只有与昌奎杰有关的人都死了 才是最安全的 他们会放过你吗 袁红侠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顿时呆住了 如果自己处在赵德祥的位置 也会杀光所有涉事人员 顿时浑身战斗 脸色苍白 柳萍暗出了一口长气 袁红侠终于开窍了 否则自己的努力将化为泡影 袁红侠闭着眼睛 深吸了几口气 猛地睁开眼睛 眼里不带丝毫感情 死死地盯着柳萍 姓柳的 我暂时相信你 我要给丈夫报仇 你要我怎么做 柳萍笑了笑 袁女士 你先别冲动 你好好回忆 你丈夫有没有跟你说过特别的话 或是他有没有做过匪夷所思的事情 袁红侠面色不善 冷冷地看着柳萍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与报仇有关吗 昌奎杰不笨 他知道触犯法律了 早晚会受到法律制裁 我想他为了保命 也会把赵德祥等人的犯罪证据藏起来 我们只要找到相关证据 不用你亲自动手 赵德祥等人 也活不了几天 柳萍耐心地解释 袁红侠恍然大悟 点了点头 低头沉思 几分钟后 满眼迷茫地看着柳萍 他没跟我说过什么 柳萍想了想 继续引导袁红侠 昌奎杰很小心 你的性格决定 你藏不住话 他不敢直接告诉你 他有没有醉酒后 袁红侠重复了一句再次低头沉思 几分钟后 抬头看着柳萍 有一次他喝醉了 说他的红色带花小裤 绝对不能扔掉 以后一定有用 我以为他是在说醉话 也没在意 柳萍心中一喜 急忙问道 那个小裤还在吗 袁红侠点点头 还在衣柜里 他的东西我很少动 马俊飞满眼焦急 立即问道 藏得隐蔽吗 袁红侠摇了摇头 不隐蔽 放在装贴深衣服的格子里 柳萍想了想 我和苏维赫去昌奎杰的别墅 马俊飞点了点头 行 保持联系 昌奎杰的别墅 位于高档别墅小区 别墅门口有一个小院 小区内灯光昏暗 柳萍感觉黑暗中 隐藏两道若隐若现的气息 心中一动 对苏维赫说道 进去吧 我们找到东西就走 苏维赫点了点头 跟着柳萍走进别墅 房间那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凌乱的东西 苏维赫满眼诧异 怎么回事 看样子 对方也没找到想要的东西 我们不能大意 苏维赫认真的点了点头 开始仔细检查 柳萍不知道房间内 有没有摄像头 或者监听设备 在各个卧室间 来回走动几次 随手拉开衣柜 翻了几下 看到红色带花的小裤 大笑着说道 昌奎杰有点意思 几十岁的人了 还穿这种小裤 苏维赫脸鄙视 出言嘲讽 昌奎杰经常出没娱乐场所 肯定有特殊癖好 柳萍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这家伙这辈子没有白活 只可惜 他老婆脑袋绿油油的 生机盎然 哈哈 苏维赫忍不住放声大笑 小区内一辆面包车内 两名戴着耳机的 三十岁左右的男子 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无奈地摇了摇头 柳萍小心地 收起红色带花的小裤 由于苏维赫 像征信地搜了一会儿 离开别墅 叫车驶到僻静处 柳萍示意苏维赫停车 你开车回巡捕房 我回去看看 苏维赫疑惑地看着柳萍 别墅附近有人盯着我们 柳萍认真地点了点头 至少两个人 我去抓他们 苏维赫认真地说道 我呼叫支援 柳萍想了想 小声叮嘱几句 苏维赫点了点头 掏出手机 拨通了马俊飞的电话 柳萍下了车 沿着街道悠闲地 向别墅方向走去 你找谁 小区的保安拦住柳萍的去路 柳萍晃动一下手里的钥匙 小区业主 保安虽然不认识柳萍 但看到柳萍手里的钥匙 确实是小区特有的 打开大门 柳萍很快锁定黑暗中的两道气息 若无其事向前靠近 距离越来越近 柳萍身形一晃 转眼进入黑暗中 黑暗的角落里 隐藏两名身穿黑衣的男子 两人突然看到柳萍 吓了一跳 后退几步 死死盯着柳萍 柳萍若无其事地问道 你们潜伏这么久了 不累吗 你是什么人 不想死 就赶紧滚 一名黑衣男子 恶狠狠地恐吓 柳萍背着双手 向前走了一步 我倒想试试 你怎么弄死我 两名黑衣男子 互相对视一眼 拔出匕首 猛地扑向柳萍 黑猫 怎么了 柳萍听到一名男子的耳朵里 传来微弱的声音 意识到周围还有其他人 不敢怠慢 挥掌迎了上去 啪啪 柳萍后发先至 手掌先后拍在 两名黑衣男子的面门 哦 两名黑衣男子哼一声 倒地昏了过去 柳萍从男子的耳朵里 取出微型耳机 耳机里传出焦急的声音 黑猫 回话 柳萍手指轻轻点动 耳机顿时变成粉末 不远处的面包车里的 两名男惨叫一声 惊慌地摘下耳脉 仍在地上 炮哥 出事了 年纪较轻的男子 认真地说道 炮哥点点头 迅速启动面包车 坐稳了 面包车疯狂地 撞开栏杆 冲出小区 刚刚驶出几百米 看到前方的道路 被寻补的车辆堵死 炮哥急忙快速倒车 支 两辆防爆车 从后面快速冲了过来 炮哥急忙刹车 拉开车门 向路旁的商店奔去 不许动 举起手来 第146章 正式起步 三角眼是 沃国道川家族的 道川雄二 道川家族 是沃国有名的武士家族 是道川会的真正掌控者 道川家族 一直寄于华夏 希望把势力 渗透到华夏境内 道川家族吗 等着吧 柳平暗暗记下 道川家族的名字 驾车回到诊所 把陈洪蕊叫到身边 洪蕊妹妹 我去休息一会儿 有事情叫我 嗯 柳平盘膝坐在椅子上 运工调膝 接下来的几天 柳平要么是出现在 市中医院 要么待在诊所 至于赵家的结局如何 会牵连多少人 柳平已不再关注 转眼到了周末 任春朵 王慧琪和仁孟一家三口 出现在诊所 任叔叔 你出院了 柳平急忙打招呼 带着任家三人 走进休息室 给三人泡茶 任春雷接过茶杯 满脸激动 我办好出院手续了 信号让我去你家待几天 尝尝你的手艺 顺便再观察一段时间 柳平笑着点头 好 我立即给青岩打电话 让他带你们回别墅 任春朵笑着摆了摆手 我是特意来品尝药膳的 吃过饭再去别墅 柳平笑着点头 通知云青岩来诊所 接待任春朵一家 下午一诊继续 四名学生坐诊 柳平仍然给患者复诊和针灸 下午五点 施名山和桑若欣走进诊所 柳平高兴地接待二人 师叔说 你出院了 施名山满脸激动 出院了 特意来你看看的诊所 顺便送来一车药材 柳平急忙拒绝 师叔说 您太客气了 药材我不能白药 必须付钱 施名山瞪大了眼睛 柳平 你不赚病人的钱 我就不能为病人做点事吗 再说了 如果没有你 我能有现在吗 虽然我是商人 但我更是一个知恩图报的男人 柳平急忙点头 师叔说 你病刚好 不能激动 我要还不行吗 哈哈 施名山开怀大笑 这就对了 这些药材在你手里 不知道能救多少人 也算替我积点应得 柳平把乔广城叫到身边 你带人去把药材卸下 抬进后院的仓库 乔广城点点头 带着男同学跑了出去 师叔说 桑阿姨 今天是周末 诊所员工聚餐 你们别走了 尝尝诊所出品的药膳和药酒 柳平真诚地挽留二人 嘿嘿 施名山甘笑几声 我听说药膳方的菜品 是江城一绝 我是特意来品尝的 柳平拨通了蓝贤静的电话 静姐 你去别墅接师娘 晚上一起吃饭 顺便带几何化妆品 我要送人 晚上七点 燕膳方二楼的大包厢里 两张大桌子 做得满满灯灯 男人一桌 女人一桌 席间 柳平询问施名山 师叔说 你经常到各地采购药材吗 施名山点点头 我是做中药材生意的 必须到处走 有时为了寻找名贵药材 还要去偏远山区 柳平若有所思地看着施名山 我能不能委托你一件事 客气啥 直接说呗 我在招募癌症晚期志愿者 但由于现在条件有限 我只想接受贫困家庭的患者 你经常往来与全国各地 如果顺路的话 我想让你到志愿者家里去看看 柳平认真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施名山沉思了几秒钟 你把患者资料发给我 我想办法安排 我在全国各地都有合作伙伴 也许能帮上忙 柳平满眼感激 谢谢施叔叔 饭后 柳平送给桑若新 两套靓丽化妆品 桑若新满眼激动 不住感谢 柳平刚刚回到别墅 崔国华的电话打了进来 崔哥 你掐的时间很准啊 我刚回到家 柳平笑着打招呼 崔国华脸上的肉抽出了几下 知道柳平又要耍滑头了 急忙开门建山 柳平 训练基地建好了 你是不是该训练我的人了 柳平心中暗笑 知道崔国华着急了 你跟骑老虎商量一下 把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 崔国华认真的说道 我和骑老虎早已经准备好了 明天上午基地会合 对了 你要准备药材 一言为定 我明早先去准备药材 晚点到基地 柳平挂断电话 低头沉思 江雅琳等人也该进入第三阶段的训练了 不如也安排到训练基地 还有云家 康家 和曹家的年轻一代 在一起训练 经常进行贴近实战的切磋 效果可能更好 柳平首先拨通了马俊飞的电话 马总寻补 你明早联系骑老虎 把江雅琳等人送到训练基地 进行第三阶段的训练 好的 马俊飞高兴地同意 柳平又通知了云星号和康耀杰 尽快把两家的子弟送到江城 开始训练 云星号和康耀杰都表示 不出三天 两家的年轻弟子肯定抵达江城 柳平和邱卿亚三女 陪着瑞锦曼在客厅喝茶 师娘 上头希望我全盘接手赵家的产业 您的意思呢 柳平虽然是询问的语气 但眼里带着浓浓的期待 瑞锦曼笑了笑 我可以出面负责 不代表瑞家 而是代表百姓中医诊所 柳平顿时瞪大了眼睛 师娘 你这样决定 不好吧 瑞锦曼眼里闪过一丝阴霾 没什么不好的 以后我不会为瑞家做事 我只为你这个徒弟笑领 柳平眼睛发酸 低着头不再说话 我的想法很简单 赵家在金陵的产业 交给顾家和康家负责 我占25%到30%的股份即可 赵家在摩都的产业 交给云星号 我占51%的股份 利润拿40% 帝都交给贤静 瑞锦曼说出自己的想法 柳平知道瑞锦曼的计划完全可行 拿出两张银行递给瑞锦曼 师娘 这两张卡里共有一万亿 是帝都的楚家赔给我的 你先用着 瑞锦曼一连满足 把银行卡还给了柳平 几千个亿 师娘还是不用求人的 如果我实在不够 再找你 说到楚家 我已经得到消息 唐家的人到帝都了 如果唐家人解不了楚镇雄的毒 肯定会来江城找你 柳平点点头 认真地看着邱青雅 这段时间尽量少外出 瑞锦曼笑着摇头 放心吧 唐家不敢动你的家人 只会通过正常的渠道 找你 或是向你发起挑战 柳平点点头 这样我就放心了 我会把所有问题 都推到下半年的武士大赛上 瑞锦曼点点头 你心里有数就行 邱青雅三人的安全交给我 第147章 无法解读 精灵 高档酒店的房间内 省手庞庆庚 陪着一名老者喝茶聊天 老者表情凝重 认真地提醒庞庆庚 小庞 这次的事情 你处理得不错 深得上头赏识 但赵家 与帝都的几个大家族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后你一定要小心谨慎 不能出差错 庞庆庚无所谓地笑了笑 梁老 我一点都不担心 梁老满眼诧异 为什么 庞庆庚把事情的原因和过程 详细地讲了一遍 梁老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柳平真是鬼手神针的徒弟 所有的计划 全出自柳平之手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庞庆庚认真地点了点头 可以确定 柳平的目标是 帝都的大家族 应该是想了结鬼手神针的恩怨 梁老臣思片刻 如果真如你所料 倒是可以利用的机会 帝都的格局改变一变了 庞庆庚认真地点了点头 这次我准备把赵家的资产 卖给柳平 找个机会去一趟江城 试试柳平的医术 不要太刻意 我觉得柳平不简单 梁老点头提醒 庞庆庚笑了笑 梁老 放心吧 我以病人的身份去找柳平 梁老话题一转 顾书清身体怎么样了 听说他前一段时间得了重病 基本恢复了 现在江城住在柳平家里 唐庆庚如实回答 眼里放出金光 柳平治好了顾书清 唐庆庚重重地点了点头 精灵市医院无能为力 已经让顾家准备后事了 江城是手田财汉 把柳平带到精灵 柳平出手 救活了顾书清 为了便于后期治疗 顾书清去了江城 帝都楚家 唐建西五十多岁 先天后期五者 唐家家主唐德西的弟弟 善于用毒 检查过楚振雄的情况后 无奈摇头 楚春风如遭重击 满眼祈求地望着唐建西 唐先生 如果你能解掉 郑雄所重之毒 楚家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唐建西脸色阴沉无奈 老朽无能为力 如果我预料不错 这种毒无药可解 即使是用毒制人 恐怕也解不了 楚春风心在滴血 仅存的一丝希望彻底破灭 楚郑雄是名副其实的宗师 而且是老牌宗师 就这样被废掉了 是楚家的巨大损失 不是钱能挽回的 忽颜至男 五十多岁 先天中期舞者 领南忽颜家家主的三弟 医术高超 名养武术世家 忽颜至男检查了 楚春辉和楚涛的脉象 也是无奈摇头 楚家主 请恕我无能为力 即使是家主忽颜至科清零 也治不好二人的伤势 谢谢二位 楚春风点头致谢 命人拿来谢礼 唐建西满眼疑惑 楚家主 不知是何人下的毒 楚春风眼里闪过一丝阴霾 江城柳平 唐建西从没听说过柳平的名字 扭头望着忽颜至男 忽颜至男摇摇头 我没听说过此人 柳平二十多岁 在江城开了一家中医诊所 不仅医术高超 善于用毒 还是一个先天巅峰舞者 楚春风知道唐建西对毒药感兴趣 故意吹捧柳平 期待唐家与柳平发生冲突 年轻的医术高手 忽颜至男轻声自言自语 眼里露出浓浓的兴趣 唐建西嘴角翘起 满眼兴奋 没想到 还有唐家解不了的毒 柳平早早起床 吃过早餐 驾车赶到诊所 亲手配置近百分药材 分别装进塑料袋 放进猛士车里 拨通了白子涵的电话 子涵 我把药方留在诊所了 你如果白天没事 来一趟诊所 把药配出来 不用熬制 需要150分 好 我和谷家辉一起过去 白子涵回答 柳平驾车赶到训练基地 基地内热闹非凡 柳平看到曹慕宁 带着三名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 正在观看江雅玲等人训练 骑老虎和断疯子 领着三十名雕汉的男子 进行体能训练 崔国华监督 甄丽轩等十二名特种战士 越野跑 柳平走到崔国华身边 崔哥 我先给寻补下达训练任务 然后训练你的人 崔国华满意地 拍了拍柳平的肩膀 行 听你的 柳平走到柴毅身边 柴毅 集合 柴毅给柳平进了一个礼 大声喊道 集合 柳平走到寻补队伍前 大声喊道 全体都有 卸掉全部装备 两分钟后 柳平喊道 江雅玲 出列 江雅玲向前跨出一步 柳平仔细打量江雅玲 近一个月的训练 江雅玲的皮肤黑了 脸色冷峻 目光越发锐利 暗暗点了点头 这个丫头确实适合当寻补 江雅玲看到柳平 一直盯着自己 并不说话 脸一红 说道 请教官指示 柳平猛然醒悟 笑了笑 江雅玲 用你擅长的功夫 全力向我攻击 当然了 可以使用匕首等冷兵器 江雅玲暗暗冷笑 终于有机会收拾 这个该死的王八蛋了 但知道柳平的功夫 深不可测 不敢大意 扭头看着柴翼 把你的匕首给我 柴翼拔出匕首 递给江雅玲 江雅玲颠了颠匕首 盯着柳平 报告教官 我准备好了 柳平随口说道 开始吧 杀 江雅玲怒吼一声 匕首直奔柳平的心口 咦 柳平满眼诧异 江雅玲的力度和准度都不错 只是速度稍慢 故意大声训斥 速度太慢 加快速度 老娘已经达到极限了 还想怎么快 江雅玲暗暗复飞 咬牙加快速度 十几招过后 柳平跳出圈外 说道 可以了 江雅玲满眼忧怨 自己拼尽全力 连王八蛋的衣角都碰不到 妖孽啊 此生也无法收拾 这个该死的王八蛋了 郑海 王志明 郑海和王志明向前跨出一大步 柳平锐利的目光 从两人的脸上扫过 沉声下达命令 你们两人对打 不许保留 全力以赴 是 两人应了一声 面对面站好 开始 柳平下达攻击命令 郑海和王志明都挥拳攻向对方 招式基本相同 柳平看了十几招 发现两人的缺点也是速度慢 步伐不合理 立即大声喊道 停 郑海和王志明收招 恭敬地站好 柳平扭头看着柴翼 有没有摄像机 有 柴翼如实回答 柳平认真的 看着江雅琳的人 我传你们一套步伐 必须在一周内熟练掌握 下周我来检查 达不到要求的 嘿嘿 没饭吃 柴翼打开 DV 大声说道 报告教官 我准备好了 看清楚我的步伐 我会在地上留下脚印 柳平深吸了一口气 开始施展步伐 脚印清晰地印在地上 阴阳五行步 共有三个层次 初级步伐 适合没有内力的舞者 柳平把初级的64步演练一遍 停住脚步 好好观摩演练 希望你们能把招式和步伐融合 再结合个人特点 形成属于你们各自独特的功夫 明白 第148章 基地开章 柳平把段风子和真丽轩叫到身边 你们两人各自负责自己的人 每人负重50公斤 全速越野跑 知道怎么做吧 段风子和真丽轩两人都点了点头 柳平满意地点点头 去准备吧 十分钟后开始 是 段风子和真丽轩转身带人离开 柳平从猛士车拎出三个编织袋 交给齐老虎 每个浴缸放一袋 调好温度 命人去准备吧 齐老虎立即喊来两名大汉 把编织袋交个两人 认真地叮嘱几句 柳平交给齐老虎一个塑料袋 认真地叮嘱 这是超级养养粉 每次只能用一小包 你亲自负责 是 齐老虎知道超级养养粉的威力 不敢大意 拎着塑料袋跑进办公室 把痒痒粉锁进保险柜 曹慕宁领着三个年轻人 走到柳平身边 兄弟 他们是我侄子曹冰 曹野 曹烈 曹家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交给你了 曹冰三人刚刚看过柳平 与江亚林过招 虽然柳平步法神奇 但并没有看到柳平施展招式 认为柳平仅会一套步法 不明白曹慕宁 为什么让柳平训练他们 柳平看到三人眼里的不屑 暗暗摇头 这些大家族的弟子 都是眼高于顶 傲气十足 要想让他们老老实实接受训练 必须制定严厉的规章制度 曹兄 把他们交给真丽轩 如果他们承受不了训练强度 或者违反纪律 我会把他们退回去的 柳平表情严肃 语气坚定 曹慕宁知道 柳平不是开玩笑 严厉的目光盯在曹冰三人的脸上 从现在开始 忘记你们是曹家的人 如果不能完成训练任务 不仅剥夺你们参加武术大赛的机会 还会逐出家族 曹冰三人都吓了一跳 愣愣地望着曹慕宁 看来只能服从柳平的命令了 心里的轻视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一会儿 真丽轩带着十二名队员 回到训练场 柳平向真丽轩招了招手 真丽轩 你过来 真丽轩快步跑到柳平身边 恭敬地站立 请教官指示 柳平指着曹冰三人 出言介绍 帝都曹家人 跟你们一起训练 强度与你们一样 不许放水 完不成任务 不许吃放 能做到吗 保证完成任务 真丽轩大声回答 柳平满意地点点头 交给你了 真丽轩把三名战友叫到身边 把你们的装备拖下来 交给他们 你们回宿舍 重新穿装备 三名战士卸下装备 快步向宿舍跑去 真丽轩严肃地看着曹冰三人 我不管你们是谁家的人 进入我的队伍 必须无条件服从我的命令 给你们一天时间 给自己起个绰号 明天告诉我 明白吗 明白 曹冰三人 都有一种不妙的感觉 看来有苦头吃了 曹木宁看着脚步 亮腔的曹冰三人 摇头苦笑 恐怕他们坚持不下来 柳平笑着摇头 肯定能坚持下来 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他们 最多十天 他们三人就能追上真丽轩 一个月后 实力会远超真丽轩 曹木宁一脸激动 不解地看着柳平 怎么会这样 曹冰三人都有内功底子 只是身体素质太差 身体素质改善以后 实力必然大幅提升 虽然短期内不可能跨入先天 但步入后天后期 并不是梦想 你等着看结果好了 柳平微笑着解释 曹木宁大笑了几声 我真的很期待啊 如果他们能步入后天后期 未来必将大放一彩 柳平脸色一正 认真的看着曹木宁 曹兄 曹家有没有适合 女人修炼的功法和武技 女人用的 曹木宁愣愣地望着柳平 你想让那女人修炼 柳平向江雅琳努了奴嘴 江雅琳是个不错的寻补 嫉恶如仇 将来肯定有很多仇家 她现在的实力 还无法面对真正的强者 曹木宁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我回头问问老爷子 应该能找到 训练场上传出 鬼哭狼嚎的惨叫声 啊 好痒啊 太痒了 救命啊 该死的 怎么这么痒 曹冰三人从没有受过 如此悲催的训练 边跑边嚎叫 不一会儿 陆续有人倒地昏迷 真丽轩等十二人 不愧是特种战士 体能强悍 比其他人多跑半个多小时 昏倒在地 齐老虎命人 把所有人都抬进了活动板房 脱掉外套 放在床上 柳平把手机交给了齐老虎 认真的叮嘱 帮我接电话 如果诊所来电话 立即叫我 明白 齐老虎恭敬地回答 柳平首先走进 真丽轩的房间 拿出银针疏通 真丽轩的经脉 或许是功力大幅精进 不到半小时 经脉疏通完毕 柳平把真丽轩抱进浴缸 泡在药水里 柳平休息了几分钟 继续给下一个人 疏通经脉 夜幕降临了 柳平仅仅疏通了 十五个人的经脉 还有十多个人 齐老虎一直守在板房外 看到柳平脸色苍白 急忙扶住柳平的胳膊 先生 先吃点东西吧 好 柳平极度疲惫 感觉丹田空空如也 只得点头 齐老虎非常用心 命人从药膳方 取来卤牛肉 烧鸡和鸿焖猪脚 等高热量食物 和一滩药酒 柳平吃得勾满豪平 谭西坐在椅子上 运功调西 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 柳平睁开眼睛 内力完全恢复 丹田充盈无比 柳平走进板房 继续疏通经脉 直至天光大亮 柳平才把最后一人的经脉 疏通完成 齐老虎扶着柳平走进食堂 先生 吃完吧 然后休息一会儿 柳平笑着摇头 没事 我回诊所 找个人开车送我 我送你 齐老虎毫不犹豫地说道 柳平点点头 通知食堂多准备点肉食 这帮家伙醒了以后 肯定食欲大增 齐老虎想起自己训练的时候 每次吃饭都是狼吞虎咽 忍不住笑出声来 柳平回到诊所 夏飞把一个U盘交给柳平 这是我整理的志愿者资料 不仅病情很严重 而且家庭条件也不好 柳平表情凝重 多少人 夏飞认真地望着柳平 提出建议 这是20个志愿者的病例和家庭资料 只有与市中医院合作 才能接收全部患者 柳平点点头 你给患者恢复 让他们尽快来江城 可以乘坐飞机 我们出费用 出发前给你发邮件 就知道你不会拒绝 我已经准备好了 马上发出 夏飞满眼赞赏 不错眼珠地盯着柳平 这家伙不仅长得帅 医术高 还有一颗玄弧即逝的人心 真是难得的好男人 第149章 志愿者道 两天后 迎来了第一名志愿者 是一名肺癌晚期患者 被救护车送到中医院 柳平叮嘱乔广成和沈小云几句 带着邓琪和宋伟伦赶到中医院 患者名叫楼静一 看过楼静一的病例后 都暗暗摇头 如果使用剑毒草 楼静一的病情 能很快得到缓解 柳平并不想使用剑毒草 可是看到楼静一脸色苍白 随时都可能离开这个世界 暗叹了一口气 连续写出六张药方 交给专职护士沐少宇 马上熬药 每张方子熬至七副药 林云轩把沐少宇和魏敏珠 调到柳平身边 又增加了四名专职护士 陪护楼静一的人 是女儿囚梦露 穿着朴素 一脸疲惫 柳平认真的看着囚梦露 姑娘 你去休息吧 不用担心你妈妈 有专职护士照顾她 专职护士基罗娜 拉着囚梦露的手 满眼关心 姐姐 跟我来吧 都安排好了 囚梦露张了张嘴 没有说出一个字 跟着基罗娜走出病房 邓琪 宋伟伦 注意我的针灸手法 把治疗过程录下来 柳平点中楼静一的睡学 拿起银针 开始疏通经脉 宋伟伦打着DV 开始拍摄 楼静一的身体太弱了 柳平不敢大意 小心疏通经脉 足足过去了三个小时 柳平才疏通完毕 扎在楼静一身上的银针周围 出现黑色物质 恶丑难闻 沐少语和魏敏珠 用湿毛巾擦去黑色物质 柳平检查了楼静一的脉象 表情依然凝重 陈生说道 少语 一号药汁 经脉注射 半小时后 注射二号药汁 沐少语边记录边回应 明白 柳平向邓琪和宋伟伦招了招手 邓琪 伟伦 你们也来检查一下患者的脉象 把感觉记下来 邓琪和宋伟伦满眼激动 能得到柳平手把手指抖 比自己摸索不知强多少倍 邓琪和宋伟伦一左一右 坐在病床边 仔细检查楼静一的脉象 然后记在本子上 半个小时后 柳平解开楼静一的睡学 楼静一闭着眼睛 排除体内污污 沐少语把二三号药汁 注入楼静一体内 邓琪 伟伦 每隔两个小时 你们检查一次楼静一的脉象 把感觉记下来 柳平认真地叮嘱两名学生 邓琪和宋伟伦 恭敬地点头 是 四个小时后 柳平再次检查楼静一的脉象 脸色稍缓 经脉注射二号和三号药汁 沐少语和魏明珠 把药汁注入楼静一的经脉 楼静一极度疲惫 沉沉睡去 柳平检查过楼静一的脉象 扭头看着沐少语 少语 每隔四个小时 经脉注射二号和三号药汁 明白 沐少语立即把柳平的话 记在病例上 柳平看着邓琪和宋伟伦 你们会开车吗 宋伟伦点了点头 师叔 我会 柳平有扭头看着沐少语 少语 有几个专职护士值班 共有六个专职护士 白天三人 晚班三人 沐少语认真地回答 柳平拿起一张白纸 写出食谱 连同车钥匙 一起交给宋伟伦 开我的车 回药扇方 宋伟伦接过钥匙和食谱 走了出去 沐少语好奇地望着柳平 柳医生 药扇方不许打包 不提供外卖服务 你认识药扇方的老板 柳平笑着点头 认识 沐少语满眼期待 我终于能品尝到药扇方的美食了 0 柳平看到是夏飞的号码 柳平接通 夏飞 有事 夏飞与其略显交集 又来了两名患者 我联系了中医院的急救车 你们做好准备 好 我立即安排病房 柳平扭头看着沐少语 少语通知林院长 又来了两名患者 准备病房 不用准备 旁边的十几间病房 早已经腾出来了 随到随住 最外面的房间 是你的办公室 沐少语认真地回答 少语 你负责照顾楼静医 魏明珠跟着我 柳平和邓奇走出病房 两名患者分别是 乌聪健和侯国强都是四五十岁的汉子 肝癌术后复发 癌细胞已经扩散 病情相当严重 安排好病房后 柳平首先检查乌聪健的脉象 开出药方 交给魏明珠 治疗方法依然是疏通经脉 排除体内残毒 温养脏气 直到夜幕降临 柳平才尝出了一口气 乌聪健和侯国强都沉沉睡去 柳平带着邓奇和宋伟伦 回到办公室 歇一会吧 宋伟伦给三人泡上茶 深有感触 师叔 只有跟在你身边 才知道什么是中医 柳平似笑非笑地看着宋伟伦 你也学会拍马屁了 邓奇认真的看着柳平 师叔 我检查国患者的脉象 再结合您开出的药方 才能领会的治疗方案 先排除残毒 再温养脏气 最后才是治疗 老师没教过我们这种治疗方法 柳平点点头 耐心地解释 这是我师父摸索出来的 直接用药 不仅会对脏气 造成更多的伤害 而且因为患者体内有残毒 会影响治疗效果 疏通经脉 脏气恢复功能以后 治疗效果更好 我要尽快学会针灸技法 宋伟伦眼神坚硬 柳平知道 宋伟伦等人 至少需要一至两年 才能独自治疗重症患者 如果配合使用建毒草 倒也能治好患者 但建毒草数量有限 早晚会用光 不是长久之计 柳平决定改变治疗策略 由自己为患者疏通经脉 每个病人服用一次 含有建毒草的药物 控制住病情以后 交给邓琪和宋伟伦 采用普通中药治疗 虽然效果缓慢 但仅有的建毒草 能救治更多的病人 穆少语走进办公室 满眼关心 柳医生 你们快吃饭吧 我刚刚把饭菜热了一遍 楼静一醒了吗 柳平笑着问道 穆少语点点头 楼静一醒了以后 喝了一碗药膳粥 又睡了 他女儿在照顾他 柳平拨通了夏菲的电话 夏菲 你下班了吗 夏菲正在整理治疗 接到柳平的电话 满心欢喜 微笑着问道 老板 有事吗 柳平暗暗点头 夏菲是一个有追求的女人 值得信任和重用 别太累了 我发给你一份食谱 让药膳方准备 然后送到中医院 夏菲没想到 柳平会关心自己 心里涌起一丝甜蜜 好 发过来吧 我下班给你送过去 不到一个小时 夏菲拎着十几个食盒 走进柳平的办公室 柳平拿起三个食盒 交给沐绍宇 这是给楼静一三人 准备的早餐 明早热一下 明白 沐绍宇把食盒放进冰箱 夏菲打开食盒 快开动吧 我都要饿死了 第150章 真正阳谋 接下来的几天 不断有志愿者抵达江城 都被安排在中医院 柳平每天忙得焦头烂额 整天待在中医院 邓奇和宋伟伦的医术 突飞猛进 不时提出自己的见解 虽然想法还不够成熟 但也显示出 对患者的病情 有深刻认识 获得柳平的表扬 每天晚上 柳平都带着邓奇和宋伟伦 整理病例 总结经验 逐渐形成了 带有柳平独家特色的治疗方案 宋伟伦一脸兴奋 师叔 可以在中医院 推广治疗方案了 柳平笑着点头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在观察一段时间 楼静一 乌聪健和侯国强三人 最早接受治疗 现在刚有起色 多加关注 邓奇认真地看着柳平 师叔 我这几天一直在学习贾秀婷的病例 我认为贾秀婷的治疗过程 完全可以推广 主要针对初期和中期癌症患者 柳平点点头 你们把贾秀婷的病例资料整理好 抽空搞一次中医治疗癌症交流会 听听别人的意见 宋伟伦满眼期待 师叔 一定会让看不起中医的人 目瞪口袋 柳平仔细地检查 以便所有患者的病例 郑重地叮嘱二人 明天是周日 我有事 不能待在医院 你们两人负责所有病人 邓琪郑重点头 师叔放心 我们不会擅作主张的 一定按照您的医嘱执行 我先回去了 几天没洗澡 身上都出味道了 柳平离开医院 驱车回到半山别墅 邱青雅刚刚走到柳平身边 满脸嫌弃地抽了抽鼻子 快起洗澡 一身臭味 呵呵 蓝贤竟故意调侃邱青雅 青雅 她可是的你心甘宝贝 你这样嫌弃她 不怕她生气 邱青雅翻了一个白眼 爱生气就生气 身上太臭了 瑞锦曼满眼宠溺地 看着几个人打闹 微笑不语 老婆 我去洗漱 你们给我弄点菜 柳平快步跑进房间 瑞锦曼脸色严肃 郑重的目光 从邱青雅三人脸上扫过 既然你们选择了柳平 此生注定不凡 也不会一帆风顺 无论柳平多么宠爱你们 你们都要有心理准备 不仅有时会独守空房 甚至可能会遇到危险 邱青雅满脸通红 郑重的道歉 师娘 我懂了 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瑞锦曼点了点头 轻轻摸着邱青雅的头发 驾驶柳平休息的港湾 她应该享受温暖 而不是责怪和训斥 邱青雅三女都重重地点头 瑞锦曼满脸苦涩 眼角出现泪化 当年我就是太任性了 柳平的师父离我而去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终于明白了 男人为了自己的事业和目标 会不惜一切 柳平是个一心未明的医生 在工作中 他心中只有病人 根本不会考虑自己 我去做饭 邱青雅眼角带泪 低着头走进厨房 云青雅看了一眼瑞锦曼 我去帮忙 瑞锦曼认真地看着蓝贤静 静丫头 你怪我吗 蓝贤静摇了摇头 师娘 我来自蓝家 了解大家族的男人 青雅太在意柳平了 她希望柳平与众不同 爱之身责之切 瑞锦曼笑着点头 你们能明白就好 柳平洗漱完毕 换了一身休闲装走进客厅 师娘 大家一起吃点吧 瑞锦曼满脸笑容 静丫头去开一瓶好酒 餐桌上摆着六样小菜 柳平夹起一块瘦肉放进嘴里 慢慢咀嚼 满眼欣喜 青雅 没想到你的厨艺进步如此之快 邱青雅脸色微红 眼里满是骄傲和满足 瑞锦曼和邱青雅三女 坐在餐桌边 品着红酒 柳平狼吞虎咽 转眼之间 一碗米饭进入肚内 蓝贤静满眼心痛 平爹 你不会一天没吃饭吧 柳平点点头 差不多 中间吃了几块巧克力 云青雅满眼不解 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吗 唉 柳平叹了一口气 病人是我招募的志愿者 癌症晚期 有的还是术后复发 癌细胞扩散 我不想看到志愿者死在我眼前 不敢浪费时间 瑞锦曼满眼称怪 我知道你心细病人 但也要量力而行啊 柳平无奈苦笑 我本来只想招募十名志愿者 但报名的人太多了 夏飞选出了二十名病情 极其严重的志愿者 太忙了 秋青雅拄着腮帮子 深情地望着柳平 云青雅满眼期待地看着柳平 都能治好吗 柳平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 治好他们太容易了 可是我想找到一种 可以推广的治疗方法 瑞锦曼眼里带着无语的忧怨 你师父真是个王八蛋 把你仍在江城 不管不问 柳平笑了笑 师父跟我说 如果不能闯出名堂 千万不能说是他的徒弟 他怕丢人 瑞锦曼瞪着眼睛笑骂 这个老混蛋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点没变 还是老样子 柳平拍了拍肚皮 端起红酒 一饮而尽 瑞锦曼看着柳平 柳平 帝都传来消息了 一好一坏 先听哪个 柳平随口说道 先苦后甜 先听坏消息 瑞锦曼点点头 帝都的米家 贝家和明家 都与赵家有合作 三家明确表态 要联合购买赵家的产业 可是上面有人明确表态 赵家的产业 只卖给你 柳平顿时瞪大了眼睛 气呼呼地怒吼 阴谋 十足的阴谋诡计 瑞锦曼笑着摇头 不是阴谋 是名正言顺的阳谋 明白上面 为什么要把你推到前台吗 柳平满眼不解 认真地摇了摇头 瑞锦曼认真地解释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 上面肯定确认了 你的身份 目的是 让你去搅局 柳平满眼诧异 不破不利 破而后利 对 瑞锦曼重重地点头 帝都的某些家族行为嚣张 忘乎所以 必须有人站出来 打破这种局面 柳平满脸苦笑 为什么选择我 我只是一个医生 因为你是智臣的徒弟 帝都的很多家族 都受过智臣的恩惠 只要你振臂一呼 定然有人支持你 完全可以 向几个大家族叫板 目前你唯一要小心的是唐家 柳平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唐家没解掉楚镇雄的毒霸 唐家家主的弟弟唐建西 亲自出手 以失败告终 忽颜至难 也治不好楚春辉的丹田气海 有你师父的例子 两个家族估计已经猜到了你的身份 只不过没有证据 肯定盯着你不放 瑞锦曼认真地解释 柳平眼里闪过一丝灵力 我可不想当炮灰 静观欺变 如果他们遵守规则 我也不会过分 如果他们玩花样 我不介意灭掉唐家和胡言家 瑞锦曼拍了拍柳平的肩膀 眼里满是欣赏 不愧是志臣的徒弟 好消息是 上面已经放出风来 可以正面挑战 但如果玩阴谋 伤及普通人 影响稳定 绝不饶恕 柳平笑着点头 确实好消息 我等着他们出手 第151章 训练效果 第159章 检查效果2022 1 24 邱青雅躺在柳平的怀里 满眼愧疚 老公 我刚才说你身上臭 你生气了吗 柳平满眼不解 我为什么要生气 邱青雅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 认真地看着柳平 你在外面拼搏 无论多么辛苦 你都不会告诉我们 师娘说得对 加是你休息的港湾 我再也不埋怨你了 柳平捏了一下邱青雅的脸蛋 你是我老婆 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 我不会生气的 邱青雅点点头 话题一转 我和静姐商量过了 以后让青年跟在你身边 至少能提醒你 吃饭睡觉 行 柳平认真地点点头 邱青雅调皮地望着柳平 我们三姐妹 商量过了 搞一个简单的婚礼 把我们的父母都接来 吃一顿饭 就算拜堂了 你觉得行吗 柳平顿时惊呆了 傻傻地看着邱青雅 你们是认真的 邱青雅认真的点头 得到家人的认可 你就可以得静姐治病了 青年也可以名正言顺地 摘掉面纱了 柳平想了想 脸上写满不好意思 可以是可以 要过一段时间 邱青雅满眼激动 嗯 我们要准备婚纱 必须拍婚纱照 柳平郑重地点点头 寻补大赛结束后 我去找师傅 必须有师傅参加 我才敢白酒席 嗯 让师傅和师娘和好如初 邱青雅笑着点头 一夜无话 天刚放亮 柳平带着云青年 赶到训练场 江雅琳等人正面对着太阳 练习马步充拳 虽然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砖头 胳膊上帮着沙袋 但每个人在充拳的瞬间 都爆发出凌厉的威势 柳平暗暗点头 江雅琳等人已经今非昔比 掌握步伐后 进入实战队练 柴毅快步跑到柳平身前 恭敬的行礼 请教官指示 柳平满意地点点头 早饭后 休息半小时 抗击打训练 如果我有时间 会检查步伐的熟练程度 是 柳平看到 珍丽轩带着队伍 从远处跑了过来 招了招手 珍丽轩带着队伍 跑到柳平身前 大声喊道 立定 每名战士脸上 都挂着细密的汗珠 但呼吸均匀 目光坚定 柳平暗暗点头 负重多少 距离多远 除去沙袋和绑腿 负重60公斤 珍丽轩认真地回答 柳平指着曹冰问道 他们三人怎么样 珍丽轩撇了撇嘴 满眼羡慕 这三个家伙 不愧是武术世家弟子 简直是怪物 刚开始的三天不行 现在已经抄上来了 报告叫关 曹冰大声喊道 说 柳平打量曹冰几眼 曹冰眼里的傲气 已经消失殆尽 目光坚定 敬礼 随着曹冰的喊声 曹氏三兄弟 齐齐恭敬地敬礼 少来这套 柳平脸上露出笑容 半个月以内 你们必须负重80公斤 跑完80公里 否则没饭吃 保证完成任务 曹冰三兄弟大声回答 珍丽轩张大了嘴巴 瞪着眼睛看着柳平 柳平大声喊道 珍丽轩 到 柳平脸上露出斜斜的笑容 看着珍丽轩 一个月以内 你们必须达到负重80公斤 跑完100公里 有没有信心 珍丽轩满眼犹豫 低着头不敢回道 有没有信心 柳平大声怒吓 珍丽轩把心一横 瞪着眼睛 大声回道 有 君无戏言 柳平认真的看着珍丽轩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谢谢教官 珍丽轩转身看着所有队员 大声喊道 全体都有80公里越野 跑步走 曹沐宁走到柳平身边 兄弟 是不是太残酷了 柳平似笑非笑地看着曹沐宁 怎么 担心你的侄子了 曹沐宁苦笑着摇头 这倒没有 他们的进步有目共睹 我只是觉得 你太狠了 欲不拙不成气 目不雕不成才 柳平看了一口气 他们是战士 一旦上了战场 将直面死亡 我要炸出他们的极限 增加活命机会 曹沐宁认真的点头 我理解 说心里话 我是支持你的 柳平认真的看着曹沐宁 我要的东西 你们曹家有吗 曹沐宁拿出一个发黄的现装本 递给柳平 适合女子修炼的道家功法和柳业掌 我爷爷托人送来的 适合女子修炼 如果江亚林拥有内力 威力大增 柳平点点头 把书收了起来 我研究一下 如果适合女性 我传给江亚林 云新浩和康耀杰带着六名年轻人 赶到训练基地 柳平立即跑过去 笑着打招呼 云叔叔 康叔叔 你们来了 云新浩指着身后的年轻人 对柳平说道 这是云家和康家的年轻人 交给你了 云青岩挽着云新浩的胳膊 爸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我好去接你 云新浩满眼宠溺 我和你康叔叔约好了 就没打电话 柳平没有欺负你吧 云青岩撇了撇 满眼忧怨 他是个胆小鬼 柳平点点头 拿出手机 通知齐老虎过来 不一会儿 齐老虎快步跑了过来 柳平指着六名年轻人 对齐老虎说道 交给你了 你立即带着他们训练 下周编如真力轩的队伍 明白 齐老虎郑重地看着六名年轻人 眼神锐利 如果愿意接受训练 必须严格服从命令 你们能做到吗 六名年轻人互相对视一眼 都郑重地点头 跟我来 齐老虎领着六人离开 云星号把柳平拉到没人的地方 认真地看着柳平 小子 我女儿怎么还没摘下面纱 你小子是不是男人 柳平满脸尴尬 红着脸回答 云叔说 我想给亲眼点时间 我怕他后悔 云星号拍了拍柳平的肩膀 我知道你小子是什么样的人 但我提醒你 千万不要辜负喜欢你的女人 否则会遗憾转生 两个小时后 柳平疏通了云家和康家年轻人的经脉 把六名年轻人扔进浴缸 坐在训练场边观看训练 柳平快步跑到柳平身边 教官 你有时间了吗 柳平点了点头 让他们过来吧 江亚玲等人列队整齐 站在柳平身前 柳平说道 江亚玲 演练步伐 结合琴拿术 是 江亚玲应了一声 向前跨出两步 脚下演练步伐 手上施展琴拿格斗术 柳平静静地观察 发现了实际处漏洞 待江亚玲演练完毕 走到江亚玲身前 大声说道 全力向我攻击 江亚玲怒吓一声 手掌抓向柳平的肩膀 柳平双脚一挫 肩膀侧移 避开了江亚玲的攻击 招式用太老 速度慢 不法声音 江亚玲知道 柳平是在指点自己 暗暗感激 认认真真的演练招式 二十多分后 柳平跳出圈外 认真地看着江亚玲 明白了吗 江亚玲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没有完全明白 柳平满意地点点头 记住 任何时候 都要留有余力 为攻击先防守 我明白了 江亚玲点点头 马俊飞的电话打了进来 柳平立即接通 马总寻补 你找我 当然 我只要善方 你尽快过来 马俊飞笑着回答 第152章 至早先天 柳平给庞庆庚和周子硕 针酒后 叮嘱两人半个月后 再来江城 庞庆庚和周子硕 满眼地点头致谢 拎着药带离开江城 柳平坐在休息室 陷入沉思 半晌后 柳平拨通了梅小燕的电话 小燕 你派人进入精灵室了吗 我在精灵有酒吧 人员不多 需要做什么 梅小燕认真地访问 关注精灵巡捕的严打行动 尽可能收集犯罪分子的资料 切记不要打草惊蛇 如果可能 准备扩大精灵的情报网络 两个月以后 我会派人进驻精灵 柳平说出自己的计划 明白了 老板 请放心 柳平又拨通李勇的电话 勇哥 你在哪 马上来诊所 张庆和汪雅倩 坐在诊所的电脑前忙碌 两人身边 你们在弄什么呢 张庆抬起头 认真地看着柳平 我觉得雅倩的天赋不错 准备培养她 柳平笑着点头 看着张庆 坐下 我给你检查一下 张庆坐在椅子上 认真地说道 我感觉身体越来越好 准备明天去试医院 柳平检查完张庆的脉象 满意地点点头 继续服药 最多一个月 你就可以出院了 柳平又检查了汪春阳的情况 修改了药方 叮嘱汪春阳按时服药 李勇急风似火地走进诊所 找到柳平 兄弟 找我啥事 跟我来 柳平领着李勇走进休息室 郑重地看着李勇的眼睛 勇哥 你想不想 成为真正的先天舞者 李勇眼里放出光芒 浑身颤抖 瞪着眼睛盯着柳平 兄弟 你有办法让我成为先天舞者 柳平郑重地点头 李勇恭敬地给柳平进了一个礼 我一直想成为真正的舞者 无论多么困难 我都能坚持 柳平表情严肃 目光严厉 有几件事 如果你能做到 我才能帮你 李勇认真地点头 请说 柳平不错眼珠地看着李勇 第一 不许为非作歹 以武犯禁 第二 你要跟着我三年 哈哈 李勇开怀大笑 放心 我曾是军人 永远是军人 绝不会为非作歹 我跟定你了 即使你赶我走 我也不会离开的 柳平知道 李勇是个一诺千金的男人 绝不会反悔 满意地点点头 正经危坐 跪下 我代师收徒 李勇恭恭敬敬地 给柳平刻了三个响头 柳平拉起李勇 认真地说道 师父叫岳志成 绰号鬼手神针 一五双绝 从现在开始 我代师传你功夫 望你将来能成恶扬善 光大师门 我会的 李勇郑重沉默 柳平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 我逼你入门走 我是师兄 你是师弟 李勇郑重地 给柳平行了一个礼 见过师兄 柳平领着李勇走进治疗室 锁好房门 边给金针消毒 边说道 脱去医库 一剑不留 仰躺在治疗床上 我要打通你的认读二脉 无论多么痛苦 你都要忍住 明白 李勇脱去医库 一眼躺在治疗床上 柳平疏通过李勇的全身经脉 只是没有打通李勇的认读二脉 柳平左手拿起一枚金针 刺进李勇的慧音学 右手放在李勇的丹田气海上 认真地看着李勇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柳平的内力 沿着右掌 出言提醒 我要冲关了 忍着点 明白 柳平的内力 疯狂涌入李勇的丹田气海 像洪水一样冲向慧音学 啊 李勇感觉一股无法言语的剧痛 瞬间涌入脑海 忍不住大声惨叫 柳平感觉李勇并无异样 全力冲击 疼死我了 李勇感觉慧音学刺痛男人 脸上冒出冷汗 紧咬牙关 双拳紧握 身体绷紧 柳平知道 必须一蹴而就 否则 李勇会承受更多的痛苦 深吸一口气 猛地催动内力 疯狂轰击慧音学的壁垒 啊 柳平再次惨叫 哄 柳平感觉李勇身体一震 内力迅速冲过慧音学 进入督脉 转眼到达百慧学 李勇感觉疼痛瞬间消失 清凉的气流在体内流动 所过之处 舒适无比 放松 记住运行路线 柳平急忙提醒李勇 拔出金针 催动内力 沿着阴阳五行诀的功法线路运行 李勇身体素质极其强悍 阴阳五行诀 把李勇的身体潜力挖掘出来 每运行一个周天 李勇的内力壮大一分 不由得暗暗撑奇 转眼过去了两个小时 柳平抬起手掌 面带微笑 看着李勇 感觉怎么样 李勇翻身坐了起来 穿好衣服 哈哈大笑 我感觉浑身充满力量 柳平笑了笑 认真地提醒李勇 各种注意事项 记住 运功之时 要全身放松 保持空灵状态 脑子里什么都不要想 用一年控制内力 沿着经脉运行 李勇郑重地点头 我试试 两人走进空闲病房 柳平认真地说道 盘膝坐在场上 闭目放松 运转功法 我守着你 李勇一眼 坐盘坐在床上 深吸了几口气 身体渐渐放松 进入修炼状态 柳平看到李勇渐渐进入状态 不愧是军人 意志坚定 暗暗点头 假日十日 跨入先天巅峰 并不是梦想 转眼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柳平看到李勇气息稳定 神色正常 悄悄地退出房间 汪雅谦好奇地望着柳平 平哥 勇哥怎么了 叫得好惨 柳平脸色一正 认真地叮嘱两人 你们注意点 千万不能让人打扰李勇 记得给他留饭 张庆郑重地点头 放心吧 柳平回到休息室 拿出曹慕宁 交给自己的现装书 封页上写着 洗水工三个字 柳平连续看了十几页 对功法有了大致的了解 可是说是针对女性的特点 定制的洗水工法 排出体内杂志 延缓衰老 柳平心中一喜 这个工法适合蓝衔镜修炼 能从根本上改变蓝衔镜的体质 柳平又看了一遍柳叶掌 暗暗称赞 配合洗水工 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女性的潜力 心里充满期待 台湾看了一眼时间 驱车向训练基地驶去 柳平把江亚玲领进自己的办公室 认真地看着江亚玲 我有一套适合女性修炼的功法和长法 可以传授给你 但你必须改掉暴躁的脾气 江亚玲撇了撇嘴 美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 我为什么要改 爱教不教 柳平表情严肃 眼神锐利 你脾气暴躁 出手很辣 很容易伤人 如果你的脾气不改 我是不敢教你的 江亚玲顿时愣住了 沉默了几分钟 满眼不解地望着柳平 为什么要传给我 柳平撇了撇嘴 瞪着眼睛盯着江亚玲 你饥饿如愁 我不想看到你被真正的高手弄死 这个王八蛋竟然知道关心人 江亚玲心里涌起一丝感动 认真地点点头 我会改的 能不出手 绝不出手 第153章 酬剑药厂 两人走进江亚玲的房间 江亚玲想起疏通经脉的过程 脸顿时红了 心跳加速 低着头 小声问道 需要我怎么做 柳平笑着摇头 你什么都不需要做 仰躺在床上即可 终于不用 被王八蛋看光了 江亚玲暗出了一口长气 躺在床上 柳平认真地看着江亚玲 打通任多二脉的过程相当痛苦 如果你害怕 我可以点你的昏睡雪 江亚玲相当好奇 摇了摇头 我能停住 柳平拿过江亚玲的毛巾 用水浸湿 交给江亚玲 叼着 别咬到自己 真的很疼吗 江亚玲半信半疑 把湿毛巾拿在手里 柳平的左手掌 放在江亚玲的丹田气海上 表情严肃 你最好叼着毛巾 全身放松 江亚玲极不情愿地 把毛巾放进嘴里 我必须一鼓作气 你忍着点 柳平的内力 慢慢进入江亚玲的丹田气海 沿着任脉抵达慧音学 准备好了吗 江亚玲满眼好奇地点了点头 哄 柳平的内力 猛地轰在任多二脉的壁垒上 啊 江亚玲惨叫一声 毛巾被喷了出来 忍不住开口大骂 王八蛋 疼死我了 忍住 柳平语气冰冷 继续加大内力 啊 江亚玲再次惨叫 泪流满面 声嘶力竭地大喊 王八蛋 点我的昏睡穴 柳平心中暗笑 右手点在江亚玲的昏睡穴上 江亚玲头一歪 陷入深度昏睡中 几分钟后 柳平感觉江亚玲身体一震 内力冲破慧音学 沿着都脉抵达百会 又沿着任脉进入丹田 柳平催动内力 在江亚玲的任都二脉运行了几周 确认并无异常 把内力导入江亚玲的丹田 抬起手掌 解开江亚玲的睡穴 江亚玲慢慢睁开眼睛 身体的不是完全消失 深吸了几口气 感觉身体无比轻松 愣愣地望着柳平 这就完了 柳平点点头 第一步完成了 你以后每天抽出三个小时 盘膝静坐 一手丹田 江亚玲满眼迷茫 愣愣地反问 一手丹田 啥玩意 柳平指着江亚玲的丹田气海 详细解释 这里是丹田气海 意念专注此处 身体放松 心平气和 呼吸节奏缓匀 你现在试试 江亚玲半信半疑的盘膝 坐在床上 闭着眼睛 身体慢慢放松 柳平出言提醒 调整呼吸节奏 保持均匀 江亚玲慢慢进入状态 向老僧入定 柳平没想到暴躁的江亚玲 竟然能轻松进入状态 暗暗赞叹 悄悄地走了出去 直到晚饭时间 江亚玲才走出房间 脸上挂着羞红 走到柳平身边 满脸激动和兴奋 柳平 谢谢你 我现在浑身轻松 毫无疲惫感 这就是功法吗 柳平笑着摇头 只是入门 让你的心平静下来 等你习惯了 才能开始修炼功法 江亚玲知道 柳平不会欺骗自己 认真的点头 等你觉得我可以修炼了 再教我吧 接下来的半个月 柳平要么待在食中医院 为志愿者治疗 要么待在诊所参与一诊 指导学生针灸技法 偶尔指导李勇 练习阴阳五行步和五行掌 周日 柳平雷打不动地出现在训练场 指导江亚玲等人训练 一诊结束了 陈宏蕊三人在汪亚倩的帮助下 把病例分门别类入电脑 志愿者的病情全部好转 虽然距离痊愈还有一段时间 但每个人都看到希望 积极配合治疗 患者家属不时出现在夏飞的直播间 向粉丝介绍亲人的恢复情况 夏飞的直播间越发热闹 粉丝数量猛增 柳平用了三天时间研究一诊病例 配置出十几种 调理男女常见体质的药物 柳平 蓝贤静和黄老三人 坐在阉扇方的二楼包厢里 柳平把十几个纸包放在桌子上 黄老 静姐 这是我根据男女的不同体质 配置的调理身体的药物 可以投产了 黄老笑着点头 柳平 你直接给医症打电话 具体的事情 你们商量 我老了 只想和秋老 康老喝茶聊天 蓝贤静认真地看着柳平 在药店销售吗 柳平认真地摇头 不供应药店 只在诊所和医院使用 药效稳定以后 再考虑销售策略 蓝贤静笑着点头 我先去申请专列 你慢慢调整配方 两不耽误 如果不用大量生产 可以在化妆品厂 增加一条生产线 不行 柳平直接否定了蓝贤静的建议 安全起见 每条生产线 只能生产一种药物 蓝贤静倒吸了一口凉气 十几条生产线啊 需要好大的地方 柳平点点头 土地的问题交给我 我联系田氏手 看看有没有废弃工厂 我找人联系生产线 蓝贤静说道 田财汉得知 柳平要修建药厂 大家赞赏 把一个废弃的工厂 卖给柳平 柳平立即联系陈建宏 派驻工程队进驻废工厂 按照化妆品厂的标准 重新修建厂房和办公室 陈建宏认真地说道 柳平 医院大楼已经出具规模 我觉得药品仓库小了点 没动工 现在修改仓库的设计 陈建宏脸上写满期待 我订购的大理石围墙和特种草皮 这几天到货 半山别墅将成为 江城名副其实的高档别墅 大理石围墙 柳平顿时瞪大了眼睛 陈叔叔 是不是太奢侈了 哈哈 陈建宏大笑几声 我也不想奢侈啊 但是其他材料 都会破坏半山别墅的整体美感 周六下午 柳平把孔红玉 彭胜瑞 郎道如 和范子勋四楼 请到药膳方 孔红玉满脸笑意 柳平 又有什么好事 柳平也没客气 有两件事与四老商量 范子勋大声催促 快说 商量完好喝酒 好几天没喝药酒了 都快馋死了 柳平开门见山 我准备生产十几种 调理身体的药物 想在医院和普及堂销售 彭胜瑞满眼惊喜 你是根据一诊收集的病例总结的 柳平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郎道如点点头 完全可以 乔广城等学生 也能轻松查出个人体质 我没问题 还能省去很多麻烦 孔红玉期待地望着柳平 第二件事呢 柳平犹豫着说道 我想用贾秀婷和世民山的病例做讲义 搞一次交流会 探讨中医治疗癌症和尿毒症的可行性 寻找中医人才 好 彭胜瑞猛地一拍大腿 孔红玉沉思片刻 认真地看着柳平 你给管明杰 让他联系几个中医圣手 柳平笑着点头 时间呢 定在半个月以后 行吗 可以 第154章 中医交流 晚上 柳平亲自宴请管明杰和管心仪 管明杰得知 柳平要搞中医交流会 顿时瞪大了眼睛 死死地盯着柳平 足有三分钟 没有说出一个字 柳平满脸无奈 管老 你是不是觉得我自不量力 管明杰摇了摇头 满眼欣慰 重重地拍了拍柳平的肩膀 柳平 我以为我很看重你了 没想到还是小看你了 你的心胸远超其他人 柳平笑了笑 管老 我不在意名声 更不在意金钱 我只想为中医做点事 我已经与恐红玉四老商量过了 希望把治疗癌症和尿毒症的方法 在江城中医界推广 没有其他意思 管心仪感觉如遭重击 愣愣地望着柳平 我只知道张庆 你还有其他病人 都治好了 柳平笑着点头 治愈了一名肺癌术后复发患者 一名肝癌中期患者 还有两名尿毒症晚期患者 管明杰表情沉重 若有所思地看着柳平 中医医生的基础和素质不一样 想大范围推广 不太现实 柳平重重地点点头 表情凝重 是的 要想全面推广 难度极大 管心仪看了一眼管明杰 柳平 我能请我的导师参加交流会吗 柳平高兴地点点头 满眼兴奋 当然可以了 只要是喜欢中医的人 都可以来参加 唉 管明杰叹了一口气 郑重地看着柳平 虽然你的想法很好 但也招人恨啊 忽颜家族 东方家族 巴蜀的唐家等 以医术文明的传承家族 肯定来拆台 你要有心理准备 柳平无所谓地笑了笑 如果他们能提出建设性意见 我会欢迎 如果是来拆台的 我不介意收拾他们 他们的那点自傲和私心 我还没放在眼里 我会打碎他们的自傲 让他们颜面扫地 管明杰笑着点头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西医来挑战你呢 柳平脸上写满自信 大声说道 让他们来吧 历史的舞台 是给胜利者准备的 我不怕 我还年轻 有的是时间 管兴怡满眼一彩 心中暗道 这个狂妄的家伙 不仅医术强悍 也很男人 比那些自以为是的 男同学强多了 柳平 既然你决定了 我会尽力说服老朋友 请来参加交流会 管明杰郑重承诺 柳平回到别墅 把想法向瑞锦曼 和邱青雅三女讲了一遍 瑞锦曼满眼担心 柳平 你这个决定 是不是有些莽撞了 不仅全国的中医会盯着你 国内有名的西医 也会认为 你是在挑战他们的权威 柳平不以为意 满脸笑意 师娘 假使我真的向他们挑战 他们能怎么样 我会安排重症患者 当场让他们救治 我真想看看他们 是什么表情 瑞锦曼瞪了柳平一眼 没好气地训斥 即使你赢了 又能怎么样 柳平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师娘 如果我赢了 还需要宣传中医吗 瑞锦曼顿时愣住了 沉思了几秒 认真地看着柳平 你就不怕东方家 和胡言家借机发难吗 发难 柳平大笑几声 师娘 你觉得东方家和胡言家 敢当众承认 他们早已经掌握了 中医治疗癌症的方法吗 为什么不敢 云青岩插话反问 瑞锦曼顿时明白了 柳平的话外音 轻轻地敲了一下子 柳平的脑门 你小子 一肚子坏水 云青岩满眼迷茫 不明所以 蓝贤静笑着解释 东方家和胡言家 不仅不会发难 反而会帮着柳平 对付西医 这点大意 大家族还是有的 云青岩恍然大悟 笑眯眯地看着柳平 我的男人 你太坏了 瑞锦曼名嘴轻笑 瞥了一眼柳平 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也只有他这个傻小子 能干得出来 柳平笑了笑 眼里闪过一丝寒光 语气冰冷 我会把那些自以为是 眼里只有钱的所谓名医 全部打下神坛 邱青雅满眼担忧 老公 你这是要与全天下的医生为敌啊 柳平笑了笑 别担心 我心里有数 管心仪回到家 立即拨通了导师谢明康的电话 老师 没打扰你吧 谢明康听出是管心仪的声音 笑着询问 心仪啊 有什么事 老师 我现在江城 一家私人中医诊所的老板 想搞中医治疗癌症和尿毒症的交流会 爷爷让我问问你 你有空吗 管心仪知道柳平太年轻了 实话实说 导师肯定不会相信 只好把管明杰抬了出来 谢明康心神一阵 沉申问道 有成功案例吗 管心仪如实回答 晚期尿毒症 治愈了两例 肝癌中期和肺癌术后复发的患者 也即将出院 胃癌中期患者正在恢复 谢明康如遭雷击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大声问道 都是用纯中医手段治愈的 管心仪沉默了几秒钟 老师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你还是问我爷爷吧 好 谢明康立即拨通了管明杰的电话 询问具体细节 晚上 柳平又研究一遍洗水精的功法 确认记忆无误 盘膝运功 一夜无话 天刚萌萌亮 柳平驾车载着云青岩 抵达训练基地 基地内已经热火朝天 各组队伍都在训练 江雅玲等寻步在马步充全 甄丽轩带着手下越野跑 断疯子领着二十多人进行抗击打训练 吃过早饭 柳平把江雅玲叫到办公室 江雅玲满眼期待 柳平 我可以修炼了吗 柳平笑着点头 我先检查你的脉象 如果没有问题 从今天开始 正式修炼 Oh Yeah 江雅玲高兴地跳了起来 像一个得到糖果的小女孩 柳平手指放在江雅玲的手腕上 不由得大吃一惊 江雅玲的丹田气海充盈无比 只要修坚持修炼 随时可以突破 忍不住脱口询问 雅玲 你一直坚持静坐吗 江雅玲点头回答 是啊 每次静坐后 我都感觉全身充满力量 一直没有间断 盘西坐好 我叫你运功路线 柳平把手掌放在江雅玲的丹田气海上 催动内力沿着洗水晶的功法运行 二十几个循环后 柳平说道 用一年控制内力沿着刚才的路线运行 江雅玲一眼控制着内力缓慢运行 不知不觉 进入真正的修炼状态 柳平感觉江雅玲气息平稳 心中暗道 也是个怪胎 不知道将来能成长到何种程度 第155章 宣传计划 江雅玲睁开眼睛 呼出一口浊气 浑身充满力量 房间里弥漫着难闻的气味 快步跑进洗漱间 江雅玲洗漱完毕 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脸上带着淡淡的光泽 脸蛋白嫩带着桃红 不由的暗喜 王八蛋也不是一无是处 教给自己的功法 竟然能起到美容的效果 柳平看到江雅玲仿佛变了一个人 身上隐隐泛起强悍的气息 满眼惊诧 张大了嘴巴 江雅玲看到柳平的诸葛样 心中暗血 脸色飞红 你怎么这样看着我 柳平抓住江雅玲的手腕 仔细感应江雅玲的气息 不住地点头 后天后期巅峰 太妖孽了 江雅玲满眼骄傲 我感觉实力提升了一大截 跟我来 柳平领着江雅玲走进训练场 把柳叶掌传给江雅玲 江雅玲打通了任督二脉 悟性和记忆力猛涨 仅用了两个多小时 便掌握了柳叶掌的精髓 柳平满意地点头 雅玲 以后勤家练习 最好把步伐融入到柳叶掌里 实力还能提升 江雅玲认真的点头 我会的 柳平看到各组队员 都在认真地训练 与云青岩回到药善方 如何发布中医交流会的消息 需要邀请哪些人 如何应对媒体记者 很多细节问题急需完善 柳平拨通了夏飞的电话 夏飞 有空吗 夏飞半开玩笑地调侃 如果你有事 我就有空 你若你没事 我就没空 柳平语气带着一丝兴奋 还真有事 而且是大事 夏飞立即说道 我正在和闺蜜逛街 你在哪 我立即过去 要善方 我让人准备韭菜 云青岩似笑非笑地看着柳平 夏飞也够悲催的 好不容易有个周末 还被老板呼来唤取 柳平脸色一正 让夏飞负责中医交流会的宣传活动 云青岩也点了点头 夏飞确实合适 不一会儿 夏飞与闺蜜走进包厢 夏飞身穿紫色长裙 靓丽而不失成熟 夏飞的闺蜜一头披肩长发 两只会说话的大眼睛 身穿牛仔装 干脸精明 夏飞感觉脑子不够用了 柳平不是邱青雅的未婚夫吗 怎么还是秦仙子的男人 愣愣地望着柳平 柳平满脸尴尬 无奈地点头 青岩 你摘掉面纱吧 以后不想戴 就不要戴了 嗯 云青岩慢慢再去面纱 仿佛瞬间亮了不少 哇塞 太美了 夏飞被云青岩的容貌惊呆了 忍不住发出惊呼 云青岩身穿汉服 双眼明亮 肤色洁白 举止优雅 宛若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 魏璇看了一眼夏飞 虽然自己和夏飞也是一个大美女 可是与云青岩相比 气质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云青岩脸色微红 让夏小姐见笑了 柳平急忙转移话题 夏飞 我找你来 是想和你商量一下 如何宣传中医交流会 中医交流会 夏飞愣住了 满眼迷茫 我没听你说过啊 什么情况 柳平认真的把自己的想法讲了一遍 夏飞和魏璇都张大了嘴巴 被柳平的想法惊呆了 柳平 你是认真的 夏飞脸上挂着疑惑 满眼不解 柳平笑着点头 当然 夏飞沉默了几分钟 表情凝重 柳平 中医的传统是封闭的 你要打破传统 对百姓来说是好事 对于哪些垄断中医技术的家族 无异于灭顶之灾 他们会恨死你的 柳平面无巨色 语气平淡 他们恨我 又能如何 魏璇满脸惊讶 脱口而出 我知道几个中医家族 势力庞大 无论是在官场 还是在商场 都有人脉 如果这些人联合起来 你能扛得住吗 柳平暗暗点头 不愧是记者 直接点出问题的关键 赞赏地看着魏璇 依你之见 他们会如何对付我 魏璇没想到 柳平会直接把问题抛给自己 沉思了几秒 官家的人为难你 中医家族只能垄断药材资源 挑战你的医术 柳平仍然面带微笑 继续发问 即使我失败了 能失去什么 夏飞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为天下百姓为敌谋福利的事情 值得做 即使与所有中医世家为敌又如何 如果中医家族自不量力 灭了就是 我相信我的男人有这个能力 云青岩虽然面带微笑 但与其冰冷 带着令人恐惧的杀气 魏璇没想到 宛若仙子的云青岩 竟然也有凶悍的一面 夏飞认真地看着柳平 你希望官方介入吗 柳平摇摇头 如果官方参与 味道就变了 魏璇眼里冒出一彩 不好意思地看着柳平 你能把淮安省的报道全丢吗 柳平暗暗点头 魏璇也是一个精明之人 你想要淮安省的独家报道全 嗯 魏璇认真地点头 柳平笑了几声 指着夏飞 夏飞是诊所的新闻官 只要涉及宣传的事情 都由夏飞负责 只要他同意 我不会反对 魏璇满眼难以置信 非非 是真的吗 夏飞无奈苦笑 魏璇 你不知道老板有多懒 除了治病救人和吃饭 其他事情都交给别人 诊所由三个没毕业的丫头负责 说明 我男人信任你们 云青岩笑着插话 等我几分钟 我问一下台里的意见 魏璇拿着手机走了出去 柳平认真地看着夏飞 我只有两个要求 第一 任何人都只能以个人身份参加交流会 第二 时间定在本月25号 还有半个月时间 在此期间 你要招募实名癌症术后复发 西医束手无策的重症患者 患者必须在24号之前抵达江城 夏飞明白柳平的意图 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明天发布消息 魏璇一脸激动 满眼兴奋地回到包厢 台里同意了 直播报道团队连夜过来 每天中午和晚上 在新闻中播出 不过 柳平满眼诧异 不过什么 魏璇不好意思地看着柳平 台里希望能获得独家报道权 柳平看着夏飞 你的意思呢 夏飞眼里闪过一丝狡诈 可以 交流会开始以后 省电视台必须全程直播 电视台收取的广告费 要给诊所一半 柳平笑着点头 听你的 上菜 喝酒 第156章 各家反应 吃过饭 夏飞和魏璇商讨宣传的细节问题 柳平和云青岩离开药善方 周一上午 夏飞在直播间公布了中医交流会的消息 公布了报名电话 提醒粉丝 登陆淮安省电视台的官方网站 查看参加中医交流会的具体要求 淮安省电视台在五间的新闻节目中 播出了参加中医交流会的具体要求 江城电视台台长陆雪娟 没想到省电视台播出了诊所新闻 心急如焚 犹豫着拨通了田财汉的电话 田失手 柳平拒绝接受我台记者采访 你能帮帮忙吗 田财汉深知柳平的性格 决定的事情是不可能改变的 语气沉重地说道 换做别人 我可以试试 你们得罪了柳平 我无能为力 唉 陆雪娟叹了一口气 无奈地说道 失手 都是我的错误 我愿意承担责任 柳平痛恨屈烟腹事之人 你不该把夏菲逼走了 好自为之吧 陆雪娟听到耳机里 传出嘟嘟的声音 放下电话 陷入沉思中 中医交流会的消息 快速发酵 恐红于四老不时接到电话 询问中医交流会的具体事宜 四老也是不厌其烦地解释 华夏中医要大学的会议室 校长郝海斌正经微坐 谢明康等八名老教授 坐在会议桌周围 郝海斌眼里带着一丝期待 语气平静 你们谁想去参加交流会 我是肯定去的 谢明康首先表态 一名带着眼睛的老教授 吃惊望着谢明康 谢教授 一个私人诊所的年轻医生 值得你如此重视吗 年轻医生 谢明康重复一句 认真的看着说话的教授 出言反问 钱教授 你我都从一多年 治好了几个癌症术后复发 被判了死刑的患者 钱亦满脸尴尬 张了张嘴 没有说出一个字 谢明康摇头苦笑 管明杰是我的老朋友 一生中医 医术不在我之下 他亲口告诉我 柳平的医术远在他之上 柳平现在接诊了 二十多名癌症晚期患者 刚刚过去十多天 患者的情况越来越好 郝海斌瞪着眼睛盯着谢明康 康教授 你说的是真的 谢明康美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 我老头子一辈子没说过假话 你们可以去搜索夏飞的直播间 整天直播柳平的诊所 接诊病人的消息 你也可以联系江城的孔红玉等人 江城中医院的孔红玉 曹广鹏教授问道 谢明康点点头 孔红玉的人品 你们信得过吧 他把自己的研究生都交给柳平了 他告诉我 柳平已经治好了一名肝癌晚期患者 两名中毒尿毒症患者 一名肺癌术后复发患者 还有一名肝癌中期患者 和一名胃癌中期患者即将出院 这么厉害 确实值得参加 前一点头说道 华夏西北的新庆福 忽颜家的别墅 家主忽颜智科把忽颜智福 忽颜智男和忽颜智宇三个弟弟 交到议事厅 忽颜智科脸色阴沉 柳平以个人名义 召开中医交流会 你们有什么看法 忽颜智男沉思几秒 我觉得柳平的医术绝不简单 唐家对他的毒药无能为力 我们应该去看看 也许能有所收获 忽颜智宇撇了撇嘴 满眼不屑 孤名钓鱼之徒罢了 一个年轻人 能有几分本事 忽颜智科摇了摇头 语气沉重 你们还记得鬼手神针吗 他成名的时候 年纪也不大 鬼手神针当年压得忽颜家 抬不起头来 是忽颜家永远的痛 忽颜智科认真地看着忽颜智福 智福 你代表忽颜家去看看 顺便打听鬼手神针的消息 行 我让人报名 东方家族位于敏岳省的敏州市 传承久远 东方广盛 年近古西 东方家族的现任家主 是明阳敏岳的中医圣手 乐善好师 东方家族在东方广盛的带领下 玄一格的名字 响彻明月生 深得百姓信任 东方广盛的弟弟东方杨帆 东方志忠 东方才名和妹妹东方兰雅 东方秀丹 都是忠一圣手 东方广盛把弟弟 妹妹和堂弟东方俊怡 召集到会议室 俊怡 你接触过柳萍 说说你的看法 东方广盛看着东方俊怡 问道 东方俊怡想了想 此子绝非常人 功夫深不可测 医术远在我之上 东方兰雅知道 东方俊怡虽然性子温和 但骨子里相当孤傲 没想到东方俊怡 对柳萍的评价如此之高 狐疑地看着东方俊怡 俊怡哥 你很少佩服谁 柳萍的医术 真的很厉害 东方俊怡深以为然地点头 我很佩服他 不仅医术高超 而且杀法果断 灵狐家族 就是因为柳萍 而被灭掉 东方广盛满眼期待 如此年轻俊杰 我倒是想见见 柳萍以个人名义 召开中医交流会 绝不是孤名钓鱼 我们东方家一定要参加 凭我对柳萍的感觉 一定会有收获 东方俊怡认真地说道 哈哈 东方广盛开怀大笑 不管柳萍的目的是什么 只要立于中医发展 我们东方家就不能落后 东方兰雅笑着点头 我也很想见见这个年轻人 东方广盛目光优远 要想提高家族的传承医术 必须打破传统 兼收众家职场 东方杨帆认真的目光 从每个人的脸上扫过 大哥说得对 当年我们错过了 与鬼手神针交流的机会 这次不能再错过了 年轻人更应该出去看看 增长见识 东方广盛笑着点头 我 兰雅 俊怡带着家伟 贤正 卫星和惠宇 是个年轻人去江城 巴蜀唐家 会议室里气氛沉重 唐德西表情极其珍重 见熙 你确定柳萍 是鬼手神针的弟子吗 唐见熙认真的点了点头 根据楚家掌握的消息 柳萍曾经用金针给病人治病 还有一个原因 柳萍出手对付楚家人 毫不留情 不可能啊 唐德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极像是自言自语 又像是说给他人 鬼手神针并不懂毒药 柳萍的一身毒术 有是从哪里来的呢 唐明熙眼里露出贪婪之色 大哥 柳萍手里肯定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要不要把柳萍抓来 哎 唐德西叹了一口气 满眼无奈 柳萍手里的东西 我们唐家是一定要得到的 只是现在不能动手 柳萍家保持联系 希望柳萍参加武术大会 晚上六点 夏菲把一张纸交给柳萍 老板 祝贺你 报名人数已经超过了50人 东方家和胡言家都报名了 第157章 副总寻补 转眼四天过去了 报名人数超过百人 柳萍接到马俊飞的电话 赶到江城市寻补房 参加会议 包括苏薇贺在内的中层领导 全部出席会议 马俊飞指着柳萍 向与会人员介绍 大家都认真柳医生吧 他是江城市寻补房的总教官 级别与我相同 以后经常出席会议 大家欢迎 啪啪 会议室内响起掌声 苗剑中 皮里中和严全三人 是副总寻补 三人互相对视一眼 摇头苦笑 温神公开参加寻补高层会议 目的很明确 就是威慑不安分之人 三人的目光落在苏薇贺的脸上 暗暗羡慕苏薇贺能教好柳萍 柳教官 第一次参加会议 讲几句吧 马俊飞笑着建议 柳萍点了点头 恭敬的敬礼 语气庄重 说实话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寻补 大部分精力放在诊所和医院 在此表个态 如果寻补房需要我执行任务 我绝不会推辞 啪啪 马俊飞和苗剑中带头鼓掌 在座的人 我认识的人不多 希望以后大家多交流 共同守护江城的安宁 柳萍说完 坐回到椅子上 马俊飞拿出一份文件 大声宣读 任命苏维赫 担任江城市总巡捕 任命柳萍 担任江城市副总巡捕 兼格斗总教官 免去马俊飞 江城市总巡捕的职务 另有任用 啪啪 会议室里响起掌声 马俊飞面带笑容 目光从与会人员 脸上扫过 请苏总巡捕讲话 苏维赫庄重的敬礼 眼神坚定 我会加倍努力 带领江城巡捕 劫心尽力为百姓服务 绝不辜负百姓的期望 马俊飞面带微笑 看着柳萍 柳副总巡捕 江城的地下势力 都被你收服 治安情况有目共睹 说两句吧 柳萍明白马俊飞的意思 立即站起身 我很佩服苏总巡捕 他为人正直 心里装着江城百姓 我将全力支持 苏总巡捕的工作 另外 我郑重警告在座诸位 过去的事情 我不会追究 但是 如果以后胆敢为虎作娼 触犯刑律 我绝不轻饶 苗剑中等人都不由地冒出冷汗 温神绝不是开玩笑 是真敢杀人的 以后只能乖乖地 遵从苏维赫的命令 苏维赫满眼感激 向柳萍点了点头 苗剑中第一个站出来表态 我在此正式表态 绝对服从苏总巡捕的命令 毗里中和严权 以及其他中层人员 也都明确表态 全力支持苏维赫的工作 马俊飞暗暗点头 这就是柳萍 威严无比可怕的温神 柳萍站起身 看着苏维赫和马俊飞 二位总巡捕 我现在以百姓中医诊所的身份 请巡捕方帮忙 苏维赫满眼不解 诊所怎么了 谁敢去诊所搞事 没人去诊所搞事 柳萍笑着摇头 说出想法 我正在筹备中医交流会 到目前为止 来自各地的报名人数 已经超过百人 帝都中医大学的教授 和传城久远的中医家族 都已报名参加交流会 我希望江城的巡捕 全部行动起来 维持秩序 疏导交通 给远来的客人留下好印象 苏维赫认真地点点头 这是大事 绝不能给江城丢脸 柳萍认真的望着马俊飞 马总巡捕 请转告田市首 我建议开展一次商业大检查 把那些倚次充好 以假乱真的商家赶出江城 特别是餐饮业 一定要保证食材新鲜 绝不能出现食物中毒事件 马俊飞暗暗苦笑 虽然知道柳萍 再给自己下任务 但也能点头答应 苏维赫沉思几秒 看着柳萍 江雅玲等人怎么样了 能回来执行任务吗 柳萍笑着点头 可以 江雅玲等人实力大增 可以负责解决突发事件 柳萍 能不能让齐老虎的保安公司 维持街头秩序 马俊飞提出自己的想法 齐老虎手下有几百人 如果全部上街维持秩序 江城将成为整个淮安省 最安全的地方 苗剑中等人都满眼期待地望着柳萍 可以 柳萍点头答应 我会通知齐老虎 让所有保安 统一着装 佩戴志愿者的受戴 24小时巡逻 维持各个路口的秩序 啪啪 会议室里响起热烈掌声 有了几百名保安 维持城市秩序 想混乱都难 在我正式离开巡捕房之前 我还有一件事 你们等我一下 马俊飞笑着走出会议室 几分钟后 马俊飞端着一套巡捕服装 回到会议室 走到柳萍身前 去隔壁的房间换上 柳萍没有拒绝 拿着衣服走了出去 几分钟后 柳萍身穿鼻挺的巡捕服 走进会议室 众人眼睛一亮 柳萍棱角鲜明 身材鼻挺 在巡捕服的衬托下 更显得英俊潇洒 不错 不错 这套衣服很适合你 马俊飞出言称赞 柳萍给众人行了一个礼 满脸歉意 苏总巡捕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 我走了 病人在等着我 等一下 我们一起走 马俊飞给所有人敬礼后 与柳萍一起离开巡捕房 柳萍看了一眼马俊飞 你什么时候上任 现在去哪 我送你 走吧 一起去施首办公室 马俊飞笑着回答 田财汉已经收拾好东西 郑重地看着马俊飞 俊飞 明天就要在这里办公了 准备好了吗 马俊飞眼里带着兴奋和期待 压力山大 田财汉拍了拍马俊飞的肩膀 指着柳萍 俊飞 我教你一招 遇到困难 交给这小子 保证能解决 哈哈 马俊飞内心的一丝紧张 顿时烟消云散 我也是这么想的 以后江城的经济发展 由柳萍负责 让我负责发展经济 你们开什么玩笑 柳萍顿时瞪大眼睛 毫不犹豫地出言拒绝 田财汉认真地看着柳萍 柳萍 俊飞没有说错 药厂投产 医院建成 不仅能解决就业问题 随着医院声明确起 来江城就医的人会越来越多 将带动江城的旅游产业 田财汉的话是对的 柳萍不由地呆住了 柳萍上去药膳方 全当给你送行 可以 田财汉点头答应 看到柳萍目光呆滞 拍了一下柳萍的肩膀 小子 想什么呢 柳萍猛地醒悟过来 认真地说道 如果真如你们所料 必须建立完善的市场管理制度 不能让步伐商贩 毁坏城市形象 田财汉眼里露出赞赏之色 笑着说道 相关部门正在调研 调研结果出来以后 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 柳萍穿着巡补房 感觉浑身不知在 像做贼一样 没有其他事情 我走了 田财汉叫住柳萍 出言询问 再等一会儿 需要医疗系统的人 参加交流会吗 不用了 柳萍摇头拒绝 离开市首办公室 第158章 主题幸福 柳萍驱车抵达秋市大厦 保安都认识柳萍 看到柳萍穿着副总巡补制服 都瞪大了眼睛 恭敬的行礼 邱青雅和韦一静正在商量事情 两人看到柳萍身穿鼻挺的巡补服 都惊呆了 维一静运太明显 脸上带着浓浓的母爱 满眼疑惑地看着柳萍 柳萍 你怎么跑去当巡补了 不开诊所了 柳萍笑着摇头 坐在维一静身边 手指放在维一静的手腕上 维姐 感觉怎么样 维一静满意地点头 姐每半个月喝一次安胎药 感觉很好 前几天刚刚做了胎检 胎儿一切正常 柳萍抬起手腕 满意地点头 满眼期待 我能吃药膳吗 柳萍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 当然可以了 有我在 你还怕什么 走吧 我也饿了 邱轻雅挽着柳萍的胳膊 三人走出秋市大厦 柳萍拨通了骑老虎的电话 让骑老虎带着江雅玲 曹慕宁和段风子赶到药膳方 邱轻雅满眼好奇 有事商量 中医交流会的事情 柳萍启动轿车 扭头看了一眼邱轻雅 轻雅 给静姐打电话 让她去药膳方 三人走进药膳方的二楼包厢 柳萍又通知了夏飞和魏玄 不一会儿 人员到齐 江雅玲看到柳萍身穿寻补服 眼里冒出小星星 这个泼皮穿上寻补服 倒是很帅气 赏心悦目 曹慕宁拍了一下柳萍的肩膀 兄弟 我是越来越佩服你了 这身衣服 可不是任何舞者都能穿上的 柳萍似笑非笑地看着曹慕宁 你想不想穿 这点能力我还是有的 曹慕宁急忙推脱 算了 我就是那么一说 吃饭 饭菜陆续端到餐桌上 众人边吃边聊 柳萍看了一眼夏飞 夏飞 今天有人报名吗 已经接到十几个人报名 都是各地中医大学的教授 夏飞点头回答 柳萍认真的看着蓝贤静 静姐 你的诊所能住多少人 会所有多少服务员 蓝贤静摇了摇头 会所最多能住三十人 有四十多名服务员 柳萍看着骑老虎 老虎 吃过饭 你在诊所附近找两家不错的酒店 包下来 时间从二十号开始 先订半个月 是 骑老虎恭敬地回答 老板 参加交流会的数 可能超过两百人 至少需要十辆中巴车 接送与会人员 夏飞提出建议 柳萍想了想 立即拨通了汽车城老板 许安祥的电话 许叔叔 有事请你帮忙 许安祥哈哈大笑 柳萍 能听你说帮忙两个字 可是不容易 又想买车 中医交流会十天后开始了 我新采购一批中巴车 接待各地来客 柳萍说出想法 采购一批 许安祥吓了一跳 急忙问道 你需要多少 最少十辆 十五辆足够了 柳萍认真地回答 许安祥沉思片刻 柳萍 你先别买车 我跟厂家商量一下 争取让厂家赞助 如果厂家不同意 我再想其他办法 谢谢许叔叔 魏璇不好意思地 瞄了一眼柳萍 柳老板 我觉得在交流会期间 可以让参加交流会的人 免费在药膳方就餐 随着电视直播 药膳方一定能红遍淮安省 蓝贤竟立即看到了商机 忍不住称赞 好主意 邱轻雅看了一眼云青妍 云青妍微微点头 老公 我和青妍做什么 柳萍满脸笑意 老不多就是好 能帮我解决很多压力 云青妍脸一红 翻了一个白眼 没个正形 青妍 青妍 你们两人带着陈洪蕊三个丫头 负责接待来江城游玩的家属 好差是吧 哎 蓝贤竟故意叹了一口气 你们都看到了吧 还是大老婆和小老婆吃香啊 哼 众人看到柳萍尴尬的样子 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夏飞和魏玄对视了一眼 看出彼此眼睛里 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邱轻雅毫不在意 静姐 我把大老婆的位置让给你 柳萍急忙转移话题 认真地看着段疯子 疯子 你立即安排所有保安人员 定制服装 从20号开始 维持各个路口的交通秩序 8小时一班 24小时不间断 是 保证完成任务 段疯子郑重地回答 雅玲 你们12人这几天努力训练 22号返回巡捕房待命 24号开始 全副武装在中医院附近巡逻 负责处理突发事件 柳萍又给江雅玲下达了命令 明白 江雅玲点点头 柳萍认真地看着骑老虎 老虎 把基地内的20人全部带出来 统一穿保安服装 负责中医院附近的交通秩序 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 联系江雅玲 其老虎没有说话 只是认真地点点头 柳萍扫了一眼江雅玲 雅玲 忘了告诉你了 你师父苏维赫 已经升任江城市总巡部 别给你师父丢脸 江雅玲满眼惊喜 马俊飞呢 升官了 柳萍笑着解释 马俊飞升任江城市失守 田叔叔上调到淮安省省府任职 魏玄犹疑着问道 柳老板 苏维赫和马俊飞 都是你的朋友吗 柳萍笑着点头 他们都是一行为民的好官 我相信他们 魏玄满脸不好意思 小声说道 如果他们是好官 我觉得可以利用中医交流会 提升他们的声望 柳萍满眼期待地望着魏玄 怎么做 魏玄脸一红 手指捅了一下夏菲 菲菲 你来说吧 好 夏菲点点头 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 无非是衣食住行 教育和医疗 以及社会治安 我们可以从医疗 治安和交通入手 宣传江城的成绩 柳萍脸上写满激动和兴奋 向夏菲和魏玄竖起大拇指 两位不愧是大记者 脑子就是好用 魏玄脸一红 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我们只不过是借花献佛 夏菲脸色一正 认真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交流会期间 我准备同时开五个直播间 一个在交流会现场 一个在路口 一个在要善方 一个沿街采访百姓 还有一个负责与粉丝互动 解答问题 柳萍沉思片刻 是不是跑题了 夏菲撇了撇嘴 你治病救人 降低要价的目的是什么 柳萍毫不犹豫地回答 当然是送给百姓幸福啊 夏菲撇了撇嘴 那不就结了 我的主题就是幸福生活 让全国百姓都能体验到 江城百姓的幸福感 上纲上线了 柳萍瞪大了眼睛 明显信心不足 我们能做到吗 夏菲满脸自信 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只能说必须做到 好 柳萍重重地点点头 从现在开始 正式进入交流会的测试阶段 段风子 给你三天时间准备 三天后 我要见到保安站在路口维持秩序 是 保证做到 第159章 准备完毕 三天后 身穿平民保安公司服装的保安 出现在主要交通路口 与寻补配合 指挥交通 柳萍接到许安祥的电话 厂家愿意赞助20辆中巴车 唯一的要求 是在车身两侧 喷涂厂家广告 柳萍毫不犹豫地答应 药膳方发布通知 从20号开始 药膳方暂停对外营业 何时恢复营业 另行通知 马俊飞亲自负责 对江城市的旅游业 展开严格检查 发现诸多问题 关停了数家以次冲吼 涉嫌敲诈 以及卫生不合格的企业 一批违法乱纪的经营者 受到严肃处理 江城市的旅游市场 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柳萍每天上午 在中医院查房 检查患者的恢复情况 调整治疗方案 下午在诊所坐诊 指导学生 准备交流会需要的 特殊病例资料 转眼到了19号 夏飞把一张名单交给柳萍 老板 从明天开始 与会人员陆续抵达江城 郝海斌 华夏中医药大学校长 谢明康 华夏中医药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柳萍倒吸了一口凉气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 华夏中医药大学 竟然派来了六名教授 感觉压力山大 柳萍向管兴仪招了招手 兴仪 你过来一下 管兴仪快步走到柳萍身边 似笑非笑地看着柳萍 老板 有何指教 柳萍把名单交给管兴仪 认识这些人吗 哇塞 校长和导师来了 我要去接机 管兴仪满眼兴奋 你等一下 柳萍拨通了骑老虎的电话 老虎 你立即来诊所 不一会儿 骑老虎急匆匆地走进诊所 柳萍把骑老虎领导夏飞身边 夏飞 你把整理好的名单 交给骑老虎 老虎 你安排人去汽车城找许老板 把中巴车提出来 从明天开始负责接机和接站 夏飞和骑老虎都点了点头 走进药膳方商量具体细节 下班后 柳萍与管兴杰和孔红玉四老 以及乔广成等学生 坐在药膳方的包厢里 柳萍的目光从管兴杰等人脸上扫过 各位前辈 从明天开始 我们就要接受考试了 我没有经验 你们要及时提醒我 不能看着我丢脸 管兴杰笑了笑 柳萍 放心吧 来的都是中医大家 大多数人的医德 是值得相信的 柳萍知道管兴杰的话是对的 如果一个中医撕心过重 是很难成为中医胜手的 管兴仪笑着说道 柳萍 你不用担心 校长和导师都是纯粹的医生 他们会整天跟在你身边呢 管兴杰笑着点头 肯定是这样 柳萍 你必须拿出让他们幸福的本身 柳萍沉思几秒 扭头看着宋伟伦 伟伦 诊所交给你们了 这段时间 肯定有外地患者前来就医 要耐心接待 重症患者直接送到中医院 宋伟伦认真地点头回道 师叔 请放心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不会出问题 柳萍不好意思地看着管兴杰 管老 我想请你坐镇诊所 哈哈 管兴杰忍不住开怀大笑 我就知道 这顿饭不简单 老朽答应了 柳萍满眼感激 谢谢管老 管兴杰认真地看着柳萍 你能跟我说说 你搞交流会的真实目的吗 柳萍点点头 脸色一正 我有三个目的 第一 打破中医世家 臂肘自争的垄断模式 把一些针法 药方和治疗方法推广出去 第二 寻找有潜力的年轻人 培养中医人才 第三 给身患绝症的患者希望 希望能推动中医告诉发展 管兴杰不住地点头 满眼期待 但语气沉重 柳萍 我相信 你一定向着目标前进 但任重道远 我希望你能负重前行 早日实现理想 柳萍郑重地点头 这是我的终生目标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我都不会放弃 恐红欲端起酒杯 管老 来 我们喝一杯 预祝柳萍成功 晚上九点 柳萍回到别墅 邱青雅和云青岩 陪着邱老 康老 黄老 和顾老四人 坐在客厅里 柳萍 接待任务要开始了吧 都准备好了吗 邱来首先开口询问 柳萍点点头 华夏中医大学的教授 明天到达 已经安排人接待了 顾老认真的叮嘱柳萍 柳萍 我们都帮不了你 御事多想 切记不可冲动 来的都是客人 四位爷爷 你们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柳萍笑着说道 邱青雅向云青岩 使了一个眼色 云青岩红着脸 拉着柳萍的手 早点休息吧 养好精神头 应对挑战 各位爷爷 我去休息了 柳萍回到房间 洗漱完毕 捧着笔记本 继续研究 同博照片上的文字 只有修炼了内力 且内力达到小城的 中医医生 才能施展烧火山 和透心梁针法 普通医生 即使掌握了针法 也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柳萍低头 沉思了半个小时 决定简化烧火山 和透心梁针法 在普通中医医生中推广 配合服用中药 也能起到很好的疗效 咔嚓 云青岩低着头 穿着半透明的睡衣 走进房间 柳萍顿时长大了嘴巴 腹部勇气一股热流 呼 柳萍呼出一口长气 内力在体内快速运转 火焰渐渐熄灭 云青岩暗欣喜 自己还是有很大的杀伤力的 轻轻地钻进柳萍的被窝 脸红如纸 双眼紧闭 紧紧地搂着柳萍 柳萍爱怜地捏了一下 云青岩的脸蛋 深情地问道 你真的准备好了 云青岩轻轻地恩了一声 首次如此靠近心爱的男人 虽然心里有一丝恐惧 但更多的是期待 脸色越发红嫩 仿佛能滴出水来 身体微微颤斗 我有何德何能 能得到你们三人芳心 此生定不负你们 柳萍语气真挚 紧紧地搂着云青岩 云青岩眉眼如丝 仰头献上红唇 我的男人 来吧 我已经等不及了 阴提艳传 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 降落凡尘 成为人间女人 柳萍看到云青岩沉沉睡去 悄悄下床 盘膝坐在椅子上 运弓调膝 天光放亮 柳萍睁开眼睛 呼出一口长气 浑身舒态 精力充沛 柳萍轻轻地问了一下 早上七点前后 正式上班时间 柳萍驾车在江城市内的闲逛 每个路口都有身穿保安制服 带着志愿者受带的人 指挥交通 不仅机动车辆遵守交通规则 非机动车辆和行人 也在保安的疏导下 有序地横穿马路 很少见到闯红灯的行人 柳萍暗暗点头 断疯子还是有一套的 咦 柳萍看到魏璇带着拍摄团队 正在采访市民 夏菲拿着手机直播 这两个丫头 还挺敬业 柳萍陈赞一句 没有惊扰魏璇和夏菲 驾车驶向诊所 陈宏蕊 田丽瑶和康书文三人 正在打扫卫生 陈宏蕊快步跑到柳萍身边 平哥哥 今天中午准备多少人的饭菜 柳萍也说不准 想了想说到 按照50个人准备吧 下午可能会多一些 陈宏蕊点了点头 滕玉明建议 把食材准备好 随来随做 行吗 柳萍宠溺地敲了一下 陈宏蕊的脑门 傻丫头 当然可以了 滕玉明是专业厨师长 我们必须听从他的安排 陈宏蕊撅着嘴 又敲我脑门 会傻掉的 不许再敲我脑门 管明杰和管心仪抵达诊所 柳萍和管明杰商量几句 驾车赶到是中医院 直接走进孔宏蕊的办公室 林振轩正与孔宏蕊 正在商量接待交流会的细节问题 林振轩立即问道 柳萍 你来得正好 交流会期间 需要准备多少张病床 夏菲联系了20名患者 如果交流会进展顺利 来的病人会越来越多 我也无法预测准确的人数 柳萍苦笑着回答 我明白 林振轩点点头 沉思片刻 我联系市医院院长蒙一东 请市医院准备20张病床 可以 我去查房 柳萍点头走了出去 20名癌症晚期患者都在恢复 疗效满意 其中特别严重的6名患者 已经从重症病房 转到普通病房 虽然距离痊愈还有一段时间 但患者脸上出现笑容 柳萍再次调整了几名患者的药方 叮嘱病人按时服药 0 柳萍看到是管兴仪的号码 立即接通 兴仪 接到好校长和你的导师了 接到了 你在哪 他们想见你 管兴仪询问 我在中医院 刚刚查完房 你带他们去药膳房吧 我马上回去 你等一下 校长和导师要商量一下 两分钟后 管兴仪继续说道 柳萍 你在中医院等我们 我们半个小时后到 柳萍立即跑到林振轩的办公室 林院长 华夏中医大学的校长和教授 半小时后到医院 这么快 林振轩立即拿起手机 拨通了江城中医大学校长 邢永鹤的电话 邢校长 好校长一行半小时后到医院 你和山副校长什么时候过来 我们十分钟后到 林振轩立即命人准备会议室 我去通知孔老 柳萍快步走了出去 十几分钟后 江城中医大学校长邢永鹤 和副校长山万松 走进会议室 林振轩立即把柳萍 介绍给邢永鹤和山万松 邢永鹤紧握柳萍的双手 满眼欣喜和赞赏 柳萍 你的大名我早有耳闻 一直想拜访你 只是忙于俗事 无缘脱身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却是青年才俊 乃华夏中医之福啊 柳萍满脸尴尬 急忙说道 邢校长谬赞 柳萍愧不敢当 恐红欲撇了撇嘴 没好气地说道 柳萍 连你都不敢担当 还让不让我们这些 老头子活了 哈哈 林振轩忍不住大笑 急忙打圆场 都别客气了 我们下去迎接吧 郝校长一行 应该快到了 五人笑着走到楼下 不一会儿 一辆豪华中巴 停在医院门口 郝海斌 谢明康和钱义等六名教授 陆续走下中巴车 林振轩 行永鹤 山万松和孔红欲四人 立即迎了上去 孔红欲握着郝海斌是双手 欢迎 欢迎啊 郝校长 郝海斌脸上挂着笑容 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是啊 要不是听说 江城除了一个了不得的年轻中医 恐怕家里人也不会让我出来 柳萍静静地站在林振轩等人身后 悄悄观察郝海斌的人 不愧是中医胜手 一身正气 目光清澈 不由地暗暗点头 管兴仪走到柳萍身边 小声问道 我现在介绍 你跟他们认识 柳萍笑着摇头 到会议室再说吧 谢明康看了一眼脸色平静的柳萍 辞子处事不惊 暗暗点头 确实是难得的年轻才俊 林振轩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郝校长 请 到会议室休息一会儿 众人走进会议室 分兵主落座 管兴仪把柳萍带到郝海斌 和谢明康身前 校长 老师 他就是柳萍 百姓中医诊所的老板 郝海斌已经猜到柳萍是身份 可是真正审视柳萍的时候 感觉柳萍目光深邃 脸色平静 不由地点了点头 满眼赞赏地看着柳萍 小伙子 不论你的医术如何 仅凭你以个人之力 举办中医交流会 这份勇气和毅力 值得老朽佩服 柳萍不好意思地挠了脑脑袋 我没想那么多 只想把心得分享给喜欢中医的人 啪啪 郝海斌带头鼓掌 谢明康渴了一口茶 满眼期待 认真的看着柳萍 听信仪说 你在治疗癌症方面 很有心得 可以把患者的病例 给我们看看吗 柳萍扭头看着林振轩 早就准备好了 林振轩笑着点头 掏出手机 命人把准备好的病例 送到会议室 二十几分病例 送到郝海斌等教授的手里 郝海斌随意看了几分病例 看到柳萍的医嘱和药方 并没有特殊之处 满眼不解 柳萍 有人痊愈出院吗 柳萍点点头 拿出陶佩云 任春朵和贾秀婷的病例 陶佩云和任春朵 已经痊愈出院 现在住在我家里 贾秀婷也马上出院 郝海斌看完陶佩云 和任春朵的病例 满眼难以置信 扭头望着孔红玉 老孔 都是真的 孔红玉认真地点了点头 柳萍的治疗特点是针灸 药方则以温养脏气排毒为主 服以药物 增强人体免疫力 杀灭癌细胞 郝海斌拿出陶佩云的药方 满眼疑惑地看着柳萍 柳萍 你怎么开了一张毒方 哈哈 孔红玉忍不住哈哈大笑 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 柳萍认真地解释 我有办法把毒药 变成杀死癌细胞的药物 但是需要的药物很难寻找 所以我只开了两张毒方 另一张给任春朵服用了 郝海斌点点头 瞪大眼睛看着柳萍 你后期的药方使用普通药物 就是为了便于推广 第161章 简化针法 哎 孔红玉叹了一口气 柳萍的治疗方法 主要是针灸 以气预针 我们学不了 啊 郝海斌和谢明康等人 都瞪大了眼睛 望着柳萍 老孔说的是真的 谢明康脱口问道 柳萍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是先天舞者 从小修炼内力 郝海斌摇头苦笑 柳萍 恐怕你的想法要落空了 只有中医世家的人修炼内力 针法恐怕很难大范围推广 也不一定 柳萍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 我已经开始试验了 不出意外 在诊所实习的十几名学生 一年后就可以学习我的针法 另外 我准备简化烧火山 和透心粮针法 让没有内力的人使用 郝海斌蹭的一声站了起来 瞪着眼睛盯着柳萍 你有失传的烧火山 和透心粮针法 柳萍点点头 机缘巧合 我看过完整版的 真九夹一经 记录了烧火山 和透心粮的全部针法 使用者必须具备深厚的内力 才能完全发挥针法的特点 郝海斌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无力地坐回到椅子上 根据古籍记载 在古代 一五是不分家的 古人成不起我 郝校长 你不用灰心 我准备把烧火山 和透心粮的补针法 和解针法整理出来 融入到青龙百尾 白虎摇头 苍规探穴 和赤凤 银元等针法中 任何人都可以学习使用 四 会议室里传出倒吸凉气的声音 谢明康满眼难以置信 声音颤抖 柳萍 你真的能做到 柳萍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又摇摇头 我已经开始准备了 需要改善学生的体质 他们的身体太弱了 若到连针都拿不稳 无法控制行针速度 我很期待 谢明康恍然大悟 扭头看着管兴仪 怪不得你爷爷 让你在柳萍的诊所实习 管兴仪脸色通红 低着头 老师 在柳萍的诊所 我只能抓药 速度最慢 那些实习生 能力都在我之上 郝海斌拿起一张药方 看了几眼 疑惑地望着柳萍 中医讲究一人一方 以这些都是针对特殊病人的药方 不能推广吧 理论确实如此 柳萍认真地点头 万变不离其宗 我会扩展药方 根据患者的情况 调整药材和用量 尽可能丰富每张药方的内涵 应用于更多的患者 好主意 郝海斌猛地一拍大腿 满眼期待地看着柳萍 柳萍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 将是中医之福 华夏百姓之福 功德无量 林振轩看了一眼时间 郝校长 午饭时间到了 我们去吃饭吧 柳萍笑着说道 我已经让药膳方准备好了 药膳方 谢明康满眼疑惑地望着柳萍 你小子倒是会赚钱 药膳搞好了 可是一本万利 嘿嘿 恐红欲干笑几声 鄙视地看了一眼谢明康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药膳方的利润很薄 你去了就知道了 柳萍带着郝海斌一行 走进药膳方 餐桌上已经摆好菜肴和药膳粥 还有一壶药酒 十几名漂亮的女服务员 整齐地站在大厅里 李雪梅附在柳萍说道 这些漂亮的姐姐 都是静姐姐带来的 让他们在这里帮忙 柳萍笑着点头 叮嘱李雪萍 别让人家太累了 嗯 我知道 李雪萍点点头 一边招呼服务员 给众人倒酒 一边解释 各位爷爷 药酒不能多喝 每人最多喝一两 这是本店的规矩 请你们原谅 郝校长 谢教授 大家尝尝 柳萍笑着招呼客人 郝海斌端起酒杯 轻轻地抿了一口 巴达巴达嘴 眼里带着难以置信的神色 忍不住称赞 比我配置的药酒好多了 不仅能温养脏气 还能疏通经脉 去湿除寒 好酒 郝海斌不愧是中医大家 仅仅喝了一口 就能说出药酒的功效 谢明康和钱一等老教授 也是赞不绝口 不停地称赞 郝海斌指着一排沙锅问道 柳萍 每一种药膳粥 都是针对不同体质和症状的 柳萍笑着点头 药膳粥和药酒 都是调理身体的 以预防疾病为主 郝小子 真有你的 你才是玄湖济世的好中医 老朽没有白来啊 郝海斌大笑着说道 酒足饭饱 柳萍试探着问道 郝院长 谢教授 酒店已经安排好 你们去休息一会儿 晚饭的时候 我会派人去接你们 郝海斌扭头扫了一眼随行人员 你们的意见呢 谢明康点点头 回去休息吧 送走了郝海斌等人 柳萍疲惫地靠在椅子上 满脸苦笑 孔老 没想到请人吃饭 也是一个体力活啊 哈哈 孔红玉大笑几声 拍在柳萍的肩膀 满眼期待 语气真诚 柳萍 你的想法和行动 已经征服了郝海斌和谢明康 未来的路看你的了 林振轩满脸笑意 意味深长地看着柳萍 郝校长和谢明康急着回去 估计是准备材料 他们可不会轻易低头认输 柳萍认真的点了点头 这正是我想看到了 只有急重加之常 中医才能越走越远 重现昔日辉煌 孔红玉眼里闪过一丝阴霾 满眼担心地看着柳萍 柳萍 总有一些小人 为了利益不择手段 不得不防啊 柳萍无奈地笑了笑 龙生九子各不同 不能要求每一个人 都是玄乎济世的名医 只要有大部分医生心系百姓 我们就达到目的了 此言有礼 管明杰认真的点头 我们是医生 治病救人是我们的天职 尽心尽力地发展中医 是我辈的目标 其他的事情我们也管不了 陈洪蕊跑进药膳房 平哥哥 诊所里来了一个老人 和一个年轻人 不错眼珠地 看着宋伟伦等人诊病 说是来学习观摩的 难道是民间中医高手 柳萍心念一动 认真地看着陈洪蕊 打扰学生诊病了吗 陈洪蕊摇了摇头 没有 他们从不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 至少有两个小时了 让他们看着吧 晚上请他们来药山方就餐 柳萍笑着叮嘱陈洪蕊 嗯 我知道了 陈洪蕊快步跑了出去 柳萍 我有一种预感 会有很多人挑战你 希望借着你的肩膀扬名 你小子要早做准备 恐红欲认真的地提醒柳萍 柳萍眼里闪过衣饰灵力 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 那是做梦 会摔死的 第162章 一理要理 柳萍并没有在意 一老一少的真正目的 无论是想挑战自己 还是想来学习医术 都会在交流会上表明目的 晚饭的时候 柳萍把一老一少两人 安排在好海滨等人的餐桌上 虽然老者穿着普通 但柳萍能感觉到 老者体内气息涌动 实力不在楚镇雄指下 是名副其实的宗师舞者 青年人20岁左右 话不多 目光坚定 体内气息浑厚 至少是先天中期舞者 柳萍暗暗称奇 一老一少 肯定是隐居民间的奇人 郝海滨好奇地看着老者 老先生 请恕我面生 如何称呼 老者面色平静 随口回答 别人都叫我老锁头 我乃山野之人 郝院长不必介意 柳萍面带微笑 给老锁头倒了一杯酒 内力有意无意地渗出体外 又瞬间消失 老锁头眼里闪过一丝金光 疑惑地看了柳萍一眼 眉头皱了一下 柳萍面带微笑 看着老锁头 老人家 您也是来参加中医交流会的 老锁头点了点头 我多少懂一点医术 这是我的弟子 带他出来见见世面 听说江城有中医大会 就跑过来了 柳萍走到年轻人身边 面带微笑地看着年轻人 兄弟如何称呼 我叫柳萍 年龄比你大 叫你一声兄弟 你不会生气吧 锁老头认真地看着年轻人 孩子 人家问你话 你就要回答 如果你不想告诉对方姓名 要向对方道歉 别整天像个闷葫芦似的 年轻人立即站了起来 看着柳萍 我叫燕征 柳萍从燕征传出淡淡的 吐蕃药的味道 按吃一惊 给燕征买上酒 兄弟 我这里的药酒不能多喝 改天请你喝白酒 好 燕征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柳萍满眼歉意 锁老 郝校长 你们慢慢喝 我去诊所看看 今天有不少人抵达江城 郝海斌笑着点头 你去忙吧 不用管我们 锁老望着柳萍的背影 试探着问道 郝校长 他就是百姓中医诊所的老板 好年轻啊 郝海斌点了点头 柳萍虽然年轻 但艺术远在我等之上 老朽无比佩服 锁老满眼期待 不知是何人的弟子 他师父绝对是影视高人 郝海斌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实话 我真不知道他师父是谁 老哥哥 有没有兴趣 一起去看看 柳萍是如何治疗患者的 锁老点点头 满眼激动 什么时候 明天早上 我们跟着柳萍去查房 他接受了20名癌症晚期患者 我今天中午看了患者的病例 都在恢复中 所以我要去看看 柳萍是怎么做到的 郝海斌认真的解释 锁老认真的点头 我一定去 柳萍回到诊所 夏飞还在整理治疗 夏飞 明天来的人多吗 快去吃饭吧 柳萍随口问道 夏飞笑了笑 我还有一点工作 忙完再吃 明天来的人不多 但明月省的东方家族 是重量级的 家主东方广盛亲自带队 必须做好接待工作 柳萍接触过东方俊怡 对东方俊怡的印象不错 笑着点头 半开玩笑地说道 如果我不在诊所 你负责接待东方家族 夏飞没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 你就知道欺负我 改天你要单独请我吃饭 柳萍认真的点头 好 我答应你 夏飞的脸颊浮现出红霞 眼里闪过阴谋得逞的得意之色 柳萍回到别墅 找到瑞锦曼 师娘 师父年轻的时候 去过吐蕃吗 瑞锦曼沉思片刻 我隐隐约约听他说过 他年轻的时候 曾到吐蕃历练 遇到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当地医生 他们比度过医术 互有胜负 你师父的针灸之术略胜一头 对方对药理的理解 强于你师父 柳萍暗暗点头 锁老很可能就是师父当年 遇到的一道高手 师父对吐蕃药材的认知 很可能来自锁老 按下决心 一定要把锁老柳在身边 指导学生药理知识 一夜无话 柳萍赶到诊所 安排好工作以后 准备驱车赶往中医院 柳萍 我们要跟着你去查房 随着话音 郝海斌等教授 与锁老和艳征走进诊所 柳萍笑着打招呼 郝校长 锁老 你们昨晚休息的怎么样 锁老满眼赞赏 柳萍 你的药酒和药膳搭配极其合理 是调理身体的上品 有助于睡眠 老朽昨晚休息得很好 郝海斌也笑着点头 所劳所言即逝 我来开车 一起去中医院 柳萍领着郝海斌等人 走出诊所 登上中巴车 专职护士穆少宇 已经把病病例准备好 柳萍医生 根据你的医嘱 今天有八名患者需要复检 昨天晚上 接受了一名肝癌术后复发的患者 肿瘤已经扩散至全身 恐劳给患者针灸一次 患者早上刚刚喝过排毒的药物 睡着了 先去查房 柳萍点点头 带着郝海斌等人 开始查房 柳萍检查完第一名患者的脉象后 郑重的目光 从郝海斌等人的脸上扫过 请各位前辈 检查患者的脉象 不好吧 郝海斌尴尬地看着柳萍 柳萍笑了笑 郝校长 我们是交流医术 你们不露一手 怎么交流啊 再说了 三个臭皮匠 赶上一个诸葛亮 与患者的健康相比 我的脸面算得了什么 郝海斌等人 看着柳萍态度诚恳 都暗暗点头 此子心境远超常人 视作时事之人 我来试试 索老坐在患者的病床边 仔细检查患者的脉象 几分钟后站了起来 脸上露出怪异的神色 郝海斌和谢明康等教授 也都检查过患者的脉象 表情各不相同 柳萍 把自己开出的药方递给索老 恭敬地说道 索老 您看看 我的方子 可以吗 索老刚刚看了几眼 眼里放出金光 满脸不可思议 把药方交给郝海斌 认真地给柳萍行礼 刘小友 老朽佩服 即使是老朽亲自开方 也不会比你的药方更好 你是老夫见过的 第二个精通药理的中医 柳萍急忙还礼 索老谬赞了 小子惭愧 郝海斌把药方递给谢明康 脸上写满激动 刺方令人耳目一新 毒辟吸静 在索养脏气的同时 还能排除体内的残毒 也能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还具有消炎的作用 难得一见的好方子 谢明康看完药方 长叹一声 刘小友对药理的理解 和药材的使用 远在我等之上 老朽受教了 第163章 展示针法 柳萍领着郝海斌等人查房完毕 走进肝癌术后复发患者的病房 专职护士魏敏珠 把患者的病例交给柳萍 柳萍把病例交给郝海斌 郝院长 您先看看 郝海斌点头接过病例 越看脸色越难看 苦笑着把病例交给索老 索老 你看看吧 我无能为力 索老接过病例 认真地看了起来 几分钟后 索老摇了摇头 语气沉重 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 我只能减轻患者的痛苦 无法治愈患者 谢明康等老教授看完病例后 也都低头不语 表情名重 柳萍写出七张药方 边上号码 交给魏敏珠 立即熬药 明白 魏敏珠拿着药方跑了出去 柳萍拿出三套银针 边消毒边解释 郝校长 索老 我会用透心凉的卸针法 排除患者体内的残毒和邪气 再用烧火山的补针法 增强患者的阳气 柳萍 请稍等一下 郝海斌急忙打断柳萍 逃出手机 拨通了林振轩的电话 林院长 我在病房 需要DV机 几分钟后 林振轩亲自拿着DV机 走进病房 柳萍警机管明节的叮嘱 拿出真本事 征服郝海斌等人 心中充满无限期待 如果能得到郝海斌和索老的认可 将得到强大的助力 中医交流会 即使没有其他人参加 也是收获颇风 郝海斌看到林振轩家好DV 认真的看着柳萍 柳萍 你尽可能放慢行针速度 如果可能 请解释每一针的手法 力度 角度和功效 可以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要开始了 柳萍点头说道 郝海斌等人都认真的点头 病人身体极其脆弱 承受不了过度激发 所以 首先要护住患者的心经 防止心脏受到伤害 柳萍首先点中患者的昏睡学 解释道 我点了患者的昏睡学 让患者进入深度睡眠 方便治疗 如果不熟练针法 千万不能让患者 进入深度睡眠 要时刻关注患者的反应 咦 索老愣了一下 没想到柳萍竟然还是舞者 可是怎么感觉不到柳萍的内力呢 柳萍双手连续快速挥动 十几枚银针刺 在患者心脏周围的穴位上 继而不满心经穴位 索老顿时瞪大眼睛 脱口而出 鬼手32针 你竟然能同时施展32针 这 这也太 柳萍故意施展鬼手32针 就是试探索老 听到索老的话 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 索老果然认识鬼手32针 患者术后经过化疗 免疫力大幅下降 首先要排除肝脏和肾脏内的药物残毒 温养受损的脏器 提高免疫力 柳萍拿起银针 刺进患者的肝经和肾经 竞针速度不紧不慢 眼睛盯着患者 详细解释原因 阻断肝经和肾经 防止排毒之时 毒素逆行 以免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柳萍直起腰 呼出一口长气 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病房内寂静无声 都瞪大眼睛 盯着患者身上的银针 柳萍扭头看了一眼魏敏珠 把一支五号药汁拿过来 听我命令行事 魏敏珠郑重的点头 都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经脉注射 柳萍表情庄重 目光执着 看着好海滨等人 好院长 锁老 接下来 我用透心良针法 排除患者肝脏内的残毒 清除患者肝经内的阴邪之气 众人都认真地点头 满眼期待 肝经左右各有十四个学位 银针陆续刺进七门学 张门学 脊脉学 阴连学 足五里 柳萍尽量放慢速度 手指轻轻碾动银针 边静针边解释手法 碾针力度 静针角度 以及患者的反应及针法的功效 好小子 没想到你是月志成的弟子 也只有月志成那个妖孽 才能交出如此妖孽的弟子 此行不虚啊 把验针留在柳萍身边 学习针灸技法 锁老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心中暗道 二十八枚银针 全部刺进患者的肝经穴位 柳萍抬起头 不好意思地看了好海滨等人一眼 接下来 我要催动内力 进入患者的肝经 用完整的透心良针法 疏通患者的肝经 排除毒素 也就是将来我要简化的针法 锁老满眼疑惑 出言询问 柳萍 我怎么感觉不到你的内敛 我修炼的功法有点特殊 随着柳萍的话音 一股无法抗拒的威势 扩散开来 你 你竟然 锁老的嘴张得能放下一个鸡蛋 话都说不完整了 锁老 不是我故意瞒 柳萍说完 双手的拇指和食指 捏住刺在两侧气门穴的银针 轻轻碾动 内力缓慢进入患者的体内 肝筋上的银针全部碾动一遍 每枚银针周围都渗出心臭的黑色物质 肝筋的最后一个穴位 大吨穴渗出的黑色物质最多 呼 柳萍抬头呼出一口肠气 慢慢拔出肝筋上的银针 消毒后放在针盒里 魏敏珠拿起湿毛巾 擦去患者身上的污污 接下来是肾筋 肠筋和心筋 然后给患者静脉注射排毒药物 彻底排除患者体内的残毒 肾筋左右 各有27个穴位 共计54个穴位 小肠筋又 各有19个穴位 共计38个穴位 大肠筋又 各有20个穴位 共计40个穴位 心筋又 各有9个穴位 共计18个穴位 柳萍足足用了两个多小时 才把肝筋 肠筋和心筋梳理完毕 柳医生 静脉注射1号药汁吗 魏敏珠认真的问道 柳萍点点头 静脉注射1号药汁 半小时后 静脉注射2、3号药汁 明白 魏明珠立即把柳萍的话 记在病历上 拿起针筒 把1号药汁注入患者的静脉 柳萍闪到一旁 面带微笑 看着郝海斌和索老 郝院长 索老 你们再检查一下患者的脉象 看看有什么变化 我先来 郝海斌坐在病床边 仔细检查患者的脉象 仅仅过出了几分钟 脸上出现不可思议的神色 厉害 患者的灼脉正在慢慢变轻 说明脏气正在恢复生机 不可思议 索老检查过患者的脉象后 也是满眼不可思议 时间充足 谢明康等人 也都检查了患者的脉象 都被柳萍的针法震住了 半小时后 魏明珠把二三好药汁 注入患者体内 柳萍解开患者的昏睡穴 微笑着看着魏明珠 做了一个捏鼻子的动作 我知道 已经准备好了 魏明珠立即把屎垫 放在患者身体下 把尿罐放好 郝院长 索老 味道实在太那个了 你们出去待一会儿吧 柳萍不好意思地说道 索老瞪了柳萍一眼 不是只有你义德高尚 不嫌弃患者 我们也都是医生 不到十分钟 患者排泄完毕 柳萍认真的叮嘱 敏珠拿去化验 让化验室尽快出结果 明白 第164章 神奇疗效 林振轩看了一眼时间 郝院长 索老 已经过饭时了 我们去食堂随便吃点吧 郝海兵点了点头 认真的看着柳萍 柳萍 你体力耗损严重 一起去吃点吧 索老拍了拍柳萍的肩膀 满眼关心 虽然你小子内力雄厚 但也耗损得差不多了 陪我们喝几杯 柳萍便带愧色 索老 郝院长 现在是关键时间 我不敢离开 你们去吃饭 帮给我带点牛肉就可以了 郝海兵脸上露出敬佩之色 这才是一者人心 认真的点了点头 与索老等人走出病房 柳萍拨通了李雪梅的电话 雪梅 准备四份养肝护肝的药膳粥 派人送到中医院 嗯 我让骑老虎派人送去 李雪梅认真的回答 柳萍心中一下 笑着补充 顺便给我带点牛肉和药酒 好 明珠 我休息一会儿 有事叫我 柳萍盘膝坐在椅子上 闭目运功 恢复耗损的内力 林振轩 孔红玉陪着郝海兵和索老等人 围坐在餐桌周围 孔红玉打开一瓶白酒 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 郝院长 索老不用担心 柳萍在医院 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喝酒 索老身以为然地点点头 确实如此 郝海兵疑惑地望着索老 索老 你好像认识柳萍的针法 索老认真地点点头 我三十多年前见过 用针的人是一个妖念 一手针法出神入化 如果我猜测不错 柳萍应该是那个人的弟子 谢明康好奇地问道 谁啊 索老知道柳萍入室行医 意味着月之城隐居了 不想被人打扰 脸上带着愧色 对不起 我猜测柳萍的师父隐居了 所以我不能说 如果你们真想知道 还是去问柳萍吧 哎 郝海兵叹了一口气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古人成不起我 看到柳萍 我预感不久的将来 终于将重现辉煌 恐红欲认真的点头 满眼憧憬和期待 柳萍不仅医术高绝 还有一套独特的教育学生的方法 我们几个老家伙带的研究生 在柳萍的诊所待了两个月 进步神速 大部分学生已经独自坐诊了 而且都淡薄名利 有玄乎济世之心 郝海兵认真地看着孔红欲 老孔 你跟柳萍熟悉 我想聘请柳萍 担任华夏中医大学课做教授 他会答应吗 孔红欲笑了笑 微微摇了摇头 柳萍有自己的医院和中医学校 恐怕脱不开身 索老满眼惊喜 脱口询问 柳萍建中医学校了 在哪 在城郊结合部 占地几十亩 还需要几个月 才能建成 不仅有医院和学校 还有中医药研究所 我 老范 老郎和老鹏 都会去中医药研究所 开发中程药 孔红欲认真地解释 郝海兵眼里闪过一丝脚侠 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林振轩明白郝海兵的意图 笑着提醒 郝院长 柳萍心智如妖 狡猾如狐 你要想让柳萍带学生 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 每周四五六三天 孔老都免费去柳萍的诊所坐诊 指导学生 柳萍的医院坐诊 每天能喝到药酒 吃到药膳 何乐而不为呢 珊瑚把韭菜和药膳粥送进病房 柳萍向魏敏珠招了招手 一起吃 带你的份了 哇塞 魏敏珠高兴地跳了起来 我早就想去品尝药膳了 听说不仅能调理身体 还有美容的效果 柳萍笑了笑 如果你想吃药膳 随时给我打电话 快吃吧 一会凉了 魏敏珠每样都尝了几口 不住点头称赞 好吃 真好吃 柳萍笑了笑 有些凉了 味道差多了 如果你放假 叫上慕少鱼几个人 我请你们品尝刚刚出锅的菜肴 一言为定 魏敏珠高兴地点头 柳萍细针慢饮 密切注意患者的情况 魏敏珠吃饱喝足 懒散地靠在椅子上 真香啊 我决定了 每周去一次药膳房 护士 我很渴 患者睁开眼睛 声音微弱 柳萍把水杯递给患者 坐在病床边 仔细检查患者的脉象 几分钟后 说到敏珠 把药膳粥端过来 我来喂她吧 魏敏珠扶着患者 鞋靠在床头 我自己能行 患者满眼感激 结果食盒 慢慢地吃了起来 柳萍叮嘱魏敏珠 她吃完以后 给她静脉注射 二三号药汁 以后每隔四个小时 静脉注射一次 二三号药汁用完为止 魏敏珠把柳萍的话 记在病历上 病人吃过药膳粥 静脉注射药汁后 沉沉睡去 林振轩领着 郝海斌等人回到病房 看到柳萍独自一人 细针蔓饮 把食盒放在桌子上 刚出锅的 趁热吃 索老拿起酒瓶 倒出一小杯 仰博喝光 气呼呼地看着柳萍 你小子不讲究啊 一个人吃毒食 柳萍撇了撇嘴 翻了一个白眼 我还羡慕你们吃大餐呢 郝海斌检查患者的 左腕脉相 满眼惊喜 太神奇了 患者受损的脏气 正在快速恢复 我看看 索老坐在病床的另一侧 手指按在患者的右腕上 几分钟后 索老拿起病例 仔细观看每一张药方 表情怪异 四经四洗 柳萍 药方是你配置的 还是你师父传给你的 你认识我师父 柳萍故意装作意外 眼里带着惊喜 索老点点头 如果这张药方 是你师父研制出来了 他对药理的理解 已经超过我了 柳萍不好意思地挠了脑脑袋 基础药方 是我师父传给我的 调整了几味药 就变成现在的样子了 索老摇头苦笑 重重地拍了拍柳萍的肩膀 好小子 你开辟了中药的新思路 不仅要注意人体的阴阳之气 还要注意人体的 武行相生相克的因素 老朽服了 你们师父都是怪物 零 柳萍看到是夏飞的电话 柳萍接通 柳萍 东方家主到了 你能回来吗 夏飞问道 柳萍想了想 你先陪着他们 我尽快回去 好 是不是让厨师准备 几样江城的特色菜 夏飞犹豫着问道 行 你通知雪萍吧 索老看着柳萍 东方家主 中医世家的人 东方家族位于 敏月省的敏州市 家主东方广盛 是我的老朋友 医术在我之上 东方家族 在敏月省的名声很好 是真正玄乎济世的 中医家族 郝海斌笑着解释 柳萍再次检查患者的脉象 叮嘱了魏敏珠几句 与郝海斌和索老等人 驱车返回药膳方 第165章 说服温浊 东方家族位于 敏月省的敏州市 家主东方广盛 是我的老朋友 医术在我之上 东方家族 在敏月省的名声很好 是真正玄乎济世的 中医家族 郝海斌笑着解释 柳萍再次检查患者的脉象 叮嘱了魏敏珠几句 与郝海斌和索老等人 驱车返回药膳方 郝海斌和东方广盛 是老朋友 热烈拥抱 东方广盛把孙子东方家伟 东方贤政和孙女 东方卫星 东方惠宇叫到身边 这位是华夏中医大学的 校长郝海斌 爷爷的好朋友 快给好爷爷行礼 晚辈拜见好爷爷 东方家伟 东方贤政 东方卫星和东方 惠宇恭敬的行礼 郝海斌把谢明康等教授 介绍给东方广盛 众人又免不了客气一番 所老 您还是自我介绍一下吧 郝海斌看着所老 客气地说道 所老看到郝海斌 与东方广盛交好 知道东方广盛是 真正的医者 不敢怠慢 恭敬地给东方广盛行了一个礼 老夫锁桌 来自吐蕃 学过几天吐蕃医术 师父因我愚钝 给我起了锁桌的名字 东方广盛眼里闪过神采 急忙抱拳环礼 老弟客套了 吐蕃的药物名扬天下 老夫有礼了 大家请坐 柳平热情地招呼大家 东方俊仪笑着与柳平打招呼 柳兄弟 我们又见面了 柳平笑着点头 欢迎东方兄在临江城 一定要多喝几杯 东方俊仪把柳平领到东方广盛 认真的介绍 大哥 这位小兄弟就是柳平 医术远在我之上 柳平急忙摆手 东方兄过谦了 柳平见过东方家主 郝海斌拍了拍东方广盛的肩膀 东方老弟 柳平虽然年轻 但医术远在我之上 今天我看了柳平的治疗方法 令我大开眼界 终于认识了真正的中医 虽然郝海斌说的是实话 但当众被表扬 柳平也感觉脸发烧 急忙摆手 好院长 你这不是折杀我吗 东方广盛看到柳平 没有一丝傲气 暗暗点头 赞赏地看着柳平 刘小友 你不用谦虚 唐家都解不了你的毒药 你对药理的领悟 应该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 所作一脸惊讶 睁大眼睛望着柳平 你善于用毒 懂一点 柳平只能点头承认 懂一点 东方广盛撇了撇嘴 满眼鄙视 帝都楚家的楚镇雄 真正的宗师舞者 被柳平的毒药弄成了白痴 唐建西是唐家的二号人物 也是用毒高手 解不了楚镇雄所中之毒 柳平尴尬地挠了脑脑袋 我也是为了自保 没办法的办法 所作满眼鄙视 并没有拆穿柳平的谎言 心说 你小子是妥妥的大宗师 楚镇雄绝对杀不了你 用毒的目的 不过是掩饰实力 哈哈 林振轩大笑着补充 柳平因为善于用毒 被有些人称为温神 诸位爷爷 都请坐吧 李雪平出现在柳平身边 挥了一下手 服务人员把江城的特色菜 和高档白酒摆在餐桌上 柳平打开酒瓶 给众人斟酒 脸上带着愧疚 我晚上还要去医院 就不陪大家了喝酒了 请大家原谅 东方广盛拉着柳平坐在身边 把孙子和孙女介绍给柳平 你们都是年轻人 又都是学习中医的 以后多多交流 东方家族的家教严格 东方家伟 东方贤政 东方卫星和东方慧宇四人 看到郝海滨尊重柳平 意识到柳平绝不是普通人 四人恭敬地给柳平问好 柳平急忙还礼 各位哥哥姐姐 我今天刚刚接受了一名患者 实在不能陪着各位尽兴 改天定然陪着哥哥姐姐 一醉方休 东方慧宇刚刚二世出头 脸色微红 满眼崇拜帝望着柳平 我是妹妹 你是哥哥 东方广盛看到 心高气傲的孙女 满眼异彩 变成了柳平的迷妹 脸上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笑容 林振轩作为地主 陪着东方广盛等人开怀畅饮 晚上八点 饭局结束 柳平派人把郝海滨等人送回酒店 燕征 你先回酒店 我与柳平谈点事 索老命人把燕征送回酒店 与柳平坐在二楼的包厢内 喝茶聊天 柳平微笑着问道 索老 你离开吐蕃 就是想寻找我师父吧 也是 也不是 温浊喝了一口茶 满眼无奈 燕征的中医的天赋极高 情商却低得可怜 我带他离开吐蕃 一是 让他见见世面 学会与人交流 二是 希望找到你师父 让燕征学习鬼手三十二针 柳平认真地点点头 索老 我也不知道我师父现在哪里 他也不让我去找他 如果你相信我 把燕征留在诊所 我把诊法传给他 你小子比你那死板的师父 聪明多了 温浊摆了柳平一眼 我知道你小子是怎么想的 只要你能把燕征的情商提升上去 我去你的中医院研究所 一言为定 柳平心中狂喜 温浊疑惑地看着柳平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早知道我的身份 柳平也没有人满 把瑞锦曼的话讲了一遍 温浊并没有生气 你小子真是怪物 比狗鼻子还灵 柳平脸色庄重 目光真挚 索老 您的医术不在我师父之下 我想发展中医 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和指点 温浊点点头 认真地看着柳平 发展中医仅靠你一个人是不行的 郝海滨和东方广盛 虽即使医术不如你 但他们都拥有强大的资源 如果你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肯定能事半功倍 柳平点点头 满眼期待地望着温浊 索老 我该如何与他们合作 全方位合作 不仅要培养中医人才 还要联合研发中程药 共同探寻可以推广的治疗方法 绝不能避肘自珍 如果我当年能摒弃门派成见 医术还能再进一步 温浊眼里满是后悔 柳平脸上露出斜斜的笑容 眼里露出狡诈的神色 索老 你放心吧 我一定打破传承家族垄断医术的局面 让各大家族心甘情愿地 共享传承医术 温浊愣愣地看着柳平 表情凝重 打破垄断的难度不小啊 你想怎么做 嘿嘿 柳平干笑几声 满脸狡诈 很简单 我会把不愿意共享医术的家族 逼得走投无路 让他们的医术一钱不值 府邸抽吸 你小子够狠 温浊双眼放光 我很期待啊 我建议你 首先拿新庆府的忽颜家族开刀 第166章 阴谋阳谋 参加交流会的各地医生 陆续抵达江城 诊所越来越热闹 药膳方变成了交流场所 蓝贤静把会所的大部分服务员 带到药膳方 端茶倒水 华夏的中医圈子并不大 各地中医大学教授 几乎都互相认识 虽然交流会还没有正式开始 郝海滨 谢明康等人 已经开始交流心得 东方家族 忽颜家族 以及几个小中医家族的人 围坐在一起 谈天说地 唐健熙念念不忘柳萍的毒药配方 很想亲自前往江城对付柳萍 但家主哥哥的命令不得不遵守 暗叹了一口气 拿起手机 拨通号码 牛海生 你知道中医交流会的事情吗 远在京城的牛海生立即反问 唐先生 您有何指示 柳萍 老子虽然不能亲自出手 但老子手下也不是吃干饭的 唐健熙脸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沉声下达命令 牛海生 你去参加交流会 多带几个心腹 把柳萍的老婆抓来 切记不许闹出人命 牛海生吓了一跳 急忙反问 柳萍得罪您老了 柳萍不简单 不要轻举妄动 如果你失败了 只能你自己硬扛 唐健熙语气冰冷地叮嘱到 牛海生意识到 此事不容易 但主子的命令 不得不服从 咬牙回答 明白 帝都言家 言家家主言成本 楚家家主楚春风 和靖家家主靖山三人 表情凝重地坐在客厅里 言成本语气沉重 完全可以确定 柳萍就是鬼手神针的弟子 楚春风脸色阴沉 语气低沉 柳萍很狡猾 善于用毒 无者很难对付他 靖山脸上挂着宁笑 柳萍企图利用中医交流会 博取名声 我们成全他 楚春风眼里闪过一丝狠利 认真地看着靖山 靖家主 你准备请外援 靖山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当然 靖家的生意 遍布西方各国 请几个一流的医生 不是男士 柳萍不是想出名吗 让他去对付哪些骄傲的西医医生吧 楚春风看了一眼 严陈本 语气意味深长 严家主 近来的风向不对啊 我猜测 上面有人想拉拢柳萍 严陈本微微点点头 近期一定要严格约束家族弟子 千万不要惹事 我猜测都在等待武术大赛 如果柳萍一鸣惊人 自然会有人对付我们这些大家族 如果柳萍的实力不行 我们还能过几天好日子 所以 我们要早做准备 多请刀手 有道理 有道理 柳萍并不知道严家等人的动作 即使知道 也不会在意 每天上午赶到中医院查房 下午活到诊所 知道学生 偶尔坐诊 东方家族的四个年轻人 在东方广盛的受益下 整天待在诊所 偶尔出手帮忙 与十几名学生打成一片 晚饭的时候 柳萍与东方家族 郝海滨和索劳等重量级高手 坐在一桌 柳萍满眼期待 东方家主 郝院长 索劳 交流会后天正式开始 我有个想法 不知道行不行 东方广盛大致猜出柳萍的想法 不由得暗暗点头 满脸笑意 柳萍 你想让我们几个老家伙干什么 直接说吧 柳萍恭敬地给东方广盛鞠了一个躬 谢过东方家主 哈哈 东方广盛开怀大笑 看来我们的任务不轻啊 柳萍不好意思挠了脑脑袋 认真的看着东方广盛 东方家主 东方家的医术传承与众不同 是东方家的立身之本 我知道我的想法 有些强人所难 哼 东方广盛轻笑了几声 表情怪异地看着柳萍 我可以拿出你想要的东西 你用什么回报 柳萍表情庄重 眼神坚定 语气果决 完整的烧火衫和透新凉针法 在东方家族手里 一定能发扬光大 如果东方家族出现 宗师以上的义务双绝的人 我还能提供更好的针法 东方广盛蹭的一声站了起来 瞪着眼睛盯着柳萍 小子 你真有完整的烧火衫和透新凉针法 柳萍点点头 微笑着扫了一眼 郝海斌和锁老等人 我给郝院长和锁老演示过 东方广盛向柳萍竖起大拇指 满眼赞赏 小子 我很少佩服别人 今天你的举动 令我佩服 你想要什么 直接说吧 柳萍满眼期待地 望着东方广盛 药方 特别是常见病药方 如果有偏方 那就完美了 东方广盛笑着点头 行 绝对让你满意 郝海斌认真地看着柳萍 柳萍 我们能做点什么 郝院长 华夏中医大学底蕴身后 我需要贵校的古艺书 可以拍成照片发到网上 供学生浏览查阅 柳萍认真地说出想法 郝海斌苦笑着摇头 说实话 我们的古书 大都是残本 近现代的书籍比较多 我会尽快命人发到网上 锁老看到柳萍的目光扫了过来 美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 别打我的注意 我的东西都在脑子里 哈哈 众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东方广盛脸色一正 柳萍 我一直没问你 流程是怎么安排的 柳萍眼里闪过一丝狡诈 你们几位前辈 要好好准备一下 讲讲你们的经验和心得 我负责掩饰针法和治疗方案 谢明康吓了一跳 瞪着眼睛盯着柳萍 你想直播治疗癌症的过程 太冒险了吧 柳萍微笑着摇了摇头 虽然有些冒险 但是值得 我要让华夏百姓 和看不起中医的人明白 传承了几千年的华夏中医 是现代西医无法相比的 东方广盛等人 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认真地点了点头 索老眼里闪过一丝金光 出言补充 柳萍 我觉得应该再搞一个病例研讨会 柳萍满脸迷茫 愣愣地看着索老病例研讨会 请索老想解 索老想了想 想法不成熟 只是一个思路 你不是现场治病吗 把患者的病例展示给观众 请东方家主 郝院长等人 现场分析病情 讨论治疗方案 郝海斌拍了一下大腿 满脸激动 好主意 东方广盛苦笑两声 眼里射出坚定的目光 虽然这活不好干 但为了中医的发展 必须干 饭后 柳萍 夏飞和魏玄三人 围坐在僻静的包厢里 柳萍满眼疑惑 魏玄 直播的时候 能不能用马赛克 把患者的脑袋挡住 魏玄脸一红 当然能 不仅是脑袋 重要部位也要遮挡 柳萍满意地点点头 把与东方广盛等人 商定的思路讲了一遍 夏飞撇了撇嘴 立即想台里汇报 明天下午布置直播现场 魏玄说道 一天时间一会儿过 转眼到了25号 柳萍带着东方广盛等人 赶到市中医院 第167章 掌控局面 啪 柳萍反手一张 抽在杰弗里的脸上 啊 杰弗里惨叫着飞出四米 在空中喷出一口鲜血 重重地撞在墙壁上 滑到地下 挣扎了几下 昏了过去 西德尼等人全部猛圈了 这是普通人的力量吗 随便一掌 把180多斤的人扇飞 难道柳萍是怪物吗 夏飞的直播间 再次炸锅了 偶像啊 柳萍是我永远的偶像 连比命都重要 我服 给华夏人长脸啊 蛮夷之辈 竟敢来华夏嚣张 绝不轻柔 庞庆庚的办公室 庞庆庚满脸笑意 梁老 你没想到吧 真没想到 这小子想干什么 梁老苦笑着摇头 满眼不解 庞庆庚渴渴了一口茶 眼里闪过一丝忧虑 如果我没猜错 柳萍是想通过这一巴掌 正式警告帝都的几个大家族 想玩鹰的 他有的是办法应对 梁老顿时瞪大了眼睛 如果真是这样 这小子太可怕了 哈哈 庞庆庚忍不住哈哈大笑 梁老 你等着看戏吧 这小子挖的坑 绝不会这么简单 梁老兴趣大增 满眼期待 好 我倒想看看 这小子能搞出什么花样 江城市医院小会一室 柳萍拿出纸巾 自己擦拭手掌 满脸嫌弃 打这种垃圾 脏了我的手 林振轩知道该自己出场了 立即跑到杰弗里身边 看了一眼齐老虎 把杰弗里先生抬到急诊室 全力救治 是 齐老虎应了一声 带着几名保安 把杰弗里抬上急救车 推了出去 西德尼知道 柳萍是故意报复 但相信杰弗里 绝不会死在华夏医院 痛恨柳萍出手无情 不留情面 眼里闪过一丝阴狠 柳萍拍了拍手 快步走到林振轩身边 恭敬地鞠了一躬 林院长 来的都是客 请恕我放肆 狡诈的小狐狸啊 一巴掌下去 不仅起到敲山正虎 杀鸡儆猴的作用 而且把主动权牢牢地 控制在手中 林振轩暗暗点头 可不敢把心里话说出来 像一名保安招了招手 拿几把椅子过来 几分钟后 西德尼等人 安坐在椅子上 克莱斯特 莫伊拉和奥德利三人 感觉脑子不够用啊 与想象的情节不一样啊 不是应该华夏中医低头求饶吗 柳萍认真的看着西德尼 西德尼教授 我是中医交流会的组织者 你有什么想法 直接跟我说吧 老子是来灭你的威风的 西德尼虽然很想 直接告诉柳萍 可是想到杰弗里的惨状 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沉思了几秒 认真的说道 按照华夏的风俗 我们代表国际医学会 希望与华夏中医切磋医术 切磋医术 共同促进 柳萍面点点头 满眼不解地看着西德尼 西德尼教授 我太年轻 孤陋寡闻 可否问一下 西医是通过仪器和化验数据诊病的吗 西德尼虽然不明白柳萍的真正的目的 还是认真的点点头 你说得不错 哦 柳萍的眼神越发迷茫 死死地盯着西德尼 西德尼教授 中医是通过望闻问切四种方法诊病的 我们切磋交流以后 中医医生倒是可以学会使用仪器诊病 西医医生能学会望闻问切的诊病方法吗 王八蛋 西德尼暗骂了一句 直到又上当了 恨不得一口咬死柳萍 可是柳萍的问题很尖锐 又不能不回答 感觉既憋屈又郁闷 无奈地干笑几声 虽然我们不懂中医 多了解 总是没有坏处 柳萍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西德尼的教授的话很对 我完全赞成 这个王八蛋终于说了一句人话 西德尼暗骂一句 呼出一口长气 柳萍认真的看着西德尼 教授 医生的职责是什么 当然是治病救人了 这还用怀疑吗 西德尼瞪着眼睛吼道 柳萍满眼嘲讽 似笑非笑地看着西德尼 哦 我以为西德职责 只是到处找人切磋呢 西德尼的怒火顿时烧了起来 柳萍 你不能怀疑我们的医德 怀疑你的医德 我有吗 柳萍仗了起来 给西德尼倒上一杯茶 疑惑地看着西德尼 我只是不明白 你身为医生 不好好的待在你的国家治病救人 跨越半个地球 跑到江城来找我切磋医术 难道你的国家没有病人了 还是吃多成糊涂了 扑 正在喝茶的东方广盛等人 把嘴里的茶水喷了出来 西德尼仿佛如遭雷击 脸憋得通红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满眼怨毒 恶狠狠地盯着柳萍 一败涂地啊 莫伊拉看了一眼西德尼 暗叹了一口气 微笑地看着柳萍 柳医生 学无止境 博彩仲家之长 才能进步 博彩仲家之长 好想法 柳萍称赞了一句 满眼不解地看着莫伊拉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西德尼教授刚刚说过 你们是来告诉我们 中医只不过是巫术 是上不了台面的 西医才是这个世界上 真正的唯一的高明医术 扑痴 莫伊拉把嘴里的茶水喷了出来 脸色苍白 不知道该如何接化 柳萍眼里射出灵力的寒光 死死地盯着莫伊拉 老太太 不要插话 记忆力如此之差 也敢做医生 我真不敢预测 患者落到你手里的下场 莫伊拉浑身颤抖 手指着柳萍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奥德利意识到 华夏之行凶多吉少 如果现在离开医院 不仅一时移民毁了 世界医学会的名声 也会受到严重打击 沉思了几分钟 认真地看着柳萍 名人不说暗话 我们就是来挑战中医的 我们要证明 西医就是比中医强 不错 你倒是光明磊落 没有既想当婊子 又想立牌坊 柳萍向奥德利 竖起大拇指 奥德利安安苦笑 心说 你以为老娘愿意啊 还不是被你逼的 一直没有说话的克莱斯特 突然站了起来 如果你是一个男人 跟我们鄙视医术 柳萍鄙视地看了一眼克莱斯特 你不配 赶紧回家吧 你妈等你吃饭呢 哈哈 房间里响起大小声 柳萍慢慢走到克莱斯特身前 拍了拍克莱斯特的脸蛋 老教授 医术是用来治病救人的 不是用来装笔 混取名声的 凭你刚才说过的话 我可以断定 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 克莱斯特眼里喷出怒火 柳萍 你竟敢瞧不起我 我一定要打败你 柳萍不以为意 灵力的目光 从西德尼几人的脸上扫过 这个世界太大了 任何阿猫阿狗来挑战我 我都要应战吗 还哪有时间治病救人 第多言家 严臣本感觉 事情已经超出了控制 西方人完全落入了柳萍的圈套 等待他们的 只能是丢人现眼 镜山双眼通红 大声骂道 柳萍 我跟你势不两立 第168章 坑坑不断 西德尼深吸了几口气 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意识到眼前的年轻人不可小觑 索性开门见山 柳萍 我代表国际医学会 正式向你挑战 挑战 柳萍似笑非笑地看着西德尼 按照华夏的文字意识 挑战大都是弱者发起的 你真的愿意挑战我 你的意思是 你的医术不如我 西德尼知道 只能继续走下去 咬牙切齿地怒吼 柳萍 你不用跟我咬文绝子 如果你是个男人 就应战 柳萍好奇地看着西德尼 华夏古语说得好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 任何阿妈阿狗挑战我 我都要应战 我都没面子 西德尼已经近似疯狂 红着眼睛 盯着柳萍 你有什么条件 提出来 我都接着 柳萍脸色一正 认真的看着西德尼 挑战也好 比试医术也好 对我或者中医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我完全可以拒绝 西德尼知道柳萍的话没错 深深后悔华夏之行 不仅没有打败中医 反而丢尽了脸面 满眼绝望地靠在椅子上 柳萍看到西德尼的自傲 已经被击溃 脸上露出笑容 看着西德尼说道 教授 华夏民族是个好客的民族 你们不远千里 而来 作为主人的我 按理应该接受你们的挑战 西德尼脸上挂着激动 眼里放出兴奋的光芒 柳萍 你的意思是 愿意和我们鄙视医术 当然 柳萍点点头 严肃地盯着西德尼 我的时间是用来治病救人的 如果你们想挑战我的医术 必须付出代价 西德尼迷茫地望着柳萍 脱口问道 付出代价 什么意思 先挖的小坑 迷惑对方 柳萍虽然已经打定主意 但表情严肃 紧紧盯着西德尼 假如我获胜了 将来会有无数的医生挑战我 所以 我要设置一道门槛 西德尼恍然大悟 点了点头 你的想法合理 你要多少钱 柳萍脸上露出喜色 医学会的教授就是聪明 如果我现在收到一千万华下币 我接受你们的挑战 一千万华下币 西德尼嘀咕一句 扭头看着奥德利三人 满眼问号 你们的意见呢 克拉斯特撇了撇嘴 钱不多 我同意 奥德利和莫伊拉也都点了点头 西德尼向柳萍点了点头 拿出支票填上数字递给柳萍 我没有细算 但绝对超过一千万华下币 柳萍接过支票 一副守财奴的表情 看了几眼支票 怀疑的看着西德尼 支票不会有问题吧 吐包子 西德尼暗骂一句 这是国际通用支票 任何一家银行都可以兑付 柳萍满意地点点头 小心地收好支票 目光一沉 严肃地看着西德尼 为了保证比赛公平 请在座的所有人 都交出通讯工具 当然也包括我的 柳萍掏出手机 关机后放在会议桌上 向全副武装的江亚玲招了招手 江寻补 叫两个人过来 看着点手机 江亚玲点点头 下达命令 两分钟后 四名全副武装的巡捕 走进会议室 东方广盛等人 虽然感觉莫名其妙 但还是掏出手机 西德尼四人 也把各自的手机 放在会议桌上 一名巡捕拿出一个杯囊 把桌子上的所有手机 都收紧杯囊 江亚玲大声说道 为了防止有人作弊 我们已经屏蔽了 医院的手机信号 东方广盛等人更加迷茫 不知道柳萍想干什么 柳萍从兜里 掏出三张银行卡 放在桌子上 满脸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怕老婆 没什么钱 这是老婆给的零花钱 西德尼吃惊地望着柳萍 你要赌钱 是啊 柳萍笑着点点头 我已经收到一千万了 即使把这三张卡里的钱都输了 也没什么损失 就是博个好运 西德尼再次征求 克莱斯特三人的意见 莫伊拉满眼鄙视 看了柳萍一眼 出言嘲讽 一个土包子 守财奴 他能有多少钱 答应他 克莱斯特也点点头 我同意莫伊拉的意见 奥德利盈盈感觉有些不对 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头 看到克莱斯特和莫伊拉都同意了 亦没有出言反对 西德尼扭头向柳萍点了点头 我们同意 柳萍满眼好奇地看着西德尼 西德尼教授 你不查一下银行卡的余额吗 一个土包子 你能有多少钱 西德尼暗暗鄙视 脸上挂着高傲的神色 满眼嘲讽 无论卡里都多少钱 我们都接着 柳萍微笑着看着西德尼 你们是客人 如何鄙视 你们说的算 西德尼点点头 我们商量一下 省手办公室 哈哈 庞青庚忍不住开怀大笑 柳萍的大坑挖好了 梁老一名猛圈 脱口问道 挖坑 仅仅几张银行卡 能有多少钱 庞青庚满眼期待 死死地盯着屏幕 我也不知道 我猜测不会少于几百亿 甚至超过千亿 药膳方二楼包箱 邱青雅满脸不解 眼里带着浓浓的担忧 这个坏家伙 竟然把所有钱都拿出来了 那可是一万多亿啊 以后不能给他留钱了 一点也不知道珍惜 蓝贤竟无所谓地笑了笑 我们的男人 是天底下赚钱最快的人 也是最善于挖坑害人的家伙 我很期待 云青岩也是满眼担忧 我觉得有点多了 帝都言家 楚春风猛地站了起来 眼睛死死地盯着屏幕 满眼恐惧和担忧 言成本满眼诧异 看了楚春风一眼 楚家主 你怎么了 我 我感觉有两张银行卡 有古怪 楚春风虽然认出了两张卡 但也不敢说出真相 憋屈至极 江城市中医院小会议室 西德尼走到柳萍身前 既然你们举办交流会 肯定准备了病人 你安排三名患者 我们提出各自的治疗方案 再做的都是医生 又有电视直播 谁也做不了价 柳萍认真的点了点头 三举两胜 西德尼赞同地点了点头 是 柳萍向全副武装的江亚琳点了点头 江亚琳拿起三张银行卡 收紧装着手机的杯囊 柳萍走到夏菲身边 向夏菲点了点头 把十名患者全部推过来 夏菲点点头走了出去 魏璇脸上挂着兴奋的神色 看着镜头 大声说道 万众主目的中西医大对决 即将开始 让我们一起期待 第169章 言出如刀 两名肝癌 两名肺癌 两名胃癌 和两名中度尿毒症患者 被推到会议室 癌症患者都是术后复发 肿瘤已经扩散至全身 脸色苍白 处于半昏迷状态 两名尿毒症患者 被西医认定为 患肾是唯一治疗方法 虽然意识清醒 但满脸死气 夏菲拿着所有患者的病例 走到西德尼身前 教授 这八名患者 是通过网络招募的 前天抵达江城 这是昨天的检查结果 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 重新检查 我先看看病例 把病人送回病房 西德尼不愧是知名医生 很快调整好心态 接过病例 分发给克莱斯特等人 你们也看看 护士把病人推出会议室 柳平做了一个静生的手势 所有人都静静地 看着西德尼四人 会议室里 仅有翻动纸张的沙沙声 西德尼越看表情越凝重 肝癌术后复发 肿瘤已经扩散全身 根本不可能通过手术治疗 即使采用微创治疗 活着靶相疗法 也无法治愈患者 按照西医的理论 患者的日子不多了 一个不祥的预感 在西德尼体内扩散 十分钟后 西德尼满眼期待地 看着克莱斯特四人 怎么样 克莱斯特满眼绝望 无奈地摇头 我没有任何办法 莫伊拉虽然低着头不说话 但身上的傲气已经消失 奥德利深吸了一口气 尿毒症患者只能患肾 是唯一可能治愈的办法 哎 西德尼叹了一口气 走到柳平身边 恭敬地把病例递给柳平 柳医生 我们无法治愈肝癌和肺癌患者 尿毒症患者只能患肾 柳平知道就是这种结果 暗暗佩服西德尼等人的医德 没有考虑个人得失 沉思片刻 认真的看着西德尼 我治愈过同样症状的患者 你有没有兴趣 看看患者的病例 西德尼没想到 柳平竟然愿意分享成功敬然 顿时呆住了 迷茫地望着柳平 我很有兴趣 但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会这么做 毕竟我们现在是对立的双方 你说的没错 我们是对立的两方 柳平点点头 面带笑容地看着西德尼 尊敬的西德尼教授 你为什么学医 当然是治病救人 造福天下苍盛 西德尼满眼真诚与执着 毫不犹豫地回答 说得好 不愧是国际医学会的顶尖人才 柳平大声称赞 脸色一正 身上泛起威仪 目光坚定 认真地看着西德尼 教授 西医建立在解剖学的基础上 你们之所以不承认中医 是因为解剖学 无法证明经络的存在 是这样吧 是 西德尼毫不犹豫地点头承认 柳平似笑非笑地看着西德尼 话题一转 教授 信仰那个教派 西德尼虽然不明白柳平的目的 倒还是立即回答 我是虔诚的教徒 信耶稣 耶稣 你觉得华夏传说中的神仙存在吗 柳平继续微笑着追问 又他妈上当了 西德尼暗骂了一句 柳平的问题是没有正确答案的 无论承认有 还是认为没有 都是陷阱 只能咬牙转移话题 柳医生 这与医术有关系吗 你说呢 柳平反问一句 脸色突然沉了下来 瑞丽的目光盯在西德尼的脸上 你知道为什么西方国家 不敢承认中医吗 哄 西德尼如遭重击 梦然醒悟过来 满眼悔恨 为了利益 柳平雨声如雷 鄙视地的目光 从西德尼四人脸上扫过 我承认在西医领域 你们是顶尖的学者 曾经创造了无数辉煌的成绩 但是你们已经失去了医生的人心 现在只不过是利益集团的走狗 你 你竟敢骂我们 你不是绅士 你是泼皮 莫伊拉瞪着眼睛怒吼 骂你 你配吗 柳平满眼鄙视 毫不客气地回队 华夏中医传承几千年 你们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西医基础离得开华夏中医吗 柳平洪亮的声音 在会议室里回荡 所有人都陷入沉思中 西德尼满脸尴尬 郑重地看着柳平 柳医生 即使你说的是对的 与我们现在的比斗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柳平轻轻地拍了拍西德尼的肩膀 教授 你进门的时候就说过 你们代表西医 要把中医踩在脚下 在我看来 是鼠里望闻的行为 啪啪 会议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绳手办公室 啪 梁老一掌拍在桌子上 满脸激动 大喊一声 痛快 庞庆庚满眼赞赏 毫不吝啬赞美之词 这个小狐狸 骂人都不带一个脏子 令人佩服 梁老愈发激动 看了一眼庞庆庚 这小子会怎么做 庞庆庚笑了笑 虽然我猜不出柳平会怎么做 但结果是可以预料的 就是让西德尼等人心服口服 要善方包香 云青岩满眼一彩 激动的欢呼 老公好帅啊 邱青雅满眼幽怨 肯定又迷住美女了 我们要小心点 小心有用吗 顺其自然吧 蓝贤竟无奈地说道 江城市寻补方 哈哈 马俊飞 苗剑中等人都开怀大笑 不愧是名副其实的温婶 嘴比刀子还厉害 严全大笑着称赞 帝都严家 严陈本 楚春风和静山三人 脸色阴沉地看着电视屏幕 知道柳平大大事已成 西德尼等人不仅没有打败中医 反而成就了柳平 静山郁闷至极 邀请西德尼等人来华夏 损失了巨额资金 反而成为柳平的垫脚石 忍不住大声骂道 王八蛋 我要杀了他 蠢货 我怎么有这样的队友 严陈本暗骂一句 江城市医院小会一室 西德尼彻底崩溃了 眼珠通红 瞪着眼睛盯着柳平 柳平 我们在比读医术 你说那么多废话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如果你有本事 治好这些患者 当然要治好他们 柳平笑着点了点头 拿起病例仔细看了一遍 对专职护士沐少宇说道 少宇把吴子立推到治疗室 是 沐少宇应了一声走了出去 魏玄开通治疗室的直播 有兴趣的人可以跟着我去治疗室 请你们保持肃静 柳平迈步走出会议室 哄 夏飞是直播间再次炸了 额言层出不穷 柳平威武 中医威武 华夏威武 邱卿亚三人满眼担忧和期待 暗暗祈祷 希德尼得知 柳平选择了病情最重的吴子立 再次惊呆了 隐约感觉这场笔都彻底输了 第170章 完整针法 治疗室里的两部摄像机 对准了柳平和患者 患者的脸和重要部位都打上马斯克 视频图像传入千家万户 柳平坐在吴子立的病床边 仔细地检查脉象 几分钟后 柳平连续写出八张药方 递给专职护士沐少宇 暗方熬药 明白 沐少宇把柳平的话记在病历上 拿着药方看着希德尼 柳平满眼不解地看着沐少宇 你怎么不去配药 沐少宇小脸微红 低声回答 你们在鄙视医术 我觉得他们应该派一个人跟着 魏玄急忙插话 不用担心 摄像机会跟着你的 沐少宇快步走出了治疗室 柳平扭头看着东方广盛等人 面带微笑 熬药需要半个小时 你们想不想试试 东方广盛猛地想起柳平说过的话 意识到 柳平可能要施展完整的烧火山 和透心凉 身体微微颤抖 坐在患者的病床边 亲自检查患者的脉象 十几分钟后 东方广盛站起身 苦笑着摇头 我治不了 无能为力 又过了几分钟 沐少宇拎着熬好的药汁 回到治疗室 向柳平点了点头 柳医生都准备好了 柳平拿出四盒银针 消毒后 按照针的型号 分别摆好 看了一眼沐少宇 少宇 我要开始了 沐少宇郑重地点头 一切准备就绪 柳平扭头看着东方广盛 东方家主 看清了 东方广盛明白柳平的话外音 毫不犹豫地点头 为了方便治疗 柳平点中吴子力的昏睡穴 令吴子力进入深度睡眠中 柳平手一挥 数十枚银针几乎同时飞起 有序地刺进吴子力身体的穴位 啊 治疗室内传出惊呼 西德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种手法 怎么可能是巫术 这是传说中的仙术 柳平的目的很简单 不仅要彻底征服西德尼等人 同时也要让华夏百姓 了解中医的特长 起到宣传的效果 透心凉 谢真法 随着柳平的话音 柳平的双手化作两道幻影 手指连续弹在树莓银针上 银针高速旋转的同时 不时左右或者上下晃动 难闻的气味在房间内迷茫 莫伊拉满眼嫌弃 捏着鼻子 问道 什么味道 好臭啊 西德尼瞪了莫伊拉一眼 没好气地训斥 别说话 正在摇动的银针周围 渗出黑色带有恶臭气味的物质 半个小时后 柳平直起腰 深吸了一口气 大喝一声 烧火上补针法 我的上帝 西德尼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形容眼前的情景 完全超出了认知 暗暗凯叹 难道这才是真正的中医吗 省手办公室 梁老脸色不停地变幻 既有好奇 又有惊喜和激动 忍不住大声赞叹 好小子 凭借这手针灸之术 完全可以在中医界横着走 庞庆庚笑着摇头 凭我对柳平的了解 这应该不是他的全部实力 这小子绝对还有更厉害的招数 梁老身以为然地点点头 我越来越期待 这小子进入帝都了 药膳方二楼包厢 邱青雅已经忘记了吃醋 满眼一彩 像一个小迷妹 我第一次看到老公给人治病 没想到老公的针法如此高超 蓝贤静脸一红 满脸骄傲 不仅针法好看 效果绝对无与伦比 我可是体验过 云青雅满眼期待 老公说过 给我们梳理经脉 我越来越期待了 帝都言家 言辰本意识到柳平的医术 已经不在当年的鬼手神针之下 又善于用毒 还是先天无者 要想对付柳平 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陷入绝望之中 如果不是看在是盟友的面子上 言辰本会毫不犹豫地 把楚春风和靖山赶出言家 是医院治疗室 一个小时后 柳平脸色苍白 浑身大汗 拔出所有银针 疲惫地坐在椅子上 穆少宇和魏敏珠 擦掉吴子莉身上的污污 用清水 把吴子莉的身体擦洗干净 少宇 一号药汁静脉注射 我休息一会儿 半小时后 叫我 柳平摇晃着站了起来 魏敏珠立即扶住柳平的胳膊 走到角落 坐在椅子上 穆少宇把一号药汁 注入吴子莉的经脉 扫了一眼围观的医生 请坐吧 柳医生已经说过 休息半个小时 西德尼满眼疑惑地走到病床边 仔细观察 吴子莉紧紧脸上出现细微的血色 并无其他变化 扭头看着穆少宇 护士 这就结束了吗 穆少宇笑着摇头 还没开始治疗 针灸的目的是 排除患者体内的药物残毒 根据我的经验 至少需要12个小时 柳医生才会开出治疗癌症的药物 西德尼满眼惊讶 认真的看着穆少宇 你见过柳医生治疗癌症患者 当然了 穆少宇满眼骄傲 把魏敏珠拉到身边 我们是柳医生的专职护士 柳医生治好的癌症患者 都是我们负责的 西德尼仅存的一丝希望 也彻底破灭了 扫了一眼东方广盛等人 请问 哪位是院长 我可以看看患者的病例吗 林振轩快步走到西德尼身前 微笑着点头 我是院长 您请稍等 少宇 去把病例取来 穆少宇点头离开 几分钟后 回到治疗室 把几分病例交给西德尼 都在这里了 有痊愈出院的 也有即将痊愈出院的 西德尼越看越心惊 从病例上看 患者的情况与吴子利差不多 都被西医宣布了死刑 时间到了 穆少宇叫醒柳萍 柳萍检查过吴子利的迈向后 东方家主 您看看患者的情况 东方广盛知道 柳萍是想指点自己 快步走到病床边 检查吴子利的迈向 满眼惊喜 不可思议 脏气的动能 竟然在慢慢恢复 柳萍笑着点头 这就是完整版的烧火衫 和透心凉的针法效果 穆少宇取来尿罐和使电 犹豫着看了一眼 正在直播的摄像机 不知道该怎么办 魏璇 关掉直播 患者要排泄污污 味道令人难以承受 无关人员出去吧 柳萍认真地说道 魏璇点点头 关掉了摄像机 与其他直播人员 走出治疗室 奥德利认真地看着柳萍 我不怕臭味 我要看到全部过程 穆少宇立即把尿罐和垫子放好 柳萍解开吴子利的睡穴 手指搭在吴子利的手腕上 缓缓输入内力 我要方便 吴子利慢慢睁开眼睛 声音有气无力 准备好了 穆少宇轻声说道 物全部是深褐色 发出腥臭之味 在吴子利体内沉寂了很久 柳萍抬起手 邵宇 拿去化验 尽快出结果 明珠 二三号药液 经脉注射 穆少宇捏着鼻子 把物拎了出去 魏明珠把二三号药液 注入患者体内 第171章 讲解思路 柳萍写好食谱 交给穆少宇 派人去药膳方 嗯 穆少宇应了一声 柳萍示意大家坐下休息 魏璇打开直播 你们有什么疑问 都可以提出来 希德尼认真地看着柳萍 柳医生 我没有接触过中医 不了解中医 正是向你道歉 柳萍随意地挥了挥手 脸上挂着阴谋得逞的笑意 希德尼教授 你不用道歉 这仅仅是一场赌局 如果你输了 是要赔钱的 我会赔钱的 希德尼点点头 一脸虔诚 柳医生 你能给我讲讲你的治疗方案吗 柳萍的目光 从东方广盛等人的脸上扫过 你们是不是也想知道 东方广盛等人都认真地点头 我先讲讲西医治病的方法 柳萍认真地看着希德尼 教授 如果是初期或者中期的癌症 希德尼的治疗方法是手术切除肿瘤 然后采用其他的辅助疗法 比如化疗 希德尼点了点头 确实如此 请继续 柳萍也没客气 继续发表看法 化疗的过程对于患者来说 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不仅杀死了肿瘤细胞 而且还杀死了淋巴细胞 令人体的免疫能力大幅下降 这是西医无法回避的问题 克莱斯特 莫伊拉和奥德利三人 都愣愣地望着柳萍 没想到 柳萍竟然也懂西医的治疗方法 是要三分毒 化疗药物是现代化学的合成药物 副作用更大 对肝脏的伤害程度远超想象 即使彻底治愈了癌症 还需要调理肝功能 柳萍的声音在房间内回荡 莫伊拉满眼不耐烦 出言督措 这些我们懂 你还是说说中医吧 柳萍没有生气 只是笑了笑 要想了解中医 首先要了解人体 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 暗合阴阳五行 奥德利满眼迷茫 脱口问道 阴阳五行是什么 是迷信吗 柳萍摇头苦笑 我真没有办法解释 阴阳五行是什么 只能告诉你 阴阳五行是华夏中医的基础 你们可以看看书 奥德利认真地点点头 好吧 我会去看的 人体内的自然杀伤细胞 是淋巴细胞的一种 是肿瘤的天然杀手 如果能激发自然杀伤细胞的繁殖能力和杀伤力 治疗肿瘤就成为可能 奥德利教授 按照西医的原理 我没说错吧 柳萍问道 奥德利点点头 满眼迷惑 你的说法完全正确 可我还是不明白 中医是怎么做的 别急 我慢慢告诉你 柳萍继续阐述观点 华夏古话有云 树怕伤根 也就是说 如果伤害了生命的根基 生命必然消失 借用到病人身上 道理相同 奥德利似懂非懂 满眼问号 柳医生 你把肿瘤当作生命体 只要消灭生命体的根基 就彻底杀死了肿瘤细胞 柳萍笑着点头 大致是这个意思 奥德利越发不解 根基是原发病造吗 如何才能找到呢 柳萍摇了摇头 我这里说的根基 并不是指原发病造 而是指发生病变的原因 包括自然杀伤细胞 灭杀肿瘤细胞失败的原因 奥德利恍然大悟 满眼惆怅 我明白了 这是一个真正的医学难题 目前还无法破解 柳萍满脸笑意 虽然我们不知道 但自然杀伤细胞知道 只要我们提升自然杀伤细胞 是数量和杀伤力 肿瘤问题迎刃而解 奥德利迟疑了几秒 你的银针 就是用来激发自然 杀伤细胞活力的 不是 柳萍想了想 针灸的作用 是疏通人体经脉 调节人体的阴阳五行 使之处于平衡 人体达到最佳状态 自然杀伤细胞的活力 必然增强 哦 东方广盛等中医医生 都恍然大悟 西德尼愣愣地望着柳萍 你是怎么想到的 柳萍笑着访问 我说 我是偶然发现的 你信吗 信 西德尼满眼佩服 你开辟了一条 中医治疗癌症的新思路 功不可没 可惜不能用于西医 奥德利看了一眼 正在沉睡的吴子利 柳医生 你给患者服用的药物 主要作用是什么 柳萍也没隐瞒 调理脏气 恢复功能 只有脏气功能恢复了 阴阳五行 才可能慢慢恢复平衡 这种药物 能批量生产吗 奥德利又追问 哎 柳萍叹了一口气 无奈摇头 中医讲究一人一方 如果变成可以通用的药物 药效会大幅下降 对于吴子利这种重症患者 疗效微乎其微 东方广盛等人 也提出了很多疑问 只要是柳萍遇到过的问题 柳萍都会毫不犹豫地解答 不知不觉到了午饭时间 大家跟我去食堂吧 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林振轩热情地招呼众人 西德尼走到柳萍身边 柳医生 从今以后 你是我的偶像 我们一起喝一杯 怎么样 对不起 柳萍满眼歉意 西德尼教授 现在是患者最危险的时间 我必须留在病人身边 西德尼满眼崇拜 我陪着你 柳萍想了想 说道 魏玄关闭直播 魏玄关闭直播后 跟着众人走了出去 我去给你们打饭 慕少语快不跑了出去 女翻译坐在柳萍和西德尼两人中间 饭菜虽然很简单 但西德尼吃得津津有味 西德尼 你怎么会跑来华夏挑战我 柳萍随口问道 西德尼翻了一百眼 没好气地说道 你以为我愿意啊 据说是华夏帝都的人 请我们来的 目的是 让你身败名裂 柳萍按按比试 话题一转 认真的看着西德尼 教授 有没有兴趣到我的医院和学校任职 西德尼大吃一惊 你有医院和学校 柳萍随意地点点头 还在建设中 估计还要三四个月 才能竣工 西德尼这才意识到 柳萍是个有钱人 猛地想起作为赌注的银行卡 顿时冒出一身冷汗 满眼恐惧地望着柳萍 你跟我说实话 刚才的那三张银行卡里 有多少钱 柳萍脸上带着狡诈的笑容 大约一万两千亿华夏币 西德尼顿时想清楚了前引后果 瞪大了眼睛望着柳萍 你早知道会有人对你不利 借机射套 把我们引到陷阱里 政界 柳萍笑着点头 西德尼略以沉思 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笑容 国际医学会是绝不可能出钱的 你就是把我们五个人卖了 也不止一万两千亿华夏币啊 你还是失算了 嘿嘿 柳萍甘笑几声 满眼得意地看着西德尼 我怎么会失算呢 华夏有句古语 赌债肉肠 你们五个人 老老实实给我留在华夏吧 西德尼顿时猛圈了 柳萍的目的不是钱 而是盯上了他们的本事 彻底栽了 第172章 轰动效应 华夏的网络疯狂了 评论层出不穷 柳萍是华夏中医崛起的希望 柳萍公开传授真法 没有任何私心 是真正的医生 中医无敌 绳手办公室 梁老脸色阴沉 语气沉重 满眼担忧 虽然我不知道 烧火山和透心梁是什么 但能被柳萍和东方广盛看中 必是绝世之宝 柳萍的困难很大 稍不留意 就会粉身碎骨 庞庆庚望着屏幕上的柳萍 满眼期待 梁老 我猜测用不了多久 柳萍就能跨入宗师行列 二十多岁的宗师 多少年没有人见过了 梁老顿时惊呆了 柳萍不是先天后期吗 称死是先天巅峰 想要跨入宗师 难于登天 庞庆庚的脸上 浮现出耐人寻味的笑容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柳萍自己 没有人知道柳萍的真正实力 拭目以待 新庆福 忽颜家族 忽颜智科脸色不断变换 柳萍的话如同闷雷一样 在忽颜智科的脑子里回响 完整版的烧火衫 和透心凉针法 是绝世珍宝 如果忽颜家族能拥有 忽颜家族至少还能辉煌几百年 必须尽快动手 否则一定会落入其他家族的手里 柳萍是先天舞者 并不是忽颜家族能直接对抗的 必须寻找合作伙伴 忽颜智科沉思片刻 拨通了颜家家主颜晨本的电话 八属唐家 家族唐德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柳萍竟然拥有完整版的 完整版的烧火衫和透心凉针法 唐家的家族传承资料记载 烧火衫和透心凉针法 可以解唐家之毒 无任何后遗症 如果烧火衫和透心凉重现人间 唐家将永无出头之日 要么杀了柳萍 要么把烧火衫和透心凉收入唐家 唐德西沉思片刻 拨通了颜晨本的电话 江城要善方更加热闹 所有人都坐在椅子上 不错眼珠地盯着电视屏幕 陈洪蕊 田丽瑶和康书文三人满眼兴奋 陈洪蕊大声宣布 庆祝平哥哥齐开得胜 每名员工奖励5000元 Oh yeah 洪蕊妹妹最可爱 平哥威武 服务员高兴地欢呼 柳萍一直待在治疗室 每隔两个小时 检查一次吴子莉的脉象 每隔四个小时 沐绍宇给吴子莉 静脉注射一次23号要支 夜深人静 直播停止 柳萍命人把东方广盛等人送回酒店 与西德尼一起守在病床边 西德尼看到病人脸上的血色越来越浓 满眼期待 柳萍 病人明天能做检查吗 柳萍点点头 明天下午检查 你现在休息吧 我守着患者 西德尼确实感觉疲惫 无奈地躺在陪护床上 进入梦乡 柳萍盘下坐在椅子上 运工调息 直到天光放亮 才睁开眼睛 再次检查吴子莉的脉象 确认一切正常 叫醒西德尼 别睡了 该吃饭了 柳萍笑着说道 西德尼睁开朦胧的眼睛 我们上午做什么 柳萍随口回答 我去查房 你可以跟着我 也可以去做你自己的事情 西德尼目光坚定 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跟着你查房 上午十点 护士把最后两大药汁 注入吴子莉的经脉 柳萍面带微笑 目光从东方广盛等人脸上扫过 各位前辈 请你们检查吴子莉的脉象 然后我们讨论治疗效果 算是交流会的一项内容 用事实说话 才有说服力 才能让每个人意识到不足 索老第一个坐在病床边 检查吴子莉的脉象 几分钟后 满眼欣喜地看着柳萍 老朽佩服 东方广盛检查过吴子莉的脉象后 大声感叹 烧火山和透心梁 不愧是华夏中医瑰宝啊 治疗效果出人意料 柳萍看到所有中医 都检查过吴子莉的脉象 扭头看着沐少宇 少宇 两个小时后 安排吴子莉做全面检查 明白 沐少宇应了一声 把柳萍的话记在病历上 莫伊拉轻轻地拉了一下 西德尼的衣袖 满眼疑惑 西德尼 既然我们输了 还留在这里干什么 西德尼摇头苦笑 你知道柳萍的赌注 是多少钱吗 我们走不了 只能给柳萍打工还债 法克 莫伊拉毫不顾及形象 抱了一句粗口 瞪着眼睛看着西德尼 声音如雷 我们到底输了多少钱 所有人都愣愣地看着莫伊拉 西德尼脸色紫青 狠狠地瞪了莫伊拉一眼 出去 柳萍急忙出演打圆场 我们去会议室吧 检查结果出来 继续讨论 众人回到小会议室 西德尼把柳萍的目的 告诉了克莱斯特三人 三人顿时惊呆了 魏璇拿着麦克风走到柳萍身边 柳医生 台里接到很多热线电话 有患者 也有中医医生 柳萍笑着点头 接过来吧 魏璇把耳边给柳萍带上 电话转了进来 耳机里传来中年男子低沉的声音 柳医生 我是一名中医医生 在偏远的山村行医 没有上过中医大学 医术是师父传授的 我将来能去江城市中医院学习吗 当然 我欢迎每一位喜欢中医的人来江城 我们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你把电话留给电视台 交流会结束以后 我会联系你 柳萍认真的回答 谢谢柳医生 我等你的电话 第二个电话转了进来 耳机里传出年轻女孩焦急的声音 柳医生 我母亲是一线癌晚期 你有办法治疗吗 柳萍认真的回答道 我确实没有诊治过一线癌患者 如果你没有其他选择 在交流会结束之前 把患者送到江城 这间小会议室里 集中了中西医专家 我们可以共同商定治疗方案 年轻女子毫不犹豫地同意 好 我立即安排 柳萍认真的嘱咐 到江城以后 立即联系江城市中医院 谢谢 我记住了 柳萍连续接了几十个电话 拒绝部分初期和中期癌症患者来江城 但是承诺 医院建成后 第一时间通知患者 同时也发布消息 欢迎偏远地区的中医医生 来百姓中医诊所交流医术 但由于诊所条件有限 希望提前与诊所联系 再做决定 帝多言家 严陈本望着电视里 看卡尔潭的柳萍 脸色越发阴沉 柳萍一定会引起高层的注意 失传的中医针法 是华夏瑰宝 以后想对付柳萍 越发不易 只能光明正大的挑战 如果玩弄阴谋诡计 严家距离灭亡不远了 严陈本拨通忽严家主的电话 我们可以合作 但只能光明正大的对付柳萍 如果你想使用卑鄙手段 严家绝不参与 八属唐家 唐德西把唐建西 唐明熙和唐俊熙三人叫到会议室 脸色阴沉 柳萍掌握烧火山和透心梁针法 我们该怎么做 唐建西眼里闪过一丝阴霾和兴奋 只有杀了柳萍 唐家才是安全的 唐明熙和唐俊熙两人也都点了点头 唐建西回到自己的别墅 闭目沉思 如果能掌握烧火山和透心梁针法 不仅可以明言华夏 唐家的家主职位 唾手可得 必须在柳萍死之前拿到针法 拨通了牛海生的电话 不惜一切代价 绑架柳萍的家人 第173章 暗中筹备 晚饭后 柳萍把东方广盛和索老 留在要膳方 东方广盛看到柳萍表情凝重 满眼不解地看着柳萍 柳萍 出什么事了 唉 柳萍看了一口气 目光深沉 烧火山和透心梁 是华夏瑰宝 肯定有很多人寄予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东方广盛和索卓 瞬间明白了柳萍的话外音 两人对视了一眼 小子 说说你的想法 索卓的语气中 带着淡淡的杀气 柳萍沉思片刻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 基于真法的人 一是西方国家的医药集团 他们绝不愿意看到中医崛起 必定想方设法的压制中医发展 二是有贪欲的中医传承家族 比如巴蜀的唐家 新庆府的忽延家 三是帝都的延家 楚家和靖家 东方广盛和索老都点了点头 并没有说话 只是点点头 示意柳萍继续 敌二我明 如果是针对我 倒没有什么 我担心家人和诊所的人会受到伤害 柳萍语气沉重 满眼无奈 东方广盛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确实是个大问题 索老陈思片刻 认真地看着柳萍 我留在诊所 柳萍笑着点头 满眼感激 我有个想法 请二位前辈帮我分析一下可行性 柳萍 直接说 不用客气 东方广盛语气真诚 柳萍脸色一正 我准备对外宣布 十天后公开讲解烧火山和偷新凉 把暗中的人全部逼出来 索拉眼里闪过一丝金光 点头称赞 东方广盛满脸怀疑 出言询问 如果敌人不出现呢 肯定出现 柳萍信心满满 帝都的几大家族 绝不愿意看到我名利双收 肯定不择手段地对付我 但由于交流会备受瞩目 西德尼等人惨败 帝都的家族不敢公开报复 很可能请中医来对付我 比如邀请沃国和高沟离国的中医高手 堵住自然是真法 索拉重重地点点头 认真地看着柳萍 你的想法合情合理 如果在医术室打败你 一定会逼迫你 终生不得行医 晕死 东方广盛瞪大了眼睛 抱了一句粗口 至于这么狠吗 柳萍认真地点了点头 这是阳谋 帝都的家族 会拿出我无法拒绝的理由 东方广盛和索卓 都不太了解 沃国和高沟离国的中医发展情况 表情变得越发凝重 柳萍无所谓地笑了笑 如果光明正大的鄙视医术 我不拒任何人 但是 我想以沃国人和高沟离国人 阴毒的本性 暗地里一定耍手腕 你是说 他们会绑架你的亲人 威胁你 东方广盛满眼惊讶 柳萍表情 民众地点点头 烧火山和透心凉真法 能解巴蜀唐家的剧毒 是唐家毒药的可心 唐家一定会不择手段地得到真法 无论是功夫 还是使用毒药 唐家都不是我的对手 他们唯一能做的是 对付我的亲人 忽颜家眼里只有利益 面对华夏中医瑰宝 忽颜家绝对会不择手段 索卓补充了一句 唉 柳萍看了一口气 与其沉重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帝都几大家族 一定会联合唐家和忽颜家 设置各种障碍 牵着我的经历 为了在医术上打败我创造条件 不怕贼偷 就怕贼电剑 东方广盛和索卓 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无奈 柳萍 你希望我们怎么做 东方广盛沉声询问 索卓目光坚定 小子有什么想法 直接说 柳萍满眼凌厉 脸色愈发冰冷 二老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我们分头准备 东方广盛和索卓 听完柳萍的计划后 表情略显轻松 离开了要善方 柳萍拨通了苏薇赫的电话 把要求讲了一遍 明白了 明天交给你 苏薇赫毫不犹豫地答应 柳萍沉思片刻 拨通了梅小燕的手机 让梅小燕密切注意 进入江城的陌生人 第二天早上 柳萍带着东方广盛 和西德尼等人 走进吴子立的病房 穆少宇把检查报告交给柳萍 柳医生 昨天下午给吴子立 做了全面检查 柳萍仔细地看了一遍检查报告 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转身交给西德尼 西德尼看完报告 满脸难以置信 情不自禁地惊呼 奇迹 真是奇迹 仅仅过去了两天 患者的指标全面向好 柳萍写了三张新药方 交给穆少宇 连幅三天 三天后 再做一次全面检查 明白 穆少宇认真的记下柳萍的话 把方子给我看看 东方广盛拿过药方自己观看 时而皱起眉头 时而露出若有所物的神色 十几分钟后 开怀大笑 大声称赞 好 好 有功有手 还能调理人体内的阴阳五行之气 妙啊 郝海斌满眼兴奋 忍不住接过药方 认真观看 从笔记本拿出一张药方 认真对比 点头臣赞 虽然基础药物基本相同 但用量和搭配药物 却有所区别 这才是真正的一人一方啊 柳萍面色平静 看了一眼穆少宇 少宇 把吴子立推到特护病房 安排一名癌症患者 和一名尿毒症患者 我在这里等着 明白 穆少宇推着吴子立 离开治疗室 不一会儿 穆少宇和魏敏珠 各推着一名病人 走进治疗室 柳萍认真的目光 从东方广盛等人的脸上扫过 东方家主 郝院长 大家分别检查患者的脉象 然后讨论治疗方案 我先来 索桌坐在癌症患者的病床边 东方广盛坐在尿毒症患者的病床边 半个小时后 柳萍分别给癌症患者 和尿毒症患者开出药方 索老 东方家主 郝院长 大家都说说想法 索老看过柳萍的药方 苦笑着摇头 没好气地说道 你小子就别欺负我们几个老头子了 我们可不会烧火山和透新凉 柳萍尴尬地挠了挠头 把药方分别交给沐少宇和魏敏珠 快去准备 带几何银针过来 治疗方法依然是针灸 经脉注射药汁 直到下午四点 柳萍才尝出了一口气 魏玄拿着麦克风 走到柳萍身边 满眼关心 柳萍 你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柳萍脸色苍白 微微摇头 有事 有热线电话 魏玄把耳脉戴在柳萍的头上 耳机里传来中年男子的声音 请问柳医生 您治疗尿毒症的方法 能在中医界推广吗 可以推广 你不要离开电视 我要宣布一个消息 柳萍摘耳麦 借过魏玄手里的麦克风 认真的看着摄像机镜头 十天后 我将公开讲授 烧火山和透新凉的初级针法 任何有志于中医的朋友都可以学习 如果有疑问 可以在网上提问 我会回复 八属唐家 唐建西坐在自己的别墅里观看直播 没想到柳萍竟然要公开烧火山和透新凉针法 立即拨通了牛海生的电话 牛海生 尽快动手 拿到针法后 弄死柳萍 帝都严家 严臣本无比郁闷 意识到必须阻止和打压柳萍 拨通了唐德西的电话 唐家主 你的条件 我答应了 希望你言而有幸 第174章 吊虎离山 吃过晚饭 柳萍接到苏维赫的电话 赶到寻补房 苏维赫拿出三条项链 交给柳萍 你要的东西准备好了 卫星通讯 除非是被关在地下室 否则都能收到信号 柳萍满眼感激地点点头 谢谢 你一定要确保 沿途监控全部正常 苏维赫笑着 拍了拍柳萍的肩膀 放心吧 把手机给我 我给你安装一个软件 你可以随时知道项链所在位置 柳萍回到别墅 把邱青雅 蓝贤静和云青岩三人叫到房间 拿出项链 从现在开始 你们要一直把项链戴在身上 蓝贤静首先反应过来 满眼惊讶 跟踪定位移 柳萍点点头 我要公开的真法 是华夏瑰宝 无论是帝都的大家族 还是巴蜀唐家 都想得到 定然会不择手段 我担心你们受到伤害 你们戴着项链 警方随时能掌握你们的行踪 云青岩满眼担忧 青雅姐 静贤姐 这几天 你们就不要出去了 留在别墅吧 唉 柳萍叹了一口 你们每天留在别墅是最好的 我担心诊所里的学生 停了几秒 柳萍认真地看着三女 你们都是我的女人 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们 敌人在暗处 我们在明处 必须把敌人引出来 老公 你想让我们做幼儿 云青岩满眼惊讶 柳萍无奈地点点头 如果暗处的敌人找不到破绽 继续隐藏寻找机会的可能性很小 他们为了达到目的 肯定会疯狂 会有无辜者受到伤害 邱青雅三女知道柳萍不是危言耸听 都认真地点了点头 老公 你想让我们怎么做 邱青雅认真地问道 柳萍把三女搂在怀里 沉思了半生 青雅每天正常上下班 静姐和青岩留在别墅 你们三人定时联系 我会让刚牙带人保护青雅 蓝贤静 邱青雅和云青岩三人 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凝重 邱青雅毫不犹豫地点头 看着柳萍 老公 我听你的 正常上班 蓝贤静立即提出自己的想法 还是我去上班吧 柳萍耐心地解释 青雅正常上下班 不会引起怀疑 最主要的 对方要的是我的真法 在没有得到真法之前 对方绝不会伤害青雅 蓝贤静满眼担忧 道理是不错 可我还是担心 柳萍认真地说道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我向你们保证 云青岩瞪着眼睛盯着柳萍 满眼忧愿 如果青雅姐受到伤害 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邱青雅每天早上 在钢雅等人的保护下 正常上下班 蓝贤静和云青岩 陪着陶沛玉 邱老等人 在别墅观看电视直播 每隔一个小时 与邱青雅联系一次 转眼三天过去了 并没有出现任何意外 柳萍依然每天 上午查房和治疗患者 下午与东方广盛等人 讨论治疗方案 晚上 柳萍和邱青雅三女 坐在别墅的客厅里 喝着咖啡 邱青雅疑惑地看着柳萍 老公 你是不是有点过度紧张了 我问过钢雅 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柳萍笑了笑 没有问题更好 但是我们不得不防 江城市一栋普通的民房里 牛海生带着十几名心腹手下 正在整理收集到的情报 牛真伟长着一双狡诈的三角眼 老大 柳萍的老婆邱青雅 每天准时上下班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牛海生眼里闪过一丝阴霾 明天下午行动 记住不能让柳萍近身 她的功夫很不错 而且善于用毒 拿到东西以后 立即灭了她 四天没有任何意外 邱青雅不知不觉地 放松了警惕 进入了工作状态 下班后 柳萍驾车把邱青雅接回别墅 亲自下厨做了一顿美味 云青雅一脸满足 好久没吃过 老公亲自做的菜了 等过了这段时间 我经常给你做好吃的 柳萍满帘笑意 眼里满是宠溺 晚上九点 柳萍回到别墅 刚刚洗漱完毕 手机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 柳萍看到是魏敏珠的号码 立即接通 敏珠 有事吗 柳医生 你快来吧 吴子莉口吐白沫 好像快不行了 魏敏珠的声音极其焦急 好 我马上到 柳萍立即驾车赶往医院 林振轩 孔红玉等人都围在吴子莉的病床边 正在检查吴子莉的脉象 林振轩看到柳萍走进重症监护室 立即招手 柳萍 你快过来看看 好像是中毒了 中毒 柳萍愣了一下 仔细检查吴子莉的脉象 确实是中毒了 而且是不能治人死亡的毒药 拿出银针 快速刺进吴子莉的穴位 内力缓慢进入吴子莉的体内 十几分钟后 柳萍把银针刺进吴子莉的左手中指 然后快速拔出 流出黑血 直到流出鲜红的血液 柳萍让护士止血 柳萍才尝出了一口气 认真地看着林振轩 林院长 立即派人检查监控录像 你说有人下毒 林振轩下了一条 立即跑了出去 柳萍隐隐感觉不对 这件事肯定是冲着自己来的 立即掏出手机 查看邱清雅三人的位置 三个红点在一起 正在快速地离开市区 坏了 别墅被袭击了 柳萍立即拨通了江雅琳的电话 雅琳 你立即带人赶到别墅 如果别墅被袭击了 立即保护现场 等我回来 明白 柳萍又拨通了苏薇贺的电话 苏总寻补 立即监控信号 林振轩跑回重症监护室 满眼恐惧和不解 柳萍 你快去看看视频 确实有人进入了重症监护室 命令保安守在这里 柳萍和林振轩 快步跑进监控室 保安迅速打开监控视频 一个身穿白大褂 戴着着口罩的男子 大摇大摆地走进重症监护室 仔细地查看患者床边的监护仪 偷偷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包 撕开后 包里地粉末 撒在吴子丽的嘴里 吊虎离山 柳萍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意图 看着林振轩 林院长 立即把视频发给苏维赫总寻补 明白 林振轩点点头 两分钟后 柳萍拨通了苏维赫的电话 视频收到了吧 最好能找到这个人 苏维赫语期间无比坚定与沉着 我已经安排下去了 技术人员正在进行人相比对 有消息 我会立即通知你 你的夫人们已经进入了山里 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需要我准备直升机吗 不用 我驾车追赶 帮忙把我的手机信号断掉 任何人拨打 都是关机 柳萍说完 扭头看着林振轩 把你的车钥匙给我 第175章 解救三女 柳萍驾车回到别墅 江雅琳等人已经到达 老人没事吧 柳萍焦急地询问 江雅琳点点头 都被打晕了 没下重手 一会儿就能醒过来 柳萍检查过陶佩云和邱老等人的迈向后 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雅琳 留两个人守在这里 呼叫支援 其他人跟我走 江雅琳果断下达命令 郑海 王志明 你们留下 雅琳 联系苏维赫 把位置发过来 给我一台对讲机 柳萍快步走出别墅 江雅琳紧跟在柳萍的身后 我坐你的车 其他人跟着我们 四辆普通轿车离开驶出市区 江雅琳按下对讲机的通话键 报告01 我是06 请确认位置 06 目标十几分钟没有移动了 位置已经发给你们了 给你们一个小时的时间 告诉02 尽可能留下活口 对讲机里传出苏维赫的声音 柳萍没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 江雅琳说道 告诉你师傅联系林振轩去别墅照顾老人 索必消息 江雅琳看着手机上的信号 柳萍 信号从这里离开 进山了 知 柳萍停下车 扫了一眼路边的大山 信号距此多远 江雅琳指着右前方 回答 大约两公里 柳萍接过江雅琳的对讲机 关掉电源 别在后腰上 看着江雅琳 你们别停车 我一个人过去 江雅琳虽然知道柳萍的功夫深不可测 还是满眼担心地看着柳萍 你小心一点 保持联系 柳萍下车进入山坡 向信号方向走去 前进一公里 挨回往返 江雅琳下达命令 柳萍小心前行 内力注入双二 仔细搜索 牛海生带着十几名手下 坐在帐篷里 邱青雅三女仍在昏睡中 柳真伟拿着手机 满眼焦急地看着牛海生 老大 柳萍的手机一直打不通 怎么办 牛海生沉思片刻 真伟 你带两个人守夜 其他人休息 明早再联系柳萍 是 牛真伟应了一声 带着两名男子走出帐篷 柳萍看到信号越来越近 高抬脚轻落足 瞪大双眼 搜索前进 擦擦 不远处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柳萍隐身在树后 运足目立 向着脚步声的方向望去 三个模糊身影引入眼帘 柳萍又前行了二十几米 藏身术后 运足耳力 确认只有三个人守夜 拔出三枚银针 随手甩了出去 噗通 银针准确射中 扭真围三人 三人摇晃着倒在地上 一道人影 从帐篷里冲了出来 大声喊道 扭真围 你们怎么了 声音惊动了帐篷里的人 十几名大汉 拿着匕首等凶器 冲出帐篷 牛海生快步走到 扭真围身边 打开手电筒 看到扭真围的肩膀上 扎着一枚银针 吓了一跳 大声喊道 柳萍 你出来 否则我杀了你的女人 六名大汉快速跑进帐篷 把邱青雅三人拖了出来 柳萍现出身形 慢慢走到牛海生身前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抓我的女人 牛海生没想到 柳萍来得如此之快 瞬间醒悟过来 扭头看了一眼 还在昏睡的邱青雅三人 柳萍 把烧火山和透心凉阵阵法给我 我就放了你的女人 果然如此 柳萍眼里射出寒光 死死地盯着牛海生 唐家派你来的 牛海生脸上的肉抽出了一下 眼里闪过阴霾 柳萍 你最好按照我的要求做 否则 别怪我心狠手辣 随着牛海生三名大汉 拿着火气 对准了柳萍 找死 柳萍猛地挥了一下手 十几枚银针闪着荧光 钻进十几名大汉的丹田气海 十几名大汉摇晃着倒在地上 柳萍双脚一挫 瞬间出现在邱青雅三人身边 扶住三女 牛海生顿时惊呆了 仅仅一个照面 手下人全部倒在地上 意识到柳萍的功夫很强 拔出两把匕首 握在手中 柳萍小心地把三女放在地上 眼里射出寒光 盯着牛海生 我是先天巅峰舞者 唐家没告诉你吗 先天巅峰 牛海生满眼难以置信 自己是先天初期舞者 无法战胜先天巅峰高手 但不能坐以待毙 怒吼一声 纵身扑向柳萍 柳萍脸上带着嘲讽之色 不闪不闭 双掌猛地抓向匕首 扑 扑 柳萍的双手像铁钳一样 死死地抓住匕首 牛海生的匕首难尽分毫 尸口惊呼 你 你 咔嚓 咔嚓 柳萍双手用力 两柄匕首齐齐折断 跑 牛海生顿时吓呆了 转身便跑 你跑得了吗 柳萍深吸了一口气 转眼到了牛海生的身后 一掌拍在牛海生的脑门上 扑吃 牛海生喷出一口鲜血 倒地昏了过去 柳萍确认所有人全部被控制 走到邱轻雅三人身边 检查三人脉象 三人并无大碍 拔出对讲机 江雅琳 带人过来 呼叫支援 明白 十几分钟后 江雅琳带着全副武装的特总巡捕 出现在柳萍的身边 柳萍点醒了邱轻雅三人 清雅 静姐 清言 你们感觉怎么样 三女脸上还带着恐惧 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点了点 柳萍心疼地看着三女 我们回家 江雅琳把车钥匙扔给柳萍 柳萍 车在路边 柳萍感激地点点头 全部带回去 秘密审讯 尽量保密 江雅琳认真地点点头 明白 交给我了 柳萍驾车载着三女回到别墅 林振轩已经把邱老等人救醒 众人焦急地坐在客厅里 陶佩云急忙起身打招呼 邱轻雅 你们没事吧 我去给你们做饭 柳萍走到林振轩身前 表达谢意 林院长 谢谢 林振轩点点头 我检查过老人的身体了 没有大碍 老公 你陪着林院长喝茶 我们去去就来 邱轻雅三人快步上楼 不一会儿 韭菜摆在餐桌上 柳萍和三女陪着林振轩 邱老和黄老几人 戏真蔓隐 三女你一言我一语 柳萍终于知道了 事发的全部过程 牛海生等人 敲开别墅的大门 十几个大汉一拥而入 打晕了邱老和陶佩云 邱轻雅三女 面对火器和匕首 毫无还手之力 被带离别墅 邱老满眼疑惑 柳萍知道是什么人吗 柳萍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巡捕正在秘密审讯 很快就能有消息 如果我预料不差 应该是巴蜀唐家的人 林振轩顿时醒悟过来 冲着针法来的 第176章 在遇挑战 天刚蒙蒙亮 柳萍接到苏维鹤的电话 苏总巡捕 有结果了 柳萍语气平静 在医院下毒的人已经抓到了 目的是把你调离别墅 袭击别墅的人叫牛海生 来自京城 是巴蜀唐家的唐建希的心腹 苏维鹤简单地解释一遍 柳萍眼里闪过一丝灵力 语气冰冷 果然是唐家的人 柳萍 你准备怎么做 苏维鹤沉声询问 柳萍沉思片刻 先封闭消息 暂时不想对付唐家 帮我准备唐家的详细资料 我命人准备资料 你小心一点 我觉得唐家不会善罢甘休 苏维鹤认真提醒 谢谢 如果唐家还不死心 我就彻底灭了唐家 柳萍坐在沙发 陷入沉思 三女没有丝毫自保能力 为三女打通任督二脉 必须尽快提上日程 绝不能再出现任何意外 齐老虎得知 三女受到袭击 早早赶到别墅 满眼怒火 先生 是什么人做的 柳萍知道 齐老虎因为没有保护好 邱青亚三人 而自责 轻轻拍了拍齐老虎的肩膀 人已经抓住了 不用担心 齐老虎点点头 表情凝重 我立即加派人手 一定保证别墅安全 柳萍赶到市医院 首先进入吴子莉的病房 检查吴子莉的脉象 吴子莉所中之毒 已经完全清除 精神状态不错 林振轩连夜召开会议 把医院的安全级别 提上一个台阶 接受柳萍等人治疗的患者 都被特种寻补保护起来 除了柳萍和专职护士 任何人都无法靠近病房 远在巴蜀的唐建西 还不知道牛海生等人全军覆没 每天都焦急地等待消息 期盼牛海生能成功得到针法 是医院会议室 刚到上班时间 魏璇就开通了直播 护士把吴子莉等人的病例 交给柳萍 柳医生 癌症患者和尿毒症患者 昨天下午都做了检查 这是检查报告 柳萍仔细地看了一遍 满眼喜色 把检查报告递给西德尼 西德尼看完报告 彻底服气了 患者身体的各项指标 都在全面好转 痊愈将不再是幻想 指日可待 柳萍看着沐少宇 少宇 我们去查房 安排好新患者 明白 两个小时后 柳萍等人回到会议室 沐少宇摆一份病例交给柳萍 柳医生 患者是一名肺癌晚期患者 已经等在治疗室了 柳萍点头接过病例 认真地看了一遍 我们立即过去 先生 有人前来拜访 骑老虎快步走进会议室 把一份拜帖交给柳萍 柳萍满眼诧异 打开拜帖 看到帖子上的名字 顿时明白了 谢俊旭 高沟离国著名中医 伊藤博文 窝国之名中医 柳萍眼里闪过一丝灵力 帝都的几大家族 是要打压自己 既然如此 就别怪自己不客气了 柳萍扭头把拜帖 递给东方广盛 东方家主 窝国和高沟离国的中医来了 东方广盛接过拜帖看了几眼 表情名重 我知道这两个人 谢俊旭擅长方济 伊藤博文擅长针灸 喜欢以毒攻毒 都是成名多年的名义 柳萍随意地笑了笑 远来的都是客 请他们进来 不一会儿 骑老虎带着四人走进会议室 两名老者和两名年轻人 柳萍上前一步 双手抱拳 欢迎谢俊旭先生 欢迎伊藤博文先生 谢俊旭年过花甲 脸色略白 身形消瘦 双目有神 哈哈大笑几句 用生硬的华夏语回应 老朽不请自来 望起赎罪 伊藤博文微微行了一个礼 郑重地望着柳萍 华夏中医远远流长 得知华夏举办中医交流会 特来参会 柳萍眼里闪过一丝惊诧 伊藤博文体内气息涌动 竟然是先天后期舞者 怪不得擅长针灸 请坐 上茶 柳萍招呼谢俊旭和伊藤博文 坐在会议桌旁 谢谢 谢俊旭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柳萍面色平静地看着 谢俊旭和伊藤博文 二位远渡重阳 不远千里来到华夏 不知有何指教 谢俊旭眼里闪过一丝兴奋 脸上写满激动 华夏中医和高高厘中医竞争多年 老朽此次前来 是希望与华夏中医切磋 交流会集中了大部分华夏知名的中医 希望成全 柳萍点点头 扭头看着伊藤博文 伊藤先生 您也是来切磋的 是 希望领教华夏中医的精髓 伊藤博文不喜不惊 表情冷淡 柳萍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发 目光真诚 华夏民族是好客的民族 案里不应该拒绝二位的要求 但我们已经安排了病人 无法满足与二位切磋的要求 如果二位愿意 可以参加诊疗小组 共同分析病情 谢俊旭与伊藤博文对视了一眼 伊藤博文摇了摇头 柳萍知道 谢俊旭与伊藤博文 绝不是切磋那么简单 目的仍然是自己手里的真法 假装不解地 看着伊藤博文 伊藤先生 你有什么要求 伊藤博文眼里 闪过一丝贪婪 目不转睛地望着柳萍 柳先生 听闻你拥有烧火山 和透心凉针法 如果老朽偶然赢得一招办事 希望能得到两种真法 柳萍威摇了摇头 对不起 真法是 华夏传承瑰宝 我是不会用华夏的 传承瑰宝做赌注的 你这个念头可以打消了 伊藤博文的眉头皱了一下 脸色变得阴冷 柳先生 请提出你的条件 无论任何条件 我都不会拿出真法的 柳萍目光坚定 语气坚决 哎 伊藤博文叹了一口气 眼里闪过阴霾 冷冷地看着柳萍 柳先生 听闻烧火山和透心凉 能解各种奇毒 老朽恰巧会配置几种毒药 想体验真法奥妙 你下毒 我解毒 柳萍满眼疑惑地 看着伊藤博文 正是 伊藤博文郑重地点了点头 扭头指着身边的年轻人 你不用担心 他是我的徒弟锦上胎二 我会让他服用毒药 如果你解不了毒 我会拿出解药的 柳萍眼里闪过一丝金光 认真的 看着伊藤博文 能把你的毒药给我看看吗 伊藤博文从手包里 拿出一个小玻璃瓶 这是我用数十种 剧毒药物配置而成 如果不能在二十分钟内解毒 中毒这必死 柳萍面无表情地打开瓶盖 鼻子放在瓶口 闻了几秒钟 认真的 说出毒药的成分 钛盘蛇 蜘蛛 黑曼巴 断肠草 毒剑术 伊藤博文听到柳萍 连续说出二十几种毒物 顿时呆住了 柳萍微笑着 看着伊藤博文 你配置的毒药虽然很厉害 但药效 没有完全融合 只能算是初级产品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东方广盛和索老等人 都愣愣地看着柳萍 仅凭笛子 就能判断出药材的种类 柳萍的能力 已经超出了人类的认知 江城市首办公室 马俊飞看到柳萍轻松地 说出毒物名称 满脸笑意 意识到柳萍用毒的本事 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江城市寻补方 苏维赫和几名副总寻补 坐在会议室里 以前一直以为 柳萍的毒药 是他师父传给他的 没想到柳萍对毒物的认知 已经超出想象了 这家伙要想害人 无人能防 苗剑中满眼感慨 是医院会议室 你再看看这个 伊藤博文又拿出一个小玻璃瓶 放在会议桌上 第177章 各方元首是中医院会议室 柳萍走到谢俊逊身前 谢先生 如果你没有任何私心 仅仅希望与华夏中医切磋 我一定会答应你 你与伊藤博文来此的真正目的 你不说 我也才打出来 谢俊逊脸色难看 满眼尴尬 认真的赔礼 对不起 我确实不知道 伊藤博文是冲着你的针法来的 我也是被人蒙蔽了 医术是用来治病救人的 不是用来博取名声的 你们走吧 这里不欢迎你们 柳萍毫不客气 下达了驱逐令 谢俊逊和伊藤博文来的时候 趾高气扬 信心满满 没想到被人驱逐会场 落荒而逃 柳萍看了一眼时间 扭头看着沐少语 少语 通知患者 下午治疗 我带大家去吃饭 邱青雅一直坐在办公室看直播 听到柳萍霸气地向唐家宣战 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坏家伙 算你有良心 咔嚓 威一静推门走了进来 仔细打量邱青雅 青雅 你真的被绑架了 没出什么事情吧 邱青雅摇了摇头 我没事 柳萍很快把我们就出来了 把你们 威一静愣愣地看着邱青雅 还有谁 柳萍的另外两个女人 邱青雅语气平静 威一静也不知道怎么劝解 暗叹了一口气 没事就好 这几天别来上班了 好好休息几天 陈洪蕊 田丽瑶和康书文 得知邱青雅三人遭到绑架 跑到药膳房 找到李雪萍 雪萍 今天多准备点好吃的 给青雅姐 静姐和青年姐接风 庆祝她们安全脱险 陈洪蕊认真地说道 李雪萍认真地点头 嗯 我知道 静姐和青年姐 在二楼包厢呢 是寻补房 苏维赫把苗剑忠 匹里忠 和严全三人叫到办公室 待我们出面了 咱们去药膳房吃饭 找齐老虎商量一下 把齐老虎的手下利用起来 苗剑忠满脸尴尬 打脸啊 副总寻补的别墅被袭击 夫人被绑架 江城寻补房太丢脸了 苏维赫眼里闪过韩光 借此机会 再次严打严查 对那些随意出租房屋的人 严惩不待 严全满眼疑惑 你们谁知道柳平的真正实力 我昨晚检查 那帮家伙的伤势 总感觉柳平的实力深不可测 苏维赫想了想 深沉的目光洞 苗剑忠三人的脸上扫过 如果我没有猜错 柳平早已经步入宗师行列了 此事仅限我们知道 苗剑忠满眼羡慕 我听说江雅林 就要成为先天舞者了 柳平确实是一个奇人 能力深不可测 我们走吧 苏维赫率先走出会议室 柳平领着东方广盛和索劳等人 走进要扇方 李雪平快步走到柳平身前 平哥 我哥在二楼等你呢 柳平点点头 叮嘱了东方广盛和索劳几句 走上二楼 诊所的大部分学生已经到了 陪着蓝贤静和云青岩喝茶聊天 李勇快步走到柳平身前 重重地拍了拍柳平的肩膀 师兄 以后我负责保护三位嫂夫人 柳平随意地摇了摇头 你继续前行修炼 最多一个半月 尽快成为先天后期舞者 我才放心让你去精灵 李勇重重地点头 我感觉每天都在进步 已经摸到先天后期的门槛了 用不了多久 我就能跨入先天后期 柳平满眼欣喜 没想到李勇也是练武奇才 步法和长法呢 学通了吗 李勇不好意思地挠了一下脑袋 需要实战历练 柳平满意地拍了一下李勇的肩膀 等交流会结束 我陪你过招 陈洪蕊和田丽瑶挽 挽着邱青雅的胳膊走进包厢 大声说道 今天聚会的主要目的 庆祝三位姐姐安全脱险 苏薇贺推门走进包厢 向柳平招了招手 柳平快步跑到苏薇贺身前 满眼疑惑 总巡捕 有事 事关你的女人和诊所的安全问题 苏薇贺笑着点头 把其老虎叫过来 我们有事商量 柳平瞬间明白了苏薇贺的话外音 把其老虎叫到苏薇贺身前 认真地叮嘱 你一定要服从苏总巡捕的命令 陈洪蕊看到大家全部坐定 微笑着看着柳平 平哥哥 你说几句吧 柳平郑重地给邱青雅 蓝贤静和云青岩真满酒 满脸歉意 对不起 是我的错误 我以后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 邱青雅 蓝贤静和云青岩三人 互相对视一眼 都微微点头 蓝贤静端起酒杯 认真地看着柳平 你是我们选中的男人 你当然要保护我们 可如果遇到危难 我们绝不会退缩 即使是死 也在所不息 不许说死 陈洪蕊立即站起身反对 三位姐姐 我相信平哥哥 一定能保护我们所有人 柳平认真的目光 从每个人的脸上扫过 你们都是我的家人 我不会让你们受到伤害的 干杯 干杯 众人齐齐举杯 喝光了杯中酒 零 柳平看到是梅小燕的号码 立即接通 小燕 有事吗 好吧 我没做好 让夫人受惊了 梅小燕语其中满含歉意 柳平笑着安慰梅小燕 不怪你 这些人刻意隐瞒行踪 老板 我会努力的 梅小燕说完挂断电话 索老领着燕证走进包厢 柳平急忙打招呼 索老 燕证 快坐 索老摇了摇头 我已经吃完了 交流会期间 让燕证留在别墅 保护你的女人 柳平认真的给索老鞠了一躬 谢谢 索老扭头看着燕证 燕证 以后你白天跟着邱青雅 晚上住在别墅 如果遇到袭击 别留守 燕证重重地点头 师父 我绝不会让任何人 伤害三位嫂子 索老满意看着燕证 没想到你小子学得聪明了 说话也力所多了 燕证刚大的挠着头发 满脸通红 雪平妹妹教我的 如果我学不好 她不让我吃饭 哈哈 房间里的人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还真是一物降一物 柳平轻轻地拍了拍燕证的肩膀 扭头看着索老 索老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去医院吧 患者是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 肺癌晚期 肿瘤已经扩散至全身 无法进行手术治疗 柳平检查过患者的脉象后 表情越发凝重 把东方广盛和索老 交到僻静之处 东方家主 索老 你们也查过患者的脉象了 患者的情况很棘手 我只能使用非常规手段了 不能直播治疗过程 索兰满眼担心 你准备用内力给患者治疗 你跨入宗师多久了 柳平笑了笑 没多久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实力 感觉对付一两名宗师 还是没有问题的 经过商议 魏璇带着直播人员人撤出治疗室 第178章 传承真法 治疗室内只用柳平 东方广盛 索老和穆少宇 柳平准备了二十几片人参 放在盘子里 随时备用 写出五张药方 编上号码交给穆少宇 少宇 还记着流程吗 穆少宇检查过药方的编号 认真的点头 我记得过程 我去抓药 柳平手指扶过患者的昏睡穴 盘膝坐在椅子上 运功调膝 调整身体状态 半个小时后 穆少宇拎着药带走进病房 柳平睁开眼睛 拿出许久没有使用的金针 消毒后说道 东方家主 索老 你一定要看仔细了 东方广盛和索老都认真的点了点头 先护住心经 这是针灸之法的控针法 随着柳平的话音 十几名长短不一的金针 悬浮在患者的上空 重 柳平怒喝一声 十几枚金针 化作树道金光 刺进患者的心经 控针法 竟然能同时控制十几枚金针 东方广盛和索老互相对视一眼 都看到彼此眼里的金针 几分钟后 患者身上插满金针 但针法 碾针法 柳平的双手化作两道幻影 不停地弹钟和碾动患者身上的金针 驱毒 清理肠道 温养脏气 柳平的内力沿着肺经上 是金针进入患者的体内 在驱除患者体内的毒素的同时 温养患者的脏气 半个小时后 柳平大汗淋漓 脸色苍白 内力激进枯竭 身体战斗 扭头看了沐少宇 少宇 人参 六片 沐少宇立即拿起人参 放进柳平的嘴里 柳平深吸了一口气 把人参吞进肚子里 一股热流进入丹田 内力稍有恢复 不行 还不够 柳平又吞了十几枚人参片 感觉内力恢复了五分之一 咬牙催动内力 进入患者的体内 东方广盛和索老帮不上忙 急得直搓手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柳平全力以赴 数分钟后 柳平疲惫地坐在椅子上 抓起剩余的人身 吞进肚子里 调戏了几分钟 东方家主 索老 不要移动他 更不要拔掉他身上的金针 等我醒过来 东方广盛和索老 望着极度疲惫的柳平 都暗暗摇头 沐少宇笑着说道 东方家主 索老 休息一会儿吧 不用担心柳医生 他休息几个小时 就能恢复过来 四个小时后 柳平睁开眼睛 东方广盛和索拉两人 走到柳平身前 满眼担心 柳平 你感觉怎么样 内力恢复了吗 索老语气无比交集 柳平呼出一口浊气 随意走了几步 恢复了六七成 已经无碍了 沐少宇拿着装满药汁的大针管 走到病床前 柳医生 静脉注射一号药汁吗 柳平点点头 拔出患者身上的金针 先注射一号药汁 两个小时后 注射二三号药汁 三个小时后 柳平检查过患者的脉象 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东方广盛检查过患者的脉象后 满眼难以置信 连连惊呼 没想到 没想到 过一会儿 再让你们见识见识 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 柳平从兜里 拿出装着溅毒草的药瓶 用掏耳勺 取出一点点粉末 倒进四号和五号药袋里 这是什么药物 索老接过装着溅毒草药粉的小玻璃瓶 仔细闻了一会儿 无奈摇头 我从没见过这种药物 溅毒草 在这个世界上 估计只有我和师父 见过溅毒草 这也是我不让电视直播的原因 如果这种药物面世 我估计全世界的药企 不会悬赏追杀我 柳平又把溅毒草的药效 讲了一遍 索老医生从事药理研究 见过无数的真奇异草 从没听说过 能改变毒药药性的天然药物 大声惊呼 天啊 竟然还有这种药物 太诡异了 柳平满脸笑意 我与师父偶然发现 见毒草的功效 也是大吃一惊 患者服下这两剂汤药 病情会大幅好转 接下来就可以采用通用疗法了 东方广盛认真地看着柳平 柳平 如果见毒草能大量培育 将是患者的天大福音啊 我知道 这次来江城的一个目的 就是测试见毒草的药效 特别是针对重症患者的功效 等学校和医院建起来 我会联系师父 培育见毒草 柳平认真地点了点头 晚上八点 慕绍宇把四五号药汁注入患者的经脉 柳平检查过患者的脉象 尝出了一口气 叮嘱慕绍宇一定密切注意患者的情况 随时打电话 柳平 你忙了一下午 我们不打扰你了 早点休息 索老和东方广盛坐车返回酒店 柳平直接回到半山别墅 看到很多保安守在别墅外 按赞骑老虎办事可靠 邱青亚三女陪着瑞锦曼喝茶 柳平重重地坐在椅子上 端起邱青亚的清茶喝了一口 老婆们 快饿死我了 给你留着呢 我去端过来 邱青亚和蓝贤静走进厨房 不仅有丰盛的饭菜 还有一瓶高档白酒 柳平恭敬地看着瑞锦曼 师娘 你们吃过了吗 瑞锦曼点点头 满眼笑意 柳平 你当着华夏百姓 向唐家宣战 把帝都的几个家族下够呛 严陈本亲自给黄老打电话 严家愿意做出赔偿 化解仇怨 柳平撇了撇嘴 眼里满是嘲讽 严家想得太美了 我不是拧捏的 绝不会任由严家欺负 我会让严家知道 痛子怎么写 瑞锦曼眼里闪过一丝担忧 柳平 你绝不能冲动 毕竟严家在政商两届 都能说得上话 稍有不慎 后果难料 柳平笑着点头 知道瑞锦曼是真的担心自己 急忙转移话题 师娘 好几天没见到你了 你去哪了 瑞锦曼瞪着眼睛训斥柳平 回帝都办理药品批号 今天上午在电视上看到你发疯 急忙赶回来了 事情都没办完 跟你师父一样 也是一头倔驴 不让人省心 邱青雅三女面带微笑 静静地看着一老一哨斗嘴 柳平笑了笑 扭头转移话题 静姐 药厂什么时候能见好 蓝贤竟想了想 药厂的事情交给陈萧峰了 不出意外 最多两个月 药厂即可完工 瑞锦曼认真地看着柳平 药品投产以后 你想过萧露的问题吗 稳战稳打 只在江城医院和诊所销售 如果外地中医院想要进货 必须派人来江城 接受中医培训 柳平说出自己的想法 瑞锦曼犹豫几秒 柳平 我咨询过专家 你的配方虽然申请了专利 但很容易被攻破 会不会得不偿失 柳平笑着摇头 我的药物 只是为了方便医生开药 而且利润很低 没人会冒险的 你心里有数就行 瑞锦曼喝了一口茶 帝都的几个家族 既然有和解的意愿 你也不要揪着不放 这对你并没有好处 柳平认真地点点头 严晨本肯定会来江州 见了面再说 第179章 长远规划 交流会经历两次挑战 不仅柳平的医术震惊世人 而且凶名也广泛流传 再也没有人敢出言挑衅 柳平每天上午茶房后 都会给一名新患者治疗 下午与东方广盛和索劳等人 坐在会议室内 交流心得 转眼十天过去了 所有被治疗过的志愿者 病情都明显好转 柳平刚刚回到别墅 就接到了马俊飞的电话 马尸首 你找我 柳平问道 电话另一端的马俊飞 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 柳平 我代表江城市百姓 感谢你 柳平知道 这不是马俊飞的真心话 越发疑惑 开门见山 马尸首 有话直说 你我之间 还客套什么 是这样 马俊飞组织一下语言 继续说道 省里和市里的老干部 都看到了直播 他们想请你检查身体 能安排出时间吗 柳平知道这是必然结果 略意沉思 马尸首 半个月内 我无法离开医院 患者的治疗 正处于关键阶段 希望老干部来诊所 或者中医院 我征求老干部的意见 说说你的下一步计划 下一步计划 柳平疑惑地重复一句 反问 我不明白马总寻步的意思 这段时间 大量游客涌入江城 酒店入住率大幅增加 市里准备加大旅游业投入 马俊飞笑着解释 交流会不仅引来了中医从业者 也将迎来数不清的患者 江城只能加大旅游业投入 缓解压力 降低游客成本 柳平暗暗苦笑 无奈地解释 我没有长远规划 医院和学校建成以后 我才能决定下一步做什么 马俊飞知道 柳平说的是实话 立即说道 市里的意思是 首先完善医院和学校周围的配套设施 但我知道 医院和学校 现在占地不多 将来一定扩建 再给你留多少土地 柳平瞬间明白了 急忙说道 马尸首 你容我想想 我等你电话 蓝贤静看到柳平陷入沉思 轻声问道 平弟 出什么事了 柳平笑着摇了摇头 满脸无奈 交流会的副作用显现出来了 邱青雅吓了一跳 瞪着眼睛问道 有人找麻烦 不是 柳平知道三女误会了 急忙解释 来江城的人越来越多 旅游业承担了巨大压力 马尸首希望 结合医院和学校的发展规划 发展江城市的旅游业 云青雅满眼不减 这是好事啊 你郁闷什么 我没有郁闷 只是感觉压力重大 医院肯定规划小了 我准备 让马尸首 再预留两百亩地 柳平语气认真 邱青雅与蓝贤静 不愧都是商场妻女子 瞬间理解了柳平的压力 两人对视了一眼 蓝贤静扭头看着柳平 郑重地说出想法 柳平 有了西德尼等人的加入 我觉得 应该建成超一流的 中西医结合医院 预留的床铺 不能低于一千张 学校也要扩大规模 完善配套设施 时速问题 要考虑在前 不仅要考虑来自各地的学员 还要考虑外地患者家属 应该修建一栋 专为患者家属 和培训人员服务的 超大型酒店 三星级酒店就可以了 不用太高级 邱青雅也说出自己的想法 云青岩立即点头 虽然我不太懂经营 但我感觉二位姐姐的想法都很好 既有长远规划 又有贴心服务 柳平满眼感激 老婆们 谢谢你们 蓝贤静满眼情谊 语气越发温婉 平地 我建议要五百亩地 柳平下了一条 疑惑地看着蓝贤静 五百亩地 要那么多做什么 医院和学校全部建成 需要多少员工 虽然我不了解医院的运营 但医护人员绝对少不了 外地来医院工作的医生 肯定脱家带口 他们这些人的生活问题 必须解决 年轻医生早晚要成家 如果不能解决住房问题 肯定是留不住的 蓝贤静认真地解释 柳平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明白 我只是觉得五百亩地有点多了 云青岩脸上挂着脚侠的笑容 有备无患 医院和学校用不了的土地 可以建成商品房 以成本价卖给员工 蓝贤静向云青岩竖起大拇指 妹妹聪明 邱青雅眉头皱了皱 脑海中闪过一丝灵光 老公 现在有了化妆品厂 药厂也即将完工 未来还要搞医药研究所 整个产业需要很多高端人才 也要把这些人的生活问题考虑进去 柳平无奈苦笑 你们知道 我不擅长规划 头疼啊 三女都知道 柳平没有故意推脱 再次互相对视一眼 蓝贤静微笑着看着柳平 平爹 你是我们三人选中的男人 这件事情交给我们吧 我知道你们能行 但我不希望你们太累 让我想想 柳平暗叹了一口气 蓝贤静知道 柳平是真正关心他们 毫不犹豫地说道 惠索已经走上正轨 暂时让青雅照看 我负责医院的后续规划建设 青雅继续原来的工作 待高科技公司走上正轨以后 我们把所有的企业 合并成大型集团公司 雇佣职业经理人管理公司 你们觉得怎么样 邱青雅首先点头 我同意静姐的意见 云青雅满脸忧郁 静姐 惠索是你的心血 我没有管理企业的经验 我怕 蓝贤静轻轻地捏了一下 云青雅的脸蛋 青雅 会所的骨干 都是跟着我多年的姐妹 你的任务只是签字同意 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 回家商量 云青雅知道自己 必须跟上柳平前进的步伐 目光越发坚定 好 我一定努力 柳平知道 三女都想帮助自己 内心涌起一股热流 把三女搂在怀里 谢谢你们 三女都没有说话 静静地享受难得的甜蜜 静姐 今天晚上 我先把你的病彻底治好 明后天 打通你们三人的任督二脉 修炼内力 柳平语气坚定 不容三女反驳 三女知道 柳平是希望 他们有自保能力 都轻轻地点头 邱青雅满眼期待地望着柳平 老公 能成为像你一样的高手吗 柳平笑了笑 虽然有难度 但不是幻想 我修炼 我也修炼 邱青雅和云青岩 毫不犹如地同意 静姐 你先回房间准备 我先给你配药 柳平快步走进房间 蓝贤静满脸红霞 调皮地看着邱青雅和云青岩 两位妹妹 要不要围观 当然要围观了 只不过不是今天 邱青雅调皮地反击 女地皮 蓝贤静反击了一句 快步回到房间 一夜无话 蓝贤静仍在酣睡中 柳平从调戏中醒来 下楼走进餐厅 邱青雅和云青岩正在吃早餐 柳平随意坐在两人身边 拿起一个包子咬了一口 云青岩满眼期待地看着柳平 静姐的病全好了 柳平点了点头 断脉全部解好了 我点了她的睡学 中午才能醒来 她好了 邱青雅高兴地大叫 静姐 让我提醒你们两人 不许说出去 柳平认真的提醒两人 邱青雅和云青岩 知道蓝贤静担心什么 都重重地点了点头 青雅 你上午就不要出去了 我给静姐配置的药物 在冰箱里 午饭后 让她服下去 柳平认真的叮嘱 好 云青岩点头答应 陶佩云把一盘热包子 放在餐桌上 柳平 锅里还有 多吃点 陶阿姨 好几天没见到雨昕了 她现在的成绩怎么样 柳平随口问道 陶佩云满眼幸福和期待 雨昕的成绩进步很快 如果不出意外 参加明年高考 柳平高兴地说道 好消息 妹妹考上名牌大学 一定要送一个大红包 秋青岩撇了撇嘴 雨昕已经决定了 去你的中医学校 现在每天 除了学习课本知识 还被中医输 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柳平满眼诧异 立即反驳 不行 学中医太累了 不能让妹妹学习中医 陶佩云脸上挂着笑意 语气坚定执着 柳平 如果没有你 我没有今天 我支持她学习中医 治病救人 是基因得的好事 柳平只能苦笑 知道无法劝阻 只得转移话题 扭头看着秋青雅 怎么没看到验证 她吃完了 在房间里 很不错的小伙子 作息很规律 陶佩云称赞道 我去上班了 柳平走进是医院的会议室 夏飞拉着柳平 走到僻静的角落 小声说道 柳平交流会即将结束 应该改变交流模式了 柳平有点发猛 疑惑地望着夏飞 我没明白 夏飞没好气地 翻了一个白眼 就知道你忘记了 按照当初的安排 会场必须安排在药膳方 柳平猛地拍了一下脑袋 确实得忘记了 夏飞满眼骄傲 查完房以后 带领大家去药膳方 我和魏璇已经布置好了 谢谢 柳平满眼真诚 夏飞傲娇地甩了一下头发 不用你感谢 雪平答应给我一张免费会员卡 终生免费 柳平暗暗点头 这帮小丫头都是鬼精灵 沉思片刻 把这段时间的真酒视频 都整理出来 利用视频交流 放心吧 早给你准备好了 不打扰你了 夏飞仰着头 傲娇地离开 柳平找到东方广盛和索老 把夏飞的话重复一遍 索老立即点头同意 补充道 准备几个真酒同仁 现场演示真法 东方广盛满眼期待地望着柳平 索老说得对 理论结合实践 柳平点头同意 行 我立即安排 查房完毕后 柳平带着所有参加交流会的人 赶到药膳方 夏飞和魏璇 已经先一步抵达药膳方 正在调整音响 药膳方的大厅被清理出来 左右两侧可悬挂一个超高清大屏幕 大厅中间摆着四具软质真酒铜仁 铜仁旁边是一个高清触摸屏 触摸屏对面的是三排弧形的四方桌 每张桌子都可以坐五六人 桌子上还摆着一盆鲜花和四个麦克风 柳平暗暗称赞 没想到夏飞和魏璇心思如此细腻 会场布置得有模有样 李雪平快步坐到柳平身前 满脸微笑 谢谢平哥哥 我们都准备好了 柳平满意地点点头 扭头招呼索老等人 大家请坐 东方广盛 索老和郝海滨几个相熟的人 走到触摸屏对面的桌前坐下 魏璇看到柳平等人坐好 拿起麦克风 大声说道 从今天开始 会场改在药膳方 这里场地足够大 柳平一生现场演示真法 不仅方便观看 而且任何人都可以现场提问 夏飞也在直播 内容都是介绍药膳方的食品和药效 李雪平挥了一下手 姐妹们 上茶 两排身穿红色 带着白色牡丹花旗袍的美女 端着茶盘走进大厅 茶盘上摆着 传统的青花词的盖碗茶 盖碗茶 我喜欢 索老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巴达巴达嘴 瞪大眼睛望着柳平 柳平 这是你配置的药茶 嗯 柳平点点头 微笑着解释 诊所的工作很忙 大家都很累 我根据江城的气候特点 配置了几种液气氧泻茶 滋补阴阳 能恢复体力 东方广盛不住的点头 满眼赞赏 柳平 虽然你只是一个人 但你足以撑起一个中医家族 令人佩服 魏璇向摄像师挥了一下手 摄像师扛着摄像机 走到索老身边 镜头对准了茶碗 索老很配合地掀开茶碗盖子 魏璇把麦克风递到索老身边 微笑着问道 索老 您精通药理 您觉得液气氧血茶怎么样 索老毫不吝啬地竖起大拇指 大声称赞 配置普通液气氧血茶并不难 但柳平医生配置的液气氧血茶 已经不能用精妙二字形容了 是极品液气氧血茶 老夫自愧不如 东方广盛主动接过麦克风 认真地看着镜头 东方家族传承是多年的中医家族 自诩底蕴不差 根据季节变化 经常熬制药膳粥 但与药膳的食物相比 简直不堪一提 我希望有时间的中老年朋友 都来品尝一下 随便说一声 药膳的食品价格相当便宜 柳平没想到东方广盛 竟然站出来宣传药膳方 暗暗感激 魏玄笑着 把麦克风递给柳平 柳医生 我调查过周围的居民 几乎所有人都称赞药膳 都说吃了药膳以后 浑身舒服 一些小病也消失了 您是怎么做到的 柳平接过麦克风 笑着解释 这里的药膳粥 药膳菜品药效各不相同 针对不同体质的人 来此吃饭之前 都要先去诊所确认体质 诊所的医生 会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 建议食用药膳的品类 魏玄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我明白了 不同的人 医生提出的建议不同 所以 这里食物都是针对个人的 价格很低 柳平笑着点头 正解 所以 药膳方不提供外卖 夏菲拿着手机 跑到柳平身边 柳平 有人询问 可以加盟药膳方吗 柳平认真的摇了摇头 中药也是药 是要三分毒 不能冒险 目前没有开分店的想法 试守办公室 马俊飞面带微笑地 望着屏幕上 侃侃而谈的柳平 内心涌起无限期待 中医养生 好概念 外地人定会大量涌入江城 江城的旅游业必将崛起 柳平的医院和学校附近的地价 将会飞涨 必须立即控制在市府手里 马俊飞毫不犹豫地 拨通了秘书的电话 通知副市首和资源管理部门 立即开会 省手办公室 庞庆庚虽然两伤带着苦笑 但却是满眼羡慕 两老 交流会成功了 不仅宣传了中医 还带动了江城的旅游业 老干部们都要到江城去居住 搞得我头疼 我倒有一个建议 第181章 现场演示 两老略一沉思 以江城为中心 建立养生城市圈 大力发展中药种植业 服依养生旅游 定能带动淮安省的经济发展 庞庆庚笑着点头 江城市府准备与柳平合作 在发展中医的同时 发展旅游业 现在又增加了一个养生概念 大有可为啊 柳平并不知道 药膳方已经引起轰动 快步走到触摸屏前 魏璇立即把数个病例 显示在屏幕上 柳平打开吴子莉的病例 笑着介绍 吴子莉是交流会的第一个患者 大家都看过治疗过程 从今天开始 我结合病例给大家讲解 烧火山和透心粮的基础针法 大厅里鸦雀无声 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 倾听柳平的讲解 柳平拿起一枚银针 想了想 扭头说道 会基础技法的人举手 我看看有多少人 超过七成的人举起手 少数服从多数 我就不讲针灸的基本技法了 柳平拇指和食指 捏住一枚银针 慢慢刺进软至 针灸同人的穴位上 出言解释 我用的是二指镜针法 也是大多数中医医生使用的方法 我在此基础上 演示透心粮针法 柳平一边操作 一边解释入针的角度 力度和深度 十几分钟后 柳平停助手 解释到 透心粮针法的基本功能是 泄出邪气 也就是排除患者体内的阴邪之气 起到排毒致病的效果 能打断一下吗 一名中年人拿着麦克风 站了起来 问道 柳平笑了笑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请说 中年人脸色微红 向周围抱了抱拳 对不起 你不问 我也会问的 一名老者笑着回应 中年人脸色一正 满眼疑惑 柳医生 我叫班海婷 来自黄龙府 世代行医 我班家祖传的针灸技法 与你掩饰的透心粮针法 有些相似 但又不一样 能允许我演示一遍吗 欢迎 请过来 柳平眼里露出惊喜 热情的鼓掌 班海婷走到触摸瓶前 拿起三枚银针 深吸了一口气 身上气息涌动 泛起一股淡淡的气势 猛地挥了一下手 三枚银针 快速刺进针灸同仁的穴位上 柳平暗吃一惊 没想到班海婷 竟然是一名先天初期的舞者 刺针的手法 与真正的透心粮手法略有差异 可以确定 班海婷的针法 一定是残缺不全的透心粮针法 班海婷不好意思地看着柳平 柳医生 班家祖传的针法 要求快 稳 准 不仅与你在治病时使用的针法接近 还与你刚才演示的力度 角度和深度差不多 我感觉 我的针法 与透心粮针法接近 柳平认真地点点头 郑重地看着班海婷 你的针法 确实像真正的透心粮 但绝对不是真正的透心粮 班海婷恭敬地看着柳平 请解惑 你会几针 柳平笑着反问 班海婷犹豫了片刻 眼里露出遗憾 语气极度伤感 班家针法只传下来十二针 到了我这一代 只有我和妹妹学会了 孩子们都认为 中医没有前途 拒绝学习 快失传了 没想到班海婷是想通过交流会 寻找针法传人 柳平心中暗赞 郑重地望着班海婷 班前辈 请放心 针灸不会失传 中医更不会消失 班海婷知道柳平的话还没有说完 满眼期待地望着柳平 静待下闻 柳平恭敬地给班海婷锯了一个躬 班前辈 我正式邀请你到我的中医学校任教 能到学校任教 一定能选到合适的传人 班家针法也不会失传 班海婷心中一喜 眼里露出激动的光芒 声音颤抖 你的学校 叫什么名字 柳平不好意思地挠了脑脑袋 医院和学校还在建设中 最多三个月 一定竣工 还没起名字 交流会结束后 我会带领大家去工地看看 班海婷想了想 目光坚定 表情略显尴尬 我可以去学校任教 但我有一个条件 我一定给你找一个合格的传人 柳平点点头 郑重承诺 一言为定 班海婷是一个一心为了中医的人 笑得像一个得到玩具的孩子 柳平能理解班海婷的心情 案发誓 一定联合有志之事 让中医重现辉煌 班海婷高兴地回答自己的座位上 现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一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站了起来 拿起麦克风 柳师叔 我叫龙承词 是江城中医药大学的学生 今年刚开始学习针灸 我的师哥和师姐都在您的诊所实习 他们说 您的针法天下无双 我能亲自体验一下吗 柳平笑着点头 出言邀请 你过来吧 顺便把你身上的小问题解决了 龙承词满眼兴奋 快步跑到柳平身前 柳平拿起十几枚银针 在酒精灯上消毒后 认真的看着龙承词 如果我没猜错 你喜欢熬夜看书 饮食不规律 龙承词领略了柳平的旺气之术 这才知道 博大精深四个字的真正含义 情不自禁地点头承认 是 柳平笑着点头 脱去上衣 站好 龙承词脸上出现扭泥之色 犹豫着不敢解开衣口 柳平感觉龙承词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生 但缺乏历练 如果打磨好了 将来一定是一名好中医 故意瞪着眼睛盯着龙承词 出言训斥 龙承词 你不要忘记 你是一名医生 我明白了 龙承词应了一句 毫不犹豫地脱掉上衣 规规矩矩地站在柳平身前 你体内阴阳失调 我先帮你排除邪气 你可以说出感觉 随着柳平的话音 六枚银针刺进龙承词的后背 八枚银针刺进龙承词的前身 龙承词满眼不解 出言询问 师叔 出了一丝疼痛 我没什么感觉啊 柳平的手指 快速弹在龙承词后背的银针上 笑着问道 龙承词激动得大叫 这才只是开始 你慢慢体验 柳平满眼笑意 手指快速撵动龙承词后背的银针 银针高速旋转 哇塞 越来越凉了 我感觉肚子几里咕噜地乱叫 我要上厕所 龙承词脸红如指 低着头不敢动 再忍忍 柳平继续撵动龙承词前身的银针 十分钟后 柳平拔出所有银针 满面笑容 去厕所吧 回来再针酒 你就彻底没问题了 嗯 龙承词飞快地奔出大厅 跑进洗手间 哈哈 第182章 成功点学 锁牢忍不住开怀大笑 这小子 有点意思 倒是一块学习中医的好料子 几分钟后 龙承词满脸激动地回到大厅 柳平再次把消毒后的十几枚银针 刺进龙承词的前身和后背 手指不停撵动银针 热 好热 龙承词再次发出惊呼 柳平越发喜欢龙承词 笑着解释 这是烧火山针法 该针法的功效是补充你体内的阴阳二气 二气平衡 身体自然健康 十几分钟后 柳平拔出所有银针 满脸笑容 感觉怎么样 龙承词满眼感激 我感觉浑身暖融融的 特别轻松 柳平满意地看着龙承词 谢谢你的配合 你以后没课的时候 来诊所帮忙吧 谢谢师叔 我一定来 绝不让您失望 龙承词恭敬地给柳平鞠了一躬 回到座位上 一名年轻女孩 拿着麦克风站了起来 柳医生 点穴真能控制人的行为吗 我想亲身体验一下 柳平笑着点头 过来吧 女孩一头长发 皮肤白嫩 快步走到柳平身前 恭敬地给柳平鞠了一躬 柳医生 我很痴迷武侠小说 小说里经常描写点穴桥段 我只想知道 是不是真的 柳平看到女孩略显尴尬 笑着问道 你叫什么 不是江城本地人吧 韶影会 来自谭州 与魏璇姐姐是同事 韶影会的回答简单明了 哦 原来是淮安省电视台的大记者 柳平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随后说道 你提的问题很有代表性 是西方不相信中医的原因 韶影会满眼迷茫 柳医生 我听不明白 你参与了直播 多次听到经脉和学位两个词吧 柳平笑着反问 嗯 韶影会认真地点点头 柳平脸色一正 认真的解释 西医建立在解剖学的基础上 之所以不承认中医 是因为在解剖过程中 无法发现经脉和学位的存在 所以才污蔑中医为巫术或迷信 韶影会满眼期待 难道点学功夫真的存在 确实存在 柳平郑重的点头 人体周身 约有52个单学 309个双学 50个境外奇学 共720个学位 在108个药学中 有72个学位 一般积大不至于致命 其余36个学位是致命学 俗称死学 死学又分软麻 昏炫 氢和重四学 各种皆有9个学 合起来为36个致命学 韶影会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柳平拿起消过毒的银针 认真的看着韶影会 准备好了吗 我要开始了 韶影会满眼激动 重重地点头 柳平手一挥 一枚银针 刺进韶影会的肩颈学 啊 韶影会惊叫一声 我半身麻木了 真的动不了 柳平拔出银针 又在韶影会的身上刺了几下 认真的解释 肩颈学属于足少阳胆精 弑手少阳 足少阳 足阳明 与阳为脉之会 我刚才的几针疏通了阴间颈学被刺耳阻塞的经脉 以免造成内伤 谢谢 你实现了我的愿望 韶影会的身体恢复了行动 真诚的感谢 柳平拿起麦克风 认真的说道 轻易不能击打死穴 轻者内伤 重者致命 从医者或者功夫高手 切记不要伤及人体死穴 啪啪 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大厅的气氛越发活跃 下飞的直播间也炸开了 哇塞 柳平一声太牛了 证明了点学功夫的存在 柳平对生命的敬畏之心 令人佩服 目测 柳平一声是功夫高手 目测个屁 网上有信息 柳平是先天舞者 先天舞者是什么梗 先天舞者是很牛叉的功夫高手 我从小练功 现在只是后天中气 人比人得死啊 我要去跟柳平学习功夫 现场气氛越来越热烈 不断有人请求柳平指导 柳平与东方广盛 索老和郝海滨等中医胜手商议决定 现场以互动为主 待学校建成后再享受烧火山和透心凉针法 转眼四天过去了 交流即将结束 柳平带着所有参与交流会的人员 乘坐七辆大巴车赶到热火朝天的工地 学校和医院的基础工程已经完工 正在安装门窗和内部装修 工地负责人是陈氏集团的得力干将李瑞雪 李瑞雪今年三十多岁 是建筑学博士 接到消息后 立即命人准备相关的安全装备 带着各个项目的负责人等在工地大门口 大巴车刚刚停稳 安全负责人指挥工人 抬着安全装备走到大巴车旁 李瑞雪快步走到柳平身前 柳先生 为了安全起见 请大家戴上安全帽 穿上反光背心 麻烦你了 柳平笑着点头 转身大声喊道 请大家配合一下 都戴上安全帽 穿上反光背心 李瑞雪领着一行人慢慢走进工地 详细解释美东大楼的作用 以及预计完工的时间 华夏中医药大学拥有附属医院 郝海滨即是大学的校长 又兼任附属医院的院长 看到如此规模的医院 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所老满眼不可思议 柳平 学校和医院都是你独自投资的 你小子太有钱了吧 是我自己出的钱 柳平满脸尴尬 资金来源确实不够光明正大 正如陈洪蕊所言 都是抢来的 东方广盛瞬间明白了柳平的意图 认真的问道 柳平 你想在全国范围内招聘中医医生 是 柳平认真地点点头 第一步只招收25岁至45岁的医生 培训半年至一年 在培训期间 每周三天在医院实习 半年后考核 考核合格后 留在医院任职 任职满三年 可以离开医院 东方广盛满眼异彩 金光四射 长远归化 老夫佩服 我要四个名额 所老满眼狐疑 柳平 我不明白你的想法 郝海滨说道 老朽也不太懂 请柳医生解惑 我来给你们解释 东方广盛拿出钱包 面带笑容 看着索老和郝海滨 两位前辈 钱包里应该装什么 索老没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 满脸鄙视 当然是钱了 还能装什么 东方广盛满不在意 笑着点头 对于中医行业来说 最需要的是什么 郝海滨仿佛明白了 东方广盛的话外音 认真的回应 目前最需要的是 能够坐诊的医生 政界 东方广盛脸色一正 满眼期待 语音微微颤抖 如果柳平第一批培训100名医生 一年后就会多出100名 能够坐诊的中医医生 不仅能够支撑医院正常运转 柳平还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 培养更多的医生 三年后 如果这些医生奔赴各地 将是怎样一番景象 啪 索老的手掌 重重地拍在柳平的肩膀上 满眼惊叹 好小子 真有你的 郝海滨满眼羡慕 柳平 你不仅医术高超 而且目光长远 老朽佩服 希望能给华下中医药大学 多留几个名额 一定 柳平笑着点头 时间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送行晚宴已经准备好了 第183章 网罗人才 送行晚宴极其丰盛 不仅有药膳方的特色菜 还有江城地区的美味佳肴 柳平陪着所老 东方广盛 管明杰 林振轩 郝海滨等教授 以及孔红玉四老 开怀畅饮 酒过三旬 明天是周六 如果诸位不忙 我想留诸位多待一天 柳平语气真诚 东方广盛知道 柳平一定有事相伤 微笑着说道 柳平有话直接说 柳平端起酒杯 真诚的目光 从每个人脸上扫过 我期待终于重现辉煌 但仅凭我个人的能力 是做不到的 需要诸位前辈的帮助 小子再次先谢谢诸位前辈 所老等人看着柳平 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知道柳平以下决心 眼里放出光芒 小子 你第一个认识的人是我 我们四个老家伙 虽然医术不如你 但跑跑腿看看家 还是可以的 只要是我们四人能做到的 绝不推辞 孔红玉首先代表范子勋 彭胜睿和郎道如三人表态 范子勋 彭胜睿和郎道如三人 没有任何不满 笑着点头 郝海斌沉思片刻 认真地看着柳平 中医不仅只是治病救人 也是一个产业 包括种植药材和生产忠成药 必须有长远发展规划 说说你的想法 柳平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发 满眼期待地望着郝海斌 郝院长 您不仅艺术高 还是管理者 我不懂管理 想听听你的建议 管理人才 请放心 待遇绝不低 当然了 如果您能亲自担任院长 最好不过了 哈哈 众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更加佩服柳平的睿智 即使郝海斌拒绝来江城 也一定会推举合格的管理人才 郝海斌满脸笑容 轻轻指着柳平 笑骂一句 没想到你 还是一只小狐狸 竟然打我的注意 郝院长 你我相识多年 你来江城 对中医的贡献更大 东方广盛首先表态支持柳平 锁劳也笑着点头 如果不是我不懂管理 这个院长可舍不得给你 你们几个老家伙啊 也不知道柳平给你们什么好处了 都帮他说话 郝海斌也没生气 似笑非笑地看着柳平 让我担任校长 也不是不可以 你必须答应我的条件 柳平心中一喜 恭敬地望着郝海斌 郝院长 无论任何条件 我都会答应 请说 郝海斌认真地看着柳平 每期的培训名额 我要二十个 二十个名额 柳平低头重复一句 略意沉思 满眼狐疑地望着郝海斌 郝院长 名额是给你个人 还是给华夏中医要大学 小狐狸啊 众人都赞赏地看着柳平 名额的分配意义大不相同 如果是给郝海斌个人 等于送给郝海斌一个大人情 如果给华夏中医要大学 等于等价交换 郝海斌笑骂道 小狐狸 你是为了发展中医 我可不敢拿着名额送人情 这二十个名额 算是我离开华夏中医要大学的代价 仗义 爽快 不愧是中医胜手 为了发展中医 尽心尽力 东方广盛和所老等人都大声称赞 柳平立即站起 恭敬地给郝海斌鞠了一躬 郑重地望着郝海斌 郝院长 我并不是有意挖墙脚 您已经过了退休年龄 我邀请您来江城 您可以带一个信得过的管理团队 您担任院长顾问 平时指导指导就可以了 大部分经历 用在您喜欢的医术研究上 郝小子 我没看错 郝海斌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 承受了你的大礼 我想拒绝都说不出口了 小子不敬了 柳平尴尬地回了一句 目光落在谢明康等教授的脸上 诸位老前辈 你们退休以后 如果愿意来江城养老 我举双手欢迎 包吃 包住 包福利待遇 谢明康笑着说道 你小子真是贪得无厌 刚把校长挖走 就开始动我们的脑筋了 管明杰向柳平竖起大拇指 你小子够狡猾 比老狐狸还老狐狸 谢明康认真地看着柳平 语气真诚 我们这些人一辈子从事中医 确实希望中医走出低谷 我的研究生在你的诊所 老朽欠你一个人情 明年我退休后 一定来江城 啪啪 众人都理解谢明康的心情 绝不是为了名利 确实是想为中医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东方广盛看到所老的目光 落在自己的身上 急忙说道 我这个家主是肯定来不了的 但我承诺 学校的每期培训 东方家出两名老师 传授东方家族的医术 只要是大家看得上的方子 东方家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来 啪啪 大厅里再次响起掌声 所有人都没想到 东方广盛竟然把家族底蕴拿了出来 暗赞东方广盛的胸襟 满眼佩服 所老笑了笑 无所谓的挥了挥手 柳平的药理知识 有一部分出自吐蕃 我也没有多少珍藏 只要他看得上 全拿出来也无妨 柳平达到目的 内心狂喜 端起酒杯战起 恭敬地说道 谢谢各位前辈 小子定劫心尽力 绝不负诸位前辈 让中医大放异彩 干杯 众人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柳平并没有坐下 真诚且感激的目光 从众人的脸上扫过 作为回礼 你们每个人可以把一名至亲之人交给我 年龄不得超过八岁 必须是诚实且吃苦耐劳孩子 我绝不收娇生惯养 好吃懒做的徒弟 所老顿时瞪大了眼睛 吃惊地望着柳平 柳平 你要传授一波 柳平重重地点头 我是义武同修 我要培养合格的 能真正独当一面的中医医生 东方广盛立即站起 恭恭敬敬地给柳平鞠了一躬 柳平 我以东方家族的名义发誓 东方家族的人败在你的门下 如果人品不过关 请你直接废掉他的功夫 东方家族毫无怨言 郝海滨疑惑地看着身边的所老 所老 柳平的武功很厉害吗 岂只是厉害 所老满眼佩服 柳平能担任江城市副总巡捕 不是没有原因的 东方家族 你先别忙地表态 做徒弟 除了吃苦就是吃苦 根本没有幸福可言 你可要想清楚了 柳平认真地说道 郝海滨越发疑惑 柳平 功夫与医术关联很亲密吗 柳平点点头 右手猛地一挥 六枚筷子 笔直悬浮在空中 耐心地解释 真正的武者修炼内力 有些针法必须用内力催动 以你们为例 即使我把真正的烧火山和透心粮传给你们 你们也施展不出来 郝海滨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 由于修炼内力的人越来越少 致使许多针法失传 虽然我现在是先天巅峰武者 但阴阳五行针法 也只能施展技术针法 或许我到了宗师巅峰 才能施展全部针法 柳平说的是实话 虽然已经是真正的宗师 但是还达不到阴阳五行针法的要求 东方广圣满眼期待 阴阳五行针法 从没听说过 有什么作用 第184章 即将腾飞 阴阳五行针法 是我目前知道的最高级的针法 直接平衡阴阳二气 调理五行 在致病的同时 温养脏气 比烧火山和透心凉的效果 强出数倍 可以生死人肉白骨 柳平认真的解释 嘶 东方广圣倒吸了一口凉气 没想到 世上竟然还有如此神奇的针法 只是自己无缘学习了 晚宴即将计数 柳平拿起麦克风 大声说道 诊所和药膳方周二上班 洪蕊 把药膳方的钥匙给我 好的 陈洪蕊随口应了一声 郝院长 所老 管前辈 林院长 孔老 今晚好好休息 明天上午十点 我在诊所等你们 柳平笑着说道 众人点头离开 柳平回到别墅 看到瑞锦曼和邱青亚三人 正在商量什么 好奇地问道 你们商量什么呢 瑞锦曼满眼宠溺地看了柳平一眼 你小子 今天怎么这么高兴 我把华夏中医药大学的校长挖来了 能不高兴吗 柳平满脸得意 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瑞锦曼笑着点头 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药品批号拿下来了 我们正在商量药材的事情 原材料 柳平反问一句 瑞锦曼点头回应 是啊 我们需要打量中药材 必须找到可靠的货源 药材的问题 我来解决 柳平立即找出世明山的电话 拨了出去 耳机里传来世明山激动的声音 柳医生 我全程观看了电视直播 你太给中医长脸了 我的生意伙伴都想去拜访你 柳平急忙转移话题 直接说出目的 需要大量的中药材 你能解决吗 石明山吓了一跳 脱口反问 一年需要多少 柳平也有点担心 一百多种药材 每种至少五万斤 能解决吗 石明山吓了一跳 声音微微颤抖 柳平 你说的是真的 这是每年需要的最小量 如果扩大生产 需量还会增加 柳平回答 石明山沉默了十几秒钟 柳医生 我后天去江城 咱们见面聊 好 我等你电话 柳平扭头看着瑞锦曼四人 药材的问题解决了 蓝贤静满眼担心 提醒柳平 此人可靠吗 绝不能大意 中药材关系到药厂的存亡 柳平笑着点头 他叫石明山 是个中药材批发商 很耗爽的汉子 柳平 人心隔肚皮 切记不可大意 瑞锦曼耐心地提醒 我心里有数 柳平笑着点头 师娘 您早点休闲 邱青亚说完 拉着云青岩和蓝贤静 迈步离开可听 瑞锦曼满眼不解 怎么回事 他们三人好像很怕你 上次的事情 给我提了一个醒 我打通了他们三人的认读二脉 我逼着他们三人静坐 必须尽快熟悉空灵状态 柳平笑着解释 瑞锦曼恍然大物地点点头 赞赏地看着柳平 怪不得 他们说不敢陪我太晚 你做得对 师娘 辛苦了 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才能去找师父 柳平满脸歉意 瑞锦曼笑了笑 我都等了这么多年 不在乎再等几天 师娘 时间不早了 您该休息了 柳平不好意思地劝解道 好 一夜无话 柳平起床后 吃过早餐 赶到药膳方 没想到陈宏蕊 田丽瑶 康淑文和李雪平四个丫头 已经到了药膳方 陈宏蕊快步跑到柳平身边 挽着柳平的胳膊 满眼得意 平哥哥 没想到吧 都忙了半个月了 你们怎么不好好休息 柳平疑惑地问道 陈宏蕊撅起小嘴 我们都很累 你要补偿我们 今天必须给我们烤肉 柳平满脸无奈 今天要商量事情了 恐怕没时间 康淑文调皮地眨了眨眼 知道你有正经事 等你忙完了 再烤肉 田丽瑶小声说道 平哥 我们昨天就通知青雅姐了 师娘也来 骑老虎和段疯子 拎着大包小包的食材 走进药膳方 红蕊妹妹 我们没来晚吧 骑老虎满眼笑意 把食材放在桌子上 柳平半个月 没有见到段疯子了 发现段疯子 已经是名副其实的 后天中期舞者 满意地点点头 疯子 进步很快 没偷懒 段疯子满眼感激 躬身行礼 先生的大恩大德 疯子永远铭记 柳平随意地挥了一下手 少者没用地 去串肉串 必须的 段疯子应了一句 与其老虎拎着食材走进厨房 我们去准备盖碗茶 陈红蕊四女快速消失了 约定时间将近 东方广盛 索老 郝海斌 谢明康四人连妹抵达 柳平急忙站起来 热情地打招呼 各位前辈 快请坐 陈红蕊四女端来盖碗茶 索老已经与陈红蕊熟悉了 满眼好奇 你们怎么来了 陈红蕊向柳平弄了弩嘴 大老板给员工放假了 只能我们负责端茶送水了 索老鄙视地看了柳平一眼 把水壶拿过来 你们去玩 管明杰 孔红玉 林振轩和蒙一东 四人陆续抵达 柳平 我们也算是老熟人了 不请自来 讨杯酒喝 蒙一东首先打招呼 柳平急忙说道 蒙院长 您这样说可是要折杀小子了 柳平 老鹏他们都有事 派我当代表 孔红玉说道 柳平知道 在交流会期间 孔红玉四人轮流在诊所坐诊 没有顾及各自家事 急忙点头感谢 谢谢孔老 改天我请彭老他们喝酒 哈哈 孔红玉毫不在意地大笑几声 多准备点药酒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众人坐定 郝海滨面带微笑 我年纪最大 抛砖引玉 柳平 说说正事吧 好 柳平应了一声 拿起水壶 给众人的茶杯珍水 恭敬地给众人鞠了一躬 各位前辈 你们吃过的 言比我吃过的米还多 我都敢说说 如果有不切合实际的地方 请各位前辈不吝指教 所老撇了撇嘴 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虚伪了 赶紧说 我还要喝酒吗 谨遵所老之命 柳平真诚的目光 从郝海滨等人的脸上扫过 也不瞒各位前辈 我向你们求助 求助 郝海滨撇了撇嘴 满眼不解地看着柳平 你把老朽都忽悠到江城来了 你还想怎么样 哈哈 东方广盛等人失声大笑 小子在这里给好院长赔罪 柳平认真的给郝海滨鞠了一躬 郝海滨没想到 柳平竟然鞠躬认错 急忙解释 是不是欺负我老了 我开玩笑 你看不出来 柳平尴尬地笑了笑 坐回到椅子上 各位前辈 我先说说我的想法 有不对的地方 你们一定要指出来 第185章 发展规划 发展中医 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必须从长计议 柳平的计划不复杂 首先是解决中医人才问题 尽可能多地培养中医医生 考虑现实问题 最快的方法 是培训现有的医生 特别是即将离开学校的研究生 不仅可以让学生养成好习惯 还可以传授医生的职业道德 其次 研发中药制剂 特别是常用的药物 既可以缓解医生开放的压力 又方便患者使用 最后是药材种植 特别是稀有药材 一定要大面积种植 而且要保证质量 这些都是现实问题 凭你的实力 培训医生不是问题 研制中程药和种植药材 困难不小啊 柳平点点头 拿出十几个小纸包 放在桌子上 笑着解释 诸位前辈 这是我前一段时间 配置的调理身体的药物 已经申请专利了 药厂也在建设中 有十几条生产线 我不仅要生产合成制剂 还要生产单独的药粉 患者可以用水充服 医生开方子也方便 唯一难解的是 药量的问题 索老拿起一包药粉 闻了闻 满脸笑一滴点点头 不错 确实不错 方便实用 你小子脑袋就是好用 东方广盛笑了笑 满脸得意 说道药量 我说说东方家是怎么做的 索老翻了一百眼 没好气地说道 快说 不许欲言又止 老夫都急死了 索老别急 让他们想想 其实方法很简单的 东方广盛笑着解释 柳平沉思片刻 眼里放出光芒 双手抱拳 给东方广盛行了一个礼 东方家主 我明白了 东方广盛满意地点头 明白了 就说说吧 柳平拿起茶杯 解释道 这是通用的标准茶杯 一定有人觉得太大或者太小 与我们用药一样 不同的药方 药材用量不一样 我们可以定制五颗的标准妆 配合散妆制剂 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东方广盛竖起大拇指 点头称赞 小子 你太聪明了 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仅限于几种常用中药 东方家族可没有你的财力 一次弄十几条生长线 管明杰略一思考 眼里闪过一丝金光 郑重地看着柳平 柳平 你跟我说实话 你现在能拿出多少钱 柳平愣了一下 意识到管明杰肯定有大计划 毫不犹豫地回答 管老 我现在有一万两千亿的现金 如果不够 我还能筹集五千亿左右 扑吃 索老把嘴里的茶水喷了出来 瞪着眼睛盯着柳平 脱口出 你小子不会是强盗吧 抢钱也没这么快啊 正在给众人倒茶的陈宏蕊 满脸得意 接过话题 索爷爷 你还真说对了 这些钱都是平哥哥抢来的 而且是 明正言顺抢的 帝都楚家一次 给了六千亿 帝都楚家 一个传承久远的武者家族 竟然被柳平勒索 就六千亿 怎么向天方夜谈 索老满眼担忧 柳平 到底是怎么回事 柳平把过程简单地讲了一遍 卧槽 你小子厉害 竟然把楚振雄弄成白痴了 楚振雄可是有名的宗师武者啊 东方广盛毫不顾忌形象 猛地爆出一句粗口 真是名副其实的小狐猎 索老心中暗道 柳平面对宗师武者 绝不会用不 难得的验证实力的机会 柳平一定不会错过 下毒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 柳平 可以出加工也可以深加工 然后集中到大药厂 制造合成制剂 管明杰又把话题拉了回来 柳平无奈苦笑 管老 我是有这个想法 可是没有合适的人啊 管明杰 东方广盛 林振轩和孔红玉 都是中医名家 知道问题所在 负责药厂的人不仅懂药物 身体还要好 四处奔波 一般人承受不了 索老笑眯眯地盯着柳平 小狐狸 你是不是有话要说 索老 你才是真正的老狐狸 我的小心思被你猜到了 柳平恭恭敬敬地 给索老身居一躬 此事就拜托索老了 他们都提过条件了 我也提一个吧 索老脸上 挂着阴谋得逞的笑容 柳平知道索老想说什么 重重地点头 索老 我想你保证 给我三至五年时间 我一定让燕征再进一步 索老笑着点头 一言为定 你是鬼手的徒弟 绝不会失言 我相信你 鬼手 谢明康低头重复一句 一个名字从脑海中闪过 猛地抬起头 满眼期待地望着柳平 你是鬼手神针的徒弟 哈哈 索老忍不住大笑几声 鬼手神针是个老顽固 没想到 竟然能交出 如此精灵古怪的徒弟 谢明康立即站了起来 恭恭敬敬地 给柳平鞠了一躬 柳平吓得慌忙躲开 谢老 你这是要杀人啊 东方广盛和孔红玉等人 都笑了起来 你师父比我小很多 我们相交许久 如果没有你师父 我也不会有今天 可惜他离开帝都 杳无音信 我很想念啊 谢明康满眼泪花 仿佛又回到过去 柳平郑重地望着谢明康 谢老 我向您保证 一定把师父带到江城 哈 终于知道那个怪物的消息了 谢明康开怀大笑 就冲你小子这句话 我回去就办理辞职手续 谢老 你认识我师娘吗 柳平试探着问宝 你师娘 谢明康愣愣地重复一句 疑惑地看着柳平 你说的是帝都的锐锦曼 柳平认真地点点头 当然认识了孤傲的丫头 唉 她与你师父没有矛盾 可惜啊 谢明康摇头叹气 柳平看了一眼陈宏蕊 给你青雅姐打电话 让他们快点过来 陈宏蕊明白柳平的意思 跑到角落拨通了邱青雅的电话 青雅姐 你们快过来 一定要带着师娘 东方家主 管老 锁老 我想成立中医药研究所 研制中程药 比如治疗癌症的 你们有什么想法 柳平又把话题拉了回来 唉 官家叹了一口气 中医讲究一人一方 很难 确实如此 锁老同意管明杰的意见 真正地解释自己的想法 只要能适用于部分患者就可以了 特别是病情稳定 处于恢复期的患者 锁老点点头 你的想法可以 我看过你开的方子 处于恢复期患者服用的药物 基本大同小异 我个人的意见是 多研制常用药物 比如治疗感冒 养胃和厨师的 都是普通人家里常备的药物 孔红玉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同意孔老的意见 虽然我是西医 但是家人感冒了 我还是让家人服用中药 蒙一东笑着说道 蒙院长明智 秋青雅三女 陪着瑞锦曼走进药膳房 谢明康看到瑞锦曼 立即站了起来 满眼惊喜 瑞锦曼 真的是你 第186章 锁老收图 柳平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多了解师父的过去 瑞锦曼与谢明康是老相识 聊天内容肯定离不开鬼手神针 谢老哥 好久不见 瑞锦曼笑着打招呼 谢明康拉开椅子 招呼瑞锦曼坐在身边 大妹子 我们有十几年没见了 你还是那么漂亮 郝海斌与瑞锦曼也是老相识 笑着点头 老爷子身体可好 瑞锦曼满面笑容 恭敬地回应 挺好的 谢谢郝院长 众人闲聊了一会 蒙一东把话题拉了回来 柳平 你想发展中医 为什么把希德尼等人留在医院 蒙院长 目光如炬 小子佩服 柳平向蒙一东竖起大拇指 认真的解释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 只要能治病救人 都是好医生 希德尼四人 是世界顶尖的西医 我可不想浪费资源 柳平 你想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管明杰满眼疑惑 若有所思的问道 柳平认真的点头 目前只是一个想法 我会向这个方向努力 郝海斌的目光 从秋青雅三女的脸上扫过 落在蓝贤静的脸上 你是蓝家的病丫头吧 蓝贤静笑着站了起来 给郝海斌真满差 郝院长 我叫蓝贤静 能让我摸一下脉吗 上次给你检查身体 已经是十几年前了 可惜我能力有限 无能为力啊 郝海斌满脸愧疚 蓝贤静坐在郝海斌身边 手放在桌子上 郝海斌检查过蓝贤静的脉象后 满眼不解地看着柳平 柳平 断脉续接 柳平笑着点头 静姐 还需调养一段时间 才能彻底恢复 郝海斌眼里满是赞赏 看了一眼柳平 蓝丫头的病 只有你们师徒能治好 蓝贤静 认真的看着郝海斌 郝院长 还请保密 郝海斌虽然不明白蓝贤静的意图 还是认真地点点头 瑞锦漫面带微笑 把邱青雅和云青眼搂在怀里 这三个丫头 都是我的儿媳妇 贤静的年纪最大 郝海斌认真地看着柳平 小柳 能把蓝贤静借给我吗 柳平不解地望着郝海斌 请好院长名士 郝海斌收敛笑容 语气郑重 如果我没有老眼昏花 蓝贤静很有管理天赋 未来一定能成为合格的管理者 柳平征询的目光 落在蓝贤静的脸上 蓝贤静立即站起 恭恭敬敬地给郝海斌鞠了一躬 小女子一定劫心尽力 事情已经谈定 柳平向陈洪蕊招了招手 洪蕊妹妹把烧烤架摆好 好嘞 陈洪蕊应了一声 与田丽瑶和康书文架好烧烤架 拿出木炭 不一会儿 大厅里弥漫着浓郁的香气 小子 没想到你是个好厨师 索老笑着称赞 陈洪蕊撇了撇嘴 索爷爷 凭各个烤肉技术是天下一绝 饱你吃过忘不了 柳平拿出几瓶高档白酒 今天是周末 大家多喝点 0 瑞锦曼看到是黄老的号码 立即接通 黄老 您找我 黄老说道 锦曼 我和阎晨本刚下飞机 你问问柳平 有没有时间 瑞锦曼看着柳平 阎晨本来了 要不要现在见他 柳平点点头 行 让黄老直接来要扇方吧 你控制点情绪 瑞锦曼叮嘱了一句 通知了黄老 不一会儿 黄老与阎晨本走进要扇方 柳平立即打招呼 黄老 阎家主 快请坐 阎晨本暗暗点头 柳平虽然年轻 却是一个十大体的人 值得重视 从做人的角度来说 未来不可限量 更何况 柳平还是一五同修 柳一生 冒昧来访 还请谅解 阎晨本公身行礼 姿态很低 柳平扶着阎晨本坐在椅子上 目光真诚 阎家主 如何 阎晨本重重地拍了拍柳平的肩膀 满眼感激 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 以后阎家 以你马首是瞻 绝无二话 柳平深知 大家族的目的都是利益 满脸歉意地看着阎晨本 阎家主 我是一个晚辈 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 过一段时间 药品即将上市 帝都由黄家和曹家负责 如果阎家有意向 您可以跟黄老商量 阎晨本再次点头 从兜里拿出一张银行卡 递给柳平 你不能拒绝 这是我答应黄老的 柳平 把银行卡交给黄老 黄老 作为启动资金吧 黄老没有拒绝 把银行卡放进兜里 我来安排 瑞锦曼满脸笑意 暗暗点头 柳平把银行卡交给黄老 等于还给了阎晨本 结交阎家对柳平来说 有百利而无一害 即使将来鬼手神针回到帝都 也有回旋于帝 阎晨本更加震撼 别人不知卡里有多少钱 他可是清清楚楚 不由得高看柳平一眼 结交如此胸襟的年轻人 对严家来说 绝对是值得的 柳平 前几天我与曹家家主商量过了 准备在帝都搞一个中医诊所 药品和化妆品都在诊所销售 需要中医医生 黄老笑着提出要求 柳平指着郝海斌和谢明康 看着黄老 黄老 郝院长何姐教授在这里 你应该向他们求教 哈哈 郝海斌和谢明康都笑了起来 谢明康不好意思地看着柳平 小狐狸 我来解决医生的问题 每个月要十盒化妆品 没问题 我给你准备三十盒 黄老当即答应 好香啊 随着话音 马俊飞 苏薇贺和江雅琳三人 走进药膳方 快请坐 柳平立即站起 拉过椅子 招呼三人入座 众人免不了又是一番磕头 柳平 再过二十多天 华安省巡捕大比武就要开始了 你带对吧 马俊飞认真地看着柳平 出言询问 柳平没有回答 指着江雅琳 对所老说道 所老 你觉得这个丫头怎么样 所老笑着点头 很不错 先天舞者 未来可期 柳平拍了拍江雅琳的脑门 傻丫头 还不赶紧拜师 江雅琳立即明白过来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规规矩矩地 给所老刻了三个想头 拜见师父 臭小子 你竟然给我找活 所老假装生气地怒吼 柳平把酒杯珍满酒 递给江雅琳 给师父敬酒 江雅琳接过酒杯 恭恭敬敬地递给所老 所老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但这个女徒弟很不错 我收了 柳平认真地看着所老 我打通了雅琳的认读二脉 用不了多久 定然能摸到宗师的门槛 还望所老悉心指导 所老愣愣地望着柳平 满眼不可思议 你是怎么做到了 柳平想了想 我擅长针酒 摸索出来的 清雅三人的认读二脉 也打通了 清雅 贤静 清言 你们三人也要拜我为师 所老开怀大笑 四个宗师徒弟 此生和汉 第187章 赛前准备 师娘 还有一个人 我一定要介绍给你 柳平认真地说道 臭小子 师娘听你的 瑞锦曼虽然不知道柳平说的是谁 但语气中的宠溺还是很明显的 柳平立即拨通了李勇的电话 赶紧来要扇方 不一会儿 李勇风尘仆仆地跑进要扇方 柳平拉着李勇 跪在瑞锦曼身前 拜见师娘 瑞锦曼把柳平拉了起来 满眼疑惑地看着李勇 柳平 这个人是谁 师娘 你替我解释 柳平急忙扶着瑞锦曼坐回到椅子上 指着李勇解释 师娘 这是我带师收的徒弟 我的师弟 现在已经是先天后期的舞者了 李勇知道瑞锦曼 再次给瑞锦曼叩头 拜见师娘 瑞锦曼知道柳平需要帮手 并没有反驳 点点头 你起来吧 既然柳平带师收徒 你要多努力 不能辜负你师父 师娘 请放心 李勇再次叩头 站在柳平身边 柳平 你个小狐狸 验证要是不能跨入宗师门槛 我跟你没完 索老大声怒吼 柳平笑着点头 扭头说道 雅琳 李勇 你们去后院切磋吧 我跟他们去 索老带着江雅琳和李勇 离开打厅 东方广盛看着柳平 表情凝重 柳平 可以推广吗 柳平笑着摇头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 雅琳和李勇 都很相信我 我才敢出手 清雅 静姐和清妍 是我的女人 他们对我 没有一丝怀疑 东方广盛认真地点了点头 如果当事人有怀疑 后果难以预料 谢谢东方家主的理解 柳平点头称谢 东方广盛把杯中的酒喝光 双手抱拳 东方了白火几十年 让你们见笑了 东方老爹 你没发现吗 在小狐狸面前 我们都输了 谢明康笑着说道 邱青雅给陈宏蕊使了一个眼色 各位爷爷 喝酒 吃肉 陈宏蕊大声喊了一句 把众人的注意力 引回到餐桌上 宏蕊妹妹 烤好的肉不够吃了 让平哥哥再烤点 康书文趁热打铁 我帮平哥哥烤肉 田丽瑶拉着柳平 走到烧烤价前 小声说道 平哥哥 你少说话吧 柳平爱怜地 谈了田丽瑶一个脑崩 小丫头 哥哥知道 平哥哥 你能打通我的任督二脉吗 田丽瑶小声问道 柳平顿时愣住了 满眼不解地看着田丽瑶 你也想学功夫 田丽瑶脸颊出现红霞 不告诉你 红蕊妹妹和舒文姐姐 都会找你的 不行 柳平果断拒绝 田丽瑶眼里闪过一丝脚诈 似笑非笑地看着柳平 平哥哥 红蕊说了 此生非你不嫁 你怎么办 啥 柳平瞪大眼睛 看着田丽瑶 田丽瑶脸红如纸 声音比蚊子还小 平哥哥 红蕊和舒文姐 都愿意跟在你身边 我们不求名分 你们都是傻丫头 柳平也不知该说什么 无奈地叹气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乌山不是云 田丽瑶低着头 开始摆放肉串 江雅玲和李勇 大汗淋漓地回到大厅 索老背着双手 满脸笑意 这两个小家伙很不错 柳平 能不能让李勇加入寻补房 苏维鹤满眼羡慕 出言询问 柳平笑了笑 李勇是旁绳手的人 我可不敢做主 马俊飞摇头苦笑 柳平 金灵等城市请外援了 好像都是先天舞者 索老喝了一杯酒 雅玲拿不到冠军 前三名问题不大 柳平认真地点头 这几天 我给雅玲当陪练 转眼又过去了十几天 江雅玲的实力突飞猛进 是名副其实的先天中期舞者 在柳平的指导下 对力量的控制 也越来越纯熟 零 柳平看到是庞庆庚的号码 立即接通 庞省手 你好 柳平 你是江城市副总巡捕 这次比赛 你参加吗 庞庆庚笑着询问 柳平知道庞庆庚一定有事 想了想 回答 还没决定 有病人需要治疗 一时半会儿 脱不开身 让你来精灵 是老干部要求的 庞庆庚笑着解释 行 我安排一下 一定去精灵 柳平毫不犹豫地答应 柳平拨通了苏维赫的电话 苏总寻补 我决定带队参加比赛 能不能再给个名额 你让李勇参赛 苏维赫笑着反问 让他去增长见识 柳平没有掩饰 直接承认 行 我马上不办手续 苏维赫说完挂断电话 柳平把李勇叫到房间 李勇 我让你代表江城巡捕参加比赛 你有什么想法 我怕伤人 李勇认真地回答 柳平点点头 这也是我要提醒你的 宁可受伤 也不能伤人 李勇重重地点头 我心里有数 江亚林与郑海和王志明 赶到诊所 教官 你真的不去精灵吗 郑海认真地问道 你们没有信心 柳平笑着反问 郑海摇了摇头 满脸不好意思 我们都想看看您的真正实力 回去好好准备 这次我带队 柳平认真地说道 真的 太好了 江亚林满眼开心 亚林 去后院 柳平迈步向后院走去 李勇正在后院练习掌法 看到柳平 挥掌劈向柳平 来得好 柳平大喝一声闪身避开 挥掌还击 十几招过后 柳平跳出圈外 看着江亚林 亚林 你来 接招 江亚林毫不客气 挥拳砸向李勇 碰 拳掌相交 江亚林力量稍弱 后退了几步 亚林 要留有余力 为下一招做准备 柳平出言指点 李勇明白柳平的意图 专心致志地担任 江亚林的陪练 半个小时后 江亚林喘着粗气坐在地上 满眼感激地看着李勇 勇哥 谢谢你 不用谢 我也很过眼 李勇笑着回答 江亚林满眼期待地望着柳平 你露一手呗 我想知道跟你的差距 柳平看着李勇 你全力进攻 我不还记 真的 柳平满眼担忧 柳平认真地点头 来吧 你小心了 李勇会掌批向柳平 第188章 抵达精灵 砰 李勇的手掌 正中柳平的肩膀 柳平是身子微微摇晃了一下 李勇灯灯倒退了几步 眼里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柳平满意地点头 李勇 你的实力提升很多 江亚林满脸担忧 柳平 你没事吧 柳平无所谓地笑了笑 我没事 她伤不了我 比赛地点定于精灵体效 柳平作为队长 带着李勇和江亚林等人 提前一天抵达精灵 柳平 你陪我们逛街吧 江亚林满眼期待地看着柳平 我今天有事 你们去吧 柳平笑着摇了摇头 掏出手机 拨通了庞庆庚的电话 庞伤手 您现在有空吗 柳平 你到精灵了吧 直接来我办公室 庞庆庚说道 庞庆庚的秘书石景天三十多岁 把柳平接到办公室 柳医生请稍等 庞伤手正在谈事 谢谢 柳平点头致谢 半个小时后 庞庆庚走进办公室 笑着打量柳平 中医交流会搞得不错 祝贺你 柳平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发 谢谢 庞庆庚拿出一份文件 递给柳平 你看看 刚刚收到的消息 柳平仔细地看了一遍 大吃一惊 庞伤手 消息准确吗 是周子硕亲自负责的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庞庆庚认真地看着柳平 眼里满是期待 柳平沉思片刻 眼里闪过一丝灵力 庞伤手 我猜测道川家族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渗透势力 二是想找到我 庞庆庚暗暗点头 柳平确实聪明如狐 此事迫在眉睫 你安排的人 什么时候能进入精灵 巡捕比武大赛结束后 让他留在精灵 柳平认真地回答 你训练的巡捕小队 实力如何 我想把整个小队 借掉到精灵来 庞庆庚说道 可以 柳平点头同意 具体的事情 你与周子硕商量 庞庆庚说道 柳平点点头 没有说话 知道庞庆庚还有别的事情 静待下文 庞庆庚满眼期待 柳平 医院和学校快完工了 说说你的计划 柳平不好意思地回答 说实话 我也没有详细计划 都是不成熟的想法 庞庆庚知道 柳平不是故意推托 认真地提醒 柳平 我知道你建医院和药厂 不是为了赚钱 但我必须提醒你 如果你的药品低价进入市场 肯定会引来众怒 你要有心理准备 柳平明白庞庆庚的话外音 竞争的结果是 抢夺货源 中药必定大幅涨价 庞庆庚拿出几张照片 递给柳平 倒闭的国企厂房 你可以当作仓库 便宜卖给你 谢谢庞生手 按市场价吧 柳平笑着回答 庞庆庚笑了笑 之所以便宜卖给你 是希望你能解决部分职工的就业问题 柳平当即答应 我尽量安排 就知道 你小子会答应 庞庆庚满意地点头 尽快收购药材 未来中药材市场 会出现大幅价格变动 我知道 没有其他的事情 我先走了 柳平战身告辞 等一下 庞庆庚拿出文件递给柳平 这是老干部局递交的申请 巡布比赛结束后 省里安排老干部前往江城 我与马俊飞沟通过 在你的医院附近 修建老干部疗养院 由你担任院长 柳平满眼惊诧 庞生手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哈哈 庞庆庚忍不住大笑 放心 不会牵扯你的精力 柳平明白庞庆庚的心意 尴尬地笑了笑 庞庆庚看了一眼时间 到下班时间了 我请客 还是算了吧 您的时间金贵 柳平笑着说道 庞庆庚笑着解释 田财汉和周子硕都知道 你要来精灵 早就约好了 柳平也很久没有见过田财汉了 顺势答应 饭店很普通 庞庆庚随便点了几个家常菜 田财汉和周子硕 先后走进包厢 周子硕重重地拍了一下柳平的肩膀 柳平 敬礼以后交给你了 别让我们失望 柳平表情沉重 我真怕做不好 柳平 你这次带队参赛 有没有目标 田财汉转移话题 缓解气氛 柳平笑着回答 没有目标 当然了 能拿到好名次 就更好了 周子硕撇了撇嘴 你小子要是下场比赛 绝对是第一名 嘿嘿 不跟孩子一起比赛 柳平的脸上挂着狡诈的神色 周子硕认真地看着柳平 眼里满是期待和欣赏 柳平 你跨入宗师境界了 柳平点点头 没有隐瞒 应该是宗师中期 或者是宗师后期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境界 你就是个小怪物 庞庆庚顿时惊呆了 二十多岁的宗师中期 屈指可数 饭后 周子硕拿出一份资料 递给柳平 精灵地下势力治疗 你拿回去研究一下 要特别关注齐飞虎 他出自武术世家 一身横练的功夫 为人仗义 如果你能收服齐飞虎 其他的人都好办 柳平把资料收好 笑了笑 没有说话 柳平 我让司机送你 早点休息 庞庆庚说道 柳平回到酒店 每个房间都没有人 拨通了李勇的电话 你们在哪 我们在二楼喝茶 李勇笑着回答 柳平走进茶室 看到江雅琳闷闷不乐 笑着调侃 江大美女 谁惹你生气了 郑海向垃圾捅了奴嘴 柳平看到垃圾桶 放着一束玫瑰花 瞬间明白了 谁送的 广陵市特种寻补 向家涛 郑海笑着解释 柳平笑了笑 脸色一正 明天比赛 都早点回去休息 江雅琳 你在这里啊 随着话音 一名身穿寻补服装的年轻人 走进茶室 江雅琳像被针扎了一眼 蹭得一声站了起来 挽着柳平的胳膊 亲爱的 我们回去休息吧 柳平虽然明白江雅琳的想法 还是吓了一跳 又不能当众拆穿江雅琳的谎言 只能将错就错 伸手搂着江雅琳的先腰 我们走吧 向家涛瞪着一双三角眼 恶狠狠地盯着柳平 柳平似笑非笑地看着向家涛 满脸骄傲 你最好不要招惹我女朋友 否则 我会揍你的 找死 向家涛脸上的肉抽搐几下 挥拳砸向柳平的脑门 啪 柳平猛地抬起胳膊 手掌扇在向家涛的脸上 啊 向家涛惨叫一声 飞了出去 第189章 搏击比赛向家涛挣扎着爬了起来 擦去嘴角的鲜血 直到踢到铁板上了 满眼恐惧 柳平满两笔事 你太弱了 这点本事 还敢装笔 江雅琳眼里一彩连连 虽然自己一时兴起 但柳平嚣张霸道地站出来维护自己 心里涌起一股热流 小子 你给我等着 向家涛认了一句狠话 落花而逃 多回去吧 柳平与江雅琳率先走出茶室 去我房间坐一会儿吧 江雅琳满脸笑意 柳平美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 你还笑 郁闷死了 江雅琳毫不在意 挽着柳平的胳膊走进房间 你自己泡茶 我去洗个脸 柳平听到洗手间传来水声 丹田升起一股热流 脑海中浮现出江雅琳的媒体 咔嚓 洗手间的门打开一条缝隙 江雅琳说道 柳平 帮我把衣服拿过来 在心里箱里 我走了 柳平逃出房间 胆小鬼 江雅琳小声嘀咕一句 脸色微红 围着玉京走出房间 坐在椅子上 暗叹了一口气 柳平回到房间 拿出资料 仔细研读 向家涛回到房间 越想越生气 掏出手机 拨通了号码 子豪 休息了吗 郭子豪是泰州的特种巡捕 擅长搏击 是上一届的搏击冠军 与向家涛是大学同学 两人私交不错 家涛 找我有事 郭子豪随口问道 我去找你 向家涛挂断电话 走出房间 一夜无话 第一项比赛是火气宿舍 江雅琳已经打通任督二脉 无论是反应能力 还是视力都大幅提升 成绩遥遥领先 在CQB的比赛中 江雅琳 郑海和王志明三人小队 用时最短 成绩最佳 晚上回到酒店 柳平把大家召集到二楼的茶水 认真地叮嘱 明天的格斗比赛是重头戏 你们一定要好好准备 教官 我收到消息 向家涛联合了几名搏击高手 全力阻击我们 郑海语气沉重 柳平点点头 向家涛挨了一巴掌 肯定记恨在心 比赛只能靠你们自己 我绝不会留情 江雅琳暗暗咬牙 搏击比赛 每个城市派出三名队员 代表江城出战的是江雅琳 郑海和王志明 包括省特种巡捕 共有46名参赛选手 抽签决定对手 江雅琳的对手 是来自通州的骆韦杰 骆韦杰身材魁梧 面带笑容 看着江雅琳 美女 认输吧 我可不想欺负女孩子 江雅琳撇了撇嘴 毫不示弱 瞪着眼睛盯着骆韦杰 我知道你是自由搏击高手 但我也不弱 放马过来 何必呢 骆韦杰满眼鄙视 挥拳砸向江雅琳的脑门 江雅琳也想试试自己的真正实力 大吼一声 挥拳迎向骆韦杰的拳头 碰 两只拳头撞在一起 江雅琳身形微微晃动 满眼惊喜 骆韦杰蹬蹬倒退了几步 难以置信 也接我一招 江雅琳大吼一声 展开步伐 挥拳砸向骆韦杰 来得好 骆韦杰收起轻视之心 全力出拳 碰 两只拳头再次撞在一起 骆韦杰猛地倒退 扑通一声坐在地上 裁判走到骆韦杰身边 问道 你没事吧 骆韦杰慢慢站起身 摇了摇头 向江雅琳包了抱拳 我认输 苏维赫陪着周子硕 坐在观众席上 笑着解释 江雅琳虽然是我的徒弟 但功夫是柳平传授的 通州总巡捕胡良法满眼惊讶 骆韦杰是通州巡捕房的搏击高手 竟然在力量上输给了江雅琳 太意外了 向家涛一直关注江雅琳的比赛 没想到江雅琳轻松击败了骆韦杰 顿时惊呆了 意识到想要阻击江城 难度不小 郑海和王志明 也轻松战胜各自的对手 挺惊下一轮 郭子豪扭头看了一眼向家涛 暗叹了一口气 要阻击江雅琳 难度不小 第一轮比赛结束 23名对于重新抽签 江雅琳运气不错 本轮轮空 直接进入前12名 郑海的对手 是来自肃玉士的陆毅诚 开始 随着裁判的话音 郑海和陆毅诚 两人站成一团 十几招过去了 郑海丝毫没有力竭的迹象 速度越来越快 陆毅诚也是搏击高手 感觉郑海像疯子一样 脸上血满不可思议 碰 郑海的拳头 砸在陆毅诚的肩头 啊 陆毅诚大叫一声 倒退几步 双手抱拳 低头认输 郑海抱拳致谢 承让 陆毅诚毫不在意 真诚地看着郑海 既不如人 我输得不冤 彭城总巡部寻红旗 吃惊地看着苏维赫 维赫 你们是怎么训练的 实力提升了一大截 苏维赫面倒微笑 指着坐在场边的柳平 他是副总巡部 兼任搏击总教官 柳平是人才啊 周子硕出言称赞 柳平 寻红旗猛地想起柳平的身份 满眼好奇 维赫 你是怎么说服柳平 加入巡部房的 苏维赫笑着摇头 不是我说服柳平的 王志明的对手 是来自平江市的西城 两人的比赛简单粗暴 打开大合 拳来腿网 站得不可开交 柳平脸上露出满意之色 王志明的体能优势显示出来 胜利是必然结果 果然 二十几招过后 王志明一掌打倒西城 获得胜利 周子硕向苏维赫竖起大拇指 这次江城出名了 三名选手全部进入前12名 再次抽签 郑海对阵郭子豪 江亚林对阵来自广陵市卵百涛 王志明对阵淮安省特种巡部印红兵 卵百涛与向家涛是同事 虽然不持向家涛的为人 但还是想替向家涛出口气 出手毫不留情 江亚林深吸了一口气 内力快速涌入双腿 展开步伐 必时就须挥掌还击 咦 周子硕瞪着眼睛盯着江亚林 江亚林成为真正的舞者了 应该是先天出气 苏维赫小点头回答 周子硕越发疑惑 柳平是怎么做到的 这可是大功一见 真就 配合药育 苏维赫随口解释 江亚林打得兴起 身形越来越快 双手化作两刀幻影 连续拍在卵百涛的后背上 扑通 卵百涛摔倒在地 抱拳认输 我输了 承让 江亚林回到自己的位置 柳平向江亚林竖起大拇指 祝贺你 进入前六名 第190章 得斩马刀 晚上十点 柳平接到周子硕的电话 周总寻补 您找我 柳平笑着询问 还没休息吧 我在808 过来坐会儿 周子硕发出邀请 柳平走进808 一名老者与周子硕 坐在房间内喝茶 老者目光锐利 仿佛向梁炳利剑 直刺柳平的灵魂 身上渗出浓浓的威压 高手 柳平按赞一句 周子硕向柳平招了招手 柳平 过来坐 这位是孙老 柳平给孙老行了一个礼 晚辈柳平 败见孙老 老者笑着点头 出言称赞 神医 精通独到 还是名副其实的宗师 不愧是年轻俊杰 柳平不好意思地挠了脑脑袋 前辈谬赞 估计我不是你的一招之敌 哈哈 老者忍不住大笑 柳平 你陪着孙老坐一会儿 我有点事 出去一下 周子硕走出房间 柳平愣了几秒 瞬间明白了 认真的看着孙老 前辈 不知您找我有什么事 果然是小狐脸 孙老暗暗点头 满眼欣赏 认真的自我介绍 我是特殊部门的人 你准备如何对付窝博忍证 难道特殊部门有详细计划 无论如何 都不能破坏特殊部门的行动计划 柳平心中暗想 认真的望着孙老 请孙老明示 孙老再次暗暗点头 出言反问 柳平 周子硕给你的资料 都看过了吗 看过了 不知孙老想怎么解决这些人 柳平点头 反问 孙老眼里闪过一丝尴尬 柳平 这次请你出手 是因为道川家族派来两名上人 能对付上人的人 都不在国内 小子定然全力以赴 柳平认真地点点头 并不在意孙老是不是故意推辞 自己无论如何 都要灭掉窝博忍证 借机送给孙老一份人情 也很不错 孙老满眼期待地望着柳平 我知道你有办法提升个人实力 能帮我训练几个人吗 孙老 请恕我直言 如果仅是改善身体素质 没有任何问题 但我提供不了功法 柳平满眼真诚 开门见山 没有任何推辞和矫情 孙老点点头 功法问题 我自己解决 你能做到哪一步 孙老 实话实说 我能让后天舞者 能跨入先天 对于先天舞者 我说不准 也许能跨入宗师 也许不能 因为我没试过 柳平目光真诚 没有丝毫犹疑 孙老点点头 转移话题 柳平 我知道 亮丽化妆品的配方 是你提供的 我想和你探讨一件事 孙老 请直说 柳平点头 孙老眼里带着泪花 你精通医理和药理 能不能配置出 快速止血的药物 速效精疮药 柳平重复一句 顿时明白了孙老的意思 按赞孙老人品 没有为自己提出任何要求 想的是手下安全 当即答应 请孙老放心 我一定全力以赴 柳平早就配置出速效精疮药 只是不知道 能不能满足孙老的要求 所以没有直接承认 孙老从包里拿出一份资料 作为报答 这是为你准备的 回去慢慢看 谢谢孙老 柳平点头致谢 孙老亲自拿出来的资料 价值绝非一般 柳平 提醒你一句 有人在杀手榜上出价500万 悬赏你的人头 如果能拿到烧火山和透心粮针法 奖金5000万 目前还没有人接单 孙老说到 话外之意极其明显 提醒柳平保护好身边人 柳平低头沉思 疑惑地看着孙老 知道是什么人悬赏的吗 孙老脸色沉重 摇了摇头 还不知道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分析 窝国的伊藤家族 高高厘的中医世家 西方的医药集团 都可能出手对付你 虽然唐家已经处于半残状态 但也是死而不将 不能排除唐家雇佣杀手的可能 多谢孙老提醒 柳平再次表达谢意 柳平 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孙老又把话题拉了回来 明天夜里 庆功宴以后 灭了窝国人者以后 直接回江城 柳平没有丝毫隐瞒 直接说出计划 可以 我派两个人跟着你 收尾的事情交给他们 孙老点头同意 柳平满眼疑惑 孙老 不要活口吗 嘿嘿 孙老干笑几声 小狐狸 我以为你不会问出这句话呢 能抓到上人最好 抓不到也没关系 你有什么计划 柳平低头沉思片刻 要活的 难度增加不少 我必须修改行动计划 孙老拿起地上的长条木盒 放在桌子上 给你准备的 柳平隐约猜到盒子里的东西 满眼激动 小心地打开木盒 一把带翘腰刀 静静地躺在盒子里 柳平左手抓住刀翘 拿起腰刀 右手握住刀柄 微微用力 苍朗 腰刀出翘 寒光闪闪 好刀 柳平忍不住大声称赞 孙老翻了一个白眼 没好气地反击 当然是好刀 为了这把斩马刀 我损失了两命兄弟 柳平满眼不舍地 把腰刀放进木盒 向前推了一下 孙老 这刀太贵重 我不敢收 孙老脸色一正 表情庄重 满眼期待 柳平 我希望你成为华夏的刀 不仅能切除人体内的毒瘤 也要切除社会上的毒瘤 更要消灭哪些敌对势力 柳平立即战身鞠躬 孙老嘱托 小子不敢违背 定全力以赴 守护百姓 守护华夏 孙老满眼激动 郑重地拍了拍了拍的肩膀 小子 你不错 我没看错你 比你那古板的师傅强多了 柳平笑了笑 不敢接话 作为弟子 如何都不能评价师傅 只能转移话题 孙老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 我会去休息了 孙老点点头 明天晚饭后 你来这里 好 柳平抱着木盒走出房间 一夜无话 吃过早餐 比赛继续 江雅玲 郑海和王志明 过关斩将 全部杀入前三 决赛毫无悬念 郑海和王志明主动认输 江雅玲成为名副其实的冠军 最受打击的人 是广陵市特种寻补向家涛 向家涛意识到 与江雅玲的差距 比赛刚刚结束 找了一个借口 逃离精灵 江城市获得三项冠军 庆功晚宴上 江雅玲和苏薇贺 成为耀眼的明星 不断有人敬酒 江雅玲望向柳平的眼神也变了 既有迷茫 也有说不清到不明的情谊 通州总寻补胡良法端着酒杯 走到柳平身边 目光真诚 柳副总寻补 您是华夏知名的医生 以后少不了要麻烦你 胡总寻补客气了 力所能及 绝不推辞 柳平一饮而尽 毫无虚情假意 胡良法认真的点头 一言为定 过一段时间 我去江城找你 晚宴结束 柳平回到酒店 直接走进孙老的房间 祝贺你 江城市寻补一名惊人 包揽三项冠军 你小子功劳不小 孙老笑着打招呼 我也没做什么 柳平笑着回答 孙老看了一眼时间 喝茶 夜里十一点 两名中年人走进房间 孙老把两人介绍给柳平 大猫 小狗 他们跟着你行动 这两个人的绰号 太有意思了 柳平好奇地打量两人 向两人点了点头 大猫和小狗也在审视柳平 眼里露出不解之色 凌晨刚过 孙老说道 出发吧 我等你们的消息 柳平取来斩马刀 与大猫和小狗离开酒店 第191章 夜袭别墅 沃国忍者潜伏在市郊的一栋 老市三层独栋别墅里 柳平三人驾车赶到预定地点 大猫拿出一张面具 递给柳平 戴上吧 孙老的命令 柳平按赞孙老细心 戴上面具 拎着斩马刀下了车 一名中年人从黑暗中跑了出来 走到大猫身边 都准备好了吗 大猫问道 中年人点点头 我们的人全部到位 大猫扭头看着柳平 你有什么计划 柳平笑了笑 拔出腰刀 把刀鞘扔给大猫 别丢了 小心一点 别墅有12个人 大猫认真的提醒 柳平笑着点头 守住周围 别让人跑了 大猫瞪大眼睛 望着柳平的背影 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孙老所说的高手 也太貌实了吧 柳平之所以选择正面进攻 是因为上任相当于 华夏的先天巅峰舞者 耳聪牧鸣 想要秘密欺辱别墅 难度很大 不如直接进攻 令人者措手不及 小狗满眼不解 大猫苦笑着摇头 我们不要管了 孙老让我们服从 这小子指挥 做好准备 绝不能让任何人跑了 柳平走到别墅门前 抬头看了一眼 猛的挥刀披向别墅大门 咔嚓 别墅大门硬声而碎 碰 柳平抬脚踢在破门上 轰隆一声 破门倒进屋内 卧槽 这家伙太野蛮了 就这样杀进去了 大猫瞪着眼睛 柳平拖着斩马刀 迈步走进别墅 巴嘎 随着沃国忍者的叫骂声 十几名忍者拎着武士刀 从二三楼跑了下来 为首的男子名叫道川雄野 年纪超过四十岁 脸色惨白 目光阴沉 愿读地盯着柳平 用生硬的滑下语说道 我终于等到你了 不管你是谁 敢与道川家族为敌 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是吗 柳平混不在意 灵力的杀气扩散开来 一名矮个男子走到柳平身前 满眼鄙视 用生硬的滑下语自我介绍 道川青木 上人 我不杀无名小卒 报上名号 上人 柳平仔细打量道川青木几眼 扭头看了一眼道川雄野 两名上人都在这里了 只要柳平留下这两人 其他人绝对跑不了 道川青木看到柳平面色平静 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顿时大怒 吼道 小子 你竟敢藐视我 藐视你 柳平撇了撇嘴 出言嘲讽 你太看得起自己了 在我眼里 你只不过是一句死尸 巴嘎 道川青木骂了一句 拔出武士刀 身形凭空消失 柳平知道 忍者的隐身术非同小可 闭上眼睛 仔细感应周围的空气波动 看你怎么死 道川雄野眼里露出得意的神色 仿佛看到柳平被道川青苦 一刀斩成两段的情景 死 柳平感觉左侧的空气 传来轻微的波动 知道道川青木正在靠近 大吼一声 来得好 柳平猛地侧身 手中的斩马刀 闪着寒光 劈向左侧的空中 道川雄野顿时瞪大了眼睛 没想到道川青木被发现了 啊 道川惨叫一声 身形浮现出来 重重地摔在地上 挣扎了几下 昏了过去 道川雄野看到道川的双臂被斩断 知道遇到高手了 大喊一声 上 杀了他 周围的忍者同时挥动武士刀 扑向柳平 必须速战速决 柳平避开来自右侧的攻击 挥刀斩向左侧另一名忍着 扑吃 斩马刀从忍者的咽喉划过 尸体摇晃着摔倒在地 巴嘎 道川雄野大骂一声 挥手甩出树莓暗器 羞羞 柳平不敢大意 内力在体内高速运转 身形化作一道残影 扑向实力较弱的人者 十几招过后 已经七名忍者死在柳平的刀下 道川雄野眼里露出恐惧的神色 大喊一声 游牧 你左我右 柳平听不懂窝国语言 知道道川雄野要做催死挣扎了 劈出一刀后 向后退了一步 从兜里拿出三个纸包 挥掌拍向扑来的道川游牧 拍在道道川游牧的刀背上 一股白烟扩散开来 杀 道川雄野以为道川游牧一击得手 吼叫着挥刀扑向柳平 斩 柳平大吼一声 避开道川雄野的攻击 猛地劈向靠近的人者 咔嚓 扑斥 不仅人者的武士刀被斩断 身体斜肩带背被劈成两半 道川雄野拖到后退脊步 挥了一下手 满眼恐惧 语气生硬 你是宗师 是 柳平淡淡地回应 竟然是宗师 道川雄野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满眼祈求 道川家族没有得罪过华夏的宗师 请饶了我们 饶了你们 柳平的目光越发凌厉 你们为什么进入华夏 你心里清楚得很 华夏不是你们可以为非作歹的地方 既然来了 就要做好死的准备 你不要欺人太甚 道川雄野满眼怨毒 从兜里拿出一个遥控器 我早做好准备了 大家同归于尽 能让一名华夏的宗师陪葬 也不许此行 是吗 你试试能按动遥控器吗 柳平满眼鄙视 猛地挥了一下手 树枚银针刺进道川雄野的体内 巴嘎 去死 道川雄野怒骂一句 意图按下按钮 突然发现身体不受控制 力气全部消失 双眼朦胧 你 你也会用暗器 有毒 扑通 道川雄野握着遥控器倒在地上 身体不停地抽搐 嘴里冒出白沫 站在道川雄野身边的六名忍者 互相对望了一眼 纵身扑向窗户 碰 碰 六名忍者撞碎窗户 跳了出去 柳平毫不在意 六名忍者即使跳出别墅 也跑不出二十米 定然中毒到底 大猫看到几个人影窗户跳了出来 正要命人截击 看到从窗户跳出来的人 全部倒在地上 抽搐挣扎 立即小声说道 都别动 静观其变 柳平拖着道川雄野走出别墅 像隐在暗处的大猫招了招手 大猫和小狗立即跑到柳平身边 满眼难以置信 柳平把道川雄野扔在两人脚下 他是带队的上人 中毒了 死不了 还有一名上人被我斩断了双臂 在房间内 妖面 大猫心中暗道 猛地挥了一下手 黑暗中钻出十几个黑影 扑进别墅 哦 别墅里传出呕吐的声音 大猫立即跑进别墅 顿时惊呆了 大猫虽然见过尸体 可是看到别墅内的惨状 忍不住胃里抽搐 捂着嘴跑到别墅外呕吐 交给你们了 我走了 柳平向轿车的方向走去 小狗立即跟上柳平的步伐 我送你回去 孙老在等你 第192章 亲自审讯 柳平在车里换了一身衣服 小狗驾车把柳平送回酒店 孙老和周子硕两人 焦急地坐在房间里 虽然已经接到大猫的电话 但还是放心不下 直到柳平走进房间 两人才长出一口气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周子硕站身抓住柳平的双臂 仔细打量 确认柳平没受伤 才重重地拍了一下柳平的肩膀 好小子 真有你的 杀了七个人 重伤一个 其余的人全部被你毒倒了 柳平拿出一个小纸包 递给孙老 纸包里的药粉可以解毒 十分钟后产生效果 孙老满脸笑容 接过纸包放进兜里 柳平 你现在会将成吗 柳平点点头 扭头看着周子硕 总寻补 我把李勇留在精灵 你直接下命令 周子硕认真的点头 气老虎的人 什么时候到精灵 今天应该到了一批 以后会陆续抵达 我让其老虎来精灵 配合李勇掌控局势 柳平随口回答 其他的交给我 我已经与苏维赫说好了 把江城特种 寻补小队调到精灵 待局势彻底稳定后 再让小队回江城 周子硕说出自己的安排 柳平犹豫了几秒 认真的提醒 将雅琳性格毛躁 又拿到了搏击冠军 肯定会膨胀 执行任务的时候 最好有人带队 切记不能让他出事 放心吧 苏维赫已经提醒我了 每次执行任务 我都亲自带队 周子硕认真承默 孙老站了起来 伸了一个懒腰 看了一眼柳平 走吧 送你去精灵 孙老这是玩得拿出谢 柳平心中暗问 满眼莫名其妙 跟着孙老走出酒店 钻进一辆越野车 向江城方向驶去 孙老闭着眼睛靠在座椅上 有话就说 他叫文杰 是的 我的贴身警卫 跟着我十几年了 柳平尴尬地笑了笑 孙老 他眯着眼睛看了柳平一眼 眼里满是阴谋得逞后的狡诈之色 目的很简单 窝国人者中的毒 是你配置的 身上的银针也是你是 在我们手里 说不定活不了 只能交给你审讯 柳平知道孙老并没有说实话 也没在意 闭上眼睛靠在座椅上 不再说话 东方刚刚发白 叫车进入江城市区 给大猫打电话 问他们到哪了 孙老给文杰下达命令 文杰解慢车速 拨通了大猫的手机 大猫 你们到哪了 已经到江城了 现在安全屋 轿车的扬声器里 传出大猫的声音 直接过去 孙老毫不犹豫地下达命令 安全屋位于一个 私人物流公司内 物流公司车来车往 不引人注意 藏十几个人不是问题 柳平暗暗佩服 跟着孙老走了进去 乘坐电梯进入地下办公室 大猫和小狗 亲眼目睹了柳平的强悍及狠辣 满眼崇拜 攻身给柳平行礼 孙老瞪了大猫和小狗一眼 沉声训斥 知道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了 以后不要戴着眼镜看人 您老训得对 现在开始审讯吗 大猫急忙请示 孙老从兜里拿出纸包 递给柳平 道川雄也交给你了 柳平点点头 扭头看着小狗 把面具给我 小狗看到孙老微微点头 从抽屉里拿出面具 递给柳平 跟我来 大猫率先迈步走出办公室 柳平毫不犹豫地 跟在大猫的身后 孙老 我们去监控室吧 小狗提出建议 嗯 孙老轻轻应了一声 柳平走进单独 关押道川雄也的房间 道川雄也仍在昏迷中 嘴里不时冒出白沫 柳平检查过 道川雄也的脉象 撕开纸包 把粉末弹进 道川雄也的鼻孔 拿出银针 在道川雄也的头上 刺了几下 几分钟后 道川雄也慢慢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 小丑面具 满眼恐惧 挣扎着站了起来 你 你想怎么样 大猫附在柳平的耳边 你提问题 我来翻译 柳平暗暗点头 不愧是特殊部门的人 做事足够认真仔细 道川雄也知道 落在宗师手里 绝没有好下场 暗叹了一口气 疲惫地坐在椅子上 用生硬的滑下语说道 我知道的东西并不多 你们问吧 你们潜入精灵的 真正目的是什么 柳平语气冰冷 一方面是调查 人者被杀的原因 另一个目的是 想寻找合作伙伴 道川雄也没有做 丝毫抵抗 老老实实地回答 合作伙伴 柳平嘀咕一句 想起精灵地下 错综复杂的形式 立声贺问 你们的合作伙伴是谁 只有秃鹫和老郎 有一项与道川家族合作 柳平扭头看了一眼大猫 大猫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这两个人 道川雄也 道川家族 想要做什么生意 柳平暗暗点头 特种部门的准备工作 做得足够充分 瞪着眼睛盯着道川雄也 疯狂地杀气四处迷茫 道川雄也 激凌凌打个冷战 仿佛被洪荒古兽盯住一眼 张了张嘴 没有说出一个字 道川雄也 如果你想体验生不如死滋味 后者是品尝穿肠毒药的效果 我都会成全你 柳平声音音冷 像无数百利剑 刺进道川雄也的灵魂 我 道川雄也刚说出一个字 感觉身体突然失去力量 扑通一声 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满眼恐惧 道川家族 想贩运火器和毒品 目标是东南亚各国 该死的道处家族 竟敢把毒品和火器 泛运到华下 柳平安骂一句 眼神越发凌厉 恨不得一掌拍死道川雄也 强忍着心中的怒火 咬牙鹤问 道川家族的毒品和火器 是从哪里来的 道川雄也毕竟是上人 瞬间感觉空气温度大幅降低 知道眼前的面具人 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 急忙用窝国语言解释 我只是道川家族的普通上人 不可能接受到上层秘密 火器和毒品渠道 一直掌握在道川一郎 和道川次郎手里 大猫把道川雄也的话 翻译给柳平 补充了一句 道川雄也没有说谎 道川一郎是道川家族的家主 很多见不得光的生意 都在他和他弟弟道川次郎手里 道川家族的贩运渠道很神秘 我们已经调查了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柳平沉思片刻 阴冷的目光 再次落在道川雄也的脸上 如果有人与道川家族合作 你们的货物 如何进入华夏 我不清楚具体的途径 听说是在公海交货 道川雄也小心地回答 公海 有点意思 柳平衣掌拍昏了道川雄也 迈步走了出去 第193章 修改计划 柳平回到孙老的办公室 表情并不轻松 认真的看着孙老 孙老 事情并不简单 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孙老点了点头 挥了一下手 大猫和小狗 转身走了出去 哎 孙老战身 表情凝重 夺了几步 树欲进而风不止啊 我辈的责任重大 华夏要想崛起 要面临很不困难 柳平能够理解孙老的心情 孙老 需要我做什么 好好发展中医 未来也许能起到 意想不到的效果 孙老满眼期待地望着柳平 神色间 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 孙老 天亮了 我去中医院 患者在等着我 柳平虽然不知道 孙老心里想什么 但隐约感觉 孙老心里有远大的计划 或许有一天 这个计划需要自己来执行 孙老点点头 笑着拍了拍柳平的肩膀 晚上在药膳方等你 听说你配置的药酒不错 好 柳平离开物流公司 路上随便吃了一点早餐 赶到中医院 孙少宇满眼惊喜 抱着十几分病例 跑到柳平身边 柳医生 你要是再不回来 病人能吃了我 至于这么严重吗 柳平接过病例 仔细地看了一遍 并没有发现意外情况 满一地点点头 面带微笑地看着孙少宇 不错 病人都在恢复 有几个病人 距离出院的日子不远了 孙少宇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满眼傲娇 身为柳神医的专职护士 绝不能出错 走吧 我们去查房 柳平拿着病例走了出去 吴子莉的肿瘤正在缩减 已经能下床走动 看到柳平走进病房 立即握住柳平的双手 柳医生 大恩不言谢 我们夫妻已经决定了 等我的病好了 都去你的医院做清洁工 不要工资 快坐 柳平扶着吴子莉 躺回到病床上 仔细检查脉象 写出一张新的药方 交给沐少宇 从今天开始 按这个方子服药 早晚各一次 三天后 做CT检查 明白 沐少宇应了一声 把柳平的话记在病例上 吴先生 将来你去我的医院工作 我举双手欢迎 不要工资可不行 我可不想成为妄恶的资本家 柳平笑着回应 听你的 吴子莉点头回应 两个小时后 柳平查房完毕 回到办公室 林振轩就快步走了进来 满眼焦急 柳平满眼不解 愣愣地看着林振轩 林院长 出什么事情了 怎么把你急成这样 还不是因为你 林振轩美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 狠狠地坐在椅子上 拿起茶杯 猛地灌了几口 柳平越发不解 笑着回应 林院长 你可不能欺负老师 哎 林振轩叹了一口气 你还不知道吧 医院的咨询电话 都快被打爆了 每天都有很多患者 希望来中医院就诊 目的都是找你 柳平苦笑着摇头 这种情况 确实超出了预料 柳平 经过研究决定 有你负责中医科 以后每天接收两名肝癌 或肺癌晚期患者 诊所那边 医院派医生过去坐诊 如果遇到重症患者 直接送到中医院 不管你有什么想法 你都必须同意 林振轩不给柳平解释机会 直接说出决定 你们这是赶鸭子上架啊 柳平无奈苦笑 沉思片刻 补充了一句 每天接收三名晚期患者 两名癌症初期患者 蹭 林振轩急忙站了起来 认真地看着柳平 柳平 这样不行 时间根本不够 你的身体 怕也承受不了 癌症初期患者交给学生 我带四名研究生 由学生给患者针灸 柳平笑着解释 林振轩沉思片刻 既然你有把握 暂时先这样 如果有问题 我们再商量解决办法 行 我回诊所看看 柳平回答诊所 诊所人满为患 孔红玉 范子勋 郎道如 和彭胜瑞四人 带着六名学生正在坐诊 其他学生负责抓药和熬药 孔红玉笑着打招呼 柳平 你可是回来了 你来坐诊吧 我要休息一会儿 谢谢四老 柳平躬身行礼 出言感谢 立即坐在诊台后 直到下午两点 病人才全部离开诊所 柳平尝出了一口气 伸了一个懒腰 我这是找醉瘦啊 蒋星亚端着一杯茶 走到柳平身边 柳医生 喝杯茶 休息一会儿 柳平不解地看着蒋星亚 出言询问 你怎么在这里 张庆的病情出现反复了 张庆拎着笔记本 走到柳平身边 满脸笑容 柳医生 我痊愈在即 我们夫妻已经决定 以后留在诊所帮忙 她可以帮忙熬药 我可以管理网站 张庆 你可要想好了 在我这里 待遇绝对赶不上科技公司 柳平认真地望着张庆 满眼不解 张庆目光真诚 这次得病 让我想清楚了很多东西 作为技术总监 我是能拿到高工资 可是没有快乐 每次看到病人 开心地走出诊所 对我都是一次震动 这种快乐是侵入心脾的 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最主要的是 在这里工作 如果得病了 能得到柳医生的救治 这比什么都重要 蒋新亚笑着补充 柳平点了点头 既然你们已经决定 我举双手欢迎 陈洪蕊走到柳平身边 平哥哥 我们去吃饭吧 下午没有患者 下午没有患者 什么情况 柳平满眼疑惑地望着陈洪蕊 陈洪蕊翻了一个白眼 自从你在中医交流会上展示了医术 病人越来越多 我和夏飞及孔老商量决定 除了来调理身体的人 每天接受100名患者 否则 大家连饭都吃不上 行 既然你们已经商定了 就按决定执行 柳平点头同意 夏飞拿着手机走到柳平身边 很多癌症患者 想来江城就医 你有什么计划 让患者与市中医院联系 诊所暂不接受癌症患者 告诉患者 我每天上午在中医院坐诊 专门治疗癌症晚期 柳平满脸歉意 无奈地解释 好 我会发布消息 夏飞也是很无奈 毕竟柳平只是一个人 走吧 我们去吃饭 柳平招呼众人 走向药膳方 饭后 柳平把邓琪 宋伟伦 沈小云 和白子涵四名学生 及孔红玉 四老留在房间 柳平 有什么事 直接说 孔红玉笑着说道 柳平把林振轩的话 重复一遍 补充道 你们的意见呢 狼道如沉思片刻 我们的人生目标 就是治病救人 发展中医 这个机会不能错过 范子勋点点头 百姓诊所 交给我们四人吧 学生们交给你了 柳平恭恭敬敬地 给四老鞠躬 绝不负四位前辈的期望 邓琪 宋伟伦 沈小云 和白子涵四人 互相对视了一眼 同时站了起来 给孔红玉四老 和柳平鞠躬 学生绝不辜负师父 走吧 我们回诊所 从今天开始 联系真法 柳平带着邓琪四人 回到诊所 第194章 组建核心 柳平教得认真 邓琪四人学得用心 夜幕降临 邓琪四人 开开心心地离开诊所 柳平通知邱青雅 蓝贤静 和云青年到药膳方 一起吃饭 孙老仔细审视邱青雅三人 扭头看着柳平 你小子不仅医术高超 找女人的水平 也无与伦比 一个霸道总裁 一个情仙子 还有一个背景强大的商业天才 柳平没有说出孙老的身份 只是说孙老是前辈 邱琪亚三人 恭敬地给孙老行礼 蓝贤静想起一个名字 认真地看着孙老 孙老 您认识我爷爷 来自帝都吧 哈哈 孙老大笑几声 蓝丫头 你不用试探我 我知道瞒不过你 蓝贤静满眼疑惑地看着孙老 孙老 柳平只是一个医生 能引起的注意 是他的荣幸 孙老听懂了蓝贤静的话外音 按赞蓝贤静聪明 笑了笑 解释道 丫头 我今天是来喝酒的 如果说有事 也只是来求一副药 兵主敬欢 柳平送给孙老一摊药酒 柳平带着三女回到别墅 蓝贤静认真地看着柳平 平弟 你知道孙老的职务吧 我昨天刚知道 柳平点头承认 把面临的危险讲了一遍 邱青雅略一沉思 认真地说道 静姐 青岩妹妹 我们不能牵扯老公的后退 我决定 从今天开始 认真练功 我也努力 云青雅点头说道 蓝贤静犹豫了几秒 看着柳平 平帝 所有人都知道 洪蕊三人与你的关系 他们三人怎么办 柳平无奈苦笑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只是把他们三人当做妹妹 邱青雅三人明白柳平的话外音 疏通经脉 必须脱掉衣服 柳平跨不过自己心里的门槛 蓝贤静眼珠转了几圈 平帝 这段时间 你一直在忙 快去休息吧 好吧 柳平点点头 回到自己的房间 静姐 你有什么计划 云青雅问道 孙老是特殊部门的人 他能亲自提醒平帝 说明问题很严重 平帝一定有很多事情瞒着我们 虽然平帝把洪蕊三人当做妹妹 我们都知道三个丫头的心思 如果三个丫头出现意外 平帝会毫不犹豫地去救援 蓝贤静表情沉重 目光真诚 没有丝毫犹豫 邱青雅明白了蓝贤静的话外音 静姐 我明白 你的意思了 我们问问三个丫头的意见吧 多几个妹妹也好 以后多几个人收拾房间 我们也能省点力气 云青雅满眼笑意 没有丝毫嫉妒 不仅仅是这样 蓝贤静继续分析 老公是一五双绝 已经引起高层的注意 他的步伐不会停留在江城 将来一定会进入帝都 与老公亲近的人 都必须有自保的能力 事不宜迟 我们去找洪蕊 把事情定下来 邱青雅立即站了起来 柳萍躺在床上 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上午 柳萍赶到中医医院 查房完毕后 走进林振轩的办公室 柳萍 你来得正好 病人明天抵达江州 你提前准备一下 林振轩笑着打招呼 柳萍笑了笑 没什么需要准备的 你心里有数就行 林振轩也没有客解 我回诊所了 柳萍回到诊所 看到诊所依然人满为患 不由得暗暗摇头 医院的建设必须加快速度 最后一名病人 满意地离开诊所 柳萍拨通了骑老虎的电话 老虎 你和疯子来要善方 我们马上到 骑老虎果断地回答 不一会儿 骑老虎和断疯子 走进二楼包厢 坐吧 柳萍给二人倒上茶 笑着询问 疯子 近期的训练怎么样 断疯子满眼感激 内心波澜起伏 如果没有眼前的年轻人 自己绝对不能光明正大的 行走在阳光下 恭敬地回答 挺顺利 已经有四十多人去精灵了 现在训练场还有三十多人 柳萍满意地点点头 郑重地看着骑老虎 老虎 我想让你去精灵 协助李勇 有什么困难 我刚刚出了一个女朋友 放心不下 骑老虎犹豫着说出想法 好事 你女朋友的事情交给我 柳萍笑着拍了一下骑老虎的肩膀 扭头看着断疯子 疯子 你不会还是一个人吧 我也有女人了 断疯子脸上写满信符 郑重地给柳萍鞠了一躬 多谢先生 如果没有你 我不可能有今天 跟你们说点正事 柳萍随意地挥了一下手 骑老虎立即点头 先生 请指示 两件事 柳萍脸色一正 第一 必须把江城打造成一块铁板 密切注意一切陌生人物 要特别注意刺探消息的人 第二 疯子继续招人 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 直接找崔建华 高薪招聘退役军人 明白 断疯子立即点头 柳萍扭头看着骑老虎 老虎 你到精灵的任务是掌舵 让李勇尽快成长起来 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 直接给我电话 骑老虎点点头 没有说话 老虎 精灵的形势比江城残酷 有外国势力渗透 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柳萍郑重地提醒 先生放心 我绝不会让您失望 骑老虎知道 柳萍把如此重要的事情交给自己 是对自己的信任和尊重 咔嚓 包厢门被打开 邱青雅 蓝贤静 云青岩和梅小燕 四人走了进来 柳萍满眼疑惑 你们怎么来了 是我让小燕姐来的 蓝贤静笑着解释 姐妹们 都做吧 骑老虎知道梅小燕的存在 没有丝毫意外 断疯子看到梅小燕轻松的表情 顿时明白了 心情越发不平静 静姐 交给你了 柳萍猜出蓝贤静的目的 笑着说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蓝贤静端着茶杯站了起来 老虎 疯子 小燕姐 从现在开始 你们都是柳家的核心 我希望你们全心全力帮助柳萍 让柳家成为华夏顶尖的大家族 骑老虎明白蓝贤静的话意味着什么 毫不犹豫地跪在地上 举起右手 郑重发誓 我 骑老虎 再次对天发誓 此生绝不背叛柳萍先生 如若违背誓言 不得好死 柳萍立即战身 双手扶起骑老虎 语气真诚 老虎哥 你我一路走来 彼此之心 你永远是我柳萍的好兄弟 骑老虎满眼泪花 先生 如果没有你 估计我的坟头已经长草了 骑老虎的这条命 永远是你的 断疯子和梅小燕 也都郑重表态 至此 柳氏族集团的核心人物 全部到位 三女心意 柳萍与秋青雅三女 回到别墅 蓝贤静拉着柳萍的手 走进卧室 认真的看着柳萍 平爹 你老老实实地回答我 静姐 有什么事情 直接问吧 柳萍满眼疑惑 蓝贤静不错眼珠地盯着柳萍 如果洪蕊三人出现意外 你会不会去救他们 会 柳萍目光真诚 回答得毫不犹豫 蓝贤静虽然想到是这种结果 但轻而听到柳萍的回答 还是暗叹了一口气 再次询问 如果敌人挖好坑等着你 你也会去吗 柳萍认真的点头 我把洪蕊三人当做妹妹 都是我的家人 就他们 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蓝贤静眼角带泪 双手紧紧地搂着柳萍的腰 把头埋在柳萍的胸膛 清雅和清延 都不愿意看到你涉嫌 怎么办 柳萍理解蓝贤静的心意 轻轻爱抚蓝贤静的后背 轻声安慰 静姐 你应该知道 我是真正的宗室武者 能威胁到我的人不多 蓝贤静满眼忧怨 立即反问 如果敌人使用炸弹呢 你能躲得过去吗 柳萍无言以对 别说炸弹 就是十几只火器同时开火 即使能逃出来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蓝贤静抬头看了柳萍一眼 我问过洪蕊三人了 他们都愿意打通经脉 学习功夫 柳萍瞬间明白了 蓝贤静的话外音 无奈地点头 蓝贤静满眼笑意 既有开心 也有鼓励 平地 所有人都明白 未来的柳氏家族需要很多人 青雅和青岩都愿意接纳洪蕊三人 柳萍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是紧紧地搂着蓝贤静 我不是一个好男人 今晚陪我 我要成为女人 蓝贤静脸红如纸 声音底蚊子还小 此处省略一千字 天光大亮 柳萍悄悄起床 蓝贤静还在熟睡 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 柳萍吃过早餐 感到是中医院 邓琪 宋伟伦 沈小云和白子涵四人 已经等在办公室 柳萍满意地说道 从今天开始 你们跟着我查房 下午 直到你们行侦 邓琪四人满意激动 都认真地点头 一个多小时后 查房完毕 柳萍带着邓琪四人 走进重症癌症患者的房间 你们先检查患者的脉相 把自己的治疗方法记下来 柳萍认真地说道 邓琪四人都检查过患者的脉相 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记下各自的治疗方法 柳萍检查过患者的脉相后 写出药方 一个小时后行侦完毕 沐绍宇把药汁注入患者的静脉 柳萍扫了一眼邓琪四人 问道 记住行侦顺序了吗 记住了 邓琪四人齐声回答 去吃饭吧 下午的患者有你们负责 柳萍笑着点头 交代任务 邓琪四人首次治疗癌症初期患者 都有些手足无措 柳萍理解邓琪四人的心态 出言鼓励 别紧张 先检查脉相 再开药方 然后行侦 邓琪四人检查过患者的脉相后 开出药方 交给柳萍 柳萍检查过患者的脉相后 亲自写出药方 邓琪四人对比各自的药方 与柳萍的药方的差别 都提出了各自的问题 柳萍一一讲解 直到邓琪四人完全理解 邓琪 你来行侦 遇到不懂的地方提出来 柳萍认真的说道 邓琪身体微微颤抖 小心地拿起银针 三寸针 天池穴 柳萍出言提醒 邓琪深吸了一口气 迎针稳稳地刺进患者的天池穴 一个多小时后 行针完毕 邓琪虽然满头大汗 但脸上挂着骄傲 满眼期待地望着柳萍 请诗书指点 柳萍满意地点头 轻轻地拍了拍邓琪的肩膀 表现不错 用不了多久 你就可以独自治疗癌症患者了 邓琪长出了一口气 第一次给癌症患者行针 非常紧张 心道 眼道和手道 要经常练习 柳萍继续鼓励 明白 邓琪四人齐声回答 柳萍再次检查过患者的脉象 写好医嘱 连同药方一起交给沐少宇 按照执行 明白 沐少宇拿着药方和医嘱走了出去 你们留在这里 每隔三个小时 检查一遍患者的脉象 记录下来 柳萍离开医院 回到诊所 诊所已经没有患者了 几名学生在整理病例 汪雅倩与张庆正在电脑前讨论 师叔 你回来了 乔广成笑着打招呼 广成 还有点时间 让我看看 你们练习针灸的成果 柳萍笑着说道 同学们 师叔要检查我们的针灸技术 乔广成高兴地大喊 广成 你先来 柳萍很看好这些学生 因为他们不仅努力 而且喜欢中医 是 乔广成应了一声 拿起银针 走到针灸同仁前 开始行针 手标抖动 注意力要集中 柳萍立即提醒 下班时间刚过 柳萍接到苏维鹤的电话 苏总寻补 有事吗 柳萍笑着问道 要扇方二楼包厢 我征用了 你赶紧过来 今天庆功 苏维鹤笑着说道 好 柳萍挂断电话 扭头看着乔广成等学生 你们别搞得太晚 针法不是一朝一夕能练成的 谢谢师叔 乔广成等人攻身行礼 江城市寻补房的总寻补 副总寻补和参赛队员 都坐在餐桌周围 啪啪 柳萍走进包厢 苏维鹤带着所有人 立即站了起来 齐齐鼓掌 谢谢总教官 江亚林带着参赛队员 一起给柳萍敬礼 都是崇尚实力的好寻补啊 柳萍虽然无比感动 但还是故意端起架子 你们搞什么 是不是还想挨收拾 都坐吧 柳萍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心里都有数 不比拘于小节 苏维鹤笑着打圆场 向柳萍招了招手 指着身边的椅子 大声说道 柳萍 你是副总寻补 又是江城寻补房的大功臣 大家一致决定 这个位置留给你 大家都是自己人 你没必要谦虚 柳萍还没来得及拒绝 就被江亚林推到椅子边 好 我坐 柳萍笑着坐在椅子上 大家把自己的就都满上 我们一起干一呗 一是庆功 二是给江亚林小队送行 苗剑中笑着说道 柳萍扭头看着苏维鹤 借调令下来了 苏维鹤满眼不舍 还没 周总寻补今天打来电话 让江亚林等人下周报道 九过三旬 苏维鹤把柳萍拉到僻静的角落 认真地看着柳萍 上午七老虎找我了 听说你有危险 需要我们怎么做 唉 柳萍看了一口气 满脸无奈 目前唯一能做的事 密切注意外来人员 好 我会安排 苏维鹤认真地承诺 江亚林端着酒杯走到柳萍身边 眼里带着情谊 柳萍 谢谢你 柳萍与江亚林碰了一下杯 真诚地看着江亚林 精灵的形势复杂 一定要注意安全 切不可冲动行事 我知道 江亚林能感觉到柳萍的心意 内心无比甜蜜 低着头回到位置上 饭后 柳萍直接回到别墅 客厅里空无一人 柳萍走进自己的房间 看到有个人蒙着头躺在床上 顿时升起戏弄之心 猛地拉开被子 看到床上的人顿时呆住了 第196章 杀手来袭 躺在床上的是陈洪蕊 陈洪蕊脸红如指 双眸紧闭 浑身一丝不挂 媒体横沉 洪蕊妹妹 怎么是你 柳萍手足无措 不知该如何是好 陈洪蕊是一个泼辣的姑娘 敢爱敢恨 猛地抓住柳萍的胳膊 把柳萍拽到床边 萍哥哥 我喜欢你 我要成为你的女人 柳萍目光真诚 与其真挚 洪蕊 跟着我很危险 也没有名分 这对你很不公平 陈洪蕊笑着摇头 萍哥哥 你是我真正喜欢和崇拜的男人 为了你 我愿意付出一切 亲牙姐姐何静姐都告诉我了 我一定会努力修炼 绝不当累赘 柳萍感觉眼睛发酸 紧紧地搂着陈洪蕊 萍哥哥 我爱你 陈洪蕊轻声嘀喃 柳萍深吸了几口气 内力快速运转 平息了体内的火焰 认真地说道 洪蕊 我先打通你的任督二脉 以后的日子长着呢 嗯 陈洪蕊已经达到目的 轻轻地应了一声 乖乖地躺在床上 柳萍拿出精针 消毒后 开始疏通陈洪蕊的经脉 两个小时后后 柳萍感觉陈洪蕊身体一震 任督二脉顺利打通 记住内力运行路线 柳萍拔出所有精针 手掌放在陈洪蕊的丹田气海上 内力缓缓涌入陈洪蕊的体内 运转阴阳五星爵 嗯 好舒服 陈洪蕊轻声嘀喃 脸色越来越红 别分心 集中精神 用意念控制内力 柳萍立即提醒 陈洪蕊立即收敛心神 仔细感觉内力的运行路线 小心翼翼地控制内力 沿着阴阳五星爵的路线运行 不知不觉中 柳萍感觉陈洪蕊已经进入空灵状态 悄悄撤回手掌 静静地坐在床边 确认陈洪蕊一切正常 运功调息 东方发白 陈洪蕊撑开眼睛 身上发出难闻的气味 扭头看了一眼仍在运功调息的柳萍 快速跑进洗手间 柳萍睁开眼睛 无比震撼 仅仅过去了一个晚上 陈洪蕊略有所成 也是一个怪胎 站了起来 准备离开 平哥哥 你别走 等我一下 陈洪蕊的声音传了出来 我不走 柳萍又坐回到椅子上 陈洪蕊围着浴巾走出洗手间 脸色分红 一头长发披在肩后 双手搂着柳萍的脖子 含情默默地看着柳萍 平哥哥 我美吗 很美 柳萍认真的点头 陈洪蕊越发娇羞 你喜欢我吗 很喜欢 柳萍再次点头 陈洪蕊主动献上双唇 声音轻柔 平哥哥 我要你爱我 婉转音题 落音点点 陈洪蕊如愿成为柳萍的女人 柳萍轻轻爱抚陈洪蕊的脸蛋 今天不要去诊所了 在家里好好休息 嗯 陈洪蕊闭着双眼 平哥哥 我好幸福 一直期待这一天 我要去医院了 病人在等我 柳萍满眼歉意 去吧 我再睡一会儿 陈洪蕊笑着点头 柳萍走进餐厅 看着田丽瑶和康书文 坐在餐桌旁 柳萍猜到两女的目的 假装若无其事 随口问道 你们怎么没去诊所 康书文脸一红 很快恢复正常 笑着询问 我们在等洪蕊 清雅姐说你 昨晚打通洪蕊的认读二脉 成功了吗 柳萍点点头 成功了 她还在我房间 你们去找她吧 田丽瑶与康书文对视了一眼 两人站了起来 向柳萍的房间走去 柳萍又用了两个晚上 打通了田丽瑶和康书文的认读二脉 二女虽然没有成为柳萍的女人 但与柳萍的关系 亲近了很多 邱清雅 蓝贤静 云清延 陈洪蕊 田丽瑶和康书文六人 顺利都跨入修炼内功的门槛 柳萍上午在市中医院 下午在诊所 闲暇时间研制塑校精疮药 邱清雅的科技公司 已经出建规模 从全国招聘了十几名科技人才 开始研制高科技医疗设备 蓝贤静负责药厂和医院及学校建设 大部分时间待在工地 为了确保蓝贤静的安全 段丰子派了十几名实力强悍的高手 跟在蓝贤静的身边 云清延则负责会所的正常运行 为了安全 陈洪蕊 田丽瑶和康书文三女 每天跟着柳萍一起上下班 转眼过去了两周 柳萍刚刚治疗完患者 便接到梅小燕的电话 老板 发现可以人物 两男一女 住在同一家酒店 应该是一伙的 梅小燕说道 密切监视 把照片发给我 通知段丰子 柳萍认真地说道 明白 梅小燕应了一声 挂断电话 柳萍接到照片 两男都是西方脸孔 女子是亚洲人 难道三个人都是杀手 柳萍心中暗道 沉思片刻 拨通了大猫的电话 大猫 我发三张照片给你 帮我确认一下对方的身份 另外 查一下杀手榜 柳萍 我们已经收到消息 确实有人接单了 你一定要小心 大猫认真地提醒 柳萍把两男一女的照片 发给大猫 半个小时后 柳萍接到大猫的电话 柳萍 我们的资料库里 没有这三个人的信息 这三个人太神秘了 很可能是杀手 你一定要小心 大猫认真地提醒 柳萍看了一眼时间 通知邱青雅 蓝贤静和云青岩三人回别墅 驱车赶到诊所 0 柳萍看到是段疯子的号码 立即接通 疯子 有什么发现 两名男子一直待在诊所附近 回答 先下守围墙 柳萍打定主意 陈生说道 把他们的住址发给我 好 段疯子应了一声 挂断电话 柳萍把陈宏蕊 田丽瑶和康书文叫到身边 安排一下 我们现在回家 三女虽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但看到柳萍表情沉重 都点头答应 回到别墅 邱青雅三女已经回到别墅 柳萍认真地叮嘱 没有我的命令 你们不能离开别墅 我让燕珍和康老保护你们 蓝贤静满眼担忧 杀手来了吗 虽然还不能确定 但诊所已经被人盯上了 柳萍认真地解释 听你的 邱青雅立即表态 柳萍把燕珍和康老叫到身边 认真地说道 燕珍 康老 别墅交给你们了 如果预料不错 这次来的应该是杀手 燕珍满眼激动 好 我一定让他们知道 华夏功夫的厉害 柳萍 你一定要小心 康老认真地提醒 夜深人静后 柳萍把斩马刀藏在衣服里 手腕上套上针套 驾车离开别墅 抵达预定地点后 拨通了段疯子的手机 疯子 目标没有离开吧 没有 女的 住在304 两男住在305 我的人一直守在周围 并没有发现他们离开 段疯子回答 柳萍挂断电话 望着不远处的酒店 深吸一口气 迈不向酒店走去 第197章 抓获杀手 两男一女确实是杀手 来自神秘的幽灵杀手组织 两男分别是绰号笑面阎罗的欧文斯 和绰号恶魔侍从的维尔逊 笑面阎罗擅长匕首和火器 恶魔侍从善于远距离狙杀 女杀手名叫黎氏草 绰号多面狐狸 善于用毒 幽灵组织接下刺杀柳萍的任务后 首先在网络上搜索柳萍的资料 得知柳萍是先天武者 幽灵的管理者大吃一惊 幽灵组织立即召开高层会议 由于雇主没有约定期限 华夏又是一个神秘的过渡 管理层一致同意 派一个杀手小组潜入华夏 条件允许 执行刺杀任务 条件不允许 立即撤回 多面狐狸 笑面阎罗和恶魔侍从三人 是一个标准杀手小组 笑面阎罗负责收集资料 恶魔侍从负责远程狙杀和接应 多面狐狸能说简单的华夏语 负责近身刺杀 三人刚刚抵达江州不久 随身武器还在途中 任务又不紧急 华夏没有人认识他们 三人像其他外国游客一样 警惕性降低了不少 柳萍走进酒店大厅 吧台后的女服务员 立即走到柳萍的身前 躬身行礼 柳先生 我是春兰姐的人 女服务员低声自我介绍 没想到美小燕的情报人员 已经渗透到了普通的酒店 柳萍心中一喜 点了点头 叮嘱女服务员 去休息吧 注意安全 嗯 女服务员转身离开 柳萍沿着楼梯走上三楼 脚步落地无声 悄悄走到305门旁 房间里传出两道均匀的呼吸声 柳萍的右手把几枚银针 左手握住门把手 猛地用力 咔嚓 虽然声音不大 但也惊醒了房间里的 笑面阎罗和恶魔侍从 柳萍不给对方反应时间 身形化作一道幻影 冲入房间 手里的银针飞了出去 你是 笑面阎罗话还没说完 身体失去控制 哑然失音 柳萍双掌连续挥动 拍在笑面阎罗和恶魔侍从的脑门上 瞬间拍晕了两人 转身快步走出房间 关上房门 305号房的动静 惊醒了正在熟睡的多面狐狸 多面狐狸意识到出问题了 拿过衣服 快速穿戴 企图逃离 柳萍已经听到304号房间的动静 猛地拉开房门冲了进去 啊 多面狐狸惊叫一声 拿起毒粉扔向柳萍 柳萍混不在意 手里的银针猛地飞出 扎在多面狐狸的肩颈穴 多面狐狸感觉身体失去控制 瞪着眼睛盯着柳萍 柳萍没有丝毫犹犹豫 一掌拍在多面狐狸的脑门上 多面狐狸眼睛一翻 摔倒在地 柳萍把多面狐狸拖进305 略一沉思 摘掉多面狐狸三人的下巴 拨通了大猫的电话 大猫 你还在江城吗 柳萍认真的问道 哈哈 大猫笑了几声 柳萍 我是你的联系人 当然在江城了 有事直说 柳萍也没客气 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把地址发给你 立即带人过来 你不会直接动手了吧 服了 我立即带人赶过去 大猫立即跨断电话 十几分钟后 大猫带着十几名手下 赶到酒店 柳萍满眼伶俐 认真的看着大猫 这三个人交给你了 如果他们拒绝回答 给我电话 大猫撕开笑面 阎罗衣领 看到笑面阎罗后背的刺青 表情瞬间变得沉重 柳萍 这三个人来自幽灵 一个极其神秘的杀手组织 麻烦了 有什么麻烦呢 柳萍的眼神越发凌厉 冰来降荡 水来涂眼 大猫明白柳萍的话外音 既然已经对上幽灵组织 只能拼下去 拍了怕柳萍的肩膀 兄弟 我会报告给孙老 全力搜集幽灵组织的资料 柳萍指着多面狐狸说道 此女善于用毒 审讯的时候小心一点 放心吧 大猫应了一声 命人把三名杀手拖了出去 柳萍认真的看着大猫 告诉孙老 药品配置出来了 需要测试 希望他亲自来看看效果 大猫瞪着眼睛盯着柳萍 一分钟后 恭敬地给柳萍鞠躬 柳萍 我代表兄弟们谢谢你 别废话了 快去忙吧 有事给我电话 柳萍无所谓地挥了挥手 脉步走出房间 柳萍回到别墅 看到邱青雅 蓝贤静和云青岩三人 满眼焦急地坐在客厅里 你们怎么没有休闲 柳萍知道三女的心思 故作轻松 笑着问道 蓝贤静快步走到柳萍身边 仔细打量柳萍 确认柳萍没有受伤 眼里满是关心和担忧 见到杀手了 你们不用担心 华夏不是杀手 可以肆意妄为的地方 特殊部门接手了 柳萍笑着回答 邱青雅立即战身 拉着柳萍的手 静姐 青岩 三堂会审 你们的意见呢 同意 同意 柳萍知道无法拒绝 把杀手的身份 告诉了三女 蓝贤静深沉的目光 送邱青雅和云青岩的脸上扫过 青雅 青岩 我们必须努力了 邱青雅三女 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点了点头 蓝贤静 拉着柳萍的手 满眼情意 平爹 姐姐害怕 你陪我 柳萍不知道 邱青雅三女想做什么 还是乖乖地跟着蓝贤静 就走进房间 一夜无话 柳萍抵达中医院 完成一天的任务后 拨通了大猫的电话 认真的问道 大猫 有结果了吗 没有结果 这三个家火嘴都很硬 大猫苦笑着回答 我立即过去 柳萍抵达物流公司 乘坐电梯进入地下办公室 柳萍 我们是没有办法了 这三个家伙 都受过专业训练 如果不是我们取出了 他们的毒牙 估计现在都死了 大猫满眼无奈 柳萍点点头 眼里闪过一丝细血 带我去看看女杀手 跟我来 大猫领着柳萍 走进关押多面狐狸的房间 柳萍打量多面狐狸几眼 满脸鄙视 出言嘲讽 你以为不说话 就能解脱吗 多面狐狸认出柳萍 如遭雷击 身体微微颤抖 你是柳萍 你不是医生吗 怎么与华夏特殊部门有关系 我确实是医生 同时也为华夏特部部门提供药品 如果你不愿意回答问题 我不介意落手催化 从你昨晚的表现看 你善于用毒 不知道你解读的本事如何 柳萍的目光越来越灵厉 仿佛像两柄利剑喷薄出 多面狐狸几凌打个冷战 恐惧地看着柳萍 咬牙切齿地说道 有种杀了我 幽灵组织会给我报仇的 想死 柳萍似笑非笑地看着多面狐狸 目光越发凶狠 盯在多面狐狸的脸上 你是我的敌人 我只会让敌人生不如死 你慢慢体验吧 柳萍把针袋铺在桌子上 随手拔出几枚银针 刺进多面狐狸的身体 又拿出一包药粉 灌进多面狐狸的嘴里 啊 多面狐狸感觉力量在快速消失 体内传来难以忍受的剧痛 忍不住大声喊叫 王八蛋 你对我做了什么 第198章 魔鬼手段 柳萍和大猫走进监控室 目光盯在监控屏幕上 大猫满眼怀疑 扭头看了一眼柳萍 这个女的很凶悍 根本不在意生死 你的方法真能行吗 柳萍的脸上挂着神秘的笑容 大猫 要不要打个赌 打赌 大猫重复了一句 满眼鄙视地看着柳萍 你想要什么就直接说 我又不懂医术 跟你打赌必输无疑 你这是故意欺负人 哈哈 柳萍忍不住开怀大笑 大猫 等着看好戏吧 三分钟 五分钟 十分钟后 多面狐狸整个人双眼通红 脸上的肉不停地抽出 声嘶力竭的大声喊叫 怎么会这样 大猫不解地看着柳萍 针灸的效果 几枚银针放大了痛感 我给她服用的药物 不是普通的毒药 是专门针对神经系统的药物 她现在恨不得把脑袋挖开 柳萍脸色平静 语气充满浓浓的杀气 一字一句地解释 多面狐狸从没有体验过这种痛苦 痛感像潮水一样 一波又一波地涌入大脑 脑神经像被撕断一样 正常情况下 疼痛能使人昏迷 多面狐狸确实越疼越清醒 遇到审讯高手了 仅仅坚持了二十分钟 就彻底崩溃了 用声音的滑下雨喊道 饶了我 我愿意交代 我的妈呀 大猫惊叫一声 满眼激动看着柳萍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医书 说了你也不懂 我们过去吧 柳萍和大猫 走进关押多面狐狸的房间 饶了我吧 我愿意交代 多面狐狸满脸鼻涕和泪水 柳萍点点头 取下多面狐狸身上的银针 凌厉地目光 盯在多面狐狸的脸上 如果你说假话 后果自负 多面狐狸极度恐惧地望着柳萍 我一定老老实实地交代 绝不隐瞒 交给你了 我去看看另外两个家伙 柳萍走了出去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多面狐狸知道 笑面炎罗和恶魔侍从 也承受不住柳萍的手段 心里仅存的一丝侥幸 也灰飞烟灭 大猫叫进来一名手下 找个翻译 立即审讯 是 大猫带着柳萍 走进关押笑面炎罗的房间 笑面炎罗满眼鄙视 冷冷地看了柳萍和大猫一眼 你们杀了我吧 我受过专业训练 任何审讯手段 对我都没有用处 柳萍坐在笑面炎罗面前 似笑非笑地看着笑面炎罗 你认识我吧 更应该知道 我是一名医生 笑面炎罗感觉出柳萍眼里的浓浓沙气 一股不祥的预感 在体内扩散 色力内忍 你想怎么样 我是医生 发现你有病 先把你的病治好 柳萍的话音未落 双手抓住笑面炎罗的左臂 双手用力 咔嚓 咔嚓 笑面炎罗的肩关节 肘关节和腕关节 全部被卸掉 啊 笑面炎罗脸上冒出痘大的汗珠 惨叫连连 柳萍轻轻拍了拍笑面炎罗的脸蛋 虽然你能抗住肌肉的痛苦 但我想看看 你能不能承受神经的痛苦 法克 笑面炎罗含混不清地骂了一句 继续惨叫 既然你想当英雄 我成全你 柳萍眼神越发阴冷 杀气弥漫 树枚银针 刺进笑面炎罗的身体 大猫脸上冒出冷汗 恐惧地看了一眼柳萍 这家伙不仅实力超强 手段也是层出不穷 同情地看了一眼笑面炎罗 咔 咔 笑面炎罗的关节 传出连续不断的咔嚓声 笑面炎罗的身形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 我的妈呀 这也行 大猫心中暗叫 急忙捂住自己的嘴 笑面炎罗彻底崩溃了 关节处传来的疼痛 还可以忍受 可是大脑像被无数蚂蚁啃咬一样 麻痒伴随着剧痛 猛烈地冲击神经系统 砰砰 笑面炎罗被锁在铁翼上 脑袋猛烈撞在一面上 大声喊道 魔鬼 你是魔鬼 我投降 饶了我吧 大猫急忙提醒 柳萍 他投降了 柳萍撇了撇嘴 满眼鄙视 投降 太没趣了 告诉他 我还要玩一会儿 不愧是温神 玩死人不偿命啊 大猫心中暗道 立即把柳萍的话 翻译给笑面炎罗 上帝啊 笑面炎罗大叫一声 再次撞在一面 满眼祈求地望着柳萍 求你了 我愿意投降 愿意交代 柳萍知道差不多了 取下迎针 转身走了出去 来人 大猫喊了一声 两名中年男子走进房间 交给你们了 如果他不老实 立即通知我 大猫故意使用笑面炎罗 听得懂的语言 笑面炎罗明白大猫的意思 郑重承诺 我一定老老实实地交代 告诉柳萍 我绝不让他失望 大猫冒出一身冷汗 作为特殊部门的人员 痛苦训练和反审训训练 是必修课程 如果遇到柳萍这种 医术超群 又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估计没有几个人能坚持下来 柳萍与大猫 走进关押恶魔侍从的房间 恶魔侍愣愣地望着柳萍 眼里闪过一丝恐惧 你是柳萍 是 柳萍变色平静 坐在恶魔侍从的面前 似笑非笑地看着恶魔侍从 落在我的手里 有什么想法 恶魔侍从深吸了一口气 认真的看着柳萍 昨晚是你 柳萍没有丝毫隐瞒 点头承认 是啊 你们住进酒店 我就收到了消息 我还知道 你一直待在诊所附近 你是不是很好奇 恶魔侍从脸上冒出汗珠 杀手讲究的是窍无声息 可是刚刚进入江城 就被人盯上了 要么是内部出现叛徒 要么是柳萍在江城的势力 深不可测 想不想玩个游戏 柳萍面带笑容 看着笑面阎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要杀药寡 惜听尊便 笑面阎罗知道 柳萍肯定不怀好意 满眼恐慌 柳萍猛地站了起来 身上泛起浓浓的杀气 锐利的目光 向两柄利剑 直刺恶魔侍从的内心 我可以放你回去 但你必须按照我的要求做事 哪有人不怕死的 特别是以杀人为职业的杀手 更知道生命的可贵 恶魔侍从沉思几分钟 认真地看着柳萍 你让我做什么 很简单 柳萍再次坐回到椅子上 把你知道的东西全部告诉我 再把另外两个人杀了 然后服下药物 就可以离开华夏 你 恶魔侍从瞪大了眼睛盯着柳萍 你不是医生 你是魔鬼 魔鬼吗 柳萍满脸笑意 已经攻破了对方的心理防线 盯着恶魔侍从 我等着你的答案 哎 恶魔侍从暗叹了一口 知道柳萍绝不会无敌方式 同样的话 一定告诉了另外两个人 如果自己不答应 一定死在另外两个人的手里 重重地点头 我答应 第199章 收服杀手 一个小时后 审讯结束 柳萍对比三份审讯内容 基本相同 把他们三人 扔进一个房间 柳萍看着大猫 认真地说道 大猫满眼不解 柳萍 你不会真的 让他们自相残杀吧 为什么不呢 柳萍满眼笑意 按照我的命令执行 解开他们的镣铐 大猫由于片刻 走到没人的地方 拨通了孙老的电话 把柳萍的要求讲了一遍 孙老也是不明所以 但知道柳萍 是一只狡猾的小狐狸 绝不会无敌方式 按照柳萍说的做 笑面阎罗和恶魔侍从 被带进多面狐狸的房间 三人的镣铐被解开 柳萍拿着三把匕首 走到三人面前 把匕首扔在地上 你们三人只能有一个人 离开这里 自己选择吧 恶魔侍从虽然已经知道 是这种结果 但还是身体微微颤抖 魔鬼 我是不会让你如意的 多面狐狸捡起一把匕首 猛地刺向自己的心口 啪 柳萍一掌 拍在多面狐狸的手背上 当 多面狐狸手里的匕首 掉在地上 多面狐狸恨不得一口咬死柳萍 满眼怨毒 有种就直接杀了我 我是不会向兄弟动手的 柳萍满眼鄙视 出言嘲讽 在我面前玩自杀 你永远没有机会 还是按照我的要求 继续游戏吧 多面狐狸无力地坐在地上 疲惫看着 笑面狐狸和恶魔侍从 两位哥哥 我是孤儿 早已经厌倦了杀手生活 解脱对我来说 是最好的归宿 无论你们谁活着 都要脱离杀手组织 好好度过下半生 笑面狐狸眼里满是泪花 轻轻地拍了拍 多面狐狸的肩膀 狐狸妹子 哥哥一直喜欢你 但我们的职业 多面狐狸满面幸福 心情瞬间改变 与笑面阎罗紧紧拥抱 脑袋埋在笑面阎罗的胸膛 阎罗 我早知你的心意 可我不敢接受 如果有来世 我一定做你的女人 啪啪 柳萍轻声鼓掌鼓掌 满眼笑意 看着笑面阎罗和多面狐狸 好感人啊 可惜你们活不过三个小时 只能做亡命鸳鸯 多面狐狸面色平静 认真的看着柳萍 我们是杀手 不是杀人 就是被杀 感谢你让我在临时之前 听到了阎罗的心声 笑面阎罗抹去眼角的泪花 扭头看着恶魔侍从 兄弟 我的命是你就回来的 我现在还给你 柳萍面不改色 看着恶魔侍从 他们都放弃了 只要你杀了他们 就可以离开华夏 恶魔侍从闭上眼睛 深吸几口气 心口剧烈起伏 猛地睁开眼睛 瞪着眼睛盯着柳萍 他们是我的兄弟 陪他们一起死 又能如何 你不用费心了 我是不会向兄弟动手的 你们都决定了吗 柳萍沉声鹤问 多面狐狸与笑面阎罗 互相对视了一眼 手拉手坐在地上 闭上了眼睛 恶魔侍从仰天大笑 仰躺在地上 好兄弟 我陪着你们 如果有来事 我们继续纵横江湖 柳萍伸出手 看着大猫 把你的火气给我 柳萍 你想清楚 大猫虽然出言提醒 还是把别在腰间的火气 递给了柳萍 咔嚓 子弹上膛 柳萍脸上带着迷一样的笑容 你们有三秒钟时间考虑 多面狐狸三人都闭上了眼睛 一 二 三 碰 随着柳萍的话音 房间里传来火气的声音 多面狐狸三人 都情不自禁地睁开眼睛 看到彼此无恙 满眼不解地看着柳萍 你们胜利了 柳萍 把火气交还给大猫 从兜里 拿出三枚黑色的药丸 放在桌子上 表情严肃 如果你们吃下药丸 就可以离开华夏 否则 就在这里度过余生吧 多面狐狸扭头看了一眼笑面言罗 认真地问道 药丸是毒药吗 是毒药 一年以后发作 在这一年内 我需要你们调查幽灵杀手组织的详细信息 一年后 我会亲自给你们解读 该如何做 选择全在你们手里 柳萍转身走出房间 高 高乐高的高 大猫暗暗竖起大拇指 无论三人是不是同时离开华夏 对柳萍来说 都是意外收获 恶魔侍从拿起药丸 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 恶魔 你干什么 多面狐狸满眼不解 狐狸 阎罗 你们要过普通情侣的生活 我们不能同时回去 否则 我们三人都得死 恶魔侍从表情明重 语气真诚 你们留在华夏吧 隐姓埋名 给我生一个干儿子 我去调查柳萍需要的资料 笑面阎罗知道 恶魔侍从的话是对的 满眼不舍地看着恶魔侍从 兄弟 太对不住你了 有什么对不住的 我也是孤儿 你们现在都有了牵挂 不适合在座杀手 任务交给我吧 如果我死了 别忘了给我祷告 恶魔侍从混不在意 敲响了房门 咔嚓 房门被打开 两名中年男子站在门外 我要见柳萍 恶魔侍从认真地说道 跟我们走吧 恶魔侍从看到柳萍 坐在房间里悠闲地喝茶 心潮起伏 这个年轻人太可怕了 柳萍抬头看了一眼恶魔侍从 恶魔 你自己选择的路 必须走下去 否则 你的下场会很惨 恶魔侍从认真地点点头 我只有一个要求 狐狸和笑面阎罗留在华下 柳萍似笑非笑看着恶魔侍从 问道 是的 恶魔侍从目光坚定 无论多么困难 我都会找到你需要的信息 但我希望你能派人保护狐狸和阎罗 柳萍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 我答应你 一年后 你必须回到江城 否则 上帝也就不了你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我一定回答江城 恶魔侍从认真地回答 柳萍战身拍了拍恶魔侍从的肩膀 回去吧 好好休息 把身上的伤养好 恶魔侍从低头沉思了几秒 认真的看着柳萍 如果我刚才拿起匕首 你会怎么做 我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 柳萍眼里冒出惊光 能够背叛兄弟的人 我是不会需要的 谢谢 恶魔侍从瞬间明白了柳萍的意思 出言感谢 放心吧 只要我还活着 狐狸和阎罗就死不了 柳萍认真的承诺 大猫把柳萍的决定 汇报孙老 老也是大吃一惊 没想到柳萍的目的是 收服杀手 暗暗赞叹 命令大猫 好好招待狐狸三人